空山监狱 坐落在古江市以南武士里的断魂山上 三面峭壁 一面缓坡 据说就是死在里面 连骨灰都飘不出来 除非是刑满之期 深夜 4027牢房 其他犯人早已入睡 放屁磨牙打呼噜的声音交织成一片 在房间角落靠近电池的地方 一名受骨灵循的少年蜷缩成一团 突然 角落的少年像是从噩梦中惊醒一般 豁然睁开双眼 眼底两团金色火焰跳动 久久才熄灭 少年环顾四周 神色开始变得激动 不惜耗尽千年修为 我楚寻终是回来了 声音轻不可闻 但却带着透骨的寒意 三千年前 严格说来是上一世 楚寻含冤锒铛入狱 三年时间 楚寻可谓是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同事的犯人每天变着花样折磨他 白天将他打得遍体鳞伤 夜晚他只能蜷缩在便池旁的角落里 连眼睛都不敢闭 任何风吹草动都令他站立 犹如惊弓之鸟 夏季 同事的犯人将他曝光 扔在牢房中间喂蚊子 冬季 将他灵的尸透 多少次差点冻死在寒夜里 虽然好多次死里逃生 可在他出狱的最后一天 还是死在了同事犯人的乱泉之下 上天垂帘 他死后却意外穿越到了 异式修仙大落 修仙大落 修仙是唯一的主格调 楚寻心有不甘 他怀着滔天恨意 开始苦修仙徒 他要成为先帝 只有先帝才能扭转乾坤 穿越时空 庆幸的是 楚寻在修仙意图天赋绝伦 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的苍鸣先帝 登陵先帝之位时 用了整整万年时间 这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 而楚寻却以三千年时间 就登陵先帝之位 震惊整个修仙大落 楚寻登陵先帝的后 毫不犹豫的耗尽修为 扭转时空回到他入狱的日子 遗憾的是 堂堂楚先帝现在沦落为凡人 过了今天 就是他出狱的日子 可楚寻也知道 今晚就会死在这间牢房中 轻轻挪动残破的身体 强烈的刺痛感 让他额头直冒冷汗 身上数不尽的心伤就伤 楚寻眼底冷芒闪烁 他现在不是楚先帝 只是个普通人 以他现在的身体 根本躲不过今晚的死结 他现在需要时间 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他必须重新修炼 绝不能让悲剧重演 楚寻将身上的球衣脱下来 凝成绳状 他像是狩猎的猛兽 在等待 楚寻动了 他咬牙站起身 朝着躺在床铺上的 一名壮汉走过去 此人名叫李虎 外号老虎 在楚寻进到这间牢房后的第四天 李虎便进来了 从此楚寻就一直生活在噩梦中 楚寻用球衣凝成的绳子 狠狠地勒住李虎的脖子 睡梦中的李虎猛地惊醒 睁开眼便对上一张猙獰的脸庞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拼命地挣扎起来 楚寻两条胳膊轻筋抱起 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拼命使劲 李虎脸色发紫 眼珠子凸了出来 突然间被勒住脖子 加上惊吓过度 脑袋根本反应不过来 只是拼命地挣扎 剧烈的动静 吵醒了其他人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平时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楚寻突然爆发 这让他一时反应不过来 住手 终于有人惊醒 朝着楚寻冲来 楚寻却在此时突然松手 抓着上铺的床颜 拼命一拉 牢房内的床是铁制的 上下铺 楚寻抓着上铺床颜猛地一拉 整张床竟然被拉倒 哄 铁床倒在地上 发出一声巨响 连地面都跟着颤抖 趁着众人愣神的功夫 楚寻窜向牢房门跟前的洗漱架 洗漱架是木制的 牢房内的八名犯人 所有的洗漱用品都摆在上面 楚寻跟疯了似的 抓着一通乱砸 牙刷缸 脸盆 塑料碎片乱飞 最后 楚寻将整个洗漱架 推倒在地后才罢手 同时 铁门外响起凌乱的脚步声 哐哐 铁门被砸得叮当作响 干什么 造法 铁门上的小窗口打开 露出李管教那张凶悍的脸 包括惊魂未定的李虎在内 所有人赶紧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李虎是欲罢 但也只能在这间牢房中称罢 真正厉害的是 这些管教 不管你在外面多牛逼 进了这里 一切都是管教说了算 想搓圆想捏扁全看管教的心情 尤其是李管教 性格暴躁 落在他手中 不死也得脱层皮 铁门打开 李管教铁青着脸走进来 看着满地狼藉 眼底冒着怒火 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的管辖内闹事 闲命长是不是 李管教 是这小子 他想要勒死我 李虎抬头指着楚寻大叫 李管教 这小子疯了 他不但想勒死虎爷 还把床和洗漱架推倒 所有犯人自然而然地抱成一团 李管教看着蹲在地上的楚寻 眉头皱起 此时的楚寻衣不遮体 瘦骨鳞巡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伤疤 不过在李管教眼里 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 是社会的渣子 垃圾 根本不值得同情 这些都是你做的 李管教眯着眼盯着楚寻询问 是 楚寻平静地开口 李管教一正 他以为楚寻多少 也会为自己辩解几句 给你们十分钟时间 把这里整理好 李管教对着李虎等人说道 说完 转身一指楚寻 你跟我来 李虎等人脸上露出恶毒的笑意 他们都知道 李管教那句跟我来是什么意思 楚寻定是要被关进小黑屋 所谓小黑屋 是由尖锐的石块砌成 地面铺着棱角尖锐的石块 这是狱中对付不听话的犯人时 所用的一种手段 小黑屋四周都是尖锐的石头 人只能点着脚尖站立 一不小心就会割破脚心 若是想靠着墙 也会被墙上吐出的时间划破身体 关上门里面一片漆黑 人在里面不能坐 也无法睡觉 在这幽暗密闭的环境中 对身体核心里都是极大的考验 若是关的时间长了 足以令人精神崩溃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能在小黑屋熬过三天 所以 这让监狱中的犯人谈之色变 楚寻没有丝毫反抗地跟着李管教走了 只是在走之前 他对李虎露出诡异的笑容 胡爷 现在怎么办 这小子被带走了 我们怎么下手 一位身材壮瘦的犯人 狠声说道 急什么 李虎不耐烦地吼道 你这小子的身体状况 顶多关上十多个小时 就会被放出来 离他出狱 还有一天多的时间 足够我们下手了 过了今晚 只要这小子死了 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真是受购这鸟地方了 另一名犯人吐口唾沫 眼底闪着杀意 楚寻跟着李管教来到小黑屋前 李管教面无表情地打开小黑屋的门 进去 楚寻笑了笑 不置可否 正准备进去时 却被李管教拦住 拖鞋 楚寻眼底闪过一抹利色 弯腰脱掉鞋子 刚站起身 就被李管教冷笑着 一把推了进去 一脚落下 楚寻经不住发出一声闷哼 尖锐的时间刺破了他的脚心 门关闭 楚寻陷入黑暗中 伸手不见五指 黑暗中 楚寻忍着剧痛 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任由时间刺破他脚心 楚寻弯下腰在黑暗中摸索起来 眼不能看 他凭着敏锐的感觉 开始搜集地上的石块 搜集的石块 被他分成五个方位堆放 看似凌乱 但却暗含规则 一小时后 楚寻手中最后一块石头落下 哄 小黑屋中的气流 随着最后一块石头落下 突然暴动起来 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脚乱 荡起层层涟漪 楚寻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嘴角微痒 无鬼搬运阵 成 无鬼搬运阵乃是灵阵 唯一的作用就是搬运灵力 将四周的灵力吸纳过来 当然 这只是简易型粗糙型的 无鬼搬运阵 这空山监狱建立在断魂山上 方圆百里荒芜人烟 没有遭到污染 灵气比想象中还要浓郁 真是意外之喜 时间紧迫 楚寻不敢耽搁 当下收敛心神开始修炼 修炼意图 炼气 筑基 金丹 元英 分神 合体 大成 杜结 碎空 万事开头难 炼气看似入门 其实最为重要 有人将炼气称之为涅槃 说白了 就是利用灵气 梳理全身经脉 重塑骨骼 犹如重生 炼气和炼体同时进行 可事半功倍 该修炼何种功法呢 思考一会 楚寻还是决定用他上一世修炼的 青龙霸体诀 这本炼体术乃是龙族不传之秘 楚寻也是机缘巧合下得到 万事俱备 楚寻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 立刻进入修炼状态 呼 楚寻的胸膛积具规律的微微起伏 鼻息间两道白气吞吐不休 仔细看 肌肤下好像隐藏着一条顽皮的小蛇 顺着经脉游走 骨骼咔嚓作响 楚寻的额头渗出痘大的汗珠 脸庞激进扭曲 将经脉骨骼全部打断 再重新塑造 这种痛苦 一般人根本难以承受 楚寻的牙齿咬得歌之响 整个人抖如筛糠 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嘶吼 犹如受伤的野兽 不知过了多久 楚寻开始恢复平静 但鼻息间的两道白气吞吐更加急速 肌肤开始散发出迎接的光彩 脸上同时也散发着如玉般温润的光泽 时间流逝 灵气被无鬼般运阵吸纳过来 注入楚寻的身体中 楚寻的身体忽暗忽明 犹如黑暗中闪烁的星辰 带着飘渺的气息 他嘴角微扬 再次修炼可谓是轻车熟路 速度和效果比他想象中还要好 成功踏入炼气初期不说 青龙霸体诀也达到了一转的境界 这得感谢他万年积累的修炼经验 唯一遗憾的是 他没有一滴祖龙血 刚好对应修仙者的九个阶层 若是配合祖龙血修炼 单是凭借肉身 就可对抗同等级的修仙者 楚寻豁然睁开眼 眼底金光流转 猛地击出一拳打在一旁的石墙上 整个小黑屋猛烈颤抖 墙上尖锐的石块被一拳打成击粉 还好 虽然现在青龙霸体诀才达到一转 但可承受500公斤的冲击力 在地球上暂时也够用了 咔嚓 小黑屋的门打开 阳光照射进来 你可以出来了 李管教在外面喊道 楚寻缓缓走了出来 这时天色已暗 十个小时在修炼中眨眼间就过去了 李管教有片刻恍惚 他总觉得楚寻跟进去时有些不一样 仔细看 楚寻依旧受鼓凌寻 若不经风 貌似没什么变化 可李管教心里就是有这种感觉 回到4027牢房 李管教留下一句 再敢闹事 集体进小黑屋后便离开了 小子 小黑屋的滋味如何 李管教走后 李虎摸着脖子上的勒痕 应笑着说道 挺好的 楚寻走到床前躺下 然后闭上眼睛 所有人的眼神都凝聚在楚寻身上 眼底满是凶狠和杀鸡 他们在等 而楚寻也在等 等待深夜的来临 夜晚降临 月上柳梢 李虎等人相互打个手势 悄悄地朝床上的楚寻围拢过去 就在这时 楚寻豁然睁开双眼 嘴角掀起冷冽的笑意 还没到深夜 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李虎等人 被突然出声的楚寻吓了一跳 楚寻坐起身 冷眼看着他们 你没睡 李虎很惊讶 他没想到 楚寻竟然醒着 我在等你们动手 楚寻声音冰冷 你 李虎脸色突变 楚寻是怎么知道 他们今晚要动手 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 我当然知道 只不过知道的代价大了些而已 想到上一世屈辱地死去 死在这些杂碎的乱泉之下 死得不明不白 心里的戾气止不住上冲 虽然在世为人 但这件事 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一天不拔掉 心魔就会一直跟随着他 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这是楚寻最想知道的 到底是谁要置自己于死地不可 下去问阎王吧 李虎脾气暴躁 楚寻差点勒死他 就算不是外面的命令 他也没打算放过楚寻 李虎练过舞 入狱前是一个小型帮派的老大 别看帮派规模不大 但却是李虎一拳一脚打出来的 面对大腿 还没他胳膊粗的楚寻 李虎压根没放在眼里 李虎一个剑步冲上前 拳头带着进风 朝着楚寻的脑袋轰过去 这一拳要是打实了 楚寻不死也惨 其他人看到李虎全是猛烈害人 纷纷后退 怕平白遭受迟余之灾 楚寻眼神冷冽 伸手一握 李虎刚猛的拳头 竟被拦住定在半空 李虎脸色猛变 他感觉这一拳 不像砸在楚寻掌心 而是砸在钢板上 震得胳膊生疼 半个身子都麻痹了 其他人看到楚寻 只是抬起手 便拦住李虎的拳头 不由地瞪大眼睛 楚寻猛地一脚踹出 李虎被楚寻一脚踹飞 重重在砸在墙壁上 剧烈的疼痛 差点让他晕过去 其他犯人惊得一哆嗦 没想到凶悍的李虎 竟被楚寻一招解决 楚寻再次动了 身如鬼魅 瞬间击出六拳 砰砰 其他六名犯人 几乎在同一时间栽倒 昏死过去 楚寻走过去 居高临下地看着李虎 我问你答 隐瞒一句 我让你生不如死 李虎惊恐地猛点头 谁让你杀我的 我 我不知道 看到楚寻脸色变了 李虎吓得魂飞魄散 忙不迭的地挣扎着 爬起来跪在楚寻面前 我真的不知道 请你相信我 楚寻没有 生 是以他继续说 我犯的是命案 死刑 可就在我进这间牢房的第二天 有人带话给我 说是可以保我性命 但我必须要按他们的命令行事 他们的命令 就是让你折磨我吧 楚寻冷笑 李虎身体一阵 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 小心地开口 没错 他们让我日夜不停地折磨你 不叫你安稳度过一天 但也不能要你命 开始我不相信 可我近来 本该一礼拜后就枪毙的 但过了一个月还没动静 我这才相信他们 他们只让你折磨我 可你为什么要杀我 不是我 是他们 知道你明天刑满出狱 他们要我今晚杀了你 之后便会安排 我们出狱 李虎忙不迭的地说道 他们也接到过同样的命令吧 楚寻直指昏死过去的其他犯人 是 李虎点点头 他们还说 说什么 他们说 如果我们没机会杀你 就把这个为你吃下去 李虎从床底摸出一个纸包 楚寻接过来打开 一颗白色药丸 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眼底寒芒闪烁 虽然不知道这药丸的名字 但楚寻知道 这是一种针对神经的药 若是吃下去 神经会遭到极大的破坏 到时就算活下去 那也会精神错乱变成白痴 到底是谁用这么阴毒的手段 对付自己 楚寻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杀鸡 精神错乱 白痴 楚寻目光闪烁 之前还没想好 怎么处理这些人 此时心里已然有了主意 楚寻猛地击出一拳 李虎哼也没哼一声 就昏死过去 冷眼看向昏死过去的其他人 楚寻走到一人跟前蹲下 手掌贴上他的太阳穴 一股真元度了过去 然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无一例外 楚寻眼底不带任何感情 七天之后 前夫的真元就会爆发 这些人都会变成白痴 那个时候 他已经出狱 一日 空山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 小伙子 出去后不要回头 守门的老玉井叮嘱 这话他对每一个出狱的人都说过 可还是有人再次进来 楚寻点点头 身上穿着三年前入狱时的衣服 明显小了一号 样式也落后不少 脚步轻快地向前走去 他知道 不会有人来接自己 其实有件事 楚寻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入狱三年 父母都没有来探望过自己 下了断魂山 方圆百里荒芜人烟 但楚寻并不在意 看到前面有一片树林 静止走进去 迅速地脱下身上的T恤 如果有人看到 肯定会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楚寻身上的伤疤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然后结痂脱落 没意会 肌肤开始散发出 如玉般温润的光泽 几分钟后 楚寻走出树林 贱眉青阳 狭长而明亮的双眼 薄薄的嘴唇掀起完美的弧度 带着几分懒散 和对所有人合适的漠不关心 任谁也不会把现在这个俊美的少年 和狱中瘦骨灵巡 宝金折磨的楚寻联系在一起 踏入炼气期 等同于重生涅槃 身材样貌重新塑造 楚寻在狱中不改变 是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则无所谓了 距离古江市足有百公里 以楚寻的矫程也得走一天 但他并不着急 犹如闲庭散步般悠闲地走着 随着楚寻走动 周围的气流 好像被无形的大手搅乱 其实楚寻边走边修炼 虽说地球灵气匮乏 但聊胜于无 哄 发动机的咆哮声 一辆黑色越野车 出现在楚寻的视线中 上百米的距离眨眼极荡 发动机再次发出 嚣张的咆哮声 如同发狂的公牛般 朝着楚寻撞了过来 透过挡风波里 楚寻清楚地看到 开车是一位平头 皮肤有黑的中年人 正对着他露出 白森森的牙齿大笑 越野车一冲而过 然后是刺耳的刹车声 一个漂亮的甩尾 停在十米开外 中年人跳下车 手中的金刚匕首 泛着寒光 神色戒备 因为他在即将撞上的时候 目标突然消失了 中年人警惕地环顾四周 你在找我吗 车顶突然传来楚寻的声音 中年人像是被蛇 咬到一般猛地抬起头 大白天就动手 是不是太嚣张了些 楚寻神色冷漠 刚出狱就有人来杀自己 到底是谁这么迫不及待的 要置自己于死地 中年人手中的匕首握紧几分 全神戒备地盯着楚寻 心里暗骂 混蛋 不是说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学生吗 可对方刚才的表现 哪里像个学生 什么动手 你误会了 我没想到这条路上会有人 一时没注意 差点撞到你 对不起 误会 中年人陪着笑脸 他的感觉非常敏锐 这种敏锐的感觉 数次救过他的命 他察觉到楚寻不简单 一个不小心 今天恐怕地折在这里 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楚寻眼神戏虐地盯着中年人 那你手中的匕首呢 千万别说是用来削水果的 中年人脸色变了变 看着楚寻道 你想怎么样 这句话 我应该是我来问吧 楚寻跳下车顶 一步一步走向中年人 谁派你来杀我的 中年人眼神闪烁 看着靠近的楚寻 眼底闪过一抹力芒 手里的匕首猛地 朝楚寻胸前刺去 去死吧 中年人猙獰的大吼 楚寻冷眼看着刺来的匕首 猛地击出一拳 后发先至 碰 中年人被一拳轰飞 胸腔留有一个明显的拳印 既然不想说 那就留着 去跟阎王说吧 看着十几米外气息全无的中年人 在先帝眼中 人命渐如蝼蚁 想杀我 尽管来吧 我楚寻等着你 楚寻清雨 一股令人胆寒的杀鸡 透体而出 数个小时后 黑色越野车驶进谷江市 三年时间 谷江市更加繁华 但楚寻却顾不上这些 一路风驰电掣 将车开进一个高档小区 楚寻家境英时 他老爹楚天和和母亲柳然 都是同一家公司的高管 可当楚寻站在自家门前 满怀希望地敲开门后 却被告知这里早已遗嘱 楚寻犹如被人当头 破了一盆冷水 同时心里隐隐不安 当即 楚寻驱车赶往天元集团 他父母就是在这家公司就职 楚寻曾经跟着他父亲 去过一次天元集团 凭借记忆 楚寻找到了这里 眼前这栋22层的大楼 貌似刚翻修过 比以前宏伟大气了不少 楚寻停好车 准备进门的时候 脚步一掷 诧异地抬头看向楼顶 好重的煞气 楼顶竟然悬浮着一把 由煞气所化的大刀 隐隐有落下来的趋势 煞气 关乎风水学 楚寻并不懂风水 但他在意是闲暇无事 修炼过一本幻作 天机影的秘书 天机影跟风水学 有一曲同工之妙 同样可以小阴阳 变天机 但天机影更加高深 随着修为的提升 可以看到许多窥破天机的事 以楚寻现在的修为 这天机影也弱得可怜 当然 这只是楚寻自认为 楚寻只是有些奇怪 按理说 这样的大楼动土之日 肯定有风水师看过 但为何会生出这么重的煞气 不过 这也不管他的事 楚寻迈步走进大楼 静止走到接待台 不远处 两个保安警惕地看着他 请问你找谁 接待员很漂亮 脸上露出职业性的笑容问道 请帮我找一下 你们人事部的楚天和楚经理 如果他不在 找你们销售部的柳然柳经理也行 楚寻的声音有些迫切 接待员诧异地看了楚寻一眼 开口道 楚经理和柳经理一年前就辞职了 楚寻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 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辞职吗 接待员礼貌地摇摇头 别说他不知道 就算知道 也不能对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说 就在这时 旁边的电梯响了 两男一女走了出来 陈总好 白总好 接待员和两名保安不由地站直身体 其声问好 唉 你不能过去 接待员的话还没说完 楚寻已经走过去拦在三人面前 两名保安一惊 握紧手里的橡胶棍 急忙奔了过去 有人挡住去路 三人脚步一致 抬头不喜地看着楚寻 你是谁 陈汉龙皱眉看着楚寻 我是来找人的 看样子 你们应该是公司的高层 刚好我有些事情问你们 陈汉龙脸色更加不喜 陈生道 胡闹 找人你应该去前台 拦住我们做什么 陈董 实在对不起 这人精神有问题 我们这就把他弄走 两名保安赶过来 点头哈腰地说道 他们的职责 就是保卫这里的安全 现在这人竟然冲撞了董事长 要是董事长不高兴 那他们的饭碗可就砸了 陈汉龙点点头 他是什么身份 竟被人拦住质问 心里很是不爽 两名保安伸手去拉楚寻的胳膊 想把他拖出去 楚寻双臂一抖 直接把两名保安震得的跌飞出去 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以保你一面 否则 出了这个门 你就会有血光之灾 楚寻冷声道 之前不知道楼顶的煞气 从何而来 但现在可以确定 肯定跟眼前的这人有关 因为三人中 只有他眉心竖着一条黑线 这是灾祸之招 当然 外人根本看不到这条黑线 楚寻话一出口 三人更加确定 保安所言不假 这个人精神真的有问题 陈汉龙更是脸色发青 他是以黑起家 后来才漂白 骨子里的戾气还在 无缘无故 被人诅咒有血光之灾 心里着实不爽 要不是自视身份 他早就一脚 将楚寻踹出门了 给精神病院打电话 陈汉龙扭头 吩咐前台的接待员 然后又对两名 刚爬起来的保安吼道 给我看好他 不然你们明天 不用来上班了 前台接待 和两名保安 忙不迭的地点头 陈汉龙冷哼一声 招呼其他两人 朝门口走去 倒是那个一身 白色职业服 柳腰翘臀的女人 经过楚寻的时候 脚步略微停了一下 楚寻沉默不语 通过玻璃门 看着离开的三人 真是晦气 出了门的陈汉龙 怒气难消 陈董 小心 突然跟在他身后的 女人惊叫出声 猛地在背后推了他一把 陈汉龙亮腔着扑了几步 还没等他站稳 只听轰的一声 紧接着 就是一声淒厉的惨叫 等他站稳扭头看去 顿时害得面如土色 双腿发软 只见推他的女人 跌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而走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 却倒在血泊中 半个身子 被压在一个偌大的天字下面 天 当然是天元的天 天元集团四个大字都是铁质 每个字都是两米多高 重达四五十斤 以电焊连接五十公分的膨胀 罗斯汗死的楼顶 就算十二级大风都刮不动 此时却突然坠落 若不是女人推他一把 陈汉龙确定自己 已经变成了肉酱 抬头望去 天元集团四个字少了个天字 一股寒意顺着尾巴骨 直窜上天灵盖 陈汉龙打个寒战 其他几个字在他眼里 好像也在摇摇欲坠 像是随时要落下来 砸到他身上 他猛然想到 那个年轻人说的话 下意识地看去 刚好通过玻璃门 对上楚循的目光 此时 整个大楼都乱了 里面的员工听说下面出事 个个伸着脖子往下看 更巧的是 精神病院来人了 但是没接到 所谓的精神病患者 倒是刚好救了 被压在天字下面的男子 临时充当救护车 紧急送往医院去了 陈汉龙腿软的跟面条似的 一屁骨坐在地上 这完全是被吓的 刚才当众人抬起天字的时候 压在下面的男子霜 腿分离 是被金属字硬生生砸断的 鲜血流了一地 两个保安也顾不上看住楚循了 急忙奔过去扶起陈汉龙 这可是最佳拍马屁的时机啊 楚循被请到了一间豪华的接待室 至于陈汉龙和那个女人 是被保安搀扶着进来的 见到楚循 陈汉龙让保安离开后 起步上前 普通一声跪在楚循面前 我陈汉龙有眼无珠 冒犯先生 还请先生救救我 楚循沉默不语 心里则有些好笑 陈汉龙本来是没打算跪的 估计是腿发软 不由自主地跪下去的 果然 说完之后 陈汉龙老脸一红 急忙爬起来 坐在一旁的沙发上来 掩饰自己尴尬 楚循的目光 一到旁边撬脸煞白的女人身上 好奇地开口 你身上是不是有玉牌一类的东西 女人一愣 想了想后 急忙从脖子上取下一个项链 果然 项链的吊坠是一枚玉佛 楚循接过玉佛 看着陈汉龙淡淡地说道 看来你命不该绝 说完 谭指在玉佛上敲了一几 然后在陈汉龙和女人震惊的目光中 玉佛身上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纹 最后彻底碎裂 这玉佛应该被加持过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开光 玉本身就可以进化会晤 加上被加持过 所以这位女士 当时才会有那么快的反应 救了你一命 这枚玉佛 是我奶奶从福渊四求来的 说是可以避灾紧祸 女人开口道 谢谢 陈汉龙对着女人鞠了一躬 要不是女人 她早就没命了 陈董 你客气了 女人急忙站起身说道 脸上带着淡淡的羞涩 楚循眼底露出一抹玩味 看来这位白女士 对陈汉龙有意思啊 不过 她可不会嫌得去做媒婆做的事 我有事情问你 楚循看向陈汉龙说道 先生请问 此时陈汉龙哪敢端着架子 诚惶惶惶惶惶的说道 我想向你打听两个人 一个叫楚天和 一个叫柳然 你可知他们去了哪 咦 柳然姐 你是来找柳然姐的 陈汉龙还没说话 女人倒是惊呼一声 你知道 当然了 我可是柳然姐一手提拔起来的 说到这儿 女人有些得意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就是柳然姐的助手 没有她 我就坐不到今天的位置 女人说完 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多 不由得有些尬干 请问先生找这两位 是有什么事吗 陈汉龙适时地开口道 他们是我父母 啊 陈汉龙和女人同时一正 你是柳然姐的儿子 女人狐疑地看着楚寻 考虑了半想才说道 可是一点都不像啊 什么不像 楚寻下意识地问道 柳然姐的办公桌上 有张照片 我问过柳然姐 说是她儿子 叫楚寻 可是跟你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女人如实说道 我就是楚寻 如假包换 修炼初期 洗精法髓 脱胎换骨 容貌肯定会有变化 但这些 她没必要对眼前这两位解释 楚寻的视线一到女人身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白静 女人赶紧回道 楚寻点点头 你们知道我父母的下落吗 陈汉龙和白静同时摇头 柳然姐和楚经理辞职后 就再没和我联系过 白静说道 楚寻神色没有多大变化 这一点她早就想到了 只不过不轻而听到 还是不放心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辞了 楚寻站起身就要离开 陈汉龙着急了 急忙站起来 先生留步 还请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 救救我 楚寻本来不想理会这事 但想了想 或许以后会用到这个陈汉龙 便点点头 我需要去天台看看 先生 请 陈汉龙急忙带路 三人上到天台 楚寻眼睛微眯 十几米外煞气所化的大刀 已经凝实 周围的煞气 全部朝这边涌过来 陈汉龙上到天台后 就浑身不自在 好像有利刃架在他脖子上 这种感觉很真实 让他的血液都凝固了 一时间脸色惨白 动也不敢动 白静倒是好点 但也浑身发毛 脸色很不自然 感觉到了 楚寻看向陈汉龙问道 陈汉龙忙不迭的地点头 急声问道 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寻也摸不着头脑 他能看到煞气所化的大刀 那是因为修仙的缘故 还有就是 他修炼过 天机 但他不是侦探 按道理来说 楼顶阳光充足 空气流通 不应该凝聚这么多的煞气 你们好好想想 最近几个月 这里发生过什么 陈汉龙和白静相识一眼 神色很不自然 但同时摇摇头 既然你们不愿意说 那就等死吧 楚寻冷笑 转身就走 说白了 陈汉龙的死活 他丝毫不关心 先生留步 我说 我说 眼见楚寻要走 陈汉龙急得额头的汗都出来了 急忙出声 不怕先生笑话 这事的确有点难以弃齿 陈汉龙思考了半想 才吞吞吐吐地开口说道 就在上个月 公司有个女职员 从这里跳下去了 原因 楚寻可不会相信 有人会无缘无故会去寻死 都是这个该死的老刘 陈汉龙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 死者叫陈婉 已婚 是公司的女职员 长相艳丽漂亮 老刘是公司董事 喜好女色 尤其是少妇 漂亮的陈婉 便被老刘给盯上了 上个月公司聚会 老刘色胆包天 给陈婉下药后 把他强爆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是在公司传得沸沸扬扬 陈婉的老公 不知道怎么知道的 和陈婉离了婚 陈婉不堪受辱 最后从楼顶跳了下去 老刘 就是之前跟你们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就是他 陈汉龙答道 楚勋冷笑 之前还觉得那个男人冤枉 现在看来是罪有应得 不过 既然是老刘犯的错 因果为什么会落在陈汉龙身上呢 这件事 你就没有做过什么 楚勋冷眼盯着陈汉龙问道 我 陈汉龙不敢隐瞒 叹口气道 陈婉死后 他的家人来公司闹 我怕影响公司的形象 就派人把他们赶出了古江市 原来如此 楚勋眼神冷漠 冰冷地说道 既然这样 你就等死吧 就这样的人 只会给他增加孽缘 对修炼不利 就在这时 天台凭空声出一阵阴风 发出犹如女人哭泣的乌叶声 虽然艳阳高照 但这股风吹在陈汉龙身上 让他汗毛倒数 遍体生寒 扑通 陈汉龙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对着楚勋跪下 先生 我知道错了 还请先生救我 楚勋神色冷漠 转身记走 扑通 旁边的白镜突然也跪了下来 我曾经救过柳然姐 请你看在柳然姐的面子上 救救陈董 楚勋脚步一致 回头看着她 又一次我们逛街 有辆车失控冲向柳然姐 是我推开柳然姐的 白镜急声说道 你说的可是真 我发誓 如果有一句假话 就让我不得好死 白镜举手发誓 你可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 记得古A45609 楚勋知道 这个人情必须得还 你去找几块 没有打磨雕刻的玉石原料来 啊 白镜愣愣地看着楚勋 想要我救她 就快去 好好 我这就去 白镜爬起来 忙不迭的地去找玉料原石了 有钱好办事 不到半个小时 白镜拎着一个袋子跑回来 你看这些行吗 楚勋接过来看了一眼 里面足有二十几块 全是上好的玉石原料 其实化解煞气 她的真原之力最有用 但她不愿意为陈汉龙 浪费真原之力 楚勋拎着装有玉石的袋子 走到天台中间 然后单手结印 一枚枚玉石不断打出 眨眼间 只剩最后一块捏在手中 看向陈汉龙 你过来 陈汉龙身体发僵 哆嗦着走过去 站在楚勋身旁 过回不管看到什么 都不要害怕 陈汉龙心里发毛 但还是硬着头皮点点头 楚勋手中最后一块玉石飞出 虚空一抓 像是拉开帷幕 凭空荡起一阵涟漪 陈汉龙只觉得 眼前景象一变 四周一片混沌之色 抬头望去 不由地怪叫一声 妈呀 只见他头顶悬浮着一把 十几丈长的黑色大刀 摇摇欲坠 眼看就要朝着他落下来 虽然他早有准备 但还是吓得亡魂接冒 扭头就想跑 楚勋一脚踢在他的腿弯 将他踢得跪下 不想死就别乱叫 楚勋怒斥一声 陈汉龙身如筛糠 却不敢再乱动 只能心里祈求 大刀不要落下来 楚勋伸手一招 空中七颗闪烁的光点飞来 在空中化作一条七星软鞭 落在他手中 看了一眼烂泥湿的陈汉龙 嘴角掀起一抹不屑 七星距灵阵 其实 破除煞气大刀 根本不需要这么费劲 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让陈汉龙亲眼看看 他造的孽 哄 地面颤动 煞气所化的大刀 朝着陈汉龙当头斩下 陈汉龙吓得忘了尖叫 直接摊在地上 双眼翻白 楚勋手臂挥舞 长边一抖 卷住陈汉龙 将他拉得偏离开来 轰隆 大刀斩下 地面轰然炸开 巨石纷飞 遮天蔽玉 感觉如何 楚勋吃笑 陈汉龙双眼上翻 面如精致 再这样来一次 恐怕会被活活吓死 楚勋长边再抖 鞭子席卷而出 卷住煞气大刀 猛地拉动 十几杖的大刀偏离方向 朝着楚勋斩来 楚勋猛地一脚跺地 身体拔高 一拳击出 带起隆隆的轰鸣声 破 拳头狠狠地击中刀身 真元之力顺着拳头迸发 修仙者的真元本就是 一切会误得可行 煞气更是不在话下 砰 十几杖长的大刀 竟然节节爆裂 最后彻底化作千万光点 楚勋急忙盘腿坐下 伸手一招 万千光点化作长河朝他飞来 七星距林阵 净化 整个大阵开始运转 无数绿色光点 从四面八方升起 开始挥入大刀爆裂后的 万千光点 这些绿色光点 全败那些玉石原料所赐 绿色光点 就像是染色剂一般 空中的万千光点 都开始慢慢变成绿色 而这些绿色光点 正是灵力 楚勋整个人 被万千绿色光点包围 楚勋嘴角带着喜色 贪蓝地吸收周围的灵力 灵力被吸入身体 滋润着每一个细胞 楚勋的脸色忽明忽暗 气息越来越飘渺 陈汉龙瞪大眼睛 看着这一切 他快感觉不到楚勋的存在了 不知过了多久 楚勋豁然睁开双眼 眼底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神仙 陈汉龙难难地说道 楚勋站起身 身体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声 神态带着满足 这次修炼 虽然不足以踏进练器中期 但也进步很可观 尤其是他的青龙霸体诀 更加强悍了 楚勋挥手撤掉七星聚灵阵 四周之前布置的浴室原料 纷纷化为积粉 陈东 你没事吧 白镜不在阵中 无法看到阵内发生的事 只看到陈汉龙一会跪下 一会趴下 最后对着坐着休息的楚勋 拜了拜 陈汉龙摇摇头 拉着白镜几步上前 跪倒在楚勋面前 白镜莫名其妙 想要发问 却被陈汉龙用眼神制止了 陈汉龙对着楚勋 认真诚恳地刻了三个头 通过刚才发生的一切 他肯定楚勋是神仙下凡 白镜多次用眼神询问 但陈汉龙却装作没看见 神仙的事 他哪敢随便往外说 那岂不是泄露天机 会造天谴的 此事已经解决 你的命保住了 但还有些事需要你去做 神仙请吩咐 陈汉龙恭敬地说道 旁边的白镜 听到陈汉龙喊楚勋神仙 不由的脸色古怪 你还是叫我先生吗 听着事点 是 陈汉龙赶紧点头 你看到的黑色大刀 是陈汉的怨气所化 现在已经解决了 但是你还需要接回他的家人 好好安置 这样才能彻底化解你们的孽缘 是 我这就吩咐人去办 就算楚勋不说 他也会接回陈汉的家人 毕竟这次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 差点把小命送了 楚勋微微汗手 陈汉龙能从一个小混混走到今天 成为古江市一方大鳄 可不是仅凭运气 头脑自然不差 他已经确信楚勋是神仙下凡 如果此时还不知道报答 对 那他的智商可以拿去喂狗了 陈汉龙苦苦哀求 希望楚勋能给他一个感谢的机会 楚勋本想就此离开 他帮陈汉龙本就是看在姓白的女人 救过他母亲的份上 还一份人情 不过 想要在万千人海中 找到父母谈何容易 他现在的神念 只能覆盖周围十几米 如果有先帝的修为 只要父母在地球上 他动动神念就可以找到 所以 他现在需要借助世俗的力量 楚勋略微思考了一下 点头答应了 楚勋离开了 带着陈汉龙的谢礼离开的 陈董 这礼物是不是太贵重了 白净不明白 陈汉龙竟然送出一栋别墅 外加两千万 据他所知 就算港岛那些名声匪然的风水大师出手 一般也就几百万 陈汉龙送出的那栋别墅在乾隆山 是他们公司开发的 很受古江市个大富豪喜欢 送给楚勋那栋市价值三千万 也就是说 陈汉龙这一出手就是五千万 陈汉龙笑而不语 港岛那些风水大师 岂能跟楚勋相比较 镇中那些景象 让他现在想起来还两腿发软 那根本就是神迹 五千万 陈汉龙都觉得有些少了 楚勋驱车赶往乾隆山 他的确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如果是普通人 突然拥有一栋别墅和两千万 但楚勋却没放在心上 陈汉龙送出的这些东西 缺换来一份来自先帝的人情 楚勋有信心迟早会加倍还回去 所以他拿的心安理得 乾隆山 车子在盘上道上行驶 路旁绿树成荫 陈汉龙很有生意头脑 他在开发乾隆山的时候 没有破坏原生态 树木全被保留了下来 从远处看 整个别墅群像是隐藏在密林中 宛如世外桃源 在喧闹的都市中 这么一处悠然静的 难怪会受到各方大佬的喜爱 送给楚勋的别墅 原本是陈汉龙留给自己的 不管是位置还是整体结构 都比其他别墅整体高一点 将车子停好 楚勋走进别墅 脚下柔转 地上铺着波斯米亚纯手工地毯 意大利进口真皮沙发 装修考究不奢华 随处都透露着大气 这样的品位 肯定不是陈汉龙这种大佬粗有的 估计是出自白镜之手 这栋别墅是三层越境式 比其他别墅多出一层 站在三楼 加上地理位置 可以俯视整个山庄的全貌 楚勋站在三楼的落地窗前 思绪却在飘飞 回想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父母到底在哪里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对付自己 就算他现在不是普通人 但想到这些也是隐隐头疼 柔柔眉心 就在这时他的视线猛地射向远处 神色有些动容 能让楚勋动容的事情不多 远处一条横岭高耸 跟乾隆山差不多齐高 纵横延绵缅百公里 犹如一条巨龙横卧 灵脉 许久 楚勋才喃喃地吐出两个字 他没想到 在这灵气枯竭的地球上 竟然存在灵脉 灵脉 对于修仙者来说 无异于是动天伏地 对修仙者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能将灵脉的灵气引过来 楚勋有把握 在短时间内 踏进炼器中 楚勋的脑海里 瞬间闪过无数种办法 最后决定用乾坤引灵阵 乾坤引灵阵 不止可以吸纳灵气 也是一种战阵 攻守兼备 内涵乾坤 不过 乾坤引灵阵若想建成 所需的材料也价值不菲 幸好有陈汉龙送的两千万 应该足够了 此时 天色渐完 楚勋盘坐下来开始修炼 这是修仙者的必修课 一日 楚勋从修炼中醒来后 便驱车赶往市区 建一座阵法 对楚勋来说很简单 但所需要的材料 却极其刻薄 需要一块玉髓 其实用上好的玉石原料 也可以代替 但这座阵法 关乎着它以后修炼的进度 所以马虎不得 玉髓的形成条件极其刻薄 几万块玉料 也难以出现一块 而且这些玉料 还得是百年千年的老玉料 地球灵气枯竭 想要形成玉髓的几率 就更低了 楚勋现在 也只能碰运气 华陵古玩城 古江市成立的时候 这个古玩市场就存在 在这里 三教九流的人都有 也只有这里 才有可能碰到一些 刚出土的古玉 因为这里也是那些土夫子 导斗人的天堂 楚勋停好车 走进古玩城 千年古玉 带上强身健体 去灾硝病 秦始皇的夜壶 刚出土的还热乎着呢 绝无仅有的宝贝 驾高者得 香飞的抹凶 上面还带着香味呢 绝对原味 买回去给自己婆娘穿上 那你就是乾隆了呀 道路两旁各种小摊 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卖声 不绝于耳 在这里 食物酒宴 想要找到真东西 那得凭过人的眼力和经验 楚勋脚步不急不缓 神念横扫 所有人东西都逃不过他的感应 但却没一件是他需要的 更令他哭笑不得是 他看到一座毛爷爷铜像 翻过来下面写着 乾隆年监制 还能不能再假一点 造假也有点诚意行不行 楚勋有些失望 估计今天是白跑一趟了 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 突然脚步一致 看向十几米处的一家店铺 珍宝轩 楚勋现在的神念 可以覆盖周围十几米 刚才他从这家店铺 感应到一股晦涩的灵力波动 楚勋走进去 从外面看不出来 这个店铺里面竟有两百多个平凡 装修古香古色 好多地方竟用了沉香木料 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香味 有提升醒脑的作用 里面已经有几位客人了 见到楚勋进来 一个年轻的伙计迎上来 笑道 这位先生需要什么 尽管看看 你也可以说出来 我帮你推荐 不用了 我自己先看看 伙计很有眼色 笑着点点头退下 楚勋散出神念 依然存在 但却不在周围 而是来自店铺后面 楚勋一边感应 一边朝里面走去 先生 请留步 里面不对外开放 伙计小跑过来拦住楚勋 笑着说道 是不对外开放 还是不对我开放 楚勋笑道 他刚才看到有人进去了 先生别误会 这是我们老板定的规矩 能进去的 必须受到邀请 那麻烦 你给你们老板说一声 我需要的东西就在里面 伙计狐疑地看了楚勋一眼 人都没进去 怎么会知道 里面有自己需要的东西 不过来 从来都是非富即贵 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打工者 就能得罪的 先生请稍等 伙计小跑进了那堂 没多久 伙计小跑回来 而后面还跟着一位 千娇百妹的女人 身穿红色束腰裙 柳腰翘臀 面容娇好 一头花红色的长发 机具冲击感 看来是对红色情有独钟 老板 就是这位先生 伙计低声对女人说道 女人看到楚勋 明显震了一下 因为楚勋太年轻了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对时尚品更喜爱 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些珍宝古玩 小弟弟你想进后堂 女人浅笑 令阳光失色 声音娇媚 楚勋点点头 你可知道 进了这后堂 不管有没有看上的东西 都必须最低消费这个数 女人说着 是 出五根鲜鲜鱼纸 五百万 楚勋问道 女人不由得一正 然后笑得更魅了 说道 小弟弟真会说笑 是五十万 你真吓到姐姐了 前面带路吧 楚勋淡淡地说道 女人诧异地看了楚勋两眼 她对自己的容貌有自信 不管是八岁还是八十岁 只要是男人 看到她绝对不会如此冷静 楚勋看到她后如此冷静 这让她不禁有些暗恼 难道自己的魅力减退了 她能看出楚勋不是装的 因为她的眼神很清澈 姐姐叫红灵 不知道弟弟怎么称呼 楚勋 楚勋弟弟 请进 红灵优雅地转身 扭着翘臀在前面带路 走进去楚勋才发现 里面别有洞天 这是一间足有两百平方的雅室 装修考究 各种古物 比外面明显高出好几个层次 此时 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了 各个子装几缕 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 见到楚勋 他们只是扫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继续跟身边的人热络地聊天 在他们看来 楚勋只是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子哥 或许根本就是冲着红灵来的 各位老板可有看上眼的东西 红灵走过去 笑着询问 红灵小姐 我们今天来 可是冲着你说的那几样东西 你就别掉我们胃口了 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开口 眼神不住地 在红灵妙曼的身姿上游动 我看这真宝轩 最贵重的宝贝 就是红灵小姐自己了吧 不知道我又没有这个机会 能把这个大宝贝买回去珍藏啊 一个三十多岁 长相儒雅的男人说道 如果真的可以 那我肯定要竞价 砸锅卖铁 也得先把这个宝贝抢回家 七个人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 红灵只是眼嘴浅笑 并不搭话 他当然清楚这些男人的目的 楚勋一进来 就盯着房间角落的几个保险柜 其中的一个 灵力就是来自于哪里 好吧 各位老板都是分分钟上千万 要是浪费各位老板的时间 那红灵可负责不起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红灵说完 扭着款款细腰走向一个保险柜 然后打开 捧出一个长方形的墓盒走过来 放在房间中央的展台上 并且轻轻打开 一个古朴的短剑 映入众人的视线 短剑只有四十公分长 上面刻着古怪的纹路 剑无风 整体呈黑色 但却令人感觉到了刺骨的寒意 此剑出自西汉王侯木 是身份的象征 底价一百万 各位老板出价吧 红灵严谨一概 没有过多介绍此剑 估计他所知道的也不多 不知道红灵小姐 可找专人看过 一个老板开口问道 周老板请放心 珍宝轩三个字 可不只是招牌 更是信誉的保证 此剑的收藏价值 绝对大过限价 听红灵这么一说 除了楚循 众人纷纷地点头 因为珍宝轩从不出假货 既然这样 我先来 一百万 那位周老板 首先喊价 二百万 三百万 最后 这把剑 还是被周老板买下 以五百万成交 楚循没想到 里面竟然以拍卖的方式 出售东西 接下来 红灵打开另一个保险柜 捧出一个木盒 打开后 里面是一部泛黄的字帖 然后慢慢散开 这是张旭的肚痛铁 已经有识货的人叫了出来 张旭是宋代家幼年间人 爱饮酒 肚痛铁 张旭的狂草 李白的诗歌 裴鸣的剑舞 并称三绝 由此可见 张旭这部肚痛铁的收藏价值之大 我出价五百万 还没等红灵报价 最早认出肚痛铁的人 直接喊价五百万 六百万 八百万 这几个富豪纷纷叫价 大有不把肚痛铁 拿不到手不罢休的价值 楚循对这些压根没兴趣 坐在沙发角落 兴致缺缺 楚循小弟弟 你不喊价吗 还是对我这几件东西 看不上眼啊 红灵这一说 其他人的视线 一到楚循身上 都是面露不屑 恐怕不是看不上眼 而是囊中羞涩吧 有人戏虐道 红灵小姐这门槛是越来越低了 怎么什么人都能进来 有人语气充满不屑 人要有自知之明 别以为身上有个几万几十万 就是的人物了 我看还是花个万把块 买点小玩意 去哄骗那些 没见过世面的小女孩吧 千万别打肿脸充胖子 最后却是坑爹啊 在他们看来 楚循也许是个富家子弟 身上有那么几十万 完全是冲着红灵来的 进了这里 必须得喊价吗 楚循淡淡地问道 小弟弟说笑了 到哪都没有这个规矩 喊不喊价都是你的自由 红灵娇笑道 楚循点点头 再次陷入沉默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神色更加不屑 最后 张旭的肚痛贴以一千万的价格成交 红灵打开第三个保险柜 同样是木盒 只是比前两个小了些 打开后 一尊晶莹剔透的玉石出现在众人眼中 玉石呈四方状 高低宽都是十厘米 看上去像一块白色豆腐 在红灵拿出木盒的时候 楚循眼睛就微微眯了起来 他之前感应到的灵力波动 就是来自这个盒子 当他看到里面的玉石时 下意识地坐直身子 这是玉 有人下意识地问道 因为这种洁白无瑕的玉石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 怎么看都不像玉 更像是一块豆腐 这的确是玉 各位看这玉的形状 像不像是皇帝的玉血 红灵询问 众人纷纷点头 难道说这是某个皇帝的玉血 众人顿时激动起来 如果真是玉血 那收藏价值难以想象 红灵摇摇头 笑道 各位也知道 红灵只是中间人 这里所有东西都是委托之物 这一点除了楚循 其他人都知道 古江市的收藏家 土夫子 导斗者 手里如果有好东西 都会送到珍宝轩 因为红灵是出了名的交际花 古江市的各方大佬 几乎全认识 通过这层关系 这些东西比正规拍卖行 可以多出几层价格 而且这些东西大多见不得光 珍宝轩是最好的销售渠道 而红灵吃的就是中间的差价 据我们了解 这块玉乃是当年始皇帝 打造传国玉洗时的第一选择 只是后来出现和氏璧 这块玉才被搁置 红灵顿了顿 继续说道 这块玉能被始皇帝看中 自然非凡品 各位可上来亲手抚摸这块玉 自然会感受到 这块玉的不同之处 能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就是一块好看点玉吗 有人不信 走上前伸手抚摸这块玉 一摸之下 脸上出现惊讶之色 这块玉是热的 众所周知 玉是凉导体 肌肤接触到玉石 玉石会以最快的速度吸收热量 然后迅速将热量散发在空气中 由此 人把玩玉的时候 会始终觉得玉石冰凉的 这块玉这么大 散热只会能快 这人抚摸玉石 便感觉到 热量不断从玉身涌出 这才惊讶 这里的人 大多对鉴别古玩名气 都有一定的造诣 听说玉是热的 便纷纷上前亲手试验 结果都大呼不可思议 这绝对不是玉 应该是别的物质 有人开口道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这跟他们熟悉的玉制 根本不同 楚寻不动声色 眼神却慢慢炙热 这的确是玉 而且是一块难得一见的宝玉 就算在一截 也是十分稀少的 名叫暖玉 如果以暖玉打造配饰 以真元激发 戴在身上 便会寒暑不清 处在四季如春的感觉中 而且 这块暖玉中 竟然玉玉出玉髓 就算在一截 也是价值无量的宝物 红灵小姐 这块玉的底价是 有人问道 红灵神色有些不自然 因为她也不确定 这块白豆腐是不是玉 而且 委托者的底价太高了点 底价 一千万 红灵还是说了出来 一千万 疯了吧 已经有人发出不屑的声音 这个委托人 是不是想前想疯了 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说不定就是快 动过手脚的破石头 还使皇帝呢 如果真是使皇帝的东西 谁能舍得拿出来拍卖 红灵有些难看 的确 谁也不会花一千万 去买一块会发热的白豆腐 如果委托者不是老主顾 他也不会接受这次委托 一千万 就在大家嗤之以鼻的时候 一道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众人回头望去 正是从近来到现在 都一声不吭的楚巡 就连红灵都有些惊讶 有些不确信 小弟弟 你说 你出一千万 红灵不确信地问道 楚巡点点头 道 如果没人竞价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我的了吧 这小子 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有人小声说道 该不会是委托者 花钱过来的托吧 我觉得有可能 看他那穷酸样 怎么可能拿得出一千万 是不是托 试试不就知道了 之前那个周老板满脸音效 朝着红灵喊道 我出一千五百万 众人一愣 随之纷纷竖起大拇指 周老板这糟糕啊 如果这小子真的是托 就会继续喊价 如果不是 那就原价 把这块破石头自己买回去 众人心神领会 不由地发出一阵哄笑 楚巡暗自皱眉 冷眼看向周老板的方向 沉声道 你是故意的 你这小子怎么说话呢 就允许你喊价 别人都喊不得吗 周老板是华庭实业的董事长 身价十几亿 难道他就不能用点零花钱 买点小玩意 周老板还没出声 已经有人站出来 拍马屁 外加指责楚巡了 华庭实业 我记下了 楚巡淡淡地说道 然后不再看这群人 视线一道红铃身上 轻声道 一千八百万 结果 楚巡的话音刚落 那位周老板就跟上了 大笑 道 两千万 楚巡眸子微寒 他身上只有陈汉龙 送给他的两千万 看到楚巡沉默 有些立马叫嚣 小子 你怎么不喊了 是不是怕委托人 回去找你算账 周老板表面平静 心里实则紧张 如果楚巡不继续喊价 那他就要花两千万 买一块没用的破石头 楚巡心里苦笑 看来只能再欠一次 陈汉龙的人情了 可以打个电话吗 楚巡看向红铃 当然可以 红铃点头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打个电话 估计是要寻求外援 这样 他的用金又可以多出许多 麻烦借你的手机用一下 楚巡走上前 朝着红铃身出手 啊 红铃整个人都愣住了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同时一愣 然后轰然大笑起来 小子 你不会穷得 连手机都没有吧 红铃愣神之后 很快清醒过来 古怪的看着楚巡 你说手机号 我来帮你打 他的手机里面 有很多秘密 关系着古江市许多大佬 岂能轻易借给别人 我不知道号码 但我想你的手机里 应该有他的电话 他早已看出 这个红铃不简单 能把这么多富豪 聚集在这么一个小地方 关系网肯定非常庞大 他在陈汉龙的办公室 看到许多古玩 或许就是出自这里 楚巡话音落下 在场的人再次识话 就连红铃也是一副便秘的表情 没有手机 也没有手机号码 这小子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 有人戏虐地说道 周老板也是气得胃疼 他没想到 竟被一个神经病小子戏弄了 看来这两千万是花定了 红铃脸色也不好看 之前被楚巡的 风轻云淡的气度欺骗了 望为燕姿就让他进来 没想到 现在却闹出这样的笑话 只是打个电话 很为难吗 看到红铃没反应 楚巡淡淡的开口 你要给谁打电话 红铃语气很不好 陈汉龙 你告诉他 我在这里等他 陈汉龙 天元集团的陈董 红铃满脸诧异地问道 你真认识陈董市长 楚巡思索了一下 开口道 见过一次 红铃脸色一阵胀红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陈汉龙他当然知道 在场的人也肯定认识 比资产 在场的这些人都不输陈汉龙 但陈汉龙有一样东西 令人非常害怕 那就是他 虽然洗白了 但还控制着谷江市半个地下世界 见过一次 就让他打电话 别看他建立了谷江市 各方大佬这张关系网 但如果真得罪陈汉龙 恐怕愿意站出来 为他说话的人根本没几个 这小子真的有神经病 小子 我不管你 是不是真的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但你今天的做法 让我损失了两千万 希望你做好死的准备 搞了半天是个神经病 说出去真是丢人 红铃翘脸寒煞 今天这件事 让这些富豪丢了面子 看来他又得下血本 重新维持这些关系了 心里不由地对楚巡恨得要死 就在红铃准备叫人 把楚巡扔出去的时候 楚巡却率先开口 只是一个电话而已 如果陈汉龙真的来了呢 好好想想 红铃一时有些为难 楚巡说得对 如果陈汉龙真的愿意来呢 他把楚巡扔出去 不是就得罪了陈汉龙吗 可如果他打了这个电话 也有可能得罪了陈汉龙 红铃不由地有些头疼 红铃小姐不用为难 我跟陈董也有些交情 这个电话我来打 我就不信 这小子会认识陈董 让我来揭穿他 那个儒雅的中年人 站起来说道 那就谢谢李董了 红铃不由地感激 这个电话由别人打 最好不过了 红铃小姐客气了 事后可要记得请我吃饭啊 儒雅男子微微一笑 他打这个电话 亦可以帮红铃解决难题 让他对自己心存感激 二也是向其他人证明 他的人际关系网 可谓是一箭双雕 至于楚巡 那根本就是顺带的 电话打过去后 很快便接通了 陈董你好 我是李天 儒雅男子笑着说道 原来是李董市长 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手机那边传来陈汉龙的声音 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珍宝轩 我这边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关系到陈董你 所以我打电话求证一下 关系到我 什么事 是这样 有个小兄弟 他说认识你 让你来一趟珍宝轩 认识我 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什么楚巡 哐郎 嘟嘟嘟 重重地挂电话声 然后就是一阵盲音 陈汉龙听到楚巡两个字 跟被电打了似的 扔掉电话 飞快地朝门外跑去 边跑边大吼 快丢备车 这边 李天拿着被挂断的手机证了证 然后再次拨过去 却没人接听 陈董怎么说 有人问李天 陈董把电话挂了 李天顿了顿 神色疑惑地说道 陈董挂了电话 这就证明 他压根不认识这小子 有道理 我们再次被这个神经病给耍了 李天皱皱眉 他总觉得陈汉龙的反应 有点奇怪 为什么听到楚巡的名字后 挂电话这么急 醋呢 你真的认识陈董 李天看向楚巡 他有种感觉楚巡没有说谎 楚巡言简微锤 像是没听到 还敢在这里装神弄鬼 红林小姐 还不叫人把这小子扔出去 有人叫嚣 这种粗活怎么好意思 麻烦红林小姐呢 交给我就行了 周老板阴策策地说道 然后拿出手机拨了号码出去 末一会 两个五大三粗的黑衣壮汉走了进来 静止走到周老板跟前 气声道 老板 有什么吩咐 给我把那小子拖出去 打残了喂狗 其他人满脸幸灾乐祸 看来周老板是真生气了 这小子惨了 两个壮汉点点头 眼神猙獰地走过来 楚巡太瘦弱了 这两人根本没放在心上 就跟林小姬仔似的 去抓楚巡的肩膀 想把他拎出去 原本眼瞼微锤的楚巡 豁然睁开眼 闪过一抹寒芒 双手的食指猛地点出 吃 吃 两道轻响声 犹如利刃穿透树叶 两个壮汉感觉 掌心传来钻心的痛 低头看去 他们的掌心 竟被一根手指贯穿 这才同时发出一声惨叫 郭噪 双拳猛地击出 击中两名壮汉的咽喉 惨叫声戛然而止 两个人同时被击飞出去 重重地跌落 在周老板面前 昏死了过去 周老板瞳孔放大 脸上的肌肉 狠狠地抽出了几下 其他人也目瞪口呆地 看着两个 昏死过去的保镖 眼神呆滞 楚巡慢慢收回手 像是当才 什么都没做一样 淡淡地开口 两千一百万 众人好半天才惊醒过来 面面相亏 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楚巡的视线 移到周老板身上 你还要继续加价吗 周老板话还没出口 一道身影 已经冲了进来 正是陈汉龙 陈汉龙无视其他人 看到楚巡竟忙走过去 恭敬地说道 先生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这句话 让在场的人 都是心里一突 陈汉龙竟然对一个年轻人 如此恭敬 难道他是大家族出来的 可这也不对啊 大家族出来的 怎么会没钱呢 麻烦你跑一趟了 看陈汉龙满头大汗 就知道 他这一路有多着急了 先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陈汉龙扫了一眼 其他人 眼神阴狠 没事 只是看上一件东西 怪我囊中羞涩 拼不过这位周老板 只能麻烦你了 陈汉龙眼神盯上那位周老板 神色阴逸 周老板真是财大气粗啊 那位周老板 从陈汉龙进来 就意识到事情大发了 他的运输生意 就在陈汉龙的地盘 甘笑道 陈董 只是个误会 我愿意给这位小兄弟道歉 小兄弟 这他 妈也是你能叫的 陈汉龙破口大骂 连他都称呼先生 不给周老板反驳的机会 陈汉龙对着楚 寻意躬身 先生放心 这事交给我来办 陈汉龙说完 眼神扫视一圈 冷声道 从现在开始 各位可以竞价 但不管你们出多少钱 我陈汉龙 都比你们多出两成 之前大家都不相信 楚寻会认识陈汉龙 所以才戏弄他的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而且陈汉龙 对楚寻的态度 太恭敬了 事情跟他们想象的出入很大 这个时候还有那个 不开眼的跳出来 那不是摆明了找不自在吗 所以 陈汉龙说完后 没有一个人吭声 既然没人叫价 那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交给我了 楚寻站起身 走向红灵 红灵也不傻 急忙把暖玉奉上 楚寻接过暖玉 然后从口袋 拿出一张卡给红灵 这里面是两千万 剩下的一百万 找陈汉龙 先生 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且我这里有 陈汉龙急声说道 不用了 你再补一百万就行了 楚寻淡淡地说道 我这人不太喜欢 欠别人人情 送你份小礼物 算是抵消你跑这一趟 说完 楚寻手指一滑 手中的暖玉 直接被切下来一片 表面光滑平整 犹如刀切 不顾众人惊骇的眼神 楚寻手指再次虚滑 切下来的玉片 被分成四小块 楚寻拿起一块 手指在玉面滑动 一时间玉蟹纷飞 莫多久 楚寻停手 看了看 然后问陈汉龙 你身上应该带枪了吧 陈汉龙傻傻地点点头 急忙从腰间 拔出一把手枪递过去 拿着 退后 楚寻将玉牌扔给陈汉龙 玉牌入手 一股温润的气息流淌 在这炎热的夏季 陈汉龙恍如回到春天 额头的汗水也消散了 一正之后 他急忙后退几步 不明所以地看着楚寻 别害怕 说完 楚寻手里的枪口 对准陈汉龙 碰 一声枪响 陈汉龙吓得魂飞魄散 死死地闭上眼睛 他不明白楚寻 为什么要杀他 其他人也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 楚寻会被陈汉龙开枪 可紧接着 他们就惊得目瞪口呆 浑身站立 只见子弹袭身 陈汉龙面前 突然荡起一阵涟漪 子弹竟被阻挡下来 一秒 两秒 三秒过后 直到叮的一声 陈汉龙才猛然睁开眼睛 只见一颗子弹 在自己脚下蹦了几下 便静止不动了 这 他一脸猛逼 因为刚才他闭上眼睛 没看到发生了什么 砰砰 接连数声枪响 楚寻再次朝着 他开枪了 这次陈汉龙连眼睛 都来不及闭上 可他也看清了 子弹袭身 都被身前 突然荡起的涟漪 挡了下来 他瞪大眼睛 表情呆滞 身体猛的一颤 他终于明白楚寻给他送了什么 一条命啊 陈汉龙急步上前 扑通跪倒 在楚寻面前 正准备开口 这时手里的玉牌 却突然碎裂开来 楚寻拿起另外一块玉牌 手指五动 没一会一个小型阵法克城 随手扔给陈汉龙 这东西贴身带上 可函数不清 也可救你一命 就算大火车加速冲撞 也可保你无事 但只能用一次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陈汉龙激动得满脸通红 语无伦刺 只会不停地磕头 其他人早已实话了 他们刚才看到了什么 拿个玉牌子弹都打不死 这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周老板早已吓傻了 此时 他早已明白过来 自己干什么蠢事 当下惶恐地跪了下来 朝着楚寻边磕头边求饶 神仙饶命 我愿意付出所有 求神仙饶命 握着玉牌 在傻笑的陈汉龙 一个箭步上前 一脚把周老板踹翻在地 接着就抡起拳头 拼命地招呼 你看 妈脑袋长屁 鼓上了 敢冒犯先生 老子打死你 陈汉龙本就是魂黑的 只是这几年很少动手了 但他的拳头 也不是细皮嫩肉的周老板 可以承受的 被揍得哇哇惨叫 靠 你还敢称呼先生 为小兄弟 你他 妈算什么东西 王八蛋 以后你的运输队 别想安稳地从我的地盘过 陈汉龙一边骂 一边拳打脚踢 不一会周老板 已经被揍成了猪头 妈的 老子早就 看出楚先生 一表人才气质不凡了 这样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付不起钱 你这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李天爆出一句粗口 也顾不上 维持儒雅的气质了 冲上去对着周老板 就是脊脚 其他人也不是傻子 一正之后 纷纷叫嚷着 加入痛打落水狗的行列 楚先生一进门 我就看出 他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要不是你这老狗忽悠 我怎么会对楚先生不敬 打死你这个 朱友蒙心的蠢货 楚先生他老人家 往这一站 不怒自威 我的心早已沉浮 你这老东西 敢对楚先生乱废 真是不知死活 一群人对着周老板 连打呆骂 拳脚不要命的招呼 倒把陈汉龙 生生挤到了 一边插不上手 这哪能忍 这可是表忠心的最佳时机 陈汉龙颅胳膊 挽袖子的再次挤进去 拼命的招呼周老板 红铃呆若目击 他很想也挤进去 给周老板击脚 可看看这些 个个跟赤春药似的大男人 头皮不经发麻 想了想 还是算了 可怜的周老板 可是还能哼哼几声 到最后两眼一番 彻底晕死了过去 陈汉龙等人 也下意识地住手了 七八个人气喘吁吁 看来刚才一点都没偷懒 先生 要不要 陈汉龙比划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其他人不经后退两步 这陈汉龙可真够狠的 把人打晕过去了还不算 竟然要杀人 众人的视线 不经移到楚寻身上 楚寻摇摇头 周老板只是刁难他 并没有超出他的底线 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 就留他一命吧 楚寻的视线 移到其他人身上 众人顿时静若寒蝉 刚才周老板刁难楚寻的时候 他们可没少煽风点火 楚寻会不会现在 来个秋后算账 就在众人忐忑不安的时候 楚寻却白白手转身走了 直到过了好几分钟 确定楚寻不会再回来了 几个人才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陈董 楚先生 李天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汉龙打断 李董 念在咱们有点交情的份上 我郑重提醒你一句 先生的是 他若不自己说 你最好别打听 否则 这世上没人能保得住你 看陈汉龙无比认真的样子 李天不禁艳口唾沫 还有 我奉劝各位一句 先生乃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他的手段 你们只见拾了冰山一角 我希望各位 能管好自己的嘴 不然 别怪我陈汉龙翻脸不认人 众人纷纷点头 就算陈汉龙不说 他们也不是傻子 随手制作的东西 就能挡子弹 这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吗 想到这儿 众人的视线 再次看向陈汉龙紧握的玉牌 不自觉地吞口口水 多出一条命啊 这东西的诱惑力太大了 一定要想办法 跟先生搭上关系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 陈汉龙注意到众人的视线 不由得又咧嘴笑开了 得意地捧着玉牌 摸了又摸 轻了又轻 陈董 能不能打个商量 这块玉牌五千万 让给我怎么样 我一定会一辈子 记着你的好 李天时再受不了诱惑 眼巴巴地盯着玉牌说道 五千万 就想买这块玉牌 我出一个亿 我出两亿 我愿意让出我公司一半股份 一群人瞬间睁红了眼 我有说过要出售吗 陈汉龙冷笑一声 再多的钱也抵不上面重要 说完 小心翼翼地把玉牌贴身收好 楚巡开车返回乾隆山庄 有了玉水 就可以动手布置乾坤引灵阵 布置阵法对楚巡来说 根本信守拈来 只用了几分钟 乾坤引灵阵建成 乾坤引灵阵 起 以暖狱中取出的玉水为阵眼 整个大阵运行起来 大阵运行 整个乾隆山都是剧烈遗产 灵脉中的灵力 像是受到某种牵引 不再是消散在空气中 而是汇聚在一起 朝着楚巡所在的别墅涌来 乾坤引灵阵 护住整栋别墅 整个大阵中的灵气 成倍增加 别墅中养的花草 经过灵气滋润 绿意盎然 灵气的浓度 还在持续增加 楚巡的视线 射向灵脉处 有时间得走一趟 去灵脉处设置 一座引灵阵 如果有人破坏 输往别墅的灵气 就会中断 乾坤引灵阵 也就失去作用了 胆受着四周的浓郁的灵力 楚巡当即盘 坐下来进入修炼 直至深夜 月朗星息 楚巡才从修炼中醒来 整个人的气息 更加飘渺 炼气中气 青龙霸体诀 还是一转 但是却更加凝实 胆受着体内比 之前充沛了一辈的真元之力 楚巡忍不住 长笑一声 好在乾坤引灵阵 隔绝了生意 要不然整个 乾隆山庄的人 都要被从惊醒 此时 别墅中的灵力稀薄 之前浓郁的灵力 被楚巡全部吸收 清晨 一辆劳斯莱斯行驶 进乾隆山庄 在楚巡的别墅前停下 陈汉龙下车 整理一下衣服 朝着别墅走去 走了几步 陈汉龙神色出现疑惑 然后继续向前走 可没过多久 他的脸色一片震惊 别墅明明就在眼前 可他怎么走 都走不到跟前 好像一只 在原地踏步 陈汉龙不敢妄动了 这肯定是神仙的手段 司机看到陈汉龙 站在步走了 还一个劲地擦汗 想陈汉龙是不是生病了 急忙下车 朝陈汉龙跑去 别过来 陈汉龙看到司机跑过来 急忙出声 可话还没说完 整个人就僵住了 朝他跑来的司机 突然就消失了 陈董 陈董 司机小李 也遇到了同样的事 陈汉龙明明在他眼前 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难道是见鬼了 小李额头的冷汗刷的 救下来了 还在修炼中的楚循 豁然睁开眼 眉头微皱 便舒缓开来 陈汉龙一动也不敢动 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让他连大气也不敢喘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陈汉龙脸色一洗 急忙弯腰 恭敬道 先生 跟着我 楚循转身 陈汉龙急忙跟上 走了几步 眼前豁然开朗 别墅 他的车 还有摊坐在 车边大喘气的小李都在 陈汉龙神色更加恭敬了 这肯定是先生的手段 找我有事 楚循问道 陈汉龙急忙低头道 先生 你之前让我调查的车牌号 有线索了 楚循呼吸一致 只有关于父母的事 才能引起他的情绪波动 这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陈汉龙话还没说完 就被楚循打断 带我去见他 陈汉龙急忙过去打开车门 让楚循先上车 司机小李傻傻地看着 跑前跑后的陈汉龙 你自己想办法回去 还有今天看到的事 给我烂在肚子里 知道吗 小李急忙点头 陈汉龙的底细 他多少知道一些 还有他之前遇到的怪事 加上陈汉龙对楚循的态度 他再傻也能猜想到一些 陈汉龙亲自为楚循驾车 一个小时后 车子停在一家叫后海的酒吧前 一个身体壮瘦的男子 早在门口等了 看到陈汉龙下车 笑着迎了上去 大哥 陈汉龙却没理会他 壮硕男子冷了一下 他叫孙英 跟陈汉龙是把兄弟 当初一起打天下 创下了龙英会的招牌 占据古江市半个地下世界 后来陈汉龙漂白 龙英会就交由他打理 他跟陈汉龙认识二十多年了 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心里金纳闷又生气 看楚循的样子 完全像的大学生 他何德何能 让他孙英的大哥如此恭敬 大哥 这小子是 闭嘴 陈汉龙被孙英不尽的语气 吓了一跳 急忙出声呵斥 然后对着楚循低头道 先生请原谅 他无意冒犯 没事 楚循淡淡地道 这点小事还至于让他动气 还不过来给先生道歉 陈汉龙对孙英吼道 还一边挤眉弄眼 大哥 我说什么了 你就让我道歉 孙英闷声说道 他好歹也是一帮之主 怎么可能莫名其妙 对一个年轻人道歉 你还敢说 是不是现在翅膀硬了 不认我这个大哥了 陈汉龙脸色沉了下来 孙英鼓着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陈汉龙 陈汉龙偷瞄了一眼楚循 心里忐忑不安 但楚循不发话 他也不能明说 只能偷偷对着孙英几眉弄眼 生怕孙英说出什么更过分的话 楚循没心思在这种小事上纠缠 眉头微微皱起 陈汉龙注意到了楚循的表情 心里咯噔一下 要是孙英惹恼了楚循 那可就不好了 扭头看向孙英 道 让你找的人呢 我已经让人去抓了 应该很快就到 孙英闷闷地说道 陈汉龙差点跳起来 给孙英一巴掌 他在电话里千叮宁万嘱咐 动作一定要快 可到现在人还没抓到 就在此时 一辆白色金杯快速驶来 很快就到了跟前 车门打开 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 一头栽了下来 黑皮 孙英大吃一惊 急忙跑过去 英哥 快救泰坦哥他们 发生了什么事 孙英红着眼睛怒吼 我们 黑皮兄 前有一道害人的刀伤 深可见骨 这一路不知道流了多少血 能撑回来都是个奇迹 勉强说了两个字 便昏死了过去 让开 楚勋走过去 在黑皮跟前蹲下 你干什么 孙英怒吼 陈汉龙一把抓住孙英 低声道 别着急 我相信先生有办法 有个屁的办法 他是医生吗 他能救黑皮吗 孙英红着眼睛 大声咆哮 指着楚勋怒吼 你他 妈别动我兄弟 不然老子砍死你 楚勋手掌 贴上黑皮兄前的伤口 一股真元之力度了过去 黑皮兄前的伤口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 带楚勋抬起手 孙英整个人如遭雷击 眼睛鼓得像青蛙 满脸难以置信 黑皮兄前刚才 深可见顾的伤口 竟然消失 陈汉龙一直对楚勋 敬若神明 但这一幕也让他惊讶的 差点咬到舌头 大哥 他 孙英好半天才找到 自己打劫的舌 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陈汉龙深呼一口气 勉强压下下跪的冲动 尽量压低颤抖的声音 巧声道 你下你该明白 我之前为什么那么做了吧 先生乃是神仙下凡 孙英偷瞄了一眼 面无表情的楚勋 心里七上八下 这种神鬼手段 他只在神话剧中看到过 当下再也顾不上自食身份了 再说他这个一帮之主 能跟神仙相提并论吗 慌张地跑过去 跪在楚勋面前 神仙饶命 我之前有眼无珠 还请神仙大发慈悲 不要跟我计较 先生 孙英无意冒犯 还请先生高抬跪手 饶他一次 孙英毕竟是自己的兄弟 陈汉龙急忙上前帮着求情 你们起来吧 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着楚勋的话 黑皮慢慢睁开眼睛 神色一片迷茫 当看到跪在地上的孙英 急忙一咕噜爬起来 英哥 你这是 话还没说 他自己先愣住了 呆着地摸 摸胸口 然后满脸惊讶 语无伦次地惊呼 我的伤 我是在做梦吗 我的伤好了 还愣着淡马 你的伤是先生也好的 还不快谢谢先生 陈汉龙管楚勋喊先生 孙英此时也跟着这样叫 不给黑皮反应的时间 直接按着他跪倒在地 黑皮本来有些迷糊 当听说是楚勋医好了他的伤 不由得多看了楚勋几眼 况且他相信孙英不会骗他 急忙说道 谢谢先生 楚勋摆摆手 示意三人起来 等三个人站起来 楚勋才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黑皮不由得看向孙英 看我干什么 先生问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孙英怒斥了一声 孙英赶紧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 原来古江市 以古江文明 又以古江为界限 江南属于荣英会的地盘 江北则有一个叫赤血盟的帮会占领 他们查到那辆车的时候 发现已经转了好几手 原本的车主叫王松 而王松人就在一家叫孟天堂的酒吧 孟天堂属于赤血盟的地盘 他们本想悄悄弄走王松 赤血盟总不会因为一个普通人跟他们翻脸 谁知道这王松竟跟赤血盟一个高层有关系 结果 他们刚找王松准备带回来的时候 就被赤血盟的人围攻了 黑皮是貌似逃出来报信的 英哥 快去救泰坦哥他们 估计他们 现在已经落在赤血盟手里了 黑皮焦急地说道 孙英顿时怒火中烧 自从他管理龙英慧 泰坦一直都是他的左膀右臂 先生 是我没用 陈汉龙羞愧地低下头 他本想表忠心地 结果人没抓到 却把自己的兄弟折进去了 这是不怪你 楚寻白白手 眼神一到黑皮身上 淡淡地说道 你带路 先生这是要 毕竟是因为我的事 才让你们兄弟遇险 我理应救他们出来 我这就召集兄弟 楚寻白白手 打断孙英的话 不用了 我们四个足够了 啊 孙英脑袋有些发猛 四个人去闯赤血盟 这跟宋慈有什么区别 就算你医术高明 赤血盟可是有三万帮众 就算一人砍一刀 也把你砍成肉泥了 到时候 想救也来不及啊 楚寻懒得理会孙英的反应 静止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倒是陈汉龙满脸喜色 楚寻随手制作的玉牌 都能挡子弹 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就算赤血盟有三万帮众 但是能跟神仙对抗吗 看了看一旁发愣的孙英 陈汉龙拍拍他的肩膀 上车吧 先生的手段 你是你能想象的 再说 就算要死 不也有我陪着你吗 怕什么 说完 陈汉龙屁颠颠地上车了 英哥 我们真的要四个人去吗 黑皮怯怯地问道 四个人去闯赤血盟 这太疯狂了 孙英咬咬牙 当下沉声道 上车 就算死 也要见泰坦他们一面 说完 大步走过去 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黑皮咬咬牙 嘀咕一句 这些人都疯了 要死大家一起死吧 梦天堂酒吧里 七八个光着上身的男子 被铁链绑在柱子上 这些人身上鲜血淋漓 布满刀伤 一个尖嘴猴腮 却穿着一身白西装的男子 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两个衣着暴露 身材火 辣的女郎正在轻轻为他揉肩 瘦猴身后 还站着排黑衣壮汉 眼神不时地看向两个身材火 辣的女郎 瘦猴黑黑一笑 露出一副大黄牙 兄弟们今天辛苦了 这两个妞赏给你们了 谢谢大哥 所有黑衣壮汉脸上 都浮现出火 热之色 也不多说 走出来两个壮汉 拖着两名女郎 就朝旁边的包厢走进去 因为这些人 都了解这个瘦猴的脾气 瘦猴本命没人知道 外号叫医生 是个十足的变态 他不但喜欢各种女人 同时也喜欢男人 但不管男人或女人 只要落在他手中 玩完后 都会被他的手术刀 解剖成碎片 医生不喜欢别人拒绝他 他赏赐的东西 如果你拒绝 那么下场就是 他会把你的肉 一片片割下来喂鱼 医生站起来 走到绑在柱子上的 一个壮汉跟前 这人身高近有两米 身上隆起高高的肌肉 充满爆发力 医生直到他的胸膛 伸手摸 摸壮汉的胸肌 尖声道 你是叫泰坦吧 孙英最得力的助手 没想到你会落在我手里吧 像你这么强壮的男人 真是舍不得杀你呢 滚原点 死变态 别碰老子 泰坦一阵恶心 破口大骂 有脾气 是我喜欢的类型 医生一点也不在意 迷恋地抚摸着泰坦的胸肌 被一个男人抚摸 泰坦差点忍不住吐出来 呸的一声 一口唾沫吐在医生脸上 医生倒是一点不在意 竟然用手指沾了点唾沫 放进嘴里 七八个大男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干呕起来 死变态 有本事杀了我 你是想恶心死老子吗 泰坦额头轻轻抱起 扯得铁链哗哗作响 医生眼底闪过一丝力芒 神经之般地大笑起来 死 你们其中有人当然要死 但却不是你 说完 手里多出一把血量的手术刀 先从哪个着手呢 医生就像在菜市场 挑选带杀的鸡鸭一样 死变态 王八蛋 你敢动我兄弟 老子宰了你 泰坦拼命地挣扎 铁链陷进肉里 鲜血不断涌出 别挣扎了 我喜欢这具身体 如果弄坏了 我会心疼的 你若想死 等我想说完了 保证满足你的愿望 现在还是先从别人开始吧 医生变态地笑着 目光锁定最后一个人 就从你开始吧 你们这些人都不怕死 难道这心脏是石头做的 我真的很好奇 手术刀带起一抹亮光闪电般划过 是 医生清响 鲜血喷了医生一脸 最后一个柱子上 被铁链绑住的男人 经不住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胸前一条十公分左右的伤口 鲜血涌动 医生生出舌 头卷起嘴边的鲜血 嘖嘖两声 怪笑道 味道不错 狐脸 我操你妈 放开我兄弟 操你十八倍祖宗 老子活泼了你 泰坦等人悲愤地嘶吼起来 医生甜甜嘴角 猛地抓住伤口两边往外拉 伤口又被撕开不少 静隐约能看到 里面跳动的鲜红心脏 泰坦等人牙子欲裂 拼命地嘶吼 可铁链绑得死死的 以人力根本挣脱不开 好完美的心脏 我得掏出来 好好研究一番 医生宁笑着身 出手 砰砰 就在此时 两道身影撞破酒吧大门 横飞进来 医生一愣 扭头看去 这两人正是负责守门的 两个赤血蒙打手 此时胸腔塌陷 脸色灰白 看样子早已死了 四道身影走了进来 正是处寻几个人 大哥 快救狐脸 泰坦看到陈汉龙和孙英 疯狂地大叫起来 狐脸 孙英看到狐狸惨不忍睹的模样 顿时红了双眼 嘶吼医生冲了过去 我劝你们最好别动 医生的手术刀 架在狐狸的脖子上 宁笑道 只要我轻轻一划 你的这位兄弟 不死也得死了 你敢动他 老子杀了你 孙英不得不得不停下 龙英会的两人帮主 光领我赤血蒙 真是三生有幸啊 医生怪笑着拱拱手 然后挥手招过身后的 一名黑衣壮汉 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这名黑衣壮汉 点点头转身离去 医生 如果我兄弟死了 我孙英发誓 就算死 也要踏凭你赤血蒙 孙英红着双眼 紧握双拳 嘶哑地说道 踏凭我赤血蒙 哈哈 医生狂笑起来 这是我今年听到的 最大的笑话 说话间 那名离开的壮汉 小跑回来 在医生耳边低语了几句 只见医生脸上的笑意 越来越浓 医生看向孙英 开始鼓掌 孙帮主 你好歹也是一帮之主 竟然为了几个手下 以身犯险 我是该说你仗义呢 还是愚蠢呢 不等孙英说话 医生 侯医生 兄弟们 享受完了 就出来干活吧 呼啦 十几个黑衣壮汉冲了出来 孙帮主 你们四个人 就敢来我赤血蒙 真当我们赤血蒙没人吗 少废话 快放了我兄弟 不然 不然怎么样 医生打断孙英的话 不懈地说道 你真当你们是神啊 四个人就敢闯我赤血蒙 不过我还得感谢你 给我这个杀你的机会 从今天起 古江市以后就只有赤血蒙 再也不会有龙英会了 医生很兴奋 也很激动 他刚才让人看过来 外面没有埋伏 只有孙英这四个人 杀了孙英 绝对大功一见 他这个赤血蒙的堂主 也该成为副蒙主了 想到这儿 医生经不住大笑起来 笑够了吗 淡淡的声音 却犹如带着魔力 让医生的笑声戛然而止 医生看向说话的人 年轻的像的大学生 你的笑声太难听了 楚勋皱皱没说到 医生震了一下 扑斥笑开了 不懈地摇摇头道 愚蠢的人总是活不久 他认为楚勋是刚加入龙英会 想急切地立功 所以才会不知死活地嘲讽他 你不值得我浪费时间 交出王松 放了这几个人 然后自杀吧 楚勋很讨厌浪费时间 在无聊的对话上面 医生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然后扭头看向身后赤血蒙的帮众 指着楚勋怪笑道 你们听到没有 这小子让我自杀 医生以为 身后十几个黑衣壮汉会跟着他笑 结果却看到一张张惊恐的脸 同时他感觉到了刺骨的寒意 等他僵硬地转动脖子回过头 刚好对上一双冰冷的眼睛 他是什么时候贴近自己 医生的伸手 在赤血蒙足以排进前十 可为什么敌人贴近的时候 他没有一点感觉 别说是医生 包括孙英在内的所有人 都不知道楚勋是怎么突然间 出现在医生跟前的 医生的反应很快 足下发力 以最快的速度暴退 楚勋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任由医生退回到十几个人 赤血蒙的帮众跟前 轻轻摇摇头 然后转身看向 绑在柱子上的几个人 伸手轻轻一滑 哗啦哗啦 树道声响 铁链纷纷断裂 泰坦几个人 眼睛瞪得像同龄 这些铁链每条都有小孩胳膊粗 就算用专业工具想要割断 也得需要好些时间 可他们眼前这个年轻的 像大学生似的男人 只是手指轻轻一滑 这些铁链就像刀切豆腐一样 纷纷断开 他是神仙吗 只有神仙才有这种手段吧 狐狸早已奄奄一息 铁链断开后 身体便软软地滑倒 孙英大步跑过来 跪在楚勋面前 求先生救救狐狸 我孙英愿意做牛做马来报答先生 他亲眼见过楚勋救治黑皮 现在能救狐狸的 只有楚勋了 楚勋走过去 手掌贴上狐狸胸前的伤口 真缘之力源源不断地度了过去 就算孙英不求他 他也会救狐狸 毕竟狐狸是因为他的事才受伤的 楚勋向来恩怨分明 人受伤或者做手术后 都会元气大伤 而修仙者的真缘之力 正是伤者需要的 有了真缘之力的滋润 细胞像是瞬间被激活 狐狸胸前的伤口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咕噜咕噜 一阵吞口水的声音响起 泰坦等人目光呆滞 双腿一软全跪了下来 尤其是医生和他身后赤血萌的帮众 看到这一幕差点惊得 要掉自己的舌头 把他带回去 休养几天便会好 楚勋收回手说道 此时 狐狸的气息已经平稳 谢谢先生 我孙英以后就以先生马首是斩 孙英重重地磕了两个头 楚勋的视线移到医生那边 平淡地开口道 王松呢 你们知道王松的身份吗 他可是白家的远房亲戚 医生冷笑道 王松虽然微不足道 但却跟白家有着一点亲戚关系 白家可是老牌世家 势力雄厚 就连他们赤血萌 也得仰望白家的鼻息存活 说白了 赤血萌也只不过是白家的一条狗 正因为这样 赤血萌才出手保护王松 如果把王松交出去 引起白家不满 赤血萌可承受不起白家的怒火 楚勋厌烦的皱皱眉 什么白家黑家 跟他有什么关系 倒是陈汉龙神色有了变化 都是生意场上的 白家他岂会不知 那可是真正的庞然大物 虽说他也算个人物 但在白家面前却什么都不是 当然 他也不会因为这个就退缩 白家再厉害 能对抗神仙吗 我再问一遍 王松在哪 楚勋有些不耐烦了 一声一震 他没想到搬出白家后 楚勋还能如此冷静 或许他是不知道白家的厉害 开口道 小子 别以为你医术好 就有什么了不起 惹到白家 神仙都救不了你 少他 妈拿白家说事 快说王松在哪 不然 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 陈汉龙怒声道 他是铁了新药爆楚勋的大腿了 想杀我们 就凭你们 医生冷笑一声 然后一挥手 呼啦 十几把枪口对准了楚勋这边 我现在倒要问问 是谁在找死 医生满脸得意 他手里的枪口对准楚勋 小子 我知道你有些装神弄鬼的手段 但在枪口下 还能装得起来吗 嗤血蒙的人突然掏出枪 倒把孙英等人吓得不轻 陈汉龙迅速地将孙英挡在身后 然后急声道 都到我身后去 至于楚勋 他根本不担心 子弹要是能伤到楚勋 那才是怪事 孙英见陈汉龙要为他挡子弹 不由得眼睛一红 大哥 你站我后面 说着就要挡在陈汉龙面前 大哥 英哥 你们躲在我后面 要死也是我先死 泰坦奔过来 挡在陈汉龙和孙英前面 都给老子闭嘴 滚到我后面去 记得排成队 陈汉龙又急又怒 这些蠢货 他有楚勋送的御牌 子弹根本伤不到他 他这一声怒吼 真是兄弟情深啊 既然你这么着急去死 那我就成全你 医生宁笑着扣下扳机 砰 医生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要亲眼看着陈汉龙脑僵崩裂 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枪声过后 陈汉龙身前凭空升起一阵涟漪 子弹竟是被挡了下来 医生整个人都僵住了 这种事别说贱了 听都没听过 他身后的赤血蒙帮重 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 陈汉龙拿出玉牌 看到上面的裂痕 心疼得要死 恨不得把医生大谢八块 医生回过神之后 不由得惊慌起来 砰砰 医生疯狂地扣动扳机 他不相信 这一切肯定是幻觉 数声枪响过后 陈汉龙脚下落了六颗弹头 但他毫发无伤 与此同时 陈汉龙手里的玉牌爆开 化作积粪 还愣着干什么 快开枪 医生疯狂地大吼起来 陈汉龙脸色猛变 没了玉牌 以他血肉之躯 岂能挡住子弹 这时 楚寻动了 化作一道流光闪过 扑通 扑通 接二连三的倒地声 赤血蒙的帮众 就像割麦子似的倒下 几个呼吸间 除了医生外 其他人全部倒地 这些人嘴巴大张 眼球突出 脖子无力地搭拉着 他们的死法相同 医生手脚僵硬 冷汗近射后背 他知道楚寻在他身后 可他没有勇气回头 生怕回过头之后 就再也转不过来了 王松在哪 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医生心脏差点停跳 扑通 医生再也支撑不住了 像是被人抽走了全身的骨头 彻底摊在地上 缓缓地抬起头 对上一双冷漠无情的双眼 瞬间让他血液都凝固了 在白家 王松在白家 别杀我 求求你别杀我 医生惊恐地尖叫着往后爬 想要离楚寻远远的 此刻的楚寻 在他眼里比魔鬼还可怕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杀的人 只是眨眼的功夫 他的人全死了 未知的东西 永远最可怕 帮我给白家带个话 给他们一天时间 把王松送到龙音会 记住 只有一天时间 希望别让我亲自跑一趟 说完 楚寻弯腰拍拍医生的头顶 然后站起身 朝外面走去 大大 哥 孙英也是铁蒸蒸的汉子 死时却蛇头打结 一句利索话都说不出来 害怕了 陈汉龙细虐地说道 孙英猛点头 眨眼间就死了一大片 怎么杀的人都没看清 能不害怕吗 你是不是还想问 子弹怎么没有伤到我 孙英说话不利索 只能猛点头 他躲在陈汉龙身后 什么都没看到 陈汉龙摊开手 掌心只剩下白色粉末 心疼地说道 这原本是一块玉牌 是先生赏给我的 戴在身上寒暑不清 并且可以保命 就算大卡车高速撞击 也可保我无恙 当然也可以挡子弹 可惜的是 只能用一次 能挡子弹 孙英喃喃地说道 要不然 你以为我是铜皮铁骨啊 陈汉龙没好气地说道 然后拍拍孙英的肩膀 先生乃是神仙般的人物 以后对他一定要尊敬 孙英想起 之前刚见楚巡时 言语不敬 冷汗刷的就留下来 你们几个 今天的事情不准往外说 先生喜欢安静 不想太高调 懂吗 陈汉龙对泰坦等人说道 泰坦等人 早就被楚巡的手段折服了 到现在 脑袋还晕晕乎乎的 听了陈汉龙的话 急忙纷纷点头 大哥 他怎么办 孙英指着医生 眼底闪过狠辣之色 先生说不杀他自有用意 暂时留他一命吧 陈汉龙说完 挥挥手道 我们也走吧 一群人出了梦天堂酒吧 看到楚巡站在车旁 陈汉龙急忙跑过去 谁知道孙英比他还快 现一步到了楚巡跟前 飞快地拉开车门 先生 请上车 陈汉龙气得差点上去给孙英一脚 这家伙太无耻了 竟然抢了他拍马屁的机会 医生见人都走了 急忙爬起来 撒腿朝酒吧后门跑去 后门停着一辆黑色汉兰达 医生跳上车 今天是白家老太爷八十大寿 古江市各界名流都前来捧场 白家门前的豪车 都快赶上大型车展了 众人落座 白家老太爷虚发揭白 但精气神十足 身穿堂装 红光满面 有两名少女搀扶着走出来 各界大佬纷纷上前恭贺 感谢各位百忙之中 抽空来参加老朽的寿辰 今天只图个高兴 大家不必拘束 尽管放开了闹 人老了就喜欢热闹 白老太爷的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跌跌撞撞地冲进来 一直冲到白老太爷面前 这人正是医生 医生的样子太狼狈了 衣衫破烂 满身尘土 头发被汗水浸湿乱成了鸟窝 脸上还带着点血迹 突然冲到白老太爷面前 倒把老人吓得退后两步 这里大部分人都认识医生 尤其是赤血蒙盟主卢泉 以他的身份 只能远远地给白老太爷拜寿 医生这么貌视 要是惹得白家不快 那可就不好收场了 医生 你在干什么 今天是白老太爷的寿臣 你还懂不懂李叔 卢泉急忙上前呵斥 小卢 这是你的人 白老太爷不认识医生 这种级别入不了他的眼 倒是对卢泉有点印象 卢泉四十多岁的人 被换作小卢 换作别人 他早就翻脸了 但面对白老太爷 他只能觉得荣幸 甭拱手道 白老 这位是我赤血蒙的一位堂主 今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惊扰到你老人家 我这就带他回去严加管教 是要好好管教了 小卢啊 你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怎么手下这么不懂李叔 看来 你这个盟主 做得有些太安逸了 白老太爷慢吞吞地说道 卢泉额头的汗刷地流了下来了 这些话足以表明白 老天爷生气了 以白老太爷的身份 换掉他这个赤血蒙盟主 只是一句话的事 白老息怒 医生只是太崇拜您了 所以才会做出这种糊涂事 卢泉慌乱地开口解释 看向医生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杀意 他好不容易做到今天的位置 如果因为这件事 失去盟主的宝座 那医生也没活着的必要了 是这样吗 白老太爷看向医生 医生生生打个冷战 不是因为白老太爷生气 而是因为楚循 虽然这一路平安无事 但他感觉 总有一股危险的气息包笼罩着他 扑通 医生跪道 白老太爷 我知道以我的身份 根本入不了您的法眼 今天之所以冲撞到您 是因为小人有不得已的苦衷 医生挤出两滴眼泪 哭喊道 什么苦衷 白老太爷皱眉道 小人我无意中撞见龙音会的人要抓王松 王公子是您白家的人 身份尊贵 所以我拼死保护 可我势单力薄 为了不说出王公子的下落 我的十几个兄弟都惨遭毒手 只有我拼死一搏才逃了出来 求您老人家为我做主啊 王松是谁 白老太爷疑惑道 附近 王松是我们家的一个外戚 白家现任家主白人安走上前 巧声说道 放肆 白老太爷大怒 冲着白人安怒斥道 你这个家主是怎么做的 连一个小小的龙音会也敢骑到我白家头上 父亲息怒 白人安赶紧安抚 转头对着卢泉吼道 你这个赤血萌是吃干饭的吗 如果是这样 我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 卢泉头皮发麻 但心里却疑惑 看向医生问道 龙音会和我们赤血萌一直相安无事 为什么突然对王公子下手 他们来了多少人 先是来了七八个 都被我拿下来 后面来了四个人 医生话还没说完 全舅舅吼了起来 放屁 七八个人你们都拿下了 四个人却杀了你们十几个 简直是胡说八道 医生满头大汗 急忙朝着白老太爷磕了两个头 哭诉道 小人不敢说谎 虽然来了四个人 但动手的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 卢泉怪叫医生 别说卢泉 周围的人纷纷摇头 觉得医生根本就是在开玩笑 医生急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只是一眨眼 我的人都死了 他还让我给白家带句话 什么话 白人安和道 他说 给你们一天时间 把王松送到龙音会 否则 他就会亲自上门要人 混账 白老太爷气得大吼一声 有人竟敢威胁白家 指着医生怒道 把他丢带下去 医生吓得一哆嗦 被白家的人带下去 不死也得脱层皮 白老太爷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人简直不是人 他 医生话还没说完 突然双手捂住脖子 嘴巴掌的老大 眼珠子慢慢鼓了起来 整个脸扭曲得不成样子 就 我 医生朝着白老太爷伸出手 砰砰 两颗眼球突然蹦出 滚在白老太爷脚下 并且爆开 血水溅在白老太爷斜面上 扶着白老太爷的两名少女 吓得尖叫着往后退 结果连带着白老太爷一起栽头 所有人都僵住了 没人在意摔倒的白老太爷 全部神色惊恐地看着医生 医生眼球爆出 只剩下两个黑洞 黑血涌出 恐怖异常 而他的嘴还在不断张大 到最后竟然连嘴角都撕裂了 医生的脖子也在不断转动 发出让人心寒的骨骼碎裂声 最后脑袋转了180度才停下 这让站在医生身后的人 吓得魂飞魄散 尖叫连连 就在众人心跳都快停止的时候 医生的身体 砰得一声栽倒 没了动静 此时 整个白家死一般的寂静 空气中飘散着令人作呕的骚臭味 有人吓到大小便失静 有人双眼翻白 被声声吓晕过去 白家不是小门小户 而是古江市老牌家族之一 这样一个势力雄厚的大家族 尤其是白家老太爷八十大寿的时候 却发生了如此恐怖的事情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 回过神的各路大佬纷纷告辞 以往 他们以踏进白家大门为荣 现在 他们只想远远地逃开 看着死相恐怖的医生 他们有种置身地狱的感觉 一场喜大普奔的盛宴 最后却以悲剧收场 另一边 楚巡已经回到了龙英会的地盘 先生 已经中午了 我这就安排午餐 孙英现在对楚巡可是静若神明 不用了 楚巡摆摆手 我有件事情要麻烦你 不麻烦 不麻烦 原本沮丧的孙英 差点乐地蹦起来 先生请吩咐 上刀山下油锅 我孙英绝不皱一下眉头 没那么严重 只是让你帮我查三个人 楚巡有些好笑地说道 先生请说 我保证连他们十八倍祖宗 都查个底朝天 孙英兴奋地拍得凶土保证 楚巡略微有些好笑 这孙英还真适合混黑 满身江湖味 郑良 赵月波 李一鸣 这三个人都是本事人 二十四岁 从古江大学刚毕业不久 记住 不要伤人 楚巡说道 这三个人曾是他的室友 他被抓的时候 这三个人都在场 或许他们知道点什么 先生放心 我这就去办 楚巡点点头 孙英迫不及待地走了 这是楚巡交代的事 他一刻也不敢耽误 先生要回乾隆山庄吗 我送您回去 陈汉龙问道 你先回去吧 我想随便走走 古江市变化挺大 回来好几天了 都没时间转转 我能陪着先生吗 陈汉龙小心翼翼地问道 楚巡没有拒绝 有个车夫也挺好 先生 我们要去哪 陈汉龙问道 古江大学 车子平缓地 驶向古江大学 半个小时后 到了古江大学校门口 此时的古江大学校门口 却是人山人海 一道道横幅 一张张巨大的照片 还有不少记者 拥挤在人群中 先生 我下去看看 陈汉龙下车后 没过一会 又跑回来 先生 今天是古江大学百年校庆 校门口戒严 车子不能进 听说 有个叫什么唐儿的小明星 要来表演 这些人大多都是粉丝 我认识他 楚巡轻轻地说道 眼神透过车窗 看向一位粉丝 手里高举的照片 上面是一位 甜美可爱的女孩 啊 陈汉龙差点 被自己的口水呛着 他没想到 楚巡竟然认识这个唐柔 心里暗自庆幸 幸亏在楚巡面前 时刻保持着谦卑 否则以他以前的尿性 肯定会调戏几句 我们走进去吧 楚巡下车后 两人穿过人群 朝校园内走去 古江大学 有着百年历史 处处透露着文化底蕴 楚巡在这座校园中 生活过一年 对这里很是熟悉 一路走来 碰到几张熟悉的脸孔 那是他曾经认识的老师 看着周围那一张张 洋溢着青春的笑脸 楚巡不禁有些恍惚 曾经他也是这样的 无忧无虑 只是现在 一切都物是人非 唐柔来了 唐柔已经去了礼堂 大家快去 学生们奔走相告 朝着礼堂的方向涌去 我们也去看看吧 曾经那个跟在他身后 喊楚巡哥哥的小女孩 现在已经成了 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了 楚巡和陈汉龙来到礼堂 这里早已人山人海 两人只能远远地观望 快看 是唐柔 好漂亮啊 唐柔 我们爱你 呼喊声此起彼伏 楚巡望向 抬上那个田径的女孩 脸上浮起淡淡的笑意 陈汉龙看到楚巡脸上的笑意 心思不禁活泛起来 看来这个唐柔 在楚巡心中有一定的地位 以她的人脉 以后定要多多照顾这个唐柔 大家好 我是唐柔 算是你们的师姐 唐柔甜甜的声音响起 只不过后面的话 被淹没在高亢的呐喊声中 噓 唐柔做个噤声的手势 结果 拥挤的礼堂几千号人 竟然真的安静下来 今天是母校的百年校庆 我很荣幸能受到邀请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 断线的风铃 希望大家喜欢 旋律响起 伴随着动听的歌声 你亲手在我门前系上风铃 微风吹过 风铃响起 你说 那是春风在对我诉说情愫 而我却感受到了恋爱的味道 你离开后 风铃线断 那种味道跟着你离开 异曲终了 明镜过后 便是雷鸣般的掌声 真是太好听了 陈汉龙拼命的鼓掌 手都拍红了 大叔 你也是唐柔的粉丝吗 前面一个女生回头问道 陈汉龙微冷 然后急忙点头 那是 我是听着唐柔的歌 我是说 我从第一次听唐柔唱歌后 就是他的忠实粉丝了 既然这样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粉丝后援会 女生问道 什么粉丝后援会 陈汉龙满脸疑惑 你真是笨死了 当然是唐柔粉丝后援会 我可是副会长 虽然你年纪大了点 但只要我担保 你也能进的 我 嘘 先听歌 你入会的是后面再说 女生打断陈汉龙的话 直指台上正在唱第二首歌的唐柔 陈汉龙嘴角一阵抽搐 抬头看了一眼楚勋 刚好碰到楚勋细腻的眼神 看来楚勋早已看穿了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唐柔一连唱了三首歌 然后跟大家致歉 回到了休息室 先生 要去见唐小姐吗 我来安排 陈汉龙说道 楚勋威威汉手 好不容易碰到熟人 当然得见见 唐柔刚回到休息室 一个满身名牌的青年 手捧着鲜花迎了上来 正前 乾坤集团郑广义的儿子 年少多金的公子哥 对唐柔垂涎已久 这里是唐柔的休息室 谁让他们进来的 唐柔的助理刘欣 不满地对旁边的工作人员吼道 刘欣小姐 别怪他们 你知道的 在这古江市 还没有我进不去的地方 正前的语气看似解释 却充满嘲讽的意味 刘欣脸色微怒 声声压住心里的怒气 他知道自己得罪不起正前 唐柔 送给你 今晚我们乾坤集团有个宴会 刚好你父母也会参加 我想邀请你出席 正前微笑着 将手里的鲜花递过去 唐柔柳眉微皱 他父母都在乾坤集团工作 这挣钱对他一直死缠烂打 而由于父母的原因 他只能一直忍着 对不起 我一会还有个通告要杆 唐柔没有接花 直接拒绝了 心里暗想 看来得让父母辞职了 他现在挣的钱 也不需要父母那么辛苦了 挣钱脸色一沉 唐柔小姐 何必拒人以千里之外呢 我说了 一会还有个通告要杆 是真有通告要杆 还是借机拒绝我的邀请 你我心知到肚明 就算唐柔小姐有通告要杆 在你忙自己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关心一下父母呢 挣钱冷笑着说道 无耻 唐柔恬静的小脸上出现怒意 唐柔小姐 你可是明星 注意形象 挣钱不但不生气 反而笑得很得意 忘了跟你说件事 最近我们乾坤集团 好多商业机密泄露 我怀疑这是跟你父亲有关 唐柔瞬间气得小脸通红 怒视着挣钱 这人太无耻了 拿他父母威胁他 唐柔小姐 别生气嘛 现在只是怀疑 至于泄露机密的 是不是你父亲 这就要看你怎么做了 挣钱话语中的威胁 任谁都听得出来 他垂涎唐柔好久了 为了保持形象 才没有跟以往一样使用手段 但现在 他失去耐心了 你卑鄙 无耻 你要是敢动我父母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唐柔性格向来甜静温柔 此时却像是被激怒的小猫 愤怒地盯着挣钱说道 不过 唐柔的这点怒意 被挣钱来说根本不痛不痒 倒是让他露出了本性 唐柔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明星了 在本少爷眼里 你只不过是个暖床的工具而已 本少爷看上你 那是你的荣幸 别他妈给我装矜持 今天我话扔在这 今天晚上 你要是陪我一晚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否则 你们一家都别想好 这话 刚好落在走进来的楚寻 和陈汉龙的耳朵里 楚寻眼神微微咪了咪 陈汉龙却是跟打了鸡血似的 心里一片火热 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刚还想着 怎么照顾唐柔博的楚寻的好感 现在就有人送上机会 感谢老天爷 陈汉龙在心里默念 然后一个剑步冲上前 一脚揣在正前腰上 正前正在暗自得意吃定了唐柔 结果被陈汉龙一脚揣得栽出去 撞在旁边的化妆台上 悲剧是一脑袋撞碎了化妆镜 稀里哗啦 碎裂的镜片 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掉落一地 正前被撞得眼冒惊心 在额头上摸了一把放在眼前 满手鲜血 还没等他出生 陈汉龙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拽过来 噼里啪啦 轮圈了就是十几个巴掌 这十几巴掌陈汉龙可是使出了吃奶的劲 打得正前一张还算英俊的脸肿成了猪头 口鼻窜血 等陈汉龙松开手 正前整个人摊在地上 突如其来发生的这一幕 让一屋子人都傻了 刚才还牛逼哄哄的正前瞬间被人打成了死狗 众人的视线一到陈汉龙身上 这位大叔也太生猛了 可他知道自己打的是谁吗 靠 什么玩意 在众人替他担忧的时候 陈汉龙对着正前的脑袋又是两脚 正前护着脑袋 眼神呆滞 到现在他都没回过神来 唐柔心里既觉得解气 又为陈汉龙担忧 正前的身份可不简单 把人打成这样 正家岂能善罢甘休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 正前的生命力还挺顽强的 竟然挣扎着爬了起来 肿成一条缝的眼睛恶毒地盯着陈汉龙 你谁啊 说出来吓唬吓唬我 陈汉龙满脸戏虐 我是正前 我爸是郑广义 正前怕他的名字震不住场 连他老爹的名号一起搬了出来 说完 狠毒地盯着陈汉龙 等着看陈汉龙后悔的表情 如他所愿 陈汉龙脸上露出怕怕的表情 不过 这一切都是装的 但说实在的 陈汉龙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郑广义他知道 郑家的势力比他还要强一筹 不过这些吓不到他 白得拼不过 他还有龙英慧 再说了 就算郑家是条龙 但在楚循面前 他不相信还能翻出什么浪花 你们说这位大叔是谁 估计是唐柔的粉丝吧 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如果真是粉丝 那可就惨了 得罪了郑少还能有好吗 工作人员怯怯思语 正前手扶着桌子 指着陈汉龙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这个杂碎 竟敢动手打我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老子要把你的手脚跺下来 让你下辈子 只能在轮椅上步 说完 正前拿出手机打个电话 唐柔也听到了工作人员的话 也看到了陈汉龙脸上害怕的表情 他不知道那是装出来的 还以为陈汉龙真是他的粉丝 不过 还默等他说话 一阵脚步声 紧接着几个黑衣大汉冲了进来 他们都是正前的保镖 一直在外面的车子上等 保镖看到正前的惨样 同时大惊 废物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弄死他 正前指着陈汉龙大吼 几个保镖一正之后 朝着陈汉龙围过来 碰 陈汉龙转身 一脚把正前再次踹倒在地 猛地转身指着几个保镖喝倒 你们动一下试试 我保证 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这下倒把几个保镖镇住了 一时间躊躇不前 陈汉龙走过去 对着地上的正前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小兔崽子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就算你老子郑广义 也不敢在我跟前指手画脚 你算什么东西 正前被揍得惨叫连连 整个人都猛逼了 正前的保镖面面相亏 不管这人是谁 但自家少爷被揍成这样 他们若是干看着 回去也没法交代 几个人同时朝着陈汉龙冲了过去 他们刚动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只见这人只是抬抬手 几个保镖同时大口吐血倒飞出去 楚循开始一直站在门口 没被人注意到 看着躺在地上大口吐血的几个保镖 周围的工作人员像是被蛇咬到一般 忙不迭的地纷纷远离他 陈汉龙听到动静 回头看去 看到躺在地上的保镖急忙跑过去 恭敬道 谢谢先生出手 是我该谢谢你 楚循说道 听到这话 陈汉龙笑的嘴角都快裂到耳根后面去了 楚循朝着唐柔走过去 唐柔看着走过来的楚循 眼神带着疑惑 好久不见 楚循轻笑道 唐柔静静地看着楚循 神色带着疑惑 眼前的青年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看着唐柔疑惑的表情 楚循静不住笑出声来 然后伸手摸摸唐柔的小脑袋 唐柔突然瞪圆眼睛 惊喜地喊了出来 你是楚循哥哥 还不算太笨 楚循笑道 你真的是楚循哥哥 唐柔惊喜地抱住楚循的胳膊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紧紧地盯着楚循的脸 是我 楚循有些感慨 如果不是当年那件事 他就不会失去父母和朋友 太好了 太好了 楚循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这些年你去哪来啊 唐柔扬起灿烂的小脸 他真是太开心了 他的楚循哥哥又回来了 其实 他一直偷偷喜欢着楚循 三年前楚循失踪 他偷偷伤心了好久 开心过后 唐柔又开始为楚循担忧 现在看来 陈汉龙应该是楚循的手下 现在陈汉龙把郑钱揍了个半死 郑钱肯定是会报复的 唐柔和楚循认识 是因为他们以前是邻居 住在同一个小区 楚循的父母跟他的父母一样 都是精灵 他们这样的家庭 能承受得起郑家的报复吗 楚循哥哥 现在怎么办 唐柔担忧地问道 楚循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唐柔说的是郑钱 无所谓的开口道 赔礼道歉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纷纷露出鄙夷之色 刚才他们还以楚循 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 搞了半天 原来是个装逼犯 到头来还得赔礼道歉 楚循哥哥 以郑钱的身份 恐怕不会接受 我们赔礼道歉的 唐柔满脸担忧 就算郑家接受 那这里的分量 恐怕不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 啊 楚循再次证了一下 然后不由地笑开了 摸摸唐柔的小脑袋 你理解错了 我是说 让郑家挤你赔礼道歉 怎么可能 周围的人也是嗤之以鼻 他们觉得楚循的了失心疯 唐小姐 这是我的名片 陈汉龙在他昂贵的西装上擦擦手 急忙拿出一张烫金名片 趁机递过去 唐柔满脸疑惑地接过名片 心里纳闷 这人不是楚循哥哥的跟班吗 怎么还有名片 当他看到陈汉龙三个字的时候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他们娱乐圈有句话 在古江市得罪任何人都不可怕 唯独不能得罪两个人 一个就是陈汉龙 另一个是卢群 因为明星最怕的就是黑社会 唐柔的助理刘欣 好奇地看了一眼 下意识地惊呼一声 又急忙捂住嘴 震惊地看着陈汉龙 没想到 站在他们面前的 就是同龄古江市半个黑道的大楼 陈 陈董事长 你好 唐柔下意识地王楚循身边靠了靠 面对一个黑道大楼 他岂能不害怕 唐柔这个动作 让陈汉龙冷汗都下来了 本来是讨好 现在看来适得其反 急忙道 唐小姐 你直接喊我名字吧 要不喊老陈都行 唐柔并不傻 刚才只是太震惊了 看陈汉龙的反应 根本就是在讨好自己 至于原因 肯定是因为他的楚循哥哥 这件事你来处理吧 楚循对陈汉龙说道 是 先生放心 我保证 让郑家给唐小姐一个满意的交代 陈汉龙急忙拍着胸脯保证 唐柔美目流转 偷偷看了一眼楚循 心里好不得已 他的楚循哥哥太厉害了 一句话让古江市黑道大佬 安前马后的忙活 陈汉龙处理的方式简单粗暴 过去一脚 把装死的郑前踢得滚了两圈 骂道 给你老子郑广义打电话 让他亲自来接你 记住 半个小时赶不到 你的腿就别想保住了 郑前心里早就想这么做了 愿读地看了楚循一眼 他现在才知道 楚循才是主谋 然后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出去 此时 学校最后面 开辟出的一个小院子里 一个须发揭白的老人 正在慢吞吞地 给院子里的花草浇水 四个子庄级履的中年男子 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突然 站在最左边的中年男子 手机响了 他正是郑广义 郑广义看着来电显示 然后朝老人弯弯腰 老师 我接个电话 去吧 老人头都不抬地说道 然后有对其他几个人说道 你们也去忙吧 今天是校庆 你们能回来看看 算是有心了 就别陪我这个 糟老头浪费时间了 老师 那我们先走了 有时间再回来看你 说话的中年男子 气质儒雅 如果陈汉龙在这肯定认识 正是在珍宝轩和楚勋 发生过冲突的李天 眼前这位老人 是他们的恩师 他们四个都是出自古江大学 现在也都事业有成 四个人朝老人鞠个躬 然后离开了 出了院子 郑广义才接通电话 电话接通后 没一会 郑广义的脸色一片铁青 老郑 怎么了 李天好奇地问道 混蛋 郑广义怒骂一句 小钱在学校被人打了 郑广义女人很多 但却是有郑前一个儿子 现在唯一的儿子 在电话里哭着求救 他能不活吗 谁的胆子这么大 李天问道 他也只是好奇 这父子俩一个德行 郑钱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就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孩 但因为郑家插手 这些事最后都被压下去了 现在郑钱在学校被打 谁有这个胆子 不知道 我得赶紧去看看 我们也去看看吧 毕竟小钱 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吃亏不是 说话的叫刘勇 现在也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郑广义也没拒绝 四个人朝着休息室的方向 快步而去 郑钱打完电话后 聪明地选择了闭嘴 他知道 只要出生 肯定会招来一顿毒打 但他猙獰的眼神 却隐藏不住 陈汉龙不时地看表 你最好气到 你老子快一点 否则你的腿 可就保不住了 郑钱心里七上八下 他知道 眼前这人就是个疯子 如果他老爹半个小时赶不到 那对方肯定会打断他的腿 轻轻的是 只过了十多分钟 郑广义就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 郑广义看到郑钱的惨样 顿时眼睛都红了 爸 你可算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 我就要被打死了 郑钱可算是 叛到了救星 扯着嗓子哭喊起来 爸 你快让人抓住这几个杂碎 我要把他们剁碎了喂狗 碰 陈汉龙二活没说一脚 揣在郑钱脸上 说话小心点 嘴里再这么不干不净 恐怕死的就是你了 郑广义老脸铁青 他都来了 可对方还毫无顾忌地动手 因为陈汉龙是背对他 所以他也不知道 动手的人是谁 你在找死 郑广义怒吼一声 心里已经动了杀意 不管是谁敢动他儿子都要死 郑董好大的威风 陈汉龙冷笑着转过身 郑广义看清陈汉龙后 不由地震了一下 随之大怒 陈汉龙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 知道 不就是你那个废物儿子吗 陈汉龙无所谓地说道 好好好 郑广义怒及返笑 指着陈汉龙道 别以为你有个什么龙音会 就自以为可以一手遮天 别人怕你 我郑广义可不怕 郑董有什么手段 尽管可以使出来 我陈汉龙接着就是 陈汉龙不屑一顾 论实力 他的确比不上郑广义 但他现在身后站的是楚循 那他还有什么好怕的 郑广义不由地皱皱眉 这陈汉龙以往 见了他可不敢这样嚣张 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么大勇气 陈董 大家都是生意人 和气才能生财 你这样做是不是有失身份啊 刘勇上前帮枪 陈汉龙 按年龄 我们都算是长辈 教训小辈 也该有个度 就算小钱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那你大可以通知广义 大家坐下来 心平气和的谈谈不好吗 干嘛非得闹这么僵呢 另一个中年 也站出来说道 郑广义脸上 不由地浮现出笑意 刘勇他们都是跟自己 都是师出同门 他一个人 想要吃下陈汉龙 的确有点难 如果他们几家合在一起呢 到时候 别说一个陈汉龙 古江市 除了那些老牌家族 其余的任何势力 都得退避三社 陈汉龙 今天 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 别怪我们翻脸不 人 我倒要问问 我儿子如何得罪你了 郑广义言语间 把其他几家也带进去了 他就不相信 陈汉龙敢一个人 对抗他们四个人 你这个废我儿子 没得罪我 但他得罪了唐小姐 我也把话放在这儿 你今天要是不给唐小姐 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你也别怪我翻脸 什么 郑广义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扫了一眼唐柔 然后不可思议地 看着陈汉龙说道 你为了这么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明星 要和我们对抗 刘勇和另一个男人 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然后神色鄙夷 这陈汉龙真是色迷心窍 猪油蒙了心 李天也顺势扫了一眼 可紧紧一眼 就让他腿肚子发软 吓到他的 肯定不是唐柔 而是他身边 那个神色平静的青年 原来是跟这位也有关 怪不得陈汉龙底气这么足 他可是亲眼见过 楚勋随手制作的玉牌 可挡子弹 这可是神人 凡人能得罪神灵吗 答案显而易见 这一刻 李天有撒腿就跑得冲动 楚勋哥哥 唐柔拉拉楚勋的袖子 小脸满是担心 这几个人 都是古江市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虽然没接触过 但却了解过 放心 只是些小杂鱼而已 楚勋无所谓地说道 在他眼里 除了他关心的人 其他人都是无关紧要 若是他愿意 请客之间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取了这些人性命 小杂鱼 唐柔不由地暗自心惊 这几个人 都是个行业大佬 在他楚勋哥哥嘴里 竟然变成了小杂鱼 可他有种感觉 楚勋不是在吹牛 三年没见 他的楚勋哥哥 变得太神秘了 他来的 找个机会问问 唐柔在心里偷偷想着 陈汉龙 没看出来 还是个情种啊 你是打算学无三桂 冲冠一怒为红颜吗 郑广义满脸鄙夷 他以前还觉得 陈汉龙算个人物 现在看了 根本就是个白痴 冷笑道 陈汉龙 你别忘了 自古红颜多薄命 你就不怕这位 唐小姐一不小心 郑广义 你给我闭嘴 李天大吼一声 眼看郑广义 越说越过分 他额头的冷汗都下来了 毕竟是师出同门 他不能眼睁睁 看着郑广义送死 郑广义难以置信地 看着李天 刘勇和另一个男人 也是满脸错愕 这李天是吃错药了吗 怎么对自己人 突然吼开了 广义 这事是小钱的错 你就给唐小姐道个歉吧 李天一边说 一边对着郑广义 偷偷使眼色 郑广义和刘勇等人 都是人精 身在商场 没点脑子 早就被别人吞得 连渣都不剩了 他们立马想到 这里有人 让李天感到害怕 到底是谁呢 能让李天害怕 这人分量绝对不小 李天急得冒冷汗 顾不上那么多 急不上前走到楚勋跟前 低下头恭敬道 先生 你好记得我吗 李天的语气 透着讨好之意 记得 楚勋淡淡地说道 郑广义和刘勇等人 不由得愣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让李天害怕的 竟是这个年轻人 广义 你还愣着干嘛 快过来见过先生 李天拼命地 朝郑广义使眼色 郑广义看着楚勋 神色闪烁 难道这个年轻人 是燕京那些大家族出来的 可就算这样 也不至于让李天 这样卑躬去西吧 李天脸色微变 微微叹口气 他能做的 也就这么多了 剩下的看郑广义的造化了 倒是刘勇和另一个男人 相识一眼 走过来学着李天的样子 朝楚勋弯了弯腰 道 先生好 他们不是傻子 他们从李天的神情中 看到了害怕 他们不认识楚勋 但他们了解李天 能让李天害怕 这个年轻人的能量不可小觑 他们和郑广义交情是不错 但还没到为他豁出 身家性命的地步 老李 你老实说 这位小哥是谁 刘勇悄悄凑近李天 低声问道 李天摇摇头 示意他不要多问 刘勇心里咯噔一下 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能让李天害怕成这样 郑广义 好心提醒你一句 快点给唐小姐道歉 否则后悔都来不及 陈汉龙冷笑道 道歉 我是什么身份 岂能给一个不入流的小明星道歉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既然打了我儿子 今天这事就不算完 我倒要看看 他是什么牛逼人物 你在找死 听到郑广义出言不逊 陈汉龙上前两步就要动手 算了 楚循开口道 说完 楚循朝着郑广义走过去 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郑广义想躲 可不知道为什么 却躲不开 我们走吧 楚循拉着唐柔向外面走去 陈汉龙看了郑广义一眼 冷笑一声 急忙跟上 众人有些疑惑 难道就这样完了 扑通 郑广义脸色突变 他感觉自己的双腿突然不受控制了 双腿一软 直接跪了下来 听到动静的陈汉龙回头看了一眼 一阵之后满脸幸灾乐祸 他知道这肯定是先生的杰作 唐柔也好奇地看了一眼 看到郑广义朝着他们的方向跪下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楚循嘴角掀起一抹嘲讽 既然不愿意道歉 那这辈子就这样跪着吧 他刚才拍郑广义肩膀的时候 两道真元之力已经传过去 破坏了他腿部的神经 这个世界上 除了自己 没人能一好郑广义的腿 我的腿 我的腿 郑广义彻底慌了 他试着挣扎 可双腿根本不受控制 刘勇和另一个男人 惊骇地看着李天 李天擦擦额头的冷汗 看着两人叹息道 这下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了吧 两人神色惊恐 急忙点头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郑广义肯定不是突然变成这样子的 一切都跟那个年轻人有关 我的腿 我的腿不能动了 是他 是他 郑广义想到了楚循之前拍他的肩膀 之后 他就变成了这样 已经陷入慌乱的他 李天叹口气 走过去想扶起郑广义 其他两人也跟过去帮忙 可他们使劲一扶 竟把郑广义拎了起来 身在半空双腿 还保持着下跪的姿势 爸 你的腿 挣钱早就吓傻了 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李天和刘勇等人 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 刘勇和两一个男人 更是感激地看着李天 如果不是李天 他们或许也会变成这样子 都是古江市有头有脸的人物 如果见谁都是这副跪拜的样子 那他们 还要不要做人了 楚循带着唐柔离开学校 陈汉龙负责三人的午餐 紫竹林会所 古江市最顶级的会所 没有之一 紫竹林会 笼络汇聚了古江市各方富豪大佬 汇聚成一张强大的关系网 据说 紫竹林会所的幕后老板 是个女人 极其神秘 几乎没人见过 紫竹林会所乃是会员制 毫不客气地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会员卡从铜卡 银卡 金卡 钻石卡 到最顶级的紫卡 铜卡只能在一到三层消费 银卡四到七层 以此力推 以陈汉龙的身份 也只有金卡 紫竹林会所从外面看很普通 但进到里面才知道 这里的奢侈程度 比起燕金赫赫有名的天上人间 也不堪多让 九层 一间豪华奢侈的贵宾厅中 唐柔看着满桌子的珍修美味 不由的食指大动 他虽然是个明星 但也没有获取紫竹林会员卡的资格 在这里 从来都是 但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 没有一个亿的资产 你连一张铜卡都无法获得 先生对这里还满意吗 陈汉龙略微有些得意的问道 论起 吃它可是行家 紫竹林会所的菜 在外面根本吃不到 还行 楚勋品尝了离他最近的几道菜 便放下筷子 楚勋哥哥 你嘴巴也太挑了吧 听说这里的厨师 都是从全国各地高价聘请的一方大师 唐柔对这些菜很是喜欢 楚勋轻笑 他吃过的东西 岂是这些能比的 你喜欢就多吃点 楚勋说道 楚勋哥哥 你吃过比这还好吃的东西吗 楚勋点点头 楚勋哥哥吹牛 我就不相信 还有比这里更好吃的菜了 除非楚勋哥哥吃过龙胆凤髓 唐柔浅笑着打趣 龙胆凤髓 我还真吃过 一些太古一种 比如九头黄金狮子 昆蓬等凶兽我也吃过 味道还不错 想当初 他斩下九头黄金狮子一颗头颅 炖了一锅汤 撕下昆蓬吃烧口 这些都是太古一种 大兄之后 那味道真是美味无比 楚勋哥哥真能吹牛 唐柔哥哥笑开了 他压根不信 这些都是神话里面的东西 怎么吃得到 倒是陈汉龙看了楚勋一眼 他有种感觉 楚勋说的绝对是真的 与此同时 郑广义被李天几个人 送到了是第一人民医院 医院的所有专家会团 列出了一系列的治疗方案 可他们不知道 就算他们再怎么努力 也治不好郑广义的腿 另外 白家也是所有成员汇聚一堂 除了白家的嫡系成员 还有一名脸色苍白的青年 王松 王松 你到底干了什么 说 白家家主白人安 冷眼盯着王松 怒喝道 王松下的身体一颤 我什么也没干 我也不知道 龙英会的人为什么要抓我 什么也没干 说得轻巧 那龙英会的人 为什么找上你 好好的寿宴 都是因为你 变成了这样子 既然这样 我只能把你交给龙英会了 白人安冷笑道 大哥 你先消消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还没弄清楚 一个小小的龙英 会敢跟我们白家对着赶 这里面绝对大有文章 白人安的弟弟 白人结站起身说道 有个屁的文章 我看龙英会纯属在作死 白家老三白人熊 站起来怒声道 父亲 你看这是 白人安看向一旁 闭目养神的白老太爷 白老太爷睁开眼 咳嗽了两声 慢吞吞地说道 白家在古江市 屹立百年之久 从来不是靠妥协存活的 一点小把屑 还不至于吓到 我这个糟老头 说完 慢慢地站起身 事宜庸人扶他进去 三兄弟朝着老太爷的背影 鞠个躬 父亲的意思 你们也听出来了吧 白人安看向自己的两个弟弟 眼底立芒闪烁 白人结合白人熊点点头 白家不容任何人挑衅 龙英会这只蚂蚱 蹦跋得太欢了点 让人很失厌烦 也是该清理清理了 白人安冷笑着说道 白家嫡系成员 纷纷点头 一场针对龙英会的阴谋 正在酝酿中 楚徐这边吃过饭后 正准备离开 唐柔邀请楚徐去他家 楚徐答应了 唐柔的父母以前对他很好 李英去拜访 电梯到了 门打开后里面还有人 楚徐三人进电梯后 里面的两个青年 盯着唐柔猛瞧 这不是最近穿红的那个小明星吗 叫唐什么来着 身穿白色西装的青年 盯着唐柔说道 张嘴满嘴酒气 唐柔 另一个平头青年说道 对对对 就是叫唐柔 近看长得还真不赖 白色西装青年凑近唐柔 你是不是唐柔 唐柔退后两步 皱皱眉 没说话 哎呦 还挺拽的 白色西装青年怪笑一声 伸手就去拉唐柔 陪哥哥去喝两杯 唐柔急忙躲在楚徐身后 白色西装青年抓了个空 滚开 白西装青年朝着楚徐吼道 陈汉龙脸色一怒 敢对楚徐无礼 上前一步就要动手 哄 一声巨响 电梯猛的颤抖了一下 白西装青年突然倒飞 就像是被大货车撞上一般 整个人猛地撞在电梯内壁 然后双眼一翻 软软地滑落在地 平头青年 吓得直接贴在电梯一侧 因为西装青年滑落后 电梯内壁被生生 撞出一个人形痕迹 陈汉龙放下手 不懈地看了一眼 昏死过去的白色西装青年 暗骂一声不知死活的玩意 唐柔既害怕又疑惑 他根本没看到 是谁出手的 电梯还有一男一女 惊恐地缩在角落 不敢吭声 电梯到了一楼 楚勋脸色平淡地拉着唐柔 先走了出去 白少 平头青年 这才敢查看 白色西装青年的情况 已经走出去十几米的楚勋 突然停下脚步 然后转身回来 他姓白 跟白家有关系吗 平头青年身子一颤 急忙到 他叫白泽 是白家二爷白人杰的儿子 把他带回去 楚勋对陈汉龙说道 陈汉龙走过去 抓着白泽的头发 拖着就走 回去给白家带个话 在把王松送来的同时 准备五个印 楚勋看着平头青年说道 陈汉龙神色一阵古怪 这白家真是够倒霉的 惹谁不好 偏偏惹上神仙一样的人物 活该他们倒霉 一楼大厅人来人往 昏死过去的白泽白 当成死狗一般拖着走 吸引好多人的目光 这不是白家的白泽吗 好像是 这么承着德行啊 跟死狗似的 看样子是昏死过去了 拖着他的人是陈汉龙吧 他敢对白家的人动手 这陈汉龙是疯了吗 竟敢在子竹灵会所闹事 周围的人怯怯私语 陈汉龙不懈地撇撇嘴 在子竹灵会所闹事怎么了 抱上楚勋的大腿 他现在可以说是 自信心膨胀到了极点 就在楚勋三人 快出门的时候 呼啦 一群保安人员把门堵了 电梯内都有监控 再说了 子竹灵会所每一层 都有负责人 一个年色阴柔的中年人 走过来 冷眼看着陈汉龙道 陈汉龙 你竟敢在我子竹灵会所闹事 真以为掌控一个龙鹰 会救了不得了 竟然是侯经理出面 他可是 直接带钻石会员的 看来 陈汉龙这次摊上大事了 可不是 还记得以前孙家吗 那可是资产几十亿的主 他们的家主在这里闹事 最后被侯经理 从十五楼扔下去了 孙家 后来也是树倒胡孙散 周围的人 有人提陈汉龙担忧 有人幸灾乐祸 楚勋哥哥 唐柔紧抓着楚勋的胳膊 他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 没事 楚勋轻声安慰 陈汉龙看着侯 经理 咧嘴笑道 侯经理 你也不用言语上威胁我 这白则瞎了狗眼 今天我无论如何 也得带回去 好好替白家教育教育 这是我和白家的事 你就别跟着参合了 你替白家教育 陈汉龙 你是吃了雄心 还是豹子胆了 白家的人 你也敢教育 不怕惹怒了白家 你辛苦打拼的事业 灰飞烟灭 侯经理也有些心惊 平时陈汉龙见了他 都是规规矩矩的 今天这言语间 竟是连白家都不看在眼里 这就不劳烦 侯经理替我担心了 今天这事 你就当都不知道 这样对你我都好 当然 不管你说什么 这白则我都得带走 这点就算白家老太爷 来了也拦不住 陈汉龙心里那个爽啊 平时见了这些人 都是低眉顺眼的 什么时候挺着腰敢说过话 侯经理眼神闪烁 他一时搞不懂 这陈汉龙乃来的底气 竟然连白老太爷也不酿 而且他也吃不准陈汉龙 是在虚张声势 还是真的有所依仗 侯经理 如果没别的事 麻烦让你的人让让 陈汉龙直指堵着 大门的保安说道 侯经理哪敢让陈汉龙 带走白则 如果真是这样 紫竹灵会所的招牌 算是砸了 陈董 紫竹灵会所的规矩 你是知道的 不管因为什么 这白家少爷 现在是我们的客人 我们有权保护客人的安全 所以 你不能带走他 侯经理拿捏不准 陈汉龙的底牌 称呼上也客气了很多 管我什么事 白则我今天必须带走 谁如果想来 可别怪我不客气 陈汉龙强硬的态度 让侯经理很是为难 陈董 不知道这白家少爷 怎么得罪您了 我先给您赔个不适 等他醒了 我再让他给您道歉 你看怎么样 侯经理想先拖住陈汉龙 然后通知白家 这样双方都不得罪 侯经理 你觉得这白则要是得罪了我 我真敢这样做吗 陈汉龙冷笑着反问 侯经理当然明白 以白家的势力 就算白则得罪了陈汉龙 陈汉龙也只能忍个肚子疼 但现在陈汉龙这么强势 那背后肯定有尊大佛 这白则到底得罪了谁 陈董就不要跟我打雅弥了 你也知道 我只是替人打工而已 侯经理不由地放低了姿态 陈汉龙看了楚寻一眼 看到楚寻平淡的神色 当下心里有了计较 楚寻并不反感他狐假虎威 当下对着楚寻一弯腰 然后看向侯经理 陈汉龙这个动作 让所有人的视线 聚集在楚寻身上 侯经理一愣 原来郑主在这里 不过他很疑惑 古江市的各路大哨 他几乎都认识 可眼前这位 他从来没见过 难道是来自上面那些大家族 侯经理心里猜想 请问先生是 侯经理小心地开口问道 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楚寻淡淡地开口 楚寻说的是实话 可侯经理却不这么想 普通人能让陈汉龙卑躬屈膝 侯经理有些头大 摸不清对方的来路 这是一个处理不好 他的工作生涯也到头了 此时 会所顶层一间豪华办公室内 一个妖娆艳丽的角色女子 正慵懒地躺在沙发上 一双妩媚至极的眼睛 看着面前茶几上的电脑视频 视频中 正是之前电梯里发生的那一幕 鬼老 能看出什么吗 女人一开口 声音带着无尽的魅惑之意 足以让男人骨头酥软 随着女人的话 一个身穿黑色糖妆的老者 突兀地出现在女人身边 看了一遍视频 然后低下头道 看不出来 女人好看的眼睛微微一闪 诱人的红唇微微撅起 玩味地说道 竟然连鬼老都看不出来 真是奇事 小姐 此人不可为敌 老人低着头说道 哦 为什么 女人漫不经心地问道 危险 老人说完想了想 再次开口 她很危险 女人猛地坐直身子 刚才的妩媚之意 消散得无影无踪 换之而来的是严肃和干脸 开口道 鬼老 去试试她 是 老人硬道 然后身子一闪 失去了踪影 侯经理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 电话接通后 侯经理没说话 只是神色恭敬地应了几声 挂掉手机 侯经理走过来对楚勋说道 有人想见你 陈汉龙脸色一怒 楚勋是什么人 岂是别人想见就见的 还没等陈汉龙说话 楚勋率先开口 带路 侯经理做个请的手势 然后在前面带路 先生 那他 陈汉龙直指昏死过去的白泽 不用管他 他若是丢了 这紫竹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前面带路的侯经理有些生气 但终究没说什么 侯经理带着楚勋三人 乘电梯直接上到顶楼 然后在一间房间门前停下 几位请进 说完后 快速离开了 跑得跟野狗似的 陈汉龙咕咬 楚勋扬扬嘴角 侯经理在害怕 至于害怕东西 应在这扇门后面 先生请 陈汉龙伸手推开门 结果脸色猛变 不由自主地猛退几步 唐柔也是身体一颤猛地 缩进楚勋怀里 因为门推开后 里面一片漆黑 从外面看 就像是一只猛兽 张开大嘴 等着吞噬猎物一样 楚勋的眼神冷了几分 然后拍拍唐柔的背 说道 你们两个在外面等我 说完 迈步走了进去 楚勋刚走进去 身后的门自动关上了 里面一片死寂 伸手不见五指 楚勋嘴角勾起一抹不屑 他突破练气中期后 神念也跟着突破 可以覆盖周围五十米 神念开启 房间的一切 自然出现在脑海中 这个房间 但并不是空无一物 房间还有人 一个隐藏在天花板上的人 呼 一阵阴风刮过 荡起楚勋的衣角 楚勋神色不变 眼睛带着明显的不屑 刚才隐藏在天花板上的人 对他发动了袭击 不过只是 从他身边掠过 并没有出手 这算什么 装神弄鬼 还是吓唬他 呼 楚勋的周围 再次刮过一阵禁风 楚勋差点笑出声来 这次这个老人 竟然凭借他可笑的速度 在他身边绕了一圈 然后又在角落隐藏起来 隐藏在角落的鬼老 也是满脸疑惑 他两次行动 楚勋都无动于衷 难道是自己的速度太快 对方没有感觉到 再来一次 鬼老在漆黑中 连影子都没有 急速朝着楚勋掠去 可就在他刚掠到 楚勋身边的时候 突然全身汗毛都炸开了 因为就在他眼前的楚勋 突然消失了 就在这时 他感觉有人 对着他后脖梗吹气 这让他一股良意 顺着尾巴骨 直窜天灵盖 鬼老猛地转身 可身后什么都没有 这时 他再次感觉到 有人在他背后 对着他的脖子吹气 鬼老身体一颤 身子猛地朝前窜出 一眨眼就是十几米 他之所以叫鬼老 就是因为他的速度 快到连影子都没有 当他停下 想找出楚勋的身影 那种让他汗毛耸力 如鬼吹风般的感觉又来了 鬼老刷的一声 再次窜出 这次没有停 直接绕着房间 急速绕了好几圈 然后猛地停下 对着身后猛地拍出一掌 鬼老相信 不管楚勋再怎么神出鬼没 也不可能躲开 他的突然袭击 呼 掌风撕裂空气 这一掌什么都没击中 漆飞的房间里 只有鬼老的心 在扑通扑通狂跳的声音 出来 鬼老怒吼一声 朝着周围一连挥出好几掌 可结果都只是击中了空气 祝你玩得愉快 悠悠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房间门打开 透进一丝亮光 然后又很快合上 楚勋突然出现 把正在焦急等待的 唐柔和陈汉龙吓了一跳 楚勋哥哥 你没事吧 唐柔关心地问道 楚勋摇摇头 道 我们走吧 先生 里面是 陈汉龙好奇地问道 里面是个很好玩的地方 楚勋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他随手布置的小型幻症 足够让鬼老中生难忘了 房间门打开的时候 鬼老知道楚勋要离开 大吼一声 给我留下 然后朝着门口窜去 可他刚踏出一步 眼前的景象猛的一变 这是什么地方 鬼老瞪大双眼 四周怪石凌厉 阴风呼啸 周围一片阴霾 这地方不会有怪物吧 鬼老心想 吼 一声惊天动地的怪吼声乍响 让鬼老身子猛的一颤 他僵硬地转过身子 顿时下的亡魂接冒 在他身后的一处怪石之上 一只尖嘴獠牙 像狮子又像虎的怪物正盯着他 小山大小的身躯 心红的双眼 嘴里滴着粘稠的唾液 怪物嘶吼一声 猛地朝他扑来 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 鬼老双 腿发软 连逃跑都做不到 直接瘫倒 完了 鬼老下意识地闭上双眼 觉得自己这次死定了 一秒 两秒 三秒过后 鬼老没有感到疼痛 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 结果 双眼豁然睁圆 呆滞地看着眼前飘落的大雪 周围白茫茫一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鬼老都已经有些神经质了 嘴里呢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天上会不会下刀子 羞羞 尖锐的破空声响彻天空 鬼老抬头看去 吓得心脏 差点停止跳动 只见漫天泛着寒光的利刃 铺天盖地的从天而降 顶层房间的女人 在视频上看着楚勋离开 猛地站起身 朝外走去 你们跟我来 门口的两个保镖 急忙跟上 三人来到鬼老所在的 那个房间门口 女人按下一个隐晦的按钮 哗 漆黑的房间被灯光照亮 犹如白昼 推开门进去 三个人僵在原地 只见鬼老面无人色 衣衫看上去 凌乱犹如乞丐 整个人倒在地上不断抽搐 明显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还愣着干什么 快救人 女人喝倒 没想到 女人这一生 把鬼老拉回现实 意识慢慢开始恢复了些 本来是要送去医院的 鬼老示意 直接上顶楼 鬼老被抬上顶楼 女人挥退两个保镖 她知道 鬼老一定有话要说 鬼老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人明显有些惊慌 鬼老可是她现在最大的依靠 鬼老喝了几口水 精神恢复了不少 想起她的遭遇 不由地打个寒颤 小姐 此人千万不可为敌 她很厉害 女人问道 岂止是厉害 根本非人力所能对抗 鬼老心有余悸地说道 女人明显有些吃惊 有些不相信地开口道 非人力所能对抗 她难道是神不成 没想到 鬼老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就算不是神 也差不多 女人猛地一阵 眼神闪烁 不知道在想什么 梁九才道 依鬼老所见 值得我们依附吗 最起码 现在值得 鬼老肯定地说道 女人沉默不语 眼神却开始坚定 鬼老悠悠叹息一声 神色有些无奈 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等了 楚勋和唐柔 陈汉龙三人 带着白泽离开了 这次没有人阻拦 出了紫竹灵会所 楚勋本来打算让陈汉龙 把白泽带到龙英会 他去唐柔家拜访 结果接到孙英的电话 说是楚勋让他找的人找到了 陈汉龙开车 先把唐柔送回家 然后载着楚勋 赶往龙英会 孙英和泰坦 早在龙英会总部的 庄园门口等了 车子停下 泰坦庞大的身躯 几步越过孙英跑过来 替楚勋打开车门 孙英眼睛鼓起 不满地瞪着泰坦 人呢 楚勋问道 人在里面 先生请 别墅的地下室 被改建成了私人牢房 几人来到地下室 先生 他们就在里面 孙英指着一个房间说道 楚勋走过去 打开房门上的小窗口 往里面看去 只见三个青年 缩在房间的角落 神色恐惧 正是他以前的室友 郑良 赵岳波和李一鸣 他们三人 现在已经走上社会 开始工作 突然被带到这里 可是吓得不轻 楚勋打开门走进去 三人的视线 同时看向楚勋 好久不见 楚勋轻声道 三人神色疑惑 他们并没有认出 现在的楚勋 三年时间 看来足够让人 忘记太多东西 我是楚勋 楚勋话音落下 三人差点跳起来 你是楚勋 郑良扶正眼镜 奸声道 赵岳波满脸 震惊地看着楚勋 你还活着 李一鸣脱口出 楚勋眼睛微微咪了咪 他看向李一鸣 那张过分惊讶的脸 问道 你好像对我还活着很吃惊 李一鸣身子轻颤了一下 不自然地笑道 是有些吃惊 毕竟你消失三年了 你刚才问的是我怎么还活着 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楚勋声音冰冷 没有没有 我只是有些惊讶 再次见到你 李一鸣眼神躲闪 急忙开口 楚勋嗤笑一声 当年我被抓走 你们三个亲眼所见 我想问问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没有传出一点风声 据他了解 当年他被抓走后 好像所有人不知道他失踪了 就算别人不知道 可是三个人 眼睁睁看着他被抓走 为什么三间齐口 没有透露任何风声出去 我们 赵岳波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说吧 念在我们层是同窗 我不会为难你们 也希望你们 不要让我为难 楚勋开口说道 声音没有任何波澜 三人垂着头 沉默不语 楚勋悠悠叹口气 救 这三人不说 他也有很多办法知道答案 比如搜魂 但他不愿意这么做 他们只是普通人 神经脆弱 若是搜魂 会对他们的脑神经 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你们当真不愿意说 楚勋神色有些悲切 这三人曾是他的室友 是他大学时最早认识的朋友 楚勋 我 郑良习惯性浮浮眼镜 刚开口 却被李一鸣尖声打断 楚勋 你凭什么囚禁我们 你知不知这样做是犯法的 楚勋眼神开始变得冷漠 盯着李一鸣道 希望你别耗尽我 仅存的那点善念 李一鸣眼神躲闪着 故作强硬的大喊 你想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这可是法治社会 等我出去就去告你 楚勋眼神已经完全冰冷 他已经断定 当年警察从他床上搜出毒品 这是跟李一鸣脱不了关系 既然你不愿意说 就别怪我 话音落下 根本不容李一鸣反抗 楚勋一把扣住他的脖子拉过来 另一只手贴上他的头顶 掌心针圆迸发 李一鸣身子猛的一颤 眼神开始呆滞 搜魂术 以楚勋现在的修为 施展搜魂术 还有有些吃力 好在李一鸣意志力薄弱 大量的信息传进楚勋脑海 楚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几分钟后 咔嚓 刺耳的鼓裂声 李一鸣脖子软软的搭了下来 得到信息的楚勋 毫不犹豫地捏碎了李一鸣的脖子 郑良和赵月波下的呼吸一致 眼珠子凝固 楚勋随手把李一鸣的尸体扔在角落 尸体落地砰的一声 溅起一阵尘土 郑良和赵月波霜 腿一软 相继瘫倒 楚勋冷眼看着两人 只是眼神带着苦涩 原来如此 太多不解 现在已经有了答案 当年警察从他床上搜出的毒品 是李一鸣亲手放的 事后 李一鸣收到了50万的好处费 至于郑良和赵月波 他们在收到了李一鸣十万块钱后 选择保持了沉默 楚勋转身出门 孙英和陈汉龙看到楚勋出来 急忙迎上来 把他们两个放了吧 楚勋对孙英说道 两个 不是三个吗 孙英一阵疑惑 身头朝里面看了一眼 顿时脸色一变 急忙点头道 先生放心 我来处理 楚勋微微汗手 郑良和赵月波最不至死 至于怎么封住他们的嘴 相信孙英会有办法 这个给你 楚勋不喜欢欠人情 他拿出一块玉牌 递给孙英 保命玉牌 陈汉龙眼珠子鼓起 楚勋给的就是暖玉制作的玉牌 带上寒暑不清 更能保命 他的已经在就泰坦的时候用掉了 孙英听陈汉龙说过玉牌的神奇 当下双手颤抖着接过来 脸色狂喜 你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 陈汉龙酸溜溜地说道 是是是 孙英猛点头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玉牌贴身收好 陈汉龙不无妒忌地撇嘴道 至于吗 又没人跟你抢 孙英黑黑笑着装傻 他又不是没看到 陈汉龙眼底的垂涎之色 楚勋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旁边的一个房间传出几声惨叫 白泽 楚勋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孙英和陈汉龙对视一眼 脸色一变 他们都明白 楚勋抓白泽的意思 用白泽交换王松 孙英之前还交代过泰坦 好生看守白泽 不能虐待 白泽出事 那就有负于楚勋的交代 他不想因此给楚勋留下半事不利的印象 想到这儿 孙英心里开始忐忑不安 楚勋朝着关押白泽的房间走过去 陈汉龙狠狠地瞪了一眼孙英 孙英满脸懊悔 楚勋打开门上的小窗口 朝里面看去 只见瘦小的白泽 被泰坦一只手拎着脖子 另一只手化作铁拳 横往肚子上招呼 住手 孙英怒吼一声 打开门 楚勋三人走进去 你在干什么 孙英满脸怒意 先生 泰坦看到楚勋 急忙鞠了一躬 然后看向孙英 垂下头道 英哥 你处罚我吧 孙英瞪着眼睛 泰坦是他最信任的手下 他真设不得处罚 但他更不愿意惹恼楚勋 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 楚勋开口了 看着泰坦问道 你跟他有仇 泰坦也不隐瞒 重重地点点头 孙英跟陈汉龙惊讶地看着泰坦 不明白 他怎么会跟白泽结仇 说说吧 楚勋说道 泰坦咬咬牙 然后问声问气地说了起来 原来泰坦有个妹妹 在念大学的时候 被白泽强暴了 泰坦的父母找学校理论 可学校却说是泰坦的妹妹勾引的白泽 还把女孩开出了学籍 泰坦的父母报了警 可警方却以缺少证据为由 一拖再拖 面对庞然大物白家 一对普通夫妇又能如何 泰坦的父母本想带着女儿 到别的城市生活 可就在临出发的前一个晚上 白泽竟然带人冲进泰坦家 当着泰坦父母的面 再次强暴了泰坦的妹妹 泰坦的妹妹因受不了羞辱 最后纵身从楼上跳下 当时泰坦在国家特殊部队任职 听说这事以后 不顾纪律私自返回古江市 泰坦在他妹妹墓碑前发誓 定要杀了白泽为妹妹报仇 泰坦蹲守了一个多月 终于有一次在一家酒吧堵住了白泽 可惜没杀了白泽 只是杀了白泽身边的一个保镖 从此泰坦就成了通缉犯 迫于无奈 他选择加入龙英会 伺机报仇 孙英和陈汉龙相视一眼 他们都没想到 泰坦这个铁蒸蒸的汉子 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楚律看了一眼泰坦 他相信泰坦说的是真的 诉说的过程中 泰坦这个两米高的大汉 眼眶发红 双拳紧握 白泽被泰坦几几铁拳 揍成了猪头 此时蜷缩在地上 泰坦说完之后 他突然黑黑怪笑起来 笑了一阵后 阴测测地说道 本少爷玩的女人多了 看上你妹妹 那是她的福气 从来没有人敢拒绝本少爷 你妹妹是咎由自取 不过说真的 这小妞的滋味 真是妙不可言 我杀了你 泰坦红了眼睛 朝着白泽扑去 陈汉龙和孙英一正 急忙扑过去 拦住泰坦 泰坦 你冷静点 孙英大吼 龙哥 英哥 你们放开我 让我杀了这个杂碎 事后我会去自首 绝对不会连累兄弟 泰坦死死地盯着白泽 声音嘶哑地说道 白泽是楚循 让他们关押在这里的 如果让泰坦杀了 他们怎么交代 再说了 白泽是白家的人 如果没有楚循 他们拿什么承受 白家的怒火 如论如何 他们都不能让泰坦杀白泽 白泽爬起来大笑 陈汉龙 孙英 我就知道 你们不敢让我死 白家的怒火 你们承受不起 还有你 白泽一指泰坦 嚣张地说道 你杀不了我 但如果我出去 你一定会死 你他 骂给老子闭嘴 陈汉龙双眼喷火 朝着白泽怒吼 陈汉龙 我不知道 你有几个胆子 竟然绑架我 但我告诉你 最好求着我出去 否则 你们就等着我们 白家护卫队 踏平你的龙音会吧 楚循面无表情地 看着白泽 后悔在电梯里面 让他昏死得太快了 你认识王松吗 楚循开口后 纠缠的陈汉龙 孙英和泰坦 下意识安静下来 白泽记得 在紫竹林会所的电梯里 见过楚循 但他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昏死过去的 你该不会是 跟着王松混的吧 白泽想了想 反问道 陈汉龙三人 眼珠子鼓起 古怪地看着白泽 这么说 你认识王松 楚循道 王松算什么东西 给我提鞋都不配 白泽仰着头 不屑地说道 很好 楚循笑了 扭头看向陈汉龙说道 现在给白家打电话 让他们现在 就把王松送过来 是 陈汉龙应道 对于楚循的话 他不需要问为什么 只要照做就行 陈汉龙直接打电话 给白人安 电话接通后 陈汉龙照着楚循所说的 让他们 把王松现在送过来 陈汉龙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命令我 我现在实话告诉你 你的天元集团还有你 都等死吧 陈汉龙开的免提 手机里 响起白人安愤怒的声音 既然不愿意 那后果自负 这句话是楚循说的 说完后 示意陈汉龙 直接挂掉通话 楚循看向白泽 白人安是你大伯吧 不知道你这个侄儿 他在心中有多少分量 楚循语气平淡 但白泽却不禁打个寒颤 一股不妙的感觉 从心头浮起 泰坦 你有件事需要你来做 泰坦急忙弯下腰道 我的命是先生就得 别说一件事 就算实践百践 泰坦也绝不会皱下眉头 楚循轻轻一笑 然后病指如刀虚空一划 啊 白泽突然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陈汉龙三人 被白泽突然发出的惨叫 吓了一跳 扭头看去 顿时目瞪口呆 石化在当场 只见白泽的右手食指 突然分离掉在地上 伤口平整犹如刀切 鲜血喷洒出一米多远 白泽淒厉的惨叫着 浑身止不住的颤抖着 联想到楚循之前的动作 陈汉龙和孙英 倒吸一口冷气 太可怕了 挥指如刀 泰坦眼底爆发出痛快的神色 泰坦 把这根手指送到白家 楚循嘴角扬起一抹邪笑 想了想继续道 如果白家没有把王松送过来 那么每过一个小时 就送去一根手指给白家 说完 转身朝外面走去 泰坦愣愣地 看着楚循的背影 还愣着干什么 快谢谢先生 陈汉龙心思灵敏 出声提醒泰坦 龙哥 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孙英也弄不明白 陈汉龙一阵无语 这两人真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开口道 先生是不是说过 每隔一小时 给白家送去一根白泽的手指 孙英和泰坦点头 这话楚循刚说过 你们动动脑子行不行 陈汉龙扶着额头做痛苦状 竟然每隔一小时送一根手指 现在只有一根 剩下的手指从哪来 孙英和泰坦相视一眼 然后同时摇摇头 你们真是猪 陈汉龙真心无语了 指着泰坦道 没有就砍一根 砍指头会不会 泰坦眼神一亮 想明白了 陈汉龙问道 泰坦使劲点头 若是还不明白 他真跟猪差不多了 楚循这是在给他报仇的机会 泰坦朝着楚循的背影跪下 连磕三个头 别弄死了 记得留他一口气 先生还得用他换王松呢 陈汉龙提醒了一句 泰坦刚要点头 突然楚循声音 同时在三人脑海中响起 不用顾忌 白泽的死活无关紧要 三人被害得差点跳起来 放眼看去 楚循早已离开 他的声音怎么会出现在 他们的脑海中 泰坦动了动嘴 却没发出任何声音 朝着楚循的背影 再次磕了三个头 龙哥 孙英看着陈汉龙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陈汉龙没有说话 只是拍了拍孙英的肩膀 因为他也处在震惊当中 这里交给你了 陈汉龙对孙英说了一句 然后快步去追楚循了 孙英看了看泰坦 拍拍他的肩膀 这里交给你了 既然先生发话了 就不需要再顾忌 尽管放手去做 说完后 也快步离开了 孙英一路追到门口 刚好看到陈汉龙的车 呼啸而去 他懊恼的一拍脑袋 后悔跑得慢了点 不过很快 他便咧嘴笑了起来 然后小心地掏出保命玉牌 躺在手心 视若珍宝 楚循回到乾隆山庄别墅 说实话 修仙是孤独 寂寞 枯燥的代名词 修仙者几乎所有的时间 都是在修炼中度过 楚循对这种生活习以为常 别墅的灵气 先前被他吸收一空 不过有乾坤引灵阵 在不断输送灵气 经过一天 这里的灵气再次充沛 楚循盘坐下来 很快进入修炼状态 深夜 修炼中的楚循新生感应 突然睁开眼 眉宇间带着冷然 目光射向东南方向 东南方向 正是龙英会总部所在的地方 而此时 龙英会总部庄园的大门 早已倒塌 50名身穿白色镜装 白部蒙面敌人 正在挥舞手中的长刀 对龙英会成员发动进攻 龙英会有3万帮众 驻守总部的有300人 都是龙英会的精英 可这些精英遇到白衣人 却毫无招架之力 这些白衣人进退有序 手段很辣 刀刀致命 明显是经过特殊训练过的 龙英会的人 已经死伤一百有余 而白衣人 只不过重伤三四人 这三四个人 都是伤在陈汉龙 孙英和太太手里 一个龙英会的人 受伤倒地 刷 白衣人手中的长刀 毫不留情地 砍向他的脖子 陈汉龙大吼一声扑上去 拼命轰出一拳 逼退白衣人 救下受伤的龙英会成员 二 孙英红着眼 衣衫被鲜血浸透 这不是他的血 从始至终 龙英会的人都将他护在身后 这是他兄弟的血 吃 鲜血飞剑 一个龙英会的人 被白衣人一刀断喉 杀 孙英怒吼着 挥起手里的砍刀 朝着白衣人扑去 白衣人手中长刀挽个刀花 凌厉地劈向孙英 孙英陷入癫狂 不管不顾 手中的砍刀 劈向白衣人的脑袋 英哥 太坦着急地大吼 想去帮忙 但脱不开身 白衣人眼底闪过一丝不屑 劈向孙英的长刀 迅猛的几分 陈汉龙和龙英会的人大急 满脸露出浓浓的悲哀之色 白衣人的长刀 比孙英的砍刀快得多 他仿佛已经看到 孙英血剑当场的场面 眼神带着猙獰的笑意 可很快 他便笑不出来了 就在长刀即将砍中孙英脖子瞬间 凭空突然升起一阵涟漪 他的长刀如同砍在铁板上 不但没伤到孙英 反而铲点阵断自己的胳膊 仔细看 他的胳膊在微微颤抖 白衣人眼神中充满惊骇 可惜 他永远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因为孙英的砍刀 已经当头劈下 噗痴 白衣人的脑袋 在孙英暴怒一击下 被生生砍成两半 脑浆之类的黄白之物四溅 令人遍体生寒 突然发生的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刀劈死白衣人 孙英自己也愣住了 不过 很快他便明白 这一切都是因为储勋 给他的保命御牌 同样想到的 还有陈汉龙 陈汉龙和孙英 简直可以用 狂喜来形容 这些白衣人太恐怖了 除非有奇迹 否则他们龙英 会这三百多人今晚 肯定会被图灭 陈汉龙回想 他下午 送楚勋回去后 他便返回龙英会总部 没想到 半夜突然 受到这些白衣人的袭击 本来他还没当回事 可当他看到这些白衣人 杀人如切菜后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情急之下 他拨了楚勋的电话求救 可发现周围的信号 全部被屏蔽了 接下来 他和龙英会的成员 全部陷入苦战 以至于都忘了 保命御牌的事 本以为死定了 却没想到奇迹 真的发生了 龙哥 太太 你们带着兄弟们退后 这里交给我了 孙英大喊道 有保命御牌 连子弹都不怕 还会怕几把破刀吗 孙英现在犹如神柱 信心倍增 他要大开杀戒 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陈汉龙神色微变 他知道 保命御牌并非永久性的 刚想劝阻孙英别冲动 谁曾想孙英 已经挥舞着砍刀 冲了出去 杀 孙英如同霸王重生 毫无顾忌地冲向白衣人 那种豪迈狂放 那种霸气 那种无可匹敌的姿态 连孙英自己都迷醉了 之前孙英一刀 将一个白衣人的脑袋 砍成两半 暂时镇住了其他白衣人 看着孙英嚣张地 朝他们杀来 剩余的白衣人一震之后 眼神纷纷愤怒起来 几个白衣人挥刀 迎向孙英 可刚才诡异的一幕 再次出现 他们的长刀 被凭空出现的涟漪挡住 不但没伤到孙英 更是吃了苦头 手臂差点被震断 孙英手里的砍刀横扫 吃吃 有两个白衣人 反应不及 或许是他们太拖大 竟被孙英的砍刀 将两人的肚子划开 一时间鲜血狂飙 连肠子都流了出来 空气中 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两个白衣人 难以置信地 看着露在外面的肠子 眼神带着不甘和后悔 砰的一声倒下 尸体倒地后 溅起一阵尘土 更是让所有人身体 不由得一颤 死人 他们见多了 但孙英太诡异了 刀枪不入 所有白衣人 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远离孙英 孙英一刀 秒杀两个白衣人 不但震慑住 剩下的白衣人 连他自己都愣了 现场气氛有些诡异 孙英刀枪不入 白衣人举步步前 一时间场面 呈现僵持状态 陈汉龙松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楚勋给的 保命御牌 以这些白衣人的身手 他们今晚 肯定凶多吉少 你们是什么人 陈汉龙沉声问道 白衣人突然袭击 他们仓皇迎战 到现在都不知道 对方是谁 你没有资格知道 一个身材高大的白衣人 上前两步说道 他的白衣领处 多出一圈金色 有别于其他白衣人 应该是这些人的首领 妈的 还敢装逼 孙英现在自信心 极度膨胀 谁都不看在眼里 听到白衣人首领 嚣张的回答 当下怒骂 随之砍刀扬起 杀 孙英犹如拼命三郎 再次朝着白衣人群冲去 孙英有底子 速度不慢 几个剑步 冲到白衣人首领跟前 举刀就砍 白衣人首领 眼底的狠辣 一闪而过 手中长刀蜻蜓 以阴险刁钻的角度 刺向孙英的下体 混蛋 孙英怒骂一声 狠狠地劈下去 长刀袭身 凭空起连衣 无形的力量 阻挡了白衣人首领的攻击 白衣人首领 脸色顺变 足下发力 身体倒射 竟轻松地躲开了 孙英下批的砍刀 孙英一刀落空 对白衣人首领的身手 暗自吃惊 如果不是保命玉牌 他恐怕在对方手里 走不出三个回合 孙英不是傻子 他明知 打不过白衣人首领 也没再继续进攻 而是挑衅地看着他 白衣人首领 也是眼神带着不屑 他虽然吃惊孙英 刀枪不入的神奇 同时也在鄙视 孙英的速度太慢 双方再次陷入了僵持 则则 白家的人还是这么没用 突然 一道飘忽不定的阴森声响起 话音消散 一道黑色身影 突兀地出现在孙英 和白衣人中间 孙英和白衣人 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陈汉龙和孙英这才明白 这些白衣人 都是来自白家 目的肯定是为救白则 你是谁 这次是白衣人首领 先发问 眼神警惕地盯着黑色身影 因为这人一语道破 他们的身份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了 白家的护卫队 还是这么废物 来人声音 有些苍老 应该上了年纪 一身黑衣折身 只露出一双阴翼的眼睛 这一点倒跟白家的人很像 只是衣服颜色不同 白衣人首领冷哼一声 道 少在这里装神弄鬼 我们白家护卫队 还轮不到你来评价 你们还真没资格让我评论 只不过十年前 我曾发过誓 迟早要杀进你们白家的人 黑衣人音音的眼神 开始变得狠毒 大言不惭 白衣人首领失笑道 是不是大言不惭 你马上就知道了 话音落下 黑衣人化作一道残影 朝着白衣人首领略取 刷 白衣人首领长刀青斗 带起一片寒芒扫向黑衣人 黑衣人眼神带着不屑 无视扫来的长刀 一掌拍出 叮叮 树道声响 在众人惊异的眼神下 白衣人首领手中的长刀 节节崩断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竟然以肉掌 将长刀击断成好几节 真是恐怖 碰 击断长刀 黑衣人的手毫不留情地 印在白衣人首领的胸膛上 咔嚓 白衣人首领胸腔塌陷 身体倒飞 跌落在十几米开外 气息全无 一掌毙命 众人静若寒蝉 黑衣人一掌 击杀白衣人首领 眼神更加残忍 身如闪电般 略向其他白衣人 首领都死了 剩下的白衣人 早已乱了阵脚 岂是黑衣人的对手 黑衣人一双手掌 犹如死神的镰刀 白衣人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凄厉的惨叫声不断响起 白衣人不断倒下 眨眼间 五十个白衣人 除了被孙英杀掉的 只有七八个 惊恐地嘶吼着 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其他都死在黑衣人手上 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我数三个数 只要你们跑出大门 我就饶你们一命 黑衣人宁笑着说道 一 黑衣人刚开口 七八个白衣人 朝着倒塌的大门 拼命狂奔 这里距离大门 大概三十米 这些白衣人本就身手不弱 此时逃命 更是不遗余力 瞬间冲出去十米 二 黑衣人眼神戏虐 如猫戏老鼠 三 最后一个数字出口 黑衣人身影一晃 化作一道黑影 朝着白衣人掠去 眨眼就是十米 他掠过的地方 竟挂起几道小型旋风 可见其速度之快 凄厉的惨叫声再次响起 白衣人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可放在黑衣人面前 根本不够看 狂奔的白衣人接连倒下 冲在最前面的白衣人一只脚 已经踏出大门 脸上不由地 浮现出劫后余生的笑容 是 白衣人身体一将 难以置信地看着从胸前穿出的手 给过你们机会了 可惜你们没抓住 黑衣人猛地抽回手 白衣人尸体倒地 陈汉龙和孙英 以及其他帮众眼皮直跳 因为黑衣人抽回手后 他的手心捏着一颗鲜红的心脏 陈汉龙最先反应过来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龙英会定会报答大恩 黑衣人转过身 因为杀戮 而愈发残忍的眼神扫尸一拳 所有人都不禁打个寒战 不用谢我 很快你们就会恨我 黑衣人阴瑟瑟地说道 陈汉龙身体不由地轻颤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他虽然看到黑衣人的脸 但却能感觉到 对方隐藏在黑部下 那嗜血的凝笑 前辈说笑了 你救了我们 我们怎么会恨你呢 你们会的 因为你们都会死在我手里 黑衣人说完 眼神看向孙英 就从你开始吧 二 黑衣人的目光 残忍而猙獰 犹如毒蛇 饶使孙英身怀保命御牌 也不禁感受到一股寒意 下意识地打个寒战 刷 黑衣人身影 一晃失去踪迹 再次出现 已是站在孙英面前 一掌拍出 凭空声连依 保命御牌显微 黑衣人这一掌 没能击中孙英 被挡了下来 碰 一声闷响 黑衣人眼神突变 身体倒翻出去 落地后 黑衣人眼神阴翼 却带着亥然 胳膊微微颤抖 孙英失去额头的冷汗 他刚才也吓得不轻 黑衣人的身手太恐怖了 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有点意思 黑衣人声音嘶哑 眼神开始炙热 露出垂涎之色 他之前 在暗中就发现了孙英的古怪 刚才这一掌 只是试探 看来他的猜测 是对的 孙英身怀宝物 如此一宝 应当归自己所有 刷 黑衣人身影再次略动 这次目标却是陈汉龙 抓到陈汉龙 他就不相信 孙英不乖乖交出宝物 龙哥 小心 孙英急吼 朝着陈汉龙奔去 想要阻拦 可黑衣人的速度太快了 几乎是眨眼 就出现在陈汉龙面前 陈汉龙手脚冰凉 面对黑衣人 他毫无反抗之力 其他龙英会成员 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闪电般抓去 住手 孙英牙字欲裂 拼命大吼 黑衣人扭头 看了他一眼 带着浓浓的不屑 陈汉龙面色惨白 他明白自己这次 恐怕再劫难逃 黑衣人的手掌 已经贴上陈汉龙的脖子 就在这时 一只白皙的手掌出现 并指如刀 轻轻一划 吃 如刀切豆腐的声音 黑衣人感觉自己的手 不受控制了 他感觉不到自己的手了 啪 一只断掌 跌落在地发出轻响 黑衣人呆呆地看着地上的断掌 然后再看向自己的手腕 他的手没了 地上的断掌 是自己的 自己的手 是怎么断的 为什么感觉不到疼痛 为什么不流血 还没等他想明白 难以忍受疼痛 从断腕处弥漫全身 让他整个人 如同静卵一般抽搐起来 啊 黑衣人忍不住 发出一声惨叫 随着惨叫声 断腕处鲜血喷涌 直接喷了陈汉龙一身 陈汉龙被鲜血喷的一个机灵 扭头看去 顿时狂喜出声 先生 孙鹰也满脸狂喜的 跟着喊出声 先生 楚循微微汗手 然后轻飘飘地拍出一掌 碰 黑衣人如遭重锤击打 大口咔着血道飞出去 跌落在十几米开外 龙鹰会所有成员石化在当场 他们都见过楚循 也见过陈汉龙和孙鹰 对楚循恭敬有加 之前他们不明白 现在终于明白了 黑衣人在他们眼里如同恶魔 无可匹敌 可楚循举手投足间 就将这个他们认为 无可匹敌的恶魔打成死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所有人看楚循的眼神都变了 变得恭敬和畏惧 你们没事吧 楚循询问 陈汉龙和孙鹰同时摇摇头 眼神飘向死去的龙鹰会成员 神色悲切 他们是什么人 楚循看着死去的白衣人问道 是白家的人 孙鹰狠声说道 楚循眼神闪过一抹灵力 这次是他大意了 他想到白家不会轻易就范 却没想到他们会进攻 龙鹰会总部 他是什么人 楚循看向黑衣人 若是他来的稍晚点 恐怕陈汉龙早就死了 陈汉龙摇摇头 把黑衣人出现之后的事情 说了一遍 楚循听完 陷入沉思 就在这时 跌落在十几米外的黑衣人 突然弹起 朝着大门外掠去 谁都没想到黑衣人 竟然还能逃跑 陈汉龙和孙鹰更是不可思议 断腕部说 受了楚循一掌 还能逃跑 倒是楚循像是早撂倒一般 嘴角微微勾起 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碰 急速逃跑的黑衣人倒飞回来 楚循的身影出现在黑衣人身边 眼神带着嘲弄 我问你答 别想着逃跑 那样只会让你死得更快 黑衣人眼神惊恐 断腕处的血还在流 他对自己的速度一向很自信 可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根本没看到 楚循是怎么出现在面前的 黑衣人明白 比起眼前的这位青年 他差得太远了 听到楚循的话 黑衣人点头 他已经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只在心里 祈求回答完问题 对方能饶他一命 你是谁 楚循问道 黑衣人 黑衣人答道 语气竟带着思思得意 楚循神色疑惑 你是黑衣 暗榜排名第十的黑衣 陈汉龙 孙英先后惊呼 注意到楚循的眼神 陈汉龙急忙开口解释 先生有所不知 这黑衣人是个杀手 在暗榜排名第十 暗榜是什么 楚循不解地问道 暗榜就是咱们华国的杀手排行榜 说白了 就是有钱人的工具 陈汉龙仔细解释 楚循听完后明白了 这个暗榜 其实是网络上的一个网站 专门替有钱人解决麻烦的 当然这个网站并不是公开的 只有少数人知道 而且这些人都是各路大老富豪 普通人根本支付不起花红 也就是巨额酬金 楚循不懈地摇摇头 道 你们说这个人暗榜排名第十 陈汉龙不明白 楚循为什么这么问 但还是点点头 楚循吃笑道 看来这个暗榜排名也太水了点 这样的人都能排第十 本来他还对这个暗榜很感兴趣 但听完陈汉龙的话后 兴致缺缺 黑衣人眼角抽搐 他这个暗榜第十 没有任何水分 只是今天运气太差 遇到了楚循这个变态 楚循没有再问 陈汉龙和孙英也沉默了 事情已经无需多问了 黑衣连是个杀手 他出手当然是接到了任务 看来有人在暗榜网站 发布了杀他们的任务 陈汉龙和孙英脸色有些不好看 被暗榜上的杀手盯上 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孙英示意手下 取来把笔记本电脑 龙哥 你不是知道这个网站吗 登上去看看 孙英说道 陈汉龙点点头 打开电脑 输入网址 屏幕一闪 一个血红的沙字映入眼帘 这个网站很简单 里面只有杀手排名和任务选项 陈汉龙点开任务 手一抖 差点把电脑扔掉 先生 陈汉龙惊呼 楚循也看到了 任务栏中第一个任务 竟然是猎杀楚循 花红高达一亿 姓名 21 身高180公分 对方好像对楚循格外了解 除了修仙 里面对楚循的描写详细 就连最近出狱都写在上面 其中包括他出狱后 半路杀掉的半吊子杀手 最后危险度一栏写的 却是不明 而且 这个任务已经有人接了 楚循面无表情 心里却远不如表面那么平静 看来陷害他入狱的幕后黑手 再次出手了 陈汉龙和孙英满脸震惊 他们静若神秘的楚循 竟然坐过牢 这消息根本就是扯淡 因为他们觉得这太荒谬了 谁有那么大本事 能把神仙关进监狱 楚循不说话 他们也不敢多问 陈汉龙继续寻找 暗杀他和孙英的任务 果然 在最后面 有人出价500万 要他和孙英的命 先生 你看 陈汉龙指着任务下方的日期 不用陈汉龙指 楚循早已看到了 暗杀他和陈汉龙 孙英的任务是同一天发布的 楚循心思一动便明白 这是幕后黑手 要剪断自己的羽翼 总的来说 陈汉龙和孙英 今晚差点丧命 完全是受他连累 楚循心里力气涌动 哄 一拳轰出 地面炸开 在场的所有人 倒吸一口冷气 楚循这一拳 直接贯穿黑衣人的身体 连同地面都被轰出一个坑 楚循心里的力气不断凝聚 有种疯狂杀戮的冲动 既然你们找死 那我就亲手送你们下地狱 楚循的气息 凌厉而害人 白家 就先从你们开始吧 把白泽带过来 楚循说道 很快 两名龙鹰会成员 把白泽带了过来 此时的白泽 凄惨如乞丐 眼神呆滞 右手五根手指不翼而飞 伤口用白色纱布 胡乱地裹成一团 两名龙鹰会的成员松手后 白泽跪在地上不断额头 嘴里胡乱地哭喊着 求求你们 放了我吧 你要什么我都给 我给你们钱 很多钱 求你们放了我 白泽明显有些精神崩溃 楚循手掌贴上白泽的肩膀 掌心真元之力凝聚 不多时形成一个 鸡蛋大小的球状 并且被打进白泽体内 周围的人对这一切浑然无知 放他走 楚循收回手说道 白泽猛地抬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楚循 泰坦上前两步 动了动嘴 最终没说话 陈汉龙和孙鹰相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疑惑 不过楚循的话 他们不会有任何意见 还不快滚 孙鹰踢了一脚白泽 白泽身体一震 然后满脸狂喜 他做梦都没想到 这些人会放了他 谢谢 谢谢 白泽朝周围不断磕头 整整磕了一圈 额头都磕破了 然后爬起来狂跑 没想到被折磨成这样了 还能跑这么快 众人大感意外 殊不知 白泽现在只恨爹娘 少给他伸了两条腿 二 这一战 短短一个小时不到 就死了近百人 看着满地死尸 就连陈汉龙和孙鹰这样的老江湖 都头皮发麻 他们混黑 火拼见血 是常有的事 但像这样一次死百人 是从来没有过的 估计白家偷袭前做好了部署 要不然这么大动静 早就惊动政府部门了 孙鹰看向陈汉龙 目光带着求助 陈汉龙也是无奈 这么多尸体 他也束手无策 目光不由地看向楚巡 这些人可靠吗 楚巡问的是周围的龙鹰会成员 先生放心 他们都是龙鹰会的核心成员 绝对可靠 楚巡微微汗手 因为他接下来要做的事 太过惊人 如果传出去 他倒不怕 就怕会给陈汉龙和孙鹰带来危险 让他们把尸体堆放在一起 楚巡说道 随着孙鹰的命令 龙鹰会成员动作迅速 很快尸体堆起 如同一座小山 看着让人心生寒意 接下来 楚巡示意龙鹰会成员可以离开了 很快 现场只剩下楚巡自己 和陈汉龙 孙鹰三人 楚巡上前 围着尸堆走了起来 楚巡的身影 开始变得飘渺 脚步带着奇异的规律 犹如在舞蹈 开始楚巡走得很快 慢慢的脚步慢了下来 直到最后 楚巡犹如双脚陷入泥肘 仿佛脚上带着千斤之力 步伐变得无比缓慢 九天坟练阵 这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阵法 阵法分九级 级别越高 威力越强 同时不正很考验一个人的修为 九天坟练阵 属于二级阵法 以楚巡现在的修为 不知二级阵法太勉强 只差最后几步 楚巡脸色变得惨白 额头渗出细小的汗珠 玄空的脚迟迟无法落下 陈汉龙和孙英不明白 楚巡在做什么 但看楚巡围着尸堆 举步维艰的样子 肯定跟处理这些尸体有关 哄 楚巡最终脚步落下 但却声势骇人 犹如闷雷乍响 还有两步 走出这两步 九天坟练阵阵就完成了 但若这两步踏不出 楚巡便会遭到反噬 脸色越来越苍白 身体摇摇欲坠 脚下玄空 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拖着 无法落下 楚巡脸颊肌肉鼓起 表明他紧咬牙关 但他的眼神始终平静 哄 终于再次踏出一步 这时声势更加害人 整个地面都猛烈颤抖了几下 还差一步 体内的真元疯狂运转 楚巡眼神凭劲凝重 九天坟练阵阵 起 楚巡抱吼一声 玄空的脚轰然落下 哄 脚步落下的瞬间 赤红色的火焰 从他走过的地方冲天起 一道道火焰如同一条条火龙 空气被炼化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火龙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半球状 将尸堆包裹 陈汉龙撞若痴呆 眼神呆滞地看着眼前巨大的火球 孙英更是不堪 身体微微颤抖着 张开的嘴巴流出口水都不知道 楚巡脸色苍白 但神色依旧平静 巨大的火球持续了三分钟左右 然后突然熄灭消失 连带着小山一般的尸堆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丝骨灰都没留下 咕咿 孙英下意识地吞口口水 陈汉龙脸色惨白如指 嘴唇不断哆嗦 他们刚才经历了什么 突然出现的巨大火球 近百具尸体不到三分钟 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为诡异的是 这么大的火球 他们居然没感受到丝毫温度 他们早已是楚巡为神明 可神明能做到这些吗 他们心里同时冒出一个念头 或许楚巡比神更为可怕 深夜中的白家大厅 此时依旧灯火通明 大哥 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回来 白人杰满脸烦躁 今天下午他们收到一个包裹 打开里面是一根血淋淋的手指 里面附有一张字条 上面写道 带五个义和王松来交换白泽 看到那根手指 白人杰当场差点晕倒 白泽可是他唯一的儿子 就在他们商讨如何应付的时候 每过一个小时都会收到一根手指 商讨来商讨去 都没能拿出一个应付的方案 最后还是白家老太爷拍板 出动白家护卫队夜席龙鹰会 他们有信心 只要出动护卫队 荡平一个小小的龙鹰会如同探囊取物 本来他们计划深夜四点发动袭击 可接下来 每一个小时 他们都会收到一根血淋淋的手指 直到收到第五根 白家再也安耐不住 提前发动了袭击 白人杰看了一眼手表 信心十足地说道 放心 龙鹰会毕竟不是小帮会 处理起来肯定有些麻烦 现在才一个小时 不必着急 尽等加音就是了 白家人不知 他们派去的人的确在路上 只不过是通往地狱的路上 白人杰烦躁地站起来 拿着手机不断拨打 还是打不通吗 闭目养神的白老太爷 睁开眼睛问道 白人杰安耐着心里的焦虑点点头 不应该啊 白老太爷的眉头皱起 父亲 二哥 你们放心好了 护卫队出手 小小的龙鹰会还能翻出浪花不成 他们出动的时候 带了信号干扰仪 手机打不通正常 估计现在龙鹰会总部的人 已经死光了 护卫队正在善后吧 白人杰浅尝一口茶 语气充满自信 白老太爷点点头 觉得白人杨说的有道理 时间一分一秒流失 就在白人杰快要安耐不住的时候 一个白家的保镖敲响了门 白泽少爷回来了 白人杰疼得站起来 朝门外看去 并未看到白泽的身影 急切问道 人呢 保镖犹豫了一下 白泽少爷受伤了 李医生正在帮他处理 我去看看 白人杰按耐不住 急步走了出去 白泽伤得重不重 白人杨问了一句 眼底隐藏着不知名的意味 白泽少爷右手无指尽断 以后恐怕 保镖的话没说完 但大家已经明白 白泽成了残废 白人杨眼神一闪 犹犹到 好在保住了性命 白老太爷看了大儿子一眼 微微叹口气 自古豪门无亲情 其实他明白 他的三个儿子 远没有表现得那么亲密 之所以能安稳地坐在一起 那是因为他还活着 他选定白人杨为家主 其他两兄弟心里定是不服气 既然他们无缘家主 那么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都在费尽心思 培养自己的儿子 兄弟三个的名争暗斗 他都看在眼里 但只要不危及到白家根本 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再说 不经过残酷的选拔 怎么能知道 谁最适合家主的位置呢 不管任何时候 没有过人之处 双手不沾染献血 岂能轻易攀顶 我们也去看看吧 白老爷子站起来朝外走去 白泽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 就算豪门清晴淡 但也血浓于水 白人杨和财人雄跟着站起来 兄弟两对视野 白人杨轻轻一笑 脚步轻快地朝外走去 白人雄眼神有些复杂 他这个大哥 手段越来越独辣了 如果不是他打着 维护白家名声的旗号 迟迟不愿意交出王松 生生拖了五个小时 白泽岂会五指尽断 白人雄摇摇头 跟着走出去 白家偏听 白泽鬼哭狼嚎 李医生是白家聘请的专用医生 医术高超 可白泽的情况 让他有些束手无策 断治伤口鲜血不停地渗出 他用了各种止血手段 都未能见效 为什么会这样 断治伤口的血 只是慢慢渗 但却怎么也止不住 李医生 怎么样 为什么止不住血 白人杰带着性子询问 如果换作别人 他早就怒吼着责问了 可对李医生不能这样 李医生是老太爷 从M国高薪聘请的 李医生在医学上造诣很深 获得过很多国际大奖 李医生眉头紧锁 脸色不是很好看 行医十几年 什么病状没见过 偏偏小小的 为伤口止血难住了他 他探索着各种解决方案 以至于没听到白人杰的话 看着自己的儿子伤成这样 白人杰已经在暴墓的边缘了 不由得怒吼一声 李医生 我儿子到底怎么样了 李医生从沉思中惊醒 看了一眼眼神猙獰的白人杰 不由得心里一寒 就算白家人对他客气 但他毕竟是外人 不敢拖大 惭愧地说道 白则少爷的伤口有些古怪 我已经试了很多种办法 可依旧无法止血 白人杰一把揪住李医生的衣领 脸庞扭曲骇人 怒吼道 你不是自称圣手吗 为什么连简单的止血都做不到 你真以为我脾气很好 不是 李医生被白人杰争鸣的样子 吓得说不出话来 爸 救救我 我不想死 白则神色为民 被泰坦折磨了好几个时辰 加上这一路血流不止 再这样下去 他肯定会血液流干死 小子你放心 爸不会让你死的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这时 白家老太爷和白人安 白人熊相继走进来 老二 还不快放手 看到白人杰揪着李医生的衣领 白人安呵斥道 白人杰红着眼 像是没听到白人安的话 二哥 有什么事慢慢说 先放手 白人熊上前劝阻 滚开 连简单的止血都做不到 要这样的拥医用什么用 白人杰愤怒地咆哮起来 二 老二 父亲在这里 注意你的态度 白人安立声道 再说了 李医生如果受伤 谁来负责父亲的健康 白人安这番话在届时 借白老太爷的 是来打压白人杰 一股强烈的恨意 在白人杰心里蔓延 但他却松开李医生的衣领 一个想要攀顶 站在塔间的人 不但要忍别人所不能忍 还要懂得审视视度 爸 救我 鲜血不断渗出 虽然亮晓 但也经不住长时间流 白子的精神已经被摧毁了 只剩下求生的欲望 爸这就送你去医院 等一下 白人安阻拦 他还有些事没问 比如护卫队的人呢 白人杰拳头紧攥着 阴冷地盯着白人安 救人要急 白老太爷开口了 没人会去傻道 反驳白老太爷的话 还愣着干什么 快来大把手 白人杰朝着一旁的保镖吼道 两名保镖急忙走过来 去抬白泽 哄 就在两名保镖 刚碰到白泽的时候 白泽整个人突然炸开 爆成一片血雾 两名保镖凄厉地惨叫起来 因为他们的双手 也连带着化成血雾 一屋子人满脸惊惧 白人杰离白泽最近 血雾几乎将他染成红色 除了惨叫的保镖 其他人都是眼神惊恐 面无人色 救人 白老太爷最先反应过来 吩咐其他保镖救人 两个受伤的保镖 很快被抬走 李医生也跟着去了 现场只剩下白家 父子四人 父亲 白人杨张了张嘴 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仿佛一片阴云 笼罩着四人 白老太爷寿宴上 诡异死亡的医生 眼前化为血雾的白泽 这种诡异的死法 让人骨子里生出一股寒意 二哥 你没事吧 随着白人熊的话 白老太爷和白人安 也看向白人杰 只见白人杰僵立在原地 整个人像是石化了 不悲不喜 就连呼吸好像都消失了 仁杰 白老爷子担忧地看着他 亲生儿子在眼前化成血雾 任谁都会疯的 就在这时 白人杰眨了一下眼睛 然后摸了一下脸 看着手上沾染的血液愣了一回 然后放进嘴里 看到这一幕 连白老太爷都不禁打得寒颤 甜的 白人杰笑着说道 只是这笑容太甚人 让人起鸡皮疙瘩 大哥 你要尝尝吗 白人杰举起沾着血的手 白人杰喉咙一阵如动 别过头去 真的是甜的 白人杰大笑着离去 白老爷子叹口气 看来白子的死 对二儿子打击太大了 老大 他毕竟是你的亲兄弟 白老太爷说了一句 然后脚步沉重地走了 白人熊看了一眼白人安 眼底闪过别具意味的光芒 这时 一个保镖大步跑来 二爷带着王松少爷走了 白人安皱眉 挥手示意保镖退下 二哥这是在为小泽报仇吗 白人熊问了一句 白人安点头道 让他发泄一下也好 其实心里则在冷笑 王松只是个外星人而已 死不足惜 但白泽死了 也算绝了白人杰的后路 他们都认为 白人杰带走王松 是为了给白泽报仇 毕竟对方的目标 一直是王松 龙英会总部外 一辆黑色轿车驶来 深更半夜 竟然没开车灯 直到靠近大门 十米龙英会的人才发现 什么人 两个龙英会的成员上前询问 车窗降下 开车的人竟是白人杰 告诉陈汉龙和孙英 就说白人杰求见 白家的人 你还赶来我们龙英会 得知这人是白人杰 龙英会的兄弟怒火中烧 就在几个小时前 他们近百号人 死伤在白家的护卫队手里 但白人杰是什么身份 虽然有仇 他们也不敢擅自做主 杀了白人杰 虽然他们很想这么做 但家有家法 帮有帮归 最后 他们还是把白人杰的请求传了进去 白人杰 听到下面人的汇报 孙英疼得站起身 白人杰这个时候 来我们龙英会做什么 陈汉龙心中疑惑 管他来做什么 直接杀了 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孙英怒道 陈汉龙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憨货 扭头看向楚巡 先生怎么看 见了不就知道了 楚巡淡淡地说道 陈汉龙暗骂自己糊涂 想要知道 直接见面问不就成了 当下是一人去带白人杰过来 没多时 白人杰跟着龙英会的成员走来 白二爷 欢迎欢迎 陈汉龙拱拱手 他和白人杰有过庶面之缘 白人杰也拱拱手 道 深夜拜访 希望没有打扰到陈老弟你 前半夜已经被打扰了 后半夜就无所谓了 陈汉龙笑道 白人杰笑了笑 像是没听懂陈汉龙话里的意思 姓白的 你来我们龙英会干什么 别说你们白家护卫队 偷袭我龙英会的事 你不知道 你现在还敢来我龙英会 真不怕老子杀了你 孙英就没陈汉龙那么客气了 直接指着白人杰鼻子大吼 白人杰眼底闪过一丝怒意 但很快被他隐藏起来 我白家护卫队今夜偷袭你们 这是我知道 而且很支持 因为我要救我的儿子 你们抓了我儿子 难道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真当我白家无人吗 想到死去的儿子 白人杰的声音带着怒意 白则化为血物 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姓白的 你说的代价 就是我龙英会几十号兄弟的性命吗 陈汉龙同样发怒 白人杰顿了顿 调理了一下思绪 开口道 陈老弟 我今天来不是算旧账的 我是寻求合作的 合作 陈汉龙大感疑惑 我们能合作什么 白人杰眼神一闪 低声道 我要报仇 报什么仇 陈汉龙更为疑惑了 白人杰咬咬牙 陈声道 沙子之仇 我要为白则报仇 陈汉龙一愣 道 白则死了 孙英和泰坦也大感意外 是 他化成了血物 砰的一声 什么都没有了 白人杰声音嘶哑 陈汉龙和孙英 还有泰坦同时想到了楚巡 只有楚巡才有这样的手段 泰坦更是激动地流下泪水 妹妹 你的仇报了 陈汉龙突然想到白人杰说的报仇 如果这样 他的仇人不就是楚巡吗 既然如此 说什么 也不能让他离开龙英会了 白二爷认为 是谁杀了你儿子 陈汉龙试探白人杰之不知道楚巡 白人杰看了一眼陈汉龙 露出古怪的意味 开口道 杀我儿子的人是白人杨 什么 陈汉龙这次真的震惊了 白人杰不是白人杰的大哥吗 而且白则是楚巡杀的 这个凶手怎么会变成白人杰 我知道陈老弟身后有位高人 能让我见一下他吗 白人杰话音落下 陈汉龙眼睛就眯了起来 冷笑道 你想找死 陈老弟误会了 虽然我对这位高人不了解 但从医生到我儿白则的死法来看 我若找他报仇 就是在找死 我要见这位高人 是为了另一件事 不等陈汉龙说话 白人杰继续说道 我要见这位高人绝无恶意 而且 我还给他带了一份礼物 相信他会喜欢的 陈汉龙愁愁了一下 就在这时 楚巡从后面慢慢渡不出来 刚才白人杰进来的时候 他隐藏了起来 先生 陈汉龙赶紧行礼 孙英和泰坦也不敢怠慢 白人杰有些吃惊 他从医生口中得知 楚巡是位年轻人 但这也太年轻了 根本就像个大学生 而且 自己的儿子就是死在此人手上 你找我 楚巡看向白人杰 白人杰整理好思绪 微微弯腰道 先生好 他看陈汉龙这么称呼 心里虽然怪异 但也有样学样 说你的目点 楚巡淡淡地说道 白人杰微怒 楚巡的语气太居高零下了 我想请你助我报仇 事成之后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白人杰说道 楚巡的杀人手段怪异 正是他现在需要的 他要让白人安神 不知鬼不觉地死掉 陈汉龙和孙英 都是脸色一怒 白人杰这话太不客气了 楚巡是什么人 那可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你他 妈算什么东西 竟敢让先生为你服务 信不信老子把你脑袋拧下来 泰坦两米高的庞大身子 欺压过来 一把揪住白人杰的衣领 将他拎了起来 楚巡摆摆手 示意泰坦放手 妈的 说话小心点 我可不管你是什么白家二爷 再敢对先生不敬 小心你的脑袋 泰坦一松手 白人杰差点跌倒 白人杰摸摸脖子 眼神阴翼地看了泰坦一眼 你想杀你大哥 为什么 楚巡问道 因为如果不是他 我而白则就不会死 白人杰恨声道 如果不是白人安处处阻拦 不愿交出王松 还故意拖延时间 不让护卫队出动 白则又怎么会死得那么凄惨 如果我帮了你 你能控制整个白家吗 楚巡语气平静 但眼底带着嘲弄 白人杰身子瞬间绷紧 楚巡的目光 让他有种无所遁形的窒息感 在这种目光下 他有种被看透的感觉 二 楚巡的洞察力 非常人所能及 白人杰的心思 他早就看穿了 在楚巡的目光下 白人杰额头直冒冷汗 他恨自己的大哥 同样更恨楚巡 因为楚巡才是真正杀白子的凶手 他在下棋 一盘很大的棋 楚巡的手段令他胆寒 同时他却需要这种能力的帮助 以他现在暗中筹谋的一切 还不足以对抗身为家主的白人安 如果利用楚巡的手段杀了白人安 待他掌控白家后 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楚巡 不过现在 他才发现 事情跟他计划的出路太大 眼前这个年轻的不像话的青年 貌似洞察到他的整盘计划 既然先生不愿意 那就当我没来过 白人杰有些慌张 他想要逃离这里 或许今晚的决定是个天大的错误 楚巡神色平静 看着走到门口的白人杰 淡淡地开口 我可以治好你的影集 白人杰身子一僵 一条腿已经迈出门 另一条腿却怎么也挪不动了 猛地转身看向楚巡 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有什么影集 陈汉龙几人也好奇地看着楚巡 他们也想知道白人杰有什么影集 他们可不会怀疑楚巡的话 他说有那就肯定有 其实白泽并非你亲生儿子对吗 楚巡淡淡地开口 他发现白泽跟白人杰的血脉 根本不一样 楚巡的话简直是石破天惊 让一屋子人都愣住了 这怎么可能 看白人杰疯狂的样子 若白泽不是他的亲儿子 他至于如此不顾一切的报仇吗 你的眼睛很好 心思也缜密 可惜你的能力撑不起你的野心 楚巡继续说道 白人杰眼神闪烁 脸上的惊恐却怎么也隐藏不住 你还知道什么 白人杰额头的汗珠越来越多 汇聚在一起流进眼睛 眼睛一阵刺痛 但却让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些 我知道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懂不懂地抓住机会 楚巡淡漠地说道 我可以让你掌控白家 也可以治好你的影集 你需要我做什么 白人杰不相信 天底下有白吃的午餐 狗 一条只中有我的狗 楚巡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 白人杰这样的人 可称之为枭雄 有手段 有野心 但这样的人 一有机会就会是主 所以他只能做狗 白人杰双腿 一软跌坐在地上 眼神愤怒 但更多的是恐惧 楚巡所说的都是真的 白泽不是他的儿子 这是连白老太爷都不知道 之所以是这样 因为他有影集 他的男性功能 天生存在缺陷 这件事 他隐藏得很好 为了隐藏他娶妻生子 遮人耳目 可惜 妻子跟着他 只能守活寡 紫白泽 是妻子与白家园丁的种 他杀了妻子和园丁 留下了白泽 他需要遮人耳目 这一切他做得天衣无缝 可楚巡却知道 而且知道得很清楚 你真的能治好我的影集 白人杰问道 眼神带着西记 他暗中拜访过无数名医 但都束手无策 我去 你还真有影集啊 楚巡还没说话 孙英先嚷了起来 幸灾乐祸地看着白人杰笑道 你有什么影集啊 不会是那里有问题吧 孙英的视线 看向白人杰的双腿肩 这是对男人来说 是莫大的耻辱 白人杰受不了孙英的眼神 老脸一阵胀红 他的反应 却让陈汉龙等人面色古怪 我靠 难道我真的猜对了 你小鸡不行 孙英夸张地嚷道 白人杰狠狠地瞪了一眼孙英 嘴角抽搐 如果不是场合不对 他想一把掐死孙英 孙英却不管不顾 那眼神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陈汉龙用眼神示意孙英 少说几句 白人杰眼神依然细迹地望着楚巡 我说得出自然做得到 问题是 你能做得到吗 白人杰神色一变 脑子急转 许久之后 豁然抬起头 陈生道 如果先生真能治好我的影集 助我控制白家 我白人杰以后 就是先生身边的一条狗 陈汉龙等人瞪大了眼睛 他们没想到 白人杰真的会答应 楚巡看着垂着脑袋的白人杰 眼底闪过一抹嘲讽 我现在就可以帮你治好影集 白人杰身子轻颤 眼神开始变得炙热 齐切地说道 多谢先生 取你一滴血 楚巡说道 白人杰一正之后 急忙咬破手指 先血涌了出来 楚巡一招手 一滴血珠诡异地漂浮起来 飞到楚巡面前 楚巡双手舞动 急速结印 是魂印 这是一种结灵魂契约的手印 随着楚巡的动作 空中的血滴 突然幻化成一张恐怖的恶魔脸 去 楚巡屈指一弹 恶魔般的脸庞 飞向白人杰 直接没入他的眉心 白人杰只觉得脑袋一胀 像是脑袋中 多了一双眼睛在盯着他 这种感觉 让他毛骨悚然 你对我做了什么 白人杰怒视着楚巡 你在质问我 做狗就要有做狗的觉悟 随着楚巡的话 白人杰突然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 脸庞扭曲 他脑子里突然腾起一团火 那种灼烧感太真实了 仿佛在焚练他的灵魂 白人杰的样子 让陈汉龙等人倒吸一口冷气 前后不过五秒 白人杰脑子里的火突然熄灭 那种灼烧感和疼痛感也随之消失 虽然只有短短五秒 但对白人杰来说 犹如过了几个世纪 那种深入灵魂的疼痛感 他此生都不愿意再尝试 那种滋味比死亡更可怕 这是试魂契约 如果我愿意 请客之间就足以让你灰飞烟灭 楚巡冷淡地开口 白人杰身体颤抖着 大汗淋漓 身上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渗透 哆嗦着跪在楚巡面前 低下头道了一声 白人杰拜见主人 陈汉龙等人 虽然不知道试魂契约是什么 但看白人杰刚才凄惨的样子 没有了其他心思 他现在只想做一条狗 一条听话的狗 你起来吧 楚巡说道 谢主人 白人杰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别动 话音落下 楚巡出手如电 手指不断点向白人杰身上的几处穴道 树到真元所化的白色气流 没入白人杰的身体 白人杰身体微微轻颤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惊人的变化 短短几分钟 白人杰的目光从震惊到狂喜 再到最后的疯狂大笑 他难以启齿的影集 不禁老泪纵横多少年了 他费尽心思隐瞒 生怕别人知道后嘲笑自己 扑通 白人杰跪倒 谢谢主人 谢谢主人 白人杰激动地语无伦次 他今年四十岁 从他成人那一刻起 他的下身就没有过反应 严格说来 他现在还是个同男子 从没尝试过男女之间的滋味 并且 因为这个不能与外人道的影集 他费尽心思遮掩 就连妻子出轨 他都不敢声张 只能偷偷杀了他们 以解心头之恨 现在 他终于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男人 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男人赐予的 我靠 尺寸还可以啊 孙英坏笑一声 白人杰并不在意孙英的调戏 因为不能人道的痛苦 只有他知道 主人 我这次还带来一个人 相信主人会感兴趣 白人杰突然说道 是王松吧 楚巡问道 主人英明 的确是王松 白人杰攻着腰 继续道 主人稍等 我这就带他来见你 见到楚巡点头 白人杰弯腰退下 不多时 白人杰拖着王松走进来 王松神色惊恐地打量着四周 主人 他就是王松 主人 王松差点惊地跳起来 堂堂白家二爷 管这个还没他大的青年叫主人 王松还没想明白 身子不由自主地 被一股大力吸扯过去 白人杰急忙松手 站定后抬头看去 顿时后背发寒 楚巡手掌贴在王松头上 而王松眼神呆滞 犹如木偶 只见楚巡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然后轰的一声 王松突然爆开 化为一片血雾 而楚巡面前 荡起如水木般的屏障 将血雾隔离 白人杰牙齿打战 这是他第二次 看到这种景象了 一个大活人 突然化为一片血雾 这种冲击力 足以让一般人精神崩溃 陈汉龙等人 比起白人杰 也好不到哪去 楚巡挥手 一阵净风刮过 血雾消散 身前的屏障 也随之消失 但陈汉龙等人 却更加小心 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因为现在的楚巡 浑身散发着 令人窒息的杀意 你们谁知道 一个叫金银花的地下赌场 陈汉龙几人 重重地松了口气 楚巡再不说话 他们都快活活憋死的 金银花地下赌场 白人杰皱起眉头 冥思苦想 突然眼神一亮 我好像听我三弟提过 只是我当时并没在意 你现在回去 尽快找到这个赌场的 确切地址 楚巡眼神伶俐 语气带着刺骨的含义 他动用搜魂术 从王松的记忆中 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王松是这个赌场的常客 欠了赌场不少钱 在王松的记忆中 有个脸上有刀疤的男子 让王松撞死柳然 也就是楚巡的母亲 只要成功 他欠赌场的账一笔勾销 楚巡柔柔眉心 虽然每次得到的消息 都不尽人意 但终归有消息 总比没有强 不管幕后黑手 有多强大的手段 但像他这样 抽丝剥茧般的调查 他相信终归会接近真相 现在 先找到这个金银花赌场 然后再找刀疤脸 二 楚巡示意大家散了 回去休息 白人杰愁愁了一下 他想知道 楚巡如何让他 登上白家家主的宝座 但最终还是没敢问 做狗就要有做狗的觉悟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楚巡交代的 事先做好 陈汉龙负责送楚巡会 乾隆山庄 此时的乾隆山庄 楚巡的别墅前 却多了几位不速之客 一方是紫竹灵会所的 妖艳女人和鬼老 另一方却是郑广义父子和李天 郑广义父子跪在一起 面色惊恐 牙齿打颤 而李天却在离他们 机里外的地方 神色一样惊恐 他们不小心闯进了 乾坤影灵阵 三人同时变成了瞎子 虽然近在咫尺 却看不到对方的身影 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眼前一片混沌 怎么走也出不去 差点没下地晕过去 鬼老脸色凝重 鬼老 这是什么 娇美的女人眼神带着不安 要不是鬼老拉住她 恐怕她也稀里糊涂地闯进去了 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阵法了 鬼老吐口气 想起在紫竹灵会所的遭遇 她此时才明白 楚勋的手段超出了她的想象 小姐 一会见了对方 记得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尊敬 鬼老提醒了一声 女人美目流转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楚勋回到乾隆山庄的时候 天色已经放亮 先生 陈汉龙看着别墅门口的两方人 直接开进去 楚勋淡淡地说道 车子不停 直接开向别墅 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突然出现在车前 陈汉龙大惊 急忙踩刹车 惯性下向前冲了机密 差点撞上去 抬头望去 陈汉龙一愣 好美的女人 她自认为见过的美女不少 可能跟眼前媲美的没几个 不过很快 她就脸色一怒 降下车窗怒道 你找死啊 女人神色不变 好看的眉毛挑了挑 漂亮的眼睛带着魅意 扭着盈盈一卧的柳腰 直接走向车后面 敲敲车窗 车窗落下 楚勋静静地看着女人 女人看到楚勋眼底的平静 不由地震了一下 随之微微弯下腰 伸出白嫩的玉手 水润风云的红唇轻起 娇声道 帅哥你好 认识一下 我叫花青武 因为弯腰的缘故 楚勋的视线平看出去 一眼能看到她胸前的美景 若是一般男人 估计早就喷鼻血了 但楚勋的眼神依旧毫无波澜 这个女人是很美 但她见过的美女和气多 说白了 在一届 随便一个女修仙者 放到现在都是女神级别的 更何况 楚勋的仙女金红仙子 那可是修仙大陆第一美人 眼前的女人虽美 但不还不够让她兴起连衣 开车 楚勋没有去握 那只白嫩的玉手 而是吩咐陈汉龙开车 他并非坐怀不乱的柳夏慧 他也是人 有七情六欲 只是现在父母下落不明 他实在没心思谈情说爱 车子禁止开到别墅前 花青武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有阵法挡着 他不敢乱闯 不过他很生气 那个人竟然如此不给他面子 他对自己的容貌很自信 可那个男人却不屑一顾 那种神态不是装出来 故意引起他注意的 因为那种眼神是装不出来的 清澈 平静 带着冷漠和距离感 你等着 我是不会放弃的 花青武生气的大喊 可惜阵法隔音 楚勋根本没听到 小姐 鬼老上前 想说什么 却没说出来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花青武明亮的毛子带着睿智 这种人不能以寻常手段对待 陈汉龙跟着楚勋进到别墅 这是他把这栋别墅 送给楚勋后第一次进来 别墅中的灵气再次充沛 陈汉龙爬进别墅后 顿时精神一震 昨晚大战后的疲劳感一扫而空 整个人显得精神异议 他惊讶地看向楚勋 别墅里有不少花草 此时花叶上有不少露珠 楚勋看了他一眼 指着花叶上的露珠说道 上面的露珠可以喝 其实那些露珠经过灵气滋润 里面含有少量灵力 对楚勋作用不大 但对普通人有些难以想象的好处 陈汉龙不会怀疑楚勋的话 走过去用手指沾了几滴露珠 放进嘴里 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在嘴里弥漫开来 然后向着全身蔓延 陈汉龙有些飘飘然 这种感觉太舒服了 谢先生 那我先回去了 陈汉龙道谢后向楚勋告辞 陈汉龙返回车上 准备驾车离开 车子启动 他习惯性地扫了一眼后视镜 结果整个人如遭雷击 震惊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皮肤红润 眼神明亮 就连并搅那些斑白的头发 也变得乌黑 整个人看上去年轻了十岁左右 陈汉龙仿佛置身在梦中 这太不可思议了 是那些露珠 他瞬间确定 自己的变化来自那些露珠 陈汉龙眼底爆发出强烈的炙热 跳下车朝着别墅里面跑去 有事 楚勋看到陈汉龙跑回来 随意地问道 先生 我有个想法 不知当讲不当讲 陈汉龙有些紧张地说道 说吧 楚勋说道 先生 这些露珠 你想要 想要自己采集就是了 楚勋大方地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陈汉龙摇摇头 继续道 我想帮先生销售这些露珠 销售 楚勋有些疑惑 这些露珠的功效先生不看在眼里 但对于我们普通人 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陈汉龙是个商人 他明白 这些露珠将会带来怎样的财富 他算个成功者 更了解有钱人的心态 他们这些人 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 根本不顾及身体 现在年纪稍大 经常觉得力不从心 所以又拼命地花钱买健康 听起来有些贱 但事实就是这样 他已经能想到 这些露珠引起的轰动 你打算卖多少钱 楚勋好奇地问道 他修仙天赋绝伦 但论做生意 可是两眼一抹黑 陈汉龙挠挠头 尴尬道 这个我还没想好 如果先生点头 我这就回去尽快出个方案 我无所谓 你看着办吧 对于陈汉龙 楚勋还是比较放心的 陈汉龙高兴得眉飞色舞 心匆匆地走了 楚勋透过窗户看向外面 郑广义父子和李天 还被困在阵中 并且因为恐惧 三人都有崩溃的趋势 至于花青武和鬼老 也没有离去 只不过一直站在大阵在外 不敢靠近 楚勋皱皱眉 抬手轻挥 阵中的郑广义父子和李天 突然被无形的力量 抛出阵外 三人跌落在花青武身边 吓了他一跳 花青武拍拍微额的胸部 一阵波涛汹涌 朝着楚勋所在的别墅大喊 有本事出来 郑广义父子和李天吓得不轻 这位姑奶奶是谁啊 竟敢这样跟里面那位说话 三人都有些脱水 李天返回车上 拿了几瓶水过来 三人喝了些 精神好了很多 爸 要不我们走吧 郑广义从没经历过 像今天这种诡异的事情 活生生的人突然不见了 四周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片荒芜的混沌之色 仿佛世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那种孤独和恐惧 令他早已吓破了胆 郑广义也被吓得亡魂街貌 瞥了一眼现在身边的郑前 一股怒气 忍不住从心里疼起 混蛋 还不跪下 这几天他找了无数名医 辗转十几家医院 可他的腿始终无法医好 他堂堂上市公司董事长 一直以跪拜的姿势世人 这今天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心里更是后悔当初 没听李天的话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李天让他来求得原谅 其实他早有这样的心思了 此时他跪着 儿子却站着 这让他大怒 都怪这混蛋 要不是他招惹楚循 自己能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吗 正前下的扑通跪下 李天悠悠叹口气 心里有些没底 从之前被抛出来来看 楚循并没有原谅他们的意思 若是继续纠 不知道会不会引得楚循更加厌烦 如果为了郑广义 引起楚循的不满 到底值不值得 老脸 你先回吧 郑广义叹口气 他看出了李天的想法 但他不怪李天 毕竟比起刘勇等人 李天已经做得人之意尽了 李天有些心动 但随之眼神坚定 广义 如果当年不是你 我的公司早破产了 这份情 我李天这辈子都报答不完 这次不管能不能求得先生原谅 我都陪着你 李天说完 神色坚定地朝着楚循所在的别墅跪下 殊不知 他的所作所为 尽数落在楚循眼里 更让楚循意外地点了点头 花青武看着跪成一排的三人 眼神闪烁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三人他都认识 他们都是紫竹灵会所的会员 小姐 鬼老突然惊呼一声 郑广义和李天他们扭头看去 只见花青武大步朝别墅走去 他们能看见花青武 可花青武却迷失在镇中 眼前一片混沌 没有边际 四周死寂 猛烈的孤独感和空虚感袭来 花青武却闭上眼睛 平躺下来 久久不动 仿佛睡着了 二 花青武走入镇中躺下的动作 让镇外的郑广义等人瞪大了眼睛 他们可是清楚镇中的恐怖 看到花青武的动作 楚循不经玩耳 撤算什么 耍赖还是危险 不过由此看来 花青武的心智 要比一般男人更强 楚循摇摇头 他知道此时若是出现 正好称了花青武的意 既然如此 就让他一个人演读脚戏吧 楚循摇摇头 随意盘坐下来 进入修炼状态 十几分钟后 花青武的眼睛 悄悄睁开一条缝 看了看四周 又赶紧闭上眼睛 一个小时后 花青武再次睁开眼睛 四周还是混沌一片 他身子轻颤了一下 嘴里咕弄了一句 混蛋 看样子像是在骂楚循 其实 他进阵之后就后悔了 这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这种孤独感 足以令人发疯 不过他倒也聪明 既然看着恐惧 那干脆闭上眼睛 这是典型的鸵鸟心态 而且他不相信 楚循会无动于衷 两个小时过去了 花青武开始惊慌 混蛋 你还是不是男人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出来 缩头乌龟 只会躲起来 花青武越骂越带劲 因为他发现 骂人可以减少心里的恐惧感 三个小时过去了 花青武骂累了 样子有些狼狈 心里的惊慌越来越浓 他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 这都是假的 只是障眼法而已 可无尽的恐惧感 还是向他涌来 喂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向你道歉 修炼中的楚循 豁然睁开眼 不是因为花青武 而是灵脉出现了问题 刚才灵气输送 突然中断了 楚循身影一闪 出现在喋喋不休的花青武身边 花青武翘脸一喜 不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楚循拎正外 没错 是灵抓着肩膀拎出去的 把花青武送出阵外 楚循身影一闪消失在原地 混蛋 反应过来的花青武揉揉肩膀 这家伙太不懂怜香西域了 此时的楚循 已经朝着远处的灵脉急速掠去 灵脉对他太重要了 如果出现意外 但套地球上稀薄的灵气修炼 太困难了 所谓望山跑死马 以楚循的速度 赶到灵脉附近 也已经半个小时后了 从乾隆山庄看过来 这里是一条无尽的横领 犹如潜伏的巨龙 楚循此时 陷在横领之上 才感觉到横领的威额和庞大 凭借感应灵气 楚循一路挤走 十几分钟后 楚循停下脚步 眼前出现一个面积庞大的洞口 垂直而下 走近往下看 深不见底 但却能感觉到 洞底浓郁的灵气 看来被乾坤引灵阵 吸纳过去的灵气 应该就是从这里泄露出来的 神殿横扫 楚循的眉头微微皱起 不知什么原因 灵气飘散出来后 还没来得及 被乾坤引灵阵吸纳过去 就被再次吸纳进洞里 这里洞口 就像一张巨大的嘴巴在吞吐 灵气一直在循环 根本散不出去 楚循低头仔细观察 洞壁有不少突出的怪石 只是这些怪石根部光滑 像是被打磨过 楚循决定下去看看 提一口气 身子轻飘飘地垂直下降 稳稳地落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 不知道这洞有多深 楚循飘落好几次 估计下降有三十多米了 可还是看不到底 楚循落在一块岩石上 低头寻找落脚点 准备继续下落 突然 他的眼神一凝 在他脚下岩石侧面 一块八掌大小的鳞片 散发着幽冷的光芒 楚循弯腰捡起 瞳孔猛地收缩 鳞片虽然只有八掌大小 但却锋利无比 并且硬如铁 楚循扔掉鳞片 继续下降 只不过眼神带着戒备之色 不知过了多久 楚循终于落到洞底 好在这一路 并没有发生什么危险 更令楚循差异的是 洞底竟然另有天地 说是洞底 其实是拐了个弯 变成了横向 整个洞的形状 就是个L形 不知道延伸到何处 楚循抬头望去 不见洞顶 估摸着这个洞 深入地底足有百米 洞壁不知道是什么实质 散发着寒冷的白光 加上楚循目力极佳 视线倒不成问题 楚循向着里面走去 估计半个小时 楚循脚步一致 眼前出现一道偌大的 古老石门 石门高达树杖 上面刻着神秘的纹路 楚循看向石门上方 那里有字 只不过早已斑驳看不清 古怪的是 如此沉重的石门 就算以楚循现在的修为 想要推开 也是不可能的 但此时却是门户打开 从地上灰尘来看 这石门明显打开不久 难道这里还有别人 楚循开始小心戒备起来 走到石门前 再次脸色骤变 阵法 楚循的震惊 简直难以加附 他眼前竟然是一座阵法 他一直以为 地球上只有他一个修仙者 阵法 必须以真元之力布置 现在看来 地球上竟然还有修仙者 楚循惆躊不前 修仙者都是孤傲之辈 无端闯入其他修仙者的地盘 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不过他心里真的很好奇 地球上怎会会有修仙者 最后 楚循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 迈步踏入阵中 虽然不知道阵明 但这座阵法并不是杀阵 而是防护阵 楚循略微安心 因为这阵法只是一级阵法 这么说来 对方的修为并不高 找出阵眼 挥手破去法阵 好 法阵刚破 一只小山大小 尸头包围的巨兽 夹杂着腥风朝他扑来 楚循身影晃动 出现在巨兽身侧 真元涌动 一掌拍出 掌风撕裂空气 狠狠地击中巨兽 哄 庞大的巨兽 竟在楚循一击之下 消散在空气中 换阵 楚循一阵之后 不由得哑然失效 自嘲太紧张了 竟连这十个 幻阵都没看出来 不过谁能想到 两座阵法接连 形成了连环阵 好 一只通体赤红的 巨型犀牛出现 不过还没等他冲过来 楚循一掌拍在阵眼 巨大的犀牛随之消散 幻阵被摧毁 眼前豁然一亮 楚循愣了愣 这里竟是一座石柱宫殿 抬头看 宫殿顶近高三十多米 由无数数丈高的 巨大石柱支撑 石柱之上燃着油灯 火苗跳动 周围犹如白昼 楚循暗想 这些油灯 不知道着了多久 楚循靠近宫殿石壁 指尖上面雕刻着石化 这些石化色彩斑斓 栩栩如生 不等他仔细观看 一股浓郁的药香味传来 楚循精神一阵 朝着宫殿东南角掠去 还没等他靠近 只听轰的一声 地宫颤抖 楚循身如柳絮 悄无声息地靠近 随着靠近 药香味更加浓郁 待他看到药香味的来源 不由得正在原地 不远处 一颗闪着七彩光芒的小草 扎根在石壁上 大量的灵气朝着小草涌入 竟被禁数吸收 七彩天香莲 楚循喉咙有些干涩 七彩天香莲属于终极灵药 天生异香 修仙者服用 可直接突破一阶 就算普通人服用 也可洗经法水 延年益寿 这种药还有一种妙用 服用之后 服用者会遍体生香 终生不散 而且独以蚊虫难以近身 一般的独奈何不得 此时 七彩天香莲光芒大涨 七彩之色照耀周围十多米 大量灵气涌动 预示着它即将成熟 难怪灵气中断 原来被七彩天香莲夺取了 七彩天香莲成熟 需要五百年左右 楚循欣欣喜 这真是大气韵 楚循顾不得 这是不是有主之物 当下朝着七彩天香莲略取 就算有主又如何 这灵药 它要定了 灵药在前 楚循闪电般探出手 哄 肉眼可见的屏障凸显 一股强横的力量爆发开来 楚循一时大意 竟被震得倒飞回来 又是法阵 楚循皱眉 而且这是一座沙阵 跟之前碰到的法阵 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 再强 也不过是一级法阵 楚循周身真缘流动 身上爆发出灵力的气势 猛的一拳轰出 给我破 拳头落在沙阵之上 真缘顺势迸发 咔嚓 屏障裂纹蔓延 砰的一声碎裂 最后消散 一力破万法 楚循探出手 抓向七彩天香莲 突然 楚循放弃即将到手的 七彩天香莲 身影消失在原地 哄 楚循原本所在的地方 轰然炸开 楚循的身影 出现在十几米开外 神色震惊 七彩天幽莽 楚循震惊地看着眼前的怪物 太不可思议了 这种怪物 怎么会出现在地球上 这个大家伙 昂着方舟大小的头 蛇性子足有手臂粗细 看不到伸长 但露出的部分直径 就有一米左右 身上的七彩鳞片 冷光闪烁 和七彩天香莲的光芒 交织在一起 幽暗的眼睛 令人遍体生寒 巨蟒同样打量的楚循 好像是在研究 这个小豆丁 是哪里冒出来的 楚循在他眼里 实在太渺小了 楚循不禁头皮发麻 这东西可不好惹 他想到进来的时候 捡到的鳞片 估计就是七彩天幽莽的 见到七彩天香莲 让他有些得意忘行了 以至于忘记 七彩天幽莽 是七彩天香莲的半生兽 其实 他压根没想到 这种生物 竟然会出现在地球上 二 一人一莽对视 楚循和这样的庞然大物 形成极不协调的比例 看上去有些好笑 但楚循却笑不出来 在一届 七彩九幽莽 属于顶级妖兽 修炼化形 他知道 有位先帝 本体就是九幽莽 九幽莽伴随着天香莲 经灵气洗礼 就算没修炼 九幽莽的修仙者 楚循现在只是炼气中期 就算加上青龙青龙九转绝 也不一定是九幽莽的对手 如果在一届 楚循会选择毫不犹豫地退走 为了天香莲 拼命不值得 但现在 他不想退 也不能退 或许在地球上 这株天香莲 独一无二 就这一株 好 或许九幽莽对楚循 觊觎他的半生花很不满 或许根本没把楚循 这个小豆丁放在眼里 发出一声怒吼 朝着楚循张嘴咬来 楚循身影略动消失在原地 哄 巨大的头颅 撞上地面轰然炸开 石块纷飞 楚循闪身出现在九幽莽脑袋左侧 猛地一拳轰出 砰 真元顺着拳头迸发 楚循身影道翻出去 九幽莽发出痛苦的嘶吼 硕大的脑袋如山月倒塌 树根石柱被撞毁 楚循甩甩发麻的胳膊 不禁头大 他全力一击 也只能让九幽莽的脑袋偏移 吼 九幽莽大怒 他没想到 这个小豆丁能让他吃痛 当下甩动脑袋 挡在前面的石柱 尽数被撞毁 犹如推土机一般 朝着楚循撞过来 楚循身上 腾起强大的战役 身体带着残影掠出 绕着九幽莽的身体 急速旋转 砰砰 一连挥出十几拳 击中九幽莽 每一拳落下 都会发出金属碰撞声 九幽莽防御太恐怖了 这十几拳下去 只是震得九幽莽 巨大的身子摇晃 撞毁树根石柱 但楚循的做法 彻底激怒了 这个庞然大物 怒吼一声 巨大的身子 翻滚着 朝楚循压来 石柱坍塌 地宫摇晃 再这样下去 地宫都可能被毁 楚循眉语间 露出思索之色 九幽莽虽然恐怖 但也只是经过 灵气洗礼 并未修炼 关键是 他在这地宫中 不知道生活了多久 并未有敌手 所以战斗经验缺乏 楚循身子轻晃 鬼魅般 从九幽莽身子下面穿过 出现在七彩天香莲跟前 单手捏印 迅速地将天香莲摘下 天香莲是灵药 摘取手法特殊 一般人若是胡乱摘下 药效会大打折扣 天香莲入手 楚循身影晃动 朝着地宫大门掠去 三十六计 走围上 想要对抗九幽莽 他现在的修为还不够 必须再突破一截 好 天香莲是九幽莽的半生花 现在竟被楚循摘去 九幽莽的彻底陷入狂暴状态 庞大的身躯绕上石柱 闪电般朝着楚循袭去 但论速度 九幽莽比楚循差了不少 楚循脸上露出笑意 可很快 他的笑意就凝固在脸上 因为古老神秘的石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合上了 楚循郁闷得差点吐血 出路被封死 后有九幽莽 楚循一咬牙 朝着左边掠去 九幽莽嘶吼着颈椎不放 楚循绕着地宫急迟 心里暗暗着急 再这样下去 根本不是办法 就在这时 楚循眼神一亮 前面竟有一座石室 楚循神色一喜 身影一闪掠近石室 哄 楚循刚掠近石室 还没来得及观察 九幽莽就已经追了上来 庆幸的是 石室门只有两米高 一米宽 九幽莽体型太大进不来 只是狠狠地一脑袋撞上石门 但这一下 就把楚循吓了一跳 要是把石室撞塌了 就不好玩了 好在石室只是猛烈地颤抖了一下 便恢复平静 轰轰 九幽莽发狂了 拼命地撞击着石门 石室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建成 竟抗住了九幽莽的连续撞击 九幽莽见撞不进石室 在外面发狂 无数石柱被他撞毁 声势害人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恢复了平静 楚循松了口气 这才有时间打量这座石室 石室面积有百平方 里面有些空荡 中央位置有个石台 上面摆放着蒲团 应该是主人打坐修炼所用 最醒目的是墙壁上的雕刻 栩栩如生 透着肃杀之意 楚循仔细观看 第一幅石刻上是一位少年 无意中闯进一座洞府 得到一本书 第二幅是少年在打坐修炼 第三幅是少年 得到一个皇帝模样的人的召见 楚循看完 微微叹口气 原来是他想错了 这座宫殿早已成了无主之物 石刻上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少年无意得到一本可以修炼的书籍 后来小有所成 得到某位皇帝的召见 后来少年为皇帝炼制丹药 可不知什么原因 皇帝服用丹药后突然暴毙 少年被追杀 最后躲在此处 郁郁而终 楚循走向墙边的书架 上面灰尘很厚 灰手驱散灰尘 两本书映入眼帘 还有一把木剑 楚循看向其中一本 书面赫然呈现两个古体大字 鲜术 楚循眉毛挑起 伸手拿起书翻开看了起来 只翻了三四页 楚循趴得合上书籍 不屑地冷笑 这也敢大言不惭地称之为仙术 里面的修炼之法 根本就是粗糙不堪 双手一撮一扬 书籍化为漫天碎线 这些东西 他压根看不上眼 他随便拿出一本 都比这本强无数倍 楚循随手拿起另一本打开 里面是那位少年修炼心得 还有生活中的琐事 修炼心得楚循根本懒得看 随手翻到后面 一则笔迹引起他的兴趣 里面写道 在建造这座地宫的时候 发现了一颗奇怪的蛋 蛋表面荧光流转 肩不可摧 楚循向外看了一眼 如果他没猜错 这颗蛋就是现在的九幽芒 楚循的目光 移到旁边的木剑之上 轻移了一声 伸手拿起 一股晦涩的波动传来 仙气 楚循惊讶道 这把木剑是玄目所致 坚硬无比 灌入真元 剑身闪过一抹白芒 吃 如刀切豆腐 木剑轻而易举地没入石壁 楚循戳出木剑 脸上带着淡淡的喜色 这把剑并非真正的仙气 只是智行 但楚循有办法 让它变成真正的仙气 这一趟还算不需此行 尤其是得到七彩天香莲 外面现在有九幽芒 暂时出不去 楚循拿出天香莲 脸上浮现出浓浓的喜色 当即盘坐下来 他要就地修炼 只有再突破 就能对付九幽芒了 七彩天香莲散发着璀璨的色彩 楚循病止一滑 半片叶子掉落 漂浮在空中 散发着诱人的药香味 手指连连滑动 七片药叶飘浮在眼前 只不过这七片药叶都是半片叶子 楚循舍不得一次服用 张开嘴 挥手一招 七片药叶迅速地落入楚循口中 药叶入口 楚循周身腾起七彩之色 药效在体内爆发开来 楚循胸膛极具规律地微微起伏 他贪婪地吸收着 一天过去了 楚循还在修炼中 三天 五天 整整一个月 楚循依旧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直到第二个月的一天 楚循豁然睁开眼睛 身体沐浴在金光中 仰头发出一声轻笑 震得整个地宫瑟瑟发抖 练气大圆满 楚循感受着体内磅礴充盈的真元 比之前强横了好几倍 力量和权力一样 让人迷恋 手握木剑 楚循闪身出了十世 以他现在的修为 加上木剑 对付九幽莽轻而易举 好 是九幽莽的声音 楚循顺着声音掠出 几个呼吸间已漆进到九幽莽身边 只是楚循有些吃惊 两个月而已 九幽莽变化实在太大了 看到楚循 九幽莽想昂首头 才昂起几公分便无力地垂下 溅起一阵尘土 他很虚弱 楚循唯恐有诈 挥剑 发出一道溅气 当 金属碰撞声 一块鳞片竟被溅气轻而易举地斩落 九幽莽吃痛 庞大的身躯如动 灯笼大的眼睛 看着楚循竟露出祈求之意 楚循略微一想 便露出恍然之色 他明白 九幽莽为什么这么虚弱了 九幽莽和天香莲相生相伴 现在天香莲被自己采摘 九幽莽失去天香莲的灵力之称 开始变了虚弱 想明白后 楚循不禁惆怂 天香莲还剩下一半 要不要救九幽莽 我若救你 你跟着我如何 楚循问道 他明白 九幽莽能明白他的意思 虽然没有修炼 但经过灵气长时间洗礼 九幽莽已经开启灵智 果然 九幽莽巨大的脑袋 轻轻动了动 楚循决定赌一把 如果收服九幽莽 这可是很强的战力 他心疼地拿出 剩下一半的天香莲 以真缘催动要效 然后扔进九幽莽的嘴里 九幽莽本就是天香莲的半生兽 要效已经被楚循激发 入口以后 瞬间就起了作用 九幽莽幽冷的眼睛 开始变得明亮 身上七彩光芒大盛 磅礴的活力 从身上散发出来 吼 九幽莽昂首头颅嘶吼一声 楚循竟听出吼声中的欢快之意 但他却没有放松 紧握木剑 暗中戒备 九幽莽毕竟是妖兽 不能轻易相信 二 九幽莽歪着巨大的脑袋 看了楚循一会 然后低下头蹭了蹭他 表达清静之意 楚循收起木剑 伸手摸了摸他巨大的脑袋 九幽莽不同于一般蛇类 身上没有蛇类阴冷的腥臭味 因为天香莲的原因 他的身上弥漫着很好闻的香味 九幽莽没有修炼 所以暂时无法结成契约 楚循暗想 九幽莽亲近他 估计是他服用了天香莲的原因 不过 九幽莽体型太大 这样带出去不引起骚动才怪 但这难不倒楚循 他开始布置法阵 阵法名为天妖化形阵 这是他在异界无意中 得到的一种妖族法阵 可改变体型 楚循身上带着暖玉 本来是打算制作保命玉牌的 现在刚好可以派上用场 拿出一块玉牌 挥手打出去 结果玉牌还没落地 九幽莽大嘴一张 就把玉牌给吞了 楚循一脑门黑线 他忘了九幽莽不同于其他蛇类 吃的都是带灵器的东西 整整花费了半天时间 楚循才布置好天妖幻形阵 法阵覆盖半个地宫 楚循拍拍九幽莽 让他进去 九幽莽歪头看了看 然后一栋庞大的身子进入法阵 九幽莽进入阵中 巨大的身子迅速缩小 而且越缩越小 看着自己变小 九幽莽就想退出来 想要跟着我出去 就必须这么做 楚循说道 九幽莽灵智已开 听懂了楚循的话 身子不再后退 不情愿地继续朝阵中移动 足足十几分钟后 九幽莽十几丈的身子 才完全进去 楚循看着变化后的九幽莽 不经玩耳 现在的九幽莽 只有小拇指粗细 二十公分左右的长度 怎么样 是不是很满意 楚循笑问 好 虽然体型变小了 但从吼声依然害人 九幽莽嘶吼一声 表达自己的不满 然后刷得弹起 窜上楚循的胳膊绕了两圈 看上去就像个七彩手环 楚循微微一笑道 跟着我你不会后悔的 现在我们该出去了 龙行横领上 一道黑影冲天起 楚循眼神微眯 在洞底待了两个多月了 感应到灵气已经恢复正常 楚循在洞口布置了防御阵后 这才朝着乾隆山庄的方向而去 乾隆山庄楚循的别墅前 两辆房车停靠在那里 一辆属于郑广义父子 另一辆是花青五的 花青五不服输的性格 使他决定跟楚循号上了 干脆把房车开来 在这里暂住 郑广义父子有样学样 也弄来一辆 他们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鬼老 那家伙该不会回来了吧 花青五情绪有些低落 他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应该不会 鬼老回答的也很不确定 如果他们找来这里怎么办 花青五突然到 鬼老眉头皱成沟壑 沉声道 小姐 如果我抵挡不住 你记得先躲进镇里面 切记多带食物和水 花青五点点头 他明白事情的重要 不能任性 鬼老 到时候跟我一起退回镇内 相信他们也没办法 鬼老正准备说话 外面一道声音响起 花小姐 我等奉命请你回去 花青五和鬼老脸色一变 小姐 一会儿我拖住他们 你尽快入镇 鬼老脸色严峻 花青五点头 抓起旁边的双肩包背上 里面是他们早就准备好的食物和水 打开车门 两人下车 一位年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 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另外还有两个青年 站在车门左右 封住他们的去路 花青五和鬼老眼底 同时浮现出焦急之色 现在看来 想要退进镇中也不容易 花小姐 跟我们回去吧 中年人单手背后 神色自负傲然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花青五轻斥 语气带着无力 中年人冷笑道 这可由不得你 既然你父亲应了这门婚事 那你就是我们少爷的女人 我们冷家的少夫人 可不允许在外面抛头露面 既然是我父亲应允的 那你去找他好了 要嫁让他自己嫁 我是不会嫁的 花青五强硬道 想到那个从来没把自己 当女儿看过的父亲 花青五脸上 带着浓浓的悲哀 奉劝花小姐一句 别让我们做属下的为难 中年人语气开始不耐烦 小姐 一会我攻击左边的人 你趁机进阵 鬼老压低声音说道 花青五点头 没人注意 他们说话的时候 中年人耳朵微微牵动 嘴角带着冷笑 刷 鬼老朝着左边的青年略去 同时拍出一掌 中年人耻笑 身影一晃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 已经拦在鬼老面前 轻飘飘地拍出一掌 碰 鬼老被一掌拍飞回去 落在花青五身边 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鬼老 花青五扶着鬼老 翘脸满是担忧 哼 一个连内袭都没修炼出来的废物 竟敢在我面前耍花招 中年人冷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你这不知死活的老鬼 屡次与我们少主作对 若不是你的缩始 花小姐岂会逃婚 鬼老张嘴 对方是内袭舞者 先天三层的高手 他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你们在干嘛 旁边房车里的正前听到动静 跑出来喝道 他早就垂涎花青五的美貌 看到三个人围着花青五 急切地想表现自己 不由地呵斥一声 真是瞌睡送枕头 他这两个月 没少对花青五献殷勤 可花青五压根懒得理会他 现在可是英雄救美的机会 或许花青五以后 会对他另眼相看 从此每人在怀 走上人生巅峰 中年人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一拳击在花青五的房车头上 哄 车头被一拳轰得凹进去一大块 正前双眼发直 腿肚子直哆嗦 吓得怪叫一声 连滚带爬地 窜回自己的房车里 就在此时 鬼老身子突然爆射向右边的青年 猛地拍出一掌 这青年神色一惊 急忙举手招架 碰 青年被鬼老一掌拍得连续倒退 而他自己 再次吐血 小姐 静震 鬼老来不及平息 急声大喊 老鬼 你在找死 中年人大怒 身子朝着鬼老掠去 拳头带着雷霆之力轰出 花青五迎牙紧咬 猛地挡在鬼老身前 中年人大惊 他可以不顾及鬼老的死活 但却不能伤花青五 情急之下 急忙撤回全世 中年人的拳头 在花青五面前五公分处堪堪停住 脸色一阵潮红 全世的反噬之力 让他差点吐血 脸色阴奕地盯着花青五 小姐 你这又是何必呢 鬼老悠悠叹口气道 一直以来都是您保护我 这次换我保护您 花青五苦涩道 扭头看向中年人 只要你答应不伤害鬼老 我跟你回去 小姐 你不能跟他们回去 鬼老急声说道 老鬼 看在花小姐的面子上 留你一条狗命 别自己找死 中年人冷冷地说道 鬼老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花青五轻声道 与其平静 他的视线看向不远处的别墅 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 小姐 都怪我没用 鬼老声音嘶哑 带着不甘和愤怒 花青五看了他一眼 鬼老保重 说完对中年人说道 走吧 中年人让开身子 做个请的手势 小姐 你看 鬼老突然惊叫 声音带着欣喜 所有人的视线 都看向鬼老所指的方向 夕阳下 一位少年沐浴着霞光 悠然自得地迈着步子 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 花青五又是惊喜 又是担忧 惊喜的是在这关键时刻 楚勋出现了 担忧的是以楚勋的性格 会不会救他 至于楚勋有没有能力救他 这根本不用考虑 答案是肯定的 楚勋也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两个月过去了 花青五还没离开 他都忘了这个人的存在了 中年人和两名青年很不解 为什么看到这个少年 花青五和鬼老如此激动 难道这个青年可以救他吗 很快太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少年身上 没有丝毫内袭波动 根本就是个普通人 花青五看向楚勋 脸上带着祈求 嘴巴张了张 虽然花青五没发出声音 但楚勋却看懂了 他说的是 救我 我为什么要救你 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楚勋可没有顾忌 直接问道 花青五脸色一急 最后无奈地叹口气 他不出声 是怕中年人伤害鬼老 既然楚勋挑明了 他咬咬牙也活出去了 如果你救我 我愿意依附于你 包括紫竹林会所 说到这里顿了顿 然后翘脸染上一抹红色 继续道 也包括我 楚勋挑挑眉 诧异地看了花青五一眼 玩味道 挺有诱惑力的 可这些还不足够打动我 你 花青五翘脸含怒 这也太侮辱人了 要不是场合不对 他都想扑上去 咬楚勋两口才解恨 要怎么样你 才肯帮我 为了鬼老 花青五忍着怒气 帮你也不是不可以 你再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 花青五问道 我还没想好 想好了再告诉你 不得不说 楚勋现在的样子很欠揍 花青五深呼一口气 点头道 好 我答应你 楚勋倾笑汗手 楚勋和花青五的对话 让中年人神情冷了几分 花青五实话敢话 被逼无奈 而楚勋则是无所顾忌 奉劝你不要夺管闲事 成英雄强出头的后果 你承担不起 中年人傲然道 楚勋视线看向中年人 不禁玩耳 不过 很快他便轻移了一声 中年人体内 竟有莫名的静气涌动 这让楚勋很好奇 这股静气不是真元 因为比起真元之力太弱了 难道这就是那些 也就是俗称的内功 楚勋觉得很有意思 开口道 你在我家门口撒野 还劝我不要夺管闲事 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我不觉得可笑 如果你知道我抬手就能取你性命 你还在这里大言不惭 这样才应该很可笑吧 中年人不屑地说道 楚勋眼神嘲弄 摇摇头道 取我性命 你可以试试 中年人冷哼一声 一个箭步上前 朝着楚勋的脑袋一掌拍下 掌风撕裂空气 异常凶猛 楚勋的态度让他很不爽 引起了他的杀机 刷 一道七彩光芒弹射 直接贯穿中年人落下的手掌 然后快到不可思议地贯穿他的脖子 从后颈穿出 中年人瞳孔猛地放大 脸上带着难以置信 脸色迅速灰白 然后轰然倒地 师父 两名青年惊叫着奔过来 刷 七彩光芒暴射 两名青年身子一僵 朝前扑了几步 然后栽倒在中年人的尸体上 脖梗伤的血洞格外刺眼 花青舞瞪着眼睛 身体微微颤抖 他感觉血液都快凝固了 鬼老喉咙滚动 不知道咽了多少口水 眼皮跟抽筋似的不停地抽搐 几乎是眨眼间 让他们无可奈何的中年人 和两名青年变成了尸体 两人转动着僵硬的脖子 扭头看去 在他们身后 一条小蛇昂着头 身上散发着七彩之色 在夕阳下分外美丽 鬼老和花青舞惊骇地发现 他们在打量小蛇的时候 那条小蛇歪着脑袋 也在打量他们 他们一动也不敢动 浑身僵硬 因为这条小蛇虽然看起来很美 但却危险十足 身边三具尸体 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楚寻无奈地叹口气 走过去敲了一记九幽蟒的小脑袋 下次没有我允许 不准随便现身 明白吗 楚寻说道 他本来想事实内息的深浅 结果被九幽蟒三下五除二解决了 再说 九幽蟒毕竟是妖兽 估计地球上就这么一条 过分暴露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九幽蟒向着做错事的孩子 委屈地用小脑袋蹭蹭楚寻的手 他要是能开口说话 肯定会说人家只是想帮你而已 回来吧 楚寻说道 九幽蟒绕上楚寻的手腕 再次变成了七彩手环 这一幕看得花青舞和鬼老眼珠子 差点掉出来 这条小蛇竟然能听懂人话 太不可思议了 接下来 楚寻布置了九天坟炼阵 三具尸体片刻烟消云散 突破的感觉真好 楚寻暗想 之前布置九天坟炼阵的时候 差点耗尽真元遭到反噬 现在轻而易举 花青舞生生打个寒战 眼前发生的事 让他犹如置身在噩梦中 鬼老却突然倒下 脸色灰白 鬼老 花青舞急红了眼 手足无措 失了方寸 求你救救鬼老 花青舞向楚寻求救 楚寻叹口气 真是麻烦 他不用看都知道 鬼老这是被震伤了脏腑 走过去 单手贴上鬼老胸前 一股真元度了过去 鬼老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 片刻过后 楚寻收手 鬼老的伤已经无碍了 鬼老 你敢去这么样 花青舞关切地问道 鬼老眼底满是震惊 站起身朝着楚寻一拜 多谢先生 楚寻摆摆手 看向花青舞说道 你们先回去吧 有事我会通知你 花青舞愁出了一下 抬头看向楚寻 轻声道 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 楚寻一正 随即开口 我叫楚寻 花青舞眼神带着莫名的光芒 朝楚寻玩耳一笑 然后扶着鬼老返回房车上去了 楚寻正准备回别墅 旁边的房车门打开 一道身影连滚带爬地跑过来 跪在楚寻面前 先生 我知道错了 求你大人大量 原谅我吧 郑前跪着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楚寻皱眉 没有搭理郑前 而是走过去上了他们的房车 房车里面一应俱全 郑广义脸色凄惨地跪在沙发上 看到楚寻进来 当下急着就要失礼 结果手忙脚乱地从沙发上栽了下来 楚寻走过去 坐在对面沙发上 郑广义急忙用双手撑起身子 顾不上喊痛 祈求地看着楚寻 感觉如何 郑董事长 楚寻细血地看着郑广义问道 郑先生高抬贵手 我知错 郑先生开恩 我真的知道错了 郑广义一边说 一边拼命磕头 这两三个月里 因为他见人就跪拜的模样 没少被人嘲笑 公司也无心搭理 生意一落千丈 而且生活很不方便 可以说是根本不能自理 吃喝拉撒睡都得有人伺候 这种废人一般的生活 简直让他痛不欲生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选择依附于我 二是一辈子就这样跪着 楚寻淡漠地说道 我愿意依附于先生 从此以后以先生马首是瞻 郑广义几乎想都没想 急声说道 好 取你一滴血 郑广义虽然不明白 楚寻要做什么 但不敢有丝毫懈怠 急忙咬破手指 楚寻一招手 一滴血珠飘在眼前 片刻过后 郑广义满头大汗 他跟白人杰一样 被楚寻强行结下试魂契约 主人 郑广义低下头 公声说道 你以后还是称我为先生吧 楚寻说道 他向来恩怨分明 郑广义跟白人杰不一样 郑广义只是得罪他 白人杰却心怀一心 想要利用他 是 郑广义恭敬地答道 你起来吧 楚寻说道 是 郑广义急忙站起身 突然 他整个人僵在原地 激动得满脸通红 许久之后 他才反应过来 他站起来了 他的腿恢复直觉了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郑广义激动得语无伦次 说着就要下跪 却被楚寻挥手制止了 你回去吧 后面我会找你 是 别墅前终于安静了 楚寻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一辆劳斯莱斯急驰而来 楚寻停下脚步 看着跳下车的陈汉龙急跑过来 先生 你没事吧 陈汉龙关切地问道 楚寻心里一暖 好久没人这样关心过自己了 我没事 楚寻笑道 陈汉龙估计来了好几次没见到自己 所以才会有此疑问 进来说吧 楚寻说道 两人进了别墅 先生 你还记得我之前的提议吗 刚坐下 陈汉龙便开口说道 你说的是那些陆珠 楚寻记得陈汉龙说 要销售陆珠的事 陈汉龙点头 道 先生 我已经制定好了方案 你要不要先看一下 说着 拿出一个文件夹递过去 楚寻赶紧摆手 他可没时间看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了吗 这些你看着办就行了 那我先大概说一下 先生听着就行 如果有什么问题 您指点一下 楚寻一阵无奈 只好点点头 试以他说 我打算把这些陆珠 分成三个等级 三级是经过稀释过的 效果只有原来效果的十分之一 每瓶十克 售价十万 十万 楚寻瞪大了眼睛 也难怪他吃惊 这些陆珠 他根本没看在眼里 现在陈汉龙竟然敢狮子大开口 十克售价十万 还是稀释过的 傻子才买呢 先生也觉得价格有些低了吗 陈汉龙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是觉得 这价格挺好 楚寻很好地 掩饰了自己的尴尬 心想 卖得出去才怪 哦 那我继续说 二级每瓶还是十克 但效果是原来的五分之一 售价一百万 楚寻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他虽然对钱没概念 但也觉得陈汉龙有些异想天开了 一级就是原夜 也就是这些露珠 同样每瓶十克 售价五百万 美元 楚寻神色古怪 你看着办吧 这些问题你自己决定 我这边没问题 陈汉龙站起来 严肃地说道 多谢先生信任 我保证不会让先生失望 楚寻微微汗手 其实心里却不太相信 如果陈汉龙知道楚寻的想法 肯定会跳起来 这些露珠是什么 那可是仙药 这些价格他都觉得低了 其实论做生意 楚寻是小白中的小白 先生 还有一件事 这些露珠需要你给取个名字 名字 楚寻想了想 就叫仙灵夜吧 怎么样 先生取的名字自然不会差 陈汉龙对这个名字也很满意 先生 那我先去忙了 楚寻点点头 等等 走到门口的陈汉龙又急忙返回来 公声道 先生还有事 你联系一下白人杰 看看金银花赌场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是 我这就去办 陈汉龙应道 三 一日 楚寻还在修炼中的时候 再次被陈汉龙打断 陈汉龙进来后 看到楚寻脸色不好 顿时吓了一跳 他也意识到 自己打扰到楚寻了 楚寻一阵无奈 对于陈汉龙他 还是比较看好的 也没多责怪 拿出玉牌 在上面布置了法阵 然后扔给陈汉龙 拿着这个 以后可以自由出入 这个玉牌相当于入阵的钥匙 陈汉龙心里暗喜 真是因祸得福 能自由出入这里的 除了楚寻本人 恐怕也就他一个人 他现在也算手持 上方宝剑的皇亲国妻了吧 越想越美 脸上不由地笑成一朵菊花 先生 我昨天联系过白人杰了 金银花赌场的准确地址 已经查到 楚寻白手打断 陈汉龙剩下的话 开口道 明晚我们去见识一下 是 陈汉龙心里又得意起来 因为楚寻没说带别人 只带着他 陈汉龙对自己当初 抱楚寻大腿的明智之举 得意非凡 先生 那我先采集露珠了 陈汉龙小心翼翼地说道 虽然楚寻对他很好 但也不能因此膨胀 他时刻提醒自己 对楚寻要随时保持恭敬 去吧 楚寻挥挥手 陈汉龙鞠个躬 屁颠屁颠地跑出去 从车上拿下来一个银行 装钱用的那种保险箱小跑回来 楚寻瞄了一眼 不由得哑然失笑 至于吗 陈汉龙打开保险箱 里面是一排精致的透明玻璃瓶 你打算用这个装这些露珠 楚寻问道 陈汉龙点点头 这些东西 他可是精心准备的 你要用这个瓶子装 估计拿回去药效 就只剩十分之一了 连稀释都免了 而且不用两天 这些露珠跟水 也没什么区别 楚寻说道 啊 陈汉龙傻眼了 半天才回过神 急忙道 请先生指点 这些露珠含有灵力 只有玉瓶 才能保持灵气不散 而且 玉瓶的玉制不能太差 陈汉龙露出恍然之色 是自己考虑不够周到 先生 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楚寻点点头 啊 你之前不是说 这些露珠要稀释吗 但除了我这里 这些露珠 只要接触到空气灵气 就会消散 到时候 你稀释出来的 只能是水了 这可怎么办 陈汉龙很不甘心 他有十足的信心 用这些仙灵液 帮楚寻打造一个 庞大的金钱帝国 这样吧 你选好地方 我到时候帮你解决 楚寻说道 只要布置一座聚灵镇 就可以解决这些事情 陈汉龙大喜 急忙道 地方我已经找好了 就在龙英会总部 现在就差于平了 就算定做 也得几天时间 先生 你若有时间 我们现在 楚寻挥手打断陈汉龙的话 这事先不急 晚点去也无妨 先生 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您吩咐一声 我帮你去办 既然楚寻说不急 陈汉龙也不敢有什么意见 你知道唐柔在哪家娱乐公司吗 唐小姐在环宇娱乐公司 陈汉龙回答道 自从知道唐柔和楚寻的关系 他利用关系 尽可能地帮助唐柔 还派了几个龙英会的精英成员 暗中保护 你自己忙吧 我有事出去一趟 楚寻打算去看看唐柔 说好了去唐柔家拜访的 这一拖就是两个月 先生 我送你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 那先生开车去吧 有导航 可以方便点 楚寻想了想也是 他还真不知道 这个环宇娱乐在哪 环宇娱乐大厅设立的休息区 楚寻满脸郁闷 前台那个长相甜美 但性格固执的接待小姐 很静泽地拦着他 不让上去 总不能硬冲上去吧 小米 你盯好他 这人鬼鬼祟祟的 连个手机都没有 号码也没有 还大言不惭 自称是唐小姐的哥哥 我看就是脑残粉 想混上去 前台年纪稍大的接待员 很有经验地 给年轻的接待员分析 可我看他不像坏人啊 说不定 他真的是唐小姐的哥哥 豪明小声说道 他怎么看楚寻都不像坏人 你们这些刚出学校的小丫头 就是太单纯 太容易被骗 那个坏人额头上写着 我是坏人 可是 别可是了 听我的没错 现在有很多人看上去人畜无害 其实就是心里阴暗的变态 他们为了见到偶像 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他们俩以为压低声音 楚寻就听不到了 楚寻一阵无语 两个人的对话 一字不漏地 全落进他的耳朵里了 这时 一个身材火爆 长相被农庄遮住的女人 从大门进来 身后保镖助理跟了好几个 这个女人 是和唐柔同期 崛起的新星 陈倩倩 前台两个 接待原料的火热 以至于陈倩倩站了好一会 两人都没发现 陈倩倩听着两人的谈话 你们听到没有 先生刚才对我说 辛苦了 有个壮汉兴奋地说道 却遭到其他人的白眼 什么叫对你说的 那是对我说的好不好 靠 你要不要脸 没看先生说的时候 是看着我的吗 分明是对我说的 楚勋一句话 让几个大男人吵翻了天 几个人的争吵 一字不落地 传进楚勋耳朵 他无奈地摇摇头 回到车上 楚勋开车前往目的地 唐柔这次拍的是 关于绿色环保的短片 拍摄地点 在一个叫梅圆水箱的度假山庄 梅圆水箱在郊区 路程不静 楚勋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西郊污染少 远远看这个梅圆水箱 还真有点蓝天白云 绿树成荫 室外桃源的意思 旅行车同行 楚勋停好车 三个人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去 旅行车已经备好 三人登上旅行车 度假山庄很大 一路走来 青山绿水 高尔夫球场 开阔的视野 一眼望去无边的绿色 让人很是舒服 这里的环境真好 唐柔不由地感叹 生活在都市 见惯了高楼大厦 闻着汽车尾气 突然进去这样的环境 身心放松 无比惬意 楚勋点点头 神色却没多大变化 在一届三千年 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环境 所以没什么可喜悦的 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呼吸着带着花香味的新鲜空气 两人随意地聊着小时候的事 很快变到了一栋木制的小楼前 小楼前的空地上 一群人摆弄着拍摄器材 看到唐柔 一个留着长发 白白胖胖 笑得跟弥勒佛式的男人迎上来 陆导 你好 唐柔下车后 浅笑着跟对方打招呼 唐柔 这次谢谢你了 陆导感激地说道 因为这次拍的题材是 呜呼环保 属于公益事业 投资只有几百万 现在稍微有点名气的演员 动作片酬 就是上千万 他们这几百万 除去工作人员的工资 基本不剩啥了 根本请不起演员 陆导以前帮唐柔拍过MV 算是就相识 抱着适时的态度 打电话给唐柔 没想到唐柔听后一口答应 而且是零片酬出演 这让陆导如何能不感激 再说 唐柔性格恬静 很符合这次的拍摄风格 陆导不用客气 只要您不嫌我演技税嫩就行 唐柔浅笑道 陆导笑了笑 没多说什么 有些是不用说的太多 会显得很矫情 这份人情记心里就行 唐柔 你先休息一会 我准备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拍了 好的 陆导你先忙 唐柔拉着楚寻 走到旁边的阴凉处坐下来 陆导有些震惊 唐柔他算了解 从来没见过他 跟那个男人这么亲密过 之前没注意 此时唐柔的动作 让他好奇地看向楚寻 一看之下 不由地愣住了 因为楚寻的气质 给人一种很干净的感觉 这次的主题是 绿色环保 这气质太符合了 不过很快 陆导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这次的男主角已经定了 无法毁约 违约金他赔不起 楚寻哥哥 你在看什么 唐柔看到楚寻 不停地看向度假山庄最深处 没什么 我只是好奇 那里是什么地方 有什么样的美景 楚寻随口说道 其实 来到这里后 楚寻就发现 度假山庄最深处 有股熟悉的波动 陆导一直在注意这边 听到楚寻的话后笑着说 那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潭死水 不过那里可去不得 为什么去不得 唐柔好奇地问道 听说度假村建造的时候 那里也在规划呢 可施工的时候怪事连连 不是有人精神失常 就是离奇死亡 后来没家就把那里疯了 不对外开放 陆导说道 楚寻神色一动 如果真如陆导所说 那他几乎可以肯定 那里有什么 就在这时 两辆电动旅行车开来停下 一个英俊帅气的青年 先下车 凯哥 您慢点 后面的旅行车上 下来一个穿着紧身裤 花衬衣的男子追上来 翘着兰花指 声音尖细地说道 林凯 你来了 陆导急忙迎上去 笑着伸出手 林凯伸出手 却不是握陆导的手 而是直接抬起摘下墨镜 陆导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陆导 你这里准备好没有 要知道我们凯哥可是很忙的 那通告都排到年底了 要不是为了还你人情 我们是不可能那么低的片酬就出演的 后面的男子撬着兰花指说道 是是是 太感谢你们了 陆导尴尬地陪着笑脸 唐柔早来了 我这边马上准备好 很快就可以开拍了 不会太浪费 你们时间的 林凯傲慢地点点头 扭头看向休息区的唐柔 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走过去 呸 什么东西 要不是陆导 他现在还是个跑龙套的 未不熟的白眼狼 忘了当初可是陆导力捧他的 要不他能有今天 旁边的工作人员看着林凯 眼神带着愤然 纷纷不屑地小声咒骂 三 林凯走到唐柔面前 脸上洋溢着自己最满意的笑容 这个笑容 他练习了好久 每次露出这个笑容 他的女粉丝都会为之疯狂 你好 唐柔 很荣幸能跟你合作 林凯伸出手 你好 唐柔虽然不喜欢林凯的嚣张 出于礼貌 他还是伸手握了一下 不得不说 林凯的确长得很帅 在娱乐圈的人气居高不下 虽然演技成为大家饭后讨论的诟病 但在这个看颜值的社会 这样的人的确很吃香 有网友笑颜 林凯的演技无可挑剔 他能用一种表情 眼识不细 唐柔的动作都算不上握手 只是轻轻一碰便收回手 林凯眼底闪过一抹怒意 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他有盛世容颜 他喜欢女粉丝迷恋他的眼神 每次看到他疯狂地尖叫 唐柔的态度不冷不淡 这让享受惯了众星捧月的他 很不舒服 喂 你谁啊 没看见凯哥站着吗 还不赶紧起来给凯哥让坐 一点眼力剑都没有 这个翘着兰花指 说话尖酸刻薄的男人 应该是林凯的经纪人 他瞪着楚勋说道 楚勋平静地扫了他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不屑 叫他让坐 也没什么不可以 就怕他的位子 没人坐得稳 楚勋哥哥 我们去那边吧 这里风景真美 你帮我拍几张照片吧 唐柔指着不远处的一块薰衣草田说道 他不知道楚勋的身份 但能让陈汉龙这样的黑道大佬 鞍前马后的讨好 岂是一个林凯能得罪的 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林凯 而是为了陆导 在福华的娱乐园 陆导算是有良心的导演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公益作品 很少有导演愿意去拍 而且还是一个有名气的导演 他不希望陆导太为难 好 楚勋站起身 扫了一眼林凯 然后陪着唐柔去拍照片了 林凯脸色难看 唐柔的清纯在娱乐圈难得一见 他玩过的女人不计其数 大多都是倒贴上来的 有的为了蹭他的热度 有的逢场作戏各取所需 唐柔性格甜静 长相甜美可爱 亦是让他心痒难当 现在看来 唐柔对他并不感兴趣 林凯怨恨地瞪着两人的背影 眼神闪烁 冷笑道 走着瞧 凯哥 您坐 经纪人轻挑地拿出一张诗巾 擦擦楚循坐过的地方 林凯心里有气 粗鲁地推开经纪人 一屁股下去 咔嚓 扑通 林凯的屁股刚挨上椅子 椅子突然碎了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感觉尾巴骨都裂开了 顿时痛得额头冒汗 呲牙咧嘴 但为了明星那可笑的光环 他生生忍住 一旁的工作人员 毫不客气地轰然大笑 你们笑什么笑 你们准备了什么破椅子 摔坏了凯哥 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工作人员笑不出来了 因为椅子的确是他们准备的 林凯的经纪人说得对 要是林凯真受伤了 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到时候为难的还是路斗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过来帮忙 经纪人一个人扶不起林凯 不由得朝工作人员大吼 工作人员本来想过去帮忙的 但听到这刺耳的话 反而没人过去了 路斗满脸无奈 别人可以不理会 但他不能干看着 跑过去和经纪人一起扶起林凯 白凯哥 先坐这点 林凯的经纪人坐到旁边的椅子上试了试 确定没事才让林凯坐 咔嚓 扑通 林凯刚坐上去 椅子再次碎了 他跌了的四氧八叉 不同的是 这次没忍住痛 惨叫一声 双手很没形象地揉着屁股 众人都傻眼了 林凯的经纪人也愣了 好半天众人才回过神来 神色怪异 别人做都没事 你坐椅子就塌了 这人品得多不好 才能让椅子都嫌弃 楚勋哥哥 是你干的吧 唐柔歪着小脑袋看着楚勋 他不相信这是巧合 楚勋笑了笑 这可跟我没关系 或许是他人品太差 连椅子都嫌弃 又或许是他人品太好 连续两次中奖 我看他应该去买彩票 唐柔言嘴浅笑 他知道肯定是楚勋动的手脚 林凯瞪着发愣的经纪人大吼 还傻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扶我起来 这回他也顾不了偶像包袱了 经纪人急忙扶起林凯 这次没说他一个人扶不动的话了 林凯 你不要紧吧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陆导观星地问道 毕竟林凯是他请来的 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没事吗 林凯烦躁地吼道 今天不拍了 我要回去休息 说完也不理会众人 扭头一拳一拐地走过去 登上一辆观光车 迅速地离开了 不过看上去更想逃 走之前 嘴里还骂骂咧咧这地方 真他妈邪性 留下一大群人不屑地纷纷摇头 这就是当红偶像 众人脸上带着愤愤不满 他们忙活了半天 算是白忙活了 陆导无奈地摇摇头 对大家说道 今天先收了吧 明天再拍 其实心里最难受的就数他了 毕竟林凯是他一手捧红的 陆导走过去 陆导 你不用自责 发生这样的事 大家都不想看到 更何况这又不是你的错 你不用道歉 唐柔善解人意地说道 哎 陆导叹口气 没事的陆导 今天拍不了 我们可以明天拍啊 唐柔安慰道 陆导收敛情绪 笑道 那我先给你准备休息的地方 今晚大家都住在这里 明天时间不用太赶 跑来跑去的挺麻烦 住在这里 唐柔一愣 扭头看向楚寻 没事 就听陆导的吧 明晚我再去拜访叔叔阿姨 楚寻知道唐柔担心什么 果然 唐柔听后松了口气 他就怕楚寻不高兴 陆导 那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这就去安排 陆导走之前 好奇地看了楚寻一眼 刚才他们说见父母 难道他们是侵略 这两人仔细一看 的确挺般配的 陆导走了几步突然停下 回头看着唐柔 可嗨嗨 那个唐柔啊 你们两个是要两个房间呢 还是一间就行 唐柔先是一愣 然后一张翘脸刷得红了的透 两间 楚寻神色不变 平淡地说道 陆导一正 意识到自己弄错了两人的关系 一溜烟闪人了 唐柔偷偷看了一眼平淡的楚寻 心里微微有些不适滋味 难道楚寻哥哥不喜欢自己 女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患得患失 连性格恋尽的唐柔也不例外 当然 这只不过是的小插曲 下午 楚寻陪着唐柔 几乎转变了整个度假村 深夜 营月如盘 繁星闪烁 楚寻现在窗口 视线飘向度假村最深处 他之所以没有拒绝路导的提议 是因为他要去探查 那里是不是有他需要的东西 打开窗户跳下去 落地无声 楚寻化作一道黑影 在夜色中朝着度假村深处掠去 十几分钟后 楚寻看着眼前的荒凉 跟度假村的绿意盎然格格不入 这里已经被封锁 用铁网隔离 铁门上的锁子已经生锈 轻轻一扯 锁子断裂 楚寻迈步走了进去 脚下落叶干枯 踩上去发出的声音 在宁静的深夜格外刺耳 楚寻神念蔓延 一路前行 大概走了十多分钟 一个直径约十米的水潭横在眼前 漆黑的潭水散发着悠悠寒意 由张开嘴的怪兽 在等着猎物自投螺网 楚寻蹲下身 手指探进水中轻轻搅动 寒意刺骨 一层白色薄霜 顺着手指蔓延到手背 最后是胳膊 与此同时 一道古怪的能量波动 顺着手臂爆发 冲向楚寻的脑海 楚寻收回手 手臂腾起一阵水蒸汽 白霜融化消散 那古 量波动也随之消失 幽梦寒时 楚寻轻语 幽梦寒时 对修炼没有任何帮助 但却是制作 储物空间的最佳材料 幽梦寒时 自带一种神秘力量 可以清洗人的大脑 使人出现幻觉 但也正因为这股力量 才能被修仙者所利用 掌控幽梦寒时的力量 就可以做到一随心动 只要一个念头 就能将东西收进储物空间 或者从储物空间拿出来 扑通 楚寻纵身越境潭中 真元护体形成屏障 寒水进不了身 一路下潜 漆黑的潭水 阻挡不了楚寻的视线 潭身约50米左右 在潭底 一颗拳头大小的乳白色石头 散发着阴寒朦胧的白光 正是幽梦寒时 楚寻毫不费力地将寒时拿在手中 无视寒时散发出 可以将人冻成冰块的刺骨寒意 一路上浮 碰 水面炸开 楚寻越上潭边 一步沾水 看看手中的寒时 楚寻眼带笑意 没有储物空间 真的很麻烦 不过 很快他的笑意就凝固在脸上 指尖绕在手腕上的九幽蟒 突然游上他手心 咔嚓 张开嘴 一口将寒时咬下来一块 然后咀嚼几下 跟吃豆子似的咽了下去 楚寻一正之后 迅速出手 捏住九幽蟒的尾巴 在他准备咬第二口的时候 将它 拎起来远离寒时 三 九幽蟒不愧是顶级妖兽 什么东西都敢吃 普通人碰着急死的幽梦寒时 对他来说 也不过是食物 九幽 这东西对我有大用 等回去 我会为你找顶级玉食原谅 楚寻安抚道 九幽蟒现在正在成长阶段 需要大量食物 九幽蟒不情愿地 蹭蹭楚寻的手心 然后绕上他的手腕 楚寻笑了笑 声音一晃 朝着来时的方向掠取 回到房间 楚寻拿出幽梦寒时 设置了的小法阵 隔绝了寒时的力量 要不然 住在周围的人 都会被影响 产生幻觉 这东西放在房间里始终不妥 还是尽早炼化制作才行 楚寻设置隔绝大阵 将整个房间笼罩在内 以免待会动静太大 惊扰到其他人 九天坟炼阵 炼化天地万物 房间里数百道火龙冲天气 如此异象 房间里的东西 没有丝毫损坏 火光没有透出一点 幽梦寒时 脱手漂浮在半空中 散发着幽冷的寒意 冲向半空中的幽梦寒时 寒时寒意大圣 仿佛不甘不练化 一股股寒意涌动 抵抗着火龙的侵袭 给我练 楚寻低吼 打出数道真元 没入阵眼 火龙犹如石之画 竟发出一道道悠长的龙吟 更加迅猛地冲击寒时 楚寻没有停手 一道道真元 不断打进阵眼 半个小时后 寒时仿佛已抵挡不住 火龙的不断冲击 寒意大减 到最后寒时不再散发寒意 本体也被炼化成液体状态 这些液体不断在凝聚缩小 到最后 只剩下拇指大小的一滴 凝 楚寻食指舞动 地结法印 半空中 液体开始变化 最后化作一枚指环 表面布满纹路 光滑流动 楚寻起身 撤掉九天焚链大阵 指环漂浮在他眼前 将指环戴上手指 不大不小刚合适 从指尖逼出一滴血 滴在指环上 指环闪过一抹鸿芒 彻底打上了楚寻的印记 楚寻以神念感应 指环中的空间 有五个多平方 勉强算作低级储物空间 不过储物空间可以培养 随着修为提高 再融入其他材料 空间还会增大 瘦 心里默念 茶几上的茶具 眨眼消失 楚寻脸上露出喜色 心念微动 茶具再次出现 突然 楚寻脸上的喜色收敛 眼底闪过一丝寒芒 下一刻人已掠出窗外 冷眼看向楼顶 月光下 一道白色身影 傲然站在楼顶 此人年约五十 一身白色唐装 双眼如鹰笋 锐利地盯着楚寻 只不过在楚寻出现的瞬间 他的眼底闪过一丝诧异 刷 这里的木质小楼 都是两层 十几米高 白色身影一跃而下 落地无声 楚寻眼神微眯 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这人刚才落下的时候 体内静气流动 而且他的身法轻盈 轻功 他脑海里 突然冒出这两个字 楚寻饶有兴趣的问道 你知道暗榜 还算有点见识 来人声音洪亮 单听声音 你根本想象不到他的年纪 楚寻笑了笑 暗榜第十的黑莲 就死在他手里 有人在暗榜上 出价一亿买他的命 而且这个任务 已经有人接了 最近他一直在等接任务的人 因为他要震慑一下 躲在幕后的黑手 暗榜之手 判官 暗榜之判官 挥比判生死 来人单手负后 神色傲然 眼神细血的盯着楚寻 既然楚寻知道暗榜 那就知道暗榜之手的分量 以往他只要亮出身份 就足以下滩对手 他在等着看楚寻脸上 惊恐的表情 他喜欢看到这种表情 他喜欢掌控别人生死的 那种快感 可惜的是 楚寻脸上始终带着默然 看不到丝毫恐惧 判官 不知道你这判官 判了多少人的生死 楚寻挑了挑没道 判官从不判生 至今为止 我已经判了172人死 判官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过了今晚 就是173人 多出的一个是我 楚寻问道 还算有自知之明 你自我了断吧 免得自讨苦吃 判官眼神轻蔑 他接任务的时候 前面对楚寻危险杜一兰 写的是不祥 可他从头到尾都没发现 楚寻身上有内息波动 如此看来 对方应该是略懂拳脚 判官满脸不屑 他身为先天七层的高手 没修炼出内息 根本不值得他出手 恐怕这世间 无人敢判我的生死 楚寻傲然昂首 身上透出屁腻苍穹的气势 判官心惊 刚才楚寻身上的气势 竟让他的内息一阵紊乱 大言不惭 判官大吼一声 声音以内息催动 如同音爆 他想压下楚寻的气势 楚寻冷漠的眼神看向判官 嘴角微微勾起 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藐视 判官没有发现 他以内息催动的声音 根本没有扩散出去 被空中无形的力量拦了下来 所以 尽管声如爆炸 但却只有他和楚寻听到 度假山庄中的其他人 依然处在睡梦中 既然你不愿意自我了断 那就别怪我亲自动手 我会让你尝尝违背我的后果 虽然你不值得我出手 判官身上的气势攀升 猛地一脚落下 静气肆虐 脚下草地炸开 身体猛地拔高 居高零下朝着楚寻一掌劈去 掌风撕裂空气 发出一串音爆声 气势害人 楚寻眼神冷漠 真元之力席卷 脚下的草皮被掀起 挡住判官的视线 判官脸色一变 心里安静 他从楚寻身上 没感受到丝毫那些波动 为何心里会生出 深深的危机感 但他现在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身影爆射 一掌劈下 是 手掌划破空气 楚寻突然失去了踪影 他这凌厉的一掌落空 只击中的空气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一掌落空 判官心有感应 猛地回头看去 只见楚寻现在他身后不远处 神色冷漠 判官心里开始惊慌 怪不得资料上 对楚寻的危险度 写的是不祥 这速度太恐怖了 我说过 这世间无人能盼我生死 话音落下 楚寻身影一晃 失去踪迹 再次出现 已出现在判官面前 猛地一拳轰出 判官脸色骤变 情急之下 双臂交错抵挡 丹田急速运转 内袭催动之双臂 袖子如冲气般鼓起 哄 一拳击中判官的双臂 全势如山月袭来 真元之力 顺势从拳头迸发 劲儿爆开 判官的衣袖 瞬间炸成碎片 接着是双臂 咔嚓 刺耳的鼓裂声响起 判官身体倒飞 跌落在十几米开外 挣扎了一下便不动了 眼神放空 气息消散 他的双臂被楚寻一拳击碎 全劲贯穿而过 击碎了他的胸腔 连带着五脏六腑也被震碎了 堂堂暗绑之手 被一拳毙命 死得无比窝囊 来时意气风发 傲然无敌 现在却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楚寻慢慢收回拳头 眼神冰冷 闪身回到房间 他没有销毁判官的尸体 等明天有人发现 消息就会传出去 他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在震慑幕后黑手 或许父母落在这个幕后黑手的手里 他就是要让对方有所忌惮 不敢轻易动他的父母 倒霉的判官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的死成了杀鸡儆猴的那只鸡 清晨 修炼中的楚寻被一阵吵杂声惊醒 起身走到窗边 往外看去 刚好看到几个身穿警服的人 把判官的尸体抬上车 楚寻勾勾嘴角 神色冷漠 咚咚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楚寻脸上的冷漠化解 眼底浮现出温柔之色 走过去打开门 唐柔神色焦急地站在外面 见到楚寻 唐柔明显松了口气 楚寻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啊 楚寻摇摇头 楚寻哥哥 没事就好 唐柔轻轻拍拍胸口 太吓人了 昨晚有人被杀了 就在楚寻哥哥窗户外的不远处 楚寻哑然失笑 心里有些感动 默默唐柔的小脑袋 别多想了 死人的事就交给警察吧 一会你还得去片场呢 楚寻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跟唐柔下楼 本来要去吃早餐的 可唐柔吃不下 估计是被吓到了 到了片场 工作人员已经来了 都在讨论昨晚死人的事情 两人跟陆导打了声招呼 走到旁边等着开拍 没一会 林凯也到了 林凯貌似忘了昨天的糗事 今天一反常态 不再嚣张 反而对任何人都礼貌相加 仿佛转了性子 唯一没变的是 他对唐柔态度 期间大献殷勤 端茶倒水 嘘寒问暖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林凯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他也无可奈何 有了林凯的高度配合 拍摄进行得很顺利 说是短片 其实就是的三分钟的公益广告 本来计划一天完成 没想到只用了半天就完成了 因为晚上还要去唐柔家拜访 所以拍完后 就向陆导告辞了 林凯望着楚循和唐柔离开的背影 低头看着手机里面的照片 眼底露出争鸣的鬼笑 三 回去的路上 唐柔往家打了个电话 告诉父母要带一个朋友回去 但并没有说 那个朋友就是楚循 唐家 唐柔的母亲 宋慈捧着电话愣了愣 是柔柔的电话吗 他说什么 唐柔的父亲唐文言和上报纸 看着发愣的宋慈问道 柔柔说 他要带个朋友回家 宋慈顿了顿 你说柔柔是不是谈恋爱了 听声音 眉头微微皱起 柔柔谈恋爱你不高兴啊 宋慈放下电话 看着唐文言的表情 有些疑惑地问道 有什么可高兴的 唐文言嘀咕了一句 你怎么说话呢 柔柔都二十几岁了 再不谈恋爱就晚了 你想让你女儿当圣女啊 宋慈不满地说道 妇人之见 我的女儿还仇嫁 唐文言说道 宋慈与杰 这话倒没错 唐柔聪明漂亮 的确很优秀 反正我告诉你 一会人家来了 你客气点 唐文言别扭地点点头 心里暗想 客气个屁 车子开到唐柔家楼下 楚勋拎着路上 买的礼物 跟着唐柔上楼 瞧响门 开门的是宋慈 他打开门后 就看向楚勋 这男孩子 长得也太好看了点吧 见眉心目 阳光俊朗 尤其是眼神 很清澈 宋慈暗暗点头 一个眼神如此清澈的人 证明他的心很善良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宋阿姨好 楚勋微微躬身问好 你好 你好 快进来吧 唐柔微微咳嘴 他好像被忽略了 跟着宋慈进去 唐文言在翻看那张 已经看过一遍的报纸 对于楚勋的到来 他貌似没看见 宋慈有些尴尬 偷偷踢了唐文言一脚 唐文言却像是没感觉到 依旧捧着报纸挡住脸 楚勋有些想笑 他感觉自己此时 有些像刚上门拜访的女婿 被岳父各种刁难 唐叔叔 好久不见 楚勋笑着开口 好久不见 唐文言忍不住放下报纸 看向楚勋 脸色别扭 这小子长得太让人不放心了 谁知道 我们见过吗 宋慈也好奇地看着楚勋 唐柔和楚勋相视而笑 爸爸 他是楚勋哥哥 唐柔忍不住娇笑起来 小勋 你是小勋 唐文言和宋慈 先后惊呼出声 叔叔 阿姨 小勋给你们问好 此时他不是先帝 不是修仙者 只是一个普通的晚辈 唐文言跟他父亲是至交 两家关系一直要好 唐文言夫妇对他更是当亲儿子看待 你真的是小勋 唐文言放下报纸 不由地站起身 惊讶地打量着楚勋 宋慈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三年前楚勋虽然也算眉清目秀 但皮肤有黑 跟现在这个俊美少年完全是两个人 叔叔 阿姨 我的确是小勋 三年不见 你们还好吗 好好 宋慈高兴地说道 孩子 快坐下说 四人落座 小勋 三年前你去了哪里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为了找你 都急疯了 唐文言语气有些责备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楚勋的心揪起 他能想到 当年父母为了找他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楚勋把这三年发生的事 从头说了一遍 但却隐瞒了 他穿越到一界修仙的事 这是太过匪夷所思 还是不说得好 这是他第一次向别人吐露这件事 待楚勋说完 唐文言宋慈面面相亏 满脸难以置信 唐柔则是心疼楚勋的遭遇 唐文言和宋慈毕竟见过世面 虽然心 李震惊 但还能保持镇定 小学 今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我想 这个幕后黑手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宋慈担忧地说道 阿姨不用担心我 我一定会找到父母的 唐文言叹口气 如楚勋所说 这个幕后黑手的势力 大到不可想象 楚勋一个刚出狱的年轻人 无权无势 怎么抗衡 楚勋哥哥 不等唐柔说完 楚勋习惯性地摸摸他的小脑袋 笑道 不用担心 楚勋哥哥的本事也不小哦 这样的黑道大佬都以楚勋马首是瞻 或许自己真的太过悲观了 虽然这样想 但心里还是止不住的担心 唐文言看到楚勋摸唐柔小脑袋的这个动作 心里一凸 楚勋现在身处危险之中 如果唐柔跟他走得太近 到时候会不会 看来得找机会跟女儿谈谈了 不是他心狠 他只是一个普通精灵 一个普通父亲 保护自己的女儿 不受伤害 是他的责任 当然 必要的时候 他也会保护楚勋 好了 不说这些伤心事了 我去做几个菜 退不了没有 好啊 这些年一直在怀念阿姨的手艺 宋慈的动作很快 因为楚勋的到来 他拿出了看家本领 不一会 桌子上摆满了菜 来 小勋 多吃点 宋慈不停地给楚勋夹菜 楚勋来者不惧 大块朵頤 唐柔诧异地看着楚勋 心里狐疑 真有这么好吃吗 他可是知道 楚勋对子竹林会所的菜评价 只是一句还行 难道妈妈做的菜 比子竹林那些名厨还好吃 小勋 你现在住在哪里 唐文言突然问道 叔叔 我暂时住在朋友那里 楚勋回道 你这孩子 老住朋友家怎么行 不行就回来住吧 家里地方大 宋慈没有唐文言想的那么多 他把楚勋当自己孩子看待 再说 家里三十一厅 刚好有一间房子空着 唐文言微微皱眉 楚勋现在就相当于危险员 怎么能住回来 不过 既然宋慈说了 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不用这么麻烦的阿姨 朋友的房子刚好空着 就我一个人住 不会打扰他们的 那就好 如果有什么困难 记得一定要跟阿姨说 我会的 谢谢阿姨 楚勋心里有些感动 这种感觉好久没有了 吃完饭 楚勋陪唐文言和宋慈聊了一会 死天色不早了 楚勋起身告辞 宋慈让楚勋 晚上就住在这里 唐文言的反应和担忧 楚勋早已察觉 但也很理解 便婉言谢绝了 楚勋走后 唐文言思考了一下 看了看唐柔 却不知道怎么说 微微叹口气 还是找个适当的机会再说吧 不过他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柔柔 明晚我们公司有个宴会 你一起去吧 你们公司宴会 我去干什么呀 唐柔不解 别说唐柔不解 唐文言和宋慈同样疑惑 邀请唐柔参加宴会的是 他们的大boss郑广义 难道是因为女儿明星的身份 两人很快否决了这个想法 郑广义是什么身份 什么样的大明星请不到 楚勋回到乾隆山庄 发现陈汉龙还在 陈汉龙正撅着屁股采集露珠 嘴里念念有词 楚勋听了一会 不由得哑然失笑 这货竟对着这些花草说好话 你不会是在我这里住了两天吧 楚勋突然出声 吓得陈汉龙 差点把手里的玉瓶扔掉 先生 你回来了 问完后才想起楚勋的问题 急忙道 没有 玉瓶下午才到 我也是刚来 楚勋点点头 先生 还有件事 郑广义托我问你 明天他们公司年庆 希望你能出席 明天再说吧 楚勋对这种事 没什么兴趣 你忙你的吧 明天我帮你解决 这些露珠灵气消散的问题 说起这个 陈汉龙兴奋的指点头 第二天 楚勋和陈汉龙 赶往龙英会总部 楚勋看着眼前 这个200平方的房间 神色古怪 陈汉龙竟给整个房间 加了十公分后的钢板 三道防护门 简直跟银行的金库 有得一拼 楚勋很快 布置出一个聚邻镇 并且教诲陈汉龙 如何进出法镇 先生 晚上的宴会 您去吗 郑广义 刚才又来电话问了 陈汉龙问道 楚勋想了想 你把宴会地址告诉我 到时候我自己过去 宴会地点在紫竹林会所 行 我知道了 你忙你的去吧 楚勋说完就离开了 至于县令夜怎么稀释配置 怎么销售 就交给陈汉龙去忙吧 夜色降临 紫竹林会所却灯火辉煌 会所第十层 一个上千平方的宴会厅 今晚的宴会就在这里举行 客人已经陆陆续续到来 这次郑广义 邀请了半个古江市的各路大佬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聊着政策 未来趋向等大问题 或许他们随便一个决定 就能让上万人就业 或许失业 或者一次合作 就能拉高古江市的GDP 宴会上也有不少二十多岁的青年 估计是跟父母来见识世面的 他们都是豪门公子 小姐 彼此之间都相识 三个一圈 五个堆聚在一起 相互吹捧 聊着时尚行潮 唐柔跟着父母走进宴会厅 瞬间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目光 唐柔今天 穿着白色竖腰连衣裙 柔顺的头发垂在脑后 略湿淡妆 肌肤白嫩胜血 修长的脖梗 佩戴了一条蓝色吊坠的新型项链 隐隐生辉 整个人看上去甜静而高贵 被众多人注视 唐柔有些羞涩 微微低下头 唐文言和宋慈也很紧张 他们只是普通经理 放眼看去 整个宴会厅 级别最低的也是总经理职位 他这个经理在这里 根本就不算什么 三 他们是谁 看着有些眼神 中间的女孩好像是唐柔 最近刚穿红的一个小明星 一个青年轻挑的说道 姿色不错 另一个富家大少 与其更加轻挑 他们这些何曾把明星看在眼里 别说唐柔只是猩猩 就算是国内如张紫怡 范冰冰这些一线明星 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个戏子 唐文言很尴尬 这里的人大多他都认识 但人家不认识他 唐经理 你们也来了 就在唐文言为难的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走过来 身边还跟着一个二十几岁的英俊青年 胡总好 唐文言和宋慈急忙打招呼 这人可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乾坤集团的总经理胡敬 唐经理 宋经理也来参加宴会 胡敬有些诧异 这次宴会可不是经理级别可以进来的 这两人怎么会来 虽然这样问很不礼貌 唐文言神色有些不自然 胡敬这话的意思 好像是他们混进来的一样 宋慈也有些不高兴 胡总 是郑董邀请我们来的 胡敬一正 心里有些惊讶 郑董就是郑广义 他的老板 这次宴会的发起人 他怎么会邀请唐文言夫妇 难道是要重点培养这两人 最近公司的李副总离职了 很多经理盯着这个位置 名争暗斗 难道下一个副总会是唐文言 如果真是这样 那唐文言还真有资格来参加宴会 看来自己一直小看这个唐文言了 以后少不了要多多了解 胡敬收起思绪 话锋一转 指着旁边的青年笑道 这是我儿子胡文刚从国外回来 说完有对胡文说道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唐经理 工作能力很强 是你以后学习的榜样 胡文朝着唐文言微微躬身 唐叔叔好 以后我可能会进乾坤集团工作 工作上的事 少不了麻烦唐叔叔费心指点 胡公子太谦虚了 要论能力 谁能比得上胡总 我这点能力 可不敢误人子弟 唐文言好歹是经理 场面话一样说得很漂亮 这一记马屁拍的胡敬很是舒服 脸上带着隐藏不住的得意 胡总 这位是我女儿唐柔 提到唐柔 唐文言很是骄傲 胡敬笑着看向唐柔 唐小姐的大名我早有耳闻 唐经理生了个好女儿啊 胡叔叔好 唐柔乖巧地问好 胡敬含笑点头 看了一眼身边的儿子 然后又看向唐文言道 唐经理 宋经理 那边有几个我们公司 长期合作的客户 我介绍你们认识 这两小孩 就让他们自己去玩吧 跟着我们几个老家伙 估计早就不耐烦了 这话合情合理 唐文言和宋慈也不好拒绝 唐叔叔 宋阿姨 你们放心 我会照顾好唐柔妹妹的 胡文趁机说道 宋慈不放心唐柔 有些为难 爸爸 妈妈 你们去吧 我自己可以的 唐柔轻声说道 唐柔妹妹 我们去那边吃点东西吧 胡文邀请道 唐柔柳梅微皱 他对胡文的称呼很不舒服 但爱于父母的面子 他还是点点头 唐柔妹妹 你可能不知道 我可是你的忠实歌迷 胡文从服务生手里 端起两杯红酒 递给唐柔一杯 谢谢 我不会喝酒 唐柔婉拒了 没事 女孩子喝点红酒对皮肤好 我在国外的时候 参观过波尔多酒庄 胡文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堆 有意无意地炫耀着 他的见多识广 唐柔只是笑了笑 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胡文却不以为意 高谈阔论 唐柔妹妹 不知道你有没有男朋友 胡文突然问道 唐柔看了他一眼 没有吭声 意思很明显 他不想聊这个话题 胡文却像是没注意到 继续说道 我是国外回来的 继承了西方的思想 做事 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不瞒你说 我很喜欢你 从看你第一眼起就觉得 你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女孩 唐柔愣住了 他没想到 胡文会突然向他表白 第一次遇上这种事 让他有些手足无措 如果眼前的人是楚寻哥哥 该多好 想到楚寻 唐柔突然平静下来 淡淡地说道 胡公子别开玩笑了 你也知道我们这行 谈恋爱是大计 这个我当然知道 你的事业正在上升期 我们可以偷偷交往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你 怎么样 另外 我还可以每月付你 一百万的生活费 唐柔脸色一怒 打断滔滔不绝的胡文 闭嘴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别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就算谈 也不会找你这么恶心的人 你还是留着钱 去讨好其他女孩吧 胡文也是脸色一沉 你他妈装什么装 老子又不是不知道 你们这些人为了出名 不知道上过多少人的床 别在这里给我装青春 每月一百万 够我保养十的大学生了 唐柔气眼眶微红 眼泪在眼眶打转 转身就走 我告诉你 乾坤集团最近副总职位空缺 而我爸是总经理 有一票决定权 如果你陪我一个月 我保证你父亲 可以坐上副总的位子 怎么样 你 无耻 唐柔悲哀的发现 自己真是太没用了 连骂人的词汇都如此匮乏 男怀女爱 怎么能是无耻呢 再说了 我的床上功夫很不错 保证让你愈先愈死 哗 唐柔被胡文的无耻气的浑身颤抖 混乱之中 端起手边的一杯红酒 泼了过去 胡文错不及防 被泼个正着 整个人顿时狼狈不堪 你们说 那个假洋鬼子 能不能搞定那个小明星 那还用说吗 现在的女孩重洋媚外 明星也不例外 更何况一个小明星 我敢说不出半个小时 他们俩就会去开房 这小妞看着不错 便宜着假洋鬼子了 一群富家大少 毫无顾忌地看着唐柔这边 纷纷打去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他们全愣住了 唐柔竟然将一杯酒 毫不浪费地 全泼在胡文身上了 胡文抹了一把脸上的红酒 怒急之下 想也不想一巴掌呼了出去 啪 清脆的耳光声 唐柔身子娇弱 岂能承受得住 胡文寒怒一巴掌 整个人被打得摔倒在地上 娇嫩的脸上 五个明显的手指印 柔柔 唐文言和宋慈正在与人交谈 看到女儿被人一巴掌打到 急忙跑过去 胡静也看到了 皱眉跟过去 怎么回事 看着狼狈不堪的儿子 胡静大声斥责 爸 都是这个婊子干的 胡文指着唐柔咆哮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一点 宋慈瞪着胡文 要不是唐文言拉着他 想扑过去扇胡文几巴掌 到底出了什么事 胡静问胡文 爸 你别看他外表娇弱 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烂货 他让我帮他介绍几个大老板 说是 只要愿意捧他 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还说可以免费跟我上床 只要我想 他随叫随到 胡文指着唐柔大声说道 你胡说 我没有 唐柔顾不上肿起的脸 愤怒地瞪着胡文 眼泪不停地流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为什么要胡 我说的都是事实 就因为我没答应你 还说要告诉你父母 你恼羞成怒才泼得我 胡文说的义正言辞 捶着头 掩饰着他眼底的阴毒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这样一个小明星 都能来参加宴会 估计是用身体交换的机会吧 现在这些女孩 一点不知道自爱 为了出名 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围的客人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唐柔翘脸煞白 无助地抓着宋慈的胳膊 爸爸 妈妈 是他胡说 我没有 妈妈相信你 宋慈心疼地把唐柔搂紧怀里 我也相信我的女儿 侄女莫若妇 我的女儿我清楚 她绝对不会是胡文说的那种人 唐文言脸色铁青 咬牙说道 唐经理 你也别动气 现在的孩子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做事从来不跟父母说 胡静阴阳怪气地说道 胡总 你这话什么意思 唐文言紧握着拳头 我的意思是 唐经理在教育子女方面 不是很成功啊 你他妈放屁 唐文言气得浑身哆嗦 下意识举起拳头 唐经理 这里可是紫竹灵会所 你不想活着走出去了 胡静冷笑道 唐文言突飞地放下手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进紫竹灵会所 但这里的规矩无人不知 没人敢在紫竹灵会所闹事 曾经有过 但下场很惨 唐经理 我看你 还是赶紧回去劝劝你女儿 毕竟还年轻 就算他不在意 也要顾及父母的颜面不是 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唐文言愤怒地咆哮 好好 我闭嘴 不过我还得说一句 为了我们乾坤集团的声誉着想 身为总经理的 我有一不容辞的责任 我觉得 你们夫妻俩 已经不适合待在公司了 唐文言和宋慈 已经处理了愤怒 你们父子俩舍属一窝 会有报应的 还有 你想把我们夫妻赶出公司 做梦 我会找郑董反应的 找郑董 胡静冷哼一声 不屑道 你们说 郑董会更加相信我们俩谁呢 三 紫竹灵会所门前 郑广义父子翘首以盼 陈汉龙传话说 楚寻有可能会来 郑广义父子哪敢怠慢 早早就在这里等着迎接了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 爸 陈叔叔说 先生来不来还不确定 我们再这样等下去 上面的宴会都快结束了 这样不好吧 他们是这次宴会的主人 哪有主人从头到尾都不露面的 郑广义想了想 郑前说的不无道理 你先上去替我招呼客人 我再等一会 郑前点点头 转身上楼 郑前回到宴会厅 就看到众人围在一起 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发生什么事了 郑前拉着一个熟悉的附加大少问道 郑少 你来晚了 错过了好戏 那个假洋鬼子泡妞不成反 被泼了一身咖啡 这个附加大少会声晦色地说着 哈哈 郑前知道假洋鬼子就是胡闻 听说被泼了一身咖啡 不由地大笑起来 随之疑惑到 小明星 今天晚上没邀请明星来表演啊 按假洋鬼子的说法 这个叫唐柔的小明星 是通过陪人上床 换来参加宴会的机会 对了 他父母还是你家集团上班 听到唐柔两个字 郑前脑子里一声乍响 后面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 唐柔被人打了一巴掌 郑前目光呆滞 双腿一软瘫在地上 郑少 你怎么了 郑前突然瘫倒 把正在滔滔不绝的附加大少吓了一跳 急忙去扶他 完了 这次死定了 想到唐柔身后那个男人 郑前牙齿都在打颤 猛地推开扶他的附加大少 爬起来分开人群冲进去 小钱 你爸呢 我有些事要跟他汇报 胡静没注意到郑前的神色 大声说道 钱哥 你来晚了 一会可得自罚三杯 胡文也笑着打招呼 这父子俩的话 都是故意说给唐文言夫妇听的 以此证明 他们父子跟郑家父子关系有多近 唐文言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悲哀 他太没用了 女儿受辱 他不但没能帮女儿讨回公道 反而连工作都丢了 正前整个人还是猛的 听到胡静父子俩的话 猛的一个机灵惊醒过来 顺手抄起一瓶没开封的红酒 抡起来朝着胡文砸过去 碰 酒水四溅 碎玻璃蹦飞 价值上万的红酒宣布报废 胡文捂着额头惨叫一声 踉枪了几步 一头栽倒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傻了 唐文言和宋慈满脸难以置信 小钱 你 啪 胡静话还没说完 迎接他的就是一巴掌 打得他脸上的肥肉一阵乱颤 你他妈被开除了 从现在起 你跟我们乾坤集团没有任何关系 这几句话是正前嘶吼出来的 唾沫星子喷了胡静一脸 周围的客人眼珠子都鼓出来了 都是神色怪异 满脸不解 你 你敢打我 胡静捂着脸 正前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 平时对他很是恭敬 今天这是怎么了 难道失心疯了 打你怎么了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老子都想弄死你 正前满脸阴狠 低头指着地上的胡文 还有你 你敢欺负唐小姐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唐文言狐疑地看看正前 难道正前喜欢自己的女儿 所以才这么暴怒 不止唐文言这么想 其他客人也想的一样 胡静狠狠地瞪了一眼胡文 这混蛋 泡妞也不调查一下 胡文捂着额头 心里更是郁闷地要死 他那里知道唐柔是正前看上的 可不管怎么说 堂堂乾坤集团太子爷 为了一个女人治愈吗 钱哥 对不起 我不知道唐小姐是你的女人 我瞎了狗眼 胡文话还没说完 正前就觉得无形中 有一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顿时下了面无人色 一个剑步窜过去 一脸踢在胡文脸上 咆哮道 你他妈给老子闭嘴 唐小姐是什么身份 我算什么东西 岂能配得上他 这一句话 把众人惊得眼珠子掉一地 堂堂乾坤集团少东家大骂 自己是什么东西 众人全部恶然 这个世界颠倒了吗 难道傅家大少这么不值钱 比不上一个小明星 他们觉得自己 肯定碰到了一个假正前 正前可顾不上 其他人怎么想 走过去扑通跪在唐柔面前 唐小姐 都是我的错 求你一定要帮我在先生面前 说几句好话 这两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我一定给一个交代 全场实话 他们这一会 已经震惊到麻木 不等唐柔说话 正前像是想到了什么 慌乱地从口袋 掏出手机拨了出去 把这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没一会 只见郑广义满头大汉 神色惊慌的崇敬宴会厅 当他看到唐柔脸上的五指印 脑袋嗡的一声 彻底梦了 唐文言一家 是自己邀请来的 现在却出了这样的事 想到楚循的怒火 他差点晕过去 老郑 胡静喊了一声 郑广义猛的一个机灵 扭头怒视着胡静 胡啊老 我们这么多年关系 没想到我们父子会栽在 你个蠢货手里 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啊 郑广义不再理他 回头看着唐文言一家 深深的鞠个躬 唐经理 宋经理 唐小姐 今天的试错都在我 是我有眼无珠 用了胡静这个蠢货 我真心向你们道歉 请你们原谅 唐文言和宋慈吓了一跳 急忙扶起郑广义 到现在他们都晕晕乎乎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唐小姐 请原谅 郑广义再次向唐柔鞠躬道歉 这次的事情 全看唐柔的态度 如果能取得唐柔的谅解 他们父子或许可以包住性命 郑广义的年纪 跟唐文言差不多 看到跟爸爸年纪一样大的人 对自己鞠躬 唐柔有些手足无措 你快起来 这是不是你的错 你不用道歉的 郑广义心里松了半口气 另外半口看他能不能做的 让楚循满意 对他从轻处罚 谢谢唐小姐 还请唐小姐在先生面前 替我美言几句 我们父子感激不尽 唐柔知道他们所说的先生 就是楚循 但却疑惑郑广义 为什么那么怕楚循哥哥 但心底善良的他 还是点头答应了 郑广义眼神一喜 唐小姐 想怎么处置这两人 郑广义白手起家 岂是善茬 胡靖父子差点害死他们父子 他岂会放过他们 胡靖听到郑广义的话 顿时脸色煞白 胡文不了解郑广义 但他了解 这次轻则倾家荡产 重则老底坐穿 父子俩此时都知道 他们这次踢到铁板了 在他们眼里 原本软弱可欺的小明星 背后有着惊人的势力 其他客人也是同样的想法 连郑广义都吓成这样 这位叫做先生的人 何其恐怖就可想而知了 几个富家大少 更是暗自庆幸 没有为难唐柔 唐柔愤愤愤地瞪着胡靖 我希望他们 给我父母道歉 胡文要澄清 对我名誉的损害 我愿意道歉 我们愿意道歉 胡靖父子急忙大喊 他们没想到 唐柔的要求如此简单 道什么歉啊 谁要给谁道歉 突然 一道洪亮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众人闻声望去 然后纷纷退后 让开一条道 进来的人是陈汉龙和李天 他们在楼下碰到 刚好结伴来 陈董 李董 众人纷纷打招呼 李天道没什么 但陈汉龙的黑道身份 还是挺害人的 陈汉龙和李天笑着回应 你们围在这干什么呢 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陈汉龙问道 众人还没回答呢 就看到陈汉龙脸色一变 急忙走过去 微微弯腰 唐小姐好 唐柔认识陈汉龙 弯腰回应道 陈先生好 就在这时 李天也快步上来 唐小姐好 麻烦带我向先生问好 李先生好 唐柔微微点头 周围的人整体实话 眼珠子掉了一地 这个先生到底是谁 不过不管是谁 过了今晚 这位神秘先生 将名动古江市 唐文言和宋慈相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惊骇 他们的女儿 到底认识了什么人 眼前这几个人 那个不是跺跺脚 古江市抖三抖的主 尤其是陈汉龙这位黑道霸主 竟然都害怕那位神秘先生 你们刚才在干嘛呢 我听到谁要道歉 发生什么事了 陈汉龙好奇地问道 郑广义将刚才的事说了一遍 陈汉龙听完 脸色刷得变了 额头冷汗直冒 唐柔挨了一巴掌 这下真的要地震了 这里没有人比他 更了解楚循的性格了 陈老爹 这次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郑广义看到陈汉龙脸色变了 心里咯噔一下 现在只能尽量补救了 这件事 你要自己去找先生承认错误 陈汉龙沉声道 还请陈老爹指点 陈汉龙沉吟了一下 看向唐柔 唐小姐能否让我看看 你脸上的伤 唐柔始终捂着脸 以至于他之前没看到 唐柔轻轻拿开手 粉嫩的脸上 五个指印异常明显 陈汉龙额头刚刚的汗 再次冒了出来 腿肚子发软 三 陈汉龙看着唐柔粉嫩的脸上 那明显的五指印 心脏都吓得停了半拍 唐小姐 这是先生配置的一种神奇药水 名为仙灵液 请你试试 陈汉龙小心翼翼地 拿出一个小小的玉瓶 双手递过去 谢谢 听说是楚循配置的 唐柔道谢后接过去 柔柔 给我吧 宋慈拿过玉瓶 女孩子的脸多宝贵 岂能乱某东西 拧开开看了看 跟水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 他闻了一下 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脸上不由地浮现出惊讶之色 唐小姐放心 你知道先生不会害你 陈汉龙道 唐柔轻轻点头 转头拿过宋慈手里的玉瓶 用指尖沾了些许 轻轻涂抹在脸上 只觉得脸上一片清凉 很是舒服 挨打后的那种火辣辣的感觉 瞬间消失了 唐柔没注意 周围的人全是一副见鬼的模样 他自己看不见 但周围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仙灵液抹上去 他脸上的红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 片刻消肿化淤 肌肤恢复如初 不对 好像比之前更为光滑水嫩 柔柔 宋慈张开嘴 却震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唐柔看到妈妈震惊的眼神 还以为自己的脸出现了什么问题 急忙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 拿出化妆镜 结果一看之下 整个人愣在当场 现场死一般寂静 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位神秘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配置出如此神奇的药水 两久之后 郑广义不由地感叹 太神奇了 众人纷纷点头 陈汉龙松了口气 他本来打算借今天的机会 推广仙灵液的 却没想到随身携带了三瓶 却派上了大用场 陈老爹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郑广义好奇地问道 其他人也竖起耳朵 他们大多是商场老油条 早已看出仙灵液的商机 这是仙灵液 是先生配置的 分为三个等级 唐小姐用的就是原液 陈汉龙把仙灵液的功效和价格 介绍了一遍 唐柔听说 他手里这个小玉瓶中的东西 价值五百万美金 差点下的掉地上 周围的大多数人 却是眼神炙热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 仙灵液掀起的热潮 以及带来的巨大利润 陈老弟 你看 郑广义刚开口 就被陈汉龙打断 郑董 别说我没提醒你 唐小姐虽然现在无恙 但受了这么大屈辱 先生那边你得想好 怎么交代 若是先生发起火来 神仙可都救不了你 郑广义有些高兴过头了 陈汉龙的话 犹如当头一盆冷水 浇醒了他 想到楚巡 下意识地打个寒战 还请陈老弟不令指教 到底怎样才能让先生满意 郑广义虚心请教 毕竟陈汉龙跟着楚巡的时间最长 郑董 陈董 我们愿意向唐小姐道歉 胡敬父子早已经下滩了 可巴着说道 道歉 陈汉龙冷笑连连 你以为道歉就没事了 我看你还是拿出点诚意 比如说那只手打的 就剁了那只手 胡敬脸色骤然变得煞白 胡闻更是不堪 脸色一片死灰 周围的人暗自心惊 陈汉龙不愧是魂飞的 动则就要别人断胳膊断腿 爸 救我 我不想变成残废 胡闻吓得身如筛康 别人说这话 他还有勇气反驳 可说这话的是陈汉龙 古僵士的黑道大佬 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胡敬目光求助地看向周围 平时跟他称兄道弟的几个人 可这几个人 纷纷移开目光看向别处 胡敬彻底绝望了 完了 他们父子今天彻底完了 哼 断手断脚都是轻的 胆敢冒犯先生 这样的人就应该堕碎了去喂狗 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响彻大听 在宴会厅门口 可紧接着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老人已出现在唐柔面前 鬼佬见过唐小姐 老人微微弯腰 老爷爷 你好 唐柔乖巧地回应 今天太多人向他问好 唐柔有点晕呼 唐小姐喊我鬼佬就好 鬼佬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对这句老爷爷 还是很受用 给我滚到一边去 别脏了唐小姐的眼睛 古佬转身猛地一掌拍出 然后又是迅猛地一脚 胡敬父子俩惨叫着翻飞出去 摔在宴会厅的角落 众人不由地倒退 这位老人太恐怖了 一拳一脚 就把两个成年人 打飞出去十几米 就在众人暗自猜测 鬼佬身份的时候 郑广义却大感意外 这位老人 他在楚寻别墅前见过 当时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你认识他 陈汉龙发现 郑广义神色异样 巧声询问 郑广义 把在楚寻别墅前 见过老人的事说了一遍 陈汉龙微微点头 如此看来 老人是有非敌 说着 鬼老手一翻 多出一个精致的墓盒递过去 唐柔抽出了一下 接过墓盒 心里好奇 不由地问道 老爷爷 我能打开吗 当然可以 鬼老回道 小心地打开墓盒 里面躺着一张小小的卡片 散发着高贵的紫色 上面印着美丽的图案 很是好看 唐柔不由地轻轻拿起来 这是 紫卡 有人惊呼 真的是紫卡 紫竹林最顶级的紫卡 天哪 终于看到传说中的紫卡了 这恐怕是紫竹林 送出的第一张紫卡吧 众人纷纷惊呼 陈汉龙和郑广义 也是一脸呆滞 唐小姐 这两人要怎么处置 鬼老开口道 唐柔咬咬嘴唇 很是为难 他天性善良 看到胡敬父子 已经很惨了 不由地动了侧影之心 唐小姐如果为难 此事可以交由我来办 陈汉龙站出来说道 陈汉龙 此事发生在我紫竹林会所 理应有我们帮唐小姐处置 就不劳烦你了 鬼老不愿意了 鬼老这话错了 那我就义不容辞 先生的事就是我的事 陈汉龙毫不退让 这事要是办得漂亮 在楚循面前绝对是大功一件 陈汉龙 你的脸皮还真厚 什么先生的事就是你的事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能代表先生吗 鬼老不屑地说道 老东西 我什么时候说可以代表先生了 你少在这里挑事 今天这事我管定了 陈汉龙玩起来浑荡 一句老东西气得鬼老眼皮抽搐 你个不懂礼貌的奶娃娃 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 你要是不怕先生一巴掌 把你拍成肉泥 你尽管动手 陈汉龙才不怕 挺着胸膛挑衅道 这老人虽然装得挺严肃 但话里话外都在讨好唐柔 肯定是知道楚循的手段 也知道他们的关系 要不然也不会跟他啰嗦半天 想抢弓 门都没有 完魂的 鬼老启示陈汉龙的对手 几句话就被气得额头青筋直冒 老东西 赶紧回去吧 陈汉龙料定鬼老不敢动手 嚣张地挑衅 鬼老气得直哼哼 直指陈汉龙 你小子给我等着 说完朝唐柔依欠身 唐小姐 我先告辞了 老爷爷再见 鬼老点点头 朝着陈汉龙哼了一声 大步朝门外走去 陈汉龙得意地仰起头 心想 紫竹林慧所咋了 大爷就撒野了 你敢咬我 不过很快 他的脸色就阴沉下来 这件事关系到楚循 他可不敢有丝毫轻视之心 唐小姐 你请先回吧 今天的事 我和郑董绝对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郑广义满脸感激 陈汉龙这是把功劳分了他一半 唐柔早就不想在这个地方呆了 朝着陈汉龙和郑广义点点头 那就劳烦陈先生和郑先生了 唐小姐客气了 如果有今后有什么困难 尽管可以来找我 郑广义说道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 唐柔道谢 郑董 再见 唐文言和宋慈同声说道 唐经理 稍等一下 郑广义喊住唐文言 郑董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唐文言停下脚步 回过身 那个 郑广义沉应了一下 胡静已经不是总经理了 可总经理一直不能空缺 你在公司时间也不短了 各方面能力有目共睹 我觉得很适合总经理这个职位 唐文言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他这段时间 为了副总的职位 可谓是挖空心思 没想到 转眼却成了总经理 而且还是郑广义亲自认命 宋慈脸色大喜 他毕竟是女人 自己老公的职位越高 他出去越有面子 拽拽唐文言的衣经 巧声提醒 还愣着干什么 快谢谢郑董 唐文言惊醒 神色激动 谢谢郑董 谢谢郑董 我保证好好工作 不让郑董失望 郑广义不敢拖大 暗叹 唐文言生了个好女儿 有处循在 别说一个小小的总经理 就算成立一个家族 也是轻而易举 郑广义笑着鼓励了 唐文言几句 回去的路上 唐文言通过后视镜 不断打量后面的女儿 他不傻 之所以能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完全是托女儿 背后那个神秘先生的服 宋慈注意到 唐文言欲言又止的举动 其实他心里也很明白 柔柔 妈妈问你件事 宋慈小心翼翼的开口 妈妈 什么事啊 唐柔疑惑道 那个 那个先生到底是谁啊 先生就是楚循哥哥啊 唐柔随意的说道 唐文言手一抖 车子差点撞上路边的护栏 还好他反应快 死死的踩出刹车 才没有撞上去 夫妻俩相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底的惊骇 柔柔 你说那个神秘先生 就是小循 唐文言不确定的问道 对啊 唐柔理所当然的点头说道 唐文言愣了半想 不由得苦笑一声 他觉得自己此时就像个小丑 楚循之前说的那些话 在他耳畔回响 他一直以为 楚循是在空口说大话 原来他已经站在了 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 三 整个宴会大厅鸦雀无声 众人都在看着陈汉龙 想知道他怎么处置胡敬父子 陈汉龙走到宴会厅角落 看着凄惨的胡敬父子 咧了咧嘴 他不会去同情胡敬父子 因为这是他们最有应得 如果今天换作是其他女孩 而不是唐柔 那么 这个女孩的清白 就全毁在胡闻一张嘴上了 陈董 放了我们吧 求求你高抬贵手 把我们父子当的屁给放了吧 胡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哀求 放了你们 陈汉龙吃笑 放了你 那倒霉的就该是我了 老郑 郑董 念在我这些年 为你做牛做马的份上 求你救救我 胡敬不死心 朝着郑广义继续哀求 就你 一直没机会表现的郑前冷笑道 我看你这把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 连祸从口出的道理都不懂 你这个蠢货儿子 这张破嘴 出事是迟早的事 郑前说完 扭头看向陈汉龙 陈叔叔 我有个惩治他们的办法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来听听 陈汉龙道 郑前上前两步 走到陈汉龙身边 巧声低语了一阵 陈汉龙古怪的看了他一眼 脸色一洗 拍拍郑前的肩膀 大笑道 好小子 有你的 众人不由的好奇 郑前出了什么主意 陈汉龙拽着胡文的头发 强迫他抬起头 然后对着他的嘴巴 就是一阵狠抽 片刻时间 在胡文的惨叫声 和无力的反抗中 他的嘴巴被抽得跟鲜血淋漓 肿得跟火腿肠似的 陈汉龙再次拿出一个小玉瓶 沾了点仙灵液 抹在胡文嘴巴上 这是二级仙灵液 效果比起之前糖肉用的差了不少 过了几分钟才见效 就在众人以为 陈汉龙良心发现的时候 他再一次对着胡文的嘴巴 一阵狂抽 胡文再次鬼哭狼嚎 没有丝毫反抗的 被抽得嘴歪眼闲 陈叔叔 你休息一会 我来 郑前撸胳膊挽袖子的 兴奋得跟个傻逼似的 不是还有一个吗 陈汉龙看了一眼 旁边吓傻的胡静 谢谢陈叔叔 郑前宁笑着朝胡静走过去 胡静吓得身如筛糠 小钱 你不能这么做 你忘了小时候 叔叔多疼你 胡静的话 被狠狠的一巴掌打回肚子里 我当然记得 我还记得 今天差点你们害死 郑前越说越生气 今天差点被害死 现在还不知道 怎么跟储逼交代呢 噼里啪啦 轮圆了一连十几个大嘴巴子 郑前可不是纸打嘴 抽到没事拿 几分钟后 胡静已经彻底变成了猪头 郑前喘着粗气 甩甩胳膊 舔着脸看向陈汉龙 拿去吧 省着点用 这瓶一百万呢 陈汉龙把手里的玉瓶扔过去 谢谢陈叔叔 郑前接过去 看着胡静肿成猪头的脸 嘀咕道 脸比我屁股还大 这种好东西 用给你 真是浪费了 他最后还真没浪费 只是给胡静嘴巴上抹了一点 仙灵液发挥功效 胡静整张脸肿成猪头 嘴巴却医好了 看上去有些怪异 正前挥出巴掌 却半途停了下来 想了想后 在众人恶寒的眼神下 脱下皮鞋 啪 鞋底抽上胡静的嘴巴 发出清脆的声响 只见胡静惨叫一声 嘴唇外翻 鲜血横流 张嘴吐出一口血 里面还夹杂着两颗牙齿 周围的人不禁一阵恶寒 陈汉龙扭头看了一眼 不由得一正 他怎么没想到呢 大侄子 你可真会偷懒 我欣赏你 陈汉龙有样学样 脱下鞋子 照着胡闻一顿呼 整个宴会厅所有人都呆若目击 只有噼里啪啦的抽打声 一个好好的宴会 被搅得一团糟 没有人再愿意待下去了 陈汉龙打累了 打电话叫来几个龙音会的成员 接替他们 并当众宣布 这种抽打会持续一个月 周围的客人都暗骂陈汉龙是个疯子 流氓 这种事也只有他做得出来 以后千万不能得罪这个疯狗 胡静父子听到这种抽打 要持续一个月 当场昏死过去了 另一边 顶楼一间装修考究的房间中 花青武端着红酒线在窗前 俯视着大街上蚂蚁大小的车流和行人 开门声响起 花青武不用回头就知道 进来的是鬼老 小姐 东西送给唐小姐了 鬼老上前两步开口道 世人皆以为他 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小明星 却不知他何其幸运 花青武悠悠说道 语气竟带着羡慕 鬼老没有吭声 因为花青武说得很对 他们用奋斗了十多年的成果 才换来一次衣服的机会 相比之下 唐柔的确幸运 鬼老 你对陈汉龙有什么看法 他就是个流氓 鬼老想也不想便脱口而出 花青武不由地笑了起来 陈汉龙耍魂气鬼老的事 他早已知道 鬼老 这个陈汉龙以后 我们要多接触 这种流氓 有什么好接触的 鬼老不屑地说道 如果不是他和先生的关系 杀他如探囊取物 没有如果 他现在很得储循信任 要不然 仙灵夜这么神奇宝贵的东西 怎么会交给陈汉龙 鬼老沉吟了一下 小姐说的没错 陈汉龙是最早跟着先生的 而且他 这人很会做事 对先生很是忠心 先生对他也很信任 看来 我们得做些事情了 这样以后在先生面前 才有一席之地 才能说得上话 花青武微微汗手 突然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花青武走过去打开抽屉 里面是一排手机 足有二十几部 拿起其中一部接通 好 如果他们真的动手 全力保护唐小姐 交代完后 花青武挂掉电话 事先看向墙上投影仪 投出的画面 画面定格 尚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在打电话 谢谢 花青武对着定格在画面上的男子说道 陈汉龙这次聪明反被聪明误 干了件十足的蠢事 他把仙灵夜这种神奇的药水 交给没有自保能力的唐小姐 这不是在害他吗 鬼老说道 他以为通过今天的事情后 就没人敢动唐柔了 但却小看了人的贪欲 花青武按下遥控器 画面连同上面打电话的男子 一起消失 小姐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亲自走一趟吧 花青武想了想答应了 唐文言勉强按耐下震惊的心情 重新发动车子 往回家赶 楚循就是神秘先生 这件事到现在都让他心里平静不下来 车子驶上一条小路 从这里回家进 爸爸 小夕 唐柔惊呼 一辆白色面包车 几乎是擦着他们的车过去的 唐文言一脚刹车停下 心里大怒 此时已经晚上十二点了 路上车辆稀少 更别说这里还是一条小路 不过还没等他怒骂几句发泄一下 在车灯的照耀下 只见刚才的面包车同样停下 车门打开 五六个大汉朝他们走了过来 文言 快锁车门 不用宋慈提醒 唐文言早已发现事情不对劲 迅速从里面锁住车门 然后去发动车子 不知道是他太紧张 还是车子的问题 启动了好几次都打不着火 走在最前面的大汉身上 肌肉隆起 脖子上纹着一只彩色的蝎子 走到车前 不屑一笑 突然一拳击出 哗啦 车窗上的钢化玻璃碎成无数颗 唐柔吓得尖叫一声 躲进宋慈怀里 你们想干什么 唐文言强忍着恐惧 大声质问 唐先生不用担心 我们只是 想要唐小姐手里的那个小玉萍 不会伤害你们的 只要把玉萍交给我 我保证立刻就离开 唐文言一正 这些人是冲着仙灵夜来的 妈的 别墨迹 快点拿出来 另一个大汉上前 一脚踹在车门上 砰的一声 车子猛烈摇晃 车门凹进去 一大块把唐文言一家吓得不轻 大汉宁笑道 不愿拿出来也行 但少不了 我们兄弟 要在唐小姐身上 亲手搜一番了 我给你们 唐柔急忙说道 然后打开随身携带的小包 拿出玉萍 还是唐小姐识时误 领头的大汉笑道 给你们 唐柔把后车窗降下一条缝 然后把玉萍递出去 结果不知道是车窗缝隙太小 还是唐柔太紧张 玉萍突然从她手上滑落 大汉伸出的手僵住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掉落的玉萍 当 玉萍掉在柏油路面上 发出一声脆响 然后碎裂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唐柔也傻了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领头的大汉 眼神变得危险起来 看来唐小姐 并没有我说的那么是实物 既然这样 我们也就没客气的必要了 妈的 这小娘们是在玩我们 那个脾气暴躁的大汉怒道 唐小姐 你知道我的兄弟 为什么这么愤怒吗 领头的大汉 手指敲着车窗 因为你让我们损失有五百万 拿到玉萍 我们就有五百万 现在玉萍被你摔碎了 我们也就失去了这五百万 碰 话音落下 大汉敲着车窗的手划围拳 猛地收回然后击出 车玻璃碎成无数颗 大汉一拳击碎玻璃的同时 一辆黑色轿车 急驰而来 刺眼的灯光 让所有人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哄 发动机轰鸣 躲开 领头的大汉大吼一声 这些大汉都是训练有素 听到吼声 迅速躲开 黑色轿车呼啸而过 如果不是这些大汉躲得快 恐怕当场全被撞飞 车子冲出去十米远 一个漂亮的原地甩尾掉头 车灯照向刚才躲开的几个大汉 车子没有继续撞过去 而是车门相继打开 下来几名精壮男子 身上散发着隐隐的血腥味 正是奉命保护唐柔的几名 龙英会成员 他们都在打量着对方 当龙英会的人 看到对方脖子上 那只彩色蝎子纹身 不由的脸色骤变 独蝎 这是古江市一个臭名昭著的组织 人数不多 但各个心狠手辣 只要给钱 什么任务都接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所过之处鸡犬不留 独蝎组织的成员很神秘 见过他们的人都死了 唯一识别他们的标记 就是他们的组织成员 脖子上都有一只彩色蝎子纹身 这些彩色纹身共有七彩 赤橙黄绿青蓝紫 颜色越全 在组织的职位越高 而眼前这些大汉 纹身的颜色最少的都有两种 最多的竟有五种 你们是什么人 独蝎组织领头的大汉问道 她的纹身颜色有五种 比其他人都多 龙英慧 独蝎组织领头的大汉愣了一下 谁知道 龙英慧也改吃这碗饭了 你们误会了 我们奉命保护唐小姐 还请独蝎的兄弟行个方便 我龙英慧定会记住这份人情 哈哈 独蝎领头的大汉大笑起来 龙英慧什么时候改做保镖了 难不成这位唐小姐 是你们孙会长的情人 你在找死了 龙英慧的成员大怒 唐柔是楚循的女人 不容任何人侮辱 奉劝你们独蝎一句 别做死 如果唐小姐少跟头发 我保证你们独蝎会鸡犬不留 龙英慧真是好大的口气 虽然你们人多势众 但我们独蝎可不怕你们 领头的大汉傲然道 龙英慧的人全都面露不屑 其中一人冷然道 可怕的不是我们龙英慧 而是一个你们永远得罪不起的人 我们得罪不起的人 领头的大汉面带不屑 回过头看着身后的兄弟 大声问道 你们说 这世界上有我们害怕的人吗 有啊 我们最害怕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发起火来连自己都怕 哈哈 我们独蝎自从成立以来 字典里有没有害怕这两字 别说你们龙英慧 就算加上赤血蒙 我们也不看在眼里 别以为我们是在说大话 不服尽管试试 独蝎成员七嘴八舌的叫嚣 那如果加上我们呢 黑暗中一道悠扬的声音响起 独蝎的人和龙英慧的人 同时扭头看去 几道模糊的身影 陷在黑暗中 很快便走到双方中间站定 带头的正是鬼老 你们又是什么人 独蝎组织领头的大汉 眼神微微眯起 冷声问道 鬼老盯着他们 眼神阴逸 冰冷地说道 奉命保护唐小姐的人 也是要你们命的人 独蝎的人同时眼神收缩 堂主 看这情况不对啊 这小妞到底什么身份 领头的大汉 却不懈地勾起嘴角 无所谓地说道 就怕她没身份 有身份最好 抓了她 可以弥补我们损失的五百万 堂主说得对 后面的大汉纷纷点头 鬼老扭头朝龙音会的成员点点头 龙音会的人也抱全还礼 他们都是为保护唐肉而来 那自然是一条阵线上的人 放了唐小姐 我可以考虑饶 你们一命 鬼老看向独蝎的方向 老头 小心风大闪了舌头 看你老胳膊老腿的 别一碰就舌了 我看你还是回家抱抱孙子 收收鸡蛋 才是正事 独蝎的一名成员 细血地说道 找死 鬼老冷哼一声 身影一晃 失去踪迹 闪开 独蝎领头的大汉怒吼一声 一把推开身边的独蝎成员 碰 鬼老的手掌如刀 狠狠地劈在他胸前 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领头的大汉神色不变 反而发出眼神挑衅 随之胸膛的鼓起 同时双拳轰出 鬼老脸色大变 身体急速倒退 大汉双拳落空也不追击 用拳头锤锤胸口 发出沉闷的声响 然后挑衅地朝鬼老勾勾手指 鬼老眼神忌惮 隐藏在袖子里的右手 微微颤抖 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修炼得横练硬弓 身体坚硬如实 老头 刚才不是很能吹牛吗 睡会怎么怂了 都说了 让你赶紧回家抱孙子 收鸡蛋一养天年 你偏不听 现在装逼装过头了吧 独蝎成员看到鬼老吃亏 不由地纷纷叫嚣打去 鬼老脸色更加阴逸 手一番 多出一把犯着冷芒的匕首 刷 鬼老的速度全力展开 身如鬼魅 都小心点 犹如刀子划破树叶的声音 鬼老的身 出现在十几米外 朝独蝎领头的大汉 扬扬手里的匕首 神色带着嘲讽 领头的大汉低头看去 只见胸前衣服 被利刃划出一道口子 古铜色的胸膛 多出一道白印 太慢了 鬼老挑衅着摇摇头 领头的大汉 眼神也开始警惕起来 他练的是外加功夫横练硬弓 速度的确是他的弱想 鬼老身影晃动 再次朝着大汉掠去 吃 一声轻响 鬼老身影暴退出十几米 大汉低头看着胸襟上 多出的一道口子 眼神阴狠起来 说过了 你太慢 鬼老扬起匕首 虚空比划了几下 下一刻 身影暴射而出 大汉眼神阴狠 双拳带着进风 朝着鬼老袭来的方向轰去 吃吃 轰轰 一时间两人站坐一团 鬼老不断进攻 而大汉却死命防守 鬼老无法突破大汉的防御 好几次被拳风扫中 身上多处轻伤 气息虚浮 在苦苦支撑 大汉也好不到哪去 很难捕捉到鬼老的身影 整个人狼狈不堪 身上的衣服 早已变成了烂补条 尤其是裤子 成了开裆裤 要不是他反应快 差点被一刀烟了 他的横练功夫 可没练到那地方 鬼老努力调整着呼吸 心里懊恼 这家伙太难缠了 他原本想引 对方离开唐柔的范围 可对方硬是不上当 我缠住他 你们趁机求唐小姐 鬼老小生 对他带来的人说道 这几个人 都是他一手训练的 实力不错 几个人微不可查地点头 鬼老转身看向大汉 扬起匕首 还未分胜负 继续 哼 大汉冷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老家伙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劝你别白费劲了 况且 你根本突破不了我的防御 不等鬼老说话 他猛地转身 一把扣住唐文言的脖子 直接从车窗拽了出来 住手 鬼老大吉 你好歹也是个高手 对付普通人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跟我一战 大汉咧嘴冷笑 老东西 激将法对我没用 不过你可以试试 看是你的速度快 还是我的手快 说着 大汉的五指微微收缩 唐文言在他手里 无力地挣扎着 不一会 脸色憋得通红 眼珠子鼓起 放开我爸爸 你们要钱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一千万 我全部给你们 唐柔下的浑身颤抖 但还是鼓足勇气 推开车门下车跑过去 想掰开大汉 扣着唐文言脖子的大手 小妙 你给我过来吧 旁边的一个毒蟹成员 一把拽过唐柔 将他搂进怀里 你们这帮畜生 放开 宋慈怒喊着 下车朝着大汉跑过去 结果被半路伸出的大手 拽了过去 领头的大汉一甩手 把唐文言扔给 另一个毒蟹成员 抬头看向鬼老 阴森森地开口道 老东西 说真的我很佩服你的速度 但又非常讨厌你 如果留着你 迟早是个劲敌 我们毒蟹做事的风格 是不留后患 所以 麻烦你老人家自杀吧 大汉说得很随意 就像再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鬼老却是脸色数变 这件事的变数 超出了他的预想 尤其是对面这个大汉 自己从头到尾都小看了他 但却没想到 对方粗狂的外表下 隐藏了一颗阴险毒辣的心 鬼老此时陷入两难境地 而无法抉择 堂主 这牛好香啊 抱着唐柔的毒蟹成员 深吸了一口糖肉的发香 满脸沉醉地说道 领头的大汉 回头扫了一眼 随意地说道 既然这老东西不肯自杀 那这小牛迟早一死 不如临死前 让他享受一下 做女人的快乐 也不往活一回 谢谢堂主 谢谢堂主 毒蟹成员脸色大喜 眼神迅速被淫 会之色占据 住手 别动他 你们会死得很惨 鬼老急地大喊 我自杀就是 别动他 我就动了怎么样 哈哈 我不但要动 而且要当着你们的面动他 吃 一道七彩光芒一闪而过 正在滔滔不绝的 毒蟹成员声音戛然而止 身子一将 双眼放空 抱着糖肉的双手无力地松开 身体轰然倒地 溅起一阵尘土 四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所有人心里一突 尤其是毒蟹成员 太阳穴上贯穿的血洞 让所有人背上 生起一股寒意 吃 又是一声清响 众人身体轻颤 闻声望去 只见控制着 宋词的毒蟹成员 眼睛鼓起 带着难以置信 太阳穴两边的血洞 格外刺眼 碰 身体重重地倒地 有鬼 堂主 这地方有鬼 控制着唐文言的毒蟹成员 惊恐地尖叫起来 并且下意识地松开唐文言 啪 领头大汉一巴掌抽在在脸上 怒喝道 冷静点 这世上哪他妈有鬼 死在我们手上的人不计其数 要真有鬼 早来找我们报仇了 鬼老微微眯起眼睛 这一幕太熟悉了 举目望去 在毒蟹成员身后的车顶上 他来了 鬼老不禁松了口气 脸上浮现出笑意 鬼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神 领头大汉训斥完手下的人 转过头刚好看到鬼老脸上的笑容 不禁狐疑 开口问道 老头 你笑什么 鬼老直指他身后 笑而不语 毒蟹的人转身看去 不禁倒退两步 只见一条七彩小蛇立于车顶 更为怪异的是 这条小蛇在打量他们 而且那幽冷的眼睛带着不屑 没错 他们确定自己没看错 这条漂亮的小蛇在鄙视他们 堂主 他们不会是这条小蛇杀的吧 一个毒蟹成员吞口口水 艰难的说道 放屁 一条小蛇怎么杀 领头大汉的话还没说完 只见七彩小蛇如闪电般划过 之前说话的毒蟹成员惊恐的抬起手 却在半空无力的坠下 尸体轰然倒地 太阳穴贯穿的血洞 像是在讽刺领头的大汉 领头的大汉身体僵硬 目光呆滞 还剩两个毒蟹成员更是不堪 身体抖炉筛 堂 堂主 一个毒蟹成员想说些什么 结果哆嗦的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不过他的话倒惊醒了领头的大汉 猛地吼道 抓住他们 这条小蛇定时来救唐柔一家的 如果抓住人质 就有翻盘的机会 可惜他忘了 前面几个人 都是在控制唐柔一家人的时候死的 所以 听到他的话 剩下的两个毒蟹成员不但没动手 反而退了几步 废物 领头的大汉一阵之后 不由地打怒 然后猛地转身 朝着最近的唐柔抓去 但手伸了一半的时候 突然猛地收手 犹如被毒蛇咬到一般 并且迅速地朝后倒退 直到退出去十多米才站定 眼神惊骇地看向唐柔的方向 只见一位俊美的青年 不知何时出现在唐柔身边 他是谁 怎么出现的 为什么自己一点都没察觉到 楚勋哥哥 唐柔惊喜地叫了起来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没事吧 楚勋习惯性地摸摸他的小脑袋 我没事 唐柔小脸苍白 明显被吓得不轻 但为了不让楚勋担心 硬说没事 楚勋眼睛微眯 闪过一抹心疼 然后看向唐文言和宋慈 叔叔阿姨 你们还好吧 我没事 幸好小徐你来了 宋慈说道 唐文言却有些别扭地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楚勋不知道 唐文言已经知道他的身份 还以为是被吓的 也就没多想 见过先生 龙音会的成员集体弯腰 已是尊敬 鬼老见过先生 楚勋微微偏眉 奇怪道 你们怎么在这里 鬼老欠了欠身 开始一五一时 想说今晚发生的事情 当他说道 唐柔挨了一巴掌的时候 一股骇人的威压 从楚勋身上腾起 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 除了唐柔一家 其他人全都身体颤抖 额头浮出痘大的汗珠 感觉犹如泰山压顶 有种下一刻 就被碾成积粉的感觉 先生息怒 我们已经严惩了胡敬父子 鬼老费力地说道 楚勋眼神冷漠地看向鬼老道 怎么严惩的 说说看 鬼老感觉威压轻了些许 擦擦额头的冷汗 急忙把惩罚的手段说了一遍 唐柔一家走得早 并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 听鬼老说完 不由得睁大眼睛 这件事 你们做得不错 楚勋淡淡地说道 话音落下 鬼老感觉身上的威压 如潮水般迅速散去 谢谢先生 继续说 楚勋说道 鬼老再次说了起来 这次楚勋的情绪毫无波动 直至鬼老说完 叔叔阿姨 还有柔柔 我让人先送你们回去 好好 宋慈早就不想在这里待了 唐文言更是巴不得 只有唐柔不愿意 但最后硬被宋慈拉走了 眼睁睁地看着唐柔一家 被护送离开 独蟹的人却没勇气阻拦 虽然楚勋从始至中都没有动手 但仅仅那股气势 却让他们心寒胆颤 独蟹组织 楚勋看向领头的大汉 淡漠地说道 你们万不该对我身边的人下手 领头的大汉浑身紧绷 不由地问道 你想怎么样 楚勋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 听鬼老说 你练得横练硬弓 身如磐石 这样吧 接我一招 接得住你活 接不住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领头的大汉眼神闪烁 另外两个独蟹成员 靠近领头大汉 巧声道 堂主 我们是不是被唬住了 连那个老头都不是您的对手 为什么会害怕一个乳羞未干的小子 领头的大汉一正 对啊 自己这是怎么了 竟被一个年轻人吓住了 可当他抬头看向楚勋时 不由地眼眶狠狠收缩 只见那条恐怖的七彩小蛇 正在楚勋的手指间缠绕玩耍 就是跟他玩 楚勋看向指尖盘绕的九幽 领头的大汉脸色一变 对他来说 这条七彩小蛇比楚勋更可怕 因为他们的人都是这条小蛇杀的 他叫九幽 我知道 你们在担心什么 我可以让九幽放弃速度 怎么样 三个人眼神不由地一亮 他们害怕的就是这条小蛇的速度 如果没了速度 一条普通小蛇还有什么害怕的 你说话算话 领头大汉忍不住问道 楚勋点点头 三人神色大喜 鬼老不禁摇摇头 先生不愧是先生 不用出手 单单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难以愉悦的感觉 毒蛇的领头大汉之前多嚣张 现在却任由摆弄 来吧 领头的大汉和剩下的两人 低声交流了几句 然后上前两步 九幽 看你的了 这次允许你恢复正常体型 楚勋笑道 好 九幽昂首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 却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这还是蛇吗 他从楚勋的手掌滑落到地上 慢悠悠地朝着对面三人游过去 看到九幽的速度这么慢 三人相识一眼 面露喜色 堂主 你们歇着 看我来剁了他的小舌头 一个毒蛇成员大咧咧地说道 从背后拔出一黑色匕首 大步朝着九幽走过去 几步走到九幽跟前 挥起匕首砍向他的脑袋 鬼老等人不禁纷纷担忧 毕竟在他们看来 九幽最恐怖的就是速度 毒蛇其他两人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只有楚勋眼底带着淡淡的讽刺 神色却平静如常 叮 匕首砍中九幽的脑袋 却发出金属般的碰撞声 众人大惊 纹身望去 只见毒蛇成员一脸猛逼 眼神呆滞地看着手里 多出一个豁口的匕首 再看九幽 他摇摇脑袋像是很不屑 继续朝前游走 众人不禁实话 好 九幽一声嘶吼 惊醒众人 纹身看去 所有人都是脸色瞬间被金具沾满 身体僵硬 身体哆嗦 只见原本只有小拇指粗细 二十公分长的七彩小舌摇身一变 眨眼成了史前怪兽 此时的九幽 身长十几丈有余 山岳大小的脑袋 身处一个成年人抱不过来 身上覆盖的七彩鳞片 散发着金属般的光泽 幽冷的眼睛 俯视着领头大汉等人 扑通 拿匕首砍九幽脑袋的毒蟹成员 腿肚子一软瘫倒在地 匕首也掉在一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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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门突然炸开 光头大汗的尸体才倒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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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异想凸起, 只见他身前凭空出现一片屏障, 涟漪流动, 碰, 陈汉龙一拳击在屏障之上, 光滑流转, 陈汉龙惨叫着道飞回去, 咔嚓, 哗啦, 一张玻璃桌被陈汉龙生生压碎, 痛得鬼哭狼嚎, 郑广义惊骇地看着鬼老, 这老人太恐怖了, 其实鬼老更震惊, 这根本不是他的力量, 思绪一转, 低头看向手里的玉牌, 难道是他? 鬼老大步走过去, 一把揪起陈汉龙, 老东西, 快放手, 我不打了, 陈汉龙叫嚷着, 疼得呲牙咧嘴, 心里更是后悔得要死, 忘了鬼老身怀保命玉牌了, 陈汉龙, 刚才是不是他的作用, 鬼老扬起手里的玉牌, 陈汉龙眼神炙热, 猛地伸手去抢, 死性不改, 鬼老一甩手, 陈汉龙近两百斤的身子被扔出去, 落在大厅中间, 哎呦, 老东西, 你想摔死我啊, 陈汉龙惨叫着, 其实他根本没受伤, 他在楚寻的别墅经过灵气滋润, 又喝过仙灵夜圆夜, 身体比牛还结实, 陈汉龙, 我知道你认识这玉牌, 那你也应该清楚, 这玉牌是谁刺丢我的, 那么, 你好好想象我之前说的话, 你真的大火灵头了, 陈汉龙眼神一闪, 不由得看向郑广义, 只见郑广义也点点头, 他心里不由得一凸, 老东西, 说的是真的, 鬼佬却冷哼一声, 不做理会, 心里暗自得意, 看谁着急, 郑广义不停地给陈汉龙识眼色, 陈汉龙也不傻, 知道鬼佬别扭什么, 产笑着道, 老爷子, 老先生, 麻烦您老松松惊口告诉小的吧, 鬼佬看了他一眼, 心里暗爽, 却故意板击脸, 冷声道, 你先告诉我这玉牌的功效, 功效刚才你不都看见了吗? 陈汉龙不爽地说道, 我要知道全部, 鬼佬说道, 如果你不想说就算了, 说完, 假装要离开, 等等, 老爷子, 我说还不行吗? 陈汉龙满脸别扭, 开始详说玉牌的功效, 当陈汉龙说完, 郑广义有些猛, 这东西可以保命, 连子弹都挡得住, 太不可思议了, 心里不由地暗自羡慕鬼佬, 走了这块玉牌, 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鬼佬则是老脸狂喜, 小心翼翼地将玉牌贴身收好, 这玉牌太珍贵了, 他打算送给花青舞, 这样以后遇到危险, 就算他挡不住, 花青舞也有自保之力, 老先生, 亲爷爷, 这下你可以说了吧, 陈汉龙哀求道, 鬼佬看向他, 开口道, 你还记得给唐小姐的仙灵夜吗? 记得啊, 这怎么了, 先生总不会因为这个处罚我吧? 陈汉龙不解, 蠢货, 亏你还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些年, 不知道才不外露的道理吗? 你就没想过仙灵夜这么宝贵, 唐小姐一介若女子能保得住吗? 你什么意思啊? 陈汉龙心里一凸, 有种不好的预感, 鬼佬冷哼一声, 道, 你把仙灵夜送给唐小姐后, 就被有心人盯上了, 而且在半路就对唐小姐一家下手了, 陈汉龙再也顾不上装死, 疼得从地上蹦起来, 这人是谁? 老子杀他全家, 主使之人我已经解决了, 至于动手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是毒血组织, 鬼佬说道, 毒血组织, 陈汉龙惊叫, 额头的冷汗刷的就留下来了, 郑广义也是脸色骤变,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岂会不知道毒血组织, 你们放心, 唐小姐现在没事, 很安全, 鬼佬说道, 扑通, 陈汉龙走过去跪在鬼佬面前, 谢谢你救了唐小姐, 这份恩情我陈汉龙永生不忘, 鬼佬救了唐柔, 就相当于间接救了他的命, 他虽然混, 但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 鬼佬却摇摇头, 不是我救的唐小姐, 是先生轻质,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陈汉龙听完, 差点昏死过去, 连先生都出动了, 后背的衣服被冷汗浸透, 一下子摊在地上, 脸色惨白, 刚才还大言不惭的, 要帮郑广义求情, 现在却自身难保, 四, 陈老爹, 快起来吧, 我们一起想办法, 求得先生原谅, 郑广义苦笑一声, 走过去扶起陈汉龙, 本来还指望陈汉龙帮他在楚循面前美言几句呢, 没想到转眼, 两人就同病相怜了, 陈汉龙满脸苦涩, 思索着怎么解决, 这事若是处理不好, 将会失去楚循对他的信任, 走, 我们一起去找先生承认错误, 陈汉龙奸生说道, 郑广一点点头, 最起码, 他现在不用独自承受楚循的怒气, 有个半心里, 也没那么紧张了, 两人像是赴死的战士, 打算去见楚循, 结果刚转身, 不由地将在原地, 只见楚循不知何时站在门口, 神色淡漠, 陈汉龙心里一突, 三步并坐两步地跑过去, 扑通一声跪在楚循面前, 郑广义腿肚子发软, 勉强跟过去, 也跪下来, 先生, 我知错, 你处罚我吧, 陈汉龙垂着头, 先生, 我也有错, 请您高抬跪手, 郑广义心里突突直跳, 脑袋都快塞裤裆去了, 就在两人心惊胆战的时候, 只听楚循淡淡地说道, 你们两个起来吧, 啊, 两人傻傻地看着楚循,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怎么, 还让我请你们起来, 楚循淡漠地说道, 话音刚落, 两人疼地站了起来, 这次你们犯的错先记着, 下次做事动点脑子, 楚循冷声道, 是, 锦遵先生教会, 陈汉龙急忙应道, 谢先生, 广义紧静, 郑广义也忙不迭地地说道, 两人心里松了口气, 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里的庆幸, 先生放心, 我这就下令让龙音会的兄弟, 全力查找毒蟹的人, 只要找到杀无赦, 陈汉龙立声说道, 眼底满是杀鸡, 不用了, 楚循淡淡地开口, 这世界上不会再有毒蟹组织了, 陈汉龙猛地张大嘴巴, 满脸震惊, 郑广义却倒吸一口凉气, 只觉得后背发麻, 就连鬼佬都是身体猛地颤了一下, 他们都知道楚循这句代表了什么, 毒蟹组织绝不会自动解散, 唯一的解释就是毒蟹组织被人灭了, 这人是谁, 答案显而易见, 尤其是鬼佬感受最深, 这前后才两个小时, 臭名昭著的毒蟹就被楚循从世上除名了, 这的多大的手段才能做到呢, 你们两个回去吧, 楚循让陈汉龙和郑广义先回去, 带两人走后, 楚循本来打算让鬼佬带他去见花青舞的, 紫竹林会所的情报网很强大, 或许能查到关于父母的消息, 但看看时间已经很晚了, 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独自返回, 第二天清晨, 陈汉龙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他昨晚离开紫竹林会所后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拉着郑广义庆祝去了, 结果喝了不少酒, 这才睡下不到三个小时, 你最好有重要的事情, 陈汉龙顶着黑眼圈, 语气很不好, 如果眼前的人不是他的心腹, 他早就让人拖出去打残了, 陈董, 您不是一直让我注意唐柔小姐的事情吗? 您看看, 这个心腹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被陈汉龙的画下的不清, 哆嗦着递过手里的平板电脑, 陈汉龙瞄了一眼, 不由地睁大眼睛, 一把抢过平板电脑, 脸色竖变, 指尖上面铺天盖地都是唐柔的新闻, 而且配有图片, 清纯玉女唐柔, 脚踩两只船, 下面配图是唐柔挽着楚循的胳膊, 还有一张是唐柔和林凯对视的图片, 玉女还是玉女, 唐柔的桃色, 辗转数位导演的床, 陈汉龙越看越心惊, 额头冷汗直冒, 他都能想象到楚循知道此事后的反应, 读些组织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脑袋长屁股上的家伙, 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 快,给我背车, 陈汉龙大吼一声, 连洗漱都顾不上, 胡乱套上衣服就往外冲, 还一边打着电话, 陈汉龙一路及时赶到乾隆山庄, 大老远就看到郑广义在别墅前急得转圈圈, 有乾坤引灵阵, 他根本进不去, 陈老爹, 看到陈汉龙, 郑广义急忙迎上来, 你也知道了, 陈汉龙问道, 郑广义苦笑一声, 点点头, 走, 你跟着我, 我们进去, 陈汉龙有楚循赏赐的竞争御牌, 再说, 这地方他来过不少次了, 郑广义知道法阵的恐怖, 几乎是一步一驱地跟着, 两人来到别墅前, 郑广义倒没什么, 郑广义却立刻感受到了不一样, 在这里深呼一口气, 简直是舒服得快飘起来了, 宿醉之后的难受感一扫而空, 身体有种说不出的舒服,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整个人精神异异, 其实郑广义不知道, 这里的灵气经过一晚上, 被楚循吸收得差不多了, 否则效果更好, 两人推开门走进去, 来到楚循房间前, 正准备敲门, 陈汉龙刚抬起手, 门却从里面打开了, 先生, 两人急忙躬身问好, 楚循皱皱眉, 视线一到陈汉龙身上, 淡淡地说道, 陈汉龙, 我这地方你是不是跑得太勤了点, 自从能自由出入这里, 这家伙一天能来三趟, 他考虑是不是收回陈汉龙 自由出入这里的权利, 陈汉龙吓了一跳, 急忙牵身道, 我找先生, 是有很重要的事, 就是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无缘无故打扰您, 很重要的是, 说说看, 陈汉龙给郑广义使眼色让他说, 可郑广义却垂着脑袋, 装作没看到, 陈汉龙气得牙痒痒, 这老狐狸进门前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同甘共苦, 这关键的时候就怂了, 面对楚循的目光, 他只能咬牙说道, 先生是关于唐柔小姐的, 小柔, 他怎么了, 楚循问道, 先生还是自己看吧, 陈汉龙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平板电脑递过去, 楚循接过去看了眼, 顿时眼神微眯, 眼底冷芒闪烁, 一股骇人杀鸡透体而出, 陈汉龙和郑广义瞬间被冷汉禁射后背, 大气也不敢喘, 碰, 平板电脑在楚循手里直接炸开, 环宇娱乐公司, 总经理办公司门口, 一群人正趴在门上踢耳偷听, 总经理林洪到了两杯红酒, 一杯递给一旁的林凯, 两人悄悄碰杯, 混蛋, 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林洪突然对着门口破口大骂, 声音之大, 让偷听的人耳朵不自觉地离门远了些, 林凯竖起大拇指, 然后轻敏一口酒, 轻轻嗓子, 对着门外声音悲切地喊道, 林总, 这事都是我的错, 不管唐柔的事, 你要怪就怪我吧, 我愿意承担责任, 只求你们不要为难唐柔, 你负责任, 你负得起吗? 你知道这件事对公司造成了多大损失吗? 多大损失我都认了, 只求你们不要为难唐柔, 你这个蠢货,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我们都被唐柔骗了, 他根本不像外表那样青春, 不许你这么说他, 哼, 唐柔这个婊子, 亏我家凯凯这么喜欢他, 就是, 我家凯凯人长得帅, 还这么痴情, 唐柔那个贱人竟然还不知足, 凯凯好可怜啊, 被骂得这么惨, 还拼命维护唐柔那个绿茶婊, 真是太不值得了, 站在门外听, 里面吵得惊天动地, 还伴随着摔东西的声音, 在门外偷听的人以女人居多, 不由得纷纷同情林凯, 大骂唐柔, 殊不知, 里面的林洪和林凯品着名贵的红酒, 笑得好不得已, 大侄子, 老实说, 你跟唐柔上过床没? 林洪一脸猥琐地压低声音问道, 其实, 他和林凯是亲书侄, 这件事他们一直隐藏得很好, 公司没人知道, 林凯摇摇头, 阴险地说道, 不过这次我看他怎么反抗, 给公司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我看他拿什么赔偿, 到时候, 我要他哭着喊着, 求着上我的床, 还是大侄子手段高, 林洪竖起大拇指, 但是别忘了让叔叔也尝尝鲜, 那小身段, 想想都流口水, 陈倩倩那个烂女人都玩腻了, 叔叔放心, 到时候, 你想怎么玩都行, 哈哈, 好好, 两人笑得无比猥琐, 得意地举杯庆祝, 与此同时, 在一家高档酒店的房间中, 一男一女正在交谈, 亲爱的, 这次你了, 一定要帮人嫁, 一定不能放过唐柔那个贱人, 则是环宇娱乐的董事黄尘光, 宝贝放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黄尘光满脸迎笑, 两眼泛着绿光, 盯着陈倩倩, 哎呀, 讨厌, 你的样子好吓人, 好像要吃了人家似的, 陈倩倩衣着十分简单, 但这样若隐若现地穿着, 更能激起男人的欲望, 他深安慈道, 黄尘光迎笑着, 大笑道, 但是宝贝可不能忘了, 事成之后, 你得让我走后门, 讨厌, 人家答应你就是了, 到时候你想怎么玩人家都一年, 四, 唐柔很无助, 他性格田径, 不争不强, 只想好好唱歌, 可事与愿违打开电脑, 铺天盖地的诋毁和谩骂, 让他头晕目眩, 翘脸苍白如指, 唐柔, 你放心, 公司的公关很强大的, 他们一定能处理好这些事, 你不要有负担, 我相信, 公司不会让你承受不白之愿, 助理刘欣在一旁安慰, 心里则是暗自叹气, 唐柔太单纯了, 他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娱乐园, 以他多年的经验, 这次事件绝对是有人在陷害唐柔, 我想去找楚勋哥哥, 唐柔犹如正在经受风吹雨打的花朵, 摇摇欲坠, 此时他只想躲在楚勋的雨衣下寻求安慰, 刘欣眼神一亮, 对啊, 他怎么忘了唐柔还有个楚勋哥哥, 那个身份神秘的年轻人, 你有他的电话吗? 刘欣问道, 唐柔这才想起, 从来没问楚勋要过电话, 不由地摇摇头, 刘欣无奈地苦笑, 现在唐柔只要走出公司, 就会被堵在外面的记者火吞了, 狂了, 门突然被大力推开, 总经理的秘书小薇踩着高跟鞋走进来, 厌恶地看了一眼唐柔, 冰冷地说道, 林总请唐小姐去会议室开会, 你还懂不懂规矩, 进门不知道敲门吗? 刘欣不满地质问, 秘书小薇冷哼一声, 像是不屑跟刘欣说话, 转身出去了, 狗眼看人低, 刘欣气得大骂, 会议室中, 总经理林红、林凯, 还有董事黄成光和陈倩倩, 另外还有几名公司高管, 唐柔和刘欣推门进去的时候, 所有的目光都看他们, 让两人有些不知所措将在原地, 坐吧, 林红瞥了一眼他们说道, 两人走过去坐在最后面的两张椅子上, 林凯看了唐柔一眼低下头, 掩饰着眼底的得意, 陈倩倩倒是毫不避讳地盯着唐柔, 眼神嘲弄, 我都知道了, 纪经理主管公关这一块, 对这件事最有发言权, 你来说说这件事该怎么解决, 纪经理名叫吉敏, 三十多岁, 长相漂亮, 是公关部的主管, 平时公司的这些事情都是他负责处理, 这件事现在很棘手, 第一, 照片的来源, 第二, 这些照片是媒体自己拍到的, 还是有人故意泄露出去的, 我已经联系了几家, 跟我们关系不错的网站和媒体, 请他们暂时不要继续发布这些照片和言论, 防止事态继续恶化, 不过, 这只是暂时性的, 我也派人仔细核对过那些照片, 不是合成的, 那么就此说明, 这些照片是真的, 因此, 我们无法采取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纪经理说完刚坐下, 计划部的负责人魏清全站起来继续说道, 此事所引发的后果远不止于此, 今天我们已经接到好几家合作公司的电话, 对方要求中指和唐柔小姐的合作, 并且要求我们支付巨额违约金, 我大约算了一下, 光违约金就高达一亿多, 这还不包括对我们公司造成的损失, 这些人每说一句, 唐柔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陈倩倩悄悄靠近黄尘光在他大腿根部掐了一下, 偷偷使个眼色, 啪, 黄尘光得到暗示, 疼得站起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真是岂有此理, 如此行击恶劣的艺人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公司, 我身为公司董事, 绝不允许这种害群之马危害公司的利益, 所以我提议公司解除与唐柔小姐的合同, 并且通过法律程序追讨他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我负义, 陈倩倩娇笑着, 这种人外表清纯, 实则是个人见人上的绿茶表, 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还弄得人人皆知, 要是换作我, 早一头撞死了, 唐柔柔弱的娇躯, 颤抖的厉害, 柔弱的让人怜惜, 性格恬近的他遇上这样的事情根本无从辩驳, 剩下的只有惊慌和无助, 这里都是公司高管,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真是马不知脸长, 流星气不过站起来为唐柔说话, 陈倩倩脸色一沉, 做错了事还不让人说了, 有本事去堵住媒体的嘴啊, 还有你一个小小的助理, 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助理怎么了, 助理也比你这个人可皆夫的烂人强, 唐柔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我了解他的为人, 绝不是媒体污蔑的那种人, 倒是你一直嫉妒唐柔比你强, 处处刁难他, 怎么, 以为多上了几个老男人的床就是个人物了, 也不怕得病, 真是恶心, 流星豁出去了, 第一他是真的心疼唐柔, 第二他也在赌, 赌楚巡可以扭转乾坤, 解决这次事件, 流星这话一出, 不止黄尘光和凌红, 会意识大半男的脸色很不自然, 有些事大家心知肚明, 但这样直接说出来就是赤裸裸的打脸了, 流星还不知道他这一番话得罪了这里大部分人, 你在说什么, 有种再说一遍, 信不信老娘死了你的臭嘴, 陈倩倩脸色猙獰, 叫嚷着就要扑过去, 这些话句句戳得他肝疼, 怎么, 戳你心窝子了, 你就是个烂货, 我就说了, 你来试试看谁撕谁的嘴, 流星已经彻底豁出去了, 撸胳膊挽袖子地冲了过去, 他是助理, 经常风里来雨里去的, 身体素质岂是陈倩倩这种手无腹肌之力的人可比的, 陈倩倩被气疯了, 冲到流星跟前伸手就朝他脸上抓去, 陈倩倩的指甲特意做过, 又长又尖, 这要是抓上, 流星脸上保管留下几道血液, 可他太小看流星的反应和身体素质了, 流星猛的一巴掌率先抽在陈倩倩脸上, 然后又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陈倩倩挨了一巴掌, 又被一脚踹倒在地上, 不由得愣了, 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 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 你这个贱人竟敢打我, 老娘和你拼了, 陈倩倩劈头散发地像个疯婆子一样爬起来, 再次朝着流星冲过去, 流星毕竟是个女人, 被陈倩倩的样子吓了一跳,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抓住头发, 不过流星也不甘示弱, 抓着陈倩倩的头发猛拽, 两人扭打成一团, 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傻了, 以至于忘了反应, 保安,保安, 林凯最先反应过来, 扯着嗓子大喊, 两名保安推门跑进来, 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他们分开, 林红拍着桌子大吼, 两个保安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跑过去拉开两人, 臭婊子, 老娘要杀了你, 陈倩倩被保安拦腰抱着, 连蹦带跳的大骂, 你个人皆可服的烂女人, 有本事来啊, 流星也被保安拉着, 不断地想挣脱再冲过去, 你们放开我, 让我过去杀了这个贱人, 陈倩倩挣扎着, 不依不饶, 一只安静的唐柔突然疼地站起来, 急步走过去, 挥起手啪的一声给了陈倩倩一巴掌, 你给我闭嘴, 我的是自有公私决定,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三道四了, 还有, 你再敢骂一句, 我还打你信不信, 陈倩倩被一巴掌打猛了, 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以至于忘记了挣扎, 就连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唐柔一向性格甜静温柔, 没想到竟然会打人, 这让他们一时反应不过来, 只有唐柔自己知道, 她的心跳得有多快, 有多害怕, 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打人, 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如果不是为了一直维护自己的流星, 她恐怕永远也做不出这种事, 不过说真的, 这一巴掌倒是给了她勇气, 让她不再退缩, 你, 你敢打我, 陈倩倩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唐柔一声不吭, 只是扬了扬手, 就让陈倩倩缩缩脖子, 不敢再叫嚣了, 这一幕让众人暗暗惊起, 刘欣和陈倩倩打成那样, 陈倩倩都不退缩, 唐柔只是扬了扬手, 就让陈倩倩演气息鼓了, 林总, 公司的任何决定我都同意, 但是, 如果我查到真相, 我保留起诉你们对我造成一切伤害的权利, 唐柔看着林红说道, 说完扫了林凯一眼, 网上那些图片她都看过, 那些照片的背景是梅云水乡度假山庄, 而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林凯有机会拍这些照片, 你什么意思啊, 林红问道, 意思很简单, 我怀疑公司有人故意给媒体散播虚假信息, 而且我已经有了怀疑对象, 我会亲自查明真相, 然后一法律途径解决这件事情, 随便你怎么查, 但是现在, 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 你等着接律师信函吧, 黄尘光黑着脸, 不屑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各位再见, 刘欣我们走, 唐柔和刘欣刚走到门口准备开门, 没想到, 门竟然从外面被人推开,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走进来, 唐小姐, 请留步, 看到此人, 整个会议室的人不由地全站了起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桓宇鱼, 真正的掌舵人, 秦桓宇, 唐小姐, 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不妨留下来, 我们一起商讨解决办法, 秦桓宇声音诚恳, 唐柔不由地疑惑, 秦桓宇的身份他知道, 平时神龙剑手不见尾, 他进公司一年多总共才见过两面, 听说秦桓宇的背景很深, 怎么会关注他一个小人物呢? 四, 秦桓宇也很无奈, 以他的身份, 根本不可能关注唐柔这样的小角色, 桓宇娱乐旗下一人和其多, 就算今天唐柔的新闻遍布各大网站, 他也不知道唐柔是自己公司的一人, 就算知道, 他也没时间来理会这等芝麻大的小事, 可现在他不得不亲自出面, 因为他最近这两个小时内连续接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来自天元集团的陈汉龙, 对方虽然很客气, 但也令他有些惊讶, 陈汉龙的身份不是什么秘密, 古江市黑道大佬, 这样的人怎么会亲自过问一个小明星室? 虽然以他的身份不必怕陈汉龙, 但都是古江市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个面子不得不给, 本来他打算打个电话过问一下, 就算是给陈汉龙面子了, 可第二电话令他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件事情, 这个电话来自乾坤集团的郑广义, 古江市两位大佬前后给他打电话, 关注一个明星的事, 这本身就很夸张了, 这个唐柔到底是什么身份? 秦桓宇想不通, 也有些好奇, 命人去查唐柔的身份, 可结果令他吃惊, 唐柔的身份对他来说太普通了, 难道这个唐柔是陈汉龙和郑广义共同的情人, 毕竟有钱人包养明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不过如此说来, 这个唐柔还是挺有手段的, 同时玩弄古江市两位大佬与掌心, 不过很快, 他这不屑而有恶意的想法被第三个电话打断, 这个电话来自紫竹林会所, 对方告知他, 唐柔是紫竹林会所的紫卡拥有者, 如果这件事得不到圆满解决, 紫竹林会所将取消他的钻石卡资格, 永远不准踏进紫竹林一步, 秦桓宇一激动, 差点把自己舌头咬下来, 紫卡啊, 以他的身份才是钻石卡, 而且每年会费高达五千万, 而这个唐柔竟然拥有紫卡, 他不相信紫竹林会所会将紫卡送给一个普通小明星, 秦桓宇把负责调查唐柔身份的人叫来臭骂了一顿, 以此消解心头的郁闷, 同时他心里有一万个为什么, 三方势力出面, 紫竹林甚至不惜取消自己的钻石卡资格, 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他唐柔只是个普通小明星, 他绝对会一巴掌呼过去, 他开始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失去紫竹林钻石卡持有者的身份, 那他这几年笼络的关系都将烟消云散, 这个后果他堵不起, 紫竹林虽然只是个会所, 但在各方大佬眼里那就是金字塔, 你不站在高处, 谁会仰望你, 如果失去持卡资格, 别人都懒得俯视你, 所以紫竹林的会员卡才会有等级划分, 人人都想拥有更高级的会员卡, 秦桓宇让人重查唐柔的身份, 不多时, 负责调查的人战战兢兢地将一打资料摆在他的办公桌上, 这次调查得很彻底, 连唐柔在哪上的幼儿园, 幼儿园的好朋友是谁都查得清清楚楚, 可调查结果跟之前的调查差不多, 唐柔的身份很普通, 秦桓宇强忍着骂人的冲动继续看了下去, 当看到唐柔最近发生的事情时, 不由得放慢速度, 先生, 秦桓宇自言自语, 每次唐柔能逢凶化吉都有这个叫先生的人在场, 陈汉龙和郑广义对这位先生卑躬屈膝, 逢迎讨好, 由此可见, 真正厉害的是这位先生, 他到底是什么人? 秦桓宇沉吟扮想, 这位先生绝对不是普通人, 连陈汉龙和郑广义都愿意屈居这位先生之下, 可见他的背景很强大, 虽然不知道这位先生是何许人也, 但秦桓宇坐不住了, 起身赶往公司, 幸运地在唐柔离开前赶到, 唐小姐, 请坐, 秦桓宇收回思绪, 适宜唐柔先坐, 秦桓宇的语气很诚恳, 也很客气, 这让唐柔倍感疑惑, 而且秦桓宇是董事长, 这个面子必须得给, 刘欣拉拉唐柔的衣袖, 适宜先坐下来, 这样僵着也不是办法, 面对公司一把手的秦桓宇, 唐柔多少有些紧张, 跟刘欣相互依偎着走过去坐在之前的位置, 林红傻眼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秦桓宇回来, 这个时候他再站着主座就太不合适了, 急忙起身让座, 待秦桓宇坐下, 这才小心地开口道, 秦董, 您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打个电话, 我过去汇报不就成了? 其实林红心里很不安, 秦桓宇对唐柔的态度有些暧昧, 唐小姐的事我就不重复了, 但据我了解, 这是有人故意报复, 恶意重伤, 唐小姐身为我公司旗下艺人, 遭受如此不公, 我身为董事长岂能袖手旁观? 秦桓宇说到此处, 悄悄桌子提高音量道, 我已经让人彻查此事, 倒是不管是谁, 绝对严惩不待。 桓宇娱乐公司是他一手创办的, 艺人之间的名争暗斗他心如名静, 进来之前他在门口听了一阵, 心里已经了解了大概。 此话一出, 林红等人不由地一愣, 秦桓宇的话意思很明白, 他要保唐柔, 林红不明白, 唐柔怎么会跟秦桓宇扯上关系? 这两个身份悬殊太大, 扒杆子打不着, 秦桓宇怎么会亲自出面保唐柔? 不止林红不明白, 其他人也是心里狐疑, 林凯和陈倩倩对视一眼, 他们明白这件事大发了,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和计划。 陈倩倩面目开始变得猙獰, 他不明白为什么, 明明已经快要把唐柔踩在脚下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他不甘心, 偷偷朝着黄尘光拾眼色, 此时的陈倩倩披头散发, 身上本就简单的衣服被扯得春光大露, 样子犹如被几十个大汗轮过, 黄尘光浑身不由地燥热, 其实他就喜欢这个调调。 嗨嗨, 黄尘光咳嗽两声, 整理了一下言语, 笑着开口道, 老秦, 没想到这点小事把你都惊动了。 其实这是我也了解一点, 并不存在什么诬陷报复。 刚才几经理也说了, 那些照片都是真的, 并非人工合成, 由此可见此事并非无中生有。 毕竟无风不其浪玛。 依我看, 为了公司的声誉, 跟唐小姐解除合同是必要的。 毕竟此事错不在我方, 这样的处理结果, 相信唐小姐也不会有意见。 黄尘光说得很笃定, 毕竟他是公司董事, 和秦桓宇关系向来不错, 这点面子秦桓宇不会不给他。 秦桓宇眼睛微微瞇了瞇, 手指有节奏地敲着膝盖, 默不吭声。 所有人的心不由地提了起来。 梁九, 秦桓宇动作一停, 扭头看向秦敏, 笑着问道, 纪经理, 那些照片是真的吗? 秦敏心里不由地一突, 身为公关经理, 他岂会不明白秦桓宇为什么这么问? 这摆明了是要保唐柔。 急忙站起身, 其实, 这些照片的真伪都是由下面人承报上来的, 我还没有详细核实, 此事是我工作上的疏忽, 我愿意接受公司的任何惩罚。 其他人都傻眼了, 灵红额头不由地浮出一层冷汗。 林凯和陈倩倩将在当场, 这件事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 现在看来, 秦桓宇为了保唐柔定会彻查此事。 如果事情败露, 两人不禁打个哆嗦, 心里开始害怕。 老秦, 黄承光很难相信秦桓宇竟然当众搏他面子。 结果他话刚出口, 就被秦桓宇打断了。 老黄, 既然事情有一点, 那就应该查嘛。 要不然别人会说, 我们这些当领导的都是色令之婚的酒囊饭袋, 这样对我们公司的声誉危害岂不是更大。 你说呢? 黄承光张了张嘴, 最终没有说话。 他不是傻子, 秦桓宇的话已经很明白了, 他如果继续纠缠, 恐怕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秦桓宇微微一笑, 悄悄桌子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开口道,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绝不允许有人危害我公司的一人。 记经理, 这件事交给你办, 相信你肯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对上秦桓宇别具含义的目光, 急抿头皮不禁发麻, 急忙说道, 陈董放心,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给唐小姐一个交代。 秦桓宇点点头, 看向最后座的唐柔, 笑道, 唐小姐, 你看这样解决, 你还满意吗? 我不满意。 唐柔刚想点头, 突然一道讥讽声从门外传来。 这时, 会议室的大门一左一右同时打开, 众人寻声望去, 其他人只是好奇, 而秦桓宇眼眶却狠狠地收缩了一下, 因为一左一右推开门的是陈汉龙和郑广义, 而中间站立着一位年轻俊美的青年。 先生, 请。 陈汉龙和郑广义攻身道, 楚寻脸色淡然, 迈步走进去。 楚寻哥哥, 唐柔开心地大叫一声, 如乳燕归巢般扑进楚寻怀里, 楚寻恋爱地摸摸他的小脑袋。 楚寻哥哥, 你怎么来了? 见到楚寻, 唐柔像是找到了避风港, 无论狂风暴雨再大, 也无法伤害到他。 我要再不来, 你这个傻丫头, 岂不是被人欺负惨了? 楚寻笑道, 秦桓宇脸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震惊不已, 他一直好奇的先生, 竟是个年轻学生。 陈董, 郑董, 光临我这一亩三分地, 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 我好去迎接你们啊。 秦桓宇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 陈汉龙和郑广义却没搭话, 只是朝他礼貌性地点点头, 然后走过去分别站在楚寻身后。 秦桓宇心里咯噔一下, 视线一道楚寻那张带着笑意的脸上, 不知为何心里净升起振振寒意。 四, 楚寻笑得很温柔, 神色很平静, 但秦桓宇有种强烈的预感, 这恐怕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换位思考, 如果自己的女人受了这么大屈辱, 自己会怎么样? 愤怒是最起码的, 绝不做不到这么平静。 揉揉, 你先去休息室等我。 楚寻笑了笑说道, 唐柔不禁撅起小嘴, 很不情愿。 楚寻亲身安抚, 对待身边的人他总是很有耐心。 唐柔知道楚寻肯定要解决他的事情, 不过受了委屈, 好不容易见到楚寻, 他很不想离开。 唐柔, 我们先出去吧, 相信楚先生会解决好所有的事情, 我们就别在这里添乱了。 刘欣上前趴在唐柔耳边低语道, 他的社会阅历比唐柔深得多, 知道接下来的事情, 楚寻不想唐柔看到。 唐柔愁愁了一下, 仰起小脸看着楚寻, 那你保证一会来找我。 好, 我保证。 楚寻笑着点点头, 唐柔这才不舍地跟着刘欣离开了。 他不知道, 目前为止敢在楚寻面前使小性子的也就他一个。 闲杂人员也出去。 唐柔离开后, 楚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只剩下弹幕。 几个高管不禁看向秦桓宇, 秦桓宇暗自皱眉, 楚寻一进来就宣兵夺主, 这让他很不舒服。 小兄弟, 你是不是把这里当做自己家了? 秦桓宇觉得自己有必要声明一下, 这里到底是谁的地盘? 楚寻表情不变, 环顾一周, 然后视线落在秦桓宇身上, 最后微微勾起。 我不在乎这是什么地方, 只要我愿意, 这里随时都会变成一片屠宰场。 屠宰场? 这次不止秦桓宇, 在座的几个高层脸色都开始愤怒起来, 这是把他们比作牲口吗? 啪! 黄尘光早就一肚子闷起没处撒, 此时按耐不住疼地站起来一拍桌子, 指着楚寻, 你是什么东西? 哪里来的小鳖三, 睁大你的狗眼看他清楚, 这里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陈汉龙和郑广义心里一寒, 同时按道, 这个蠢货完蛋了。 其他人却觉得很解气, 黄尘光这几句话让他们很舒服。 楚寻冷眼看着黄尘光, 冰冷地开口, 刚才为难柔柔的, 你是其中之一吧? 是又怎么样? 黄尘光不懈地反问。 很好。 楚寻嘴角勾起带着冷冽之色, 身影晃动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站立在黄尘光面前五米处。 众人不禁被楚寻神出鬼没吓了一跳。 啪! 在众人的注视下, 楚寻突然手掌轻轻抬起。 哄! 数百道火龙以黄尘光为中心腾空而起, 九天坟炼阵, 这只是小型的, 但足够了。 炼! 楚寻话音落下, 数百道火龙扑向黄尘光, 吃得一声轻响, 随之火龙尽数消失, 黄尘光还保持着之前的姿势, 仿佛刚才奇异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 老黄, 你没事吧? 秦桓宇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却没得到回应。 秦桓宇以为黄尘光是因为他今天没给面子, 心里有气才不愿意搭理他的。 老黄, 你也太小气了吧? 说着走过去想去拍黄尘光的肩膀。 结果, 他的手刚碰到黄尘光, 只听话哗的一声黄尘光塌了。 没错, 的确是塌了, 整个人变成了一堆灰。 啊, 陈倩倩离黄尘光最近顿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连滚带爬地朝后退。 其他人也是瞳孔猛地放大, 脸上迅速被恐惧之色占据。 尤其是秦桓宇, 整个人将在当场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他想逃离, 却连脚都迈不动。 一个活生生的人, 眨眼间变成了一堆灰。 是之前那昙花一现的数百道火龙将黄尘光变成了这样。 陈汉龙和郑广义也觉得腿肚子发软, 同时脸上却不满不屑, 敢跟楚勋如此说话, 下场理应是这样。 空气中弥漫着一阵恶臭, 有人被吓到大小便失尽。 楚勋皱眉, 灰首青阳, 凭空升起一道飓风, 刮起地上化成灰的黄尘光直接卷出窗外, 然后消散于半空中。 同时也驱散了空气中的恶臭。 错骨扬灰。 众人心里不禁升起这个词, 这个令人胆寒的词。 噗通, 一道倒地声, 惊得众人心脏砰砰直跳, 闻声看去, 只见一位高管被声声吓晕过去。 没人嘲笑这位高管, 反而有些羡慕, 毕竟昏死过去就不用承受这种恐惧的感觉了。 楚勋神色冷漠, 走道。 红跟前, 然后一挥手, 灵红像是被大力撞飞, 直接撞破窗户, 飞出窗外。 噗通, 秦桓宇再也支撑不住, 双腿一软瘫倒在地。 因为这里可是二十二楼, 灵红这样飞出窗外, 岂能有命在。 楚勋神色平静, 仿佛刚才不是杀了人, 而是蚂蚁。 三年前, 他无能为力, 保护不了自己, 更保护不了父母。 现在, 他有这个能力保护身边的人再也不受伤害。 现场一片死寂, 现在没有人敢怀疑楚勋的话, 他真的可以把这里变成屠宰场, 而他们就是带宰的羔羊。 楚勋看着眼前这些静若寒蝉, 瑟瑟发抖的人, 心里罕见地生起一丝怜悯。 当初的他遭人陷害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他摇摇头, 举手轻挥, 四周空气一阵扭曲, 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平静。 呼, 呼, 猛烈地喘息声, 此起彼伏。 众人犹如从水中捞出来, 衣衫尽尸, 大口喘着粗气, 如劫后余生。 老黄, 灵红, 秦桓宇今生大叫, 不是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震惊, 声音嘶哑单色。 众人下意识地身体一颤, 扭头看去, 只见黄尘光和灵红好端端地坐在那里。 你, 你们没死啊? 秦桓宇柯巴着说道, 黄尘光和灵红脸色惨白如指, 身体不停地颤抖, 脑子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 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死了还是活着。 那种死亡的感觉太真实, 以至于他们现在都认为自己死了。 楚勋嘴角微扬, 带着讥讽之色, 踏进会议室的瞬间, 他已经将整个会议室布置成了一座幻阵。 这些人刚才只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幻觉。 楚勋不是没想过真的杀了这两人,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现在毕竟是法治社会, 他现在修为不高, 不想徒增麻烦。 更何况, 杀人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除了增加孽缘并无益处。 再说, 他并非杀人狂魔, 向来只杀该死之人。 秦桓宇等人看着楚勋, 眼神惊恐至极, 至于陈倩倩早已下滩在地, 瑟瑟发抖。 楚勋走过去, 坐在原本秦桓宇的位置上, 环顾一周, 眼神玩味。 秦董是吧? 楚勋突然看向秦桓宇问道。 秦桓宇身体猛地一颤, 牙齿打颤, 汗水流进眼睛, 折得眼睛刺痛, 可他连擦拭都不敢, 只能不停地点头。 柔柔的是交给你解决。 如何? 秦桓宇一正, 不知所措地抬起头。 我, 我能处理, 我保证, 秦桓宇牙齿打颤, 碰在一起咔咔作响,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好在算是表达清楚了意思。 楚勋笑了笑, 微微汗手, 那我就静等秦董的好消息。 然后扭头看向陈汉龙和郑广义, 你们两个留下帮帮秦董。 是, 两人赶紧应道。 楚勋点点头, 转身出门。 楚勋出门, 神殿感应, 锁定了唐柔所在位置。 唐柔的休息室里, 刘欣已经换了身衣服, 手上被陈倩倩之前抓出几道血印, 也包扎好了。 看着不时看向房门的唐柔, 心里好笑。 唐柔, 你那个楚勋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 刘欣好奇地问道, 唐柔眼睛盯着门口, 随意地说道, 楚勋哥哥就是楚勋哥哥啊, 还能是什么人? 刘欣无奈地翻个白眼, 这回答还真是没毛病。 别看了, 再看门都要被你刺出两个洞了。 刘欣搬了把椅子坐在唐柔对面, 打句道, 你是不是喜欢你那个楚勋哥哥啊? 啊? 唐柔先是一愣, 随着脸刷的一下红了个头。 哇, 脸红成这样, 被我说中了是不是? 刘欣坏笑着打句, 才没有, 你不准乱说, 唐柔急忙反驳, 按道自己表现的真有这么明显吗? 哦, 这么说你是不喜欢了? 刘欣声音拖得长长的, 一脸坏笑, 那太好了, 既然你不喜欢, 那我就可以放心去追他了。 你这个楚勋哥哥长这么帅, 你不能喜欢楚勋哥哥, 唐柔一下子急了, 下意识地脱口出。 刘欣眼神狡黠, 为什么我不能喜欢他? 反正你又不喜欢, 就干脆让给我, 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不行, 反正你不能喜欢楚勋哥哥。 哈哈, 刘欣不禁指着唐柔大笑起来, 露馅了吧, 还敢说自己不喜欢。 唐柔一愣, 知道被刘欣耍了, 小脸飞红, 做事去捂刘欣的嘴, 两人顿时闹成一团。 楚勋站在门外, 两人的对话一句不辣地全停了进去。 唐柔的心思他岂会不明, 只是因为修仙的缘故他的性格一直寡淡, 对这种事想得不多。 再说, 父母下落不明, 他岂能纠缠于儿女私情? 想到这他微微叹口气, 只能暂时辜负唐柔的一片痴心了。 四, 整个下午, 楚勋都陪着唐柔。 虽然楚勋告诉他, 事情很快便会解决, 但唐柔还是放心不下。 他虽然单纯, 但也知道这件事的棘手程度。 虽然入行才一年, 他也见过好些入行早的前辈, 从辉煌到落魄, 有时候因为在媒体面前说错一句话, 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放心吧, 楚勋安抚着局促不安的唐柔。 其实, 处理这种事他也没有经验, 所以才会以雷霆手段震慑, 然后让秦桓宇这种业内人士出面解决。 在死亡的威胁下, 他相信秦桓宇一定能处理得很好。 另一边, 化妆师正在帮林凯和陈倩倩化妆, 都说化妆师有一双戴着魔力的手, 半个小时, 狼狈不堪的陈倩倩变得光彩夺目。 林凯也换了一身贴身的手工西装, 化过妆后更加英俊。 但是, 两人眼神呆滞, 木然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心里弥漫着无尽的后悔。 过了今天, 他们将不再是万众瞩目, 万人追捧的明星了。 秦桓宇推开门走进来, 后面陈汉龙和郑广义也悠哉悠哉地走进来。 秦桓宇是一化妆师和工作人员先出去。 嘖嘖, 老郑, 还真别说, 这化完妆看着还挺像个人的。 陈汉龙怪笑着, 说完不等郑广义回答, 走到陈倩倩面前, 伸手在他高耸的胸脯上捏了捏。 陈倩倩身子一哆嗦, 却不敢反抗。 陈汉龙看了一眼他, 咧嘴说, 难道归娇也有感觉? 虽然现在被陈汉龙控制, 但他也是女人, 眼神不禁带上一抹愤怒。 你要是喜欢, 过会完事后, 可以带回家去慢慢享受。 郑广义打去, 滚。 陈汉龙头也不回地笑骂。 接着走到林凯面前, 仔细打量了一会, 这小子长得不错, 细皮嫩肉的, 不错, 不错。 郑广义等人不禁一阵恶寒, 这家伙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吧? 陈汉龙回过头, 看到其他人怪异地盯着自己, 不由得一阵, 很快便明白过来不由得大怒。 收起你们猥琐的眼神, 老子不是变态, 靠。 这时, 一个工作人员敲门, 得到回应后, 推门进来。 秦董都布置好了, 媒体也来了, 都提前打过招呼。 秦桓宇点点头, 扭头对林凯和陈倩倩说, 该怎么做, 不用我教吧。 两人点头, 表情却如丧烤饼, 都他妈高兴点, 别一副死了爹娘的表情。 陈汉龙不满地大骂, 林凯和陈倩倩努力想笑, 可笑的比哭还难看。 靠, 就这还当红明星吗? 随便找只狗, 都比你们表情丰富。 陈汉龙满脸不屑, 摆摆手说, 行了, 好好表现, 完事我保证帮你们找一份不错的工作, 轻松还赚钱。 众人不禁狐疑地看着陈汉龙。 尤其是林凯和陈倩倩, 他们挣得多, 花得也多, 几乎没什么存款。 如果失去明星光环, 他们肩不能抗手不能提, 饿死都有可能, 都别用一副大便表情看着我。 老子向来说话算话, 一口唾沫一个钉, 几个人不禁暗骂成汉龙粗俗。 这家伙只有在楚寻面前毕恭毕敬装的像个人, 但如果没楚寻在场, 这家伙就是活脱脱的流氓。 助理刘欣冲进唐柔的休息室, 之前楚寻进来后, 他就找了个理由开溜了。 他打开墙上的悬挂电视, 嚷着, 快看, 两人抬头看去, 只见屏幕里人头攒动。 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来参加林凯先生和陈倩倩小姐的见面会。 说话的是吉敏。 请问季小姐, 林凯先生和陈倩倩小姐为什么突然召开媒体见面会? 请问季小姐, 唐柔是贵公司的艺人, 网上那些副面包到属实吗? 传闻很多合作商已经中断和唐柔小姐的合作, 并提出上诉追讨损失。 请问这些消息准确吗? 如果是真的, 那么贵公司将怎么处理唐柔小姐? 记者举着话筒, 接二连三抛出各种尖锐的问题。 吉敏不惊不慌, 神色不变, 不愧是搞公关的, 很有大将风范。 笑着道, 唐柔是我公司重点培养的艺人, 我想请问各位媒体朋友, 如果一个品行不端的人, 我公司会大力扶持吗? 季小姐的意思是, 网上那些信息不属实。 有记者大声问道, 可根据我们查证, 网上的那些亲密照片都是真的, 并非人工合成的。 这个问题, 季小姐能做一说明吗? 这些记者被称为鱼记, 又叫狗仔, 此时真如狗一般, 争先恐后的提问题。 吉敏双手下岸, 示意大家安静。 网上的照片的确是真的, 不过剧门调查, 这些照片的背景是梅园水箱度假山庄, 大家可还记得, 前几天唐柔拍公益广告, 拍摄地点就是梅园水箱度假山庄, 而且是零片酬出演, 合作对象正是林凯先生, 所以网上那些跟林凯先生的亲密照片 只是删减前的广告截图而已, 有人以此故意陷害唐柔, 这些路导可以作证。 既然如此, 那另外一名和唐柔亲密的男子是谁? 又做何解释? 吉敏话刚说完就有记者穷追不舍地 抛出另一个尖锐的问题。 吉敏并不惊慌, 脸上始终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这件事我们也调查过, 另一名男子是唐柔的哥哥, 这只不过是他们习以为常地打闹而已。 不知道那个心思龌龊的人, 竟用这个攻击陷害唐柔。 吉敏这话说得很是巧妙, 如果这个时候还揪住这张相片不放, 那就属于心思龌龊, 吉敏以此堵住记者的嘴。 我代表公司再次声明, 我公司绝对相信唐柔小姐的为人, 另外, 关于这次造谣诬陷事件, 我公司已经启动司法程序, 是必要追究造谣声势者的法律责任, 以此给予唐柔小姐一个交代。 吉敏说完, 根本不再给记者提问的机会。 继续道, 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是来参加林凯先生和陈倩倩小姐的见面会的, 我就不宣兵夺主了。 记者也明白吉敏的身份, 知道从他嘴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继而奔向另一边。 画面一转, 镜头对准林凯和陈倩倩。 林先生, 陈小姐, 请问你们今天召开媒体见面会是有什么好事情要宣布吗? 有记者已经按耐不住, 率先开口。 对啊, 两位是要承认恋情吗? 林凯和陈倩倩之前传出过绯闻, 虽然只是公司炒作他们的手段, 但外人不知道, 更何况他们俩没少发生关系, 难怪记者都以为他们要宣布恋情。 林凯心里暗骂, 他们俩的样子像是喜事该有的吗? 他以前很喜欢跟记者打交道, 因为可以保持足够的曝光度, 现在突然觉得记者是如此厌恶, 看着眼前这群记者各个伸着脖子瞪着眼睛, 等着抓住独家消息。 他突然有个恶意的想法, 如果自己不按秦桓宇吩咐地说呢? 后果会是什么? 不过他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 明确告诉过他,说错一句,灭他全家。 林凯不敢去赌, 陈汉龙恶名在外,他赌不起。 他不由得想到黄尘光被火龙吞噬化成灰, 最后连灰都没留下的景象。 还有林红,他的亲叔叔, 二十二层坠落, 如果是真的,恐怕早已变成了烂泥。 生生打个寒战, 赶紧止住心里的其他念头。 林凯站起来,突然笑了起来, 然后大声道,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我和陈小姐今天召开这次见面会, 不是有什么喜事宣布, 而是要向唐柔小姐道歉。 记者先是一愣, 随后便兴奋起来, 听这话的意思今天有猛料。 其实, 网上的那些照片是我拍的, 是陈小姐发到网上的, 至于那些文字, 根本就是我们两个胡编乱造的。 哗, 现场一片哗然, 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记者问道, 嫉妒, 怨恨, 林凯的回答很简单。 记者开始疯狂了, 之前就有消息传出, 说是陈倩倩嫉妒唐柔的才华, 唐柔的歌都是自己谱取填词, 他们是鱼记, 是狗仔, 娱乐圈的水他们知道深浅, 玩弄文字游戏更是他们的专长, 这些消息已经够他们写出长篇大论了, 但他们还不满意, 要挖出更多的东西。 见面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记者都是心满意足的样子, 后面几乎他们问什么, 林凯就毫不隐瞒地回答什么, 甚至连他跟一些女明星的奸情都交代了, 其中就有陈倩倩, 陈倩倩这一个小时呆若木鸡, 不管记者问什么问题, 他只会点头, 有些问题林凯也成了他的代言人, 楚勋关掉电视, 楚勋哥哥, 他们会怎么样? 唐柔的善良是天生的, 这种东西很宝贵, 有时候却很廉价, 比如现在, 他竟然同情起林凯和陈倩倩, 刘欣刚想说话, 却被楚勋挥手制止, 柔柔, 记住, 这个世界上犯下的错误, 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明白吗? 就像那个隐藏在暗中陷害他的幕后黑手欠他的, 迟早要还, 唐柔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反正他相信他的楚勋哥哥不会害他就对了, 四, 唐柔的事情算是完满解决了, 林凯和陈倩倩彻底毁了, 从万众瞩目的明星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网上骂声一片, 其喊让他们滚出娱乐圈, 陈汉龙没有食言, 他真的帮林凯和陈倩倩找了份轻松的工作, 林凯长得不错, 细皮嫩肉, 所以陈汉龙把他扔到旗下一家娱乐场所, 负责伺候那些有龙羊之好的客人, 至于陈倩倩, 比起林凯好不到哪去, 成了一名高级小姐, 本来他想把林洪和黄尘光一并收拾了, 却架不住郑广义央求, 只能把这两人留给他, 郑广义也是白手起家, 虽然不向陈汉龙浑身利器, 但也不是擅长, 为了在楚律面前表现, 林洪和黄尘光下场估计会更惨, 唐柔是最大的赢家, 网上一片同情声, 许多网名录转粉, 几个小时的时间, 微博粉丝增加了五十多万, 这一天大起大落, 唐柔有些累, 最后被楚律强行会送回家休息, 不过在路过一家手机店的时候, 在唐柔的威胁下, 楚律接受了他的礼物, 一部最新款的爱风手机, 楚律返回乾隆山庄, 他最近隐隐感觉到突破的迹象, 深夜, 修炼中的楚律心里莫名的一阵悸动, 豁然睁开眼, 身影略出院外, 抬头仰望, 只见漫天繁星, 犹如灯火熄灭般逐渐消失, 天空像是被黑布遮挡, 整个天地陷入沉寂, 哄, 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响彻天际, 楚律眼神猛地收缩, 他的心脏莫名地抽痛, 哄哄, 震动天际的轰鸣声不断, 震的剑柱瑟发抖, 地面颤动, 哗, 一道闪电划破天际, 天空犹如被撕开一条口子, 撕开的口子透出亮光, 久久不散, 楚徇双眼猛烈收缩, 他看到无数星辰被吸进这条口子, 最后被无形的力量绞成积粉, 时空乱流, 楚徇喃喃自语, 时空乱流隐藏在时空深处, 里面有着无法预测的狂暴力量, 就算他是先帝时, 想要穿过时空乱流也得万分小心, 突然, 那条撕裂的口子透出万道金光, 令人难以直视, 纵使万劫不复也心甘情愿, 轮回万事, 只为找到你, 隐约间, 楚徇仿佛看到万道金光中有一道身影走出, 伴随着缠绵般的一语, 随之金光消失, 天地陷入黑暗, 楚徇回过神, 感觉到脸上一片冰凉, 伸手轻浮, 满脸泪水, 自己的心为什么会痛, 为什么会流泪, 直至初阳升起, 晨曦辅照, 楚徇才发现自己在这里站了一整夜, 那种心悸的感觉是他从来没有过的, 楚徇返回别墅, 目光依然带着探究, 万道金光中的身影始终在他脑海里闪现, 这时, 陈汉龙来了, 他每天在这里采集录珠, 比上班还准时, 先生, 走, 陈汉龙打招呼, 楚徇收回思绪, 点头回应, 最近白人节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白人节来过几次电话, 已经找到了紫金花赌场的准确地点, 你确定好地址, 晚上跟我去? 是, 陈汉龙急忙点头, 喜笑颜开, 夜幕降临, 陈汉龙开车带着楚徇前往郊区, 车子行驶了一个小时有余, 最后驶进一个小村庄, 这个村庄不大, 从远处看也有一百多户人家, 路还是石子路, 车子刚驶进村口, 就被人拦了下来, 两个大汉走过来敲敲车窗, 等车窗降下, 递进来两个面具, 陈汉龙接过面具, 随手递过去两搭钱, 挣好两万, 大汉挥手示意继续通行, 陈汉龙看看手里的面具, 不由得移政, 一个是白脸曹操, 而另一个却是黑脸张飞, 而且这面具质量也太差了, 他已经闻到了塑料的味道, 这在外面也就一块钱一个, 先生, 进这里必须要戴上面具, 陈汉龙解释, 这里的主人还真够谨慎的, 楚循笑了笑, 拿过黑脸张飞面具戴上, 陈汉龙一正, 心里暗道先生拿错了吧, 不过他没敢多问, 戴上白脸曹操的面具, 车子继续前行, 大概走了两百米, 车子再次被人拦下, 降下车窗, 大汉得进来两张扑克牌, 一张红星J, 和一张黑陶K, 扑克牌的材质很普通, 就是外面两块钱一副那种, 陈汉龙接过来心里付费, 这也太草率了, 咬牙递出去十万块钱, 这是什么意思啊, 楚循问道, 这是通行证, 跟门票一样, 陈汉龙满脸无奈地解释道, 楚循心里一阵好笑, 花十万买两张普通扑克牌, 这里的主人还真挺有意思的, 大概十分钟, 车子被一栋普通民房挡住去路, 黑暗中走出两名大汉, 示意两人下车, 两人下车后, 其中一个大汉, 示意两人跟他走, 走进眼前的普通民宅, 院子里杂草丛生, 一片荒凉, 可楚循知道, 周围隐藏着不下十个人, 大汉一直沉默, 带着两人走进一间民房, 伸手一推那扇快要坠落的窗户, 可知, 机械摩擦声, 挨进墙盖的地面石板收缩, 露出一个两人并行的通道, 陈汉龙张了张嘴, 看来他是被惊到了, 大汉示意两人下去, 陈汉龙本想先下去的, 楚循比他快了一步, 他知道这是楚循在刻意保护他, 心里不禁感激, 沿着石阶一路向下, 每隔十几米, 就有两名标形大汉把守, 大概走了十分钟左右, 一到三米多高两米多宽的大门拦住去路, 两名守门的大汉推开大门, 顿时两人眼前一亮, 通过大门看向里面, 只见灯火通明, 人头攒动, 吆喝声此起彼伏, 美艳的兔女郎游走在人群中穿梭, 两人走进去, 这个地下世界竟有上千平方, 装修豪华考究, 犹如豪华的地下宫殿, 先生, 我们玩什么? 陈汉龙巧声询问, 这里轮盘, 头子, 扑克, 麻将应有尽有, 头子, 楚循说道, 先生稍等, 我去换筹码, 这里最小的筹码是多少? 陈汉龙拉住一个路过的兔女郎询问后得知, 这里的筹码最小的是500, 兔女郎热情地带着陈汉龙去兑换筹码, 拉一个客人多兑换筹码, 他们就有提成, 客人大方的话, 再赏点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可看到陈汉龙就兑换了500的筹码, 兔女郎差点把眼珠子鼓出来, 高耸的胸脯一起一扶, 极力压制着骂人的冲动, 但不代表心里不骂, 这是哪来的土边? 他在这里这么久, 从来没见过只兑换500筹码的, 严格说来从赌场建成那天起, 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奇葩, 陈汉龙也很无奈, 注意到兔女郎掩饰不住的鄙夷, 隐藏在面具下的老脸一红, 这一刻他才意识到, 这个面具一万块钱真不贵, 最起码能遮羞, 他来的时候可是带了好几个亿, 可储循让他兑换最小的筹码, 他有什么办法? 兔女郎看没什么油水可捞, 李也不理陈汉龙, 扭着柳腰摆着兔尾巴走了, 陈汉龙拿着500的筹码, 感觉像是所有人都在嘲笑他, 先生, 要不我们多兑换点吧? 陈汉龙小心翼翼的建议, 储循没搭理他, 转身走到智头子的赌桌前, 智头子的玩法很简单, 赌大小翻倍赔偿, 何观是个年轻人, 小眼睛薄嘴唇, 嘴边有一个物子, 这是薄情寡义之相, 他拿起头中飞快地摇动着, 手法很普通,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压大压小, 买定李手, 赌客纷纷叫让着下主, 买定李手, 买定李手, 何观又喊了两声, 等赌客都下好住, 手离开台面后, 他手里的头中落下, 就在头中落到桌面的瞬间, 楚循手中的500筹码飞出, 准确地落在小字上面, 何观不由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猛地打开头中, 一二三, 小, 顿时压小的人一片欢呼声, 压大的却忍不住叹息抱怨, 楚循不动声色地拿起属于他的一千筹码, 四六六, 大, 一三, 小, 五六七, 大, 楚循面前的筹码越来越多, 何观不时地看向楚循, 神色不负之前的淡定, 快压快压, 买定李手, 何观喊道, 这时却没有一个人下主, 而是都看着楚循, 因为赌客也发现了, 楚循没失手过, 所以他们都开始跟风, 楚循压那个, 他们就跟着压, 一准能赢, 此时楚循面前已经从五百筹码变成了五十多万, 楚循将五十万筹码推了出去, 众赌客不禁惊呼, 因为楚循压得不是大也不是小, 而是庄, 庄代表豹子, 比如三个头子点数一样, 只要摇出豹子, 庄家通吃, 如果有人运气好刚好压庄, 赔偿可是五倍, 但压庄太冒险了, 出豹子的几率太小了, 赌客们不禁犯了难, 到底要不要跟, 何观眼底闪过一抹讥讽, 心里暗道, 不管你是高手还运气好, 这次全部吐出来吧, 何观的手碰到头中, 被台面挡住的脚却悄悄踩下一个按钮, 感觉到头中微微一震, 他脸上不禁浮现出一抹得意, 然后他猛地打开头中, 头中打开, 何观嘴角的笑容瞬间凝固, 眼神呆滞地看着那三个红点, 三个一, 豹子, 刘赌客忍不住惊呼出声, 紧接着一片哗然, 赌客们垂胸顿足, 后悔没有跟着楚循下主, 陈汉龙笑得像个二傻子, 虽然他很有钱, 但亲眼看着五百块变成几百万, 还是很刺激的, 而且他知道, 这笔钱将如同滚雪球, 越滚越大, 何观却如丧考笔, 额头冒出痘大的汉珠, 他想不明白, 明明暗中动过手脚了, 为什么会没用, 而且, 这次没有赌客下主, 那就意味着, 他这一把输了赌场二百五十万, 赌场不是慈善机构, 如果他不把这些钱赢回来, 后果很严重, 何观强作镇定, 胡乱地擦拭了一下额头的汉珠, 可没什么用, 汉珠再次渗了出来, 这位先生手气真好, 还要继续吗? 何观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 心里却忐忑不安, 生怕楚勋不再继续, 楚勋隐藏在面具下的嘴角扬起, 下一刻将面前的三百万筹码全部推出去, 周围的赌客再次哗然, 因为这次楚勋压的还是装, 有的赌客愁出了一下, 跟着压装, 但金额都不大, 五万十万, 最多二十万, 他们都在试水, 也有赌客暗自摇头, 怎么可能连续出两把豹子呢? 何观拿起头中狠狠地摇晃起来, 以此掩饰他颤抖的双手, 头中猛地落在台面, 何观的脚再次偷偷踩下按钮, 掌心感觉到一阵轻颤, 那是头子翻动造成的, 他已经知道里面的点数了, 绝对不是豹子, 这次一定要把输出去的赢回来, 开吧, 楚勋手指敲着膝盖, 随意地说道, 跟着楚勋下注的赌客顿时紧张起, 眼睛紧盯着头中, 何观猛地打开头中, 人群静了几秒, 然后一片欢呼, 三个二又是豹子, 跟着楚勋下注的人激动地大喊, 持观望态度没有跟住的赌客垂胸顿足, 满脸后悔, 何观脸色苍白如纸, 眼神呆滞, 嘴里嘀喃,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说什么呢? 什么不可能? 三个二摆在眼前你看不见啊, 别废话, 快点赔中, 赢得赌客顿时不愿意, 纷纷叫嚷, 如果是一个人, 何观还能辩驳几句, 可现在这么多人他不敢, 只能咬牙陪住, 赌客拿到陪住兴高采炼, 而楚勋本钱三百万, 陪住是五倍, 也就是一千五百万, 加起来他现在有一千八百万, 楚勋眼神细血, 然后在众人的注目下, 把一千八百万筹码, 全部推出去压在桩子上面, 第三次压桩, 会连续摇出三次豹子吗? 赌客们不禁纷纷嘀咕起来, 这边动静太大, 有人竟然百压百重, 导致其他赌具无人问津, 全部拒到了楚勋这边, 妈的, 拼了, 有个赌客眼神一咬牙, 把手里所有的筹码压了上去, 估摸有两百万左右, 有了第一个人带头, 其他人也不在愁处, 纷纷吓住, 既然是赌, 赌的就是运气和胆量, 开始啊, 愣着干什么, 陈汉龙大声嚷道, 其他赌客也开始催促, 何关双手撑着台面, 要不然他怕自己会晕过去, 他现在心里恨得要死, 这是那个蠢货设计的机关, 为什么每次都出豹子, 等眼前的事过了, 他一定要找到那个设计机关的人, 然后抱走他一顿, 突然, 他眼神一亮, 用机关每次都出豹子, 那不用呢? 他不禁怀疑是不是自己计错了方法, 这次他决定不用机关, 心里也不禁有了些底气, 哗啦, 哗啦, 头子碰到头中发出声响, 赌客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摇晃的头中, 等何关停手, 头中落定, 现场一片寂静, 只有紧张的喘气声, 何关也是眼神紧张, 闭上眼睛猛地打开头中, 三秒过后, 现场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和惊叹声, 何关睁开眼睛看去, 那三个相同的点数让他头晕目眩, 双腿一软, 差点瘫倒, 楚巡一千八百万本金不算, 赔五倍就是整整九千万, 也就是说, 短短一个小时, 楚巡从这里引走将近一亿零八百万, 而他只用了五百筹码, 而且还有其他赌客, 积少成多, 这些人你五十万, 我一百万, 加起来下注两千万左右, 赔注就是一亿多, 完了, 这次死定了, 何关眼前发黑, 随之眼底爆发出一抹阴痕, 猛地指向楚巡大喊, 你出老千, 楚巡毫无波澜, 连头都没抬, 陈汉龙一愣, 随之大怒, 一拍台面指着何关大吼, 孙子说什么屁话呢, 头子是你摇的, 我们连台面都没碰, 怎么出老千, 输了钱不愿意承认了, 你们赌场是不是想耍无赖, 靠, 我之前输了五百多万, 我还怀疑你们出老千呢, 快陪着, 别废话, 周围的赌客也不愿意了, 赌场这是摆明, 是想赖账啊, 何关一时雨节, 面对这么多人, 他只能认怂, 大家稍阿勿躁, 一道沉稳的声音响起, 寻声望去, 只见一位身材高大, 国字脸, 颇具威严的中年男子走过来, 身后跟着两个标形大汉, 人群不由地让出一条路, 中年男子扫了一眼荷官, 然后转过身, 朗声道, 大家不用着急, 我们紫荆花赌场向来公平, 大家赢了, 我们肯定会照规矩赔偿, 挥挥手, 两名兔女郎端着托盘走过来, 托盘中是大额的筹码, 中年男子吩咐人, 将筹码赔给赌客, 一分不少, 中年男子的做法, 赢得大家一致较好, 忘了自我介绍, 我姓雷, 是这里的主管, 大家可以叫我雷主管, 中年男子面带微笑地说, 说完, 转身看向何官, 你去休息吧, 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了, 何官身体轻颤了一下, 走之前恶狠狠地瞪了楚寻一眼, 雷主管这才把视线移到楚寻身上, 笑道, 这位先生今天真是好手气, 竟赢得满堂彩, 恭喜, 楚寻微微点头, 算是回应, 这位先生, 在这里赌, 对不起这天赐的大运, 这里只不过是小打小闹, 真正的赌局在里面, 可敢进去试试手气, 雷主管说道, 周围的赌客都有些恼怒, 他们跟着楚寻下主才能赢钱, 如果楚寻进去里面赌, 以他们的本金根本进不去, 这不是断他们财路吗? 雷主管没理会周围的赌客, 在这里, 他不需要给谁面子, 带路, 楚寻站起来淡淡地说道, 好气魄, 雷主管竖起大拇指不令夸奖, 随之做个请的手势, 陈汉龙手脚麻利地收好筹码跟上, 雷主管带着两人往里面走去, 通过一道门又穿过十几米的通道, 当再次进入一片大门, 里面的豪华程度令人惊叹, 这里赌客不多, 但却无疑不是好赌, 随便下注就是百万千万, 穿梭的兔女郎比外面明显高出一个档次, 两位觉得这里是不是更适合你们? 雷主管笑道, 楚寻沉默不语, 走向至头子的赌局, 先生不试试别的赌法, 雷主管好奇, 别的银钱太慢, 楚寻头也不回地说道, 雷主管不经一震, 随之轻蔑一笑, 按道好大的口气, 头子银钱是快, 但输得也快, 他走过去示意何关离开, 然后看向楚寻, 如果先生不介意, 我陪你玩几句如何? 随便, 楚寻声音平静, 雷主管眼底闪过一抹讥讽, 他在这里还有个身份, 就是首席何关, 请下注, 雷主管说道, 除了楚寻, 还有一男一女两个赌客, 不过都戴着面具, 看不清长相, 一千万, 压大, 男赌客扔出一千万筹码在大字上, 女赌客愁出了一下, 五百万压小, 九千万, 全部压装, 楚寻淡淡地说道, 陈汉龙对楚寻向来言听计从, 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筹码压在桩子上面, 旁边的男女赌客不禁同时看向楚寻, 眼神带着惊讶, 好气魄, 不过, 你不需要留出夜宵钱吗? 雷主管对楚寻的豪气感到震惊, 按他所想, 对方开始肯定会少压点是试水, 五一四千万, 足够吃夜宵了, 楚寻平静地说道, 雷主管不由地一愣, 如果这把出豹子, 他将按五倍赔偿刚好是四亿五千万, 加上本金九千万, 刚好是五一四千万, 这事是说他赢定了吗? 够狂妄, 不过他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狂妄, 放心, 若是这把你输了, 我会给你一百块作为消业费, 说完, 雷主管猛地一拍台面, 头中飞起, 被他抄在手里迅速摇晃, 动作如行云流水, 碰, 头中落下, 稳稳地定在台面上, 现在改变主意, 少压点还来得及, 雷主管看着楚寻笑道, 开吧, 楚寻说道, 雷主管眼神嘲弄, 在他面前狂妄的人向来下场都很惨, 就让你常常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感觉, 再好的运气也没用想着, 他猛地打开头中, 头中打开后, 雷主管没有看里面头子的点数, 因为不用看, 他从十岁开始跟头子打交道, 控制头子犹如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你说了, 雷主管笃定地说道, 楚寻眼神嘲弄, 旁边的男女赌客眼神古怪, 陈汉龙更是不屑地笑出声来, 雷主管一正, 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头中, 瞳孔猛地放大, 脸色骤变, 那三个相同的点数刺得他一阵眩晕,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是豹子, 雷主管在心里狂喊, 看来是你说了, 楚寻轻笑, 雷主管脸色无比难看, 不是因为输钱, 而是因为输, 赌场有他的股份, 而他为赌场赚到的早已是天文数字, 四亿五千万是不守, 但他负担得起, 可他在乎声望名誉, 自从出道以来, 除了他师父, 未曾一败, 今天却败了, 想到之前的自信, 还有那些狂语, 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 这是赤裸裸的自己打脸啊, 兄弟, 厉害, 旁边的男赌客朝楚寻竖起大拇指, 他虽然输了钱, 但看到了一场精彩的剧情反转, 也值了, 运气而已, 楚寻淡笑道, 五, 楚寻回答极其简单, 运气而已,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男赌客怂怂肩说道, 虽然被面具遮住脸, 但能感觉到他在笑, 楚寻微微汗手, 算是认可他的话, 说得好, 运气的确是实力的一种, 但幸运女神不可能永远只眷顾一个人, 雷主管叫了一声吼, 扭头看向楚寻, 还要继续吗? 当然, 楚寻点头道, 五亿四千万, 继续押装, 各位爷们, 我喜欢, 男赌客大笑一声, 打个响指招来服务生, 开出一张支票递给他, 帮我兑换两亿筹码, 等等, 女赌客突然喊住服务生, 迅速地开出支票交给他, 帮我也兑换两亿筹码, 八婆, 阴魂不散, 男赌客小声嘀咕了一句, 楚寻看向他, 感情这两人认识, 没一会, 服务生端着四亿筹码回来, 哗啦, 男赌客将两亿筹码推向庄字, 大声道, 两亿, 押装, 哗啦, 筹码碰撞的声音, 庄字上再次多出两亿筹码, 是女赌客的, 楚寻不经玩耳, 这两人明显不对付, 处处对着干, 雷主管的脸色比楚寻的张飞, 面具还飞, 气人太甚, 开始吧, 楚寻说道, 雷主管眼底闪过一抹力芒, 猛地击拍台面, 头中飞起在被抄在手中, 头中上下翻飞, 头子的碰撞声不绝于耳, 雷主管脸色严肃, 这次足足摇了一分钟才罢手, 头中定于台面, 雷主管脸上不禁浮起得意之色, 这次他绝不会失手, 开吧, 男赌客说道, 手指随意地敲打着台面, 男赌客在敲打台面的时候, 只见一道, 静气迸发席向头中, 突然, 另一道静气从楚寻左边出现, 击散了男赌客的静气, 男赌客扭头怒视女赌客, 女赌客露在外面的性眼带着挑衅, 楚寻却像完全不知情, 静等雷主管开中, 雷主管迅速地打开头中, 可整个人如遭雷击将在当场, 三个五, 豹子, 我们赢了, 陈汉龙兴奋地大喊, 而男女赌客却毫无兴奋之意, 眼神同时看向楚寻, 两位, 信不如命, 看来幸运女神并没有离我而去, 楚寻浅笑着说道, 男女赌客同时收回目光, 眼神狐疑, 他们并没有从楚寻身上感应到内袭波动, 难道他真的只是有大运之人? 哈哈, 发财了, 看来跟随大运之人必有小运加深, 男赌客发出爽朗的笑声, 不过看向那些巨额筹码时, 眼神并没有多大波动, 这可不是一个赌客该有的反应, 雷主管目光失神, 如丧考彼, 女赌客悄悄抬面, 不客气地说道, 赔住吧, 楚寻这一把就赚了22亿5000万, 加上男女赌客的各10亿, 赌场就要赔整整42亿5000万, 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雷主管彻底慌了, 如此庞大的数额, 他这次负担不起, 与此同时, 在一间装修及其考究的房间里, 两男一女紧紧地盯着墙上悬挂的巨大显示屏, 神色凝重, 显示屏清晰地显示出楚寻这一桌的情况, 废物, 三人中, 一个体壮如雄, 外表粗狂的男人把手里的酒杯摔得粉碎, 真有人天降大运, 白赌百赢吗? 三人中唯一的女人开口, 她声音清脆, 柳眉信念, 腹白如雪, 长相美练妖艳, 身穿旗袍, 勾勒出完美的身材, 令人血脉膨胀, 如果楚寻和陈汉龙看到这个女人, 定会掩认出, 她就是在珍宝轩见过的红灵, 管她是不是天降大运, 这么多钱, 岂能让她轻易拿走, 一刀宰了算了, 另一名男子阴沉地说道, 她脸上有一道很深的刀疤, 从眼角一直到嘴角, 说话时伤疤如动如蜈蚣一般, 看上去恶心而争鸣, 先别轻举妄动, 红灵制止道, 你不是说她身边的一男一女非普通人吗? 更何况, 这里的客人可都是我们千方百计拉来的, 如果闹得动静太大, 以后大家可都没得赚了, 红灵说的有道理, 这里简直是棵摇钱树, 要是真出了问题, 那就太可惜了, 外表粗狂的男人说道, 眼神闪烁着跟他外表很不相符的金光, 现在只能请莫老出手了, 红灵想了想说道, 看来只能这样了, 粗狂男人附和, 刀疤脸这次倒没吭声, 直接点头答应了, 因为, 莫老的厉害他们都亲眼见过, 不止赌数, 还有他惊人的身手, 都令人叹为观止, 三人来到一个房间门口, 红灵上前敲门, 棵里面没人应声, 也不见有人开门, 红灵继续敲, 可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三人相识一眼, 露出无奈之色, 刀疤脸上前直接推开门, 门并没有反锁, 一推就开, 三人鱼灌而入, 房间里面的空气中, 弥漫着刺鼻的酒味, 房间装修很不错, 可是却一片狼藉, 一位老人趴在地上呼呼大睡, 身旁满是酒瓶, 刀疤脸上前推推老人, 低声叫着, 莫老, 莫老, 醒醒, 老人翻了个身, 换了个姿势, 继续呼呼大睡, 根本有没醒的意思, 刀疤脸回头看着其他两人, 一脸无奈, 若是换作别人, 他早就一脚过去了, 可对老人他不敢, 惹怒了老人可能会被一巴掌拍死, 外表粗狂的男子坍坍手, 表示自己也无能无力, 他们俩同时看向红灵, 他们知道红灵有办法, 红灵笑了笑, 走过去从柜子里拿出一坛不知道年份的酒, 举起来就往地上摔, 呼呼大睡的老人突然睁开眼睛, 身子化作残影一闪而过, 即将触地的酒坛子被他一把捞住, 紧紧地护在怀里, 丫头, 这可是最后一坛了, 你要真摔了, 让我老人家怎么活? 老人心疼地嚷嚷, 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跟着晃动, 顺手搓搓掩饰, 红灵卿笑道, 不这样做您老人家怎么舍得醒来? 老人小心翼翼地把酒坛子放回原处, 这才问道, 你们三个同时来找我, 是出什么事了吗? 莫老高明, 粗狂男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老人打断, 不耐烦地说道, 少拍马屁, 有事快说, 有屁快放, 粗广男人脸色一阵尴尬, 说道, 有人挑了场了, 连雷主管都不是对手, 我们想请您出手, 老人脸上闪过惊讶之色, 雷主管是他的徒弟, 是他用心调教的, 竟然也不是对手, 有意思, 老人露出感兴趣的模样, 去看看吧, 我这把老骨头也该活动活动了, 三人脸色一洗, 急忙带路, 楚勋手指敲打着膝盖, 神态平静, 他现在的赌注有三十一五千万, 换成最大额度的一千万筹码, 他的面前也堆成了小山, 楚勋把所有筹码推出去, 压在桩子上面, 三十一五千万, 全部压桩, 楚勋看向雷主管说道, 声音平静, 拦赌客把玩着手里的筹码, 看似随意地开口, 赢了这么多, 也不知道怎么带出去, 我这把不跟了, 物极必反, 我怕赢了钱却输了命, 这话实则是在提醒楚勋赶紧收手, 他感应楚勋没有那些波动, 只是普通人, 就算大运加深赢了钱, 可赌场会轻易放过他吗? 我这把也不跟了, 赢了这么多狗我用一阵子了, 再赢下去, 我怕会死在半岛, 女赌客的话, 意思更加明白, 楚勋却像没听出, 两人话里的提醒之意, 笑道, 两位不完,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今天运气不错, 说不定会赢下这家赌场呢, 男女赌客不经一证, 赢下整个赌场, 好疯狂的想法, 雷主管眼底寒芒闪烁, 心里动了杀机, 这么多钱是不可能让对方轻易拿走的, 这样想着, 心里倒是轻松不守, 不管你赢多少, 最后一份也带不走, 还得把命留下, 既然如此, 陪你玩玩又何妨? 就在他准备继续的时候, 一道女声声传来, 等等, 寻声望去, 只见两男一女跟着老人走过来, 师父, 您怎么出来了? 雷主管脸色一变, 急忙迎上去向老人问好, 我要是不来, 你是不是打算把整个赌场输出去? 老人瞥了他眼说道, 雷主管却如遭雷击, 羞愧地低下头道, 徒儿学艺不惊, 给师父丢脸了, 丢个屁的脸, 白赌无赢家, 就算赌神重生都不敢说自己不会失手, 瞧你那点出血, 边上呆着去, 雷主管尴尬地退到老人后面, 男女赌客在看到老人的瞬间, 身体猛地绷紧, 楚循却露出一丝玩味, 老人体内有股强横的气息涌动, 这是他目前为止见过修为最强的人了, 也难怪男女赌客戒备了, 另外, 他看到了熟人, 红灵, 当视线一到另一个人身上时, 眼眶猛烈收缩, 刀疤脸, 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此人, 老人打个哈欠走上前, 看着楚循道, 听说你被幸运女神眷顾, 能否让我老头见识一下? 楚循直指压在桩子上的筹码, 淡默地开口, 开始吧, 老人挣了一下, 没想到对方答应的这么痛快, 当下也不矫情, 伸出两指按在头中上面, 一股静气迸发, 透过头中击中里面的头子, 哗啦啦, 头子急速旋转起来, 待老人手指离开头中, 里面的头子猛然定住, 不再发出任何声响, 可以开了吗? 老人老神在在问道, 一手俯着下巴上那几根杂草般的胡须, 努力想表现出风轻云淡的高人模样, 可效果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 高人模样没表现出来, 看上去反倒有些猥琐, 楚寻点点头, 道一声开吧, 老人动作随意地打开头中, 露出里面头子点数, 三个六, 豹子, 所有人都呼吸一致, 将在当场, 老人更是手一哆嗦, 把本就稀疏的杂草胡子拔下来几根, 五, 楚寻总共压了六次装, 且连续出了六把豹子, 一次是运气, 两次是巧合, 三次拼人品, 那四五六次呢? 三十一亿五千万的五倍是一百五十七亿零五千万, 加上本金三十一零五千万, 那就是一百八十九亿, 这个恐怖的数字没人承受得起, 老人, 红铃, 粗狂男子, 刀疤脸, 以及雷主管, 脸色精彩绝伦, 你怎么做到的? 老人还算冷静, 运气而已, 楚寻说道, 这句话他之前跟身边的男赌客也说过, 不过, 这可能吗? 如果现在还有人相信这是运气, 那跟傻子无疑, 还要继续吗? 楚寻手指敲打着膝盖, 平静地问道, 老人浑浊的双眼开始变得凌厉, 盯着楚寻道, 当然, 楚寻眼神戏虐, 讥讽地说道, 你们还有钱吗? 老人一正, 气势不由地弱了几分, 他们还有钱吗? 答案当然是没有, 如此庞大的数额, 就是古江市根深蒂固的老牌家族, 也不可能一下拿出来, 看几个人的反应, 陈汉龙立刻不愿意了, 怪笑道, 搞了半天, 你们就是一底调, 玩的都是空手套白狼, 甘指头沾言道道啊, 红铃几人脸色难看, 这里还有其他客人, 听到声音开始围拢过来, 两位, 我们紫禁花赌场向来公平, 绝不会欠钱, 只是这么大的数额, 我们需要点时间, 外表粗狂的男子上前冷声说道, 那得多长时间啊, 一天, 一年, 该不会让我们等一辈子吧, 陈汉龙讽刺道, 以你们白家的资产, 这笔钱虽然数额很大, 但也不是拿不出来吧, 我说的对吗? 白人熊白三眼, 原来这外表粗狂的男子, 却是白家的白人熊, 被陈汉龙一口道破身份, 被道破身份, 白人熊不为所动, 近这里的赌客都是非富即贵, 更多的是古江市一方大佬, 认识他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刀疤脸眼神阴逸, 丑陋的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杀意, 如果周围不是, 还有其他客人, 在他早就痛下杀手了, 老人凌厉的双眼不时扫向楚寻, 可探视的结果跟男女赌客一样, 楚寻只是个普通人,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书前赔钱天经地义, 难道开赌场的都属皮修, 只进不出? 陈汉龙大声嚷嚷, 周围的赌客纷纷点头, 红铃眼神闪烁, 轻一连步上前笑道, 这位先生真会开玩笑, 我紫荆花赌场从来是童所无欺, 书, 我们认, 只是数额太过庞大, 我们想请两位高抬贵手, 宽限三天即可, 三天, 你们糊弄鬼呢? 陈汉龙眼神讥讽, 不, 德说道, 恐怕三天过后等我们来, 这豪华的地下宫殿早已变成破山洞了吧, 红铃脸色瞬间变得尴尬, 赌场可以随时废掉, 但我白家总不会跑吧, 白人熊冷声说道, 有白三爷做宝, 这位先生总该放心了吧, 红铃接着说道, 陈汉龙冷笑, 这次来的目的他很明白, 不是来交朋友的, 白家的确家大业大, 可请问白三爷, 白家是你做主吗? 周围其他赌客听到陈汉龙的话, 下意识地发出一声声吃笑, 谁都知道, 白家现任家主是白人安, 陈汉龙这样说根本就是赤裸裸地打脸, 果然, 白人熊的脸瞬间变得黑如锅底, 红铃不经犯难, 这人油盐不尽, 根本不给他们商讨的时间, 道巴连眼神阴狠, 转身看向其他赌客, 道, 各位, 赌场暂时关闭, 大家今天的损失由我们赌场买单, 还请尽快离开, 我们有私事要处理, 红铃和白人熊一正, 他们知道道巴脸安耐不住要动手了, 不过这样是不是太光明正大了些, 看到道巴脸阴沉的脸色, 狠毒的眼神, 众人都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无论哪个赌场, 也不可能任由别人拿走这么多钱, 这两人恐怕要遭殃,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 不过, 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其中有人输了不守, 既然赌场说他们买单, 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赌客们纷纷离开了, 男女赌客还在, 有些好奇地问道, 做人要知恩图报, 跟着你赢了那么大笔钱, 怎么着也得出去请你喝一杯啊? 男赌客玩世不恭地说道, 切, 少在这里冠冕堂皇, 你是想留下看热闹吧? 女赌客不客气地出言讽刺, 死三八, 你给我闭嘴, 男人说话, 娘们靠边站, 男赌客的语气有些羞恼, 你再说一遍, 想挨揍吗? 女赌客一拍台面, 挑衅地说道, 男赌客的气势明显弱了几分, 别扭地扭过头嘟囔, 好难不跟恶女斗, 小爷我不跟你这个疯婆子计较, 女赌客明显被刺激到了, 二话不说, 一个剑步绕过楚巡, 修长的眉腿带着进风横扫而出, 男赌客怪叫一声, 脚一跺地想跳上台面, 结果刚腾空, 就被女赌客一把抓住脚踝轮了出去, 碰, 男赌客飞出去砸在一张赌桌上, 发出一声闷响, 听着都疼得慌, 疯婆子, 你完真的, 她一跃而起, 疼得呲牙咧嘴, 一边揉着胳膊一边怪叫, 你还敢说啊, 女赌客速度极快, 脚下进气流动, 几个起落掠过去, 一脚踢出, 沉重的石木堵桌竟被她一脚踢翻, 男赌客哇哇怪叫着, 提前跳上另一个堵桌, 看着女赌客追来, 急忙大叫, 够了, 别比小爷我发火, 女赌客闷不作声, 猛地击净, 在男赌客的怪叫中, 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再次把她扔了出去, 碰, 男赌客砸在一张堵桌上, 哗啦, 这次堵桌直接被砸得四分五裂, 她夸张地惨叫一声, 女赌客漂亮的眸子明显闪过一抹担忧, 但还是生生忍住没过去, 冷哼一声, 转身反回来, 男赌客翻个身, 呈大字状躺在地上, 嘴里嚷嚷着罪毒妇人心什么的, 众人都被这一幕弄得一脸猛逼, 楚寻也不经玩耳, 女赌客的实力根本不及男赌客, 而且赌桌根本不是男赌客身体壮烈的, 而是身体接触的瞬间自己阵列的, 欢喜冤家, 楚寻脑子里不禁冒出这个词, 自从回到地球, 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接地气了, 刀疤脸一直默不作声, 知道现在她丑陋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一抹笑意, 不过这笑真挺阴森的, 你还是别笑了, 真他妈吓人, 老子鸟都被你吓得缩进去了, 陈汉龙毫不客气地讽刺, 刀疤脸笑容一僵, 阴森地盯着陈汉龙, 你想死, 陈汉龙本就天不怕地不怕, 而且这次来就是找茬的, 况且有楚寻在, 他可是胆量十足, 当下毫不客气地反唇相击, 靠, 拿着大鸟吓寡妇呢? 老子是吓大的, 长得跟高速公路上的车祸现场似的, 还好意思出来见人, 按我说, 国家欠你父母一个避孕套, 陈汉龙的嘴够损, 就连老人都知皱眉, 尤其是红灵和女赌客这两个女性, 眼神厌恶地盯着他, 哈哈, 突然, 地上的男赌客大笑着坐起来, 看得众人一愣一愣的, 这会真是小强啊, 这么帅都没事, 男赌客站起身, 拍拍衣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走过来朝着陈汉龙竖起大拇指, 碰, 就在这时, 刀疤脸脚一跺地, 身体直接越过堵桌, 朝着陈汉龙头顶一掌拍下, 掌心静气吞吐, 这一掌要是落实, 陈汉龙的脑袋保准跟西瓜一样爆开, 陈汉龙也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 眼神骤变, 突然, 男赌客横在陈汉龙面前, 双掌推出, 静气迸发, 哄, 众人只觉得一股静气扩散开来, 刀疤脸道翻回去, 稳稳地落在台面上, 手里拿着一张面具, 居高临下, 眼神讥讽地看着男赌客, 男赌客被震得连连倒退, 脚下的瓷砖被踩得粉碎, 直至撞到身后的陈汉龙, 才勉强停下, 大家扭头看去, 他脸上的面具被摘走了, 露出一张年轻英俊的脸,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嘴角留下一抹血迹, 兄弟, 你没事吧? 陈汉龙大急, 男赌客擦掉嘴角的血迹, 脸上带着玩世不恭, 活动了一下身子, 咧嘴笑道, 这丑鬼还真厉害, 陈汉龙一把扯掉脸上的面具, 露出真容, 对男赌客诚恳地说道, 谢谢, 我叫陈汉龙, 这个人请我记下了, 男赌客脸上闪过一抹诧异, 然后笑开了, 别客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是我这种少年英豪应该做的, 我也看不惯这帮人的臭德性, 我问你, 我刚才帅不帅? 陈汉龙不经一正, 他知道自己是个二皮脸, 眼前这货比他还无耻, 不过很对他胃口, 大笑道, 帅, 帅得无法无天, 除了先生, 没人比你帅了, 我先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我要跟他比比看, 当陈汉龙露出真面目的时候, 红铃脸色骤变, 目光不由地看向那个戴着张飞面具的男子, 表情浮现出惊恐之色, 刷! 突然, 旁边的女赌客身体拔高, 凌厉的鞭腿朝着刀疤脸横扫而去, 哼! 刀疤脸冷哼一声, 猛地一拳击中女赌客的鞭腿, 女赌客闷哼一声, 身体失衡, 刀疤脸单手成, 找朝着他纤细雪白的脖梗抓去, 突然,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半空的女赌客失去踪迹, 刀疤脸伸出的手将在半空, 众人心头一跳, 宁目看去, 只见女赌客好端端地站在他之前的位置, 好像压根没动过, 只有老人凌厉的双目凝重地看着坐在原处的楚循, 身体猛然绷紧, 全神戒备, 吼! 我去, 这娘们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男赌客满脸震惊地嘟囔着, 他本来想上去支援的, 可一眨眼人家回到原地, 跟从来没动过似的, 这他妈也太邪性了, 简直就是闪现啊, 女赌客回头瞪了一眼胡言乱语的男赌客, 视线一到楚循身上, 眼神充满震惊, 刀疤脸一脸猛逼, 手还滑稽地僵在半空, 先生今天来此的目的不是为钱吗? 老人目光硕硕, 紧盯着楚循问道, 为人而来, 楚循回答得很简洁, 为人而来, 可否明示, 他, 楚循伸手指向刀疤脸, 我? 刀疤脸满脸诧异, 楚循缓缓站起身, 伸手取下脸上的面具, 是你? 楚循露出真面目的瞬间, 刀疤脸脸色骤变, 惊呼出声, 楚循目光一闪, 他没想到刀疤脸竟然认识他, 看来这趟没白跑, 在场的还有一个人脸色大变, 那就是红灵, 在这里, 他是除了陈汉龙外唯一见过楚循手段的人, 我去, 还真有人长得比我还帅, 蓝赌客盯着楚循的容貌略带不甘的嘀咕, 但他的话却被大家彻底无视了, 楚循静静地看着刀疤脸, 或许这次大有收获, 刀疤脸也盯着楚循, 神色从震惊到平静, 最后咧嘴笑开了, 如此功劳自动送上门, 看来我今天也是大运加深, 楚循平静地看着他, 嘲弄道, 大运加深, 你怎知不是大祸临头呢? 哈哈, 刀疤脸不屑大笑, 人贵有自知之明, 你今天的确大祸临头了, 你想杀我? 楚循戏虐地问道, 你还真是有自知之明, 说得不错, 你今天必死, 我能知道原因吗? 楚循淡淡地问道, 原因就是, 有人要你死, 其实你三年前就该死了, 让你逍遥了这么久, 你也该知足了, 上路吧, 刀疤脸跳下台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向楚循, 蓝赌客下意识地就要冲出去, 却被陈汉龙一把拉住, 你不担心他吗? 蓝赌客好奇, 陈汉龙大笑, 这世上无人能伤先生, 看着就是了, 刀疤脸冲到楚循面前, 以内息催动猛烈地击出一拳, 直奔楚循心脏, 这一拳要是弱时, 足以将心脏震裂, 楚循却像是没看到袭来的拳头, 任由拳头击中心口, 碰, 沉闷的声响令人心头一跳, 一拳击中, 刀疤脸脸上争鸣的笑瞬间凝固, 眼神如同见鬼, 惊骇地看着楚循, 他全力一击, 可击穿十公分的木板, 可刚才他击中楚循的胸口时, 却犹如击中钢铁, 要不是及时泄力, 他的右臂估计早就被震断了, 就着他现在整条胳膊还处在麻痹状态, 众人皆惊, 你貌似杀不了我, 楚循淡淡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人已消失, 哄, 凭空乍响, 寻声望去, 只见老人带着呆滞的刀疤脸, 你退出十米之外, 楚循单手附后, 平静地看着他们, 刀疤脸神色惊恐, 刚才如果不是老人及时出手, 他死定了, 你救不了他, 楚循看着老人淡淡地说道, 就算救不了也得试试, 毕竟他算我半个徒弟, 老人语气平静, 但浑身绷紧, 如灵大敌, 刚才简单地交手, 让他震惊异常, 如此年轻, 修为却难以预测, 好, 那就给你机会, 楚循眼神开始冷漠, 哄, 老人的气息开始攀升, 周身竟刮起一道道飓风, 刀疤脸直接被推了出去, 这一刻, 老人犹如下山的猛虎, 气势害人, 楚循眼瞼微锤, 然后猛地睁开, 眼底爆发出射人心魄的立光, 身体晃动, 化作流光掠出, 轰轰, 两人身影交织闪烁, 拳脚碰撞, 带起一道道进风肆虐散开, 堵桌独以纷纷被摧毁, 两人的身影掠过之处, 一片狼藉, 如被台风肆虐, 陈汉龙等人只能推得远远的, 砰, 一道身影凌空倒飞, 正是老人, 落地后脚步亮呛, 劈头散发, 嘴角挂着血迹, 再看楚循, 单手副后, 风轻云淡, 果然英雄出少年, 老人咳了一声说道, 我说了, 你救不了他, 楚循淡默地开口, 总得试试, 老人话不多, 体内内息疯狂运转, 脚下生风朝着楚循扑去, 哄, 楚循衣衫无风自动, 眼神闪过一抹冷冽, 谁敢阻止他找寻父母, 那就是他的敌人, 老人是他重生后见过的人, 里面修为最高的, 如果在炼气初期遇上, 他也只有逃的分, 但现在, 对他造不成任何威胁, 一拳击出, 真元之力迸发, 碰, 两拳相交, 进风肆虐, 刺耳的鼓猎声令人心颤, 老人倒飞出去, 撞在墙上软软滑落, 墙壁上赫然留下一个人形痕迹, 可见楚循这一拳的力量有多可怕, 老人靠在墙根, 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右臂无力地搭拉着, 他不但受了内伤, 胳膊也被震断了, 老人心里泛起惊涛骇浪, 他本以为楚循就算再厉害, 比他也强不了多少, 现在看来他大错特错, 而且这一拳, 他能感觉到楚循手下留情了, 不然这一拳就足以震随他的五脏六腑, 如此年纪, 修为深不可测, 着实恐怖, 看到老人失败, 刀疤脸如丧靠笔, 就在这时, 他无意看到满脸得意的陈汉龙, 顿时恶起心头, 猛地朝着陈汉龙冲去, 他要抓陈汉龙作为人质, 以此要挟楚循逃出生天, 可惜, 想法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秀, 尖锐的破空声响彻大听, 一根椅子腿穿透刀疤脸的肩胛骨, 强横的力道, 直接将他带飞出去, 定在墙上, 众人心底冷气直冒, 刀疤脸费力地扭过头, 嘴里大口喷血, 惊恐的眼神盯着慢慢靠近的身影, 他能感觉到生机在流失, 这只强一击不止贯穿他的肩胛骨, 内脏也被震伤了,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哈哈, 刀疤脸突然费力地狂笑起来, 很好笑吗? 楚循平淡地开口, 好笑, 太, 太好笑了, 刀疤脸渴出一口血, 顺了顺气继续道, 我笑自己蠢, 我应该在你刚进监狱的时候就杀了你, 我后悔, 为什么给你反击的机会, 但我也好奇, 三年牢狱之灾, 你是怎么从一个可怜虫变成绝世高手的? 众人皆惊,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什么样的监狱能关得住这样的人?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 楚循语气淡漠, 甚至连语调都没变, 我当然知道, 而且知道的很多, 因为当年就是我亲手送你进去的, 想想你当时的可怜样, 刀疤脸疯狂地大笑,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为什么? 楚循淡漠地问道, 哈哈, 刀疤脸怜悯地看着楚循, 三年牢狱之灾, 却连自己为什么进去都不知道, 你真是个可怜虫, 永远都是, 实话告诉你, 你想知道, 可我偏不告诉你, 楚循, 你就是个灾星, 你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早该死了, 你活着就是祸害, 害了自己不说, 还连累父母流离失所下, 落不明, 楚循神情第一次有了波动, 脸上浮现出痛苦之色, 双拳紧握, 指尖刺破掌心, 烟红的鲜血顺着指缝流出, 看到楚循的样子, 刀疤脸笑得更大声了, 楚循, 我告诉你, 你永远度不过他的, 他是天, 而你只是卑微的尘埃, 你迟早会死在他手上的, 我在下面等着你, 哈哈, 刀疤脸身子猛地一僵, 嘴角流下一抹黑血, 楚循从悲伤中猛然惊醒, 闪电般冲过去, 一股真缘镀进刀疤脸的体内, 另一只手迅速地贴上他的头顶, 搜魂术, 前后一分钟, 楚循脸色难看地收回手, 好霸道的毒药, 沾着急死, 就算他以真缘为刀疤脸续命, 也只支撑了片刻时间, 他从刀疤脸脑海里, 只得到了短暂的画面, 画面是一个豪华的房间中, 一位英俊的青年, 懒散地斜靠在一位美艳女子的怀里, 狭长的眼睛带着刻薄而阴狠的笑意, 随着刀疤脸死亡, 画面消失, 他只得到了这些, 啊, 楚循忍不住仰天怒吼, 正在整个地下宫殿瑟瑟颤抖, 那个青年是谁, 他是幕后黑手吗, 吴, 累, 楚循第一次有了累的感觉, 那种深深的无力感让他愤怒, 真的是自己连累的父母吗, 害得他们流离失所, 如今下落不明, 可为什么, 三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先生, 你别把那个丑鬼的话放在心上,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所以才跟疯狗一样临死反扑, 陈汉龙试着安慰, 是这样吗, 楚循有些迷茫, 你难道, 可他说的不无道理, 肯定是这样, 这刀疤脸长这么丑, 都不找个地方上吊, 证明他很怕死, 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嘛, 可这次他知道自己没有活的希望了, 所以临死前也要恶心一下, 陈汉龙也不会安慰人, 只能使劲往刀疤脸身上泼脏水, 楚循不由地轻笑, 陈汉龙的魂话道让他轻松了些, 兄弟, 这次我赞成这位大哥的话, 蓝赌客走上来自来熟地搭上陈汉龙的肩膀, 看着楚循说, 这丑鬼一看就是个小喽啰, 他的话能有多少可信度, 叫我说, 他背后的主人估计是嫉妒你的绝世容颜, 所以才派他来恶心你的, 楚循一阵无语, 这家伙比陈汉龙还不靠谱, 注意到楚循的表情, 蓝赌客大声嚷道, 兄弟, 能有什么地方拦得住你, 刚才那丑鬼说你父母下落不明, 这还不简单, 叫人去找啊, 你现在可是有上百亿的人, 直接用钱砸,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谁要找到你父母, 直接扔他一个亿拿去玩, 就不幸找不到, 等找到了, 你再把那家人杀得鸡犬不留, 拦得直接杀了, 女的卖去做鸡, 碰, 蓝赌客声音戛然而止, 整个人飞出去摔在地上呈蛤蟆状, 女赌客缓缓地收回, 脚冷哼一声, 陈汉龙悄悄退开两步, 这女人太不温柔了, 回头得跟这位兄弟说说, 这种女人千万不能要, 蓝赌客在地上啪了一会, 然后坐起来摸摸脸, 怒视了女赌客一眼, 嘴里嘀咕, 幸亏没碰到脸, 要不然我这天下第二帅就保不住了, 你不是自称天下第一帅吗? 怎么称第二了? 女赌客好像忘了是他把人踹出去的, 听到蓝赌客嘀咕, 好奇地问道, 蓝赌客却冷哼一声, 爬起来跑到墙上的一处镜子前照了照, 还好, 还好, 帅得很一跤, 说完看向女赌客, 有些郁闷地说道, 以前是没碰到这位兄弟, 现在碰到了, 我只能屈居第二, 众人一阵无语, 楚勋不经玩耳, 蓝赌客跑过来对楚勋说道, 以后你就是我老大, 你是天下第一帅, 我是第二帅, 等以后我再找到第三第四, 咱们组个团混娱乐圈, 绝对风靡全球, 迷得那些小媳妇小姑娘嗷嗷叫, 别到时候找的都比你帅, 女赌客毫不客气地讽刺, 不可能, 这世上除了我老大, 谁敢比我帅, 蓝赌客仰着头信誓旦旦地说道, 说完以后看着楚勋, 老大,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苏帆, 你的名字我知道, 就不用介绍了, 苏帆, 好名字, 楚勋孝道, 他修有天机影, 里面有相面之法, 正所谓相由心生, 从苏帆的面相来看, 此人值得一交, 老大你叫楚勋, 也是个好名字, 只比我的名字差了一丢丢, 听到楚勋夸他名字好, 苏帆笑得很是灿烂, 然后回头看向陈汉龙, 大哥, 你叫什么名字, 陈汉龙身体一僵, 苏帆叫楚勋老大, 又叫他大哥, 这不是说他跟楚勋平起平坐吗, 就是给他一百个胆, 他也不敢啊, 你的名字该不会很难听吧, 没事, 没事, 我保证不会笑话你的, 苏帆说道, 陈汉龙沉吟了一下, 看着苏帆道, 我看你还是跟我一样, 称呼一声先生, 虽然苏帆很对他胃口, 可楚勋在他心里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凡人岂能跟神仙称兄道弟, 楚勋或许不好说, 但他不得不提醒一声, 苏帆一正, 有些不悦, 叫先生多别扭啊, 老大又不是教书先生, 你这人真死板, 出门在外肩膀七位弟兄, 叫声老大又怎么了, 看他言语不是很尊敬, 陈汉龙脸色一沉就要发作, 楚勋对他摇摇头, 苏帆乐乐朝陈汉龙姐妹弄眼, 看吧, 老大都同意了, 快说, 你叫什么? 楚勋发话, 陈汉龙不敢再坚持, 说出自己的名字, 陈汉龙这名字是刺了点, 怪不得你不好意思说, 不过没关系, 我帮你改一下, 你以后叫陈龙虎, 怎么样, 有没有很威风? 陈汉龙的脸顿时黑了一半, 哈哈, 逗你玩的, 看你小气的样子, 苏帆笑着打趣, 然后恭敬地喊了一声陈大哥, 陈汉龙的脸色这才好看, 红灵见过先生, 趁着他们聊天的空荡, 红灵急忙走过来, 忐忑不安地问好, 楚勋微微汗手, 算是打过招呼, 你叫白人熊? 楚勋的视线一到白人熊身上, 白人熊一愣, 然后傲然道, 是我, 他是白家三爷, 加上跟楚勋又没仇没怨, 白家在古江市的势力庞大, 因此, 他没必要害怕楚勋, 白人姐喊我主人, 楚勋说道, 什么? 白人熊大惊, 他想掌管白家, 所以选择做我的一条狗, 楚勋的语气突然变得霸道, 眼神淡默地盯着白人熊, 你说, 我能送他上白家家主的宝座吗? 我, 看到楚勋淡默的眼神,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受控制地打个寒战, 一时雨节, 陈汉龙适时地上前在楚勋耳边低语了一回, 楚勋嘴角微扬, 看着白人熊道, 你也想做白家家主吧? 看来, 你那个大哥真是很不得人心, 胡说, 我们是亲兄弟, 我大哥做家主, 我举双手赞成, 你别想挑拨离剑, 是挑拨离剑吗? 除了这家赌场, 你应该暗中还有其他势力吧? 楚勋冷笑道, 以天机影像面之术观察, 此人虽外表粗犷, 看似四肢发达, 不像玩弄心计之辈, 但实则心思缜密, 善于算计, 野心勃勃, 外表成了他迷惑敌人最好的武器, 如果此人争夺家主之位, 白人熊多半不是对手, 或许还不知不觉被此人利用, 既然答应白人结帮他登上家主之位, 那就现在就是个机会, 干脆就此解决了, 你二哥志大才疏, 能力撑不起他的野心, 白家就由你兄弟二人执掌吧, 白人熊一愣, 随之满脸不屑地说道,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也不管我二哥是不是真的臣服于你, 但我告诉你, 白家只能是白家人的, 不可能让一个外星人操控, 我劝你, 还是别做梦了, 是做梦吗? 你们白家外妻王松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因此, 你们白家早该消失在谷江市, 念在你二哥臣服的份上我才放过你们, 今天你只有两条路可走, 死活着臣服, 楚勋变得无比霸道, 你敢杀我? 白人熊不信, 有何不敢, 小小白家抬手便可负面, 两条路你可以选择了, 白人熊眼神闪烁, 他是白家三爷, 身份高贵, 而且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是白家家主, 到时候地位尊崇, 如此身份岂能给人做狗? 白人熊, 我劝你识相点, 白家在先生眼里屁都不是, 杀你更是如碾死一只蚂蚁,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好好想想, 你若死了, 白家可只能是你二哥的了, 陈汉龙冷笑道, 白人熊很不甘心, 他不能臣服, 费尽心机, 折服这么多年, 现在要看就要成功了, 岂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 不过说一千到一万, 还得解决眼前的事情才行, 好, 我愿意臣服, 白人熊说道, 垂涎的头掩试着眼底的讥讽, 只要杨庄答应, 但离开这里后, 谁能奈何得了他? 五, 白人熊不愿意屈居人下, 他立誓做肖雄, 肖雄不是英雄, 英雄狭义双全, 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只求死得伟大, 而肖雄不一样, 肖雄惜命, 懂得求全, 就像现在这样, 他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只求可全身而退, 而且, 他觉得自己的表演天衣无缝, 老大, 这种人的话可不能相信, 苏帆说道, 楚雄白白手, 看着白人熊眼俭微垂, 遮住眼中的细虐之色, 淡淡地说道, 你当真愿意臣服? 我是真心臣服, 请先生相信我, 白人熊说得无比真诚, 楚雄眼神讥讽, 道, 我相信你, 既然如此, 娶你一滴血, 没问题吧? 白人熊抬起头, 不明所以, 楚雄走过去, 伸手一滑, 白人熊身子轻颤, 他的胳膊出现一道血线, 楚雄伸手一饮, 一滴鲜血凝聚生气, 慢慢地飘浮在他眼前, 食指舞动, 截出手印, 屈指一点, 血滴红芒大作, 被周围其他人脸上, 印出诡异的红色, 试魂契约, 成, 一声轻贺, 楚雄将血滴抓在掌心, 红芒一闪, 带摊开手掌, 血滴消失不见, 疼痛感一闪而过, 白人熊脸色一变, 额头渗出汗珠, 你对我做了什么? 他质问楚雄, 试魂契约, 只需一个念头, 便可让你灰飞烟灭, 楚雄笑道, 白人熊一震, 然后眼神不屑, 这种事闻所未闻, 他岂会相信, 除了陈汉龙, 其他人也满脸不幸, 毕竟这种事太离奇了, 楚雄微微一笑, 眼底立芒闪过, 啊, 白人熊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双手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 脸色扭曲害人, 其他人被吓了一下, 脸色纷纷骤变, 绕, 饶命, 我错了, 求先生放我一条狗命, 白人熊痛苦地嘶吼, 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先生也是你配叫的, 你二哥白人节都要喊先生一声主人, 陈汉龙冷笑着说道, 白人熊痛得浑身打颤, 汗水尽湿衣衫, 哆嗦着喊道, 主人, 求主人饶了我, 主人饶命, 楚雄神色冷漠, 随之心念一动, 白人熊感觉那种犹如烈火焚烧的灼痛感消失, 他大口喘着粗气, 身体还在颤抖, 眼神中的恐惧难以加负, 其他人下意识地打个寒战, 感觉骨子里都冒着寒气, 看白人熊刚才生不如死的惨样, 让他们心惊胆战, 谢谢主人, 谢谢主人, 感觉身体恢复了些力气, 白人熊急忙爬过去, 匍匐在楚雄脚下, 感觉如何? 楚雄问道, 白人熊身子颤抖得更厉害了, 那种犹如烈火焚烧的灼痛感, 就像烈焰在燃烧他的五脏六腑, 这种感觉他宁愿死, 这辈子都不想再长受第二次了, 你起来吧, 谢主人, 白人熊全身脱离, 挣扎着爬起来, 你大哥不适合做白家家主, 明白我的意思吗? 楚雄淡漠地说道, 明白, 主人放心, 我保证全力辅助二哥,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楚雄挥手打断, 你们可以联合对付你大哥, 至于白家家主之位, 看你们二人谁的能力强了, 白人熊脸色一喜, 他本以为此生无缘家主之位了, 没想到还有希望, 急忙躬声道, 主人放心, 我保证不会让主人失望, 楚雄微微汗手, 挥手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白人熊弯腰恭敬地倒推出十米远, 这才直起腰离去, 老大, 你是神仙吗? 这也太厉害了, 刚才还替你担心控制不住这个心思狡诈的家伙呢, 苏帆嚷嚷着, 眼底带着崇拜的光芒, 神仙谈不上只是一些小手段而已, 楚雄轻笑道, 这还是小手段, 那大手段是不是吓死人? 那个什么契约是真的吗? 心念一动就可以让人痛不欲生, 要不你试试, 楚雄戏虐地问道, 啊? 苏帆嚇得猛地往后一跳, 慌乱地摆摆手, 嚷道, 还是算了吧? 我相信就是了, 看刚才那家伙痛不欲生的模样, 我现在还心惊肉跳的, 楚雄笑了笑, 转身走向受伤的老人, 老人看到楚雄走过去, 身体下意识地绷紧, 不过很快便松弛下来, 苦笑一声, 说完朝着楚勋跪倒, 求你不要伤害我师父, 是我有眼无珠得罪了你, 要杀药刮我绝无怨言, 只求你放过我师父他老人家, 楚雄眉梢梢挑起, 一挥手一股静气, 直接将雷主管掀飞出去, 然后走到老人跟前蹲下, 手掌朝着他的胸口拍出, 老人悲哀地闭上眼睛, 就在他等死的时候, 一股柔和的气息传进他的体内, 修复他受伤的五脏六腑和经络, 他惊讶地睁开眼, 看到楚雄刚好收回手, 感受到这一瞬间的功夫, 他的内伤就好了大半, 既惊害又不减, 师父! 看到老人睁开眼睛, 雷主管寄惊又喜, 老人白手示意自己没事, 抬头看向楚雄, 神色疑惑, 你的实力很不错, 楚雄说的是真心话, 能跟他过招的目前为止也就老人一个, 老人一正, 苦涩道, 惭愧, 楚雄有些是疑惑不解, 他问道, 你的秀为不错, 可理应配合五技才能发挥出更强的战斗力, 可刚才为什么只凭内心, 如果老人刚才使用五技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败, 老人奇怪地看了眼楚雄, 然后略微别扭说道, 我刚才用的就是五技, 汉山拳, 老人心里有些郁闷, 他还没使出几招就被震飞了, 楚雄有些惊讶, 老人刚才那些也算五技, 在他看来简直如孩童玩耍般粗糙不堪, 跟我说说你们五道是怎么划分的, 楚雄问道, 说实在的, 上一世他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这一世回来却是没时间去了解, 难道先生是修道之人? 老人注意到, 楚雄话中你们五道四个字露出不解之色, 下意识地问了一声, 这也可以理解楚雄的手段为何那么奇特, 修道之人? 楚雄疑惑道, 能仔细说说吗? 老人神色古怪, 难道楚雄也不是修道之人? 其实习武很常见, 但要修炼出内息却很难, 除了勤奋刻苦, 还得有过人的天赋和根骨, 所以一百个习武之人顶多出现一个能修炼出内息, 而且这还需要前人指点迷惊, 所以一般习武之人只能说懂些拳脚, 力量速度技巧比普通人强点, 老人沉映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们这样的人被称之为内息武者, 只有宗师之后才算武修, 在这世间还有一种人便是修道者, 传闻修道之人一生只追求道法极致, 他们会倒数, 可降刺祥锐救万民, 亦可一人图一城拥有神鬼手段, 他们强大无比, 传言有人亲眼见过一位修道之人抬手搬走一座山岳, 一颗丹药令垂死之人起死回生, 不过,修道之人跟神仙无疑, 凡人难以见到, 楚寻有些惊讶, 原本以为地球上只有武者护武修, 没想到还有修道者, 不知道修道者有多厉害, 又是怎么个修法, 武修乃是顺应天命, 循规蹈矩, 修先却是逆天行, 与天争命, 这就好比江中鲤鱼, 顺流永远只能是鱼, 而逆流者可鲤鱼月龙门成就大造化, 楚寻心里隐隐有些兴奋, 毕竟以后的日子不至于孤单, 你还没说五道境界划分? 楚寻问道, 老大,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穿越来的? 老人还没说话, 苏帆率先说道, 楚寻心里一动, 看向苏帆, 问道, 什么意思? 你这么厉害竟然不知道五道境界划分, 这个连我都知道, 苏帆奇怪地看着楚寻, 五道划分为先天, 后天, 宗师, 人黄, 完了, 楚寻一正, 完了, 苏帆笃定地说道, 反正我家老爷子是这么告诉我的, 这位小哥所说还是有出入的, 就在楚寻疑惑的时候, 老人主动开口, 什么出入? 见有人否定他的话, 苏帆不高兴地质问, 其实, 在人黄之上还有仙境, 分别是人仙, 地仙, 金仙, 老人说道仙的时候, 刻意压低声音, 像是怕那些仙听道, 楚寻大齐, 老人说的仙, 是跟他一样修的, 都是仙道吗? 这个估计老人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问你, 我现在算是什么境界? 楚寻好奇地询问, 苏帆和老人同时摇摇头, 先生手段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修为更是难以预测, 请述小老眼拙, 实在看不出来, 老人沉映了一番说道, 你现在算什么境界? 楚寻反问, 说来惭愧, 在下十年前便已是后天九层大圆满, 距离宗师只有一步之遥, 这看似简单, 实则难如登天, 有些人穷极一生都卡在这个境界, 想要入宗师境, 除了勤奋还需要机缘, 后天九层大圆满, 苏帆和女赌客同时惊呼, 楚寻好奇地看着他们, 不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惊讶, 乖乖, 后天九层大圆满啊, 以前只是听说, 今天终于见到活的了, 苏帆一边扎舌一边对楚寻解释, 老大, 你可能不知道, 如果说内习武者百人中出一个, 那宗师就是百万人中出一个, 就了不得了, 这位前辈竟是后天九层大圆满, 离宗师只有一步之遥, 以他的修为, 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做上课, 就算在那五道门派中, 这位前辈都可以胜任长老之位, 就算开宗立派也不无可能, 苏帆下意识地改变了称呼, 这位小哥抬去小老了, 我这点修为恐怕先生还没看在眼里, 老人惭愧地说道, 众人大惊, 刚才都没想到, 经老人提醒才意识到, 后天九层大圆满是厉害, 可结果还是败在楚寻手中, 那楚寻的修为有多高? 宗师! 想到这两个字, 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无, 宗师拥有神鬼手段, 摘花非夜即可伤人, 百步之外取人首级, 在华夏国, 宗师地位尊崇, 到宗师境便可开宗立派, 明动天下, 老大, 你真的是宗师? 苏帆艳口唾沫, 他在家族中号称小天才, 习武天赋绝伦, 现在是先天七层修为, 可他这个便宜老大, 实际年龄不清楚, 但看上去比他貌似还要年轻, 长得跟未成年似的, 可这修为也太恐怖了, 楚寻想了想, 按老人所说, 他现在的确相当于武道宗师的实力, 依我看, 先生的修为恐怕比普通宗师还要强, 老人眼神复杂, 如此年纪的宗师, 绝世罕见, 有人穷极一生都难达到如此高度, 包括他在内, 我靠, 老大你该不会是个老妖怪吧? 只是修为高深, 保养得当, 所以看起来这么年轻, 苏帆怪叫, 他心里的确有些期盼, 楚寻说自己是, 这样他心里还能好受点, 要不这太打击人了, 苏帆, 请慎言, 陈汉龙沉下脸, 苏帆一再言语不敬, 让他很不舒服, 楚寻摆摆手, 事已没事, 不过苏帆也没说错, 如果加上他在一届的三千多年, 这样算下来, 他的确是个千年老妖, 虽然三千年在一届弹指而过不算什么, 可在地球上就有些尴尬了, 苏帆一脸得意, 朝陈汉龙几眉弄眼一番, 然后说, 老大, 这里已经没意思, 我看我们还是拿了钱去喝酒吧, 说完, 有对红灵说, 快点拿钱, 红灵神色尴尬, 两百多亿, 他拿什么给, 这个赌场是他和白人熊以及刀疤脸合伙的, 他负责介绍客人, 白人熊和刀疤脸负责管理, 利润都是每天瓜分, 现在整个赌场别说两百亿, 就是两亿都拿不出来, 你们这个赌场该不是空壳子吧, 玩的都是空手套白狼的够当, 苏帆嚷嚷道, 红灵艰难的点点头, 苏帆说的没错, 别看赌场筹码从五百到一千万都有, 但那些只是些不值钱的破塑料, 你想要一百亿一个的都有, 赌场有雷主管和老人坐镇, 加上赌具都动过手脚, 赌客很难赢到钱的, 就算赢也是小赢, 绝对不会超过一百万, 楚巡根本就是个意外, 严格说是找上门的意外, 我去, 怪不得都说白赌无赢家, 感情我们只是赢了两百亿的塑料筹码, 苏帆郁闷之急, 他进来前后可是兑换了一亿三千万的筹码, 那我们的本金总可以拿出回来吧, 红铃摇摇头, 什么, 你连我们的本金都想吞, 苏帆怒道, 实在对不起, 每金一笔钱就会自动存进四个账户, 除了我和雷主管, 另外还有白三爷和刀疤脸, 我只能退给你我拿走的那份, 红铃说道, 你那份是多少, 苏帆问道, 我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可以退给你两千六百万, 那你呢, 苏帆问雷主管, 我只占百分之十, 可以退给你一千三百万, 雷主管说道, 靠, 意思就是说我其他钱都打水漂了呗, 苏帆满脸郁闷, 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向楚寻, 老大, 你损失了多少, 按他估计, 楚寻最少也损失一两个亿, 肯定不会比他少, 注意到苏帆的幸灾乐祸, 楚寻淡淡地说道, 五百, 老大你也太牛逼了吧, 五百万赢了近两百亿, 白痴, 长耳朵没有, 人家说的是五百块, 不是五百万, 女赌客讥讽道, 五百, 苏帆被口水呛到了, 伸着脖子张着嘴, 满脸难以置信, 红灵, 老人和雷朱馆也愣住了, 别人的钱他们可以赖, 可楚寻的钱谁敢, 他们想就算自掏腰包也得赔偿, 可这, 他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苏帆搭拉着脑袋, 搞了半天就他是最大的冤打头, 就算陈汉龙这样的古僵士大佬, 若是输这么多钱都肯定会跳脚, 苏帆只是郁闷了一下, 由此可见他的家世背景绝不简单, 谁给我说说刀把脸的情况, 楚寻出声问道, 红灵和老人相视一眼, 然后红灵开口道, 个人性格阴沉残忍, 平时话不多, 加上相貌丑陋, 所以大家平时对他都敬而远之, 都不是很了解, 先生若是想知道, 可以问白人熊, 当初建这个赌场, 就是他们两个找的我, 我倒是隐约听他提起过, 他来自京城, 我也是看他有些天赋, 所以偶尔指点他一下, 至于其他, 并不是很了解, 老人苦笑着说道, 楚寻沉默不语, 红灵有些局促不安, 他明白他们说的都是废话, 根本没用, 突然他想到一件事, 漂亮的眼眸一亮, 低声道, 刀疤连每次所得的利润, 都会打进一个叫柳谢飞的账户, 刘解飞, 楚寻目光一闪, 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的情绪, 红灵点点头, 汉龙, 通知所有人, 给我查这个柳谢飞, 上天入地, 也要找到他, 楚寻沉声道, 先生放心, 我这就去办, 陈汉龙走到一旁开始打电话, 老大, 你是在寻找父母吗, 你把他们的名字和样貌特征告诉我, 我家里也算有些关系, 或许可以帮到忙, 人多力量大吗, 苏帆说道, 楚寻不经一政, 苏帆这话, 犹如醍醐灌顶惊醒了他, 一直以来他都是小心翼翼暗中调查, 生怕触怒幕后之人对父母下手, 想来着实可笑, 一味退让, 只会让对方气焰更为嚣张, 必要的时候震慑一番, 也好让对方心生忌惮, 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他不介意展露部分实力, 最好是把躲在暗中的痴妹王俩逼到名处, 想通后, 楚寻对苏帆真诚地说了句谢谢, 陈汉龙, 楚寻喊了一声, 陈汉龙刚好通完话, 急忙跑过来, 先生有什么吩咐, 从现在起, 动用所有关系, 不惜任何代价找寻我的父母, 凡是提供线索者, 可奖励一千万到一亿不等, 若是找到我父母, 我可以答应他任何条件, 楚寻说完, 将父母的信息说了一遍, 楚寻神色冷峻, 反击开始, 陈汉龙领命, 一个个电话打了出去, 相信明天, 整个古江市会因为楚寻的决定, 而产生不小的轰动, 楚寻微微叹息, 本以为这一趟会大有收获, 谁曾想结果并不如意, 我们走吧, 楚寻招呼陈汉龙打算离开, 你跟着干什么, 发现苏帆跟了上来, 陈汉龙不爽地问道, 苏帆对楚寻多次言语不敬, 这让他很生气,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小心贴歪了, 就是一脸大便, 看清楚了, 我是跟着老大, 你少自作多情, 论气斗嘴, 苏帆还没怕过谁, 陈汉龙气的嘴角抽搐, 一瞪碾道, 要不是看你还是个小屁孩, 老子一巴掌把你拍回娘胎里去, 哼, 就你, 打得够我吗? 苏帆一仰头, 满脸不屑, 四十多岁的人了, 皮肤还光滑细嫩, 连根白头发都没有, 是不是天天躲在家里, 偷贴媳妇的面膜, 老黄瓜刷绿漆, 装嫩, 跟个娘炮似的, 陈汉龙脸黑了一半,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懂个屁, 这是先生, 配置的仙灵液, 服用后不但能治百病, 还能延年益寿, 我看你就是羡慕, 年纪轻轻的抬头纹, 能加死苍蝇, 真是未老先衰, 这是病, 得治, 苏帆眼睛鼓得跟鲸鱼似的, 瞪着陈汉龙, 他是有抬头纹, 可这是他从小就有, 明不明显, 却被陈汉龙一顿埋态, 不过, 在他听到仙灵液的功效后, 眼神发光, 仙灵液, 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 爱信不信, 陈汉龙美好气地说道, 苏帆眼珠子一转, 几步上前轻热地, 搂住陈汉龙的肩膀, 笑嘻嘻地说道, 陈大哥, 我相信就是了, 你把那个仙灵液送我十冰八瓶呗, 要是效果好, 我可以帮你宣传啊, 陈汉龙甩开苏帆的胳膊, 冷笑一声道, 你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 还十冰八瓶, 告诉你一滴都没有, 你想都别想, 仙灵液就是仙药, 还需要你来宣传, 苏帆一愣, 嬉皮笑脸地再次贴上去, 搂住陈汉龙的脖子, 陈大哥, 别那么小气嘛, 咱再商量商量, 这次苏帆搂得太紧, 陈汉龙甩了几次都没甩开, 反倒被勒得直翻白眼, 陈大哥, 我看还是可以商量的对不, 苏帆再次加大胳膊收缩的力量, 笑嘻嘻地问道, 陈汉龙张着嘴, 一个劲地翻白眼, 手舞足蹈就是正脱不开, 楚勋好笑地摇摇头, 有了这两活宝, 恐怕以后自己不会寂寞了, 老人看着即将走远的楚勋, 眼神闪烁, 欲言又止, 最后眼神一定站起来跑过去, 有事, 楚勋看着拦在面前的老人, 淡淡地问道, 老人愁愁了一下, 单膝跪了下去, 这不是求婚的姿势吗, 苏帆瞪大眼睛嘀咕, 老人老脸一红, 瞪了一眼苏帆, 然后朝着楚勋低下头, 说道, 若先生不嫌弃, 我想跟着先生, 为什么? 楚勋问道, 因为跟着先生, 能得到我想要的, 哦? 你想要什么? 我想登灵宗师, 老人目光坚定, 他有种强烈的预感, 这将是他的机缘, 如果错过, 将会后悔终生, 那我有什么好处? 楚勋平静地问道, 在下虽然实力不济, 但可帮先生阻挡一些乱跳的小鬼, 先生请放心, 既然跟随先生, 在下必当唯命侍从, 绝不反抗, 如若先生不信, 在下愿意结下嗜血契约, 我靠, 苏帆只能用这两字表达心里的震惊, 不用, 楚勋摆摆手, 老人不由地大吉, 正准备开口, 却被楚勋打断, 你是舞者, 我给你该有的尊严, 起来吧, 楚勋眼底闪过一丝诡异之色, 现在他的身边正好缺老人这样的刀手, 他展露视力, 幕后黑手肯定会反击, 到时候身边的人可能会遭受迟鱼之灾, 他需要有人保护身边的人, 他丝毫不担心老人会有一心, 只要永远让人仰望, 下面的人就不敢轻易生出越轨之心, 所有阴谋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只能是不堪一击, 这些道理他懂, 相信像老人这样的人不会不明白, 五, 空桑, 如果突然听到这两个字, 没人会想到跟酒有关, 更不会想到这是店名, 这个200平方的酒馆就叫空桑, 里面的桌椅都是桑树木打造的, 形状奇特, 而且这里只卖一种酒, 空桑酒, 这里的老板是南河市阳洛县人, 阳洛县有个地方叫空桑建, 那里种满了桑树, 空桑酒就是以桑树果实桑任酿造而成, 这里的空桑酒都是老板自己亲手酿制, 而且酿酒工艺十分讲究, 正所谓三更庄造造香, 日出烧酒酒而忘,午后头料味浓, 日落半凉酒未尝, 据说有次老板酿了五百坛空桑酒, 只因庄坛十酒池掉进桑叶, 他把所有的酒全部倒掉了, 因为空桑在古江市名气很大, 很受达官显贵的喜爱, 此时已是深夜, 空桑酒馆还是宾客络绎不绝, 陈大哥, 我原本以为你这样的大老粗只会去酒吧那种地方, 没想到你还挺会享受, 这地方不错, 以后得尝来, 几个人置身酒馆一间优雅的包间中, 里面的茶具一律是桑木之作, 空气中弥漫着香甜浓厚的空桑酒味, 苏帆多摸摸, 吸看看, 笑着打去, 附庸风雅而已, 陈汉龙心里一睹, 这个苏帆性格很对他口味, 就是不太会聊天, 老大, 一会咱们拼酒, 可是先说好, 大家都不准用内袭必出酒气, 苏帆嚷嚷着, 楚循倒是没意见, 微微汗手, 前提是这就可以入口, 粗粗, 陈汉龙没好气地说道, 这空桑酒酿之不易, 加上桑韧只是季节性的果实, 因此, 空桑酒不能大量生产, 静电每人只有一百克的量, 一百克? 苏帆大呼小叫, 一百克够干什么的? 还没到胃里, 恐怕就被肠子吸收了, 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 陈汉龙刚说完, 刚好一位漂亮服务员端着酒进来, 五个温润白瓷小酒壶, 搭配五支小青盏, 苏帆迫不及待地端起小酒壶, 一仰头往嘴里灌, 先生, 空桑酒味香甜, 但后劲很大, 你这样容易醉, 服务员好心提醒道, 酒壶只有一百克空桑酒, 请客进了苏帆位里, 他砸把砸把嘴, 拉住服务员, 说道, 打个商量, 这酒再给我来一百壶, 我出三倍价钱, 服务员不着痕迹地抽回手, 礼貌性地回应, 先生, 每人一百克是老板定下的规矩, 谁也不能破坏, 五倍价钱, 苏帆说道, 服务员摇摇头, 十倍, 服务员还是笑着摇摇头, 苏帆不由得一阵火大, 站起来怒道, 我说你们老板是不是毛病啊, 有钱都不赚, 都不让客人喝够, 还开什么酒馆啊, 我看, 苏帆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声若闻吟, 然后身子静止倒下, 然后砰的一声摔在地板上, 这酒有问题, 女赌客眼神灵力地扫向服务员, 大家别着急, 你们的朋友吃醉了, 服务员吟吟一笑, 醉了, 几人不由地朝苏帆看去, 只见他面色潮红, 呼吸却平稳, 而且微微传出憨声, 大家不禁愕然, 哭笑不得, 我提醒过这位先生了, 是他自己不听, 各位慢用, 服务员笑道, 然后退了出去, 丢人现眼, 女赌客生气地踢了苏帆一脚, 然后又蹲下身, 轻轻搬动, 让他躺平, 女赌客脸上的面具早已去掉, 柳眉信念, 长得十分漂亮, 注意到其他人的眼神, 翘脸不由地一红, 牛角牡丹, 真是遭见好东西, 陈汉龙满脸幸灾乐祸, 他今晚可是没少受苏帆的气, 趁机报复, 我敬先生, 陈汉龙针满轻斩, 双手捧起, 楚巡同样倒满轻斩, 跟陈汉龙隔空一碰, 然后饮下, 这空桑酒, 比起他在一节喝的仙酿, 犹如云壤, 但在地球上, 这就已经算是不可多得了, 敬先生, 老人恭敬地端起酒杯, 楚巡跟他碰了一下, 然后一饮而尽, 后面女赌客也加入敬楚巡酒, 从始至终他没说过自己的名字, 大家也都没问, 凉夜, 美酒, 香谈甚欢, 只有苏帆呼呼大睡, 一日清晨, 晨曦照耀, 楚巡痛苦地揉揉脑袋, 不是宿醉, 而是修炼被人打扰, 这次不是陈汉龙, 而是鬼佬和花青武, 鬼佬神色焦急地在阵外徘徊, 花青武不负往日绝言, 神色憔悴, 美眸寒泪, 看到楚巡, 花青武如看到救星, 踉枪着上前, 直接跪倒, 有事情来说, 楚巡扶起花青武, 让女人下跪, 让他很不自在, 求先生救救妈妈, 话落, 花青武已经是泪流满面, 花青武神色恍惚, 只能由鬼佬带为述说, 原来, 花青武本非本是人, 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云言士, 花青武的母亲五年前得了一种怪病, 每次发作时, 全身散发着寒气, 人如冰窖, 而且还会精神错乱, 所处之处寒霜蔓延, 令各地名医束手无策, 昨天家里来电话, 说是怪病再次发作, 这次恐怕熬不过去了, 楚巡眉梢梢挑起, 根据鬼佬所说, 他兴起波澜, 或许这不是病, 而是一种罕见的体制, 不过一切得见到本人之后才能确定, 既然花青武依附自己, 那他不能见死不救, 看来得走一趟, 楚巡答应跟花青武去一趟云言士, 花青武千恩万谢, 机票定在中午一点, 看着两人离开, 楚巡目光微闪, 恐怕这次出行, 恐怕不会太顺利, 楚巡上午开始部署, 依附与他的各方势力, 继续查探父母的消息, 他把墨星河留下, 保护众人安全, 并每人赐了一块保命御牌, 飞机穿入云霄, 飞往云岩市, 三人是头等舱, 楚巡好奇的四下打量, 有楚巡同网, 花青武的心理, 明显轻松了不守, 就算未失粉带, 也是容颜惊人, 单坐在那里, 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引得四周乘客蠢蠢欲动, 一般人舍不得坐头等舱, 所以, 周围的人大多都不会缺钱, 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 花青武看到楚巡左顾右盼, 好奇地问道, 楚巡点点头, 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他的确是第一次坐飞机, 说实在的, 坐在这狭小的空间中很不舒服, 看来的加快修炼, 到了金丹期便可遇空而行了, 殊不知, 楚巡说完后, 周围的乘客都是眼神鄙夷, 小姐是前往云岩市吗? 终于有人按耐不住, 一位成功人士打扮的中年人开始搭讪, 花青武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嘲弄道, 还能半途下机吗? 周围传来一阵哄笑, 因为这趟飞机直达云岩市, 楚巡也不经玩耳, 好在中年人脸皮够厚, 也不觉得尴尬, 泡妞最怕什么? 不怕对方言语讥讽, 就怕对你不理不睬, 小姐是云岩市人吗?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沁华集团的总经理, 我姓朱, 请问小姐方明, 泡妞两大法宝, 身份和金钱, 有了这两样, 一般情况都会成功, 如果你还有一张不错的脸, 那几乎是无往不利, 花青武柳眉微皱, 不予理睬, 见花青武不说话, 中年人也不在意, 笑道, 小姐别多心, 我这人只是喜欢交朋友, 不知小姐这趟是去工作, 还是回家探亲啊, 你是泡妞还是查户口啊? 花青武不懈道, 泡个妞都畏畏缩缩拐外抹脚的, 真不像的男人, 周围又是一阵哄笑, 中年人一时雨节, 心里有些郁闷, 按照花青武太不会聊天了, 这一趟飞行不枯燥, 中年人败退, 又有其他人上来搭讪, 但都被花青武犀利的言语, 打击得泪流满面, 飞机安然到达云岩机场, 走出机场大门,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过来, 周围的路人纷纷让开, 小妹, 欢迎回家, 花青武眉头微皱, 不客气地开口, 你来干什么, 男子擦擦墨镜上并不存在的, 陈, 轻笑道, 当然是来接我亲爱的妹妹回家了, 男子说话的同时, 紧盯着花青武, 眼底闪过一抹垂涎之色, 不用, 我们可以自己回去, 我亲爱的妹妹, 蓝衣可是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现在路上浪费时间吗, 花青武一正, 下意识地看向楚巡, 楚巡不着痕迹地点点头, 男子注意到花青武的视线, 这才看到一旁的楚巡, 这位是, 他, 花青武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是朋友, 楚巡淡淡地说道, 男子眼底闪过一抹极度, 心里暗道, 朋友, 鬼才相信, 或许根本就是这小贱人包养的小白脸, 当下笑着朝楚巡伸出手, 笑道, 你好, 我是花青武的哥哥, 我叫花瑞, 楚巡伸出手, 正准备说话, 突然感觉一根尖刺触击到皮肤, 低头扫了一眼花瑞手指上造型奇特的戒指, 眼底寒芒一闪, 不动声色, 花瑞眼底的狠毒一闪而过, 她的戒指是特殊打造的, 戒指中藏有浓烈的春药, 轻暗机关便会弹出一根细如发丝的银针, 可神不知鬼不觉地让对方中招, 多少良家妇女都栽在她手里, 利用这枚戒指她从没失手过, 她还给这枚戒指取名换玉, 顾名思义就是在短时间里唤起人的原始欲望, 看来花青武这个贱女人已经不是原装货了, 竟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拔得头筹, 这让一直垂涎花青武的她怒火中烧, 心里扭曲极度, 所以她决定给楚勋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五, 楚勋早有预感, 这一趟出行恐怕不会顺利, 却没想到麻烦来得这么快, 花瑞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不留痕迹, 她戒指中的春药名为迷失, 是她找人专门配置的, 药效很是猛烈, 足以让任何贞洁猎女短时间变成当妇, 而且这要对男人同样管用, 她现在就等着看楚勋中招后的丑态了, 她已经感觉到针尖刺入对方手指中, 楚勋? 楚勋说完, 轻轻收回手, 嗯, 好名字, 花瑞笑得很灿烂, 很阴险, 你的名字也不错, 很美, 楚勋含笑道, 很美, 花青武和鬼老神色怪异, 包括花瑞带来的保镖, 男人的名字有用美字形容的吗? 花瑞的笑脸有些僵硬, 她不觉得楚勋是在夸她, 花瑞和花瑞谐音, 其实她自己也很讨厌这个名字, 现在, 她同样讨厌楚勋, 讨厌她脸上风轻云淡的笑意, 笑吧, 看你能笑多久, 楚勋下垂的手指微微一动, 一滴血珠浮泻而出, 她虽然不知道那枚戒指中藏了什么, 但能想到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 轻轻屈指一弹, 血涕飞出, 没入花瑞眉心, 花瑞只觉得眉心一凉, 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 钥匙给我, 我自己开, 花青五说道, 她很担心母亲, 归心四见, 花瑞疑惑地看了楚勋一眼, 心里嘀咕, 为什么要笑还不发作, 平时中招的那些女人, 两分钟就会起反应, 难道男人的体质与女人不同, 所以, 要笑来得慢一点, 早知道以前就应该找个男人试验一下要笑, 要是, 花青五不耐烦地伸出手, 花瑞笑道, 妹妹还是坐我的车吧, 若是楚勋的要笑在路上发作, 到时候跟她这个妹妹在车内翻云覆雨一番, 她还不得郁闷死, 她可不会做这种成人之美的傻事, 她要让楚勋跟保镖坐在一辆车里, 若是要笑发作, 楚勋欲火难耐, 到时跟怎么办呢? 她的嘴角不自觉地浮现出鬼笑, 她仿佛看到楚勋跟一群男人在车里肉搏的情景, 不知道她这个妹妹看到那一幕会怎么做, 鬼老脸色一寒, 刷得略出, 然后很快退回来, 手里多出一把车钥匙, 一个保镖看着手里的车钥匙不翼而飞, 脸色微怒却没发作, 鬼老的伸手他们领叫过, 一起上也不够人家一只手丸的, 只能吃哑巴亏, 鬼老按下车钥匙, 其中一辆黑色奔驰发出声响, 先生, 小姐, 我们走吧, 看着三人的背影, 花瑞脸色阴沉, 狗奴才就是狗奴才, 对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工程先生, 真是天生的奴才样, 瑞绍, 对不起, 丢失钥匙的保镖羞愧地低下头, 啪, 花瑞挥手就是一巴掌, 废物, 骂完后气冲冲地上了一辆车, 楚勋和花青武坐在后面, 鬼老驾车, 车里的气氛有些尴尬, 楚勋沉默不语, 花青武局促不安, 对不起, 花青武垂下头, 小声说道, 楚勋眉稍微调, 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开口道, 你依附于我, 我自然会护你周全, 希望欺骗只有这一次, 下不为例, 花青武身体轻颤, 他知道, 楚勋已经洞察到了, 这次不止就他母亲那么简单, 半个小时后, 车子停在花家庄园门前, 车子停稳, 三人下车, 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 娇笑着迎上来, 这女人长得还算不错, 眉宇间跟花青武有些相像, 但嘴唇太过于薄, 嘴角有刻致, 这是刻薄之相, 龙妆艳抹, 衣着暴露, 身上带着刺鼻的香水味, 楚勋暗自皱眉, 哎哟, 六妹还认识回家的路啊, 我还以为离开这么久, 你都忘了家门朝那边开了, 女人声音间隙, 很是刺耳, 花青武眼神明显带着厌恶, 并不搭话, 想绕过女人进去, 可女人偏偏不让她如意, 横一一步拦住她, 冷笑道, 六妹, 我专门在门口迎接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跟你很熟吗, 我请你在门口迎接我了吗, 花青武语气冷漠, 挥挥手道, 你能离我远点吗, 知不知道你的劣质香水味很刺鼻, 女人脸色一变, 尖叫道, 你懂个屁, 这是我新买的迪奥香水, 价值十几万, 花青武冷冷一笑, 不懈地开口道, 是吗, 那我劝你, 还是干脆用香水泡个澡, 要不然真遮不住你身上糜烂的味道, 女人明显不是花青武的对手, 被几句话气得浑身颤抖, 你, 女人手指气得打颤, 指着花青武, 你别在我面前装清高, 谁知道你这几年在外面被多少男人睡过, 啪, 花青武毫不留情地挥手就是一巴掌, 女人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瞪着花青武, 你自己烂, 别扯上别人, 再敢胡说八道, 别怪我不客气, 这一巴掌只是警告, 女人这才反应过来, 顿时尖叫起来, 你, 你敢打我, 你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打我, 你跟你妈一样, 只不过是个不值钱的货物, 说完, 她扭头看向门口的保镖大吼, 你们这些废物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教训这个臭婊子, 两个保镖明显不认识花青武, 听到命令后毫不犹豫地朝着花青武奔来, 碰, 两个保镖还没奔出几步, 就被鬼佬扑上去两拳轰飞回去, 滚, 看着还有几个保镖冲出来, 鬼佬脸色一沉, 怒道, 不是所有保镖都不认识花青武, 这几个保镖明显是认识, 听到鬼佬怒吓, 猛地停下脚步, 身子明显一颤, 女人看到保镖驻足不前, 更加愤怒, 指着鬼佬道, 你这个狗奴才, 你只不过是个外人, 一个低贱的下人, 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吗? 鬼佬脸色铁青, 啪, 花青武上前毫不犹豫地再次给了女人一巴掌, 你再说一句试试, 信不信我拔了你的舌头? 花青武眼神冒火, 你, 女人刚说了一个字, 看到花青武扬起手, 顿时吓得多退几步, 却不敢再吭声, 只是眼神狠毒地盯着花青武, 待会有你好看的, 女人像是看到了救星, 放了一句狠话, 急忙捂着脸跑过去, 让先生看笑话了, 鬼佬走过来, 略带羞愧地说道, 楚寻神色玩味, 看向驶来的车队, 轻笑道, 有趣的一家, 花青武一正, 然后苦涩地笑了笑, 秦语道, 是挺有趣的, 先生, 小姐, 我们先进去吧, 不然少不了一场麻烦, 这女人叫花淼淼, 跟花瑞是亲兄妹, 鬼佬低声说道, 麻烦? 谁有麻烦还说不准, 不妨等等看, 楚寻嘴角微扬, 花青武和鬼佬相识一眼, 还没等他们明白楚寻意思的时候, 只听到刚跑过去的花苗苗尖叫一声, 尖叫声简直能刺破人的耳膜, 保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急忙蜂涌而上, 可几乎是同时将在花瑞的车旁目瞪口呆, 花青武和鬼佬面面相亏,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隐隐能听到花瑞的车里, 传出几道不同声音的哭声, 哥, 花苗苗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尖叫一声, 然后猛地转身捂着脸, 我去看看, 鬼佬走过去, 当看清车里的情况, 同样目瞪口呆,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哦, 鬼佬喉咙一阵滚动, 差点吐出来, 花青武一阵疑惑, 下意识地就想去看看, 却被楚寻一把拉住, 你还别去得好, 为什么? 花青武不解, 楚寻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你还是别知道得好, 为什么? 难道他们在车里搞街? 楚寻眼珠子一秃, 这次轮到他愣住了, 看到楚寻的表情, 花青武顿时兴奋了, 嚷嚷道, 难道是真的? 这么难得的画面一定得拍下来, 以后用得着, 楚寻一脑门黑线, 难道在狱中待了三年, 使他跟这个社会脱节了吗? 鬼佬, 接着, 花青武拿出手机抛过去, 鬼佬接住手机, 嘴角抽了抽, 然后强忍着恶心开始拍摄, 这时, 一辆黑色劳斯莱斯驶来, 车门打开, 一位身材挺拔, 面向英俊的男人下车, 大概三十岁左右, 目光睿智, 气度沉稳, 你们围在这里干什么? 男人一手扶着车门, 疑惑地开口, 一群保镖从尸神中惊醒过来, 急忙行礼, 起声道, 圣少后, 男人点点头, 发生了什么事? 众保镖神色古怪, 默不作声, 不知如何作答, 男人脸色沉了些, 大步走过去, 朝车里看去, 一看之下, 先是一正, 然后怒气上涌, 花瑞, 你在干什么? 花瑞扭头看了他一眼, 双眼赤红, 嘴角挂着吟笑, 黑黑怪笑一声, 然后又埋头苦干起来, 这一笑, 让男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脸色更加难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人愤怒地问身边的保镖, 还是一片沉默, 无人作答, 其实保镖也不知道, 鬼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哥, 肯定是六姐搞的鬼, 我哥是去机场接他, 回来就变成了这样, 花苗苗怨恨地瞪了一眼花青舞, 大声嚷道, 男人扭头看去, 眼底闪过一抹灰暗的光芒, 无, 男人看向花青舞的时候, 鬼老不着痕迹地收起手机, 招花青舞走过去, 楚勋能清楚地感觉到, 花青舞的身体突然绷紧, 楚勋眼神玩味, 这一路花青舞都没做出过这种姿态, 浑身紧绷是防御的姿态, 他在怕那个叫圣少的, 六妹什么时候回来的? 男人嘴角带着唇厚的笑意问道, 刚刚, 花青舞下意识地朝楚勋靠近了些, 声音平静地说道, 花青舞的动作让男人眼睛微微眯起, 好奇地看了一眼楚勋, 但却没做停留, 而是自然地移到鬼老身上, 鬼老保护六妹辛苦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鬼老简单地应了一句, 男人也不在意, 笑容醇厚, 六妹, 你三哥最近得了一种怪病,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 所谓家丑不外扬, 我看鬼老拍的视频就杀了吧, 兰姨还在等着你, 快回去看看他吧, 鬼老子则是在威胁, 不过他控制得很好, 养起笑脸说道, 大哥说得对, 家丑不外扬, 三哥的丑态要是被外人看到, 还以为我们花家门风不正吗? 我这就把视频删掉, 拿出鬼老给他的手机, 手指按了几下, 随之又养起头笑容灿烂, 还是大哥自己删除吧, 我去看妈妈, 说着把手机抛过去, 男人接住手机, 迅速地删掉手机里面的视频, 等他抬起头看去, 花青舞和楚勋, 鬼老已经进门, 他眼底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楚勋勾勾嘴角, 刚才他手机震动了一下, 花青舞是把视频发给了他, 楚勋跟着花青舞一路往家, 花家庄园里的别墅足足有几十栋, 住的全是花家成员, 三人来到一栋略显败旧的别墅前厅下, 一位近五十岁, 身材高大, 但脸色阴逸的男人先在别墅门口, 副手而立, 花青舞脚步一僵, 看了一眼神太自若的楚勋, 然后脚步恢复坚定, 大步向前, 跪下, 男人冷眼看着花青舞喝道, 花青舞咬着嘴唇, 双拳紧握, 因为用力关节泛白, 没听到我的话吗? 男人脸色又阴沉了几分, 听到了, 花青舞咬咬牙, 仰头看着男人, 但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跪下? 混账, 我是你父亲, 要你跪下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男人满脸怒气, 对花青舞的态度很恼火, 男人正是花青舞的父亲, 花莫谢, 父亲, 你何曾把我当过女儿? 花青舞卑切道, 我在你眼里, 只是一颗稍微有点价值的棋子吧, 混账, 这是你对待父亲该有的态度吗? 那您说我该用什么态度对您? 从小到大, 您给过我一个笑脸吗? 我拼命努力, 只为了让您知道我并不比哥哥差, 而你又做了什么? 把我辛苦打拼的事业, 转手送给了哥哥, 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女孩, 您为了利益, 可以把我当货物送给云甲, 这个时候, 你又当我是女儿吗? 你给我住嘴, 花墨谢恼羞成怒, 冲过来挥手朝着, 青舞脸上扇去, 鬼佬脸色一寒, 拦在两人中间, 啪, 鬼佬比花青舞高, 这一巴掌扇在他肩膀上, 他肩膀一沉, 让花墨谢踉跄了几步, 你这狗奴才, 好大的胆子, 给我滚开, 花墨谢愤怒地大骂, 抓着鬼佬的领口, 想把他甩到一边, 可鬼佬脚下生根, 他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气得连续踢了鬼佬好几脚才罢休, 我告诉你, 既然回来了就别想走, 我已经把你回来的消息告诉云家了, 明天他们就会来接你, 我警告你, 最好老实点, 若是坏了我的大事, 别怪我不顾及妇女之情, 能嫁给云少,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别不知足, 花墨谢吼完, 一甩手气冲冲地走了, 花青舞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 身子摇晃, 摇摇欲坠, 小姐, 你可千万保重身子, 有先生在, 不用担心, 鬼佬扶着花青舞安慰道, 先生, 花青舞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哀求地看着楚勋, 模样可怜地像只被主人丢弃的小猫, 楚勋拍拍他的肩膀, 按你的想法去做, 说话间一股柔和的气息度过去, 令花青舞精神一震, 楚勋没有问他们, 妇女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没必要, 花青舞依附于他, 而他理应护他周全, 至于花墨谢, 跟自己丁点关系都没有, 谢谢, 有了楚勋的手肯, 他心思大定, 先去看看你妈妈吧, 花青舞擦掉脸上的泪痕, 强装出笑脸, 他不想妈妈看到他狼狈的样子, 上前推开别墅门, 一股阴冷的寒气弥漫出, 花青舞不禁打得哆嗦, 连鬼佬都有些色变, 楚勋眉稍微挑, 抬手一挥, 一挥磅礴的真元之力席卷而出, 眨眼驱散了里面的寒意, 花青舞迫不及待地朝里面跑去, 楚勋和鬼佬跟进去, 环顾四周, 里面的装修有些陈旧, 卫生倒是打扫得很干净, 看来有专人打扫, 花青舞已经跑上二楼, 两人跟了上去, 花青舞现在二楼左手第一个房间门口, 再次擦拭脸庞, 确保没有任何问题才推开门, 房间中含一次鼓, 光线很暗, 花青舞颤抖着打开灯, 楚勋举目望去, 房间中央的床上, 躺着一个脸色惨白的女人, 长期被病痛折磨, 苍老而消瘦, 她双眼紧闭, 睫毛头发上截出一层白霜, 女人嘴角还有脸旁边有些米粒, 但已经蒙上一层白霜, 看样子有人不久前为她吃过东西, 妈妈, 花青舞扑过去, 看着被怪病折磨的母亲, 花青舞再也忍不住, 泪如泉涌, 小姐, 快让先生看看, 鬼佬说道, 花青舞转过头, 祈求道, 先生, 求你救救我妈妈, 求你, 楚勋挥手指住她继续哀求, 眉头微皱, 她开始以为花青舞的母亲是想象中的那种体质, 现在看来根本不是, 指尖滴在花青舞母亲的眉心, 真圆之力迸发, 咦? 楚勋收回手, 神色带着不可确信, 她的手指再次抵在女人的眉心, 眼瞼微锤, 突然猛地放大, 神色惊讶, 先生, 怎么样? 花青舞满脸担忧, 迫不及待地问道, 放心, 她没事, 一点小问题而已, 楚勋轻松地说道, 眼底带着笑意, 她真是没想到, 原本以为地球灵气枯竭, 却没想到隐藏了许多她意料之外的灵物, 真是意外之喜, 花青舞明显重重地松了口气, 楚勋说只是一点小问题, 那她肯定有把握医治, 鬼老脸上也浮现出笑意, 楚勋沉吟了一下, 还是决定把知道地告诉花青舞, 她有权利知道, 当下开口道, 你妈妈的病并非自得, 而是人为, 人为? 先生的意思是, 有人故意加盖我妈妈, 花青舞很快便明白过来, 翘脸寒煞, 楚勋点头道, 这世间有一灵物, 名为无极冰蝉, 以活人生机为时, 冰蝉分雌雄两只, 你妈妈身体里, 就有一只无极雌蝉, 花青舞和鬼老听的云里雾里的, 冰蝉, 以活人生机为时, 这些对两人来说, 无疑是天方夜谭, 根本难以理解, 楚勋也知道, 两人听不懂, 无极冰蝉单只为阴, 两只却为阳, 是难得的灵物, 炼化后可增加修为, 楚勋有信心, 只要炼化无极冰蝉他, 就能踏进筑基期, 这样跟你们说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到雄蝉, 这个要怎么找? 花青舞焦急地问道, 我自有办法, 不过要等到晚上才行, 楚勋说道, 先生, 我想问一句, 若是找不到雄蝉会怎么样? 鬼老思索了一下问道, 楚勋看了他一眼, 但莫道, 若找不到, 他只能等死了, 只有用雄蝉才能引出雌蝉, 雌蝉现在只是折服在他体内, 暂时不会伤他性命, 若是雄蝉死了或者出什么意外, 那么雌蝉便会殉葬, 到时候他会被冻成一碰就碎的冰块, 无人能救, 花青舞翘脸刷的变得惨白, 身体轻晃, 鬼老也是脸色骤变, 他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你们不用太过担心, 既然这么长时间他都没事, 看来对方置不在此, 应该是另有所图, 花青舞也不是傻子, 也想到了这点, 不过他一时还捉摸不透, 雄蝉将整个房间包裹在内, 他让花青舞留下照顾他妈妈, 自己跟鬼老去寻找雄蝉, 两人开车出了花家, 先生, 该往那边走, 鬼老问道, 九幽, 看你的了, 随着楚循的话, 九幽游上他的肩膀, 小脑袋只向东边, 看到九幽, 鬼老明显下的一哆嗦, 这条小蛇比噩梦还可怕, 一直往东, 楚循说道, 九幽是顶级妖兽, 对灵雾有种天生的敏锐感, 他可以准确地感应到雄蝉的位置, 车子一路向东, 大概半个小时, 九幽的脑袋转向东南方向, 车子跟着九幽示意的地方行驶, 鬼老脸色微微有了变化, 看着不远处的建筑群, 沉声道, 先生, 这里是云家的地盘, 云家? 楚循很快反应过来, 就是那个要花青舞驾过去的云家, 鬼老点点头, 看来这件事是云家做得无疑, 就在这时, 九幽突然示意车子静止来往南边, 鬼老一正, 看向楚循, 如果一直往南走, 就会绕开云家, 难道这是跟云家没关系? 跟着九幽的提示走, 楚循说道, 鬼老点头, 车子继续行驶, 他心里疑惑, 不是云家又会是谁呢? 车子向南行驶了大概十分钟, 九幽突然直起身子, 停, 楚循说道, 车子应声停下, 两人下车, 先生, 鬼老脸色疑惑, 眼前出了一片小竹林, 空旷一片, 楚循没稍微挑, 看着眼前的小竹林露出饶有兴趣的神色, 眼前的小竹林竟然是一座小阵法, 内涵奇门八卦, 楚循静止走向竹林, 鬼老紧跟起后, 楚循率先踏进竹林, 眼前的景象随之一变, 鬼老脸色微变, 但并不吃惊, 这种情况他之前试探楚循的时候碰到过, 跟紧我, 楚循说道, 鬼老不敢怠慢, 跟紧步伐, 但却不小心踩错一步, 咻咻, 刺耳的破空声, 鬼老闻声望去, 顿时色变, 漫天竹子朝他们刺来, 竹坚如镖枪, 锋利无比, 雕虫小剑, 楚循不懈道, 这根本不是阵法作用, 而是一些小机关, 转身挡在鬼老面前, 连躲避也都懒得做, 掩藏在皮肤下的骨骼, 散发出如玉般的光泽, 青龙霸体觉显微, 漫天竹枪刺在楚循身上, 发出一连串金属碰撞声, 逐语过后, 楚循背后的地上插满竹枪, 中间却有一块人形空地, 鬼老唐木结舌, 心里的震惊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 目光呆滞地看着楚循脚下的断竹枪, 竹枪间全部折断, 再看楚循, 神态自若, 毫发无伤, 就连衣服都毫无褶皱, 走, 楚循脚下有规律地踏出, 鬼老这次收敛心神, 小心翼翼地跟随着楚循的脚步, 一处昏暗的地下室, 阴暗潮湿, 地面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符纸碎片,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霉味, 地下室中央有一张八角供桌, 供桌上面一只黑色毯子散发着震震黑气, 偶尔能听到毯子中凄惨诡异的叫声, 墙面突然升起, 露出一扇门, 一个身穿道袍, 三脚眼, 山羊湖, 面如枯贵的男子走进来, 单枯如竹竿似的手臂, 却提着一个妙龄少女走进来, 少女俏脸惨白, 双眼紧闭, 像是昏死了过去, 男子提着少女走过去, 毫不怜香惜玉的把少女扔在地上, 眼神炙热地盯着供桌上的黑色毯子, 男子的到来仿佛让黑色毯子活了, 竟然在供桌上摇晃起来, 宝贝, 别着急, 我给你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男子应侧侧地笑道, 说完, 他弯腰在少女眉心一点, 没过多久, 少女悠悠醒过来, 漂亮的毛子带着迷茫, 当他发现, 置身这种幽暗阴冷的环境里, 眼神恐惧蔓延, 泽泽, 你醒了, 男子怪笑道, 少女看到男人丑陋如鬼般的长相, 吓得尖叫一声, 男人的眼神开始变得猙獰, 应笑道, 我是不是很吓人, 少女吓得身体抖如筛糠, 一句话也说不出, 看来你的眼神比身体诚实, 男人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一把捏住少女光洁的下巴, 强行将他拎起多么鲜活的生命, 血液的味道估计也很可口, 说着, 他单手打开供桌上的黑色檀子, 一股浓厚的黑烟弥漫出来, 伴随着阵阵阴风, 突然, 少女瞳孔放大, 拼命地挣扎起来, 因为从檀子口伸出一只干枯的爪子, 紧接着是第二只, 慢慢露出一颗腐烂的头颅, 到最后, 整个身体从檀子中爬出, 大小如婴儿, 干枯褶皱的皮肤上挂着粘稠的液体, 冲着男子发出鬼气般的叫声, 少女挣扎得更加剧烈, 但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男人的前置, 不要挣扎了, 能作为鬼鹰大人的食物, 你应该感到荣幸, 男人在少女身上点了几指, 挣扎的少女突然静止不动, 只剩下惊恐的眼神目自欲裂, 宝贝, 好好享用吧, 随着男人的话, 鬼鹰发出一声淒厉的鬼叫, 慢慢地爬到少女头上方, 粘稠的唾液滴在她的脸上, 张开嘴, 腥臭的腐烂味令人作呕, 然后猛地咬向少女的脖子, 哄, 男人之前进来时的石门轰然炸开, 石块纷飞, 身穿道袍的男人吃了一惊, 扭头看去, 只见两道身影一前一后出现, 鬼鹰也被惊到, 暂时放弃了眼前的美食, 朝着楚循和鬼老发出愤怒的怪叫, 坐视欲扑, 男人挥手制止鬼鹰, 你们怎么进来的? 他心里很是震惊, 瞪了一眼供桌上的鬼鹰和少女, 眉头微皱, 眼神冷裂了几分, 不可能, 没人可以穿过我的战阵, 而毫发无伤, 战阵? 楚循表情充满不屑, 懂点奇门八卦, 外加小小的障眼法也敢叫战阵, 这是什么鬼东西, 真恶险, 鬼老看着鬼鹰, 头皮发麻, 鬼鹰像是听懂了鬼老的话, 愤怒地咆哮起来, 楚循嫌恶地看了一眼鬼鹰, 讥讽道, 只是以墨柳之法炼制的阴邪之物, 以少女鲜血为实, 的确恶心, 男子脸色变了变, 应笑道, 没想道友跟我乃是同道中人, 真是幸会, 在下人送外号邪道人,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你这种恶心之人, 也配跟先生称为同道, 鬼老不屑地嘲讽, 郭躁, 邪道人脸色阴沉, 抬手多出一张符, 朝着鬼老打来, 哄, 符纸飞在半空, 突然化为篮球大小的火球, 朝着鬼老急速射去, 楚寻大为惊讶, 因为这是最为低级的火束符, 在楚寻眼里, 这不算什么, 可鬼老却如同见鬼, 脸色大变, 这是什么手段, 邪道人眼神猙獰, 笑意阴毒, 讽刺道, 受死吧, 你躲不掉的, 他话还没说完, 就如同被捏住脖子的鸡, 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楚寻随意地抬手, 就将火球抓在手里, 然后轻晃一下, 火球熄灭, 一张符纸夹躺在手心, 可人他心里怎么喊, 符纸也没爆开, 犹如一张废纸, 毫无动静地躺在楚寻掌心, 楚寻有些好奇, 地球上竟然有些懂符术, 虽然只是最低级的, 将符纸拿起来看了一眼, 嘴角微微勾起, 这是他见过最差的符了, 在一届三岁志同化的都比这强, 邪道人心里的震惊无以加附, 这火束符是他宗门的震山绝迹之一, 虽然他只袭得皮毛, 但自从踏入这繁华都市, 还从没遇到过对手, 更别提有人净徒手汗之, 楚寻嘴角含着冷笑, 没想到在这里竟碰到修道之人, 而且如此险恶, 还给你, 屈指一弹, 火束符划破空气朝着邪道人暴射而去, 哄, 半空中, 火束符化为火球, 烈焰腾空, 潮湿的空气被炼化, 发出霹雳啪啦的声响, 威力比邪道人使出的不知强了多少倍, 邪道人脸色骤变, 以火球袭来的速度将躲避根本来不及, 眼神一狠, 一把拽过供桌上的少女挡在身前, 谁知火球在离他三米的地方骤然熄灭, 浮指燃烧的灰烬从空中飘落, 邪道人眼神殷勤不定, 现在已经确定, 楚寻的修为在他之上, 不过他不担心, 因为他身后还有宗门, 怒道, 你我同为修道之人, 有无冤无仇, 为何找我麻烦? 你也配成之为修道之人, 楚寻不屑道, 手断阴毒下作, 你连人都算不上, 邪道人眼神阴沉, 你们来此找我, 到底想干什么? 交出熊蝉, 放了无辜者, 毁了鬼鹰, 说出幕后指使, 留你一命, 楚寻淡漠地说道, 熊蝉, 你们是花家的人, 邪道人心里一突, 花家从那里请来如此修为之人, 交出熊蝉, 否则杀了你, 鬼佬立鹤, 邪道人不屑地看了鬼佬一眼, 没有楚寻, 像鬼佬这样的来多少, 他杀多少, 哦,楚寻神色玩味, 哦, 那在什么地方? 邪道人眼珠子一转, 与其诚恳地说道, 熊蝉被我师父带回宗门了, 宗门? 楚寻淡淡地说道, 是, 在下出自苗疆英鬼宗, 邪道人一边说, 一边偷看楚寻的表情, 心里忐忑, 怕英鬼宗镇不住对方, 毕竟英鬼宗非名门正派, 人数又不多, 很少有人知道, 鬼佬听闻满脸焦急, 熊蝉被带走了, 这可怎么办? 他不由地看向楚寻, 楚寻神态自若, 看着邪道人问道, 谁让你家害花家之人呢? 是云南风, 邪道人毫无犹豫地说道, 先生, 云南风是云家这一带最出色的一位, 一直被当作下一任家主培养, 也是小姐被逼所嫁之人, 鬼老小生给楚寻解释, 楚寻微微汗手, 看向邪道人, 问道, 云南风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们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他帮我的鬼影找食物, 我帮他做事,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楚寻打断, 冷笑道, 一问三不知, 推得倒是干净, 既然如此, 留你何用? 一股灵力的杀鸡从楚寻身上腾起, 邪道人神色大变, 这股杀鸡让他心惊胆战, 鬼影杀了他们,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楚寻修为是比他高, 但如此年轻又能高到哪去? 鬼影虽然还没成长起来, 但战力相当于内袭武者后天八层, 且刀枪不入, 就是宗师来了也有一战之力, 加上他自己并非没有胜算, 鬼影早已按耐不住, 听到命令发出一声淒厉的奸笑, 身上腾起大片黑雾散发着浓烈的腐蚀味, 六, 楚寻眼睛微微咪了咪, 看着咆哮的鬼影轻轻叹息, 鬼影并非天生, 而是在出生不久, 婴孩时期, 以密法封其神魂, 并且以阴邪之术炼制, 未施鲜血, 随着成长骨骼会被炼制的坚硬如铁, 加上灵魂被禁止, 无法转身轮回, 怨气很重, 所以如同凶兽, 战力非凡, 鬼影没有神志, 只有嗜血的魔性, 刷, 鬼影轻轻一跳, 弹跳力和速度惊人, 如壁虎般贴上房顶, 居高灵下盯着楚寻和鬼老, 星红的眼睛带着嗜血的味道, 是, 房顶乃是石板所搭, 鬼影的爪子却如抓豆腐般刺了进去, 鬼老头皮发麻, 这一爪子要是抓到人身上, 不死也得掉块肉, 刷, 鬼影猛地朝着楚寻窜下, 石板被生生蹬出一个小坑, 尖锐的利爪泛着黑光抓向楚寻的头顶, 你本可怜, 送你往生, 也算你的造化, 楚寻声音冷清, 刷, 一道剑芒凭空凸显, 穿过鬼影的身体, 眨眼即逝, 剑芒刺眼, 鬼老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邪道人冲出的身体声声止住, 一股浓浓的不安自心底升起, 碰, 鬼影从半空坠落, 多出黑血, 伴随着黑气腾起, 地面被流出的黑血腐蚀出几个坑洞, 邪道人目瞪口呆, 眼皮直跳, 楚寻不知何时手里多出一把木剑, 木剑平凡无奇, 但身如钢铁的鬼影就是被他一剑抹杀, 鬼老心里骇然, 现在看来当初选择依附楚寻的决定是最明智的, 邪道人看向楚寻手里的木剑, 眼神闪过一抹炙热, 不过很快, 他便生生打个寒颤, 知道这次踢到了铁板, 当下想也不想朝着破碎的石门外窜去, 楚寻眼神冷练, 刷, 一道剑芒乍现, 悄无声息, 邪道人上半身冲出门外, 死前惊恐地看着留在门里面的下半身, 他被一剑拦腰斩断, 鬼老牙齿打颤, 后背寒气上涌, 看向楚寻的眼神愈发恭敬, 木剑突兀地消失, 看得鬼老眼皮直跳, 跟着楚寻时间越长, 就愈发觉得他神秘, 楚寻走到少女身边, 随之蛙的一声大哭起来, 他真的吓破了胆, 没事了, 赶紧回家吧, 楚寻不会安慰人, 语气有些声音, 少女不管不顾, 足足哭了十来分钟才哭声见晓, 小小的身子一抽一抽地, 慢慢从供桌上下来, 晾腔着朝外面跑去, 楚寻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只见少女又跑回来, 哥哥, 谢谢你, 少女向楚寻失了一礼, 然后飞快地跑掉了, 楚寻愣了半想, 好笑地摇摇头, 低头看向手腕处的九幽蟒, 道, 九幽, 看你的了, 九幽蟒应声而动, 从楚寻手腕滑落在地, 朝着地下室深处游走, 最后在一面墙壁前停下, 楚寻走过去, 猛地一拳击出, 哄, 石墙轰然倒塌, 墙后果然另有乾坤, 楚寻跟鬼佬走进去, 顿时脚步一致, 这是一个一百平方的空间, 却到处都是姿势诡异的干尸, 从身高骨骼判断, 这些死者都是年轻女性, 畜生, 鬼佬咬牙切齿, 从这些死者的姿势来看, 死前遭遇了非人的折磨, 墙角有两具尸体, 全身赤裸, 皮肤成黑灰色, 已经长了尸斑, 应该是这几天才死去, 楚寻眼底寒光闪烁, 如果早发现这里, 他就不会那么轻易地 让邪道人死去, 我给你的玉牌呢? 楚寻突然看向鬼佬问道, 鬼佬一震, 然后有些尴尬, 小声道, 我送给小姐了, 当鬼佬接住玉牌的瞬间, 周身挤道淡淡的白影被震退, 这些白影乃是这些死者的英灵, 因为非正常死亡, 英灵怨气很重, 久居不散, 会吸食生者的魂魄, 鬼佬看不见, 但楚寻是修仙者, 看得一清二楚, 玉牌是暖玉之城, 暖玉正是英灵的克星, 城归城, 土归土, 害你们之人已死, 你们大可现在去寻他报仇, 楚寻愿送你们一城, 算是结个善缘, 楚寻食指舞动, 急速结印, 最后从指尖逼出一滴鲜血, 凌空一点, 往生阵, 城, 花音落下, 空气激荡, 凭空生出一个白色漩涡, 清晰可见, 往生阵, 渡阴魂, 往生阵只是一级阵法, 但却可以渡人阴魂去轮回, 但只对阴魂有用, 没有攻击力, 这种阵法对修仙者来说, 根本就是鸡肋, 修仙逆天行, 随心而为, 每天都是与天争, 与地争, 与万物争, 杀人更是家常便饭, 谁会没事杀了人, 还跑去超渡死者亡灵, 楚寻也是闲暇无事修炼的, 这还是第一次用, 呜呜, 阴森的哭声响彻整个房间, 凭空升起阵阵阴风, 无数白影漂浮上半空, 对着楚寻摇摇一拜, 然后飘进漩涡, 消失不见, 鬼老全身汗毛炸起, 毛骨悚然, 直到最后一道白影, 进入网生阵, 楚寻仰手, 道出一个字, 收, 白色漩涡凭空消失, 此时九幽已经朝着里面游走而去, 在墙根出亭下, 然后身体弹起, 直接从墙上穿过, 墙面留下一个小为止大小的洞, 透着一丝亮光, 鬼老又是一阵目瞪口呆, 心里暗自庆幸自己, 幸亏没有心脏病, 不然都不知道犯几次了, 楚寻神色一动, 加快脚步走过去, 一拳烘碎隐藏在墙面的石门, 待尘土散尽, 眼前豁然开朗, 里面同样是一百多平方的空间, 但精心装修过, 连家具都一应俱全, 应该是邪道人的住所, 突然, 楚寻一晃出现在九幽身边, 闪电般出手拎着尾巴, 把他拎起来, 九幽嘴里咬着一株散发着阴阴绿光的小草, 弥漫着浓郁的灵气, 旁边的一个御坛中, 只剩下半截草精, 冰冰草! 楚寻眼睁睁地看九幽, 将冰冰草胡乱地吞进去, 满脸心疼, 天目丹草, 另一个御坛中同样剩下半截草精, 上面还有细小的咬痕, 旁边掉落了一片赤红色的叶子, 但正在迅速枯萎, 九幽, 你这个败家子, 楚寻那个心痛啊, 冰冰草是夏品灵草, 对他现在很有用, 尤其是天目丹草, 这可是炼制巨元丹最重要的一味药材, 现在却被九幽这个败家子, 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一般, 生生给吞了, 暴殖天物啊, 好你个小东西, 难怪这次这么积极, 感情你早知道这里没有好东西啊, 九幽身子轻荡, 然后迅速地绕上楚寻的手指, 讨好的用小脑袋蹭蹭楚寻的手心, 就在楚寻下意识放松的时候, 九幽突然拱起身子, 闪电般窜出, 楚寻朝着九幽窜去的地方看去, 只见靠墙的桌子上有一块黑色石头, 玄冥石, 话音还未来得极飘散, 楚寻人已略出, 速度快到难以想象, 抢线一步将玄冥石抓在手里, 随后收进楚无戒指, 咔嚓, 玄冥石被楚寻抢线收走, 九幽收拾不及, 一口把桌子面咬出一个洞, 吼, 九幽朝着楚寻发出不满的嘶吼, 楚寻则一把抓住九幽的身子, 把他扔了出去, 反了天啊, 胆对他吼, 可怜的九幽直接撞在墙面, 整个身子都镶了进去, 九幽是顶级妖兽, 身如玄铁, 这点撞击对他来说相当于脑痒痒, 身子一弹落到地面, 坚硬的石墙留下一道蛇形痕迹, 这一幕刚好被后面进来的鬼佬看在眼里, 眼神怪异, 刷, 九幽猛地窜过去, 一尾巴抽在鬼佬肩膀上, 鬼佬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九幽一尾巴抽了的跟头, 鬼佬一脸猛逼, 心头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他这算是躺着中枪吗? 不就是看到你被当垃圾一样扔出去吗? 这跟我有毛关系, 九幽却得意地高昂着头, 像是在说谁让你点背呢? 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楚寻的心思却放在玄铭石上面, 他得到的木剑只是仙气的智行, 而有了玄铭石, 他就可以将木剑打造成真正的仙气, 玄铭石被胡乱地扔在桌子上, 看来邪道人有眼无珠, 并不知道玄铭石的价值, 环顾四周并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 可惜的是, 冰宁草和天木丹草被九幽吞了, 要不然这趟收获颇风, 不知道邪道人从那里得到的冰灵草和天木丹草, 是不是他背后那个鹰鬼宗, 不管是不是抽空地去一趟, 毕竟地球上灵草太珍贵了, 而且他刚好需要, 死去的邪道人若是知道因为他留下的东西, 日后给他的宗门带来灭顶之灾,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九幽幽过去, 讨好的碰碰楚寻的腿, 然后朝前游走, 在前面的墙灯下停下, 鬼老心里一阵鄙夷, 欺软趴硬的马屁精, 楚寻了然, 这里到处都是密室, 看来眼前又是一座, 哄, 隐藏的墙面上的石门硬声炸开, 一股刺骨的寒意弥漫开来, 尘土散尽, 凝目望去, 楚寻嘴角勾起笑意, 终于找到了, 迈进石室, 里面寒气弥漫, 在中间的空地上, 屹立着一座一人高的石坛, 石坛上面是一个五十公分方正的水晶箱子, 箱子中, 一只志同手掌大小的动物, 形如青蛙, 眼如宝石, 全身透明如琉璃, 微微张开的嘴中, 随着呼吸吐出一股股白色寒气, 正是无极冰蝉熊蝉, 六, 这就是无极冰蝉中的熊蝉吗? 鬼佬也跟了进来, 他身怀暖玉制作的玉牌, 这里的寒气对他造不成影响, 他看着水晶箱子中的小东西, 好奇地问道, 楚寻微微汗手, 鬼佬好奇, 下意识地想凑近看看, 结果刚走到跟前, 熊蝉却突然撑起身子, 如宝石般璀璨的眼睛盯着鬼佬, 张嘴吐出一口浓郁的白色寒气, 鬼佬条件反射就向后掠去, 站定后惊魂未定地看向熊蝉, 只见水晶箱内白色寒气浓厚, 阻挡视线, 已看不到熊蝉的身影, 楚寻笑了笑, 道, 万物都有正反两面, 相生相克, 水晶正是无极冰蝉的克星, 他刚才的举动只是出于自卫, 九幽趴在楚寻尖头摇头晃脑, 像是在嘲笑鬼佬胆小, 鬼佬老脸一红, 认识楚寻以来, 他总觉得空火百年, 找到无极冰蝉, 这次目的已达到, 离开前, 楚寻以九天坟炼镇将这里的化为灰烬, 那些冤魂已经转身轮回, 剩下的空皮囊已无用, 上百具尸体, 包括邪道人在内, 顷刻灰飞烟灭, 两人返回花家, 花青舞见两人带回熊蝉, 欣喜不已, 你们两个人退后, 带两人退开, 楚寻打开水晶箱, 刷, 熊蝉得自由, 从水晶箱中窜出, 快如闪电, 他快, 楚寻比他更快, 身在空中便被楚寻控制在掌心, 冰蝉入手, 一道道凌厉的寒意如小蛇般从他的毛孔钻进去, 向着他的体内窜去, 若是常人, 瞬间就会被冻成冰块, 但楚寻飞常人, 体内真圆涌动, 寒气化作的小蛇瞬间被禁术震散, 逼出体外, 熊蝉在楚寻掌心挣扎, 但无论他如何反抗都是徒劳, 咕噜噜, 冰蝉的叫声不同于其他蛙类, 声音如人喝水一般, 不难听也不悦耳, 但楚寻能听出他声音的愤怒, 诡异的是, 熊蝉叫过以后, 花青舞母亲的体内也传出沉闷的咕噜噜声音, 楚寻招花青舞和鬼老做个噤声的首饰, 一直折服得慈蝉苏醒了, 与此同时, 花青舞的母亲脸色更加惨白, 头发上更是结出一层薄冰, 看上去白发苍苍, 花青舞眼眶泛红, 差点忍不住冲过去, 楚寻走到床前不敢大意, 冰蝉不同于其他灵物, 冰蝉脆弱但却危险, 他若自曝, 所散发的寒意瞬间能将人冻成冰块, 他将真圆汇聚在掌心, 隔着被子贴上花青舞母亲的丹田, 丝丝真圆之力小心地渡过去, 他要一点一点逼出慈蝉, 冰蝉喜寒, 真圆之力看似温和, 实则霸道, 跟他刚好相反, 真圆之力凝聚呈现, 开始在花青舞母亲体内顺着脉络慢慢推进, 冰蝉在他体内折服已久, 他体内积累了不少寒毒, 楚寻小心地控制着真圆之力, 不只是要逼出慈蝉, 同时也在情理他体内的寒毒, 这个过程不仅要高度集中精力, 而且需要漫长的时间, 因为不管是触怒慈蝉, 还是控制不好真圆之力, 都足以让花青舞的母亲瞬间毙命, 直至一个小时后, 楚寻眼神一亮, 只见花青舞母亲微微张开嘴, 刷, 一道透明的影子从他口中窜出, 难觅踪迹, 慈蝉现身本事件高兴的是, 楚寻却瞬间脸色骤变, 因为慈蝉直接射向花青舞, 花青, 吴只觉得眉心一凉, 紧接着脚底下发出咔咔的声响, 低头看去, 只见双脚已被寒冰覆盖, 并且寒冰急速向上蔓延, 几乎是眨眼间, 花青舞已经被寒冰覆盖, 变成一座美丽的冰雕, 楚寻眼神凝重, 闪身上前, 单掌贴上花青舞化成的冰雕, 掌心真元之力爆发开来, 咔嚓, 犹如玻璃碎裂的声音, 只见花青舞化成的冰雕上裂痕蔓延, 可就在这时, 楚寻手心的熊蝉发出一声哀鸣, 然后身体竟开始融化, 眨眼变成了一滩水, 并且顺着楚寻的毛孔迅速地钻了进去, 楚寻的手臂瞬间被寒冰覆盖, 并且向着全身蔓延, 碰, 楚寻胳膊一抖将寒冰震成漫天冰线, 可当它震碎后, 寒冰再次浮现, 覆盖住它整条胳膊, 小姐,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鬼老这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就要去拉花青舞, 下去守着门, 不准任何人进来, 楚寻脸色凝重地说道, 鬼老知道情况不太妙,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楚寻脸色凝重, 当下不敢怠慢, 应声而去, 碰, 楚寻将花青舞身上的寒冰震碎, 此时, 他手臂上的寒冰已经蔓延到脖子, 碰, 将自己身上的寒冰震碎, 可花青舞眼看又要被寒冰包裹, 该死, 楚寻咒骂一声, 真元之力疯狂涌动, 不断将两人身上的寒冰震碎,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楚寻能清楚地感觉到, 一道道刺骨的寒意顺着经脉乱窜, 他有真元之力护身, 可花青舞只是普通人, 此时五脏六腑肯定都被冻伤了, 楚寻收敛心神, 一边压制体内乱窜的寒流, 一边将花青舞体内的寒流吸纳过来, 突然, 楚寻一震, 脸上布满不可思议的神色, 被他吸纳过来的寒流, 竟然盗回花青舞体内, 并且连他体内的寒流也被牵扯, 大有吸收过去的架势, 楚寻目光微闪, 突然惊呼出声, 空灵体, 花青舞竟是空灵体, 在一界有十大特殊体制, 拥有这十种体制的人, 无异不是修仙者中的佼佼者, 空灵体就是其中一种, 这种体制十分强悍霸道, 空灵体在十大体制中排名第三, 这种体制十分变态, 可自行吸纳灵气, 寻常修仙者需感应天地, 吸纳灵气, 就算楚寻也不例外, 而空灵体随时随地都在吸纳灵气, 拥有这种体制的人, 修炼速度是寻常人的数倍, 楚寻的仙旅, 金红仙子就是空灵体, 没想到地球上竟也有这种体制, 这不得不让楚寻震惊, 花青舞体内的吸纳之力越来越强, 楚寻眉头微皱便舒展开来, 亏大发了, 楚寻愤愤地说道, 也罢, 实也命也, 其实, 无极冰蝉乃是天生灵物, 亦只是为阴寒之物, 两只合体才是灵物, 炼化后对修仙者有莫大的好处, 若是楚寻炼化吸收, 便可以一举突破炼气期, 踏入住基期, 楚寻露出一丝苦笑, 看来辛苦所得, 竟是为花青舞做了嫁衣, 当下手炼思绪, 将体内雄产所化的寒流, 近数度进花青舞体内, 两股寒流会合, 瞬间化为浓郁的灵气, 之前花青舞被冻伤的五脏六腑, 也被逐渐修复, 就算他不懂修炼之法, 但拥有空灵体, 灵气可自行运转, 修复他的伤势, 灵气自行在他体内循环, 滋润他的齐筋八脉, 温润骨骼, 静心感悟, 这是修仙之法, 楚寻深指一点花青舞眉心, 修仙者的入门修炼之法, 传进他的脑海, 片刻之后, 四周的灵气朝着别墅汇聚而来, 楚寻那个羡慕啊, 心里也在惊讶, 花青舞的悟性, 这么短时间就领悟了修炼的诀窍, 楚寻不敢大意, 守在花青舞身边, 以防出现什么问题, 以便及时施救, 直至三个小时后, 花青舞才缓缓睁开眼睛行转过来, 看到楚寻守在身边, 轻轻一笑, 花青舞此时身上透着圣洁的气息, 但圣洁中却带着妩媚之意, 他本就拥有绝世容颜, 这一笑令天地失色, 就连楚寻也差点心神失守, 好在楚寻定力声后, 很快回过神, 按道一声妖精, 咳嗽了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 其实楚寻是言不由衷, 花青舞现在按修仙等级来算, 只能算是勉强入门, 可是要知道, 他只用了三个小时, 虽然有自己指点, 那也很了不得, 想当初他摸到修仙门槛, 可是用了一个月时间, 你可愿拜我为师, 花青舞跟着站起身, 慵懒得伸得懒腰, 明媚的眸子带着无限风情, 声音充满无尽魅惑, 痴痴笑道, 不愿意, 这道令楚寻很惊讶, 不由地问道, 为什么, 要知道, 他在一节都没收过徒弟, 若不是花青舞是空灵体, 而且天分极高, 勉强入他法眼, 就算跪着求他, 他也不会多看一眼, 修仙之人可以结婚吗? 花青舞看着楚寻问道, 虽然他现在也算修仙者, 可除了修炼的基础知识, 其他一概不懂, 纯纯的小白一眉, 楚寻一正, 不明白花青舞问这个干什么, 难道他是怕修仙后就不能结婚了? 当下有些好笑, 修仙者随性而为, 根本没有什么忌讳, 笑道, 修仙者当然可以结婚, 结成仙侣, 仙侣? 我喜欢这个称呼, 花青舞充满魅意的毛子, 紧盯着楚寻, 娇笑道, 我不要做你徒弟, 我要做你的仙侣, 楚寻没想到, 花青舞竟会如此说, 惊得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不过这似曾相识的一幕, 让他陷入回忆, 那个冠绝天下, 燕金九天的倩影, 在他脑海中浮现, 楚寻, 我问你, 可愿和我结成仙侣, 若是愿意, 你我就此喜结姻缘, 普天同庆, 若是不愿, 那我就先杀了你, 然后陪你轮回, 下意识再结仙侣, 那个号称修仙大陆第一美女的金红仙子, 立于云颠, 剑指苍穹, 妙音震动整个修仙大陆, 我愿意, 楚寻目光温柔如水, 痴痴地说道, 六, 楚寻目光温柔如水, 柔声道, 我愿意, 金红仙子嫣然一笑, 令天地失色, 脸部轻移从云颠一步一步走下来, 白嫩的双臂, 轻轻还住楚寻的脖子, 迷恋地依偎在她怀中, 娇羞不已, 这一刻, 楚寻沉底沉迷, 她现在所拥有的是令整个修仙大陆所有修仙者, 垂涎迷恋的第一美女金红仙子, 如此艳福, 让她不禁得意非凡, 嗨嗨, 大沙风景的咳嗽声, 将楚寻从回忆拉回现实, 她怀里的女人不是金红仙子, 而是花青舞, 花青舞翘脸飞红, 眉目柔情似水, 看着楚寻嫣然巧笑, 楚寻却如遭惦击, 她明白刚才她陷入帐中, 可性格向来冷清的她, 第一次感到局促不安, 该怎么办? 对不起, 楚寻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于感情的事, 她从来都是鱼目脑袋, 花青舞眼瞼微垂, 身上的魅意散去些许, 仔细打量着楚寻, 嫣然道, 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你该不会是想占了便宜就开溜吧?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刚才我陷入帐中, 不是我的本意, 你明白吧? 不明白, 花青舞双手搂着楚寻的脖子, 胶躯紧贴上楚寻的身体, 楚寻来不及收回的手, 彻底陷入一团软肉中, 花青舞修长的眉腿, 更是攀上她的药, 姿势极其撩人, 吐气如蓝道, 我只知道, 我的身子只有你碰过, 所以, 你要负责? 我? 楚寻刚开口, 就被花青舞打断, 红唇凑净, 几乎贴上楚寻的双唇, 使得楚寻不得不投努力往后仰, 花青舞痴痴地笑开了, 我刚才说, 要做你的仙侣, 你亲口答应了, 我? 嗨嗨, 楚寻再次开口, 却被咳嗽声打断, 这次不等楚寻反应, 花青舞如受惊的兔子急忙松开楚寻, 并退后两步, 这房间中除了她和楚寻, 还有她母亲, 若是让她母亲看到她如此狐媚地倒贴一个男人, 会不会跳起来打断她的腿, 两人跟做贼似的偷偷扭头看去, 几乎是同时松了口气, 花青舞的母亲依然在昏睡中, 楚寻帮她清理了体内的寒毒, 但她依然身体虚弱, 需要休养, 暂时醒不过来, 花青舞吐吐舌头, 娇媚地看向楚寻, 娇声道, 我们以后该怎么称呼? 老公老婆, 亲爱的, 打领, 楚寻一阵头大, 在感情上她从来都是被动的, 亲爱的, 花青舞玩心大起, 朝着楚寻靠近, 楚寻从来都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这种扭捏的神情还是第一次出现, 让花青舞觉得楚寻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 那个, 有事说是, 别, 别什么啊? 花青舞知道她想说别过来, 但故作不解地问道, 楚寻岂能不知花青舞是故意的, 但她在感情上从来都处于弱势,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千年都改不过来, 当初金红仙子都是这样调戏她的, 花青舞进一步, 楚寻就退一步, 亲爱的, 我很可怕吗? 花青舞突然露出很是受伤的表情, 没, 没有, 没有你跑什么啊? 花青舞猛地朝楚寻扑去, 我去找鬼了, 有事跟他伤了, 话音落下, 楚寻已失去踪影, 花青舞扑了个空, 身影轻盈地落地, 朝着门外喊道, 亲爱的, 你逃不掉的, 说完, 翘脸上一片飞红, 其实, 他也是第一次对一个男人这样, 从第一次见楚寻, 他就方形沦陷, 可楚寻犹如神人, 高不可攀, 他本就天生聪慧, 心思通透, 现在又跟楚寻一样成了修仙者, 思维更是敏锐, 多次接触, 他发现楚寻对待感情根本就是鱼目脑袋, 可谓是一窍不通, 所以, 他主动出击, 现在看来效果不错, 殊不知, 已经到了楼梯口的楚寻, 听到他的话, 脚下一个亮枪, 堂堂楚先帝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 心里暗骂一声妖精, 鬼老守着门, 神色戒备, 听到脚步声, 抬头看到楚寻下楼, 急忙走过去失礼, 先生, 妇人的病怎么样了? 楚寻此时已然恢复了以往的神色, 淡默地开口道, 放心吧, 已经没事了, 鬼老脸色一洗, 明显松了口气, 先生, 时间已晚, 我带你去休息吧, 楚寻微微汗手, 鬼老给楚寻安排好房间, 便退下了, 楚寻习惯性盘坐下来开始修炼, 可只要闭上眼睛, 脑海中就会出现花青舞娇媚的笑脸, 以及金红仙子幽怨的眼神, 楚寻无奈的叹口气, 暂时放弃修炼的想法, 拿出木剑和玄冥石, 然后布置了一座法阵, 他要将木剑打造成真正的仙器, 清晨, 晨曦出洒, 花青舞走到楚寻所在的房间门口, 正准备伸手敲门, 小姐, 鬼老刚好从外面进来, 手里拎着早餐, 花青舞放下手, 道, 鬼老, 你跟我来, 鬼老不明所以, 跟着花青舞来到别墅后面的草场上, 他本来是打算找楚寻的, 可想了想放弃了, 他有自知之明跟楚寻比, 他实在太弱了, 啊, 鬼老一脸惊讶, 不明所以, 放心吧, 楚寻昨天教了我几招, 我只是想试试有多厉害, 花青舞说道, 鬼老却皱皱眉, 宁声道, 小姐, 先生乃是神仙下凡, 我们时刻要保持尊敬, 不可直呼其名, 什么神仙, 就算是神仙也是个胆小鬼神仙, 花青舞暗自嘀咕, 但还是对鬼老的话表示赞同, 因为他知道, 鬼老是真心对他好, 点点头道, 放心吧, 以后我会注意, 你快点出手吧, 那小姐小心, 鬼老说道, 下一刻, 身影已略出, 花青舞眨眨眼, 鬼老往日的速度碍他眼中, 根本就是一道影子, 现在看来, 却慢吞吞的如志同跑步, 鬼老几乎是一晃就出现在花青舞身边, 伸手朝他胳膊抓去, 可明明在他眼前的花青舞, 却轻轻移动了一步, 就让他这一招落空, 鬼老, 你太慢了, 尽管出手, 别怕伤到我, 这可是先生教的, 你可不能大意哦, 花青舞喊道, 鬼老脸色变了变了, 速度猛地暴增, 急速转身, 抬手去抓花青舞肩膀, 可还是落空, 一时间, 鬼老身如鬼魅, 带起阵阵残影, 所过之处草叶被刮起, 四下纷飞, 花青舞却犹如闲停漫步, 每当鬼老将要抓到他的时候, 都能轻松躲过, 十几分钟后, 鬼老猛地停下, 神情有些低落, 苦笑道, 先生不愧是神人, 几个小时中, 竟能将小姐交到如此地步, 在下佩服, 鬼老神色黯然, 他苦练一生, 却不及处循几个小时的指导, 空火几十岁啊, 花青舞没想到这件事, 会伤到鬼老的心, 心里暗自自责, 同时心里发酸, 这么多年, 都是鬼老挡在Q前面, 为他遮风挡雨, 他也把鬼老当成最大的依靠, 却没发现, 原来他已经老了, 若不是, 怕我现在早死了, 鬼老悠悠叹口气, 十几年前, 他被仇家追杀, 受伤严重, 是花青舞的母亲救了他, 所以伤好以后他便留下来了, 为了感恩, 他先是保护花青舞的母亲, 后来保护花青舞, 现在小姐有先生指点, 日后前途无量, 妇人的病也已经好转, 我这个老头子也该休息一下了, 有先生保护, 我也放心了, 小姐, 保重, 鬼老说完, 不舍地看了一眼花青舞, 然后转身朝着远处走去, 花青舞红了眼眶, 原来他一直把鬼老对他的保护, 当成了理所当然, 当成了习惯, 从没真的为他着想过, 鬼老, 你不能走, 花青舞跑过去拦住鬼老, 你不能走, 我还需要你的保护, 鬼老苦涩地笑道, 小姐说笑了, 以你现在的身手, 根本不再需要, 我保护你了, 鬼老把花青舞, 当成自己的亲孙女对待, 把保护他, 当成了一种使命, 现在花青舞突然变成高手, 不再需要他保护, 让他生起浓浓的失落感, 你要保护我, 你怎么能随便离开呢, 家人, 鬼老正了半想, 眼眶微微有些红, 他孤身一辈子, 家人这两个字, 戳中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鬼老, 不要走好不好, 花青舞拉着鬼老苍老的手, 以前都是您保护我, 从现在起, 换我来保护你, 花青舞明亮的眼睛里, 带着祈求, 这一刻他才发现, 鬼老对他有多重要, 鬼老老眼泛出泪花, 重重地点点头, 只要小姐还需要我的保护, 我这把老骨头, 就会随时挡在前面, 这么说, 鬼老你不走了, 花青舞欣喜, 鬼老正准备回答, 突然穿了一声巨响, 两人寻声望去, 不由得一呆, 只见一道剑气穿透别墅, 冲天起, 六, 木剑隐隐轻颤, 剑身金光流转, 很快便消失, 看起来跟之前一样平凡无奇, 但实则已经被楚巡炼制成了真正的仙气, 楚巡看着抬头看去, 别墅顶上被剑气穿透, 能看到天空, 他急忙将木剑收进楚巫戒指中, 脸上带着苦笑, 他只是想试试木剑成为仙气之后的威力, 谁知现在的木剑威力太大, 注入真元清灰, 剑气不但突破他布置的防御阵, 最后连楼板都贯穿了, 花青舞和鬼老来到楚巡房间门口, 花青舞伸手就要推门, 鬼老害了一跳, 急忙拦住, 伸手敲敲门, 进来, 得到回应后, 鬼老推开门, 两人才走进去, 不好意思, 楚巡直指头顶透光的裂缝, 鬼老抬头看了一眼, 暗暗扎舌, 好恐怖的剑气, 竟能将两层石板穿透, 当下急到, 先生不必自责, 只是小事, 找人修一下就是了, 反正这栋别墅年久失修, 也该维护一下了, 楚巡微微汗手, 花青舞站在鬼老背后, 朝楚巡伸出大拇指, 然后一个飞吻抛过来, 楚巡下意识地震了一下, 脸色有些不自然, 只能装作没看到, 花青舞生气地撅起嘴, 朝着楚巡伸出手, 然后五指钻紧, 意思很明显,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呢, 楚巡只能装聋作哑, 与此同时, 一群人正朝这边赶过来, 花墨蟹在其中, 此时哪有昨天见到 花青舞盛气凌人的样子, 点头哈腰的, 和一位神色巨傲的中年男子, 说着什么, 云董, 小女的住处就在前面, 花墨蟹陪着笑脸说道, 中年男子名叫云水生, 是云南风的三叔, 云家最后权势的人之一, 云水生神态巨傲, 龙行虎步, 扭头看了一眼花墨蟹, 眼底明显闪过一抹不屑, 但语气充满笑意, 说道, 我侄儿南风要和花小姐喜结联礼, 以后云花两家极为亲家, 即是亲家就不必那么生疏, 以后我就叫你一声花老弟, 你喊我一声云老哥, 怎么样? 花墨蟹像是得到了莫大的赏赐, 脸色狂喜地喊了一声云老哥, 哈哈, 云家和花家不分彼此, 对对对, 不分彼此, 不分彼此, 花墨蟹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搭上云家, 花家家主非自己莫属, 两人身后还跟这一群年轻人, 都是云花两家比较出色的年轻一辈, 那是什么? 云家一位少年突然指着天空惊呼, 他看到一道立光冲天起, 震散云朵, 消散云霄之中, 众人闻声望去, 却什么都没看到, 云水生回头瞪为眼那位少年, 眼神带着警告之意, 云家的子弟不可这么没规矩, 大呼小叫丢云家的人, 那位少年缩缩脖子, 不敢再吭声, 云老哥就是前面那栋别墅了, 花墨蟹笑容谄媚, 指着花青梧所在的别墅说道, 云水生点点头, 笑道, 花老弟的这个女儿可是倾国倾城啊, 听说还在念书的时候, 追他的富家子弟就多如过江之计, 还有人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花墨蟹表情威僵, 心里一突, 云水生这是在责问啊, 云家家大业大, 岂会容忍一个招风引蝶的女子, 嫁进云家, 当下急忙陪笑道, 这些都是以讹传讹, 子虚乌有的事, 定是有人嫉妒我, 这个女儿太优秀, 所以造谣败坏她的名声, 这种传言根本不可信, 倒不是没这个可能, 我记得他上大一的时候, 创办了一个叫做青春联盟投资公司, 市值一度达到了三亿多, 真是了不得, 云水生笑道, 云水生说完, 花家少年中, 一个面色苍白, 眼窝深陷的少年表情很不自在, 只不过是靠姿色, 拉拢了一群好色的附加子弟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少年不屑的声音传进众人耳朵, 云水生突然脚步一掷, 转过身看着说话的少年, 微微思索了一下, 看向花末谢说道, 如果我没记错, 这位就是青春吧, 正是犬子, 花末谢应道, 随即看向少年, 恨铁不成钢的怒道, 你给我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我有没说错什么? 少年反驳, 他正是花青武同父异母的哥哥, 花青风, 花末谢平时极为宠这个儿子, 本想他只是爱玩, 却没想到他如此糊涂, 自己有几斤几两都掂量不清楚, 当初花青武创办的公司, 被他强行交给了这个儿子, 可花青风不争气, 没过一个月, 这个市值三亿的公司就破产了, 你再敢多嘴, 就给我滚回去, 花末谢大怒, 花青风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只是看向远处花青武所住的别墅时, 目光带着浓浓的愤恨, 轿子不当, 让云老哥看笑话了, 花末谢惭愧地说道, 怎么会, 我家那个小崽子比你这个儿子还混, 现在的孩子难管啊, 云水生这番话算是给了花末谢台阶, 花末谢也是聪明人, 配合着云水生顺着教育子女的话题谈下去, 谈话间, 一行人很快来到花青武所在的别墅前, 花家一名少年上前敲门, 开门的是鬼老, 他看到这么多人, 脸色微微变了变, 有事, 鬼老表情冰冷, 在他心里只有花青武和他母亲, 其他人在他眼里根本可有可无, 花末谢觉得很没面子, 冷声道, 还不开门请我们进去, 鬼老扯扯嘴角, 他虽不是内戏舞者, 但好歹也是高手, 既然是高手就有高手的傲气, 当下冷漠大回道, 里面太小, 容不下这么多人, 还有夫人的病需要静养, 花末谢正要发怒, 只听云水生率先开口道, 这位就是鬼老先生吧, 久仰大名, 鬼老看了他一眼, 眼神微缩, 因为他从云水生身上感觉到不寻常的气息那习武者, 但却并不在, 因为储寻就在里面, 见鬼老不说话, 云水生再次开口道, 在下云水生, 想必鬼老先生应该听过吧, 原来是云三爷, 施敬, 鬼老抱拳, 既然大家都是武道中人, 该有的规矩和气度不能少, 云水生抱拳回应, 笑音音地说道, 鬼老先生应该明白, 我这次的来一把, 鬼老岂会不明白, 云家这次来肯定是来说联姻的事, 不过花青舞在他心里是最优秀的, 云南风算什么东西, 就算是云家这一代中最出色的, 在他心里也配不上花青舞, 当下冷冷地回应道, 不明白, 云水生眼睛微微眯起, 带着危险的气息, 狗奴才, 你别忘了自己身份, 我是小五的父亲, 你只不过是个下人, 一个奴才, 竟敢拦我的去路, 这里是花家, 轮不到你放肆, 就连你脚下的土地都是我的, 你凭什么在这里大言不惭, 我现在命令你立刻给我滚出这里, 花末谢很愤怒, 鬼老屡次跟他作对, 现在又要阻拦云花两家联姻, 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 狗奴才就是狗奴才, 连主人都敢要, 好狗还不挡到呢, 花青风突然开口骂道, 以前鬼老没少坏他好事, 这次当然要趁机出了这口恶气, 鬼老眼神闪过一抹灵力之色, 身影一动就要给花青风一点教训, 可有人比他更快, 秀, 一只白色高跟鞋带从门里面飞出来, 速度并不快, 常人都可以轻松躲开, 可花青风像是傻了一般, 眼睁睁地看着高跟鞋正中他的脸, 啊, 花青风发出怪异惨叫声, 一行人看去, 神色纷纷变得古怪, 只见高跟鞋还贴在花青风脸上, 鞋尖部分正中他的鼻子, 可那十公分长的鞋跟却直接插进他的口中, 难怪他刚才的惨叫声那么怪也, 六, 花末谢脸色铁青, 虽然花青风不争气, 但这是他唯一的儿子被人当着他的面打脸, 这让好面子的他目火中烧, 花哨, 忍着点, 云家一个和花青风交好的少年, 上前抓住高跟鞋, 猛的一把, 高跟鞋被拔出, 花青风忍不住猛烈地咳嗽起来, 结果唾沫混着血液喷了云家少年满脸, 恶心的他一阵干呕, 其他少年却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花青风少了四颗门牙, 上下个两颗, 看样子是被高跟鞋的鞋跟生生撞掉的, 看着都疼, 下次再赶满嘴喷粪, 我就打掉满嘴牙, 一道冰冷的声音从别墅传出来, 随之鬼老退开两步, 楚勋和花青风走了出来, 花青风的出现让云花两家的少年顿时骚动起来, 他们眼神中充满惊艳, 此刻的花青风太美了, 柳眉性眼, 肌肤如雪, 身材高挑, 身材高挑火辣, 一颦一笑都充满万种风情, 但气质却带着圣洁的气息, 这两种感觉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却不显得突兀, 反而更具诱惑力, 就连云水生这种老江湖, 心也不禁狂跳了几下, 注意到一行人的反应, 花青风得意地瞟了身边的楚勋一眼, 压低声音娇笑道, 看到没有, 这些人基于你的女人, 你不该做点什么吗? 别人没听到, 但鬼老挨的静, 听得一清二楚, 瞬间满脸震惊, 不过很快, 老脸笑成了一朵菊花, 在他心里能配上花青五的非楚勋莫属, 楚勋尴尬地摸摸鼻子装作没听到, 花青五娇嘀嘀地哼了一声, 对楚勋的反应很是不满, 鬼老挣了证, 感情是自家小姐在追楚勋啊, 虽然楚勋在他心里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但自家小姐倾国倾城, 条件也不差, 他不禁为花青五主动出击的勇气暗暗点赞, 小姐加油, 鬼老偷偷对花青五眨眨眼睛, 他们相依为命多年, 花青五更是鬼老看着长大的, 他立刻明白了鬼老的意思, 点点头, 丢过去一个放心吧, 他逃不出我手掌心的眼神, 花苗苗的眼底充斥得极度, 他自身条件也不差, 可跟花青五一次简直就是云嚷之别, 就算别人不说, 他也自残行贿, 花青五是这个奴才不懂规矩, 挡着不让我们进去, 花苗苗一指鬼老, 大声嚷道, 清风哥只不过是教训了几句奴才, 你怎么能这样? 花青五默然看向花苗苗, 眼神伶俐, 我警告你, 最好管好你的臭嘴, 再敢出言不训, 别怪我不客气, 你们听好了, 我只说一遍, 鬼老不是奴才, 他是我的亲人, 你们若再敢侮辱他, 后果自负, 看着这群人惊恶的表情, 花青五心里无比舒坦, 委屈求全这么多年, 他受够了, 现在母亲康复, 又有楚循做靠山, 他不需要再隐忍了, 花青五, 你这是什么话, 你说他是你的亲人, 有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 我们可不想跟这种身份的人做亲人, 丢不起那个人, 一个花家少年大声说道, 其他人纷纷点头, 附和这个少年的说法, 花青五面露不屑, 讥讽道, 我自己的事, 凭什么要征求你们的意见, 这些人当真以为他, 还是那个为了母亲, 为了得到父亲的一个笑脸, 而委屈求全的花青五, 现在的他, 不稀罕, 你别忘了, 你是花家的人, 既然是花家的人, 你说这是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除非你不信花, 花苗苗叫嚣, 花青五却轻笑起来, 道, 这又何难, 从今天起我跟随母姓, 改姓燕, 以后我就叫燕青五, 花青五的母亲姓燕, 单名一个篮子, 一行人全愣住了, 花苗苗脸色难看, 他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豪的姓氏, 花青五根本不稀罕, 而且, 他隐约知道, 花墨谢把所有赌注都压在云家了, 若是因为自己一句话, 搅黄了这场联姻, 花墨谢定会活思了他, 花墨谢回头阴狠地看了一眼花苗苗, 后者吓得不敢抬头, 放肆, 我还没死, 这姓氏岂是说改就改的, 你把我这个父亲置于何地, 花墨谢怒吼, 你请问父亲大人, 你又把我这个女儿置于何地, 就算我在你心里, 只是一枚驻你飞黄腾达的棋子, 可里面躺的这个女人, 可是你百般追求, 万般发誓, 明媒正娶的妻子, 她生病这几年, 你可有关心过她, 探望过她, 联系过她, 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真替妈妈感到不值, 花墨谢脸色阴沉地可以滴出水来, 花青舞这几句话自自诛心, 若是让云家的人认为她是个薄情寡义的人, 引起云家的反感, 她的算盘可就全都落空了, 她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小五, 我承认这几年忙于事业, 对你们母女关心有些少, 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抽空多陪陪你妈妈, 努力弥补这几年亏欠你们的, 花墨谢说得情真意欠, 一行人频频侧头, 这花墨谢态度转变得太快了, 让人有点反应不过来, 如果不是对这个父亲死了心, 花青舞说不定真的会相信他的话, 俗话说, 织女莫若妇, 反过来也是一样, 花青舞太了解他这个父亲了, 薄情寡义, 为了利益可以六亲不认, 当下冷笑道, 其实你想弥补我们母女不用等到以后, 现在就可以, 你若是现在把你手里锁掌, 我的花家资产全部过记到我的名下, 我一定原谅你, 怎么样, 花墨谢好不容易装出的雌妇模样凝固在脸上, 眼神变得阴沉, 他费尽心思算计半辈子, 才掌握了花家25%的资产, 别说过记到花青舞名下, 就是花青风连1%都不可能, 屋里哇啦, 花青风愤怒地瞪着花青舞说着什么, 可惜他舌头受伤, 牙齿漏风, 说了半天没一句, 能听懂的, 看着他如小丑一般, 众人不禁暗自怯笑, 花青风突然开口, 倒是解了花墨谢的难, 他正左右为难, 不知如何回答花青舞呢, 丢人现眼, 还不快去医院, 花墨谢画风一转, 绝迹不提过记资产的事, 两名花家少年想送花青风去医院, 可被花青风狠狠地甩开, 眼神阴逸地盯着花青舞, 小五, 什么事都好商量, 你要什么爸爸, 以后都一你, 今天可是个喜庆的日子, 不适合看这个, 什么喜庆的日子, 不会是你外面那些女人给你生了个儿子吧, 如果是, 那真挺喜庆的, 花青舞笑盈盈地看向花青风, 那你以后可要小心了, 小五, 你在胡说什么, 花墨谢气的脸色通红, 但还在按耐住性子, 好言道, 今天你云叔叔来是商量你和云绍结婚的事情, 这才是咱们花家最大的喜事, 结婚?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云南风结婚了, 花青舞满脸吸血, 花墨谢脸色一急, 小五不可胡闹, 这是任性不得, 我已经答应了这门婚事, 况且云绍乃是人中龙凤, 他既然这么优秀, 我可不敢攀龙复凤, 既然你答应了这门婚事, 那你嫁过就好了, 花青舞打断花墨谢的话, 讥讽地说道, 还人中龙凤, 还真张地开嘴, 云南风在优秀, 在楚巡面前也只能是一块脚下的石头, 想到楚巡, 花青舞下意识地扭头看去, 一看之下顿时气节, 只见楚巡依靠着门框, 眼瞼垂下, 昏昏欲睡, 这个混蛋, 人家被逼着嫁人, 他却道好, 连一点表示都没有, 真是可恶, 花墨谢被花青舞气的老脸通红, 忍不住怒道, 婚姻大事, 自然是遵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这事就这么定了, 你不嫁也得嫁, 没得商量, 花青舞不屑地耻笑出声,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还搞封建那一套,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那你在外面那些女人, 都有媒妁之言, 或者说, 他们是遵父母之命, 给你当二奶, 三奶, 花墨谢被堵得,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一行人也是面色古怪, 强忍着笑, 花青舞的言语太犀利了, 他们真怕花墨谢会被气得背过气去, 俗话说家丑不外扬, 可花青舞专挑花墨谢的丑事说, 句句直筒心窝子啊, 花青舞的视线移到云水生身上, 抿了抿嘴唇说道, 看来今天云先生注定要白跑一趟了, 麻烦你回去告诉云南风, 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不怕告诉你们,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说完, 温柔的目光含着浓浓的情意看向楚巡, 六, 一行人视线瞬间聚集到楚巡身上, 神色各异, 楚巡缓缓地睁开眼睛, 眼神躲闪, 整个人显得局促不安, 云水生的眼神在楚巡身上停留了三秒, 不懈地嗜笑道, 花小姐的意思是, 这位小哥就是你喜欢的人, 花青舞有些诧异楚巡的反应, 听到云水生的话, 回应道, 云先生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他对云家的人没有丝毫好感, 所以语气并不是很客气, 他算什么东西, 岂能配得上我花家的女子, 云水生还没说话, 花墨蟹率先出生, 今天他的老脸都快丢完了, 花青舞眼神一寒, 盯着花墨蟹道, 他是我喜欢的人, 是我未来的老公, 请你说话客气些, 放肆, 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 你竟敢对我这样说话, 花墨蟹已经处理了愤怒, 今天花青舞的态度让他既惊又怒, 这些年他到底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他不再是那个对自己百般讨好的花青舞了, 花青舞不屑一笑, 眼神讥讽地看着花墨蟹, 这让花墨蟹心里更加恼火, 这是一种脱离他掌控的愤怒, 呵呵, 云水生笑了两声, 但却是皮笑若不笑, 花小姐拒绝这场婚姻我可以理解, 可这个理由实在太可笑, 找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小子当借口, 不怕给他带了危险吗?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花青舞这个挡箭牌找得实在太可笑, 这小子能冒出来的? 就他那样, 除了空有一副好皮囊, 一看就是个就是个酒囊饭袋, 小子, 马上给我滚出云烟室, 否则把你堕碎了喂狗, 云家人纷纷叫嚣, 花青舞拒绝嫁入云家, 却找了这么个小白脸, 这是百名来要打云家的脸吗? 楚勋垂着头, 看不清他的表情, 但脚下去后退两步, 不在鬼老身后, 明显是在逃避, 说白了是在害怕, 花青舞的神色更加古怪, 楚勋这是在搞什么鬼? 难道他为了摆脱自己, 竟能容忍别人对他的侮辱? 鬼老心里惊讶更重, 楚勋在他心里与神仙一般, 他也不会傻到认为楚勋是真的害怕,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 花青舞心里又气又怒, 楚勋的态度让他很受伤, 当下走过去, 拉着楚勋的胳膊硬把他从鬼老身后拽出来, 既然你迫不及待地想甩掉我, 那我偏偏不如你的意。 小伙子, 我问你, 你真是花小姐喜欢的人? 云水生笑眯眯地问道, 但眼底却寒光闪烁, 楚勋抬头看了他一眼, 胡乱地摆着手道, 不是的, 不是的, 我就是个打工的, 是花小姐花了一万块钱请我假扮他男朋友的。 现场静了三秒, 然后众人轰然大笑, 花青舞差点没气死, 恶狠狠地瞪着楚勋, 正在发作, 却无意中看到鬼老悄悄对他摇摇头, 花青舞震了一下, 强忍下把楚勋抱作一顿的冲动, 其实鬼老也满脑子问好, 但出于对楚勋的崇拜, 他相信楚勋这么做一定是有道理的。 云水生也笑了, 但眼底的寒芒并未消散, 笑音音地对楚勋说, 小伙子, 既然现在你的假身份已经被拆穿了, 我让人送你离开吧。 云家的声誉不容有丝毫污蔑, 如果花青舞嫁进云家后被人知道还有这档子时, 定是会被人嘲笑的。 他跟身后一位少年使个眼色, 这名少年不着痕迹地点了下头, 眼底闪过一抹阴狠, 上前几步对楚勋道, 走吧, 我送你离开, 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楚勋走了两步, 然后又停下, 回头看着花青舞, 小心翼翼地说道, 花小姐, 你答应我的那, 那一万块钱, 花小姐的钱也是你配拿的。 云家那位少年上前毫不客气推了楚勋一把, 凑到楚勋跟前小声说道, 快滚, 否则别说钱了, 小心把命丢在这里。 楚勋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惊吓, 忙不迭得地点头, 然后朝着庄园外面慌张地跑去。 云家少年冷冷一笑, 脉不跟上。 花小姐, 这种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 云水生淡淡地说道, 我没开玩笑啊, 他真的是我喜欢的人, 我就喜欢这种细皮嫩肉的小鲜肉, 你不觉得他很帅吗? 花青舞细虐地说道, 花小姐请慎言, 你是要嫁入我云家的人, 一言一行都得自重, 否则不但害了自己, 也会害了别人。 云水生语气冰冷了几分, 你在威胁我。 花青舞的脸色也冷了下来, 眼神讥讽道, 也请你慎言, 我从没答应要嫁入你们云家, 至于我喜欢谁那是我的事, 我知道你们云家一手遮天, 他被你们带走, 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吧。 不过无所谓, 世上又不止他一个帅哥, 像这种细皮嫩肉的小鲜肉多如过江之际, 就算我每天换一个, 这一辈子都换不完。 我就不信, 你云家能把世上的帅哥全灭了。 仓皇逃跑, 楚勋脚下一个亮枪, 愤愤地回头瞪了一眼花青舞, 他明白这女人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花青舞一直关注着楚勋的身影, 看到他差点摔倒, 不由地娇笑起来, 笑得花枝乱颤, 看得一行少年眼睛都直了。 云水声眼底寒芒闪烁, 他终于体会到花莫谢的心情, 原来言语是真的可是杀人的。 若不是花青舞有大用, 他早一巴掌拍死了。 直到楚勋的身影消失, 花青舞才收回目光, 敢苍蝇似的挥挥手对众人说到你们请便, 我得回去补个美容教。 昨晚折腾得太久, 小帅哥还是挺厉害的。 花青舞翘脸红了红, 故意把话说得暧昧不明。 这话太容易令人遐想了, 不少少年盯着花青舞惹火的身材, 暗自吞口水, 心里一边暗暗羡慕楚勋, 另一边暗骂楚勋是头拱白菜的猪。 云水声老脸铁青, 云南风是天之骄子, 人中龙凤, 刚才那个少年算什么东西? 别说相提并论了, 就是将两个人的名字同时提出来, 对云南风都是极大的侮辱。 侮辱云南风, 那就是在侮辱云家。 眼看花青舞就要走进别墅, 云水声立声道, 花小姐, 等一下。 花青舞回身看着她, 不耐烦地说道, 云先生还有事? 是有件事想请教一下花小姐, 前段时间我云家有人前往古江市, 请花小姐回来, 但却一去不复返, 音信全无, 请问花小姐可见过这三人? 花青舞心里一动, 但却没去看鬼老的表情, 这个时候任何动作都可能引起云水声的怀疑, 当下故作惊讶道, 有这事吗? 我没见过。 说完, 扭头看向鬼老, 问道, 鬼老, 你又见过吗? 鬼老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心里却在暗笑, 他当然见过, 还亲眼见到这三人毫无反抗之力地 被处循那条恐怖的小蛇杀死。 云先生, 我们真没见过你说的这三个人, 我看你还是派人好好找找, 古江美女多, 说不定这三人此时正在古江市那个宵金窟, 玩了流连望反乐不思蜀吗? 云水声也不禁疑惑, 难道真如花青五所说, 这三人正在哪里止醉精迷呢? 要不然, 以三人的身手,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失去消息呢? 除非是, 他们自己躲起来了。 云先生, 还有别的问题吗? 如果没有, 那我就不奉陪了。 等等, 云水声再次出声, 你还有完没完? 都说了我不知道, 那三个人去哪了? 花青五厌烦地说道, 云水声这次却没有生气, 阴沉的脸色变得缓和了些许, 而且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只是这笑容看起来有些阴险。 花小姐, 其实我们家南风还是很关心你的, 她听说你的母亲得了怪病, 这些年可是不辞辛苦, 到处拜访明依, 终于在前几天有所收获。 云水声说到这里, 故意停下不说, 果然如她所想, 花青五的脸色变了, 焦急道, 然后呢? 她是不是找到可以医治好我妈妈的药了? 云水声笑了笑, 点点头道, 当然, 我们可以确定, 这要绝对可以医治好你的母亲, 而且这要天下独此一份, 再也找不到第二份。 要呢? 花青五急声问道, 要当然在云家, 或许花小姐不知道, 此要价值连城, 我们云家也是花了大力气才找到的。 为此, 南风这孩子可是吃了不少苦啊, 可惜她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可谓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看花小姐如此态度, 我这个做叔叔的都替她感到不值。 云水声痛心疾首地说道, 花青五心里冷笑, 言, 接着言, 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既然你们想玩, 那我就陪你们玩玩。 当下眼眶泛红, 渲然欲涕, 没想到南风竟为我做了这么多, 她怎么这么傻? 云水声心里暗喜, 鱼上钩了, 故作叹息道, 南风这孩子虽然优秀, 但品性纯良, 心眼幼实, 对感情更是至死不渝。 可能花小姐还不知道, 自从她几年前见过你一面后, 就一直念念不忘, 说什么, 此生非你不娶, 否则就要孤独终生。 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花清武感动得哭得稀里哗啦的, 乌液着说道, 我答应, 我愿意嫁。 鬼老情急之下, 就要开口说话, 刚张开嘴, 就看到花清武偷偷朝他眨了一下眼睛, 他立刻意会, 暂时压下心里的疑惑。 六, 花清武答应嫁给云南风, 最高兴的莫过于花莫谢了, 他仿佛看到花家家主之位已经近在咫尺, 云水声低下头, 巧妙地掩饰脸上狐狸般的笑容。 云水声来之前找人看过日子, 三天后就是吉日, 已娶一嫁, 所以婚期定在三天后, 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 直到一行人消失在视野中, 鬼老才有机会问出心中的疑惑。 小姐为什么要答应这门亲事? 云家这么迫不及待, 甚至以富人的病作为要挟,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花清武沉默不语, 看着远方浅浅地笑了, 他当然不会嫁给云南风。 他再赌, 赌注就是自己一生的幸福, 或许赌注更大, 是自己的生命。 三天时间过得很快, 云家在云岩市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云家年轻一代最出色的云南风 要和花家花清武洗劫连礼, 这个消息像龙卷风一般, 传遍了整个云岩市, 所有人都在关注这场盛世婚礼。 花清武已经从那栋陈旧的别墅搬出来, 住进一栋豪华的新别墅。 这三天他哪都没去, 像是一直在等待婚礼的到来。 而这三天中, 楚寻像是人间蒸发一般, 从没出现过。 鬼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屡次劝阻, 但花清武都是沉默以对, 这让他更加担心。 第三天清晨, 整个花家都热闹起来。 花清武穿着由法国顶尖设计师 量身定做的昂贵婚纱, 光婚纱就有十八套, 每套都价值不菲。 十八套婚纱, 就算云家势力通天, 也不可能三天赶制出来, 由此可见, 他们早有准备。 为花清武准备的化妆师就有十位, 都是国内顶尖化妆师, 听说他们只为一线明星服务。 花清武坐在化妆镜前, 任由他们摆弄。 他本就倾国倾城, 化完妆后, 整个人更是美得惊心动魄,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就等新郎来接亲了。 小姐,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这是鬼老这三天中第一百次说这话了。 可跟往常一样, 没有得到丝毫回应, 花清武像是铁了心, 要驾到云甲。 鬼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楚循不露面, 他又劝不住花清武,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花清武往火坑里跳? 花墨谢来了, 同行的还有一个三十多岁, 全身珠光宝气的贵妇人, 另外以及花家年轻一辈。 小五, 准备得怎么样了? 花墨谢今天西装革履, 红光满面, 看着年轻了十多岁似的。 花清武头都没回, 像是没听到一般, 这几天他一直沉默寡言, 这是让鬼老最担心的地方。 小五, 蓝姐身体不好, 我们花家的女儿出嫁, 身边可不能没有人。 你要是不嫌弃, 就让我代替蓝姐送你出门吧。 贵妇人沉吟了一下说道, 她叫林锦云, 二十岁跟了花墨谢, 是花清风的亲妈。 当时花清武的妈妈也闹过, 可最后结果, 还是这个女人光明正大的住进了花家。 不需要, 我有妈妈。 花清武站起来, 转身看着他们。 花清武转身的时候, 花家年轻一辈全傻了, 太美了, 这要是放在古代, 绝对是霍国殃民的存在。 林锦云脸上闪过一抹嫉妒, 只要是女人, 看到现在的花清武 都有一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狗咬吕洞兵, 不识好人心。 这话是花苗苗说的, 看似在为林锦云暴打不平, 其实她是极度的发狂才说的。 滚出去, 花清武毫不客气地怒斥。 小五,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可不能动起。 花墨谢瞪了一眼花苗苗, 安慰花清武。 你在嫉妒我。 花清武看着花苗苗, 嫉妒你。 可笑, 你有什么值得我嫉妒的? 花苗苗不屑地说道, 但脸色却很不自然。 你嫉妒我可以嫁给云南风。 我听说你曾经对别人说, 这辈子就想嫁给云南风这样的男人。 可惜的是, 云南风看不上你这样的。 你, 花苗苗语杰, 气得脸色通红。 花清武没说错, 这话他的确说过。 现在看来, 这话是在自己打自己脸。 花清武走进花苗苗跟前, 俯身凑到他耳边, 压低声音说道, 你最好别惹我, 别以为你跟花瑞的事情没人知道, 不然我让你们兄妹身败名裂, 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花苗苗脸色刷得变得惨白, 惊恐地看着花清武, 他怎么知道的? 如果让别人知道他们兄妹乱, 先别说外人怎么看他们, 就是花家为保全名声, 也会毫不犹豫地让他们兄妹人间蒸发。 花苗苗越想越害怕,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花清武冷笑一声, 暗道一声恶心, 如果不是花苗苗像苍蝇一般令他厌烦, 这么恶心的事, 他是不会挑明的。 众人一阵好奇, 花清武到底对花苗苗说了什么, 竟然把后者吓成这个样子。 放心, 只要你离我远点, 不再烦我, 这是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花清武巧声说完退后两步, 不再理会花苗苗, 这种恶心是说出来, 只会脏了他的口。 这时, 一个花家保镖跑进来告诉大家, 云家接亲的车队还有半个小时就到。 小五, 马上就要走了, 去见见你爷爷还有其他叔叔吧。 花莫谢说道, 花清武眼神讥讽, 花莫谢这么做可不是轻情使然, 而是要告诉其他兄弟, 我女儿要嫁到云家去了。 不过他并没有拒绝, 默然道, 走吧。 花家主厅, 花清武的爷爷, 还有两位叔叔都在, 另外还有两人, 一个是花瑞, 另一个就是花家这一带最出色的领头人物, 花盛。 一行人来到主厅, 爷爷, 大叔, 二叔, 还有大哥, 三哥好。 花清武行礼,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主厅, 花家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 主厅只有男的可以进来, 如果不是要嫁入云家, 也不可能有机会踏进主厅, 花清武自嘲地想到, 花清武的爷爷名花青山, 已经八十多岁了, 须发皆白, 但功力心很重, 一直抓着花家大权不放。 花家三兄弟中老大花莫问都已经五十岁了, 按道理说早该接任家主之位的, 可花青山不放权也没办法, 他自知没有可能了, 所以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儿子花圣身上。 老二花莫言也已经快奔武了, 眼看家主之位没希望了, 看花青山的精气神, 估计他死了这老东西还能蹦搭几年, 所以他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花瑞身上。 不过, 花莫谢竟然攀上了云家, 这让他们生出浓浓的危机感。 好好好, 老三生了个好女儿啊。 花青山一连说了三个好, 也不知道是说花青武好呢, 还是再说这次联姻。 爸, 大哥, 二哥, 云家的接近队伍再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带小五来给大家告别, 毕竟过了今天, 我这个女儿就是云家的人了。 花莫谢把云家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语气中的得意任谁都听得出来。 花莫问和花莫言老脸阴沉, 想装笑脸都难。 毕竟搭上云家, 以后花家的家主之位是谁的就很难说了。 倒是花圣脸上一直带着淡淡的笑意, 语气温和, 笑道, 六妹今天真漂亮, 恐怕咱们整个云烟室再也找不出能跟六妹相媲美的了。 大哥在这里恭喜六妹新婚快乐, 找到如意郎君。 谢谢大哥。 花青武轻声道, 花瑞眼神复杂, 纠结, 这个女人本该是她的, 她垂涎的十几年的女人, 过了今天就要躺在该死的云南风身下成欢。 她心里扭曲到了极致, 道德伦理在她眼里屁都不是, 别说花青武是她的堂妹, 就是亲妹妹如何。 她后悔得要死, 自己为什么不早点下手, 现在已经没机会了, 先不说她要嫁进云家, 但是十几分钟前接到花苗苗那个短信就让她冷汗直冒。 花青武竟然知道了她和花苗苗苟合的事, 可她还是不甘心。 大哥, 二哥, 小五要嫁进云家了, 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事, 可我怎么看你们好像不太高兴啊? 花莫谢笑眯眯地问道, 因为花青风不争气, 希望她可没少被这两个哥哥挤兑, 现在看到两人真诚的脸, 心里那个舒坦。 花莫问和花莫问听到这话, 脸色更加难看, 一声不吭。 三叔, 小五是我们大家看着长大的, 现在他要嫁做人妇, 成为别人家的人, 我爸和二叔心里万分舍不得, 所以尽管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事, 但他们心里难过不舍, 笑不出来很正常。 花盛永远一副温和的样子, 这话也说得合情合理。 三叔, 小五要出嫁, 我们大家都舍不得, 可我看您怎么没有一点不舍的样子。 不得不说三叔是比我们心硬啊, 这点我们真得好好学学, 要不然花家的女子以后迟早要出嫁, 我们还不得郁闷死啊, 都怪我们太感性了。 这话一出, 花莫谢的得意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花盛这几句话就给他定上了薄情寡义的标签, 果然厉害。 花莫问和花莫言看着跟吃了死苍蝇似的花莫谢, 不由地笑开了。 花莫问更是赞赏地看了花盛一眼, 花盛从没让他失望过, 他以这个儿子为荣。 六, 云家到花家的主干道全县戒严, 数百辆黑色劳斯莱斯排成一条长龙, 声势浩大。 头车是却是一辆家常版兵力, 以云家的地位用这种车做头车有点跌分, 但却没人敢小瞧这辆车, 因为他的主人是云家家主云百山。 云南风英俊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一身由意大利顶尖设计师量身定做的纯手工西装衬托的他, 卓尔不凡。 车里除了他, 还有一男一女, 男的身材消瘦, 脸色英译惨白, 黑眼圈普通烟熏装一般, 身上透着浓浓的邪气。 女的长得还算漂亮, 脸色同样惨白, 嘴唇却红艳如血, 看上去有些瘆人, 像是刚吸过血一般, 整个人透露着一股妖气。 小哥哥, 你老盯着人家看什么? 看得人家心痒痒。 女人声音带着诱惑, 云南风笑容未变, 清明了一口红酒。 看云南风不理他, 女人走过去坐在他身边凑近云南风, 眼神迷离道, 小哥哥, 别这么不解风情嘛。 坐在对面的男子手里把玩着一张照片, 饶有兴趣地看着女人和云南风。 女人不断试着用各种招数挑逗云南风。 云南风神色自若, 清明着红酒, 连眼神都未改变。 真没见,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男人? 女人用尽手段, 但云南风连神色都未有一丝变化, 但是这份定力就非常人所能及。 但这让女人对自己魅力产生怀疑, 生气之下不禁嘲讽起云南风。 云南风眉头轻皱了一下, 便恢复常态, 笑容温和地说道, 我是男人, 但我更怕死。 她清楚, 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个蛇蟹美人, 跟她上过床的男人数不胜数, 但下场都很惨, 无一例外都被吸干了阳精。 哥哥, 女人娇笑起来, 伸手在云南风脸上爱抚了一圈, 小哥哥多心了, 像你这么英俊的男人, 我还真舍不得你死, 比我英俊的男人, 死在你手上的还少吗? 女人一愣, 然后哥哥大笑, 走过去坐在对面的男子身边, 男子看着手中的照片, 声音带着浓浓的情欲, 道, 如此有物, 赶紧给我取回来, 我要让他在我身下辗转成欢。 说完, 手一挥, 照片飞出落在云南风身边, 云南风扭头看去, 照片上面的女人美得惊心动魄, 正是花青舞。 云南风闭上眼睛, 因为这两人竟当着他的面旁若无人的翻云覆雨起来。 片刻之后, 云南风睁开眼, 晃着手里的酒杯没有刻意躲闪, 到后面的车上继续。 半个小时后, 云南风淡淡地说道, 两人停下, 男人眼神阴逸, 盯着云南风, 你什么意思? 该不会是打算支开我, 然后自己在回去的路上, 就把那个油雾给吃干抹净吧。 云南风神色不变, 连语气都没有丝毫波动。 你知道的, 我不会, 也不敢。 等婚礼完了, 我会亲自送他去你的房间。 现在是关键时刻, 初步的丝毫差错。 一旦出了问题, 这个后果我承担不起, 而你损失不起。 男人盯着云南风, 阴森森地笑起来, 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 咧嘴笑道, 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 我就喜欢你这听话的样子, 跟条听话的狗一样, 哈哈。 男人笑得很不屑, 云南风不但不怒, 反而配合地轻笑起来, 你很聪明, 知道怎么做一条好狗, 放心, 事成之后, 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男人像抚摸一只狗一样, 摸摸云南风的头, 然后走过去, 打开车内的隔板, 让司机停车, 最后大笑着下车。 看着两人下车上了后面的车, 云南风摊开手, 手心几个明显的指甲印, 有鲜血渗出来, 他像是没有感觉, 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 然后打开车窗, 风吹进来, 驱散了里面那股肮脏的味道。 花家到了, 门口有人迎接, 是花家的年轻一辈, 站在最前面的是花圣。 云南风再次检查了一下着装, 确定没有问题了才下车。 云绍, 花圣跟云南风气质相近, 两人都属于不了多见的帅哥, 笑容温和醇厚, 给人沐浴春风的感觉。 花少? 云南风上前和花圣握了一下手, 花家虽然没有云家强大, 但花圣的名气可不比他小, 云炎是年轻一辈, 能让他瞧得上眼的人不多, 花圣算一个。 这个称呼是不是得改变一下了? 花圣笑着打趣, 云南风稍微震了一下, 笑了笑道, 你是想我喊你大舅哥? 别, 你还是喊我, 花圣听着舒服点, 两人相视一笑, 眼神交汇, 同时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 除了云南风, 来的还有云炎是其他公子哥, 是跟着云南风来接亲的。 花圣一一打招呼, 无疑落下。 云绍, 里面请。 花圣做个请的手势。 请。 两人并肩而行, 同样的俊郎不凡, 倒是十分养眼。 云绍可准备好了红包? 花圣笑着问道, 云南风拍拍西装兜, 笑着回道, 少不了, 只见花圣一脸笑意地伸出手。 云南风微微错愕, 然后抽出一个红包递过去。 花圣打开看了看, 里面是一张支票, 金额是十万。 有个土豪妹夫, 感觉还真不错, 最起码以后吃喝不愁了。 云南风笑了笑, 正准备卖步, 只见面前多了十几双手。 都是你惹的祸。 云南风忍不住吐槽, 然后十几个红包奉上。 这当然只是玩笑, 更多的是讨个好彩头, 这里的人最不缺的就是钱。 一行人说说笑笑到了花家主厅。 南风见过花爷爷, 还有几位叔叔。 云南风恭敬行礼, 好孩子, 快起来。 花青山看着云南风, 很是满意地点点头, 对花末谢说道, 跟咱家小五真是天作之合呀。 父亲说得对, 郎才女貌的确是天作之合。 花末谢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谢叔叔好, 请问小五呢? 我在这儿。 花末谢还没来得及开口, 只见花青五从后面盈盈走出来。 这一刻, 众人觉得眼前一亮, 都豁然开朗, 明亮堂皇。 太美了, 美得勾魂夺魄, 让一行人年轻人呼吸一致, 表情呆滞, 如同被勾走了魂魄。 就连云南风也不例外, 脸上终于出现了微笑以外的表情, 有了片刻失神。 你看看这孩子, 听到你来了, 连矜持都忘了。 花末谢看着众人的表情, 得意地说道。 云南风很快恢复过来, 笑道, 小五, 我来接你了。 花青五温柔一笑, 我看到了, 那我们走吧。 你自己吗? 随之, 他心里苦笑, 他有那个命吗? 或者说, 就算花青五敢嫁, 他也不敢去。 六, 婚礼地点在云烟市唯一的七星级酒店, 云霄酒店。 这个酒店名字有些俗气, 但来头却很大, 它是云家的产业。 曾有传言,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民间传言云烟市是以云家命名。 可这可能吗? 流言止于智者, 这话也就是三鹏无有喝多了酒后的谈资。 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都知道, 这只是谣传, 但这些谣传却为云家打响了名气。 云家深知数大招风, 韬光养晦的道理, 但就算他们视力通天, 也挡不住悠悠众口。 所以, 这谣言越传越离谱, 到最后更是说云烟市就是云家的。 以至于云家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引起无数双眼睛的注视。 比如今天, 云家与花家的联姻。 婚事时间定在中午一点, 整个云烟市的各方大佬齐聚云霄酒店。 婚车到了, 都是看向那游远极近, 浩浩荡荡的车队。 领头的劳斯莱斯幻影停下。 云南风下车, 俊逸的脸庞, 挺拔的身材, 完美的家事, 无疑是许多女人梦想中最完美的白马王子。 他的出现, 不管是富家小姐, 或者平民女子, 都不可抑制地发出阵阵尖叫。 云南风的表现无懈可击, 他下车后, 绕过车尾帮花青舞打开车门, 身世儒雅, 让在场的女人更加对他着迷。 花青舞的出现更是引起一阵骚动, 这一刻所有人的雌库都发生雌穷的状况。 九天仙女下凡尘, 他们只能这样表达花青舞此时的美丽。 云霄酒店门前十万响爆竹燃起, 足足响了半个多小时, 爆竹产生的烟尘形成蘑菇云腾起升空, 鲜艳的红地毯扑到了百米外。 花青舞亲吻云南风的胳膊踏上红毯。 男俊女美, 这是今天最靓丽的风景线。 你很紧张。 云南风不着痕迹地抽了一下胳膊, 花青舞快把他的胳膊捏碎了。 他很好奇这个娇滴滴的弱女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 花青舞努力使自己放轻松, 同样轻语道, 谢谢你。 云南风面带温和的笑意, 想着周围的客人点头示意, 嘴巴微动。 不用, 各取所需而已。 花青舞轻笑, 不再言语, 努力当好暂时的新娘。 没人发现, 在他的手腕处, 一枚美丽的七彩手环在阳光下折折生辉。 穿过走廊, 眼前豁然开朗。 云霄酒店后面的草坪足有上千平方。 草坪就是此次婚礼的地点, 红毯延伸, 白色装扮, 豪客云集, 一切都透露着低调奢华。 思宜是国内最顶尖的, 但就算最顶尖的思宜也少不了惯有的啰嗦。 各位来宾, 各位亲朋好友, 欢迎各位在这个阳光明媚, 喜庆的日子里。 思宜卖力地煽动着现场的气氛。 请问, 云南风先生, 你愿意娶你身边这位优雅美丽的花青舞女士为妻吗? 无论贫穷, 云炎氏的公子哥忍不住开始起哄。 云南风拿过思宜手里的麦克风, 环顾四周, 面容温和地大声说道, 我不愿意。 全场皆惊。 思宜惊出一身冷汗,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的职责就是暖场, 制造气氛, 尴尬地笑道, 大家别急, 云先生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哦, 众人恍然大悟, 原来是开玩笑。 云南风看着众人, 面带微笑, 整个人温文尔雅, 他举起麦克风, 大声道, 这不是玩笑, 你们也没听错, 我再说一遍,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几个字是云南风一字一顿说出来的, 咬得特别重。 说完, 他转身看向花青舞, 问道, 请问花小姐愿意嫁给我吗? 花青舞突然笑了, 如百花盛开, 学着云南风的样子, 晃进了三秒, 然后轰得炸开锅。 云, 花两家的人笑容凝固在脸上。 云南风,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下面坐在主位的云家家主云摆山藤地站起来, 一拍桌子怒声责问。 云南风看着他, 笑容古怪, 既然你问的是云南风, 那就让云南风回答你吧。 云南风拿出一枚小小的遥控器, 然后他身后巨大的荧幕亮起。 荧幕上本该放的是有关婚礼的东西, 但此时却播放的是惊人很不舒服的画面。 画面中是一个昏暗的房间。 就在众人好奇的时候, 房间门打开, 透进一抹亮光。 当亮光照射到房间中那个人形黑影身上的时候, 所有宾客惊呼起来。 所有人都看清了那是一个人影生物, 全身赤裸, 皮肤暗黑, 就像是骷髅架子上挂了一层皮, 看着令人汗毛倒数。 此时, 在宾客中有一位脸圈圈的, 眼睛大大的, 长得有点像影视明星赵丽颖的可爱少女, 却不可抑制地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翘脸惨白如纸, 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坐在少女身边的是一位精气神十足, 须发揭白的花甲老人, 另外还有一对俊男美女, 堂堂。 老人大急, 急忙将少女搂紧怀里轻抚后背, 嘴里安慰着没事, 别害怕, 爷爷在这儿。 那对男女对视一眼, 也急忙安抚少女。 少女情绪逐渐缓和, 但身体依旧抖得厉害, 磕巴着说道, 就是他, 就是他, 上次抓走我的就是那个东西。 什么? 那对男女也是脸色瞬间变得凌厉害人。 周围的宾客下意识地远离老人。 这位大爷他们可惹不起, 俗家俗老虎, 别看着名字俗气, 但老人的一生可谓是传奇。 就是云烟是三岁志同, 也能把老人的事迹说上两三件。 老人曾官拜上将, 参加过越战, 一生经历大小战役无数, 被国家一号首长称之为军魂, 军队之魂。 虽然他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 但一生戎马, 子弟兵遍布世界各地, 就算云家在云烟市举足轻重, 但也不敢轻易招惹老人。 云老狗, 今天你若是不给我个交代, 我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 也要灭了你云家。 老人一脚把椅子踢得四分五裂, 怒声震天。 苏家这一代, 只有苏唐这一个女孩, 平时很是乖巧, 老人自然宝贝得紧, 可前几天苏唐竟失踪了, 这可急坏了老人, 一声令下, 苏家男儿全部赶回来, 不管你身居什么职位, 就连老人的小儿子 在国家隐秘部队任职 接到电话后都急匆匆地赶回来。 可见老人有多疼爱这个孙女, 最后更是连国家上层那几位都惊动了。 可苏家发动所有势力去找都没结果。 那几天老人不识不请,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就在老人心灰意冷的时候, 苏唐却自己回来了。 可苏唐因为惊吓过度, 竟把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只记得是有人救了他。 老人大怒, 竟有人敢对自己的孙女下手, 可苏唐忘了所有事, 他只能把闷气撒在几个儿子身上。 他这几个儿子可以说都是一方诸侯, 被老人骂得灰头土脸。 没想到今天苏唐竟想起了那几天的事, 看到宝贝孙女吓成这样, 老人恨不得调动军队灭了云驾。 旁边的男女满脸杀鸡, 尤其是男的死死地盯着云南风, 他想杀人, 这几天被老人连打带骂, 他都快崩溃了。 众兵客心里忐忑, 完了, 老虎发怒了, 可千万别连累到他们这些小鱼小虾。 苏爷爷, 您放心, 我订单给您一个交代, 请您看完再说。 云南风从始至终表情都没有多大变化, 云南风按下遥控器, 画面继续播放。 来人, 给我关掉。 云柏山大吼, 这些东西绝对不能公主于众, 否则, 云家就要完了。 今天婚礼的安保都是云家安排的, 大多是云家自己的保镖。 听到命令, 两名保镖动了, 冲向台上。 发儿, 不等老人话音落下, 身边的男子身影已经略出, 速度奇快, 几个起落追上两名保镖, 一个灵力的回旋梯, 两名保镖大口吐血倒飞回去。 我看谁敢关掉银瓶。 男子站在台上, 眼神灵力如鹰损。 如果楚勋再次就会认出, 这名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苏帆, 女人正是那个女赌客。 苏帆灵力的手段暂时镇住了场面, 云家保镖一时不敢上前。 画面继续播放, 昏暗的房间门被彻底推开, 有两人走进去, 其中一个正式台上的云南风, 另一个也是一位阴逸邪气的男子。 宾客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原来不止这两人, 那个阴逸邪气的男子手里, 还提着一个人, 因为头下垂的缘故, 看不清长相, 但从衣着来看, 应该是个年轻女孩。 这时, 那个阴暗的怪物动了, 他转身看向两人, 这时, 现场宾客同时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这个怪物的长相太恐怖了, 眼睛只是两个黑洞, 没有鼻子, 也没有嘴唇, 两排尖锐的牙齿, 挂着粘稠的唾液, 令人打心里感到恶心。 你们来晚了, 怪物竟口吐人言, 只是声音如钢铁摩擦, 听起来令人难受。 因一邪气的男子急忙弯腰道, 鬼匠大人息怒, 这云言试音时出生的女子, 已经越来越难找了。 怪物盯着后者看了一会, 然后目光移到云南风身上, 令人难以忍受的钢铁摩擦声再次响起, 花家那个叫花青武的女人怎么样了? 回鬼匠大人的话, 已经查到了他的线索, 花青武逃到古江市, 我们已经派人去了, 相信不久就会抓回来。 不久? 不久是多久? 怪物突然大怒, 一把抓着云南风的已经降临起来。 我已经等得太久了, 我受够了这副鬼样子。 鬼匠大人息怒, 云家主说对待花青武不能应来, 若是消息泄露出去会引起其他势力的注意。 最好是能把他取进云家, 然后控制他, 到时候再让他进那个地方取出您需要的东西。 云南风只能脚尖触地, 艰难地说道, 怪物听完后沉默了半想, 然后突然怪笑起来。 你的意思是由你取花青武? 是云家主的意思。 云南风急忙道, 你答应吗? 怪物问道,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没得选择, 我只是听从命令行事。 很好, 你最好牢记自己的身份, 你只是个替代品, 而我才是真正的云南风。 怪物话音刚落, 现场宾客顿时一片哗然,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那个怪物说他是云南风, 那台上的是谁? 大家快看, 有人惊呼, 众人的视线投向银平画面, 只见怪物说完松开云南风, 那双黑洞看向阴翼邪气男子手里的女子, 阴翼男子立刻反应过来, 急忙把手里的女子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此时女子平躺露出一张苍白俏丽的脸, 双眼紧闭, 看样子是昏死过去了。 盈盈? 突然宾客中一个中年男人 愤怒的大喊一声, 中年男人是汇丰集团的董事长, 姓韩, 在场的人大多都认识, 韩董, 他该不会就是你失踪了两年多的那个女儿吧? 有跟他相交比较好的人询问, 中年男人炙若罔闻, 眼睛死死地盯着银平, 只见怪物突然低头咬住少女的脖子, 昏迷中的少女挣扎了一下, 便没了动静, 几乎是寝壳之间, 少女犹如漏气的气球般扁了下去, 肌肤灰白, 变成了一具干尸, 再看怪物, 却如同充气一般, 挂在骨头上的皮肤慢慢膨胀, 最后竟变得红润有了光泽, 到最后更是犹如重生, 变成了一名英俊的青年, 只是嘴角的血迹太过刺眼, 畜生, 姓韩的中年男人, 牙子欲裂, 发出悲痛的嘶吼, 让在场的人感受到浓浓的悲凉, 云柏山, 你还我女儿命来, 中年男人双眼赤红, 凶狠地朝着云柏山扑去, 可惜他还没扑到跟前, 就被云家保镖拦住,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中年男人愤怒的咆哮声, 云家的云南风是假的, 真的云南风近视的怪物, 并且以英识出生的少女鲜血为实, 苏家老人脸色阴沉, 他身为军人, 一身戎马, 一身正气, 这一生中怪异的事情也见过不少, 况且他本身就是武道中人, 但像这么残忍的, 还是第一次见, 云家留不得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过了今天, 我而南风就可以得到新生, 而你也可以得到自由,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云柏山竟然沉得住气, 冷眼盯着场中的假云南风, 云柏山, 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应该清楚的, 是你们逼我的, 一只温文尔雅的假云南风, 突然像疯了似的朝着云柏山大吼, 云柏山沉默了片刻, 叹息道, 是为了你妹妹小宁吗? 哈哈, 假云南风疯狂地大笑起来, 笑得眼泪横流, 一只云柏山道, 你把我们兄妹从孤儿院接出来, 给我们吃掉我们川, 供我念最好的学校, 你知道我们兄妹有多感激你吗? 我曾发誓, 这辈子都不会, 违背你的事, 可你却害死了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为什么要让那个畜生, 吸干我妹妹的血? 为什么? 云柏山看着疯狂的假云南风, 痛苦道, 其实, 我一直把你们兄妹当亲生儿女看待, 你知道的, 我也不想害死小宁, 可如果他不死, 南风就得死, 畜生, 你们云家的人都是畜生, 这么无耻的话, 你也说得出口, 你那个儿子根本不是人, 他就是一只吸血的怪物, 他早该去死了, 小宁死后, 我就发过誓, 我要你们云家给他陪葬, 你们云家的人都等死吧, 你想做什么? 假云南风疯狂地大笑着, 我要毁了云家, 让你们云家的人都不得好死, 说着猛地按下手中的遥控器, 只见银屏一变, 整个银屏上全是少女的照片, 足足有两百多张, 这是那个怪物这些年害死的少女, 不轨的怪物, 假云南风的话如巨石头镜平静的湖面, 一时间激起千层浪, 在场的宾客当中, 十几个人悲愤地咆哮, 声音悲切, 这些少女里面就有他们的亲人, 云家丧尽天良, 云百山, 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还我女儿命来, 灭了云家, 云言是不允许存在这么肮脏的家族, 一道道怀着滔天恨意的讨伐声, 让云家成员脸色发白, 神色惊恐, 就连云百山这种枭雄也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一个人对付云家, 就算苏家老人, 他们亦可周旋, 十人对付云家, 他们亦可对抗, 可百人呢? 所有云家成员都知道, 云家这次算是完了, 这些云言是大佬和在一起的能量, 别说云家, 就是京城那些老牌家族都得退避三社, 云百山是不是很后悔? 你没想到云家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吧? 假云南风很生责问, 云百山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我是后悔, 但不是因为云家完了, 而是后悔选了你做南风的替身, 多行不易必自闭, 不管你因为什么后悔, 今天过后, 你完了, 云家完了, 你们这些畜生都会去地狱报道, 地狱, 你真以为凭你就能毁了我们云家? 真是太可笑了, 云百山一指花轻舞, 不怕告诉你, 只要抓住他, 等我而南风的病好了, 再见一个云家有何难? 云百山说完, 大吼道, 鬼圣子, 鬼妹, 还不出手, 话音落下, 只见两刀身影从远处急速掠来, 几个起落就到近前, 这一男一女, 正是跟着甲云南风去接亲的那对男女, 男子名为鬼圣子, 女的名叫鬼妹, 畜生, 信函的一眼认出, 此人就是把自己女儿献给那个怪物的人, 悲愤地大吼起来, 鬼圣子不懈地瞥了他一眼, 应笑道, 老头, 你女儿能作为鬼疆大人的食物, 是他的福分, 你应该感谢我, 苏少爷, 求你帮我杀了他, 我愿意把汇丰集团双手奉上, 中年男人看着苏帆大声哀求, 鬼圣子眼神阴逸, 邪笑道, 杀我, 还是你先去死吧, 鬼圣子朝着中年男人扑去, 同时大喊, 鬼妹, 你去抓花轻舞, 你敢, 苏帆满脸杀鸡, 身影晃动, 朝着鬼圣子扑去, 给我滚, 鬼圣子猛地停下, 转身一拳轰出, 苏帆冷哼一声, 身体拔高, 如如阴机长空, 当头一拳砸下, 碰, 两只同样凶狠的拳头撞在一起, 空中荡起凌厉的进风, 鬼圣子被震得连退好几步, 苏帆凌空道翻回去, 落地后, 同样倒退好几步才站定, 两人同时诧异地看向对方, 短暂的交手谁都没占到便宜, 旗鼓相当, 七, 苏帆和鬼圣子实力相差不多, 相互都有些忌惮, 实力不错呀, 鬼圣子邪笑, 可你只有一个人, 我们却有两个, 鬼妹上前两步, 更好将苏帆夹在中间, 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小哥哥, 看你一表人才, 何必打打杀杀呢, 不如你把花青舞送给我们, 而作为报酬, 我把自己送给你怎么样, 是不是很划算, 反正他跟你非亲非故, 这对你来说, 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鬼妹伸出舌头, 舔着星红的嘴唇, 挑逗地说道, 无耻, 一声娇和, 女赌客几个起落略上台, 厌恶地盯着鬼妹, 呦, 有人吃错了呢, 鬼妹哥哥, 娇笑起来, 小哥哥艳福不浅呀, 给我闭嘴, 女赌客怒道, 干嘛这么这么凶吗, 怪不得你现在还是原装货, 看来小哥哥是看不上你的, 女赌客眼神一寒, 也不搭话, 一个箭步冲到鬼妹镜前, 灵力的鞭腿, 带着尖锐的破空声横扫而出, 鬼妹明显没料到, 女赌客这么果断, 身体猛的后仰, 躲开女赌客的鞭腿, 后退两步, 转身朝着苏帆扑去, 鬼圣子身影一闪拦住女赌客, 邪笑道, 小妹妹, 哥哥陪你玩玩, 女赌客眼神冰冷, 也不搭话, 直接冲了过去, 修长的眉腿带着血木的白光扫向鬼圣子的脑袋, 鬼圣子单臂招架, 碰, 边腿扫中鬼圣子的胳膊, 女赌客脸色微变, 身体跃起, 另一条腿踹向鬼圣子的胸口, 鬼圣子后退一步, 猛的一拳轰出, 碰, 一拳击中女赌客的脚底, 女赌客闷哼一声道翻回去, 落地后连连倒退, 站定后, 眼神凝重地盯着鬼圣子, 她的是先天六层, 比起先天七层的鬼圣子差了一筹, 当才交手她吃了暗亏, 苏帆一急就想过去帮忙, 可刚踏出一步就被鬼魅拦住, 小哥哥, 人家还在呢, 你怎么只顾着看其他女人呢, 难道人家不漂亮吗? 鬼魅故作伤心地说道, 苏帆眼神厌恶, 讥讽道, 别在这里卖弄风骚了, 卖肉的小爷我见多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卖臭肉的你, 还是第一个? 鬼魅脸上的魅笑凝固, 阴沉地盯着苏帆, 怪笑道, 小哥哥, 你知不知道上了人家的心? 所以我决定, 等你落在我手里, 我要洗干你的阳精, 然后把你做成标本钉在墙上, 洗我阳精我还嫌你嘴脏呢, 不过, 我可以让在场的男士, 每人赐你一泡妙。 苏帆邪恶地说道, 论恶心人, 他还没服过谁呢? 去死吧。 鬼魅大怒, 尖叫一声朝着苏帆扑去, 指甲泛着黑光, 直接抓向苏帆的脸。 我靠, 你这赖女人, 小爷还靠这张脸吃饭呢? 苏帆细腻地说道, 同时身体后羊躲开利爪, 猛地一脚踢出, 鬼魅双臂交叉格挡, 碰, 沉闷地碰撞声, 鬼魅被一脚踢飞, 就这点本事, 苏帆满脸不屑, 鬼魅最多也就先天五层的实力。 鬼魅落地后滚了几圈, 然后猛地弹起, 再次朝着苏帆冲来。 不知死活, 苏帆冷哼, 鬼魅冲来, 猛地抬腿踢向苏帆的下体。 同时, 脸上带着阴险的笑容, 手一扬, 一团粉雾撒向苏帆。 苏帆察觉到不对, 急忙后退, 可惜晚了一步, 他已经吸了两口粉雾进去, 当下便觉得身体发软, 脑袋炫韵, 身体一晃便单膝跪倒, 双手撑地才勉强支撑住, 没有倒下。 哎呦, 小哥哥, 你这是求婚还是求饶啊? 鬼魅笑嘻嘻地问道, 随之眼神阴寒, 不管你是求婚还是求饶, 我都不会答应。 苏帆? 女赌客看到苏帆倒下, 焦急地大喊, 慌乱中一个不察, 被鬼圣子一脚踹中腹部, 她的修为本来就没有鬼圣子高, 这一脚, 直接让她大口咳血摔落在十几米开外。 小哥哥, 看你的心上人伤成这样, 是不是很心疼啊? 鬼魅如猫戏, 老鼠般戏谑地说道, 两位别玩了, 办正事要解。 云柏山催促道, 她明白云家这次完了, 回天乏术,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花青舞, 有花青舞在, 踏尔云南风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到时候再见一个云家不难, 反正云家的底蕴还在。 水生带着其他人撤退, 云柏山吩咐, 云水生应声是, 他们了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很早就准备好了撤退计划。 鬼圣子转身看向花青舞, 邪笑道, 花小姐, 请配合, 我可不舍得弄伤你这个千娇百妹的大美人, 说着就朝花青舞略去。 花青舞嘲讽地看着鬼圣子, 没有丝毫惊慌。 畜生, 你敢。 苏家老人动了, 蛇战春雷, 如下山猛虎扑来,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比鬼圣子快了何止一倍。 老人后发先至, 先一步挡在花青舞面前。 哄, 老人气势骇人, 轻飘飘一掌, 将鬼圣子震的大口壳血, 人倒飞出去。 下一刻, 老人已掠到鬼魅眼前, 鬼魅亥然, 手里抓着粉红色的粉末就想撒出去, 可老人根本不给他机会, 抬脚将他踢飞。 老人气势如虎, 他本来不想跟小辈计较, 但鬼圣子和鬼魅的招数太阴险, 他是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家逃走的, 这样的家族必须除掉, 不然将来会造成什么样的祸端。 云柏山, 今天你走不了了, 云家造了这么多孽, 必须得给被你们残害的那些女孩一个交代。 老人盯着云柏山沉生道, 这么多花季少女死得如此凄惨, 自己的孙女也差点遭到魔掌, 这让一生戎马的老人心里满是杀机。 灭了云家, 畜生不如的东西不该活在世上。 云家桑尽天良, 应该全部下地狱去给被他们残害的那些少女道歉。 云家激起众怒, 所有宾客开始同仇敌凯讨伐云家, 云家一时间群情激愤。 高高在上的云家顿时成了众矢之地,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不死都不足以平民愤。 云柏山脸色阴沉, 云家其他人却如丧考彼, 被如此场面吓得面无人色。 就凭你们, 也想杀我。 云柏山英冷地说道, 然后大喝一声, 鬼长老, 要劳烦你老人家出手了。 杀!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一味面如枯狗, 身穿黑色道袍的老人出现在台上。 鬼长老, 请速战速决, 我们得尽快撤离。 云柏山说道, 云柏山, 老夫做事, 岂容你指手画脚, 若不是看在鬼将大人的面子上, 你在我眼里, 还不如我养的这些小玩意。 随着鬼长老的话, 一只巴掌大的黑蜘蛛爬上他的肩膀, 对着众人张牙舞爪。 另一个肩膀上, 一只二十公分长, 全身赤红的蜈蚣爬上来, 摇头晃脑。 云柏山脸色一边, 急忙道, 不敢。 鬼长老冷哼一声, 不再理会他, 阴依的眼神看向苏家老人, 咧嘴道, 后天一层修为, 还算不错。 老人眼神收缩, 神色凝重, 对方一眼看穿他的修为, 就凭这份眼力, 也不可小觑。 我现在要带云家的人离开, 你要拦我吗? 鬼长老问道, 云家的人如此恶毒, 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他离开的。 老人来没来得及开口, 一个宾客率先怒吼。 鬼长老眼神微眯, 道, 不知死活, 只见他尖头的蜘蛛轻轻一跳, 竟弹出去十几米, 直接趴在那个宾客脸上。 宾客说话的时候, 老人就意识到不好, 看到那只黑蜘蛛弹射而去, 他脚下一动就要冲过去。 可鬼长老另一个尖头的那条蜈蚣, 跳下来拦住他的去路。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只见那个宾客仰面倒下, 脸色紫青, 七孔流血, 早已没了呼吸, 明显是被毒死的。 所有宾客都被吓得脸色惨白, 惊恐地朝后退去。 老人神色凝重, 盯着眼前的蜈蚣, 刷! 二十公分的蜈蚣猛地弹射, 化作一道鸿芒席向老人。 老人急速弯腰, 伸手扯下一块脚下的红毯, 朝着射来的蜈蚣卷去。 吃! 一声轻响, 蜈蚣如利刃般划开红毯。 老人一惊, 内袭运行至手掌猛地拍出。 碰! 蜈蚣被老人拍落在地, 抽出了几下, 便不动了。 老人自己却闷哼一声, 抬起手, 只见掌心泛黑, 蜈蚣全身是毒, 而且毒性猛烈, 掌心的黑色迅速蔓延, 一股血运感传来, 让老人身子晃了一下, 然后急忙连点树脂封住经脉, 防止毒素蔓延。 爷爷, 苏帆大吉。 我没事, 老人脸色有些苍白, 好在修为身后, 可暂时压制毒素扩散。 鬼长老冷笑连连, 讥讽道, 这条蜈蚣自小被我用蝎子, 毒剑蛙, 欺不舍等毒物的毒液未养, 其毒无比, 中了他的毒, 就算你是后天修为, 也熬不过两个小时, 慢慢等死吧。 老人脸色蔓延上一层青色, 这毒太霸道了, 咬牙冷声道, 我容马一生, 能活到现在知足了, 就算是死, 也要收拾了你们这群鬼东西。 云柏山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鬼长老, 这老东西肯定通知了部队, 他有什么资格调动部队, 鬼长老不以为意, 云柏山着急地将老人的身份说了一遍, 鬼长老听完一正, 怒道, 你怎么不早说, 他虽厉害, 但还没自大到对抗部队, 子弹是奈何不了他, 但一个穿假弹过来他立马报废, 云柏山心里很是愤怒, 但表面不动声色, 恭敬道, 鬼长老, 我们还是快快离开吧, 此时, 老人, 苏藩, 女赌客都以无再战之力, 其他宾客都只是普通人, 根本拦不住, 三人只能干着急, 撤, 鬼长老大手一挥, 扭头看向花青舞, 你给我过来, 说话间朝着花青舞抓去, 同时另一只手一甩, 一只巴掌大小的黑蝎子朝着假云南风袭去, 砰砰, 两到不同程度的闷响, 只见黑蝎子快要落到假云南风身上的时候, 他身前凸显出一片水木般的涟漪, 直接将黑蝎子震成一团血雾, 另一道闷响来自鬼长老, 他的手快要触及到花青舞的时候, 他身前同样凸显水木般的涟漪, 直接将鬼长老震飞, 这突然间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鬼长老踉枪落地, 咳了一声, 一抹刺眼的血迹顺着嘴角流下, 七, 鬼长老伸手试掉嘴角的血迹, 眼神阴逸, 有些忌惮地盯着花青舞和假云南风, 花青舞神色波澜不惊, 眼带讥讽, 假云南风则是满脸震惊, 伸手拿出一块玉牌, 这东西真的能救他一命, 思绪回到两天前的一个晚上, 自从妹妹被那个怪物害死后, 他时刻想着报仇, 为了悼念也为了提醒自己, 他在自己的房间中为妹妹设立了灵位, 两天前的晚上, 他跟往常一样悼念王妹, 他喜欢把每天的苦闷和心事诉说给妹妹听, 可惜妹妹再也无法回应了, 当时, 他对妹妹说出了自己复仇的心思, 你想报仇吗? 突然间出现的声音吓得他差点心脏停跳, 好在云家为了让他更像云南风, 所以在培养他的时候不遗余力, 练就了独当一面的本事, 而他也善于掩藏自己的心事, 虽说做不到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但浴室冷静沉着还是可以办到的, 当他闻声望去, 只见一位俊美的青年不止何时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眼神带着探究, 他当时已经无法去追究对方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他房间的, 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心思已经暴露, 你是谁? 他盯着那个俊美的青年, 心思则在思索如何让对方永久闭嘴,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报仇, 对方声音淡漠却很笃定, 身上有一种令人沉浮的气质, 报什么仇?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他不知道对方听了多少又知道什么, 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承认, 他以为对方会挑明或者威胁他, 可这位俊美的青年只是微微一笑, 道, 既然如此就当我没来过, 对方说完转身即走, 等等, 他下意识地开口, 不是因为相信对方, 而是怕他出去泄露了自己的秘密, 俊美青年转身静静地看着他, 你说可以帮我报仇, 我凭什么相信你? 他一边试探, 一边脑子急速运转, 要怎么才能让对方永远闭嘴? 可思来想去, 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杀了对方, 只有死人才会永远保守秘密, 他估计了一下双方的力量, 对方身体消瘦, 力量可能不会太强, 可自己也是手无腹肌之力, 看来只能偷袭了, 你先坐, 我帮你倒杯茶,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果然, 对方并没有拒绝, 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 后脑勺对着他, 不知道是自信还是毫无防备, 不管因为什么, 这是绝佳的机会, 他轻轻拿起后面装饰用的花瓶, 悄悄走到对方身后, 对方好像毫无察觉, 他的手有些抖, 他连鸡都没杀过, 更别说杀人了, 可为了报仇, 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对不起, 他大吼一声, 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然后闭上眼睛, 手中的花瓶重重地砸下去, 碰, 一声闷响, 声音跟他想象中不太一样, 难道没杂重, 他睁开眼偷偷看去, 刚好碰上对方冷漠的眼神, 更令他惊骇的是, 手里的花瓶竟然定在半空, 任他如何用力, 花瓶纹丝不动, 只见对方轻轻招手, 花瓶慢慢地漂浮起来, 静直落在那只白皙的手掌中, 五指微微一捏, 碰, 花瓶突然炸开, 碎片并没有飞溅出去, 而是漂浮在空中定格, 这是什么手段, 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双腿发软, 双手扶着沙发, 才不至于瘫倒, 如果不是那句对不起,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对方声音不含丝毫感情, 五指猛的病笼, 只见定格在空中的花瓶碎片, 瞬间化为积粉, 他再也支撑不住, 软软地瘫倒在地上, 他是神仙, 他混沌一片的脑子, 突然闪过一抹亮光, 对, 他肯定是神仙, 只有神仙才有这种手段, 你是神仙吗? 对他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再次问道, 他挣扎着爬起来跪下, 我想报仇, 求神仙原谅我, 有眼无珠, 只要能报仇, 就算付出生命, 我也在所不惜, 他只记得当时不停地磕头, 不停地哀求, 他知道光靠自己报仇成功的几率太小了, 他必须得到神仙的帮助, 接下来, 我说你听, 只要按我说的做, 保证能为你妹妹报仇, 他知道, 对方这样说, 就是原谅他了, 谢谢神仙, 谢谢神仙, 很可爱的七彩小蛇, 说是一块让他戴在身上, 可危急关头保他一命, 另外一块和小蛇让他转交给花青舞, 现在他才知道, 这玉牌的威力有多恐怖, 收回思绪, 他转身看向花青舞, 不知道, 那个如神仙一般的俊美青年跟花青舞有什么关系, 你很聪明, 选择相信他, 是你这辈子最明智的抉择, 花青舞像是知道贾云南风心中所想, 开口道, 贾云南风心里一领, 其实他也是挣扎了好久才决定的, 鬼长老看到贾云南风拿出一块玉牌, 眼神一转, 爆发出炙热之色, 如此宝物, 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防御力太强了, 小子, 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 我饶你一命, 甚至还可以收你为徒, 贾云南风为恶, 然后忍不住发出嘲弄的笑声, 眼神讥讽, 这老东西真是得了失心疯, 小子, 你应该知道匹夫无罪怀避其罪的道理, 你能保得住他吗? 若你成为我的徒弟, 我不但可以保你性命, 到时候你要什么有什么, 金钱, 美女, 我是保不住他, 但他可以保住我, 我劝你别再一想了, 还是赶紧想想怎么活着出去吧, 鬼长老冷笑道, 虽然我暂时拿不下你, 但若我要离开, 这里谁能拦我, 是吗? 花青武不屑地反问, 怎么, 你还敢跟我动手不成? 若不是你们手里那块玉牌, 老夫抬手便肯灭了你, 花青武点点头, 你说的没错, 我是不敢跟你动手, 但他敢, 花音落下, 花青武伸出手, 手腕处的七彩手环在阳光下折折生辉, 九妖, 看你的了, 随着花青武的话, 他手腕处的七彩手环活了, 从他手腕上落下, 众人惊异, 一只七彩手环竟变成了一条美丽的七彩小蛇, 九妖微微昂起头, 幽暗的眼睛看向鬼长老带着不屑, 没错, 的确是不屑, 众人脸上的惊异之色更浓, 你该不会是想凭这条小蛇留下我吧? 鬼长老不由地笑开了, 这种小蛇, 他有很多, 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蛇王? 说话间, 袖袍一抖, 一条如志同手臂粗细的花斑大蛇从他袖口游出来, 蛇性子竟是黑色, 吞吐不休, 更为怪异的是, 这条大蛇头上竟长着黑色的关子, 杀了他们, 鬼长老下令, 那条大蛇慢吞吞地从袖口游出, 舌头高昂, 配上头上的黑关子, 像是一只骄傲的大公鸡, 好, 九幽突然一声怒吼, 如汗雷乍响, 震得众人一震头晕眼花, 众人唐木结蛇, 这还是蛇吗? 更令人震惊的是, 鬼长老那条从袖口已经游出大半个身子的大蛇, 听到九幽的吼声后, 竟此溜一下缩了进去, 啊, 鬼长老突然惊叫, 然后袖跑猛地一抖, 那条花斑大蛇被甩了出来, 然后他飞快地拉起袖子, 只见胳膊上两个的小孔明显是蛇的咬痕, 而且那两个小孔流出黑色的血, 畜上, 你敢是主, 我杀, 突然, 鬼长老声音戛然而止, 脸上泛起浓浓的黑青色, 并且眼角, 鼻子, 耳朵等开始往外渗血, 碰, 他的身子轰然倒地, 气息全无, 静, 死一般的静, 所有人都实话了, 刚才牛逼轰轰不可一世的鬼长老, 竟死在自己养的毒物口中, 云家的人, 还有鬼圣子, 鬼妹, 全都眼睛鼓得像蛤蟆, 满脸震惊, 任谁都没想到竟会发生着戏剧性的一幕, 尤其是云柏山, 一张老脸仗的通红, 他突然觉得很丢人,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溺水快要死的人, 好不容易抓住岸上人的胳膊, 结果却把失救的人从岸上拽了下来,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这句话是苏帆说的, 但却惊醒了其他人, 云柏山, 这次看你还怎么逃, 贾云南风恶狠狠地说道, 云柏山身子一晃, 脸上的丛容彻底不复存在, 他终于感觉到了害怕, 伪长老是他最大的依靠, 可这个依靠出场很拉风, 结局却悲催地令他想骂娘, 那条蛇跑了, 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声, 众人看去, 只见那条花斑大蛇在草丛中急速游走, 快若闪电, 九佑, 千万别让他跑了, 花青五急忙说道, 这条蛇太毒了, 若是有人不小心碰到就糟了, 刷, 众人只觉得眼前闪过一道七彩光芒, 然后就看到九佑昂着头悠闲地往回游走, 当众人看向那条花斑大蛇, 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此时的花斑大蛇已经断成好几节, 就算断成一节一节, 暂时也死不了, 每节都在草丛中不断地蠕动着, 做垂死挣扎, 众人再次看向九佑的眼神变了, 感觉全身汗毛都炸开了, 云摆山双腿一软, 眼神呆滞地瘫倒在地, 表情默然地呢喃, 完了, 全完了, 七, 谁说我们云家完了, 有我在, 云家就会屹立不倒, 就在众人刚松口气的时候, 一道钢铁摩擦般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太过刺耳, 听过一遍就永远都不会忘, 那个怪物竟然来了, 反而, 云摆山惊喜地惊呼, 一道黑影闪电般袭来, 眨眼间出现在台上, 众人放眼望去, 不由得后背直冒寒气, 就连云家的人也不禁退后几步, 在画面中看到和亲眼所见是两码事, 此时看得更加真切, 这哪里还能看出个人样, 整个就是骷髅架子上挂了一层人皮, 看一眼就让人不寒而栗, 拜见鬼将大人, 鬼圣子和鬼妹齐声道, 怪物两只黑洞一般的眼睛, 扫了一眼地上的鬼长老, 结结怪笑道, 真是笑话, 死得还不如一条狗有价值, 说完两只黑洞, 看向鬼圣子和鬼妹, 废物, 活着有什么用, 鬼将大人饶命, 两人吓得魂不附体, 急忙求饶, 若不是看在你们与我同出一宗, 本将定会杀了你们, 谢鬼将大人不杀之恩, 鬼圣子和鬼妹吓得浑身颤抖, 匍匐在地上, 哆嗦着说道, 怪物冷哼一声, 又将视线移到甲云南风身上, 小小傀儡, 竟敢反主, 就算是傀儡, 也比你这不仁不轨的怪物强, 眼前的怪物就是杀害他妹妹的真凶, 他的恨意早已淹没了理智, 怪物沉默,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很生气, 一股令人胆寒的危险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刷,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怪物已出现在甲云南风面前, 干枯如鬼爪一般的手, 带着我浓郁的黑气, 抓向他的天灵盖, 哄, 水目凸显, 涟漪激荡, 玉牌显微, 怪物的利爪被光幕阻挡, 咔咔, 如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 只见甲云南风身前的光幕之上, 光滑急速流转, 但却没有将怪物震飞, 而是在怪物的利爪下发出咔咔的声音, 甲云南风眼底闪过一抹恐惧, 低头看去, 他手中的玉牌无数裂纹蔓延, 怪物突然收手, 然后带着黑气的利爪再次拍下, 砰, 甲云南风身前的光幕碎了, 手中的玉牌也化为积粪, 我这个正主已经出现, 你这个傀儡也该退场了, 下去陪你妹妹吧, 怪物的抬起利爪, 冲着甲云南风的天灵盖抓下, 九妖, 花青舞焦急地喊道, 没想到玉牌镜挡不住怪物, 就在怪物的利爪即将抓到甲云南风天灵盖的时候, 一道七彩光芒暴射而出, 狠狠地装在他身上, 动, 一声金属撞击的闷响声, 让人耳膜一阵刺痛, 只见怪物踉跄着栽了几步, 站定后猛地看向地面, 黑洞一般的眼睛竟冒出丝丝黑气, 九妖晃晃小脑袋, 歪着头, 好像在诧异对方身体的强度, 那模样极具人性, 有趣, 这世间还有如此一瘦, 不如你来做我的宠物吧, 怪物说道, 好, 九妖明显听懂了, 怒吼一声,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只见九妖张开嘴喷出一口唾液, 像是在嘲讽对方异想天开, 在场的人各个实话, 他们看到了什么, 这条小蛇在对那个怪物吐口水, 这些宾客虽然都是普通人, 但身份都不低, 能接触到普通人接触不到的一些人和事, 可九妖的动作也太人性化了, 差点惊到他们下巴, 有意思, 怪物声音如钢铁摩擦, 饶有兴趣地说道, 九妖却觉得没意思, 猛地弹射, 快如闪电, 他把自己当作鞭子使, 一尾巴抽在怪物脸上, 这一下抽得够结实, 啪, 一声脆响, 众人看去, 只见怪物纹丝不动, 九妖这一尾巴, 没有对怪物造成任何伤害, 怪物像是被九妖抽脸的动作激怒了, 冷哼一声, 浑身黑气蔓延, 抬起立爪抓向九妖, 九妖身体灵活, 速度又快, 猛地弹射出十几米, 昂首发出一声怒吼, 他很生气, 两次进攻都没有对怪物造成伤害, 刷, 九妖再次弹射, 发起猛攻, 除了楚巡, 他还没触过谁呢, 咚咚, 震耳欲聋的金属碰撞声, 九妖一次次发起冲击, 可怪物身如钢铁, 一番攻击对他造不成任何伤害, 好, 九宫不下, 九妖有些愤怒, 有趣的小蛇, 你做点我的宠物了, 怪物云南风说道, 哄, 他身上腾起大片的黑雾, 手掌中多出一枚赤红色的果实, 拇指般大小, 这个东西你很熟悉, 怪物突然看向花青舞说道, 花青舞露出思索之色, 这枚红色果实很是眼熟,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但却一时想不起来, 看来你忘了, 不过没关系, 怪物把手中的红色果实吞下, 可惜只有这一刻, 随着怪物的话, 他的身体如冲气般膨胀起来, 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位俊美的青年, 这才是云南风的真面目, 来吧, 小蛇, 乖乖做我的宠物, 此时的云南风身上透出强大的气息, 好, 九幽启容他这般挑衅, 当下暴射而去, 碰, 云南风随意地挥出一拳, 只见九幽像是自己撞上去的一般, 被一拳震飞, 跌落在十几米开外, 众人大惊失色, 云南风变成人的模样, 战力怎么突然强了这么多, 是那可诡异的红色果实, 所有人有想到了这一点, 乖乖做我的宠物吧, 云南风一步步朝九幽走过去, 花青武满脸焦急, 想过去就九幽, 可刚踏出一步, 只见云南风手一挥, 一股静气迸发, 玉牌自动护住, 花青武身前出现一层光幕, 光滑流转, 碰, 静气击中光幕, 只见光幕荡起阵阵液, 最后直接炸开, 连同花青武身上的玉牌也化为积粉, 花青武也被震退好几步, 苏家老人和苏帆等人大惊失色, 内心外放, 宗师, 云南风停下脚步, 扭头看了老人一眼, 怪笑道, 还算有点见识, 老人眼底生起浓浓的亥然之色, 宗师, 这两个字犹如泰山压顶, 令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宗师是什么, 更厉害吗, 有兵客不明所以, 我听一个习武的朋友说过, 说是宗师强大如神, 飞花斋叶皆可伤人, 百米之外便可杀人, 无可匹敌, 百米之外杀人, 这也太扯淡了, 还一人对付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 开什么玩笑, 这人不信, 这也太离谱了, 你不信, 云南风突然出声, 众人不由地看向他, 云南风弯腰摘下一只草叶, 在手里把玩, 突然手一样, 咻, 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紧接着, 刚才那个怀疑宗师手段的人, 砰的一声仰面栽倒, 眼睛鼓起, 脸上还带着惊慌, 他的眉心有一个小小的血洞, 众人吓得面色如土, 惊恐地看着云南风, 这一刻他们才明白, 传闻中的宗师手段不是玩笑, 更没有夸大其词, 你们刚才对我云家群起而公之, 我该怎么惩罚你们呢? 云南风眼神微微眯起, 眼底带着嗜血的味道, 要不把你们全杀了, 虽然这样有些麻烦, 但可以一劳永逸, 云南风像是在自言自语, 众人却听得毛骨悚然, 有就不信他敢把我们全杀了, 一个宾客大声说道, 对, 我们这么多人, 他敢全杀吗? 宾客中不缺乏有血性的人, 何况他们都是一方大佬, 平时受人尊敬惯了, 什么时候被人当做过带宰的牛羊一样, 云南风薄薄的嘴唇掀起一抹残忍, 眼神冷酷无情, 下一刻人已略出几乎是眨眼间, 他又回到原地, 众人吓得亡魂接冒, 因为云南风手里提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 正是刚才说话的两个宾客, 喷喷, 直到此时, 两具无头尸体才倒地, 鲜血狂喷, 啊, 此起彼伏的尖叫声, 声音中的惊惧令人如坠冰枯, 宾客中有不少女性已经被这残忍的荧幕吓得昏死过去, 更有甚至吓得大小便失禁, 畜生, 老人牙子欲裂, 愤怒的大吼, 身上的毒蔓延的更快, 让他脸色淡青, 嘴唇发紫, 整个人摇摇欲坠, 云南风却不以为意, 随意地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扔在宾客面前, 人头滚落在一个身体肥胖的宾客脚下, 这位宾客身体猛地一两, 然后双手捂着脖子, 瞳孔无限放大, 喉咙里发出嘶鸣声, 突然一头栽倒, 气息全无, 竟是被活活吓死了, 这一幕更是让所有人有种置身地狱的感觉, 吓得魂不附体, 啊, 我不想死, 别杀我, 我不想死, 有个宾客眼神混乱, 疯狂地大喊大叫, 还有一个办法, 你们可以不死, 云南风悠悠地说道, 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他身上, 云南风摇曳的眸子环顾一周, 淡淡地说道, 其实这件事不怪你们, 你们也是受人蛊惑, 只要你们杀了苏家的人, 然后将你们的产业并入我们云家, 都时候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 我自然会保全你们性命, 不管是为了保密, 还是为了你们的性命, 苏家的人都必须死, 你们自己考虑吧, 云南风,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畜生, 苏藩大骂, 云南风这招太毒了, 让这些人杀了他们, 然后毁尸灭迹, 到时候再捅一口径, 说他们苏家的人, 今天没来过这里, 有这些人作证, 这些人和在一起的能量, 连国家都要忌惮三分, 到时候, 就算国家想调查, 恐怕也是不易, 七,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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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点红票, 云南风的胃口很大, 今天云烟是各行各业的大佬齐聚, 如果控制了这些人, 那将是一股很恐怖的力量, 就连京城那些传承千年的老牌世家, 恐怕也有所不及, 云烟是属于二线城市, 但这些年经济发展迅猛, GDP比起一线城市, 或者一些小国家都不堪多让, 如果让云家控制了这股力量, 那对国家来说都是不小的威胁, 宾客们有些吃惊, 他们没想到云南风的野心这么大, 我没时间陪你浪费, 这样吧, 从现在开始, 每过一分钟我就杀一人, 该怎么做, 你们看着办, 云南风残忍地说道, 所有人都明白,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但是却无可奈何, 该怎么办, 每个人的脑子都在高速运转, 把他们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 他们不愿意, 可不愿意的下场就是死, 逃, 有些人想到这点, 这么多人如果逃跑, 云南风就算是神也不可能全部拦住, 想归想, 但没人这么做, 他们不敢确定其他人会不会一起逃, 若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傻乎乎地逃跑, 那下场可以想象, 这就是人性, 瞻前顾后, 啊, 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阵惊恐的尖叫,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打个寒战, 骨头里都透着寒意, 就在他们思考的时候, 一分钟到了, 云南风毫不犹豫地摘下一位宾客的脑袋, 云南风很平淡, 仿佛杀人跟杀鸡没什么区别, 他的眼神残忍地看着众人像是在挑下一个目标, 你们考虑好了吗? 云南风问道, 无人吭声, 现场一片沉默, 这样吧, 我一个一个问, 云南风视线移到一个脸色刚毅的中年人身上, 这个中年人叫孙海, 是海天地产的董事长, 这个脸色刚毅的中南年被云南风眼神一扫, 静下地直接瘫倒, 浑身抖如筛糠, 你, 答应吗? 云南风问道, 我, 孙海眼神惊恐, 牙齿咔咔作响, 静下地说不出话, 急得额头渗出痘大的汗珠, 看来你不愿意, 我就去死吧, 云南风说你去死吧几个字的时候太随意了, 就像说你去吃饭吧一样, 语气没有丝毫波澜, 手掌黑气环绕, 慢慢抬起, 所有人这一刻心脏都开停跳了, 他们知道云南风的手落下, 孙海的人头就要搬家, 楚徐, 你这混蛋, 再不出现老娘记恨你一辈子, 花青武看不下去了, 朝着天空大喊, 云南风的手突然顿住, 扭头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丑八怪, 看什么看, 你别得意, 他若出现, 杀你如土狗, 花青武盯着云南风愤恨地说道, 哈哈, 云南风仰天长笑, 与其充满不懈道, 我为宗师, 若非人黄, 世间谁能掌握, 秀, 奸笑的破空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一道白光仿佛来自天际, 冲着豪气万丈的云南风而来, 云南风脸色微变, 他竟从这道白光中感受了威胁, 当下足下发力, 身子倒退出去, 是, 如利刃划破树叶的声音, 众人举目望去, 只见一把木剑插在云南风之前站立的地方, 木剑平凡无奇, 就像很多人小时候自己制作的木剑玩具, 花青武的眼神在看到木剑的瞬间, 突然变得明媚照人, 一踩流转, 他知道, 他来了, 云南风脸色难看, 前一刻他还在说人黄之下, 无人可伤他, 下一刻就被一把木剑逼退, 这是赤裸裸的打脸, 他盯着木剑的眼神突然一凝, 瞬间变得炙热无比, 他感觉到了木剑中孕育着强大的力量, 他下意识踏出一步, 可紧接着脚步一掷, 放眼看向远处, 他此时是所有人的焦点, 这个动作让众人跟着他放眼望去, 只见阳光下, 一位俊美的青年双手附后, 如闲停漫步般, 游远极近, 这混蛋, 花青武轻语, 眼神带着点点泪光, 在阳光下盈盈生辉, 甲云南风的身子下意识地站直, 脸上浮现出恭敬之色, 青年的步伐看似慢, 实则快, 几乎是几个呼吸间便走到众人十米处, 待看清青年的长相, 苏帆突然瞪大眼睛, 惊喜地喊道, 老大, 此人正是楚勋, 楚勋明显没想到在这里碰到苏帆, 诧异地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我家就在云烟市,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老大, 真是太巧了, 看到楚勋, 苏帆很是兴奋, 脸上的担忧一扫而空, 开心地说道, 你受伤了, 楚勋看着他, 苏帆脸色一变, 急声道, 我没事, 老大, 你快看看, 我爷爷, 他中了毒, 楚勋跟着他的视线看向老人, 走过去道, 放松就好, 老人还没回过神, 就感觉到一股强横的气息冲进他的体内, 蔓延的毒素竟被逼得倒流, 噗, 一股黑血硬是被从老人口中逼出来, 老人感觉到, 体内的气息变得柔和, 正在滋养他的奇经八脉, 他自己看不到, 其他人却是目瞪口呆, 因为老人脸上的黑青色迅速退去, 肤色恢复正常, 毒已经清理了, 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楚勋收回手, 淡淡地说道, 老人还处在震惊中, 半天没回过神来, 一切发生得太过了, 老大, 你真是太牛逼了, 苏帆大声嚷嚷, 楚勋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但还是走过去帮他聊好伤, 有走过去一好女赌客, 这才看向花青武, 我来了, 花青武却翘脸一板, 扭过头去哼了一声, 楚勋摸摸鼻子, 我有些是耽误了, 花青武还是不理他, 楚勋苦笑道, 阿姨醒了, 花青武先是一正, 接着大喜道, 真的吗? 楚勋点点头, 我已经让鬼佬送他回古江市了, 花青武一愣, 怪不得今天一直没看到鬼佬, 他还以为自己不听劝, 鬼佬生气了不想见他呢, 发而, 这位是, 老人从震惊中回过神, 小声问道, 他叫楚勋, 是我在古江市任的老大, 可牛逼了, 苏帆兴奋地唠叨起来, 女赌客看不下去了, 走过去挤开苏帆, 对老人道, 苏爷爷, 这位楚先生也是宗师, 宗师老人惊得差点咬到舌头, 震惊地看着楚勋, 怪不得自己无法压制的毒素, 被他请客解决, 可如此年轻的宗师, 简直太可怕了, 苏帆狠狠地瞪了一眼女赌客, 嘴里嘟囔了几句, 兴奋地跑到楚勋跟前, 看看花青武, 几眉弄脸地说道, 老大, 花小姐就是嫂子吧, 你可真牛逼, 连我们云烟是第一美女都搞定了, 也对, 不是第一美女也配不上你, 楚勋满脸无奈, 苏帆却不以为意, 对着花青武道, 嫂子好, 我是苏帆, 花青武明显对嫂子两次很满意, 笑着道, 你好, 老大, 刚才这个怪物先打嫂子注意, 你快灭了他, 你不知道这丑八怪实在太恶心了, 竟然吸人血, 苏帆满脸恶心地说道, 楚勋淡然一笑, 道, 他已身养鬼虫, 又已殷实出生的女子鲜血喂养鬼虫, 当鬼虫成长后, 他与鬼虫融合在一起, 这样修为便可暴增, 这样做的后果, 便是自己也变得不仁不轨, 老大, 你在说什么, 苏帆不明白, 算了, 你只要明白, 他这只是阴邪之术而已, 上部的台面, 楚勋说道, 苏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然后嚷道, 老大, 你不知道这孙子刚才多嚣张, 你快一巴掌拍死他, 众人听得嘴角只抽搐, 这是把云南风当什么了, 臭虫, 云南风的手段有多恐怖, 他们刚才亲身体会过, 他们觉得苏帆是在找死, 心里隐隐替他担忧, 你是谁, 云南风从楚勋出现后一阵沉默, 此时终于开口了, 他是谁, 说出来吓破你的胆, 站直了别吓着你, 苏帆一仰头, 他就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力量与狭义的化身, 抬手震苍穹, 跺脚震幽名的天下第一高手, 我苏帆的老大, 花小姐男人, 人民的保护神, 罪恶的克星, 苏帆滔滔不绝, 越说越离谱, 牢牢叨叨一大串, 硬是没说出楚勋的名字, 花青舞忍不住扑斥笑出声来, 楚勋则是满脸黑线, 反而, 老人无奈地喝了一声, 苏帆猛地顿住, 发现所有人都看着他, 也不尴尬, 哦,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我老大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 神仙都打不过, 对了, 最后只说一句, 你们听好了, 我只说一句, 竖起你们的耳朵, 闭嘴, 女赌客实在忍无可忍, 老人都有些脸红, 真是太丢人了, 狠狠地瞪了一眼苏帆, 他叫楚勋, 楚氏姓楚的楚, 循氏, 郭躁, 云南风脸色阴沉, 他现在最想撕了苏帆的嘴, 他很后悔刚才没一巴掌拍死他, 孙子, 我, 大来了, 你快快跪下受死, 现在已经闻不到, 你说话了, 苏帆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云南风全身黑气弥漫, 躲开, 楚勋提醒, 其实根本不用他提醒, 苏帆早已感觉到了浓烈的杀意, 随之跟兔子似的迅速地躲在楚勋身后, 七, 你要拦我, 云南风皱眉, 他从楚勋身上感觉到不任何气息, 但却有种危险的感觉, 楚勋轻笑, 但眼神厌恶至极, 以少女鲜血喂养鬼虫, 这是他最不耻的, 他不是圣人, 但却也接受不了这么多花季少女, 无辜惨死, 云南风眼神微眯, 周身黑气涌动, 盯着楚勋看了半想, 突然笑开了, 若非人黄, 无人能斩我, 你做不到, 他说得很笃定, 这是对自身实力的信任, 自从几十年前那场大战之后, 宗师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更别说人黄, 楚勋是人黄吗? 答案显而易见, 不是, 既然不是, 如何杀他? 楚勋勾起嘴角, 淡淡地说道, 斩杀你何须人黄? 靠邪术增强的修为, 终究不是自己的, 杀你并不难, 云南风周身的黑气涌动得更加急速, 眼神杀意凌然, 冷声道, 你可以试试, 楚勋笑了笑, 并没有动用真元之力, 足下发力朝着云南风掠取, 云南风灌楚勋身上没有任何气息波动, 如普通人一般, 微微惊愕, 然后眼神开始变得残忍, 就算不用真元, 楚勋的速度也快地吓人, 眨眼出现在云南风眼前猛地一拳轰出, 云南风面露不屑, 拳头之上黑气弥漫, 同样一拳轰出, 动, 沉闷的钢铁撞击声响起, 登登, 云南风眼神愤怒, 他竟被这一拳击退了, 有点意思, 楚勋甩甩胳膊, 再次栖身扑上, 举拳变砸, 动, 云南风脸色难看, 他再次被震退, 心里异常震惊, 对方并没有动用内息, 而是以纯肉体之力, 不过如此, 楚勋语气不屑, 以鬼虫滋养骨骼, 是骨骼变得尖如玄铁, 但毕竟是借助外物, 尚不得台面, 楚勋隐藏在皮肤下的骨骼, 散发着如玉般的光泽, 青龙霸体绝显微, 云南风明显被激怒了, 眼神更加狠辣, 可楚勋根本不跟他废话, 脚下的红毯被蹬掉一块, 人如利剑般射出, 刺了, 一拳轰出, 全是撕裂空气, 云南风眼神一狠, 双臂交叉阻挡, 楚勋一拳狠狠地 砸在云南风的双臂上, 咔嚓, 刺耳的骨骼碎裂声, 清晰可闻, 云南风惨叫一声, 双足坠地身体倒射, 脚下的草地 被离出两道深深的沟壑, 可还没等他站稳, 楚勋已如影随形地追上, 拳头再次轰出, 咔嚓, 这一拳接接实实地 击中云南风的肋骨, 鼓裂声再次响起, 砰砰, 楚勋接连挥出十几拳, 拳拳倒肉, 伴随着让人心颤的鼓裂声, 云南风气力的惨叫声, 就没停止过, 砰砰, 漫天拳影, 拳势浩荡, 楚勋的拳势越来越恐怖, 现在每挥一拳都发出恐怖的暴鸣声, 咔嚓, 一拳正中正面, 黑血飞溅, 云南风嘴歪脸斜, 咔嚓咔嚓, 云南风嘶吼, 咆哮, 惨叫, 他全身的骨骼都被打碎了, 楚勋挥拳越来越流畅, 云南风完全是行走的人肉沙包, 逃不掉, 躲不开, 只能承受暴虐, 咕隆咕隆, 接二连三的吞口水声, 此时所有人都只有一个表情, 眼睛鼓起, 嘴巴张大, 口水流出来都不知道, 场中的楚勋在他们眼里犹如神魔, 云南风有多恐怖, 他们亲身感受过, 可现在, 他们无法用言语描述此时心里的震惊, 砰, 云南风如破麻袋一般倒射出去, 重重地摔在十几米开外, 舒坦, 楚勋低语, 甩甩胳膊, 好久没这么畅快淋漓了, 静, 现场一片死寂, 只有云南风微弱的身影声, 他全身的骨头无一根完吼, 全被打断了, 此时跟烂泥似的, 我们得救了, 不知道哪位兵客弱弱地说了一句, 现场还是一片死寂, 可这种死寂只持续了三秒, 接着发出海啸般的欢呼, 劫后余生的喜悦在每个人脸上弥漫, 花青武眼神痴迷, 这就是他的男人, 强如战神, 无可匹敌, 接下来, 他毫不犹豫地扑过去, 双手环上楚勋的脖子, 娇艳欲低的红唇霸道地印在楚勋脸上, 原本神色松弛楚勋, 瞬间身体绷紧, 闻我, 花青武闭上眼睛, 诱人的红唇微嘟起, 看着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 诱人的红唇, 一副任君采摘的娇羞模样, 楚勋的心不争气地跳了几下, 亲一个, 亲一个, 苏帆满脸坏笑, 大声起哄, 兴奋的宾客也注意到这一幕, 随之也跟着起哄, 花青武久久不见楚勋有多行动, 眼睛偷偷睁开一条缝, 看到楚勋跟木头似的杵着, 心里不由的暗脑, 真是鱼木脑袋, 当下双手捧住楚勋的脸, 然后霸道地吻上他的唇,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楚勋被动地接受着花青武的吻, 唉, 楚勋心里叹口气, 一个女子都如此勇敢, 自己又在别扭些什么呢, 想到这儿, 他沦陷了, 气泻投降了, 一手搂住他的腰, 一手俯伤他的脑后, 加深了这个吻, 哇, 老大, 你把花小姐的嘴唇咬破了, 苏帆不甘寂寞地捣乱, 楚勋却当真了, 自己的吻技真有那么差吗, 下意识地松开花青武, 两人分开, 只见花青武的嘴唇更加红润诱人, 但并没有像苏帆说的被他咬破了, 当下便明白自己上当了, 花青武眼角寒情, 柔情默默, 这个刚才还霸道地让楚勋吻他的女孩, 此时却娇羞地垂着头, 向他害羞的小媳妇, 楚勋对这种事本就不擅长, 也不知道说什么, 有些尴尬地挠挠头, 现在的样子跟刚才暴虐云南风时相差太大了, 老大, 我也要, 苏帆搞怪地撅起嘴, 楚勋本就尴尬, 被苏帆这一闹, 顿时闹了个大红脸,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云家的雀人如丧考比, 面无人色, 他们本来有望一统云岩市, 成为今天最大的赢家, 可这个美梦却被半路杀出的楚勋无情击破, 他们心里对楚勋生不出半点恨意, 这个犹如神魔一般的男人留给他们的只有恐惧, 云柏山眼神呆滞, 这次云家真的完了, 没有半点侥幸的机会, 咔咔, 一阵诡异的声响在人群的顶沸声中并不明显, 但却引起楚勋的注意, 众人顺着楚勋的目光望去, 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 头皮不由的一阵发麻, 只见咔咔声来自云南风, 他的被击碎的骨骼普通活了一般, 正在自行修复, 没过多久, 云南风竟缓缓缓地站了起来, 活动一下身子, 骨骼一阵脆响, 我说过, 若非人黄, 无人可掌握, 云南风整个人显得鬼气纷纷, 盯着楚勋道, 我得好好感谢你, 若不是你, 我也不会这么快便和鬼虫完全融合, 作为谢礼, 我不会杀你, 我要你活着, 我要亲手把你练制成鬼魔, 众人震惊地看着云南风在说话的同时, 他的指甲竟然不断生长, 直到二十公分左右才停止, 漆黑的指甲去利刃般散发着寒光, 我能打抱你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楚勋话音落下的同时, 脚下的草坪怦然炸开, 人已如离弦之剑一般射出, 同时猛的一拳轰出, 云南风不懈地看着袭来的楚勋, 锋利如利刃般的指甲, 带着黑芒抓向楚勋的拳头, 楚勋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与此同时, 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腾起, 云南风脸色骤变, 眼神恐惧弥漫, 因为楚勋身上的气息腾起好瞬间, 他身上的鬼气竟被生生压制, 无法循环运转, 全是浩荡, 视如破竹, 当当, 云南风经不住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他如利刃般的指甲被楚勋一拳崩碎, 全是不止, 碰, 拳头狠狠地击中云南风的胸口, 他的胸腔直接塌陷, 胸骨断了好几根, 人大口喷血道飞出去, 楚勋这次没有继续追击, 五指摊开, 道一声, 剑来, 插在地上的木剑开始颤抖, 最后刷的一声化作一道流光落在楚勋手里, 木剑入手, 注入真元, 木剑瞬间金光流转, 金光为楚勋镀上了一层金色, 令他看上去神圣而庄严, 木剑凌空斩下, 一道灵力的白色剑气暴射而出, 直接贯穿云南风的身体后, 没入天际, 碰, 下一刻, 身在空中还未来得及落地的云南风, 直接被剑气搅成一团血雾, 静, 现场一片死寂, 只有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此起彼伏, 众人眼神呆滞, 脑袋一片混沌, 像是被楚勋这一剑带走了灵魂, 云南风暴成的血雾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久久才消散, 七, 数量军用卡车停在云霄酒店门前, 几十名鹤枪实弹的是士兵下车, 动作干净利索, 迅速地守住酒店大门, 其他人动我进去, 一个皮肤有黑的男子立声道, 是, 声音整齐洪亮, 留下十名士兵守住门口, 其他人迅速地涌向酒店里面, 统统不许动, 洪亮的声音惊醒众人, 子弹上膛, 纹身望去, 众人脸色骤变, 身后数百名鹤枪实弹的士兵举起枪对着他们, 苏家老人脸色猛变, 生怕这些士兵的动作引起处循不喜, 要知道, 别看这些人全副武装, 鹤枪实弹的气势挺足, 一般人若是见了肯定下的腿发软, 可在宗师眼里, 他们这些无以小孩玩具, 我是苏老虎, 负责人上前回话, 老人吼道, 皮肤有黑的汉子, 微震了一下, 看清老人的长相急忙收枪跑步上前, 啪, 标准的军礼, 目光带着崇拜, 面前的老人是军中神话, 是军魂, 戎马一生, 值得他们尊敬, 驻云岩氏, 二十九团, 三连连长孔勇, 向老首长问好, 请首长训话, 孔勇听我命令, 云家丧尽天良, 残害百姓, 猪狗不如, 我命你们将云家所有人尽数收押, 等待法庭审判, 中间任何人不得探视, 不准求情, 想起那无辜死去的两百多名花季少女, 老人虎目含泪, 恨不得当场将云家的人尽数歼灭, 是, 孔勇大声道, 云家在云岩氏妇如皆知, 孔勇当然也知道, 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他没有疑问, 只有执行, 行动, 孔勇一声令下, 数百名士兵应声而动, 云柏山摊在地上面如死灰, 今天大起大落, 让他这纵横云岩氏十多年的枭雄都麻木了, 云家年轻一辈哭喊连天, 哀声一片, 不要抓我, 我不想死, 不要抓我, 云家年轻一辈中有人哀求, 有人反抗, 拒不着, 杀无射, 老人立声道, 是, 一只只黑油油的枪口对准了云家人, 哀嚎声戛然而止, 没有人怀疑老人的话, 他们敢反抗, 下一刻就会有一颗子弹钻进他们脑袋, 云水生毫无反抗地站起身, 目光复杂地看着楚勋, 楚勋有所感应, 扭头看去, 谢谢, 云水生面无巨色, 神色坦然, 轻声说道, 楚勋露出不解之色, 我早知云家如此行事, 迟早覆灭, 今日的下场早已注定, 只是没想到云家栽在你手里, 你可是骗了我们所有人,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楚勋默然开口, 生在云家, 没得选择, 楚勋默然以对, 他对云水生的话嗤之以鼻, 走, 一个士兵毫不客气地推了一把云水生, 终于解脱了, 云水生轻叹一声, 毫无反抗地被士兵带走, 有人欢喜有人哟, 有宾客庆幸自己活下来了, 今天这个婚姻会令他们毕生难忘, 那些被云家害死亲人的宾客, 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云家倒了, 死去的亲人也回不来, 我们走吧, 花青武走过来, 很自然地挽起楚勋的胳膊, 楚勋微微汗手, 站住, 楚勋和花青武刚踏出一步, 黑油油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苏家老人差点害得差点跳起来, 急忙大喊, 住, 可已经晚了, 楚勋眸子微寒, 闪电般出手抓住枪管, 轻轻一扭, 两支九十五式步枪瞬间变成了麻花, 他不想伤人, 否则这两名士兵的胳膊也会跟着变成麻花, 虽说回到地球后, 他越来越接地气, 但增为先帝, 一些习惯根本改不掉, 先帝气可轻辱, 哗啦哗啦, 其他士兵大惊, 手里的枪口下意识地对准楚勋, 楚勋眸子兵寒, 住手, 老人气急败坏的大吼, 敢对宗师动枪, 都他妈活腻歪了吗? 手掌, 孔勇不明白, 老人为何如此势态, 碰, 老人一脚把孔勇踢了的跟头, 都给我放下枪, 快放下枪, 孔勇也不笨, 可能是出了什么事, 否则老手掌不会如此势态, 哗啦, 枪应声收起, 老大, 你没事吧? 苏帆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跑过来问道, 不等楚勋回答, 他转身对着士兵一阵怒吼, 你们这些脑袋掌屁股上的家伙, 当兵当傻啊? 老人不敢怠慢, 急忙小跑过来, 欠身恭敬地说道, 前辈息怒, 他们也是职责所在, 请前辈原谅。 老人也是武道中人, 打者为师, 强者为尊, 他称, 楚勋一生前辈也是合情合理, 老人觉得合情合理, 却把孔勇等人吓得不轻, 他们崇拜尊敬的老手掌, 竟对一个年轻。 行礼, 这让他们计正经有疑惑, 心里暗暗猜测楚勋的身份, 可猜来猜去, 也想不出什么人能让容马一生的老人行礼, 而且这家伙还坦然接受了, 如果不是场合不对, 他们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碰到了一个假手掌, 老大, 你别跟这些粗人计较, 这些货整天训练趴土窝子, 除了上厕所, 其他事都是按命令来的, 老大你英明神武, 可千万不要动怒, 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苏帆一边给楚勋戴高帽子, 一边偷看楚勋的脸色, 生怕楚勋一怒把这些人给灭了, 下不为例, 楚勋淡淡地说道, 苏帆松了口气, 他知道楚勋不计较了, 笑道, 我就知道老大心胸宽广, 肚里能撑航母, 这份气度无人可比, 一群士兵目瞪口呆地看着苏帆, 他们跟苏帆很熟悉, 这家伙没事就跑到他们的驻扎地, 虐他们一顿, 平时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可看看现在这副狗腿子嘴脸, 这马屁拍的真没什么水平, 如果没事, 这云家为什么要费尽周折, 逼迫花青武嫁过去的原因, 老大, 你现在可不能走, 楚勋看向他, 疑惑道, 还有事, 老大, 虽然我很佩服你, 了事服役去, 千里不留心地潇洒, 但你今天救了这么多人, 这些人可是可都是云烟士有头有屁股的人物, 好歹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感谢你的机会吧, 所有人宾客纷纷点头, 虽然对苏帆那句有头有屁股的话, 很不感冒, 但对那句感谢楚勋很是赞同, 他们都不傻, 楚勋展现的手段, 他们平生罕见, 简直如神降临, 如果能与这样的人扯上关系, 最好能抱上大腿, 那简直做梦都能笑醒, 不用了, 楚勋淡淡地开口, 他对这些人的感谢没兴趣, 他来此的目的是就花青武, 这些人也只是顺带手的事, 别呀老大, 你是无所谓, 可救命之恩谁敢往, 这么畜生的事, 是人都做不错, 今天不让我们大家感谢你, 我们会受良心的谴责, 然后郁郁而重, 众人听得直翻白眼, 这苏帆太阴了, 一句话把他们绑得死死的, 谁要是生起一点不感恩的心, 那就是畜生, 楚勋哭笑不得, 他现在有些后悔, 收苏帆这个小弟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退货, 不过以苏帆的性格, 肯定不会同意, 好吧, 你们的谢意我收下了, 楚勋淡笑道,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这哪行, 苏帆嚷嚷起来, 救命之恩, 如同再造父母, 岂能一句谢谢就行, 这也太草率了, 老大, 你该不会是看不起我们云烟室这些富豪大佬吧, 所有宾客都看向楚勋, 楚勋一阵头大, 他那句话说, 看不起云烟室的各方大佬了, 我就知道老大不会的, 苏帆大笑, 这样吧, 看样子老大你有急事, 我们暂时也拿不出谢意, 那就实在点, 我们每人拿出一亿给老大, 你当查钱, 怎么样, 我先来, 所有宾客先是一阵, 然后眼神愤怒地看着苏帆, 他们不是拿不出钱, 而是对苏帆阅祖带, 自作主张很不爽, 楚勋拿了钱就会离开, 到时候他们上哪包大腿去, 旁边的士兵听得目瞪口呆, 暗自扎舌, 一人一亿, 这里有百十号人, 那就是上百亿啊, 楚勋微微惊愕, 他们想到苏帆竟如此粗暴, 张嘴就是一亿, 还查钱, 他就算喝到地球毁灭, 也花不完这些钱吧, 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楚勋摇头拒绝了, 那老大, 你到底需要什么, 金钱, 美女, 女, 苏帆的话说不下去了, 因为花青舞看似笑非笑的眼神, 令他汗毛倒数, 人群中的苏唐清澈的眼神一直盯着楚勋, 眼神带着丝丝迷茫, 堂堂,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女赌客看出苏唐不对劲, 还以为之前发生的事吓到他了, 我没事, 苏唐摇摇头, 眼神始终盯着楚勋, 女赌客顺着苏唐的目光看去, 不由得一愣, 疑惑道, 堂堂, 你一直盯着他干嘛, 苏唐柳眉微微皱起, 难难道, 感觉他很熟悉,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可又想不起来, 苏唐痛苦地敲敲脑袋, 女赌客有些诧异, 安慰道, 堂堂, 可能是你认错人了, 我保证这是你第一次见他, 不对, 我肯定见过他, 只是想不起来了, 苏唐感觉头隐隐作痛, 有些痛苦地说道, 突然, 他郊躯猛的一阵, 一些零散的画面在脑海中浮现, 眼神开始恢复清明, 我想起来了, 什么, 女赌客下意识地问道, 我记起来了, 那个救我出魔掌的人就是他, 苏唐静静地看着楚寻, 眼底出现连他自己都没发现的异样之色, 七, 云霄酒店外, 楚寻和花青舞并肩而行, 楚寻手里握着一块暖玉, 这是最后一块暖玉了, 咔嚓, 九幽张嘴咬下一块, 嘎嘣嘎嘣跟嚼豆子似的, 咔嚓, 暖玉不断缩小, 楚寻不斤瓦尔, 九幽是在发脾气, 他赶到后, 惊望了九幽, 就连走的时候都没有想起, 还以为九幽一直在他手腕上呢, 九幽虽然全身鳞片尖如玄铁, 但却没有修炼, 只能硬抗, 被云南风的内袭震伤, 又被楚寻遗忘, 他很不开心, 楚寻心里也是很自责, 拿出最后一块暖玉为他, 好平息他的小脾气, 楚寻决定, 这次回到古江市, 一定要教九幽修炼之道, 他蛇类, 没有阴寒腥臭, 他身上暖暖的, 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他伸出手摸摸九幽的小脑袋, 九幽对花青五也不排斥, 因为花青五现在也是修仙者, 身上的气息令他很舒服, 轻腻地蹭蹭花青五的手心, 为什么要答应他们的宴请? 楚寻问道, 楚寻拒绝了苏帆所有提议, 那些宾客健壮, 百般请求楚寻 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感谢的机会, 苏帆最后提议为楚寻半个感谢宴, 楚寻本想拒绝的, 却没想到花青五替他答应了, 花青五奄然一笑, 眸子金光流转, 因为他们对你有帮助啊, 楚寻轻笑不是他看不起这些人, 而是他实在想不到这些人能帮他什么, 你性格淡然, 一身本是鬼神难测, 但人情世故却是你的弱想, 这些人百般请求, 无非是想跟你扯上关系, 既然如此, 何不给他们一个机会? 你不是在找寻父母吗? 刚好可以用得上这些人, 而你只是露个面, 何乐为不为呢? 楚寻露出思索之色, 花青五说的没错, 人情世故的确是他的弱想, 这一点他的确没想到, 在一届三千多年, 他从来只是靠自己, 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谢谢, 楚寻突然觉得, 有个如此心思通透的女人在身边也不是一件坏事, 怎么现? 花青五仰起俏脸, 笑颜如花, 要不你亲我一下吧? 楚寻一将看着身边来往的人有些不知所措, 花青五看着窘迫的楚寻, 不由地笑开了, 楚寻对感情很被动, 但也因此让他觉得楚寻离他不那么遥远, 人无完人, 若一个人太过完美, 反而让人心生俱力感, 我们现在要去哪? 花青五挽住楚寻的胳膊问道, 蝴蝶山, 楚寻道? 花青五微微惊愕, 蝴蝶山在云烟市以南五十公里, 山体陡峭, 但风景秀丽, 每年春夏, 蝴蝶翩翩, 故此得名蝴蝶山, 蝴蝶山是登山攀岩爱好者最喜欢的地方, 他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也跟几个同学去过蝴蝶山游玩, 还发生了意外, 意外? 花青五豁然抬起头看着楚寻, 我记起来了, 云南风之前服用的那个红色果实, 就是来自蝴蝶山, 他全想起来了, 当年他跟同学去蝴蝶山游玩, 他失足掉落山溅, 索性山底密林丛生, 落叶很厚, 他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在他等待救援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一个奇怪的山洞, 那种红色果实就是长在洞内的一棵树上, 红色果实散发着浓郁的清香, 他好奇还摘了两颗带回去, 最后好像是送给了同学, 现在因为修仙的缘故, 他终于想到红色果实的不凡之处, 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 楚寻问道, 花青五思索了一下, 点点头, 半个小时后, 两人来到蝴蝶山, 此时正值盛夏, 树木繁荣, 百花盛开, 漫山遍野的蝴蝶翩翩起舞, 当然, 游客也比往常多一倍有余, 花青五凭借记忆, 带着楚寻来到一处相对隐秘的地方, 陆氏扬长小道, 小道边上便是山剑, 游客一般走大路, 几乎不会有人来这里, 我当时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最后也是救援队把我从这里救上来的, 花青五指着边上的一处小鞋坡说道, 楚寻走近, 低头俯视, 下面树木繁密, 看不到底, 据花青五所说, 那就证明山剑并不深, 顶多不会超过五十米, 我下去看看, 不行, 我要跟你一起, 花青五抱着楚寻的胳膊不松手, 楚寻淡笑, 一手搂住花青五的柳腰, 脚尖轻点, 身子垂直下落, 花青五根本没想到, 楚寻会直接跳下, 下意识大发出一声惊呼, 死死地抱着楚寻的脖子, 楚寻目光如阴笋, 山壁有突出的岩石, 楚寻以此借力, 身体腾膜数次, 碰, 两人落在山底, 脚落地后, 四周的枯叶被静风卷起, 四处飘飞, 可以睁开眼睛了, 已经安全了, 楚寻淡淡地说道, 花青五猛地松开楚寻, 心里暗恼, 真是鱼目脑袋, 不解风情, 一般男人肯定会趁此软言细语, 趁机占点便宜, 楚寻纳闷, 他不明白花青五为什么生气, 自己做错什么了吗? 不过很快, 他便被另一件事情吸引, 法阵, 在他不远处有一座法阵, 楚寻走近观察, 这是一座粗糙的隔绝法阵, 法阵后面隐藏的是一道敞开的石门, 花青五看楚寻走过去, 心中气闷, 一边复肥楚寻, 一边跟过去, 就是这个山洞, 花青五指着法阵后面的石门道, 随之疑惑道, 当初我告诉救援人员的时候, 他们却什么都看不见, 真是奇怪, 楚寻心里了然, 因为花青五是空灵体, 所以这粗糙不堪法阵对他没用, 这也是空灵体的恐怖之处, 这法阵实在是太弱了, 若是他布置, 花青五根本看不穿, 那他设置的所有阵法, 对花青五来说都没用, 楚寻, 你说这个山洞, 为什么我能看到, 而其他人看不到, 花青五问道, 随后又补了一句, 你除外, 因为你是空灵体, 楚寻没有隐瞒, 空灵体, 那是什么, 花青五不解, 楚寻耐心地将有关空灵体的信息, 详细说了一遍, 花青五听完, 翘脸星系, 空灵体这么厉害, 你说我有没有可能, 某一天修围将超越你, 会, 楚寻点点头, 花青五芳心雀跃, 兴奋地挥舞着小拳头, 得意地说道, 那你以后最好丢好一点, 否则等我修围超过你, 到时候报答你一顿, 你想多了, 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 楚寻笑着道, 为什么, 花青五问道, 因为修围跟战力是两码事, 楚寻顿了一下, 解释道, 这就好像有人空有一身蛮力, 却不懂如何运用, 那他也只能算是四肢发达的蟒汉, 比如武者, 内息雄厚, 但也需要武技配合, 才能发挥出威力, 我们修宪者也一样, 需要洗练法技, 术法等, 原来是这样, 花青五有些丧气, 随即却是精神一震, 歪着头, 笑盈盈地说道, 那你教我法技, 术法, 好, 楚寻想也不想地回答, 花青五威恶, 没想到楚寻竟这么干脆, 他隐约知道, 武者对武技施弱生命, 轻易不外传, 如此想来, 法技术法对修宪者也一样, 楚寻想都没想, 便答应他了, 可见楚寻很在乎自己, 想到这儿, 心里涌起阵阵甜蜜, 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 楚寻没注意花青五的表情, 朝左踏出三步, 最后一步落下, 咔嚓, 犹如鸡蛋破裂, 便随着一阵狂风刮过, 眼前的法阵瞬间被破解, 我们进去吧, 楚寻说道, 花青五点点头, 刚好脉步, 却脚下一掷, 明年的翘脸顺变, 变得有些难看, 楚寻走了两步, 发现花青五没跟上, 看着楚寻, 声音有些迟疑, 你刚才说因为我是空灵体, 所以能无视法阵, 自由出入山洞, 没错, 楚寻点点头, 微微叹口气, 看来他已经想到了, 那就是说, 云南风千方百计, 想要我驾进云驾, 也是因为我能自由出入山洞, 他需要这种红色果实, 楚寻点头, 那么, 那么他手中的那颗红色果实, 就是我当初带出去的两颗其中之一, 楚寻再次点头, 那我同学, 花青五声音很轻, 眼神有些稀奇, 又有些害怕, 楚寻叹息一声, 道, 别多想, 他死是因为他英识出生, 跟你没关系,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花青五投进楚寻的怀里, 乌叶道, 是我害了他, 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 楚寻不太会安慰人, 只能轻抚着花青五的后背, 事情他早已了解, 花青五那个同学是英识出生, 被花家掳去, 云南风发现了他身上的红色果实, 而且云南风发现, 红色果实可以压制他体内的鬼毒, 服用红色果实, 他竟然能支撑他半年不用稀释少女鲜血, 便可保持人的模样, 云南风喜出望外, 多方查探, 最后查到了花青五, 可那时花青五已经去了古江市, 云南风一边派人接触花家, 提出联姻的想法, 一边派人去花青五, 当时得到果实的地方查探, 可任由他们如何寻找, 差点绝第三尺, 也没能找到这个山洞, 最后, 云南风无意中遇到邪道人, 两人臭味相投, 一拍即合, 邪道人懂些风水写法之术, 竟瞎猫碰上死耗子, 找到了这个山洞, 可惜的是, 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除隔绝法阵, 他们想到了花青五, 为了不打草惊蛇, 不引起其他势力的注意, 所以便有了后面发生的事, 可惜他们千算万算, 却唯独没算到楚巡的存在, 这也正应了那句, 人算不如天算, 七, 两人前后走进石门, 石门后别有洞天, 是一个一百多平方的空间, 洞壁斑驳, 没有人工凿着的痕迹, 应该是天然形成的, 洞内不大, 一目了然, 那颗通体赤红, 生长于洞壁上一人高的小树, 格外引人注目, 小树无叶, 只有七条分支, 其中五条树之上, 皆了都挂着一颗通红的果实, 色泽诱人, 楚巡眼神欣喜, 果然没猜错, 的确是火焰果, 火焰果是低级灵果, 接近中级, 即灵气精华而成, 对修为不高修仙者大有用处, 正是楚巡现在需要的, 他本以为地球灵气枯竭, 随着不断发现灵草灵药, 楚巡心里有个念头, 或许很久以前, 地球也是灵气充沛, 一宝遍地, 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他曾经踏遍无数位面大星, 连最低等的位面大星, 灵气都比地球充沛, 像地球这般灵气枯竭的星球, 修仙者称之为死星, 或许地球曾经也辉煌过, 只是现在破败了而已, 现在他的修为太低, 等修为高深, 或许可以一探究竟, 地球曾经到底发生过什么, 火焰果散发着朦胧的红光, 隐隐有灵气散发, 清晰一口, 令人神清气爽, 九幽本就对天才地宝格外敏感, 此时若不是楚巡拎着他的尾巴, 他早已窜过去, 祸害一番了, 楚巡收回思绪, 着手准备采摘火焰果, 采摘灵药灵果都有特殊的手法, 如花青舞那般采摘, 药效肯定大打折扣, 楚巡先是设置了一座无鬼搬运阵, 将蝴蝶山周围的灵气吸纳过来, 以此保证火焰果脱离母体后, 药效充盈, 一切准备就绪, 楚巡开始采摘火焰果, 双手舞动, 迅速结印, 咔嚓一声, 楚巡结印的双手停下, 差点没气死, 九幽按耐不住垂弦之意, 趁楚巡结印的空挡, 窜出去直接将火焰果咬下了一颗, 脖子一扬便吞了进去, 火焰果有鸡蛋大小, 九幽只有拇指粗细, 吞下去后身体鼓起一个大疙瘩, 看着有些搞笑, 楚巡无奈, 只能先帮九幽催化火焰果, 片刻过后, 火焰果在楚巡真元的催化下化成变成浓浓的灵力, 在九幽体内游走, 九幽是顶级妖兽, 他自有吸收灵力的办法, 隔, 九幽舒服地眯起眼睛, 全身七彩之色大胜, 随之近人性化的张嘴打了个阁, 楚巡不禁玩耳, 得亏九幽体魄强大, 才敢将火焰果直接吞下, 火焰果要性霸道, 就算花青舞, 现在也算半个修仙者了, 也只能一点点炼化吸收, 若是像九幽这样一口吞, 火焰果中的灵力瞬间就能将它撑爆, 九幽, 我现在受你妖族修炼之术, 名为天极分化术, 天极分化术是妖族初级修炼之术, 很适合现在的九幽, 楚巡伸直一点九幽的小脑袋, 指尖白芒闪烁, 一串晦涩难懂的信息渡过去, 九幽虽然开启灵智不久, 但这些信息是妖族语言, 它消化吸收不难, 只是需要些时间而已, 九幽绕上楚巡的手腕, 进入休眠, 这是妖族特殊的修炼手段, 没了九幽捣乱, 楚巡结印以特殊手段摘下一颗火焰果, 你修炼刚入门, 我教你一些法门, 可加快修炼速度, 等你踏入炼气期, 我再传你真正的修炼之术, 楚巡对花青五说道, 一指点出, 花青五郊区危陣, 脑海中多出一串信息, 至于能理解到什么层次, 全看花青五的悟性了, 你修为太低, 这火焰果只能慢慢炼化吸收, 修炼意图, 切磨心急, 说话间, 楚巡看开手, 火焰果直径飘到花青五眼前, 花青五当即盘坐下来, 按照楚巡教他的吐息之法, 开始修炼, 楚巡守护了一会, 见花青五只是小量吸收火焰果的灵气, 这才放心, 楚巡走过去摘下一颗火焰果, 当即一口吞了, 火焰果入体, 浓郁的灵力狂暴地扩散开来, 楚巡不敢怠慢, 弹坐下来开始吸收炼花, 一天, 两天, 三天, 楚巡如老僧入定, 三天未曾醒过, 花青五在第二天清晨就醒过来, 他毕竟比不得楚巡, 虽说他是空灵体, 但修炼意图靠的是天分, 而且楚巡是第二次修炼, 可谓是轻车熟路, 花青五的修为只是增加了些许, 楚巡让他循序渐进, 他不敢冒进, 将缩小了近乎一半的火焰果收了起来, 五天过去了, 直至过了一个月, 楚巡还是没有行转的迹象, 花青五不敢打扰, 一边陪着楚巡, 一边抽空巩固修为, 蝴蝶山, 阳长小道上, 三位老者一次前行, 三人都是龙行虎步, 眉宇间带着威严之色, 关键是精气神十足, 不见老态, 应该就是这脸, 三人中一位消瘦的老者站定, 指着眼前的小鞋颇说道, 其他两人驻足, 三人探身俯视, 下面树木茂密, 难亏究竟, 消息准确吗? 三人中身材稍微矮胖的老者看了一会, 抬头问道, 放心, 消息是云水生托人传出来的, 他可信吗? 矮胖老者问道, 云家完了, 云水生想活命, 自然不敢骗我们, 除了我们, 没人能救得他性命, 消息老者傲然道, 其他两人也觉得有道理, 点点头, 我们下去吧, 其中一人打开随手提的帆布袋, 拿出一卷绳索, 他们是有备而来, 固定好绳索, 三人依次而下, 只见三人一手抓着绳索, 身体轻盈, 垂直下降, 很快便落地, 三人刚站定, 消息老者惊喜道, 快看, 云水生说的是不是那个山洞, 其他人凝目望去, 不错, 跟云水生描述的差不多, 你们有没有觉得, 此处灵气正在往洞内汇聚, 矮胖老者问道, 其他两人感应一番, 同时点头, 神色大喜, 矮胖老者目录思索之色, 疑惑道, 据云水生描述, 这个山洞被一股神秘能量隐藏, 无法一窥究竟, 现在怎么洞门打开, 也不见他所说的神秘能量, 其他人两人明显不如矮胖老者沉稳, 当下道, 或许那股神秘能量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出现, 对, 进去看看再说, 销售老者眼神炙热, 紧跟着冲过去, 矮胖老者皱皱眉, 他心里始终有种不安的感觉, 但看到其他两人已经过去, 当下也足下发力跟了过去, 以他们三人的修为, 能有什么危险, 看来是他太小心了, 花青五静静地看着楚寻, 满目柔情, 突然, 他猛地起身, 冲向石门外, 三位老者刚接近石门, 突然一个貌如天仙的女子出现, 将三人害了一跳, 猛地驻足, 花青五神色冷漠地看着三人, 心里则暗自心惊, 这三人身上气息强横, 一看就是武道中人, 且修为不弱, 他自然不会天真的以为, 这三人只是普通游客, 当下全神戒备, 三人也在打量花青五, 这里怎么会有人, 不知道, 难道云水声也通知了其他势力, 我看有可能, 或许邻国已经被别人截足先登了, 或许我们还有机会, 这小姑娘身上没有那些波动, 或许根本不是武道中人, 三人低语一阵, 矮胖老者抬起头, 看着花青五, 抱拳道, 小姑娘, 在下无忌门二长老, 裴冲, 敢问姑娘师承大方门派, 虽然花青五身上没有那些波动, 但他们不敢大意, 或许就有师门长辈在周围, 楚门, 花青五思绪一转, 脱口而出, 楚门, 三人接冷, 他们从没听说过这个门派, 花青五看三人的表情, 心里暗自好笑, 这根本就是他瞎编的, 你们听说过这个门派吗? 裴冲巧声询问其他两人, 两人同时摇头, 表示没听说过, 原来是楚门的朋友, 久仰大名, 裴冲拱手道, 花青五差点笑喷, 这世上哪有楚门, 还久仰大名呢? 真是虚伪, 花青五也学着他的样子抱拳, 晚辈见过三位前辈, 不知三位前辈来此有什么事吗? 我们只是久闻蝴蝶山风景秀美, 故此游玩, 却不知不觉来到此处, 裴冲笑呵呵地说道, 花青五心里暗道, 信你们才怪,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花青五了然, 对方开始探他的底了, 当下回道, 我是跟我师父来的, 我师父在里面打坐修炼, 还请三位前辈小声说话, 莫要惊扰到家师, 两人神色各异, 看来猜得没错, 这小姑娘并不是一个人, 请问你师父是? 裴冲问道, 哦, 我师父叫楚纵横, 花青五看似毫无防备, 脱口而出, 楚纵横? 三人暗自心惊, 好狂妄的名字, 现在怎么办? 销售老者低声问道, 依我看, 这洞内定是有灵果存在, 云水生这个狡诈的家伙, 他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我们身上, 现在看来肯定通知了其他势力, 这楚门或许只是其中之一, 灵果近在眼前, 难道要我们空手而归吗? 若是传出去, 我们无忌门在武道中还怎么立足? 这个小姑娘还没修炼出内息, 只有她师父一个人, 我们三个还怕她干什么? 不如冲进去杀人夺宝, 我看行, 任这个楚纵横再厉害, 也不可能是我们三个人的对手, 到时候杀了她, 抢到灵果立刻回宗门, 这是神不知鬼不觉, 不会有人知道的。 二长老, 灵果乃是天才地宝, 她的价值你不会不知道, 就此放弃, 我不甘心。 销售老者和另一位老者, 你一言我一语, 眼底杀鸡闪烁。 花青我暗自叫苦, 楚寻一时半会醒不过来, 她肯定不是眼前这三人的对手, 现在只能想尽办法拖延时间。 不结, 这小姑娘涉事未深, 我再探探底, 到时候再做决定。 裴冲白手制止, 两人贸然行动, 然后转身看向花青舞。 小姑娘, 相逢即是有缘, 可否请你师父出来一见? 花青舞翘突然着急起来, 白白手道, 不行的, 我师父正在冲击宗师之境, 不能受到打扰的。 宗师? 三人脸色齐变, 宗师两字犹如泰山压顶, 令人打心底恐惧。 对方在冲击宗师之境, 那现在的修为必定是后天九层大圆满。 裴冲心里骇然, 又有些庆幸, 幸亏没有贸然动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人中, 他是后天六层, 其他两人都是后天五层, 他们就算加起来, 也不是后天九层大圆满的对手。 或许, 只有他们门主来了, 才能与之一战。 小姑娘, 既然前辈在冲关, 那我们就先到辞了。 裴冲弯腰, 朝着洞内摇摇一拜, 然后招呼神色不甘的其他两人, 转身挤走。 其他两人虽心有不甘, 但也无可奈何, 后天九层大圆满, 他们上去也只是送菜。 七, 看到胡走三人, 花青五不禁松了口气, 脸上微微得意。 可是裴冲突然扭头看了一眼, 花青五急忙收敛脸上的得意, 可还是晚了, 这一幕被裴冲看在眼里。 好狡诈的小姑娘, 差点被他骗了。 裴冲驻足, 思索一番道, 其他人两人也下意识地停下, 疑惑地看着裴冲。 二长老, 你这话什么意思? 销售老者问道, 我们都被这个小姑娘骗了, 真是丢人啊。 裴冲苦笑, 销售老者沉吟, 然后眼神一亮, 道, 二长老的意思是, 洞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前辈宗师, 是这小姑娘瞎编的, 好胡走我们。 裴冲点点头, 道, 你们想想, 宗师又不是路边的野草, 那可是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哪那么容易碰到? 二长老说的有道理, 恐怕我们都被宗师二字唬住了。 另一个老者说道, 该死, 耍得团团转, 销售老者有些羞怒, 走, 我们回去, 看那小姑娘还能说什么? 可若是真的呢? 裴冲有些迟疑, 其他两人不禁气恼, 裴冲什么都好, 就是性格太多疑了。 真的又如何? 他不是在冲关吗? 这么紧要的关头, 若是我们突然出手袭击, 就算杀不死他, 也定让他走火入魔。 有道理, 销售老者点头道, 裴冲思索一番, 也觉得可行, 毕竟邻果太贵重了。 三人商量一番, 走回来。 三位前辈, 还有事吗? 花青武心里安安着急, 但神色不变。 小姑娘, 我们想见见你师父。 销售老者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我不是说了吗? 我师父在冲关, 暂时不能见你们。 花青武洋装生气地说道, 是吗? 销售老者应笑一声, 听闻前辈再次修炼, 乌鸡门三位长老特来拜见, 还请前辈出来一见。 裴冲以内袭催动, 声音如雷, 镇的四周树木瑟瑟发抖。 报音过后, 洞内并无回应。 花青武俏脸色变, 眼神冰寒, 呵斥道, 三位前辈怎么如此不懂礼数, 若是惊扰到我师父, 你们担当得起吗? 哈哈, 萧。 老者仰手大笑, 小姑娘, 别装枪做事了, 洞内根本就没人。 花青武暗骂老狐狸, 但气势不弱, 开口道, 你们若是不幸, 在此等等便是, 等我师父出关, 定会跟你们讨个说法。 怎敢劳烦前辈亲自出来, 我们进去, 拜见就是了。 另一个老者劈起火爆, 当下冷声一声, 足下发力, 朝着石门冲去。 你敢? 花青武俏脸冰寒, 身影一闪拦住老者。 三人接近, 花青武身上明明没有那些波动, 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裴冲心里不禁泛起嘀咕, 难道这小姑娘没说谎, 是自己猜错了? 再敢上前一步, 别怪我不客气。 花音落下, 花青武一脚跺地, 进风激荡, 卷起周围的树叶纷飞, 三人一时竟被花青武的气势震住了。 老四, 回来。 裴冲对象冲进石门的老者喊道, 二哥, 富贵险中求, 若是那位前辈真的冲关成功, 别说我们能不能拿到灵果, 就是全身脱都难。 说完看向花青武, 银狠道, 小丫头, 别在这里装枪做事。 下一刻, 人已冲到花青武身边, 内袭涌动的大手直接拍下。 花青武脸色微变, 身姿飘逸地躲开。 一几拳, 拳风鼓荡, 威势骇人。 花青武心里叫苦, 尽力躲避。 他从未与人动过手, 更别说与武者交手。 唯一一次是跟鬼搂, 但也只是躲避。 面对老者密不透风的攻击, 他却不知如何反击。 老者脸色难看, 一连串的攻击都被轻松躲开。 他后天武曾修为, 问鼎高手之列多年, 这么长时间却拿不下一个小丫头。 小丫头, 可敢与我交手? 老者气急。 你连我衣精都碰不到, 不配跟我动手。 花青武边躲避, 边出言讽刺。 老者不再再生, 攻击更加迅猛, 掌风撕裂空气, 数次差点击中, 但都被花青武躲了开去。 裴冲观察了半想, 眼睛微眯, 脸上露出了然之色。 这丫头空有修为, 却不知道如何运用。 对花青武进攻的老者, 神色一动。 花青武却有些惊慌, 被看出来了。 老者握拳, 内膝运至双拳, 猛地轰出。 花青武身子飘逸, 朝一旁掠去。 老者脸上露出得意, 右腿闪电般弹出, 快若闪电。 碰。 花青武被一脚踢中腹部, 身子倒射出去, 撞在身后的石门上, 发出一声闷响, 然后软软滑落。 看你还怎么躲。 老者讥讽, 对方实战经验太差, 稍失手段就上当了。 咳。 花青武轻咳一声, 嘴角留下刺眼的血迹, 试着动了下身子, 腹部传来火辣辣的痛感, 不由得闷哼一声。 他自己明白, 跟老者比起来他差太远了, 若非靠真元支撑, 以速度周旋, 或许不是老者一招之敌。 小丫头, 得罪了。 裴冲上前笑呵呵地说道, 一大把年纪, 打赢我一个小丫头, 很得意吗? 花青武不屑地讽刺道, 啊。 三人神色一僵, 老脸有些不自然。 他们三个加起来两百多岁了, 先是被这个小丫头 以宗师之名胡走, 后有九宫不下, 若是传出去, 会被别人笑掉大牙的。 牙尖嘴利, 打伤花青武的老者恼怒道, 不知羞耻, 花青武出言讥讽, 他得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 楚勋还在修炼中, 若是被打扰, 很可能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功亏一篑。 别跟他废话, 拿到灵果要紧。 老者说道, 看向石门的目光一片火热。 销售老者看了一眼花青武, 眼底的垂涎之色一闪而过, 对其他两人道, 你们进去摘取灵果, 我在此守护, 以防万一。 裴崇很是了解销售老者的德行, 贪, 饮好色, 定是看着小鸭头长的极美, 动了歪心思。 此时花青武秀发散乱, 美得无可挑剔的, 俏脸有些苍白, 嘴角挂着血迹, 有种气焰的美, 也难怪销售老者动了歪心思。 花青武注意到销售老者的眼神, 心里生起一阵不安, 厌恶地别过头。 打伤花青武的老者, 斜斜一笑, 道, 二长老, 我们还是先去摘灵果吧。 快去, 快去, 销售老者催促, 看着花青武喉咙上下滚动。 花青武心里一阵反胃, 语气充满厌恶, 你最好收起你的龌龊心思, 否则你会后悔的。 后悔? 如此美人, 举世难寻, 若是今天不好好享受一番, 那我才会后悔终生。 销售老者满脸淫慧, 朝着花青武走过去。 你别过来, 滚开, 花青武翘脸失色, 一动身子却疼得额头冒出细小的汗珠。 销售老者不禁吞口口水, 那眼神像是要把花青武活吞下去。 裴冲叹息一声, 也不阻拦, 销售老者的秉性他太了解了, 今天谁敢阻止, 他就会跟谁挤。 打伤花青武的老者, 看着花青武的惊世容颜, 眼底有一种叫做欲望的东西在浮现。 三长老, 记得温柔点。 销售老者回头看了他一眼, 注意到他的眼神, 保证让他愈仙愈死。 谁叫这丫头长得太美了, 这种好事可不能便宜你一个人。 打伤花青武的老者, 看着花青武露在外面白嫩修长的眉腿, 喉咙滚动。 二长老, 要不要一起? 销售老者问裴冲。 裴冲神色一动, 明显有些动心, 关键是花青武长得实在太美了, 犹如天仙下凡, 况且现在负伤毫无反抗之力, 不禁让人生出蹂躏之心。 二长老, 别撑着了, 你下面已经出卖了你。 销售老者看了一眼裴冲的下身, 一阵怪笑, 这荒山野岭的, 等我们玩完, 然后销售老者的话没说完, 却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这里荒无人烟, 这是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嗨, 三个人相识大笑, 花青武本就会心安志, 聪明过人, 要不然也不会独自一人在古江市, 创下紫竹林会所。 可他毕竟是个女人, 面对如此境地, 也不由得心慌起来。 三个人也算见多识广, 但却被花青武的美色弄得迷失人性, 甚至连来此的目的都忘了。 销售老者早已按捺不住, 猛地扑向花青武。 销售老者如同恶狼, 眼底充斥着银, 晦之色。 而花青武则为那只即将被吞掉的小羊, 孤独无助。 花青武绝望了, 扭头看向石门后面, 眼神带着迷恋, 不舍, 各种复杂的情绪。 他舍不得, 舍不得楚循。 舌头咬在背尺中间, 只要用力咬下去, 他就会香消玉养, 但却留得住清白。 再见了。 楚循? 声音轻的, 只有自己能听见, 但眼神坚定, 雪白的背尺即将咬破舌头。 老三, 快退。 千钧一发之际, 裴冲突然惊恐的大喊, 一道白色皮链从洞内暴射而出, 划破空气, 带起阵阵暴鸣声, 快到肉眼难以捕捉, 直接贯穿身在空中销售老者的身体。 碰, 尸体从半空坠落, 捡起周围枯黄的落叶, 销售老者眼睛瞪得大大的, 脸上的银灰之色还未消散, 从胸口到后背贯穿的血洞极为刺眼, 带走他所有的惊气神。 他的脸色慢慢被惊恐占据, 朝裴冲的方向伸出手, 伸出一半突然落下, 气机全无。 死! 花青武倒吸一口冷气, 不是因为震惊, 而是牙齿咬破舌头疼的。 他当然没有继续, 因为他知道危机解除了, 再没人能伤害他了。 漂亮的眼睛带着委屈看向洞口, 一道年轻的身影缓步走出, 神色淡漠, 眸子冰寒。 裴冲和另外一个老者看到走出来的身影, 惊讶多过恐惧。 他们惊讶洞内真的有人, 而且还如此年轻。 宗师? 想到刚才杀死销售老者的白色皮链, 两人脑子里同时冒出这个念头。 可又觉得不可能, 如此年轻就成为宗师, 那宗师还不跟路边的野草一样多。 他肯定是用了什么特殊手段杀了销售老者, 两人这样想, 才能解释心里的震惊很疑惑。 你, 裴冲张开嘴。 楚勋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裴冲不禁面露恐涩, 想好的话也说不出口了。 好冷漠的眼神, 只是看了他一眼, 就让他血液凝固, 犹如置身地狱。 楚勋走到花青武跟前, 蹲下身, 手掌轻轻贴上他柔软的腹部, 一股柔和的真元渡了过去。 花青武也是修仙者, 他感受最为清楚, 楚勋对真元之力的控制 接近恐怖的地步。 片刻之后, 花青武翘脸再次恢复红润, 美艳惊人。 楚勋伸手怜惜地擦掉他嘴角的血迹, 在花青武震惊又害羞的眼神中 看着楚勋的头慢慢靠近, 最后吻上他柔软水润的珠唇。 他吻我了, 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花青武喜极而泣。 其实他一直明白, 楚勋只是被动接受他, 但现在, 楚勋真正地认可了他。 几分钟后, 楚勋放开他, 轻视他脸上的泪痕。 从这一刻起, 花青武就是他楚勋的女人。 一向对楚勋大胆的花青武, 此时却娇羞地垂着头, 翘脸一片飞红。 过了许久他才发现, 刚才咬破的舌头已经复原了。 花青武有些恼怒, 因为楚勋在吻他的时候, 竟还分心帮他疗伤。 楚勋虽然对感情木讷, 但却也知道, 猜女人的心思比修仙更难。 他已然察觉到花青武的情绪转变, 只是洋装不知。 楚勋站起身, 冰寒的毛子看着对面两人。 裴冲和另一老者也在小心地打量楚勋, 从他们闪烁的眼神可以看出, 他们那里并不平静。 楚勋身上没有那些波动, 如同普通人, 但他们不敢大意, 因为那个小丫头身上也没有那些波动, 可那种速度连他们都惊讶。 无极门! 楚勋语气冰冷, 像是自语, 有像是在询问。 他之前处在修炼中, 但外界发生的事情,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在下无极门二长老, 裴冲。 我知道, 楚勋截断他的话, 但莫道。 裴冲脸色稍微不自然, 他是无极门二长老, 身份尊崇, 从没人敢打断他的话。 但击杀三长老的那道白色皮链, 让他心生忌惮, 没弄清楚之前, 他尽量放低姿态。 朋友, 之前那是试个误会, 你们想要这个吗? 他的话再次被楚勋打断。 楚勋摊开掌心, 一颗火焰果, 散发正朦胧红光, 在阳光下格外诱人。 裴冲和另一老者眼底同时爆发出炙热之色, 如此看来, 洞内果然有灵果。 楚勋收起火焰果, 眼神森然。 你们想要灵果, 我没意见, 你们想杀人夺宝, 只要有这个本事, 我也认栽, 可你们万不该动歪念。 朋友, 这是真的只是个误会, 我们愿意向这位小姑娘道歉? 不必了, 他的话第三次被楚勋打断, 道歉就不必了, 把命留下就好。 楚勋话音落下, 两人脸色大变。 这位朋友, 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杀了我们三长老, 先不说这笔账怎么算。 你真以为凭你一人可杀我们二人吗? 就算如此, 你能承受得住我们无忌门的怒火吗? 裴冲脱口而出, 声音略急, 显得有些色力内人。 能不能杀你二人是我的事? 能不能承受无忌门的怒火, 也与你们无关? 你们的废话太多, 还是想想怎么反抗才能死得比狗强一点。 两人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对方简直游言不尽, 观对方神色一直未变, 看来无忌门的名头压不住他。 狂妄, 裴冲还在思索对策, 思考楚勋是空口说大话, 还是真有信心击杀他们两个。 可另一老者劈起火爆, 立刻一声, 小兔崽子, 少在那里空口说大话, 这唬不了我们, 代我拿下你, 我会在你眼前玩了你的女的, 最后好叫你们做一对苦命鸳鸯。 哄, 老者话落, 一脚踏出, 地面颤抖, 人已如猛虎般扑出, 周身气息涌动, 声势骇人。 楚勋冷眼看着扑来的老者, 眸子冰寒, 冷漠无情, 只见他抬起手, 白细的手掌之上, 白色气流环绕, 轮回私缠。 楚勋轻语, 五道白色气流从指尖射出, 犹如五道白线, 这五道白线是由真元凝聚而成, 白丝在空中如蛇般游走, 朝着身在半空的老者缠去。 速度奇快, 根本不容老者反抗一般, 五道白色分别缠上老者的脖子, 双手, 双脚,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老者竟被五道白色束缚在半空, 五道白色一边连着楚勋的五指, 一边束缚着老者, 看上去楚勋在用人放风筝一样, 老者奋力挣扎, 内息急速流转, 想要震断白丝, 可任由他如何催动内息, 都无法摧毁这五道白丝, 老者脸上不由地浮现出金锯之色, 轮回私缠, 斩字出口, 楚勋五指猛然并拢, 吃, 一声轻响, 老者的头颅, 双臂, 双腿, 突然从身体上分离, 鲜血喷溅, 喷出去好几米远, 老者连哼都没哼一声, 便被五马分尸了, 威风轻浮, 浓浓的血腥味开始弥漫, 裴冲下的亡魂接冒, 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 花青舞翘脸瞬间失色, 惊恐地捂住眼睛不敢再看, 轮回私, 处循自创技法, 随着修为增强, 轮回私也会逐步增加, 他为先帝时, 这轮回私有千万道, 可瞬间将人绞杀成血物, 前, 前辈, 饶命, 裴冲牙齿打战, 双腿发软, 跪倒在地, 他的身体在瑟瑟发抖, 太恐怖了, 他跪为无疾门长老, 也算是见识渊博, 但自问从没见过这么恐怖的杀人手段,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肝胆都在打战, 他从没如此害怕过, 他不敢抬头, 他心里没有一点反抗的胆量, 这一刻, 他已经忘了自己是后点, 六层的高手, 是无疾门地位尊崇的二长老, 如果这世上有后悔药, 他一定会买十斤当饭吃, 你不配求饶, 楚勋的话冷漠无情, 这一刻, 他潜意识中已经化身意见那个杀伐果决的楚先帝, 跪着的裴冲直接瘫倒, 眼神呆滞, 如同失去生气, 楚勋? 花青武弱弱地叫了一声, 他发现楚勋有些不对劲, 楚勋回头看了他一眼, 目光淡然, 道, 不准求情, 花青武一正, 委屈得一别嘴, 可怜兮兮地看着楚勋, 那模样像是被主人丢弃的小猫, 楚勋无奈, 目光变得温柔, 他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些重了, 可他真的很生气, 如果他醒来晚一步, 后果难以设想, 我自杀该杀之人, 楚勋语气柔和了些, 他心里自有一杆秤, 什么人该杀, 什么人不该杀, 他自有决断, 刷, 状况突发, 瘫倒在地的裴冲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 将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朝着远处逃窜, 花青武惊讶地捂住嘴, 他没想到这裴冲如此狡诈, 当才还一副任命的模样, 原来只是在等待时机逃跑, 楚勋冷眼看着飞速逃窜的裴冲, 神色依旧冷漠, 他之前以天机影观察过裴冲, 得知此人心思狡诈, 所以, 发生这一幕, 他并不惊讶, 助击气, 久违了, 楚勋轻语, 他借助火焰果, 一举突破炼气期, 踏入助击前期, 助击气才算是真正的修仙者, 到了这个层次, 便可使用一些低级术法, 楚勋抬起一根手指, 真元汇聚指间, 周身荡起无数飓风, 一扇随风乍响, 涂抹指一指灭生灵, 一指点出, 白芒迸发, 在空中一闪而逝, 砰, 急速逃窜的裴冲突然炸开, 化为漫天血雾, 他淡淡地收回手, 眼神浮现出欣喜之色, 助击气, 这种感觉真好, 八, 楚勋和花青舞出现在云岩市, 各方势力得到消息, 闻风而动,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苏甲, 苏老虎人老成金, 派苏帆把楚勋和花青舞接回苏甲, 这让其他势力极度地发狂, 可不管怎么样, 都要去楚勋面前混个脸书, 云家事件之后, 他们有些人专门了解过 世俗界之外的武道界, 宗师, 凤毛灵脚般的存在相当于神, 这让他们更加坚定心中所想, 要跟楚勋出好关系, 苏宅, 一座装修的古香古色的四合院, 院里院外全都是由鹤枪实弹的士兵把守, 以苏老虎的身份, 有这份待遇并不奇怪, 苏宅花园中的凉亭里, 楚勋, 花青舞, 苏家老人, 还有苏帆兄妹和女赌客, 围着石桌而坐, 苏老虎倒好一杯茶, 恭敬的双手奉上, 这个一身胆气, 极恶如愁的军中猛虎, 此时放低身段, 如普通老人一般, 前辈, 请用茶, 楚勋接过茶, 清敏, 只是沾湿嘴唇, 苏老虎没有丝毫不满, 总是, 能接你的茶, 那就是天大的面子了, 我跟苏帆既是兄弟, 你就不必再喊我前辈了, 喊我楚勋, 或者先生都行, 楚勋说道, 苏老虎想了想, 恭敬道, 那我就称呼医生先生吧, 楚勋微汗手, 老大, 你太不够意思了, 苏帆自顾自的倒杯茶, 一饮而尽, 嚷嚷着抱怨, 抱歉, 最近有些事耽误了, 楚勋歉意的说道, 这是的确是他的错, 他也没想到, 在蝴蝶山底一待, 就是一个月, 别光嘴上说抱歉啊, 得有补偿才行, 苏帆贼嘻嘻的说道, 你想要什么补偿, 楚勋笑问, 苏帆眼珠子滴溜溜打转, 贼笑道, 老大, 你就随便教我几招绝技就成, 这对你来说很简单吧, 楚勋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嫌弃道, 你资质太差, 教了你也学不会, 苏帆差点相信, 可当他看到楚勋嘴角打去的弧度, 才知道楚勋是在逗他, 抱怨道, 老大, 不带你这么打击人的, 我差点就要怀疑人生了, 有苏帆这个活宝在, 向来不会冷场, 慢慢的, 苏老虎也放开了, 时不时的跟楚勋请教一些关于修炼的问题, 楚勋都一一耐心解答, 苏唐今天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 圆圆的脸蛋, 明亮的大眼睛眨牙眨的, 不时偷看眼楚勋, 然后迅速低下头, 脸蛋红得像个苹果, 十分可爱, 花青舞抬头看了他一眼, 柳眉微皱, 并没有多说什么, 女赌客是知情者, 只能悠悠地叹口气, 隐隐替苏唐担心, 楚勋是何等身份, 普通人难入其眼, 他只怕苏唐是落花有意, 最后落得黯然神伤, 聊天的过程中, 楚勋想起无极门的事, 询问了一下, 无极门, 我看叫无德门才对, 苏帆不懈道, 先生有所不知, 这个无极门在武道界 打着名门正派的旗号, 干的却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 让同道中人很是不齿, 无德门, 这个名字倒也贴切, 楚勋淡笑道, 苏帆神色一动, 直勾勾地盯着楚勋, 老大, 你打听无极门干什么, 该不会是这些倒霉的家伙, 惹到你了吧, 楚勋点点头, 淡然道, 是发生了点不愉快, 什么不愉快, 老大你快说说, 苏帆满脸幸灾乐祸, 楚勋奇怪, 不明白苏帆为什么这么高兴, 先生有所不知, 凡尔以前被无极门的寺长老打伤, 若不是因为我苏家还有几分威名, 他那次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这事, 楚勋饶有兴趣地看着苏帆, 苏帆脸色微微有些尴尬, 别扭道, 老大, 这事已经过去了就别提了, 说出来有损我光辉形象, 苏帆越是不愿意说, 楚勋就越感兴趣, 还是我来说吧, 没想到女赌客突然开口, 两年前我无意中碰到了无极门寺长老, 这个无耻之徒竟然, 幸亏苏帆路过救了我, 女赌客说得严谨一该, 但当时的凶险可定不小, 苏帆松了一口气, 幸亏女赌客没说出他被打得半死不活, 最后还是靠苏家的名头, 让对方有所顾忌, 才保住小命, 别再让我遇到那个老东西, 楚勋笑道, 苏帆一正, 随即问道, 老大你什么意思, 该不会, 苏帆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楚勋笑了笑, 点点头道, 没错, 他死了, 我杀的, 还有一个叫裴冲的和什么三长老, 我靠, 老大, 你也太牛逼了吧, 无极门长老被你一次干掉三个, 我只想说一句, 杀得好, 苏帆兴奋的大声嚷道, 楚勋连杀三人, 没人觉得震惊, 只是替无极门感到悲哀, 真是人在坐天在看, 夜路走多了, 终会碰到鬼,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开罪楚勋这个少年宗师吧, 真想知道, 无极门知道, 自己人得罪了宗师会有怎样的反应, 一个士兵小跑进来, 对苏老虎进个军礼, 首长, 门外来了好些人, 说是要拜见楚先生, 这些人的消息够灵通的呀, 苏老虎笑了笑, 看向楚勋, 先生若是觉得麻烦, 我替你回忆去他们, 楚勋最怕麻烦, 刚要点头, 却听花青武说, 花架来人了吗? 士兵看向苏老虎, 苏老虎点头后才回答, 来了, 按你想的做吧, 楚勋淡淡地说道, 他知道, 花青武心里始终有根刺, 这根刺就是花架, 花青武深呼吸口气, 看向楚勋奄然一笑, 然后扭头看向苏老虎, 礼貌道, 苏爷爷, 今天免不了要打扰这里的清静了, 他不是楚勋, 所以说话做事, 不能随心而为, 面对这个戎马一生的老人, 他也不敢拖打, 花青武是楚勋的女人, 又如此礼貌, 苏老虎觉得很受用, 哈哈一笑, 道, 我这地方是冷清了些, 人老了就喜欢热闹, 说完看向士兵, 吩咐道, 你去让大家进来吧, 士兵领命而去, 片刻之后, 十几号人在士兵的带领下走来, 这十几个人, 都是云烟市的顶尖势力, 最早得到消息, 见过楚宗师, 楚宗师好, 我是华泰国际的高金鹏, 您叫我小高就可以了, 楚宗师, 我是, 我是, 十几号人大老远就开始介绍自己, 争取能给楚勋留个好印象, 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做上宾, 可今天情况不同, 每个人都带来一份价值不菲的礼物, 楚勋不知道, 从云家事件之后, 他的照片人手一张, 被列为最不能得罪的人物, 当然, 关于花家的所作所为, 他们时候也都了解过, 所以, 此时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花家鼓励, 花家来人不少, 除了对权力热衷的花青山, 还有花墨谢三兄弟, 另外花盛, 花瑞这些优秀的年轻一辈也在, 花青山眼神闪烁, 他知道, 花家此时处在风口浪尖上, 一个处理不好, 花家估计要在云烟市除名了, 苏老, 花青山拱拱手, 苏老虎点点头, 算是回应, 花青山的视线一到楚勋身上, 张了张嘴, 最后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他的视线看向花青武, 笑得很慈祥, 道, 小五, 爷爷这次带他们来, 是给你道歉的, 道歉? 花青武语气冰冷, 冷笑道, 不必了, 花青山一张老脸, 有些不自然, 强笑道, 小五, 我知道你生气, 可我们当时谁都不知道, 云家如此识恶不赦, 我们本来只是想为你找个好归宿, 总的来说, 出发点是好的, 是我们没看清云家的真面目, 差点把你推进火坑, 爷爷在这里给你道歉, 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不是, 他的表演打动, 可这里都是什么人, 个个都是人精, 事情他们了解的一清二楚, 自然不会被骗, 嘲讽地看着花家的人, 花青武敲脸, 满是讥讽地看着花青山, 更是扫视一圈花家其他人, 对花家, 他早已失望, 如果不是楚循, 这些人怎么可能跑来跟他道歉, 花青山人老成精, 看花青武不为所动, 当下推了花墨谢一把, 怒道, 都是你这个混账东西, 看看你为小五找的什么狗屁人家, 要不是楚宗师, 我们整个花家都被推进泥潭了, 花墨谢脸色铁青, 他明白自己现在就是颗气子, 出了这样的事, 别说花家家主之位了, 以后在花家的地位可能遗落千丈, 被逐出花家也不是没可能, 小五, 是爸爸对不起你, 花墨谢羞愧地低下头, 爸爸不求你的原谅, 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幸福, 说完, 他朝着楚循一败, 楚宗师,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只有小五这一个女儿, 现在我以别无所求, 只希望他过得幸福, 小五以后就交给你了, 这孩子从小吃了不少苦, 请你好好带他, 花墨谢抬起头时, 早已是老泪纵横, 花墨问眼神闪烁了几下, 上前看着花青舞道, 小五,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可他毕竟是你父亲, 父女之间哪有解不开的解, 跟我们回家吧, 我保证, 我们一定会补偿这些年欠你的, 小五, 跟我们回家吧, 你是我们花家的孩子, 有时回家说, 别在这里让人看笑话, 花墨言也开口劝道, 花生默不作声, 表情阴晴不定, 跟你们回去吗, 花青舞看向花圣问道, 花圣没想到花青舞会问他, 表情微微僵了一下, 但很快, 他的神色变得轻松, 笑容醇厚, 开口道, 不能回去, 善儿, 花墨言嘀喝一声, 花青山和花墨问, 花墨谢都瞪着花圣, 眼神带着警告之意, 花圣像是没感觉到, 轻笑一声, 笑道, 六妹很聪明, 最起码比你们想的要聪明, 你们的表演太过了, 花圣此话一出, 花家等人脸色骤变, 八, 花圣的话, 相当于将花家伪善的面具撕下, 混账,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花青山呵斥, 他气得老脸铁青, 他此刻对这个一直看好的孙子很失望, 是胡说八道吗, 花圣笑容温和, 不急不躁地反问, 犯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自欺欺人, 这里的人可有脑袋愚笨的, 这么拙劣的表演, 真当大家都是傻子吗, 你给我闭嘴, 花墨问生气的低吼, 大伯, 为什么不让大哥继续说下去, 花青五眼神讥讽, 这个时候还在想着算计他, 真是死心不改, 那个, 小五, 有事还是回家说, 别让外人看笑话, 注意到花青五的眼神, 他很不自然, 花青五不屑一笑, 眼神看向花圣, 道, 大哥, 你说我不能回花家, 为什么, 因为, 你回不回去, 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 他们真正想攀上的是楚宗师, 花圣一直储循说道, 随着花圣的话, 花家众人再次色变, 如果前面花圣是撕下了他们伪善的面具, 那现在就是将他们丑陋的面目, 曝光在众人眼中, 花老头, 你还真是逼脸不要, 这把年纪活狗伸上去了, 你这点心思别说楚宗师了, 就是我们也早就看出来了, 早就听说你们花家无耻至极, 逼花小姐嫁给云南风, 以此攀上云家, 真是长了一张狗脸, 花青山, 你真以为大家都是傻子, 天底下就你一人聪明, 看你在这里心心作态, 我就想吐, 是不是看云家倒了, 没啥希望了, 这又转过来攀附楚宗师了, 在场的都是云烟是个行领头人物, 真正的大佬, 自然不会把花家看在眼里, 所以, 损起来丝毫不留情面, 花家众人脸色那叫一个精彩绝伦,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楚巡突然看向花瑞, 花瑞浑身一颤, 猛地收回放在花青五胸部那火热的目光, 留你一命, 但你的眼睛我收了, 众人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只见两道如丝般的白线窜出, 直接没入花瑞的眼睛里, 楚巡的手指轻轻一动, 花瑞的两颗眼球被勾出, 掉落在地上, 竟还弹了几下, 啊, 花瑞这才发出淒厉的惨叫, 双手捂着眼睛, 心红的鲜血从指缝流出,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花瑞惊慌失措地疯狂大喊大叫, 众人静若寒蝉, 他们知道, 花瑞这辈子只能在黑暗中度过了, 至于楚巡, 为什么要摘走花瑞的眼睛, 认真了解过花家的人多少都能猜到险, 尤其是之前花瑞看花青舞的眼神, 充满了变态般的占有欲, 这让他们猜到十之八九, 如果真是放在别人身上, 大家顶多骂一声恶心, 变态, 可这个女人是楚巡的, 她都敢觊觎, 真是不知死活, 大家都觉得, 花瑞的下场活该, 是自找的, 没人回去傻到同情她, 而得罪楚巡, 瑞儿, 看到儿子凄惨的样子, 花莫岩急忙奔过去, 啪, 一声轻响, 却让花莫岩如遭雷击, 僵在原地, 众人看向她的脚下, 不由地瞪大眼睛, 她竟然把自己儿子的眼珠子踩爆了, 花莫岩低头, 顿时脸色惨白, 如同见鬼, 惊叫一声, 忙不迭地地朝后退去, 啪, 又是一道破裂声, 花莫岩艰难地低下头, 突然眼睛泛白, 一头栽倒昏死过去, 因为花瑞的两颗眼珠子, 都是被她踩爆的, 众人既胆颤又觉得搞笑, 个个紫着脸跟便秘似的, 花瑞还在继续痛苦地哀嚎, 她不知道自己的眼珠子被亲生父亲踩爆了, 若是知道, 定要问一句自己是不是亲生的, 花家的人脸色惨白, 他们知道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不但没棒上楚循这棵大树, 反而惹得对方很不高兴, 只有花盛还算正常, 看着惨豪的花瑞, 微微叹息一声, 自作孽不可活, 随后, 花盛上前两步, 弯腰恭敬道, 手下留情, 楚循沉默, 他之前说过, 刘花瑞一命只取他的一双眼睛, 同样的话, 他不会再重复第二遍, 谢谢, 花盛弯腰败谢, 接下来, 他派人送花瑞父子被送去了医院, 现场的气氛沉闷, 凝重, 让人很不舒服, 众人都在观望, 在等楚循的态度, 若是楚循原谅花家, 那他们以后少不得要对花家照顾一二, 若是楚循不原谅, 那小小的花家明天就得宣布破产, 从云烟室除名, 花家众人如丧考彼, 像是在等待审判的罪犯, 花青武看向楚循, 楚循微微一笑, 开口道, 你怎么做, 我都没意见, 花青武奄然一笑, 扭头看向花青山, 道, 我要你让出花家家主之位, 花青山老脸惨白, 眼睛瞪着花青武, 他一辈子迷恋权力, 已经快死的人了, 都舍不得泄认, 可见他对权势的贪恋到何种程度, 可他明白, 现在由不得他, 他此时若敢说个不字, 云烟室将再无花家, 我答应你, 说完这句话, 花青山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精气神, 气色为米, 脚下踉跄几步, 还是花胜扶住才不至于摔倒, 花青武伸出的手捕捉痕迹地抽回来, 仰起头, 走到花末问面前, 道, 大伯, 我要你交出手中所有权力, 花末问正了半想, 最后悠悠叹口气, 苦笑一声, 点点头, 花青武的视线移到花末蟹身上, 花末蟹拳头钻井有松开, 明显心里正在交战, 片刻过后, 他还是交出了手中的资源, 所有持有花家资源的都必须给我交出来, 我将重新进行分配, 从这一刻起, 花家暂时由我执掌, 花青武大声说道, 小五年幼, 以后少不了养仗各位叔叔伯伯照顾, 麻烦各位了, 花青武朝四周的大老鞠躬, 这些人急忙还礼, 楚循的女人, 他们可不敢拖打, 恭喜六妹了, 花胜笑容醇厚, 看不出心里真正的想法, 你们先回花家, 通知大家, 明早开会, 我有事情要宣布, 若是有人迟到或没来, 就别怪我逐他们出花家, 花青武言语霸道, 花家的人离开了, 十几个大老个识去的, 纷纷告辞, 等等, 楚循喊住众人, 他从桌上的礼物中, 挑出一个长方形墓盒, 打开墓盒, 里面是一根人参, 这是谁带来的? 楚循问了一句, 高金鹏站出来, 像个被提问的小学生一般, 忐忑道, 楚宗师, 这是我带来的, 这是我在高架收来的, 我找人看过, 绝对超过两百年了, 高金鹏以为, 楚循嫌弃他的礼物低廉, 慌张地解释起来, 楚循挥挥手, 示意他别激动, 这才开口道,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说, 这礼物很不错, 高金鹏一正, 然后狂喜, 得意地看着其他人, 那眼神像是在说, 看到没, 楚宗师在夸我, 他夸我了, 我这人向来不喜欢欠人人情, 随着楚循的轻贺声, 众人目瞪口呆, 震惊地鼓起眼睛, 只见一道道火龙拔地而起, 冲上高空, 诡异的是, 他们却感觉不到丝毫温度, 楚循将手里的人身扔进阵中, 轻贺一声, 炼, 随之, 他的双手飞速结出繁琐的手印, 只见古餐诡异地飘浮在半空, 在一道道火龙的冲击下, 不断变换, 一滴金色液体从古餐中渗出, 却没有滴落在地, 而是悠悠飘浮起来, 在阵中滴溜溜打转, 又一滴金色液体浮现, 慢慢地, 金色液体多来越多, 最后达到二三十滴, 金灿灿的, 在空中滴溜溜打转, 十分耀眼, 吃, 一声轻响, 古餐化为飞灰, 楚循结硬的手却越来越快, 空中二三十颗金色液体凝聚成珠子, 在空中急速旋转, 金光闪闪, 魏庭院镀上了一层金色, 所有人都痴迷地看着这种异象, 瘦, 楚循轻贺, 一道道火龙突然消失, 二三十颗金光闪闪的珠子飘浮在空中, 楚循摊开手, 这些珠子飘过来, 静止落在他的掌心, 众人这才惊醒, 表情震撼, 他们从没见过这种手段, 神仙? 只有神仙才有这种手段, 想到这儿, 他们有种跪地膜拜的冲动, 每人一刻, 楚循轻轻仰手, 十几颗金光灿灿的珠子飞出去, 诡异地飘浮在这些人面前, 十分神奇, 有胆子大的, 伸手碰了一下金珠, 质感真实, 不像是幻觉, 楚宗师, 这是什么东西? 有人好奇地询问, 这是一种丹药, 可治百病, 药道病除, 楚循说道, 他现在是注基期, 可以炼制一些品阶低级的丹药, 这些金珠, 其实连丹药都算不上, 只是那珠穀餐的精华, 还有他参加在里面的一丝真缘, 真的假的, 药道病除, 这也太玄乎了, 楚宗师, 真的什么病都能治吗? 有人稀奇地再次问道, 毕竟楚循手段如神仙, 他们心里还有些相信的, 楚循看向这人, 笑道, 当然, 包括你的影集, 保证药道病除, 一般说到影集, 人们都会往哪方面想? 众人不由地看向这人下半身, 这人是华东集团的董事长, 张昌文, 在云烟市势力雄厚, 黑白通吃, 此时却老脸张红, 大家猜得没错, 他的影集的确是布局, 他变访名医, 最后结果都不尽人意, 没想到却被楚循一眼看出来了, 心里不但不生气, 隐隐竟有些激动, 眼神稀奇地看着眼前的金珠, 或许这些金珠真的可以治好他的影集, 张昌文伸手将金珠抓在手里, 然后在大家的注视下, 一口吞下, 花小姐, 这院子里景色不错, 我带你去看看, 女赌客聪明地选择戴花轻舞和苏唐离开此地, 现场是剩下男人, 张昌文觉得金珠入体后, 瞬间化为一道炙热的火线, 直接窜向他的腹部, 紧接着, 一股舒服的感觉弥漫全身, 张昌文觉得丹田处一片火热, 多年没有反应的下面也有了抬头的趋势, 他不由地激动起来, 慢慢地, 他越来越激动, 他有感觉了, 感觉得很真贴, 我好了, 我好了, 张昌文裤子顶起一顶帐篷, 激动地大喊, 众人神色古怪, 然后猛地转身抓向半空中的金珠, 巴, 人手一颗, 不多不少, 众人神色激动, 眼神炙热, 这颗金珠, 不对, 应该是丹药, 竟连布局都能请客治好, 真是太神奇了, 他们这些人身在商场, 应酬少不了, 久而久之, 便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这些人中随便拉出来一位, 不是有三高, 就是糖尿病, 再说了, 人生吃五股杂粮, 谁还没个三再六病的, 所以, 在他们眼里, 没有什么东西, 比这颗药盗病除的丹药更珍贵了, 拿到丹药, 众人喜不自禁, 当然没忘了感谢楚循赐药, 当然, 每个人都说了一段表决心的话, 什么以后以楚循马手之沾云云之类的, 楚循微微汗手, 他无所谓这些人日后怎么做, 赐丹药, 只是他不想欠下人情, 简单地客套了几句后, 苏老虎让人送走十几位欣喜若狂的大佬, 老大, 你这份礼物也太贵重了吧, 苏帆眼巴巴地看着楚循手里, 还剩下十多颗金珠, 无所谓, 只要有材料, 随时可以炼制, 楚循平淡地说道, 老大, 我现在对你敬佩之情, 犹如抽水马桶, 连绵不绝, 苏帆凑过来, 看着楚循手里的金珠, 垂涎三尺, 老大, 这东西好吃吗? 楚循嘴角抽了抽, 没好气得到, 你没病没灾, 吃它做什么? 谁说的, 我受伤了, 你看, 苏帆伸出胳膊给楚循看, 指着上面一个芝麻大的小红扁道, 这是昨晚被蚂蚁咬伤的, 滚, 楚循额头冒起三根黑线, 老大, 你就给我一颗, 让我尝尝味道, 苏帆不依不饶, 楚循无奈, 扔给他两颗, 苏帆迫不及待地吞下一颗, 顺时鼻子眉毛皱成一团, 叫嚷道, 怎么这么苦? 其实并不是很苦, 只是苏帆从小就怕苦, 这是骨餐净化凝炼而成, 赶紧吸收了, 对你的修为有帮助, 另一颗留着备用吧, 楚循说完, 将手里的金珠分出两颗递给苏老虎, 苏老虎道不矫情, 大放接受, 老脸欣喜, 这东西太珍贵了, 就算楚循不给, 他也会厚着脸皮讨要两颗, 楚循打算去找花青舞, 这时, 一名士兵小跑过来, 楚先生, 你的手机, 谢谢, 楚循接过手机, 道谢, 他在蝴蝶山底一待就是一个月, 手机早关机了, 来苏家后就交给他们拿去充电, 他怕陈汉龙有事找不到他, 打开手机, 响个不停, 几十个未接来电, 上百条信息, 楚循哥哥, 你去哪了, 怎么联系不到你, 这是唐肉的信息, 先生, 我和夫人以安全到达, 这是鬼老的信息, 先生, 我是孙英, 你可不能忘了我, 有事招呼一声,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孙英的消息中都带有匪气, 还有李天, 郑广义, 白人杰, 白人熊发来的信息, 其中一条消息, 让楚循的眼睛微微眯起, 是陈汉龙发来的, 上面写道, 先生, 你要找的人有消息了, 这个信息来自半个月前, 还有一条消息, 也是来自陈汉龙, 日期是昨天, 点开后上面写道, 先生, 就, 楚循当即打电话过去, 可陈汉龙的手机始终无法接通, 楚循拨打郑广义的电话, 也是无法接通, 出事了, 陈汉龙最后那个旧字, 肯定是在求救, 只是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 信息没编辑完, 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苏老虎察言观色, 看楚循神色有变, 故此一问, 我得回去了, 谷江才是他的大本营, 他关心的人, 关心他的都在哪里, 老大, 我跟你一起去, 正在吸收丹药的苏帆文言, 跳起来嚷道, 楚循有些愁愁, 苏帆这张嘴太容易惹事, 苏帆很聪明, 知道楚循顾忌什么, 当下坚决表态, 一切行动听指挥, 虽然楚循很怀疑, 最后还是同意了, 因为苏帆说, 就算不带他, 他自己也能去, 苏老虎当然没什么意见, 苏帆跟着楚循, 他还巴不得呢, 被女赌客带走欣赏园中, 风景的花青舞回来了, 楚循对他说明情况, 最后决定, 楚循先回去, 花青舞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再过去, 女赌客留下来保护花青舞, 没跟着凑热闹, 这让苏帆高兴的嘴都裂到耳根了, 有苏老虎, 还有云烟士其他大佬在, 楚循倒也不担心花青舞的安全, 苏帆动, 很快, 一个电话搞定机票, 时间是一个小时后, 一辆军用吉普在路上风驰电撤, 一个小时后, 楚循和苏帆顺利地登上前往古江市的飞机, 古江市, 龙英汇总部, 这个占地上千平方的庄园此时断壁残垣, 一片狼藉, 四条人影分飞交错, 站成一团, 地上的草坪被静气掀起, 地砖爆裂, 哄, 一声沉闷的对撞声, 四道身影分散开来, 一道身影落地后脚步亮呛, 转身窜进旁边残破的别墅, 站住, 你逃不掉的, 三道身影大鹤同时急追, 别墅大厅一脚露出一个地洞口, 可以看到有十阶直通地下室, 先前进来的人影一闪冲进洞口, 后面三人很快追来, 却在洞口驻足不前, 脸色阴沉, 该死, 又让他跑了, 其中一人很声道, 都怪着该死的阵法, 另一人立声道, 仔细看, 洞口有一层如薄膜一般的光照, 人只要靠近, 上面光滑流转, 他们第一次就吃了大亏, 被这座法阵镇伤, 也不知道那个臭道士, 什么时候能解开这座法阵, 一人声音沙哑, 充满力气, 等破了法阵, 我定要拧断那家伙的脖子, 其他两人认同的点头, 他们这两天可被戏弄惨了, 那个家伙后天九层大圆满的修为, 实力与他们相当, 但却很没有高手风范, 不时地偷袭他们, 受伤了就躲进阵中, 然后喝点仙灵液, 伤好以后继续偷袭他们, 搞得他们又怒又火, 可偏偏又抓不住对方, 气得他们差点抓狂, 先前进来的人影冲进洞口, 沿着石阶进入地下室, 磨了, 有人上来扶他过去, 正是陈汉龙, 而受伤的就是莫星河, 另外地下室还有郑广义父子, 孙英, 泰坦, 陈汉龙拿出一瓶仙灵液, 这是原液, 递给莫星河, 莫星河嘴角挂着血迹, 神色微米, 结果一仰头将仙灵液喝下去, 只见他的神色在迅速好转, 有傅先生所托啊, 莫星河惭愧道, 楚寻走的时候把这些人的安全交给他, 现在却被人赶得缩在地下室, 莫老别自责了, 郑广义试图安慰, 最后却也只能干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 这些混蛋, 等先生回来, 定叫他们不得好死, 孙英一拳打在墙上, 愤怒地说道, 他的龙英会被打垮了, 龙英会成员被抓得抓, 逃得逃, 现在只剩下他和泰坦了, 陈汉龙叹息一声, 苦笑着开口道, 我们熬不了几天的, 仙灵液只剩下最后三瓶了, 如果这样下去, 就算他们不杀进来, 我们也会因为食物和水紧缺而死的, 这些混蛋到底是什么人, 郑广义疑惑, 其实众人都很疑惑, 这些人是突然出现的, 先找的陈汉龙, 上来直接开口索要仙灵液配方, 他们是冲着仙灵液来的, 但却不表明身份, 我一会再试试, 竟被逼到这般田地, 他多次想出去寻找楚寻, 但都被挡了回来, 要是现在能充电就好了, 挣钱多闹, 他们被困在这里快一个礼拜了, 昨天陈汉龙发出最后一个消息, 手机也没电了, 陈汉龙, 交出仙灵液配方, 我们立刻退走, 不会伤你们性命, 声音来自地面, 夹杂着内袭, 有阵法在, 普通人的声音根本传不进来, 陈汉龙站起来, 大步走过去, 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身材消瘦, 面色如土, 留着两撇小胡子, 露出两个大板牙的男人, 正低头俯视着他, 卧槽, 建国之后, 不是动物不许成精吗? 这老鼠精哪来的? 陈汉龙出言讽刺, 交出仙灵液, 你们可以活命, 男人声音奸细, 还真挺像老鼠的, 长得跟他拿老鼠精似的, 我教你奶奶的腿, 想要仙灵液, 跪下来叫几声爷爷, 说不定我一时高兴赏你孙子两瓶, 陈汉龙知道有法阵挡着, 对方进不来, 所以很是放心地破口大骂, 你再找死, 老鼠精声音奸细阴沉, 绿豆大的眼睛布满杀鸡, 虽然有法阵挡着, 但陈汉龙还是被对方的眼睛盯得心里发毛, 不过输人不输阵, 陈汉龙不屑大笑, 孙子, 你爷爷我就是在找死, 有本事下来杀我, 我把脑袋伸给你, 在陈汉龙叫嚣的时候, 墨星河站起来贴着墙根, 躲在阴暗中悄无声息地接近洞口, 这时, 一个身宽体肥, 满脸肥肉, 走路像个球移动的大胖子, 出现在老鼠精身边, 探头往下看, 陈汉龙的手掌不可察觉地往下按了一下, 黑暗中的墨星河立刻静止不动, 卧槽, 先出现一个老鼠精, 这又冒出个猪精, 现在的妖精都这么嚣张吗? 胆祖团出动? 陈汉龙故作惊讶地讽刺道, 猪精, 不对, 是大胖子, 因低头时间太长, 累得哼哼了两声, 对陈汉龙道, 你知道个屁, 我们是, 闭嘴, 老鼠精喝断大胖子的话, 死老鼠, 你敢多吼, 大胖子怒视着老鼠精, 就是现在, 陈汉龙突然大吼一声, 躲在黑暗中的墨星河已经离洞口很近了, 听到声音足下发力, 地面塌陷如蜘蛛网, 人如炮弹般射出, 小心, 老鼠精大惊, 大吼一声, 同时猛地双臂交叉护住正脸, 墨星河的脚闪电般踢中他的双臂, 后天九层大圆满的内袭彻底爆发开来, 碰, 老鼠精被震得连连倒退, 地面的地板都被双脚踩裂, 老鼠精只是被震退, 并未受伤, 可见修为不低, 墨星河不敢大意, 转身一把抓住反应缓慢的大胖子衣领, 拽着他一同跳进地下室, 陈汉龙迅速地收起手里的玉牌, 老鼠精追过来的时候, 法阵已再次启动, 光芒流转, 大胖子实在太胖了, 被墨星河拽进来, 一路顺着石阶滚下来, 跟个球似的镇得整个地下室尘土素素, 要不是法阵护着, 恐怕地下室早塌了, 吧, 碰, 大胖子从石阶滚下来, 撞上一侧的石壁才停下, 这猛烈的撞击让整个地下室都瑟瑟颤抖, 哎呦, 摔死你胖爷我了, 陈汉龙等人目瞪口呆, 张口结舌, 大胖子竟然爬起来了, 连摔带撞, 要是一般人早就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了, 如此证明, 大胖子不是一般人, 墨星河一个剑步上前, 挥手就打算给大胖子来一起狠的, 等等, 大胖子像是早有感应, 猛地转身, 这转身的速度跟他的体型很不许相符, 他摆着双手, 身上的肥肉一阵乱颤, 被发现了, 墨星河信心地放下手, 警惕地看着大胖子, 大家别紧张, 我们都是文明人, 有时好好说, 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 这太野蛮了, 胖子胆胆身上的土, 产笑着说道, 陈汉龙看着他那张大肥脸, 气不打一处来, 一脚踹过去, 同时气得大骂, 我闻名你大爷, 都快逼死老子了, 还给我讲文明, 我让你闻名, 陈汉龙大骂的同时, 一脚踹在胖子的肚子上, 谁知道这一脚直接陷了进去, 跟踹在棉花上一样, 只见胖子的肚子又猛地弹起, 陈汉龙直接被弹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地下室的石壁上, 咚的一声闷响, 碰, 陈汉龙从石壁摔在地上, 疼得呲牙咧嘴, 死肥猪, 我要杀你了, 陈汉龙两眼冒火, 这一撞虽然没真正受伤, 却撞得他眼冒惊心, 疼痛难忍, 棉花堵, 墨星和饶有兴趣地盯着胖子, 并没有急于动手, 他能看出胖子并没有要伤陈汉龙的意思, 要不然刚才这一下就能震断陈汉龙的腿, 胖子一震, 然后有模有样地对着墨星和施了一礼, 晚辈拜见前辈, 前辈真是独具慧眼, 墨星和不禁一乐, 这胖子很识实物, 莫老, 快拿着这个死肥猪, 我要把它炖成红烧肉, 陈汉龙爬起来叫道, 胖子大急, 朝着墨星和摆摆手, 前辈, 我没有要伤他, 是他先动的手, 我只是条件反射, 墨星和当然知道这些,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才是他最关心的, 胖子抬头看了一眼洞口的老鼠精, 善善道, 我不能说, 吆喝, 落在我们手里, 还敢这么嚣张, 真以为我跟你闹着玩的, 信不信我立刻把你炖成红烧肉, 陈汉龙故意吓唬他, 陈汉龙不傻, 他知道胖子对他已经手下留情了, 不然他岂能轻松站起来, 别别, 我说, 你们真是太残忍了, 胖子脸上的肥肉一阵哆嗦, 害怕的样子很有戏感, 我们是, 你不怕回去受罚, 就继续说吧, 老鼠精在上面冷声说道, 胖子的脸猛的一哆嗦, 即将出口的话也吞了进去, 陈汉龙气急, 抓起一块石头朝老鼠精砸去, 可惜石头被法阵直接震碎掉落下来, 最后, 陈汉龙朝老鼠精骂了几句, 然后把胖子带到里面去了, 地下室很深, 里面有很多房间, 因为仙灵液都是从这里出去的, 所以陈汉龙特意装修了一番, 两人带着胖子走进一个房间, 郑广义父子, 还有孙英, 泰坦, 都好奇地看着胖子, 他是, 郑广义问道, 仁智, 陈汉龙回道, 抓仁智是不是挑个兽点的, 这家伙也太胖了, 抓起来也费事, 郑广义觉得, 墨星河和陈汉龙脑子有问题, 抓个仁智都这么不靠谱, 对对对, 这位大哥说得对, 要不你们放我, 再去抓一个, 那个死老鼠就挺不错了, 我可以配合你们引诱他, 胖子见风使舵, 转眼就把老鼠精给卖了, 若是老鼠精听到, 肯定会说一句,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你想得美, 想什么好事呢, 老师给我坐下, 陈汉龙踢过去一把椅子, 椅子是木制的, 胖子坐上去椅子咯吱咯吱, 身影, 看得几个人目瞪口呆, 生怕这货把椅子压垮了, 我问你,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墨星河走过去问道, 我可以不说吗, 胖子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墨星河的表情, 你说呢, 墨星河的眼神开始变得危险起来, 胖子脸上的肥肉一阵哆嗦, 随即谄笑道, 我说, 不过能不能出去以后, 他们要是问起, 就说我是在酷刑下说出来的, 行吗, 几个人同时瞪大了眼睛, 这胖子还挺有意思,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好, 墨星河答应了, 我们是十二生肖, 胖子说道, 几个人一阵疑惑, 面面相亏, 十二生肖是啥玩意, 正前好奇地问道, 是不是一个组织, 墨星河问, 胖子点点头, 道, 对, 我们组织名字就是十二生肖, 你该不会是在逗我们玩吧, 陈汉龙怀疑, 不会的,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 保证说的都是实话, 胖子举手发誓, 保证道, 暂且相信你, 墨星河沉引一下, 继续问道, 既然你们是个组织, 那效力于那方势力, 快说, 不然把你身上的肉割下来红烧, 陈汉龙又开始恐吓, 不是我不说, 是不能说, 胖子一脸为难, 顿了顿抖, 反正我们只是需要仙灵液, 不会伤害你们的, 放屁, 陈汉龙破口大骂, 一把揪住胖子的衣领, 嚷嚷着, 不伤害我们, 机枪炮弹都用上了, 还叫不伤害我们, 要不是跑得快, 我们全交代了, 那不是我们干的, 胖子反驳道, 不是你们是谁, 是十二星座的人干的, 胖子示意陈汉龙先松手, 勒得他很难受, 十二星座又是什么鬼, 陈汉龙都快抓狂了, 其他人也惊愕, 难不成不止一方势力, 再对他们动手, 十二生肖, 十二星座, 你们是一伙的, 陈汉龙念叨了几遍, 抓着胖子衣领的手不但没松开, 反而揪得更紧, 胳膊轻筋直冒, 要不是胖子太胖, 绝对会被陈汉龙举起来, 其他几个人也觉得陈汉龙的猜测有道理, 同时盯着胖子, 胖子看起来很害怕, 可八道, 我们只是一个组织的, 但并不是一伙的, 这死胖子在逗我们玩呢, 扁他, 胖子话还没说完陈汉龙就嚷起来, 同时一拳头砸在胖子脸上, 接下来一阵拳打脚踢, 除了墨星河, 其他几个人一拥而上, 这几天都快憋屈死了, 好好揍一顿胖子, 消消心里的闷气, 胖子捂着脸拼命地惨叫, 叫声跟杀猪似的, 十几分钟后, 几个人累得气喘吁吁, 打人也是件体力活, 胖子还捂着脸蹲在地上嗷嗷惨叫, 行了, 别装了, 墨星河说道, 只见胖子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慢吞吞地站起来, 脸上带着憨笑, 陈汉龙几人傻眼了, 这胖子在太抗揍了吧, 他们全打脚踢十几分钟, 这货还笑得出来, 墨星河眯起眼睛, 陈汉龙不解, 意思就是, 你们几个刚才全打脚踢, 对他来说只是挠痒痒而已, 墨星河笑道, 几个人神色怪异, 什么棉花毒他们不懂, 但此刻反应过来, 胖子这一身肥肉就是最好的防御, 难怪他们打在胖子身上跟打在棉花上一样, 这死胖子太狡猾了, 墨老你快收拾他, 陈汉龙自己打不动了, 再说他打上也没什么用, 墨星河点头, 胖子看似憨厚, 其实很狡猾, 让我领教一下你的棉花毒, 墨星河做个请的姿势, 谁知道, 胖子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摆着手, 我不打, 我打不过你, 没打怎么知道, 你只要打倒我, 就可以逃跑了, 你不想离开吗, 墨星河诱惑到, 他对棉花毒很感兴趣, 这种功夫很冷门, 因为练棉花毒的前提是, 要把自己吃成大胖子, 所以很少有人去练, 你别骗我, 那头狮子和尼秋, 还有射手夹起来都留不住你, 我不打, 胖子头摇得跟波浪鼓有的一拼, 狮子, 尼秋, 射手, 什么东东, 墨星河好奇, 就是前面跟你交手的三人, 他们就是十二星座组织的, 那个金头发的就是狮子座, 外号狮子, 那个瘦小的就是双鱼座, 外号尼秋, 身材高挑的那个是射手座, 外号射手, 他们都是后天九层的高手, 狮子更是半圆满的境界, 可三人连胃都留不下你, 可见你可能是后天九层大圆满, 胖子分析的头头是道, 精明的样子跟他憨厚的外表很不相符, 那你是什么修为, 陈汉龙问道, 自从跟了楚巡, 他对舞蹈界多少懂点, 不, 我只是后天八层的修为, 胖子羞涩地说道, 陈汉龙几人却跟被蛇咬了一般, 连蹦带跳地后退到墨星河身后, 警惕地看着胖子, 奶奶的, 吓死他们了, 他们打死也想不到, 被他们拳打脚踢的胖子竟是后天八层的高手, 那要是动手, 捏死他们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想到刚才他们几个门外汉, 静奏了一个后天八层的高手, 几个人的心不禁一阵突突狂跳, 明显是给吓得, 墨星河也有些惊讶, 他能感觉到胖子修为不弱, 却没想到修为这么高, 这份修为足以排进高手之列, 我问你, 你明明可以躲掉, 为什么要故意让我拉进来, 墨星河的气息危险起来, 这胖子不可小觑, 胖子笑容憨厚, 善善笑道, 我是来跟你们谈判的, 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 仙灵夜我们势在必得, 但我们只要仙灵夜不会伤害你们, 那他们呢? 墨星河眼神伶俐, 胖子脸皱成一团, 认真地说道,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只讲结果, 不管过程, 为了完成任务, 他们才不在乎用什么手段, 你们抵抗不了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仙灵夜交给我们, 他们的目标是仙灵夜, 只要仙灵夜在我们手里, 他们就不会对付你们了, 胖子突然变得无比认真, 另几个人有些反应不过来, 我真的是为了你们好, 除了墨前辈, 你们都只是普通人, 墨前辈就算再厉害, 可他们有十二个人, 到时候墨前辈分身乏术, 你们根本逃不了, 到时候只能是白白丢掉性命, 说不定还会连累到墨前辈, 胖子说得严肃无比, 陈汉龙几人不禁陷入沉思, 胖子这话虽然不好听, 但的确是事实, 吧, 胖子说得很诚恳, 很严肃, 很认真, 陈汉龙也很认真的在思考, 他突然抬起头, 严肃地看着胖子, 道, 如果我说仙灵夜没有配方, 你信不信, 胖子惊愕地看着陈汉龙, 不用开口, 表情已然说明我不相信, 陈汉龙看向其他人, 不由得傻了, 墨前辈等人也怀疑地看着他, 陈汉龙简直欲哭无泪, 仙灵夜只是储循那栋别墅中的露珠, 他采集过来进行稀释, 哪有什么配方, 当然, 他也不能透露仙灵夜的来处, 否则将给储循带来无尽的麻烦, 我真的没有配方, 爱信不信, 陈汉龙百口莫辩, 也懒得解释了, 陈汉龙, 仙灵夜的效果太惊人了, 就算我们不动手抢夺, 其他势力也不会放过的, 十二星座的人已经请人破解法阵的, 你们在这里躲不了多久的, 胖子苦口婆心地分析着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希望陈汉龙可以拿出仙灵夜配方, 陈汉龙无奈极了, 他没法解释, 也没法证明自己没有仙灵夜配方, 老子再说一遍, 仙灵夜没有配方, 要杀药刮紧管来, 老子皱下眉头都不算是男人, 但你们记清楚了, 不管你们是什么组织, 势力有多强, 以后肯定会后悔今天所作所为的, 陈汉龙有些愤怒地说道, 明完不化, 胖子气得直跺脚, 震得地下是一阵颤抖, 你会死的, 他不认为有人能解开储循布置的法阵, 放我出去, 胖子明显有些恼怒, 注意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是人质, 郑广义喝道, 胖子自己可没有一点人质的觉悟, 气冲冲地道, 我出去是想办法救你们, 顺便给你们弄点食物和水, 别到时他们还没打进来, 你们先饿死了, 切, 幼稚至极, 你糊弄鬼呢, 当我们三岁小孩, 你会有那么好心帮我们, 不管你自己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陈汉龙不屑道, 胖子的脸骨成一个大号的包子, 生气地大声道, 我以党的名义发誓, 我, 后面的话戛然而止, 胖子说不下去了, 你们是国家的人, 陈汉龙满脸震惊, 墨星和几人也震惊地盯着胖子, 胖子悄悄扭头看向他们, 然后眼珠子转了几圈, 甘笑道, 我当然是国家的人, 我爱华夏国, 我爱我们的国家, 胖子的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陈汉龙几人都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 眼, 接着眼, 陈汉龙讥讽, 胖子眼不下去了, 脸色一正, 道, 好吧, 既然你们知道了, 那我就不隐瞒了, 我的确是国家的人, 奉命来取仙灵业配方, 陈汉龙几人傻眼了, 张口结舌, 他们没想到第一个垂涎仙灵业的净是国家, 不可能, 国家若是需要, 直接开口问我要就是了, 怎么会采取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陈汉龙又不信了, 他怀疑胖子身份的真实性, 胖子眼神古怪的看着陈汉龙, 我们的人可是跟您接触了三次, 可你的做法可不像是那么好说话的人, 三次, 陈汉龙想了想, 豁然抬头, 他想起来了, 靠, 那三个傻叉是你们的人, 胖子一正, 不知道如何回答, 陈汉龙想到那三个人的德性, 气得鼻孔冒白烟, 那是半个月前的事了, 连续有三个白痴, 张嘴就是代表国家来索要仙灵业配方的, 气得他让人一个一个扔了出去, 陈汉龙, 交出仙灵业配方吧, 我真心是为你好, 我们都是华夏国人, 仙灵业对国家有大用, 交出来吧, 我可以保你们无恙, 另外还可以给你相对应的补偿, 陈汉龙和郑广义相识一眼, 两人满脸嘲讽, 他们在商场摸爬滚打十几年, 什么是没见过, 这些人或许真的是国家某个组织的成员, 但他们抢夺仙灵业肯定不是国家授意, 而是某个人的命令, 你保我, 我看你还是想想怎么自保吧, 陈汉龙满脸讥讽, 扭头对莫星河说, 莫老, 麻烦你支住他, 搜搜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证件, 莫星河还没回应, 只见胖子迅速地掏出一个红色小本, 陈汉龙一把抢过来, 打开念叨, 国家安全局, 新组, 十二星座成员, 憨朱, 先不说这证件的真假, 但是胖子这名字, 让板着脸的几个人差点破功, 这不会是假的吧, 陈汉龙反复查看, 可他压根什么都看不出来, 只是在做样子, 这个东西, 没人敢做假, 胖子严肃道, 然后伸出手, 陈汉龙本来不想还的, 但看胖子严肃的样子, 还是递了过去, 胖子接过证件, 小心翼翼地在衣服上擦拭, 然后贴身收好, 看胖子的样子, 证件貌似不假, 陈汉龙不由的头大, 莫想到, 这些人的背景竟是国家, 这可就不好办了, 郑广一几人也沉默了, 国家插手, 国家的意思, 但也不敢公然违抗, 仙灵夜真的没有配方, 陈汉龙话音刚落, 只听轰的一声, 整个地下室都轻轻颤抖了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啊, 胖子脸色一变, 跑向洞口, 他们动手了, 陈汉龙也不着急, 丝毫不怕胖子逃跑, 这里进出的方法, 只有他一个人掌握, 几个人也好气胖子, 为什么着急, 紧跟了过去, 几个人抬头看去, 看到老鼠精还在, 正背对着他们, 快放我出去, 老鼠一个人拦不住他们, 胖子急声道, 为什么要拦他们, 陈汉龙好奇, 他们请了高人来破解法阵, 现在看来, 他们已经找到办法了, 刚才的震动, 就是破解法阵造成的, 高人, 破阵, 陈汉龙惊愕, 然后大笑起来, 别拦着, 让他们尽管来吧, 他不相信, 楚寻布置的法阵, 那为什么高人能破开, 地面上, 四人正对着老鼠精, 让开, 狮子一头金发刺眼, 生如炸雷, 盯着老鼠精说道, 老鼠精眼底金光闪烁, 然后一声不吭地退开, 好胆量, 下面的陈汉龙不禁嘲讽一声, 胖子脸色羞愧, 不愧是老鼠, 真是胆小如鼠, 十二生肖的脸都被丢光了, 他完全忘了之前自己, 被莫星河吓得那副怂样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那是蠢蛋, 老鼠这叫食食物, 没看对面有四个人吗? 胖子嘴硬地说道, 切, 贼一眉鼠眼, 胆小如鼠, 陈汉龙不懈地嘲讽, 刺激的胖子身上肥肉直哆嗦, 高仙师, 麻烦了, 看到老鼠退走, 狮子对身边一位四十多岁, 身穿道袍, 面如枯狗, 留着山羊湖的男子说道, 这位高仙师神色巨傲, 只是冷淡地嗡了一声, 便大步向前, 走到洞口, 高仙师轻轻探出手, 嗡, 光芒大作, 一层薄薄的结界浮现, 上面光滑流转, 收回手, 结界变淡, 最后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高仙师, 怎么样? 三人中身材瘦小的双鱼, 外号泥丘的男子问道, 高仙师捋了一下山羊湖, 傲然道, 这法阵虽然精妙, 但我已找到破解的办法, 莫及, 高仙师一甩手里的浮沉, 单手掐指, 嘴里念念有词, 阵眼, 开, 一声低喝, 高仙师手里的浮沉飞出, 柔软的沉丝化作钢针, 直接扎在他左边三米处的地板上, 地板被声声扎得爆裂开, 十分恐怖, 高仙师脸色一洗, 扭头吩咐道, 阵眼已经找到, 我这就破解法阵, 你们准备动手, 狮子, 尼秋, 射手三人点头, 老鼠惊低着头, 眼底金光暴闪, 不知道在想什么, 莫兴和几人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上, 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法阵要被破解了吗? 法阵一旦破解, 他们就是砧板上的肉, 除了莫兴和, 恐怕没一个人逃得出去, 还不赶紧把配方交给我, 再晚就来不及了, 胖子急得直哼哼, 陈汉龙却冷哼一声, 凭他这副鬼样子, 也想破解先生设置的法阵, 真是自不量力, 不知自丑, 马不知脸长, 陈汉龙故意放大声音, 好让外面的人都能听见, 果然, 高仙师眼神阴逸地透过洞口, 看着陈汉龙, 眼底阴狠毒辣, 等我破开法阵, 定将你剥皮抽筋, 熬成灯油, 高仙师应策策地说道, 虽然隔招法阵, 但还是让陈汉龙心里一寒, 冒出一身鸡皮疙瘩, 但同时, 高仙师的话也激起了陈汉龙的魂镜, 张口边骂, 老东西, 你还要脸部, 你这样的还敢称仙师, 看你一身鬼气, 干脆叫鬼师吧, 反正你长得跟鬼差不多, 这名字很适合你, 陈汉龙骂得痛快, 胖子却心惊胆战, 陈汉龙大骂, 是因为他不知道高仙师的身份, 他是一位修道者, 手段鬼神难测, 十分恐怖, 曾因一个帮派的老大无意得罪了他, 高仙师一人图了整个帮派, 整整两百条人命, 这件事但是造成的影响很大, 政府下令捉拿高仙师, 可好几年过去, 连高仙师的毛都没揪下来一根, 反倒被高仙师杀得损兵折将, 最后中央高层震怒, 听说派出一支隐秘部队, 利用现代先进的热武器, 才将他缉拿归案, 老百姓都以为高仙师被秘密处决了, 其实不然他被国家招安了, 并且加入了国安组织, 就算高仙师现在为国家做事, 但做事风格还是以前的老路子, 得罪他的没一个好下场, 所以陈汉龙破口大骂的时候, 众人反应不同, 郑广义, 孙英等人满脸兴奋, 时不时的还帮忙马上几句, 心里很舒坦, 胖子和老鼠精却眼神担忧, 心里惊悚, 狮子, 泥丘等人看向陈汉龙的眼底, 没有丝毫感情, 如同在看一个死人, 巴, 那位高仙师额头青睛抱起, 眼神残忍, 他决定等破开法阵, 他要把陈汉龙抽筋扒皮, 熬成灯油, 他不再理会正在谩骂他的陈汉龙, 而是专心致志, 开始破解法阵, 陈汉龙越骂声音越小, 他有些胆寒, 高仙师的表情太吓人, 让他后背生起寒意, 所有人都盯着高仙师, 看他如何破阵, 地球上的法阵太少, 很难见到, 高仙师走到浮尘前, 嘴里念念有词, 一手握住浮尘柄, 另一只手捏着三枚铜钱, 去, 随着低河浮尘被拔出, 地上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高仙师区指一弹, 铜钱飞出落在洞中, 哦, 法阵鸣声大作, 嗡嗡颤动起来, 屏障上光彩急速流转, 就像透明的气球, 好像要爆开一般, 陈汉龙色变, 他心里不禁发毛, 法阵要破了, 墨星河眯起眼睛, 法阵如果没了, 他没可就处在危险中了, 最后的依障都没了, 墨星河身上腾起恐怖的气息, 他答应处循要保护好这些人, 现在看来得拼老命了, 还不把配方交给, 你想害死他们, 胖子瞪着陈汉龙, 心里十分鄙夷这个奸商, 真是为了钱连命都不要了, 还拉上别人陪葬, 陈汉龙大怒, 道, 我说过了, 我他妈没有配方, 胖子的眼睛本来就不大, 此时迷成一条缝, 胡一道, 你真没有配方, 草, 我要有藻礁出去了, 你真当我要钱不要命啊, 陈汉龙解释过太多遍, 他自己都有些抓狂, 胖子也傻眼了, 他已经相信陈汉龙了, 哄, 地下室猛烈颤抖起来, 法阵流转更加急速, 高先师表情疑惑, 按道理, 这法阵早该破了, 法阵已经很薄弱, 你们三个联手攻击, 一举击破, 高先师对狮子, 尼丘, 射手三人说道, 三人点头, 身上涌动起恐怖的内袭, 很是骇人, 狮子举起海腕大的拳头, 拳头上内袭流转, 猛地跃起一拳轰向法阵, 尼丘身上荡起进风, 一脚蹬地, 地面的瓷砖被踩成蜘蛛网, 人已带着恐怖的威势跃起, 一脚踩向法阵, 射手不慌不忙, 从背后取下一个包裹, 打开里面是一张古谱的弓, 还有三根金刚打造的利剑, 打剑弯弓, 古谱沉重的大弓被拉出满月, 剑如芒, 快如电, 带着暴鸣声暴射, 先狮子和尼丘一步射中法阵, 狮子和尼丘也不慢, 拳脚先后击中法阵, 哄, 法阵自行防护, 屏障浮现, 光滑流转, 爆发出刺眼的光芒, 狮子和尼丘一击变退, 他们吃过法阵的亏, 知道他的反阵力有多强, 那只剑却有一往无前的威势, 射中法阵的屏障后, 去世不减, 剑身一半穿透法阵, 竟射穿了屏障, 太恐怖了, 可这只剑并没有彻底穿透, 只穿透一半被法阵截住, 卡在屏障中, 法阵急速运转, 想要修复缺口, 可那只剑挡在那里, 始终无法修复, 陈汉龙等人脸色凝重, 现在的法阵犹如一张玻璃, 出现一个小洞, 裂纹蔓延, 一碰就碎, 高仙师俯视这陈汉龙, 露出森森白雅, 很是圣人, 陈汉龙犹如被毒蛇盯上, 浑身都不自在, 高仙师冷哼一声, 手里浮尘一挥, 每根沉丝犹如钢刺, 带着白光抽象法阵, 哄, 浮尘如钢鞭, 狠狠地击中法阵, 发出一声巨响, 阵的众人心神摇曳, 陈汉龙更是被这一声巨响, 害得脸色发白, 众人寻声望去, 不由得脸色怪异, 原来法阵并没有破开, 大只剑射穿的洞还在, 裂纹也在, 高仙师那惊天动地的一击, 也没能破开法阵, 高仙师也愣住了, 按他的想法, 一击之后法阵避破, 可结果跟他想的大不一样, 陈汉龙咧嘴笑开了, 他就知道, 楚循设置的法阵, 岂能被人轻易破开, 老鬼, 你倒是进来抽筋扒皮啊,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陈汉龙双手插腰, 一副流氓像, 他在为之前被吓住找回场子, 靠, 还以为你有几分真本事呢, 搞了半天是个牛皮大王, 牛皮吹得震天响, 可惜只敢打雷不下雨, 高仙师脸色阴沉而猙獰, 阴冷地盯着陈汉龙, 陈汉龙被盯得心里有些发毛, 一咧嘴, 道, 看什么看, 想杀我, 有本就进来, 别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 拿着大鸟下寡妇啊, 高仙师嘴角抽搐, 他的确被气到了, 法阵未破, 莫星河等人松了口气, 神色轻松不少, 如果没有法阵保护, 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 陈汉龙在下面叫嚣, 气得高仙师胡子都快翘起来了, 莫星河等人也乐得看热闹, 反正暂时没有危险, 高仙师阴冷地看了一眼陈汉龙, 然后扭头走了, 快滚吧, 牛皮大王, 孙英几人跟着起哄, 胖子却高兴不起来, 一张胖脸皱成了包子, 你们太不了解高仙师了, 什么意思啊, 陈汉龙扭头问道, 据我了解, 高仙师是个小肚鸡肠, 牙字必报的人, 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离开的, 他肯定还有后手, 胖子沉声道, 陈汉龙却不以为意, 大咧咧地说道, 我说胖子, 你好歹也是后天八层高手, 这胆子比上面那位老鼠精还小, 不管那个老鬼有什么后手, 他破不了法阵, 进不来也是白打, 你迟早死在这张破嘴上, 老鼠精站在上面冷声道, 陈汉龙一仰头, 嚷道, 老鼠精, 你少在这里唧唧歪歪, 刚才那几个人一开口, 你就灰溜溜地躲一边去了, 这不是胆小如鼠是什么, 我说错了吗, 食食物者为俊杰, 老鼠精脸不红心不跳, 傲然道, 我呸, 陈汉龙直接一口唾沫, 我算是发现了, 你们这些打着国家旗号的家伙, 根本就是无耻之急, 不管看上什么张嘴就要, 要不到就抢, 抢不到就打, 乱扣帽子, 真是比我这个流氓头子还流氓, 老鼠精冷哼一声, 闭上眼睛, 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凡, 就在这时, 高仙师和狮子他们又返回来了, 老鬼, 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陈汉龙登上石阶, 离洞口更近, 看得更清楚,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交出仙灵液配方, 高仙师冷冰冰地说道, 陈汉龙不屑, 讥讽道, 老鬼, 你还要不要脸, 有本事自己进来拿呀, 高仙师怜悯地看了陈汉龙一眼, 阴冷地开口, 这是你的选择, 怪不得我, 说完, 一挥手, 道, 带上来, 只见射手慢吞吞地走进来, 单手提着一个偌大的麻袋, 走进以后, 砰地扔地上, 麻袋里面传出一声闷哼, 众人好奇, 麻袋里面是活物, 高仙师走过去, 嘲弄地看了一眼陈汉龙, 然后解开麻袋口, 待麻袋落下, 露出一张苍白, 恐惧, 惊慌失措的脸, 老鬼, 我操你大眼, 你这个畜生, 陈汉龙瞬间目自欲裂, 脸色愤懑, 疯了般大吼起来, 因为麻袋中的不是别人, 而是陈汉龙公司的白总, 白静, 自从上次白静救了他之后,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陈汉龙也有安定下来的心思, 打算给白静一个加, 畜生, 你这个老畜生, 有本事冲我来, 为难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陈汉龙发狂, 拿出玉牌就要冲出去, 墨星和眼疾手快, 一把抢过玉牌, 道, 你先冷静点, 这样出去不但救不了他, 连你自己也得打进去, 给我, 我要去救他, 陈汉龙眼睛赤红, 额头青睛直茂, 很是吓人, 白静已经看到陈汉龙, 惊恐地挣扎起来, 眼泪狂流, 他什么时候经历过这种阵仗, 给我, 陈汉龙疯了似的, 朝莫星和大吼, 这个玉牌, 是解开法阵唯一的钥匙, 陈汉龙, 你别忘了, 一旦打开法阵, 到时候别说你了, 这些人都得跟着遭殃, 胖子压低声音, 他跟高先生都是国安的人, 虽然不同组, 但也不好撕破脸, 陈汉龙一阵目露痛苦之色, 这时都是这些天, 跟他共患难的人, 还有孙英这个出生入死的兄弟, 陈汉龙, 还在磨蹭什么, 快点给我滚出来, 不然, 高先生斜笑着, 刺拉一声, 白净身穿职业装, 上身是白色女士衬衣, 竟被高仙师一把撕烂, 露出里面的白色brow和大片雪白的肌肤, 畜生, 老子杀了你, 陈汉龙疯狂大吼, 怒急攻心, 净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白净眼泪横流, 手脚被束缚, 嘴也被胶带粘住, 只能拼命地挣扎, 你若是再不出来, 我不介意让大家好好欣赏一下这个女人的身材, 高仙师笑得邪恶无比, 一双干酷的大手斧上白净白嫩的小腿, 一路上滑, 最后停在他职业短裙的边缘, 大有直接撕掉的意思, 狮子, 泥丘, 射手, 三人眼神炙热地盯着白净裸露的肌肤, 高仙师, 有些过了吧, 高仙师,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拿到仙灵夜配方,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妥, 胖子和老鼠精看不下去了, 前后开口说道, 高仙师扫了他俩一眼, 阴侧侧地笑了起来, 道, 妇人之人, 有的时候必须用些特殊手段, 别忘了, 我们服务于国家, 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重, 有时候牺牲个本人算什么, 学着点, 怪不得你们永远是星级, 可陈汉龙根本就没有仙灵夜的配方, 胖子说道, 高仙师一愣, 随之不屑地摇头, 道, 想蒙骗我, 你还嫩了点, 胖子叹息, 他早知道, 没人会相信的, 陈汉龙, 滚出来, 高仙师抓着白镜的职业套裙, 做事要撕, 陈汉龙再次喷出一口血, 脸色纠结, 痛苦, 若是选择救自己的女人, 那就相当于放弃了孙英, 郑广义等人的性命, 反之一样, 不出去, 自己的女人就会受到凌辱, 这是一道最艰难的选择题, 龙哥, 出去跟他们拼了, 对, 拼了, 死也要咬着孙子一口, 先生会为我们报仇的, 孙英和泰坦虎目含泪, 嘶吼着, 巴, 陈汉龙目自欲裂, 恨不得喝高仙师的血, 吃他的肉, 他发誓, 这辈子都没有像现在这样, 想杀死一个人, 龙哥, 跟他们拼了, 大不了一死, 先生不会放过他们的, 孙英愤懑, 气得一拳头砸在墙上, 手指瞬间见血, 白镜默默地看着陈汉龙, 痘大的眼泪流出眼眶, 但他笑了, 笑得很凄美, 陈汉龙突然眼眶剧烈收缩, 脸色骤然变得惨白, 不, 陈汉龙疯狂地嘶吼, 扑的一声, 喷出大口鲜血, 高仙师察觉白镜娇躯猛的一阵, 脸色微变, 抬手撕掉他嘴上的胶带, 刺眼的鲜血涌出, 白镜的眼神开始涣散, 紧紧地盯着陈汉龙, 最后失去了光泽, 他竟然咬舌自尽了, 老鼠精和胖子扭过头, 不忍心再看, 就连狮子三人都目露敬佩, 晦气, 高仙师一脸嫌弃, 一脚把白镜的尸体踢到旁边, 龙哥, 虽因他们一阵惊呼, 原来陈汉龙悲痛交加昏过去了, 你们还不愿意出来吗? 高仙师俯视着他们问道, 你会死得很惨, 墨星河咬牙切齿, 高仙师不屑一顾, 嘲讽道, 你还是担心一下你们自己吧, 墨老, 你把玉牌给我, 我要出去宰了这个老杂碎, 泰坦这个两米的大汉虎怒淡红, 咆哮道, 冷静点, 千万别冲动, 墨星河声音低沉, 带着恨意, 高仙师的目光放在郑广义父子身上, 眼神戏血, 郑家父子被盯着后背直冒冷汗, 很不自在, 他们见命一条, 无牵无挂, 你们呢? 一句话就让郑家父子脸色骤变, 他们有家, 有家人, 畜生, 你想做什么? 郑广义含着脸, 心里却很是担心家人的情况, 高仙师张嘴欲言, 突然身上响起一阵铃声, 是手机响了, 高仙师接通电话, 只见他说话间脸色慢慢变得阴沉, 期间冷冷地看了旁边的老鼠精一眼, 杀鸡一闪而逝, 放心, 组长, 我会注意的, 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高仙师挂掉电话, 冷眼看向老鼠精, 是你告的密码, 没错, 你的做法诸狗不如, 有为天道, 我真是羞于与你为武, 老鼠精绿豆大的眼睛闪烁着浓浓的厌恶, 高仙师脸色阴冷, 道, 你在找死, 老鼠精却是不屑, 逼道, 你敢杀我, 国安有条不成文的规定, 在没证据的情况下, 杀害自己人, 视为叛国最论处, 再说, 老鼠精背后还有个组长, 可是宗师修为, 他这个半步宗师根本不是对手, 很好, 很好, 高仙师宁笑, 眼底杀鸡凝聚, 他对老鼠精动了杀心, 高仙师, 如果你这次再敢多事, 别怪我不客气, 高仙师警告, 老鼠精冷哼一声, 不再言语, 他知道跟高仙师硬碰硬没用, 吃亏的还是自己, 郑广义, 听说你经常跟陈汉龙混在一起, 可知道仙灵叶配方在哪里, 只要你交出来, 算你大功一件,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陈汉龙晕倒了, 他把主意打到郑广义身上, 郑广义眼神闪烁, 心里恨得咬牙切齿, 默不作声, 尼秋, 孙英红着眼睛, 高仙师冷哼一声, 不予理会, 他这个人为达目的, 善不罢休, 尼秋领命, 拿出手机拨打, 砰, 一声炸响, 尼秋手里的手机突然炸开, 他淒厉地惨叫起来, 五根手指尽数被炸飞, 耳朵也被炸没了, 满脸鲜血, 看着好不凄惨, 众人皆惊, 狮子大吉, 奔了过去, 我劝你最好别动, 否则下一个就是你, 一道细血的声音响起,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道年轻身影, 吊锒铛地走进来, 另外还有一道身影, 修长的身材, 俊美的样貌, 一举一动都带着飘渺的气息, 他缓步走进来, 两人正是楚循和苏帆, 先生, 孙英等人惊喜出声, 高仙师和世子几人盯着楚循, 他们不是第一次听到先生这两个字, 可这位先生看上去并不出彩, 甚至连修为都没有, 但是旁边吊锒铛的年轻人, 但是有点修为先天欺层, 弱得可怜, 陈大哥是怎么啊? 苏帆看到晕死过去的陈汉龙, 惊呼, 先生, 孙英红着眼, 将这几天发生的事,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楚循听完面无表情, 只是毛子愈发冰寒, 白净已然死去, 衣不遮体, 眼睛没有闭上, 明显死不明目, 楚循捡起被高仙师撕滥的上衣, 走过去遮住白净裸露的肌肤, 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畜生, 就算把你们活寡了, 也不解恨, 国家, 莫会养了你们这样的杂碎, 苏帆双眼冒火, 恨不得扑过去打死高仙师, 高仙师豁然看向苏帆, 他心眼比真还小, 从来牙子必爆, 眼底不满杀鸡, 苏帆回事, 丝毫不拒, 苏家男儿皆英豪, 就算不敌, 也绝不退缩, 楚循走过去, 手掌清灰, 只见法阵瞬间消失不见, 高仙师和狮子等人惊恶, 眼眶收缩, 这法阵是你布置的, 高仙师盯着楚循问道, 可惜楚循并未理会他, 走下石阶, 来到陈汉龙身边, 星河有傅先生所托, 莫星河满脸愧疚, 这不怪你, 楚循语气无比平静, 身指一点, 一股静气没入陈汉龙身体, 昏迷中的陈汉龙身子一颤, 悠悠醒过来, 看到楚循顿时悲喜交加, 他没忘了白净的死, 他爬起来跪倒, 声音带着祈求, 还有无限的恨意, 先生, 求先生杀了他, 杀了这个杂碎,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伤心处, 陈汉龙哭了, 哭得无比伤心, 先去看看他吧, 楚循叹息一声, 陈汉龙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扑到白净身边, 将他搂紧怀里, 哭得撕心裂肺, 令蚊者伤心, 胖子好奇地打量楚循, 楚循回头看了他一眼, 胖子顿时一缩脖子, 满头冷汗, 太可怕了, 这眼神太冰冷, 仿佛要把他冻僵, 法阵一解, 卡在上面的箭矢掉落在地上, 楚循捡起, 一甩手, 咻, 箭矢如电, 带起刺耳的暴鸣声,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冷救受伤的尼丘被箭矢带着盗飞, 箭矢穿透他的肩胛骨, 将他钉在墙上, 高仙师脸色微变, 眼神带着诧异, 这一手震慑别人还行, 对他没用, 他是宗师, 摘叶飞花皆可伤人, 更别说一只箭矢, 他诧异的是, 楚循身上明明没有内息波动,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腕力, 狮子和射手脸色却变得很难看, 狮子退后跟射手站在一起, 你想怎么死, 楚循看着高仙师平静地问道, 就像在问中午吃什么一样简单, 高仙师一正之后冷笑连连, 你想杀我, 得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本事, 哄, 楚循身上突然腾起恐怖的气息, 如魔王觉醒一般, 令人站立, 杀, 楚循门吼一声, 如蛇战春雷, 他在发现, 高仙师脸色骤变, 随之眼底杀机暴闪, 浮沉一甩, 羞羞, 无数戏如牛毛的白芒带着破空声袭来, 楚循的拳头被真元之力包裹, 白色气流涌动, 一拳轰出, 拳风鼓荡, 飞烈来的白芒被尽数轰飞, 脚下一动便是十几米, 闪身出现在高仙师面前, 举拳变轰, 拳势如雷, 高仙师眼神阴冷, 浮沉上的沉思突然变得如钢针一般, 狠狠地朝着楚循的拳头刺去, 楚循面无表情, 拳如雷动, 带着轰鸣声落下, 哄, 震耳欲聋的巨响, 钢针一般的浮沉丝被一拳打崩, 四散纷飞, 拳势不减, 连浮沉柄都被击断, 高仙师脸色骤变, 舍弃浮沉, 人到射而出, 一跃十多米, 快如闪电, 已达到亚音速, 楚循正在追击, 射手早已弯弓搭箭, 一箭射出, 咻, 破空声袭来, 楚循转身一掌拍在箭矢上, 金铁打造的箭矢被直接拍断, 好, 狮子也动手了, 张嘴就是阴波攻击, 这是少林狮子吼, 一声爆吼, 阵的别墅颤抖, 孙鹰等人修为较低的被阵的头晕眼花, 阴波过后, 狮子庞大的身子如熊狮一般扑来, 手捏拳硬当头轰下, 楚循神色波澜不惊, 阴波对他没有造成丝毫影响, 当下轰出一拳, 哄, 双拳相撞, 拳风鼓荡, 狮子惨叫一声道飞出去, 他的手臂被楚循一拳轰碎, 咻, 破空声响起, 射手趁机射出一箭, 楚循伸手将箭矢抓在手里, 一甩手, 箭矢倒飞回去, 比来十块的数倍, 射手惨叫, 箭矢穿透他的肩胛骨, 将他带飞出去钉在墙上, 刚好跟泥丘并排, 狮子杀出血气, 咆哮一声, 再次扑上, 杀, 一声爆喝, 拳头带着雷霆之力轰出, 咔嚓, 破, 狮子的左臂被楚循一拳击断, 拳头直接穿过他的胸膛, 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碰, 狮子的尸体坠地, 溅起一阵尘土, 众人接据, 后天九层的狮子被一拳秒杀, 真是太可怕了, 高仙师脸上浮现出巨翼, 一拳轰杀后天九层的高手, 他自认为做不到, 没想到楚循的站立在他之上, 他心里已然萌声退役, 他不知道的是, 楚循这是在发泄心里的怒火, 否则, 抬手间动用仙法之术, 就能让他们顷刻灰飞烟灭, 巴, 高仙师萌声退役, 楚循太残暴了, 一拳解决后天九层高手, 还将另外两个钉在墙上, 刷, 高仙师此刻一点都不鲜尸, 速度突破亚音速, 一跃十多米, 扭头就跑, 刷, 楚循身子晃动, 眨眼就是十几米, 他的速度早已突破音速, 高仙师后背声寒, 察觉到了危险, 当下横着窜出去十几米, 扭头看着掠来的楚循, 如同见鬼, 这速度也太变态了, 他知道多想无意, 脚猛地跺地, 地面爆开, 高仙师跃上半空, 猛地挥出一拳, 一只白色气体锁化的拳头, 朝着楚循迸射而去, 宗师手段, 内袭外放, 奔雷拳, 拳势鼓荡, 快若奔雷, 带着骇人的雷鸣声, 袭向楚循, 楚循同样脚下跺地, 人腾空而起, 涂抹掌, 记面, 一只白色掌印, 自楚循掌心飞出, 无声无息, 所过之处空气扭曲, 砰, 掌印对上权印, 残暴的进气激荡, 四下扩散, 周围的树木瞬间被摧毁, 枝叶崩飞, 拳印被击散, 掌印悄无声息, 朝着高仙师而去, 高仙师害得亡魂接冒, 身前荡起涟漪, 内袭护体, 哄, 掌印击中他的护体钢气, 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震得人心里发颤, 高仙师倒飞, 从高空坠落, 摔在草坪里, 他的胸腔塌陷, 胸骨禁术崩断, 大口可血, 眼神带着无尽的恐惧, 别别, 别杀我, 我求求你, 舞蹈轮回斯从楚勋指尖迸发, 缠住高仙师的脖子, 双手, 双脚, 楚勋一甩手, 高仙师被扯动, 如同炮弹射出, 撞破墙壁跌进别墅里面, 轮回斯一头连着楚勋的手指, 一边连着高仙师, 楚勋走进别墅, 五指五动, 高仙师被轮回斯拖上半空, 他现在就像个风筝, 而楚勋就是放风筝的人, 手指微动, 缠住他脖子的轮回斯慢慢收缩, 高仙师被勒得脸色发紫, 眼珠子都快脱离眼眶了, 先生, 我要亲手替小金报仇, 陈汉龙声音低沉, 隐隐带着嗜血的味道, 白净的死让他处在疯狂的边缘, 如果不发泄出来, 他有可能会精神崩溃, 楚勋伸直一点, 白忙鸡舍, 高仙师喉咙里发出古怪的声音, 突然仇恨地盯着楚勋, 楚勋神色自若, 他那一指击碎了高仙师的丹田, 费了他一身修为, 高仙师的眼神无比愿毒, 他知道自己完了, 就算活下来也是废人一个, 可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些年他脸了不少钱财, 就算没修为, 他一样可以过声色全马的日子, 所以, 当他看到陈汉龙不知道从哪找来一把狼头, 朝他走来的时候, 他吓得心跳都快停止了, 楚勋收回轮回斯, 扑通, 高仙师从半空坠落, 摔得惨叫一声, 别过来, 我告诉我, 寿命于国家, 我是国家的人, 你不能杀我, 高仙师惊恐地尖叫着, 不断后退, 陈汉龙眼底爆发出浓烈的仇恨, 追上去, 抡起狼头狠狠砸下, 咔嚓, 高仙师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双眼翻白, 差点痛晕过去, 因为他的小腿被陈汉龙一狼头砸碎了, 陈汉龙眼神略带兴奋, 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狼头再次抡起, 然后狠狠地砸下, 咔嚓, 高仙师的大腿骨被砸得粉碎, 皮开肉绽, 很是血腥, 高仙师这次没有惨叫, 因为他早痛地昏死过去了, 众人对陈汉龙残忍的样子感到心惊打寒, 我们受命于国家, 你这是在跟国家对抗, 这是在找死, 尼丘气息为民, 被见贯穿的肩胛骨一直在流血, 脚底已经汇聚了一滩, 再这样就下去非死不可, 陈汉龙咧嘴一笑, 样子争鸣可怖, 站起来拎着狼头朝尼丘冲过去, 尼丘冷眼看着他, 内息流转到右腿, 他肩胛骨穿透了, 但其他地方是自由的, 他知道陈汉龙不会放过他们的杀气之仇, 无法化解, 但就算他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可惜想法很丰满, 现实却骨感, 陈汉龙眼神残忍, 挥起狼头朝着尼丘的脑袋砸下, 尼丘的右腿内息流动, 已然蓄满力, 眼神一狠就要动手, 后天九层高手的权力一击, 保管让陈汉龙命丧当场, 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道灵力的气息袭来, 直接击碎了他的丹田, 让他的内息消散一空, 尼丘经不住惨叫一声, 没有内息的支撑, 右腿无力地搭拉下来, 陈汉龙的狼头到了, 狠狠地砸在尼丘脑袋上, 碰, 红白之物似箭, 尼丘连哼都没哼一声, 就见了阎王, 红白之物见了旁边的射手一脸, 让他脸色瞬间惨白如土, 抖如筛糠, 差点下晕过去, 其他人既恶心又惊恐, 尤其是老鼠精, 胖子, 墨兴和这些高手, 心里真是百般滋味, 虽然尼丘最有应得, 但堂堂后天九层的高手, 可谓是人中龙凤, 却死得如此窝囊, 被一狼头砸碎脑袋死, 真是死得还不如一条狗, 陈汉龙的视线移到射手身上, 让后者生生打个冷战, 给我个痛快吧, 射手祈求, 想死得有尊严点, 陈汉龙一声不吭, 举起狼头, 胖子不忍, 几次张嘴欲言, 但都被老鼠精用眼神制止, 射手闭上眼睛, 神色悲哀, 他是后天九层高手, 现在却如同砧板上的积压, 任人宰割, 碰, 狼头毫不留情地击中他的太阳穴, 尼丘身子抽搐了一下, 便没了动静, 也算死得干净利落, 陈汉龙身上的血腥味越来越浓, 踢着狼头再次走回昏死过去的高仙师身边, 你为什么要凌辱他, 他是无辜的, 陈汉龙低头自语, 然后猛地抬头, 眼底充斥着暴力, 手里的狼头狠狠砸下, 哦, 昏死过去的高仙师猛地蹦起, 又因为腿被砸舌而摔倒, 嘴里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 因为陈汉龙这一狼头砸在他的双腿中间, 众人嘴角抽搐, 眼皮直跳, 太残忍了, 他们那一瞬间仿佛听到了淡碎的声音, 别, 别杀我, 我不是人, 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看到陈汉龙再次举起狼头, 高仙师吓得魂不附体, 大声告扰, 陈汉龙置若罔闻, 狼头直接击中他的内心, 咔嚓, 眉骨被砸碎, 整个脑袋都被砸裂了, 高仙师已然死得不能再死, 狂浪, 狼头掉落在地上, 陈汉龙摇摇晃晃地走到白镜跟前, 将他搂紧怀里, 小静, 你看到了吗, 这些欺负你的杂碎都让我给杀了, 我帮你报仇了, 你可以瞑目了, 陈汉龙伸手抚过白镜的眼睛, 白镜的眼睛闭上了, 眼角两滴, 泪珠滑落, 陈汉龙忍不住放声大哭, 哭得肝肠寸断, 另听着悲伤, 楚寻眸子冰寒, 看向老鼠精和胖子, 两人被吓得身体一僵, 楚寻的残暴他们亲眼所见, 以他们的修为, 恐怕经不住楚寻一拳, 我们没有为难他们, 我们一直阻拦来着, 胖子吓得语无伦次, 磕巴着说道, 老鼠精相对好一点, 抱拳道, 前辈, 我们并没有为难他们, 关键时候还帮过忙, 只是我们两个势单力薄, 没能阻止悲剧发生, 你们来了多少人, 楚寻神色平静, 默然问道, 前辈, 这个是机密, 我们不能说胖子欠身, 小心翼翼地说道, 楚寻嘴角勾起, 眼神微眯, 眼底一片冰寒, 我劝你还是老实说出来吧, 先生问你, 是给你机会, 千万被自悟, 孙英是个恩怨分明的人, 胖子之前帮他们说过话, 虽然没卵用, 但终归是帮过他们, 所以, 他现在还胖子一个人情, 他说的已经够清楚了, 接下来就看胖子聪不聪明了, 胖子和老鼠精都听出孙英的话外之音, 不由地愁愁起来, 说出来就是出卖组织, 就是叛徒会被人瞧不起的, 可是不说, 看楚寻无情的眸子, 下场恐怕很惨, 两人左右为难, 楚寻却不给他们考虑的机会, 身影闪动, 快如闪电, 眨眼出现在他们两人眼前, 砰砰, 两拳过后, 老鼠精和胖子硬生栽倒, 楚寻手掌贴上老鼠精的头顶, 搜魂术, 真元凝聚成线度过去, 一串信息传进楚寻脑海, 昏迷中的老鼠精抽出了一下, 便不再动弹, 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楚寻现在的修为, 用搜魂术简直得心应手, 片刻过后, 楚寻收回手, 莫老, 这里就交给你了, 墨星和欠身, 郑重道, 先生放心, 就算拼了老命, 我也会护他们周全, 楚寻微微汗手, 转身便走, 先生, 你要去哪? 孙英下意识地问了一声, 去杀人, 声音还未消散, 楚寻已失去踪迹, 古江市, 西郊, 一户农家小院, 门前一排挺拔的白杨树, 树叶随风而动, 发出清脆的花拉声, 小院中央被开辟出一块土地, 建成花园, 此时机关, 月迹, 刺眉, 甚至还千牛花开的阵望, 都是些普通花, 却开出极美的花朵, 引得蜜蜂蝴蝶飞舞, 彩蜜, 院子的一角, 还有个小菜园, 种的都是农家小菜, 几只土鸡正在悠闲地扒拉着土, 寻找食物, 巨蝶, 我要你立刻召回他们, 一道富有雌性的声音, 打破小院的宁静, 啪, 声音来自小院最宽敞的房间里, 一位身材高大, 面色沉稳的男子, 他就是十二生肖组织中的青龙, 青龙对面还有一群人, 为首的身材粗壮, 大嘴阔脸, 手里拎着一把阔剑, 剑身有半米宽, 可当作盾牌式, 青龙,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的十二生肖只是星级, 而我们十二星座可是越级, 按道理你, 只是我们的下属, 竟敢来命令我, 巨蟹将扩建往地上一放, 砰的一声, 地面颤抖了几下, 可见扩建的重量害人, 我们只是不懈用那些肮脏下座的手段换取功勋, 你们这个越级, 不知道干了多少出生不如的事才换来的, 为了功勋, 你们连无辜的小孩都杀, 猪狗不如, 青龙身后, 一个身材高大壮硕, 面色粗狂, 身上充斥着危险感男子不屑道, 他就是十二生肖中的虎, 战虎, 巨蟹脸色阴沉, 裂开大嘴道, 我们只看结果, 做事瞻前顾后, 难成大事, 就你这样的, 还成大事呢, 不遭雷屁就算不错了, 金猴嘲讽道, 死猴子, 你在找死, 巨蟹凝声道, 眼神残忍, 想打架, 来啊, 老子早就看不惯你们了, 战虎低吼, 身上战意盎然, 大步踏出, 每一脚落下地面都颤一下, 打就打, 小小星级, 赶以下饭上, 分分钟叫你怎么做人, 十二星座的人也分分叫嚣, 他们虽然比对面少一个人, 但综合战力比对面强得多, 青龙, 来试试, 巨蟹扩建一横, 挑衅道, 你们这些废物, 分钟叫你们哭着回家找妈妈, 哈哈, 战虎大怒, 嘀吼一声就要动手, 青龙眉头一皱, 拦住战虎, 盯着巨蟹, 道, 可敢单挑, 他们同为国安效力不可相互残杀, 但动手是常有的事, 有什么不敢, 巨蟹咧嘴大笑, 表情张狂, 好, 我赢了, 召回你的人, 你们已经害死一个无辜的女人了, 我若输了, 此事不再插手, 青龙沉声道, 巨蟹伸出一根手指, 嚣张地摆了摆, 你若输了, 不只是不插手这件事, 还得跪下给我道歉, 叫一声爷爷, 混蛋, 我来跟你打, 战虎愤闷, 低吼道, 青龙却拦住他, 摇摇头, 然后看向巨蟹, 道, 好, 我答应你, 一言为定, 巨蟹大笑, 转身用剑挑起来门帘, 大步踏出, 狂傲道, 青龙, 快出来受死, 话音刚落, 就听巨蟹再次大喊, 小子, 你是谁, 里面的人一惊, 全部涌出去, 顺着巨蟹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 屹立在小院两米高的围墙上, 目光冷漠, 正是楚循, 竟没人发现, 这太可怕了, 可他们仔细感应, 脸上的惊讶之色更浓, 对方身上, 没有丝毫内息波动, 本以为对方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绝世高手, 可现在倒令他们吃不准了, 小子, 你是谁, 巨蟹再问, 对方沉默, 妈的, 那里冒出来的傻小子, 在这里装神弄鬼, 巨蟹身后的天蝎开口, 他满身邪气, 身上纹着一只巨大的蝎子, 蝎头在胸口, 尾巴绕在脖子, 看着有些圣人, 十二星座, 楚循终于开口了, 语气淡默地盯着巨蟹, 巨蟹表情有些变化, 他们的身份是绝密, 除了自己人, 外人很难知道, 而对方却一口道破他们的身份, 这让巨蟹暗自警惕起来, 别看他长得粗狂, 脾气暴力, 但却心思细腻, 小子, 你到底是谁, 楚循眼神微眯, 目光冷烈, 不打反问, 你们是十二星座, 装神弄鬼, 我们就是十二星座, 天蟹盯着楚循不屑道, 楚循嘴角勾起, 眼神冰寒, 无情道, 杀, 杀字落下, 人已然朝着十二星座的人扑去, 找死, 天蟹语气嘲讽, 朝着楚循迎去, 巨蟹眼神闪烁, 并没有阻止天蟹, 天蟹眼神不屑, 奔跑的过程中, 抽出一把君刺, 朝着楚循甩去, 当, 楚循挥手拍断君刺, 速度暴增, 拳头被真缘包裹, 挥动间带起层层拳影, 猛地击出, 天蟹骇然, 对方速度太快了, 他想退已经来不及, 当下运足内吸制双拳, 带着暴鸣声轰向楚循, 碰, 静气肆虐扩散, 花园中开得正旺的花呗, 尽数摧毁, 咔嚓, 瘆人的鼓裂声, 还有惨叫声, 一道身影洒血道飞, 撞在墙上, 然后跌落下来, 众人寻声望去, 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 眼神骇然, 是天蝎, 他的双臂扭曲成不可思议的角度, 胸腔完全塌陷, 大口吐血血墨子, 里面夹杂着碎肉, 那是脏腑被击碎了, 天蝎朝着巨蟹头去求救的目光, 可惜巨蟹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 天蝎就脑袋一歪, 挂了, 众人接据, 后天九层高手, 被一拳打死了, 这也太吓人了, 杀, 褚蟹轻贺发泄着心里无尽的怒火, 巨蟹脸色阴冷, 他们现在还有八人, 可对方就这么毫无顾忌地杀过来, 太欺负人了, 真当他们是绵羊吗? 其他成员也是神色粪门, 这也太嚣张了, 把他们当作带宰的猪羊了吗? 砰, 巨蟹脚下一灯, 地面炸开, 人猛地冲出去, 手里的扩剑带着进风, 对着褚蟹头顶当头披下, 褚蟹一晃便从扩剑下窜过, 快到不可思议, 哄, 扩剑落空, 狠狠地击中地面, 一时间土石崩飞, 地面被击出一个大坑, 巨蟹回身, 刚好看到褚蟹手突破天秤的防御, 扼住他的喉咙, 咔嚓, 天秤的脑袋无力地搭了下来, 被声声扭断了喉咙, 砰, 尸体被一脚踢飞, 落在那片菜园中, 下着那几只土鸡乱飞, 一时间尘土飞扬, 天秤的尸体上沾满了鸡粪和泥土, 这样的死法, 太窝囊了, 巨蟹脸色阴沉的吓人, 大吼一声, 挥动扩剑, 朝着褚蟹劈来, 剑气凌厉, 大有把褚蟹劈成两半的架势, 褚蟹挥拳硬抗, 砰, 一声沉闷的金属香机声, 简直震笼发聩, 登登, 巨蟹连连后退, 扩剑嗡嗡作响, 众人惊具, 太强悍了, 以拳头硬汉扩建, 近战的上风, 巨蟹自己也是难以置信, 眼神带着骇人, 刷, 楚寻身影闪动, 十二星座中的白羊瞳孔收缩, 惊恐地看着眼前放大的拳头, 速度太快, 根本不容他躲避, 破, 众人心里不由的一颤, 寻声望去, 只见白羊胸口处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整个身体被贯穿, 前后透亮, 碰, 尸体倒地, 见起尘土, 白羊瞪着双眼,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 已经死了, 秒杀, 众人惊悚, 后天九层的白羊被直接秒杀, 太可怕了, 青龙和白虎面面相亏, 同时看到对方眼底的惊骇, 我们要不要出手帮忙, 金猴小声询问, 楚寻一出现就连杀三人, 这让金猴不得不多想, 下一个是不是就该他们了, 青龙摇摇头, 道, 先别出手, 此人问青十二星座后才动的手, 明显是冲着巨蟹他们来的, 其他人相继点头表示赞同, 这家伙怎么会得罪这么厉害的人物, 金猪缩缩脖子, 脸色有些苍满, 他们为了功勋, 草菅人命, 坏事做尽, 出事是迟早的事, 青龙沉声道, 啊, 巨蟹发狂了, 对方一边跟他交手, 一边连杀他三人, 这对他是赤裸裸的侮辱, 宗师不可辱, 巨蟹身上腾起恐怖的气息, 扩剑举起, 体内内膝疯狂运转, 内膝运至扩建, 剑身静气吞吐, 刷, 一箭竖劈, 一道凌厉的剑气迸发, 划破空气, 带着刺耳的暴鸣声, 袭向楚寻, 楚寻神色冷漠, 还是一拳轰出, 一道白色拳印顺着拳头迸发而出, 击中袭来的剑气, 哄, 猛烈碰撞, 静气如涟漪扩散, 花园中的花精被静气扫断, 如同刀削般整齐, 青龙等人纷纷倒退, 臂气锋芒, 楚寻眼神冷冽, 接连回出十几拳, 十几道拳印带着骇人的声势, 袭向巨蟹, 巨蟹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扩建横在身前当作盾牌使用, 砰砰, 拳印击中剑身, 爆发出震耳欲龙的冥想, 惊人心魄, 巨蟹被震得连连倒退, 脚下的地被他生生踩裂, 十几道爆响声过后, 巨蟹被震退出十几米远, 扩建剑身裂纹弥漫, 他的手臂微微颤抖, 他的心里掀起滔天骇浪, 这把扩建是以特殊和精打造, 里面还掺杂了云铁, 就算穿甲弹都打不穿, 现在却被以拳震裂, 他抬头看向楚寻, 可这一眼却让他血液凝固, 犹如置身地狱, 一张脸瞬间失去血色, 因为他的人全死了, 就在他被震退这十几米的时间里, 对方途径了他的人, 巨蟹心里充斥着愤怒, 恐惧, 为什么? 巨蟹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针对他, 为了仙灵夜, 你滥杀无辜, 杀我一人, 我便十倍百倍奉还, 楚寻默然说道, 仙灵夜? 巨蟹镇镇住了, 在场的人都明白过来, 之前老鼠经打电话回来, 说是巨蟹的人为了拿到仙灵夜配方, 竟然害死一个无辜的女人, 若不是楚寻出现, 青龙和巨蟹为这事就要单挑, 十二星座做事残忍无道, 只看结果, 不问过程, 现在,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高仙师他们, 他们先你一步, 在下面等你了, 送你去见他们, 楚寻话音落下, 一脚跺地, 哼, 地面炸开, 人腾空十几米高, 涂抹掌, 记面, 楚寻身在高空, 急速坠落, 猛地拍出一掌, 巨蟹大吼一声, 他不想死, 扩剑横起格挡, 哼, 扩剑被楚寻这一掌直接击碎, 巨蟹惨叫, 满脸鲜血, 半截身子被楚寻拍进地下, 全身骨头不知道碎了多少, 楚寻落地, 脚尖踢起扩剑碎片, 破, 巨蟹人头落地, 鲜血喷涌, 十二星座, 连同高仙师, 总共十三人, 全军覆灭, 楚寻神情淡漠, 复手而立, 连杀十三人, 他的衣服连点褶皱都没有, 更别提鲜血之类的东西了, 楚寻知道, 这些都是国家的人, 麻烦不会小, 但他不后悔, 杀了就是杀了, 重来一次他还是会杀光他们, 他心里的怒火还没完全发泄出来, 他很愧疚, 陈汉龙跟随他时间最长, 安前马后, 忠心耿耿, 可现在, 竟然连累到他的女人, 丢了性命, 这事不算完, 国家为什么会养这样一群不择手段的人, 还有下令夺取仙灵叶配方的人是谁, 瞬间浑身紧绷, 遍体生寒, 夺取仙灵叶配方是谁下的命令, 楚寻淡默地开口, 青龙等人沉默不语, 他们是知道, 但是不能说这是纪律, 你们不怕死, 楚寻的语气凌厉了几分, 青龙满脸苦涩, 他好歹是宗师, 此时却被压得连反抗的心思都生不起来, 怕, 可我们还是不能说规矩不能破, 青龙苦涩道, 这话有些死板, 但他们依旧坚持着心里的心念, 回去转告那个人, 天涯海角, 我必杀他, 楚寻说完, 越过墙头, 消失不见, 青龙等人这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好像巨石从胸口一开, 楚寻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好可怕, 青蛇拍着傲人的胸部, 心有余悸地说道, 十二生效中, 只有青蛇, 玉兔, 羊, 三人是女性, 他看起来好年轻, 可修为怎么这么恐怖, 我刚才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软绵绵的声音带着恐惧, 羊开口说道, 玉兔配合着点头, 头顶上毛茸茸的假兔子耳朵跟着抖动, 很是可爱, 龙, 你怎么看, 战虎声音低沉, 他最好战, 可谓是战斗狂人, 但刚才面对楚寻, 却生不出一点战意, 青龙沉吟, 眼神闪烁, 随后道, 此人的修为难以探测, 但最少也是三品宗师, 宗师分九品, 他就是一品宗师, 死去的巨蟹也是, 其他人面露惊悚之色, 如此年轻的三品宗师, 太过可怕了, 金猴却突然脸色猛变, 急声道, 坏了, 老鼠和憨猪还在那里, 高兴师, 狮子等人都死了, 他们两个会不会, 金猴的话没说完, 但其他人闻之色变, 狂浪, 小燕的门突然被撞开, 两道身影奔来进来, 老鼠, 憨猪, 金猴惊呼, 进来的一胖一兽, 正是胖子和老鼠惊, 看到满地死尸, 两人眼神变得惊悚, 巨蟹的脑袋都被斩下, 太神人了, 你们两个没事吧, 青龙问道, 看到两人安然回来, 众人都松了口气, 我们没事, 老鼠摇摇头, 眼神骇然地看了一眼满地尸体, 然后看向青龙等人, 你们没事吧, 没事, 青龙摇头道, 怎么没事, 姑奶奶差点被吓死, 你们两个是没看到, 后天九层的高手被直接秒杀, 太可怕了, 青蛇娇声嚷道, 是啊是啊, 太可怕了, 玉兔配合的点头道, 老鼠金和胖子对视一眼, 同时苦笑, 胖子添油加醋地, 把他们两个见到的娓娓道来, 众人听完, 集体实话, 他们听到了什么, 高先生等人是被用狼头敲死的, 那个画面, 想想就让人遍体声寒, 我们这次踢到铁板了, 老鼠心有余悸, 幸亏你们两个, 没有为难陈汉龙等人, 憨猪这次做得不错, 青龙抹了一把冷汗, 看了一眼满地死尸, 真正踢到铁板是他们, 金猴看着满地尸体顿了顿道, 可惜, 他们连喊疼的机会都没有了, 好了, 别再说了, 太吓人了, 羊软绵绵地说道, 汉猪, 你知道那个小哥哥叫什么名字吗, 青蛇突然问道, 对啊对啊, 小哥哥真是太厉害了, 玉兔跟着点头, 假兔子耳朵抖动得更欢, 老鼠精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 我听陈汉龙他们管他称, 先生, 胖子说道, 青蛇没了兴趣, 咧咧嘴道, 这算什么名字吗, 是男的都可以称之为先生, 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先回京覆面, 战虎声音有些沙哑, 眼神复杂地看着满体尸体, 他们也带回去吧, 带他们做什么, 一把火烧了算了, 胖子厌恶地说道, 十二生肖成员安然离开, 身后的小院大火腾起, 燃起噼里啪啦的声响, 大火烧了整整两个小时, 这个农家小院连同巨蟹等人的尸体, 统统化为灰烬, 楚勋离开后直接返回乾隆山庄, 莫星河给他来过电话, 现场都处理干净了, 近两个月不在, 别墅中的灵气浓郁到质的地步, 可楚勋此时却没有修炼的心思, 这次的事情提醒了他, 身边的人太弱小了, 他一个人想保护也是分身乏术, 看是是时候教他们修炼之术了, 整整三个小时, 楚勋一动不动都在思考, 如何保护好身边的人不再受伤害, 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信任, 修仙之术不能轻易外传, 能传的都必须是信得过的, 并且修仙的要求过于苛刻,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修仙, 与此同时, 一辆专用波音速飞机降落燕京机场, 下飞机的正是青龙等人, 十二个人走的是特殊通道, 你们先回基地, 我有点事要办, 随后就赶过去, 青龙跟其他人打了声招呼,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燕京、郊区、白墙红瓦的四合院, 院内院外花红柳绿, 那小心翼翼的模样像是在爱抚情人一般, 老者偶尔虎目叛顾, 强大的威势不经意间散发, 突然, 老者朝门外看来一眼, 嘀咕道, 脚步轻浮, 呼吸急促, 看来是有事发生, 又该麻烦我老人家了, 老者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出现, 却是跟十二生肖其他成员分开的青龙, 师父, 青龙恭敬行礼, 老人淡淡地摁了一声, 继续修饰那盆花, 连头都没抬, 师父, 我有很重要的事说, 青龙郑重道, 老者捡完最后一只枯枝, 这才停下手, 走到旁边的石桌前坐下, 倒一杯茶清理一口, 嘀咕道, 每次来都说有重要的事, 最后还不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师父, 老祖要找的人出现了, 哦, 老人淡淡地应了一声, 然后扑得将嘴里的茶水喷了出去, 疼得站起身, 表情充满震惊, 你说什么, 青龙被老人的动作吓了一跳, 急忙道, 我这次出任务, 碰到一人, 跟老祖要找的人很接近, 快说说看, 老者急切地说道, 青龙娓娓道来, 将事情完整地说了一遍, 老者听完, 神色激动, 你难道, 感应不到丝毫那些波动, 战力却非常恐怖, 没错, 跟老祖要找的人完全相符, 师父, 你说什么, 青龙没听太清楚, 下意识地问道, 行了, 说了你也不会懂, 快告诉我, 你说的人在哪, 应该还在古江市, 具体地不知道, 青龙回答得很干脆, 老者却气得翻个白眼, 准备一下, 我要去趟古江市, 老者坐不住了, 他的亲自去看看, 师父, 你是要去找他吗, 青龙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老者反问, 师父, 他非常残暴, 而且杀光了十二星座, 恐怕上面不会放过他的, 青龙小声道, 想起那人秒杀后天九层高手, 他的心就在颤, 老者一愣, 嘟囔道, 告诉他们, 先给我忍着,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谁敢乱来, 老子拧断他脖子, 师父, 别师父了, 叫丧吗, 快给我安排, 我去去就来, 说完, 身影一闪, 出现在十几米外, 简直跟飞一样, 此时的楚勋还在思考, 如何保护好身边的人, 修仙太慢, 有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 突然, 他眼神一亮, 有办法了, 楚勋是行动派, 说做就做, 当下出门开车, 来到古湾城, 珍宝轩, 这是第二次来这里, 楚勋迈不进去, 店里伙计迎上来, 很是热情, 我来找红灵, 楚勋说明来意, 伙计微微惊愕, 然后点点头, 快步离去, 片刻过后, 一阵高跟鞋扣机地面的声音, 一道妖娆的身影, 从店后面走出来, 红灵撩了一下火红的大波浪长发, 魅力四射, 看着周围的客人, 眼睛都直了, 红姐, 就是这位先生, 伙计说道, 抬头看去, 红灵脸上的笑容僵住, 随之很快收敛波动的情绪, 快步上前, 功声道, 先生, 他明媚的眸子带着好奇, 不明白楚勋的来意, 将楚勋迎进内堂, 这次里面没人, 楚勋第一次来这里, 就碰到了暖浴, 不过那种小型拍卖会, 不是每天都有的, 一个月有两次就不错了, 红灵帮楚勋沏好茶, 先生, 有什么事红灵能做的吗? 这是你的地盘, 别那么拘谨, 这主兵都颠倒了, 楚勋笑道, 挥手示意红灵坐下, 红灵心里委屈, 不是他拘谨, 关键是, 这位爷太生猛了, 杀人如杀鸡, 手段如鬼神, 谁见了还能放得开, 没扭头就跑, 已经算他神经强大了, 如果先生不嫌弃, 这里随时可变成先生的地盘, 红灵坐下, 认真的说道, 在紫金花赌场的时候, 他就说过要依附楚勋, 只是后来楚勋没再出现, 这是只好暂时放下, 楚勋一震, 笑了笑, 心里暗道, 怎么感觉自己跟强盗似的, 还是算了, 我对生意一窍不通, 楚勋挥手拒绝, 也算是给红灵吃颗定心丸, 免得他多想, 果然, 红灵悄悄松了口气, 这珍宝宣他经营了好多年, 真要送出去, 他还真舍不得, 那先生这次来, 红灵好奇, 他开始以为楚勋是来收这家店的, 你帮我寻找一些玉石, 要最好的, 越多越好, 楚勋到, 钱你不用担心, 稍后我就让人送来, 楚勋补了一句, 红灵惊醒, 恐怕刚才沉默的样子被楚勋误会了, 急忙道, 先生别误会, 不是钱的事, 我是想到, 最近有人在对面的古玩阁, 寄存了好几块玉石原料, 听说玉质和橙色都是顶级的, 九, 古玩阁, 整个古玩城, 除了珍宝宣, 就属古玩阁的势力大, 古玩阁的老板姓钱, 名字也很有意思, 叫钱多多, 是个胖子, 笑起来眯成眼睛, 有点弥勒佛的味道, 楚勋和红灵踏进古玩阁的时候, 就有伙计跑进去, 通知钱多多了, 都是一条街上的, 再说红灵名气极大, 这里的人大多都认识, 没过多久, 伙计出来请楚勋和红灵进去, 里面跟珍宝宣差不多, 别有洞天, 钱多多正在向一对男女, 介绍一尊乳白瓷双龙花瓶, 看到红灵, 顿时笑成了弥勒佛, 眼睛迷成一条缝, 笑道, 红灵小姐光临本店, 真是蓬壁生辉啊, 钱老板说笑了, 红灵点头轻笑, 钱老板还有客人在, 先忙, 钱多多歉意地笑了笑, 请楚勋和红灵先坐, 然后招呼伙计上茶, 他虽然在笑, 但心里却在琢磨红灵的来意, 两家同在一条街上做生意, 而且都是卖古玩珍宝, 本就是冤家, 好在两人都是聪明人, 从来井水不犯河水, 各凭本事吃饭, 从红灵进来, 那个男的眼睛就直了, 眼神炙热地盯着红灵, 喉咙滚动, 女的面生不喜, 好似有些怕男的, 不敢发作, 只能朝前多多发火, 道, 老板, 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钱多多收起思绪, 陪着笑脸, 心里却不屑, 这男的是他店里的老主顾, 是古江齐家的人, 齐家在古江市老牌家族, 势力庞大, 资产雄厚, 至于这女的, 虽然身材长相都不差, 但不是野路子模特, 就是十八线的小演员, 更或者是那个高级娱乐场所的小姐, 所谓没有比对就没有伤害, 跟红灵一比, 无论身材长相还是气质, 直接被秒的渣都不剩, 这也就难怪, 这位齐家大少, 无视身边女人的感受, 对红灵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钱多多拿起乳白瓷瓶, 道, 齐少请看, 这瓶身上的双龙, 折折生辉, 好似腾云而去, 是出自大家手笔, 您再看这色柚, 洁白无瑕, 剔透精英, 这瓶子可是唐朝的物件, 据史料记载, 后来传到乾隆皇帝手里, 乾隆皇帝又赐给了和珅, 后来嘉庆帝超和珅家的时候, 从无数家产中挑出, 后来几经周折, 被民国一位大家收藏, 后来失去踪迹, 直到最近才出现, 唐某可是花了大价钱才弄到的, 钱多多说的唐某横飞, 眯着眼, 眼底闪烁着狐狸般狡猾的光芒, 这里怎么有道猎吻, 奇少好不容易从红铃身上一开目光, 昂着头, 神态巨傲, 一手指着花瓶口上的裂痕问道, 他的表现太生硬, 看人一眼看穿, 就是在装逼, 钱多多微微一笑, 不慌不忙, 道, 奇少有所不知, 这就是所谓的残缺美, 东西太完美, 反而不美, 这东西流传几百上千年而不遂, 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奇少要为奇老选受理, 这尊花瓶十分合适, 他流传至今完好无损, 寓意长久不衰, 千古留名, 还有什么礼物比这个更适合奇老呢? 蓝子眼神浮现出喜色, 拍拍钱多多的肩膀, 笑道, 说得好, 就他了, 给我包起来, 哎, 钱多多点头, 眼神带着喜色, 道, 奇少可真是孝顺, 孝顺的人心底都很好, 就像奇少这样, 奇少对这个马屁很是受用, 笑得牙床都露出来了, 大声道, 百善孝为先吗? 我这人就是这样, 钱多多配合地笑着, 千万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笔巨款, 这位奇少却眼睛都不眨一下, 大手一挥, 示意包起来, 奇少的眼神看向红灵, 红灵礼貌性地笑了笑, 他不知道这个笑容却被奇少误会为对他有意思, 在奇少心里, 宋女人什么都不如三个字随便花, 而且他凭此泡妞无望而不利, 他的视线很火热, 看着红灵热火的身材, 喉咙不争气地滚动, 仿佛已经看到红灵在他身下辗转成欢的模样, 不由地咧嘴笑了起来, 奇少身边的女人看了看奇少, 又看向红灵, 眼神带着妒忌, 冷哼一声, 他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模特, 好不容易搭上奇少这条线, 以后锦衣玉食的生活能不能得到, 就看他今晚能不能把奇少伺候舒坦了, 为此, 他阅览无数岛国动作片, 捆绑, 皮鞭, 蜡烛, 应有尽有, 而且他还找男人实践过, 他确信, 今晚绝对可以让金主遇先遇死, 但现在他有了危机感, 因为他的金主心思不在他身上, 这时, 钱多多捧着包装好的花瓶走过来, 女人赶紧小心翼翼地接过来, 奇少则拿出支票簿大笔一挥, 两千万巨款就出去了, 奇少, 我们走吧, 女人将胸前的柔软使劲贴在奇少身上, 娇滴滴地说道, 奇大少看看身边的女人, 再看看千娇百妹的红灵, 不由地兴趣缺缺, 红灵早已注意到奇少的眼神, 却不在意, 几乎每个男人见他都会眼睛放光, 除了楚循, 这位小姐, 在下奇鲁, 能交个朋友吗? 奇少按耐不住心里的火热, 甩开身边的女人大步走过去说道, 尽量保持着风度, 红灵轻笑, 他岂会不明白奇鲁的想法, 心里厌恶却不表现出来, 哦, 我跟钱老板是同藏, 若是跟你做了朋友, 那岂不是在挖钱老板的墙角吗? 这要是传出去, 会被童强耻笑的, 奇鲁表情威僵, 不止如何接话, 红灵的话已经说死了, 奇鲁带来的女人狠狠地瞪着红灵, 好像跟他有深仇大恨一般, 红灵有所感应, 扭头看去, 不由得一正, 很快便明白怎么回事, 笑了笑没有理会, 钱老板, 我听说你这里有几块顶级玉石原料, 是不是? 红灵开门见山, 免得钱多多瞎猜测,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钱多多明显一正, 原来是奔着那几块玉石来的, 心不禁放下来, 要问这谷完成他最忌惮谁, 那必是红灵, 这个女人不管是做生意, 还是处理人际关系, 都太厉害了, 不错, 是有几块不错的玉石, 朋友记受的, 钱多多笑道, 不知道钱老板要价多少, 可别太贵哦, 贵了我可买不起, 若是价钱合适, 我想全部买下, 红灵半开玩笑说道, 至于全部买下, 是储循受益的, 钱多多多明显有些惊讶, 但没多问, 笑道, 我先取来, 红小姐看过后, 捧着一个檀木箱子走进来, 打开后, 四块透白金银的玉石出现, 每块都有成人拳头大小, 玉石外表有些茅草, 这是原料的正常现象, 楚勋不用看, 就知道这四块玉石原料, 在地球上来说, 都是难得一见的好玉, 他对红灵微微点头, 红灵也有些惊讶, 他自信见过不少好玉, 但能跟这四块相提并论的, 的确不多, 钱老板出价吧, 我全要了, 红灵霸道地说道, 钱多多微微惊讶, 随之暗乐, 今天真是财神进门, 他之前卖给齐鲁的那个花瓶, 只是他简陋得来的, 只花一千块钱, 当然, 花瓶的确是唐代的物件, 只是没他吹得那么玄乎, 现在这几块玉石, 又可以大赚一笔了, 正所谓, 金银有价, 玉无价, 钱多多伸出两根手指, 道, 每块两千万, 其实玉石的主人是个土夫子, 这是地下带出来的东西, 放在他这里寄售, 当时定价每块五百万, 他则直接把价格提高了四倍, 红林冷笑, 道, 钱老板, 你欺我红林外行吗? 就算玉无价, 也不该贵得这么离谱, 红林小姐, 这你可真的误会我了, 这玉石原料, 是我朋友冒着九死一生才弄来的, 价格也是他定的, 我可是一分钱都没赚您的, 钱多多叫区, 他心里却很是得意, 他们这一行,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可据他所知, 红林的珍宝轩可是天天开张, 赚得盆满钵满, 引得其他老板非常眼红, 这次怎么也得让他放点血, 红林脸色有点难看, 他知道钱多多这是在狮子大开口, 这四块玉石, 我要了, 突然, 旁边的齐鲁说道, 大家都以为他走了, 没想到还在, 而且还横插一杠子, 齐鲁走过来, 开好支票递给钱多多, 钱多多还在猛逼状态, 反应过来后一把将支票抓紧在手里, 他可不管谁付的钱, 只要有钱赚就行, 楚寻眼睛微眯, 红林心里一惊, 真怕楚寻一巴掌拍死齐鲁这个傻X, 齐鲁连同装玉石的盒子一起捧起, 双手递到红林眼前, 红林小姐, 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 这个是我的诚意, 红林一正, 看白痴似的看着齐鲁, 钱多多一哆嗦, 差点将手里的支票撕碎, 唐木结舌的看着齐鲁, 心里大骂傻逼, 有这么泡妞的吗? 太奢侈了, 女人的嫉妒心是很可怕的, 她直接冲上来, 指着红林大骂, 狐狸精, 滚开, 离我男朋友远点, 齐鲁脸色一沉, 一把将女人推开, 看着红林急切地说道, 红林小姐, 你别误会, 她不是我女朋友, 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红林打断, 冷笑道, 你有没有女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 红林说完, 朝着女人走过去, 红林常跟古江各大佬打交道, 气场强大, 岂是女人这个野路子模特可比的, 红林进一步, 女人就退一步, 红林站定, 冷笑道, 如果你是出来卖的, 就请尊重你的职业, 爆出价码, 别想既当婊子, 又立牌坊, 如果你不是, 那就请穿好你的衣服, 管住你的嘴, 双好你的男朋友, 别看到别的女人, 就觉得她会对你男朋友怎么样似的, 别用你龌龊的心思来评价别人, 懂吗? 红林最讨厌狐狸精三个字, 女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 激怒了她, 面对女王般的红林, 女孩被彻底镇住, 一张还算不错的脸蛋, 有些苍白, 楚寻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红林, 这个女人有点意思, 九, 红林一番犀利的言辞, 让齐鲁带来的女人如受到惊吓的鸃唇般, 说白了, 这女人不过就是想飞上枝头的小麻雀, 属于欺软趴硬的主, 红林看她连反驳都不敢, 不惊无趣, 齐鲁两眼放光, 她玩过的女人各种各样, 唯独没有女王型的, 红林的气场能震住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小模特, 却震不住她这个出身豪门的贵公子, 红林小姐, 说得真好, 齐鲁夸赞, 扭头看向她的女伴, 眉头一皱, 还不快滚, 凭你也想跟红林小姐争风吃醋, 女人一声不吭地跑了, 她可不敢违抗齐鲁的意思, 要不然以后连小模特都做不成了, 红林眼神冷了几分, 她差点一巴掌抡过去, 不过她多少顾忌齐家, 冷声道, 争风吃醋, 齐少是在说笑话吧, 齐鲁双眼紧盯着红林, 毫不掩饰自己对她感兴趣, 她没回答红林的话, 而是将手里装有玉石的木盒递过去, 红林却连看都没看一眼, 很别说接了, 齐鲁笑了笑, 这玉石对我无用, 我看红林小姐感兴趣, 不如这样, 这四块玉石一百块卖给红林小姐, 怎么样? 钱多多再一次实话, 心里大骂傻逼, 一口答应, 楚寻眼神一闪, 饶有兴趣地看着齐鲁, 这家伙不是一般的纹酷子弟, 心思不简单, 红林微恶, 但很快回过神, 落落大方地接过齐鲁手里的木箱放到一旁, 然后拿出飞快地开出一张支票递过去, 齐鲁接过, 挣了一下, 随着笑道, 红林小姐是不是弄错了, 是一百块, 不是八千万, 齐少出身名门, 可将八千万看作一百块, 红林穷苦出身, 自然不能和齐少比较, 在红林眼里, 一百块跟八千万一样多, 所以, 就请齐少收下这你眼里的一百块, 我眼里的八千万, 红林说的慢思条理, 意思很明显, 你齐少比我高贵, 和我不在一个层面, 任谁都能听出他话里的婉拒, 齐鲁当然也听出来了, 可他心里的征服欲望更强, 像红林这样的角色有误, 难得一见, 如果能搞到手, 那在自己的泡妞生涯中, 绝对是里程碑式的纪念, 齐鲁假装没听董红林话里的意思, 想好措辞准备开口, 可突然他的表情微微一僵, 因为他看到旁边那个有些小帅的男人, 正旁若无人地打开幕盒, 拿出一块玉石查看, 齐鲁很愤怒, 这是红林小姐的东西, 而且是他亲手转交的, 其他男人岂能轻易触碰, 楚寻拿起一块, 改音后点头, 这的确是上好的古域, 里面灵气充沛, 正是自己需要的, 他放下一块, 又拿起另外一块, 仔细琢磨起来, 放下, 齐鲁立声说道, 他可以容忍女人在他面前高调, 但却不允许男人在他面前装逼, 在齐鲁看来, 楚寻根本就是故意的, 你欣赏一块就完了, 还拿起另外一块, 没完没了了, 楚寻抬头看了他一眼, 眼神平静无波, 淡淡道, 我为什么要放下, 因为你不配碰这些玉石, 齐鲁说得很笃定, 因为楚寻从今来到现在, 从来没说过一句话, 男女在一起, 男的却没发言权, 这样的人不是保镖手下之类的, 就是被包养, 呸, 齐鲁暗自呸了一口, 感觉这样, 说像是给自己戴了绿帽子似的, 可是我已经碰了, 楚寻有些无语, 不明白齐鲁为什么会盯上他, 难道自己就是传说中的招黑体质, 齐鲁眼底的狠辣一闪而过, 古江名少, 受家族熏陶, 岂是心词手软的人, 有位大佬曾经说过, 大家族就是丛林法则, 对每个下一代都是当成狼一样去培养, 而且不遗余力, 齐鲁比一般富家大少多了一份城府, 因为他已经开始接触家族企业了, 能碰到这些玉石, 算是你祖上积德, 但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齐鲁用眼神示意楚寻, 赶紧将玉石放下, 齐少,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红林心里暗自着急, 齐家不同于其他家族, 齐家的人有一步走势图, 有的已经算是一方诸侯, 他怕楚寻一怒拍死齐鲁, 到时候可就不好收场了, 楚寻眸子微眯, 红林在帮齐鲁, 为什么? 定是这齐鲁身后有大势力, 红林意在提醒楚寻, 又在间接救齐鲁, 殊不知, 他的话让齐鲁心里的火烧得更旺, 齐鲁是霸道的, 因为他有这个资本, 他的二叔就是现任古江市长, 最让他佩服的是他大哥, 任国家特殊部队的总指挥, 听说手里有杀人执照, 有先杀后奏之权, 齐鲁在心里已经认定, 红林逃不开他的手掌心, 所以他不允许任何男人染指, 红林主动护着的男人更不行, 红林小姐, 这位是, 齐鲁阴沉着脸质问, 那表情就好像红林出轨, 被他抓到一般, 红林很生气, 他对这种质问的语气很反感, 齐手, 钱已经付给你了, 玉石我们拿走, 再见, 这时, 楚寻轻轻一笑, 和上墓和盖子打算离开, 站住, 红林小姐可以走, 你不能走, 哦, 楚寻表情玩味, 你对红林小姐有好感, 为什么留下我, 你是不是搞错对象了, 楚寻是调侃, 可其他人却面色古怪, 红林脸色诧异地看着楚寻, 钱多多憋着笑, 齐鲁眼神像是要吃了他似的, 又带着厌恶, 楚寻有些猛逼, 什么情况,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 他最后一句话有多污, 看楚寻的表情, 红林知道他是无心的, 他不认为楚寻这样的神仙一般的人物, 会是老司机, 先生, 我们走吧, 红林说道, 楚寻挠挠头, 然后点点头, 看着眼前的齐鲁, 道, 你能让让吗, 我说了, 红林小姐可以走, 你不能, 齐鲁霸道道地开口, 七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 红林气急, 这齐鲁真是花样作死, 他根本不知道被他拦住的这个男人有多恐怖, 红林小姐这么护着他, 什么意思, 齐鲁盯着红林反问, 眼神带着战有欲, 因为红林与杰, 他还真说不出跟楚寻现在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朋友, 楚寻揭过话不是给齐鲁解释, 而是给红林医的答案, 朋友, 红林不由的正主, 他可是知道, 白家二爷白人杰, 白家三爷白人熊都只是楚寻的一条狗, 朋友这个词让他有些眩愈, 第一觉得朋友这个词是老天最伟大的恩赐, 他做梦都没想过能跟楚寻成为朋友, 一张俏脸不由的爆发出如太阳般的娇艳, 齐鲁看得眼发直, 心里狂喊, 这个女人他一定要弄到手, 而且, 红林还没说, 楚寻就争先声明他跟红林只是朋友, 这是在对他示好, 服软, 总包, 齐鲁在心里这样评价楚寻, 不过, 很快他便笑开了, 拍拍楚寻的肩膀, 啊, 还算实相, 不错, 以后有事找我, 别麻烦红林小姐, 楚寻微微惊愕, 然后很快反应过来, 对方误解了自己的话, 那我该去哪找你呢? 楚寻问道, 他这话让红林有些惊讶, 楚寻默然, 若是以往, 齐鲁不死也得脱层皮, 但此时他不想这样, 从云岩市到谷江, 这段时间他的杀性太重, 心里经常会出现暴虐的情绪, 这是产生心魔的前兆, 如果不及时补救会导致修炼根基不稳, 严重者会影响到以后的修炼, 所以, 他现在不介意戏弄齐鲁, 来缓解心中暴虐的情绪, 齐鲁暗恼, 他只是顺嘴一说, 没想到对方顺杆子就往上爬, 真是人不知自愁, 马不知脸长, 不过, 心里骂归骂, 脑归脑, 面子还得做足, 哦, 挺好了, 北华街, 齐鲁珠宝总店, 我经常坐镇那里, 齐鲁说得很大声, 语气带着傲然, 齐鲁珠宝是齐家来前最快的产业之一, 而且, 有超过五百多家分店, 这还不包含海外的分店, 总店就在北华街, 齐鲁坐镇那里, 看来齐家把这一块交给他了, 可见齐家对齐鲁也是寄予厚望, 你不是说打算买串宝石手链吗, 既然有齐少在, 那就去齐天看看, 说不定还能打个内部折扣, 你说呢, 楚巡看着红灵说道, 红灵不经一正, 随之很快反应过来, 点头笑道, 就是不知道齐少欢不欢迎, 欢迎, 欢迎, 齐鲁心里狂喜, 只要红灵去了齐天, 见识到他的实力, 那就离他的床又近了几步, 红灵偷偷看了一眼楚巡, 后者面无表情, 红灵暗叹, 齐鲁要倒霉了, 不过他心里有些好笑, 楚巡性格太淡漠了, 就算是在算计人身上也带着上位者的气息, 这样很容易被人看穿的, 若是楚巡知道红灵在嫌弃他的演技烂, 肯定会苦笑连连, 虽然他现在努力融入都市生活中, 可在一届三千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改掉, 而且他为先帝时百足拜扶, 千国臣服, 他身上的上位者气息根本去不掉, 齐少, 那就这样说定了, 明天我们去找你, 楚巡说道, 齐鲁皱眉, 楚巡说我们让他很不爽, 这样吧, 我们现在就去, 反正天起是二十四小时营业, 白天晚上又有什么区别, 齐鲁极力邀请, 他被红灵热火的身姿引起情欲, 他带来的女人被他赶走了, 这股火不发泄出来会憋出毛病的, 他心里早已有了计划, 到了起天就是他的底盘, 到时候这两人还不是任由自己捏缘搓扁, 楚巡嘴角微扬勾起一抹冷漠的笑, 道, 我同意, 就现在去吧, 红灵装作犹豫了一回, 最后勉为齐男的点头答应了, 齐鲁眉开眼笑, 差点笑出声来, 迫不及待地在前面引路, 九, 此时的太阳即将落山, 映红天边晚霞, 正应了那句,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在齐鲁的热情邀请下, 楚巡和红灵来到了北华街, 齐天珠宝商行, 北华街, 古江人流量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寸金寸土, 而齐天珠宝商行却在这里独占一栋大楼, 抬头望去, 在夕阳的余晖下, 齐天珠宝商行六个大字, 折折生辉, 极其耀眼, 此时, 不管身份, 何种工作, 忙碌得了一天的人都出来悠闲地散步, 乘凉, 所以, 北华街的人比白天只多不少, 楚巡和红灵乘坐的是齐鲁的车,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看来有钱人都喜欢这种车, 陈汉龙送给楚巡的那辆也是劳斯莱斯幻影, 齐鲁殷勤的帮红灵打开车门, 大门口的保安眼珠子凸起, 平时都是他们给齐鲁开车门, 今天这是怎么了? 待红灵下来, 两个保安眼睛都直了, 红灵小姐, 齐鲁表现的风度偏, 偏, 眼底的垂涎和欲望都演示得很好, 看到两个保安呆滞的模样, 齐鲁狠不满地哼了一声, 两个保安被吓了一跳, 急忙行礼, 大声道, 齐总好, 齐鲁无视了他们, 引领着红灵往里面走去, 楚巡推门下车不经玩耳, 自己貌似被无视了, 楚巡是从齐鲁车上下来的, 保安自然不敢怠慢, 亲自帮楚巡开门, 齐鲁刚好回头看到这一幕, 顿时心里恼怒, 这两个蠢货一定得开除了, 楚巡环顾一周, 这里的装修以洁白素雅为主, 旁边有个试衣排, 红灵小姐, 随便看, 只要看上的都算我的, 齐鲁无比豪气地说道, 红灵轻笑道, 若真有看上的, 我一定不会客气, 齐鲁大喜, 他知道红灵上钩了, 果然, 没有女人不败金, 我们上二楼看看吧, 楚巡说了一句, 率先向电梯走去, 齐鲁恨得牙痒痒, 二楼是珠宝玉器, 价格比一楼的金银细软贵得多, 他好色, 但他也是个商人, 肯定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 红灵小姐, 我们上二楼去看看, 这些金银细软, 配你有些俗气了, 那些珠宝美玉, 才配得上红灵小姐的国色天香, 齐鲁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说出来的话, 让人很舒服, 三人相继上到二楼, 红灵小姐, 随便看, 我说了, 今天一切都算我的, 那谢谢其少了, 我就不客气了, 红灵娇妹一笑, 风情万种, 差点勾走齐鲁的魂, 千万别跟我客气, 齐鲁双眼发直, 霸气说道, 楚寻的神念扩散, 细细感应, 他现在需要大量的好玉, 左侧, 十米, 一枚凤凰玉牌, 楚寻的声音突然在红灵脑海出现, 吓得他差点跳起来, 别害怕, 按我说的做, 楚寻的声音在他脑子继续响起, 虽然楚寻说别害怕, 可红灵又惊又怕, 这样的情况太不可思议了, 红灵强忍着心中的战力, 按楚寻的话, 这里的售货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容貌上加, 笑容甜美, 加上又有齐鲁陪在身边, 他们的服务更加热情, 这个还不错, 我要了, 红灵说道, 这个玉牌标价竟是一千万, 没问题, 齐鲁毫不在意, 其实他心里自有算计, 现在看来, 红灵并不缺钱, 这点从他随手拿出八千万就可以看出, 到时候把这女人搞上床, 他的钱还不都是自己的, 到时候来个人才两得, 哈哈, 齐鲁心里得意的大笑, 再看看别的吧, 齐鲁道, 红灵刚想拒绝, 楚寻的声音再次响起, 向前十步, 靠右手柜台, 一对玉镯, 红灵无奈, 只得向前走去, 将这对玉镯拿到手, 向前十五步, 左手柜台, 一把玉尺, 红灵都快哭了, 再这样下去, 他就真的变成拜金女了, 不过想想, 齐鲁看他时, 那种令他厌恶, 恶心的眼神, 心里仅存的那点愧疚感, 消失得无影无踪, 玉尺刚到手, 楚寻的声音再次响起, 身后柜台, 一对白玉耳环, 红灵一咬牙, 豁出去了, 向前五米, 左边柜台, 五枚玉吊坠, 向前再走三米, 左手柜台, 那两枚玉戒指都拿上, 向前十米, 右手边柜台, 一枚龙形玉雕, 向前六米, 左手, 向前三米, 右手边, 一道道命令, 红灵如穿花蝴蝶般来回穿梭, 手里, 已经快拿不下了, 齐鲁脸色变了, 笑容将在脸上, 想装个笑脸都困难, 他不得不佩服红灵的眼光, 只拿贵的, 不拿对的, 他想不明白, 红灵一个女人拿玉尺那玩意, 干什么用, 这些加起来快两亿了, 我是不是拿的有点多啊, 红灵有些不好意思, 要不这些, 我自己付钱吧, 齐鲁眼神一亮, 红灵说他自己付钱, 那就说明, 他的身价不值两亿, 开什么玩笑, 你拿的这点算什么, 只要你喜欢, 随便拿, 我说过, 一切都算我的, 齐鲁恢复了笑脸, 心里暗笑, 不管你拿多少, 最后都会加倍还回来, 你这点东西, 对齐少算什么, 你付钱不是打他的脸吗, 楚巡说道, 齐鲁现在看楚巡越来越顺眼了, 真会说话, 去三楼, 楚巡的声音在他脑海响起, 红灵翻个白眼, 既然要坑, 那就坑得彻底点, 红灵要上三楼, 齐鲁当然没意见, 其实三楼根本没什么东西能拿走, 所以他没什么可担心的, 三楼的装修不符下面两层的淡雅, 极其奢华, 人头攒动, 机械声和叫喊声此起彼伏, 这是, 楚巡好奇, 这是赌食场, 整个三楼都是, 齐鲁很是得意, 线下赌食火热, 这两年人都有钱了, 刮起狂热的赌食风, 他命人将整个三楼改成赌食场, 不同于外面露天赌食场, 这里更像是娱乐场所, 吃喝玩乐一条龙都有, 不得不说, 齐鲁很有生意头脑, 这里的生意, 比外面露天赌食场要好得多, 楚巡回想, 上一世他听说过赌食, 不过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 接触不到这方面, 据说赌食, 一刀穷, 一刀富, 一刀穿麻布, 赌食除了专业知识和经验, 更多的是赌运气, 有人一招荣华富贵, 有人一招沦为乞丐, 这些对赌食的人来说, 屡见不鲜, 有兴趣吗? 齐鲁殷勤的问红灵, 红灵点点头, 齐鲁想拉着红灵的御守过去, 可惜被红灵不着痕迹的躲掉了, 齐鲁也不尴尬, 也不恼, 依然热情的在前面带路, 只是在他转身的瞬间, 眼底的音域一闪而过, 齐鲁带着红灵和楚巡走过去, 不管是赌客, 还是看客, 都纷纷跟齐鲁打招呼, 齐鲁昂着头, 神色巨傲, 算是无形中装了一把跟成功的B, 楚巡打眼看去, 只见这个赌石位将后面的一百平方空地分成八小块, 每块里面都堆满了玉石原料, 红灵小姐去挑一块试试运气, 齐鲁对红灵说, 哦, 红灵有些愁愁, 到最后还是想试试运气, 随便挑了一块, 别小看这一块, 只有成人拳头大小, 且还是原料, 但却价值不菲, 售价十五万, 接下来就是解石, 解石分切合魔, 红灵一看就是外行, 挑的时候太草率了, 魔肯定没必要, 解石石是个老手, 结果原石一刀下去, 什么都没有, 众人不由地发出一声哄笑, 但并没有嘲笑的成分, 毕竟红灵是齐鲁带来的, 只是一时好玩试试运气, 并非真正赌石, 看来我的运气并不是很好, 红灵自嘲的笑笑, 虽然只是玩, 但还是有些失落, 并非红灵小姐运气不好, 而是这赌石本就百里挑一, 不出货纯属正常, 就算是我选的, 也是十有八九都是废料, 齐鲁出言安慰, 齐鲁这一路表现得可圈可点, 风度翩翩, 年少多惊, 若是一般女人, 恐怕早就沦陷, 可红灵是普通女人吗, 若没有些手段, 恐怕早就沦落为那些富豪大佬的玩物了, 红灵很不简单, 齐鲁这点道横, 太差了, 你要不要也挑一块试试, 齐鲁看着楚勋问道, 从头到尾, 他都没问过楚勋的名字,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藐视, 还是算了, 我这人运气一向都很好, 别真挑出真东西, 楚勋淡淡地说道, 啊, 不止齐鲁, 其他人也愣住了, 这叫什么话, 这逼装得太大了吧, 齐鲁冷哼一声, 道, 你尽管挑, 若是真的出货, 我以十倍的价钱买下来, 若是不出, 你得自己付原石的钱, 齐鲁心里冷笑, 穷逼, 看你的样子, 连原石的钱都拿不出来吧, 好, 楚勋轻笑, 大步走过去, 齐鲁一愣, 眼神阴逸, 他还真敢, 这明显是在跟他叫板啊, 之前还觉得楚勋很上道, 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做死的蠢货, 楚勋同样来到一号原石堆, 神念蔓延, 几乎请客间, 他便准确地知道那块原石里面有货, 赌石果然够黑, 何止是百里挑一, 简直是千里挑一, 这数百块原石堆中有货的不出五块, 不知道只是齐天的都市场是这样, 还是所有赌市场都这样, 若都是如此, 那赌石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楚勋的手不经意地扶过一块原石, 真原之力从掌心迸发, 里面的翡翠, 煞石化为积粉, 他的手再次不经意间, 扶过不同位置的三块原石, 最后拿起一块半个足球大小的原石, 就他了, 九, 谢时师接过楚勋手里的原石, 但却并没有谢时的意思, 这位先生, 对不起, 请先付原石的钱, 一位西装革履, 戴着眼镜, 模样斯文的中年人走过来说道, 他姓张, 是三楼的经理, 多少钱? 楚勋问道, 买东西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没什么好计较的, 五十万, 张经理盯着楚勋的反应, 只要楚勋有一点愁愁, 他就会立刻开始嘲讽, 可惜的是, 楚勋只是淡淡地嗡了一声, 连眼皮都为台下, 其实他们太不了解楚勋, 他对钱真没什么概念, 若是换成仙石, 楚勋保管两眼放光, 那请问先生刷卡还是支票? 张经理很不舒服, 因为他没能讽刺到楚勋, 也就没能拍到齐鲁的马屁, 问他, 楚勋直指红灵, 他出门都来没带过钱, 可谓是身无分文, 支票, 红灵掏出支票, 大笔一挥, 然后递给张经理, 别说楚勋用他五十万, 就是五千万, 五亿, 只要他有, 他都会毫不犹豫, 他清楚地记得, 当初在他的珍宝宣, 楚勋说过他不喜欢欠人情, 当场送给陈汉龙一块保命玉牌, 子弹都能挡住, 这种东西, 简直就是神物, 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红灵的动作干净利落, 让齐鲁连蓝的机会都没有,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真羡慕这位兄弟, 让女人帮你付钱, 还这么心安理得, 真是佩服, 齐鲁满脸讥讽, 不用客气, 楚勋淡莫道, 齐鲁被噎得说不出话, 心里大骂, 我他妈是在客气吗? 我再讽刺你啊, 周围的人眼神带着探视, 大多人已然明白过来, 这两人不对付, 可以解释了吗? 楚勋看向谢时师, 谢时师看向齐鲁, 齐鲁点头, 心里却在呐喊, 解吧, 里面肯定什么都没有, 就是块废料, 废料, 原石放进解释机, 这第一刀, 从原石整体的五分之一下刀, 等等, 楚勋突然出声, 大家都看向他, 都在心里嘀咕, 难道是怂了? 楚勋走过去, 那是划线笔在原石三分一的地方做下记号, 从这里开始, 楚勋道, 大家不禁叹气, 愚蠢啊, 解释的人恨不得一块原石分一百次减, 哪有这么随便的, 谢时师看向齐鲁, 就按他说的做, 齐鲁冷笑, 不管从哪里下刀, 废料就是废料, 这里的原石他找找专业人士挑过, 几乎没有好料, 平时有人解除的高档翡翠, 都是他找来的托,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消费的, 谢时师开始解释, 众人为官, 解释相当于赌博, 令人心生澎湃, 快看, 出绿了, 不知谁兴奋地大喊一声,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这一刀最终切完, 露出里面大片的绿色, 哈哈, 小兄弟真是好运气, 涨了, 赌涨了, 涨大发了, 绿中带蓝, 光泽似油脂, 这是高档油轻种, 小兄弟, 厉害了, 这运气真是没得说, 这么大块头, 我看怎么也值得两三千万, 众人大声议论, 董行的人高谈阔论, 赌时就是这样, 赌中了, 足以让看的人也跟着热血沸腾, 众人说一句, 齐鲁的脸色就阴沉一分, 楚巡轻笑道, 齐少, 给你个友情价就按两千五百万算, 十倍就是两亿五千万, 现场顺势安静, 他们一时高兴忘了这一茬, 齐鲁之前说只要出货, 就以十倍的价格收回去, 十倍, 那可是两亿五千万, 天文数字, 没人吭声, 因为齐鲁的脸色阴沉得吓人, 楚巡却像是没看到, 戏虐道, 齐少该不会是想反悔吧, 齐鲁低着头, 眼神不满猙獰, 只是在抬头的瞬间很巧妙地掩饰了, 笑道, 怎么会, 区区两亿五千万, 我几天还拿得出来, 他不敢耍赖, 这么多人在, 他耍赖就是自杂招牌, 虽然他自以为表现得无懈可击, 但这里的人都是人精, 赌食的人别的没有, 感觉和眼力都不错, 在他们眼里, 齐鲁这话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仿佛能听到他磨牙的声音, 这么大笔钱, 搁谁不疼的, 干豆颤啊, 这些人平时没少在这里赌食书钱, 此时心里当然是幸灾恶祸, 但却不能表现出来, 齐鲁咬牙切齿地写好支票, 楚巡拿到支票, 却看都没看, 就递给红灵, 红灵犹豫, 他接了这张支票, 楚巡就不欠他什么了, 其实他不想要钱, 他心里希望也能得到一块保命玉牌, 不过最后他还是接了, 楚巡给的他不能不接, 我们走吧, 楚巡到, 他最近杀性太重, 只是找个饿子, 让自己暴力的情绪得以缓解, 他需要的玉石已经够了, 接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齐少, 谢谢你的招待, 再见, 红灵告辞, 跟着楚巡朝电梯走去, 齐鲁瞬间眼睛都红了, 他若是再不明白自己被这两人合伙耍了, 那他的智商真喂狗了, 等等, 齐鲁大步跑过去拦住楚巡和红灵, 齐少还有事, 楚巡表情淡漠, 齐鲁差点一巴掌抡过去, 真能眼, 他咋早没发现呢, 兄弟, 既然你运气这么好, 干嘛急着走啊, 不如我们再赌一把如何, 齐鲁尽量掩饰着语气中的恨意, 哦, 楚巡挑起眉梢, 饶有兴趣地问, 怎么赌, 规矩很简单, 就是我们两个同事在这八块料堆中, 各挑出三块原石, 然后解释, 只要出货, 对方都得以十倍的价格购买, 怎么样, 敢不敢试试, 齐鲁挑衅道, 来吧, 楚巡语气淡漠, 齐鲁威冷, 心里很是不爽, 因为楚巡答应得太快了, 没能让他嘲讽两句, 他心里暗道, 装吧, 待会看你怎么死, 周围其他人瞬间被点燃了热情, 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 眼睛瞪了老大, 就差摇旗呐喊了, 人就是这样, 看热闹不怕是大, 不过也有人替楚巡担心, 这样的毒法, 一般是要请一位再赌十届得高望重的人做裁判, 可齐鲁并没提着查, 这摆明是欺负楚巡外行, 大多数人心里了然, 就算楚巡运气好赢了, 后果可能会更惨, 当然, 也不会有人做雷锋, 冒着得罪齐鲁的危险去提醒楚巡, 楚巡和齐鲁同时走过去, 齐鲁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红铃, 眼底鹰会之色闪烁, 暗道, 臭婊子, 等收拾了这小子再好好折磨你, 请吧, 齐鲁阴阳怪气地说道, 说完, 他大摇大摆地去挑原石了, 楚巡勾起嘴角, 慢悠悠地走过去, 神念已然开启, 齐鲁回头看着楚巡, 眼神不屑, 楚巡挑原石的方法太外行了, 第一次只不过是走了狗屎运而已, 他嘴角挂着自信地笑, 甚至连腰都没弯一下, 只是用脚随便拨动三颗原石, 挥挥手刀, 就这三块, 没人敢耍他, 在他心里, 从楚巡答应赌的那一刻, 就已经输了, 这里是启天, 是他的主宰场, 在这里, 他说了算, 齐鲁已经决定, 这里一次, 他要让楚巡知道,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在他面前玩那些小聪明, 还有红灵, 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 什么样的人是得罪不起的, 这三块, 楚巡的话惊醒齐鲁, 他抬头看去, 楚巡正把三块原石交给解释师, 齐鲁走过去, 既然都选好了, 表示同意, 那先从谁开始呢? 齐鲁问道, 随便, 齐鲁不了解楚巡的性子, 心里总觉得对方在装逼, 恨得牙痒痒, 那就先从我的开始吧, 齐鲁示意谢时师开始, 谢时师微微点头, 齐鲁也不着痕迹地对谢时师轻轻点头, 脸上不满得意, 他说了, 这里他说了算, 他想赢就能赢, 他的原石, 已经被换成经由专业人士鉴定后, 确定能出好货的原石料了, 谢时师的动作很麻烈, 画好线就准备下刀, 与此同时, 楚巡屈指一弹, 一道白芒迸发, 翘无声息地没入齐鲁的原石, 这一刀下去, 切去原石的五分之二, 谢时师的脸色变了, 齐鲁脸上的得意的笑容僵住, 没出力, 什么都没有, 现场一片遗憾声, 继续, 齐鲁冷声道, 谢时师的身子明显抖了一下, 开始切第二刀, 第二刀是从原石剩下的三分之一切下去的, 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 齐鲁的脸色阴沉的都快滴出水了, 从中间切, 齐鲁低吼, 一般人是不会选择从中间切的, 因为若是真有货, 这一刀下去就废了, 但这块原石已经近乎到中间了, 董行的一眼就能看出, 这是块废料, 谢时师擦擦额头的冷汗, 头都不敢抬, 直接一刀下去, 原石一分二二, 这事, 众人都傻眼了, 里面怎么可能是粉末, 从没遇到过如此古怪的事情, 解释, 要么出货, 要么就是块石头, 什么都没有, 这时, 一股清风从窗口吹进来, 白色粉末被吹起, 顿时消散一空, 这让众人的脸色更加古怪, 齐鲁脸色黑得吓人, 牙齿都快咬碎了, 这怎么算呢, 谁能告诉我, 这些粉末值多少钱, 楚巡的声音在这寂静的现场, 显得很是突兀, 红铃忍不住差点笑出声, 其他人也是脸色怪异, 憋得很是辛苦, 先不说这些粉末值多少钱, 关键现在都被封刮跑了, 想卖也先得找回来啊, 九, 别高兴得太早, 齐鲁盯着楚巡, 这话是从他牙缝蹦出来的, 可见他心在心里的恨意有多浓, 楚巡淡淡地笑了笑, 是以谢时师开始, 众人再次瞪大双眼, 凝神惊气地等待着结果, 谢时师有一想打击楚巡, 拿起楚巡挑的原石, 手起刀落, 动作干净利落, 一刀两半, 净, 死一般的净, 三秒过后, 卧槽, 这两个字更能代表众人的心情了, 他们看到了什么, 原石一分为二, 透出八掌大小的绿色, 出绿了, 色泽温润, 绿色青雅, 水投足, 老坑玻璃种, 天呐, 我看到了什么, 老坑玻璃种, 长大发了, 现场如翻滚的油锅被泼进一瓢水, 顿时炸开了锅, 上次出老坑玻璃种, 还是一年前, 品色还不如这块, 也难怪大家兴奋, 不过很快, 大家兴奋的情绪慢慢冷却, 因为这块品质高档的老坑玻璃种, 竟被谢时师一分为二, 不算全废, 也算半废了, 众人发出阵阵叹息, 满脸遗憾, 真是太可惜了, 扑通, 谢时师脸色惨白, 呼吸困难, 双腿软得跟面条似的, 直接瘫倒, 一块上好的老坑玻璃种, 竟被他切废了, 也就是说, 这块老坑玻璃种, 若是价值一亿, 那么就因为他这草率的一刀, 价格就被砍去一半, 或许更多, 他没勇气抬头去看齐鲁的表情, 其实不用看, 他都想到, 此时齐鲁恨不得吃他的肉, 和他的血, 另外还有一个人, 浑身抖炉筛糠, 就是张经理, 因为是他帮齐鲁偷换的原石, 可切出一堆粉末, 而且楚勋切出老坑玻璃种, 这让他一颗心跌倒了谷底, 齐鲁两眼冒火, 一张俊脸近乎扭曲, 这个值多少钱? 楚勋问道, 他对这个确实不懂, 刚才还沸腾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因为这个时候谁开口, 那就是给齐鲁的伤口上撒盐, 把他往死里得罪, 看着色泽, 润度, 水头都达到了最高品质, 而且还是难得的老坑玻璃种, 我觉得至少也值八千万或一亿吧, 红灵开口道, 他不懂赌食, 但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对这些东西的估价很是在行, 众人听完不由得纷纷点头, 不过, 红灵声音拖长, 吸引众人的目光后, 这才继续说到, 现在这块上好的翡翠被一刀废了, 也只能值个三四千万了, 但是, 东西是齐少的人切废的, 那么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一切得按原价算, 众人都点头, 本来理应是这样, 这样吧, 那就按八千万来算, 十倍就是八亿, 楚循的视线移到齐鲁身上, 细写道, 齐少, 这样算你没意见吧, 齐鲁张嘴却没说出话, 因为他的心一阵脚痛, 让他脸庞变得更加扭曲, 八亿啊, 齐鲁这样说道, 虽然脸庞扭曲, 但好歹声音平静, 不至于太丢人, 你还行吗? 齐鲁看向瘫岛的谢时师, 谢时师猛点头, 他知道此时若是被换下来, 那就彻底失去被原谅的机会了, 到时候齐鲁会把他剁碎了喂狗的, 若是接下来能帮齐鲁切出好货, 说不定还能得到些奖赏, 开始吧, 齐鲁声音还算平静, 他这回已经冷静下来了,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不但能翻盘, 还能让楚循书的一败涂地, 付出惨痛的代价, 谢时师手有些抖, 画好线, 固定好原始, 看了齐鲁一眼, 然后表情凝重地开始下刀, 这第一刀他很谨慎, 只切掉五分之一, 不过什么都没有, 第二刀下去, 谢时师的脸色惨白, 因为还是什么都没有, 在场的大多都是行家, 切到这里还没有, 那80%可以确定是废料了, 齐鲁双拳紧钻, 趾骨泛白, 脖子上的血管都根根抱起, 谢时师手抖得厉害, 已经不敢下刀了, 继续, 齐鲁忍不住咆哮一声, 谢时师哆嗦着, 闭上眼, 一刀下去, 等了半天, 也不见动静, 谢时师诧诧意地睁开眼看去, 结果双眼一阵翻白, 直接昏死过去了, 张经理额头的冷汗擦都来不及, 一张老脸没了人色, 他此时很羡慕昏死过去的谢时师, 想着自己要不要装晕, 怎么会出现这么邪门的事情, 他明明找专人多次查验, 确定这原始里面有好货, 可眼前这一堆白色粉末, 是什么鬼, 连续两次切出一堆白色粉末, 众人都实话了, 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齐鲁眼神带滞, 嘴里泥南,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一个箭步冲过去, 一把揪住张经理的衣领大吼, 是不是你害我, 这是你搞的鬼对不对, 齐少,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发誓, 张经理吓得语无伦次, 发尼码的是, 齐鲁拿起切开的半块原石, 照着张经理的脑袋就是一下, 张经理惨叫一声, 头破血流, 眼睛一翻, 终于如愿以偿地昏死过去了, 谁他妈在害我, 到底是谁, 齐鲁疯狂地咆哮, 接下来, 他拿起自己的最后一块原石, 亲自动手, 一刀两半, 切开后, 现场一片哗然, 而齐鲁彻底疯了, 红着眼睛大声咆哮着, 因为他的第三块原石里面竟然还是粉末, 这是造了什么年, 运气被到这种地步, 连续三次开出粉末, 这种概率比见鬼的概率还低啊, 发生这种事, 只能用齐鲁确得事做多了, 这是报应来解释, 谁在算计本少爷, 是谁, 齐鲁觉得他被人出卖了, 肯定是有人买通了张经理, 齐少, 该切我的了, 楚巡淡漠道, 齐鲁猙獰地盯着楚巡, 他心里认定, 一定是楚巡买通了张经理, 合伙算计他的, 你, 很好, 齐鲁指着楚巡, 宁笑着说道, 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 楚巡必须死, 而且要死得很凄惨, 你话太多了, 开始吧,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里浪费, 楚巡说道, 齐鲁嘴角勾起残忍的笑意, 道, 好, 本公子亲自替你解释, 将原石放好, 齐鲁死盯着楚巡, 然后手起刀落, 原石一分为二, 大片绿色映入众人眼帘, 现场顿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惊叹声, 又一次开出品质上好的老坑玻璃中, 齐鲁低头看去, 整个人僵住, 如雕塑一般, 他快疯了, 这是对他赤裸裸的讽刺, 没有比这更打脸的事了, 我不信, 你只是走了狗屎运, 齐鲁疯了似的念叨着, 然后拿起最后一块原石, 一刀两半, 现场一片死寂, 又是品质顶级的老坑玻璃中, 众人已经麻木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反应, 一个连续三次开出连废料都不如的粉末, 一个却连开三次老坑玻璃中, 真是奇闻, 运气差到极致和运气好的极致的对撞, 此时, 齐鲁不只是脸庞扭曲, 连心理都开始扭曲, 过了今天, 这件事就会传遍古江市的大街小巷, 到时候, 他会成为古江那些名门大哨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会成为家族最大的笑话, 而且, 他努力多年的成果将会付诸东流, 他不允许, 他好不容易才掌握启天这个重要资源, 如果失去, 他将在家族再无立足之地, 他那些堂兄堂弟早就对启天虎视眈眈的了, 肯定会趁此机会把他吞得连渣都不剩, 说不定连命都得丢了, 该怎么办, 总不能把这些人都杀了吧, 各种负面情绪在他脑海里浮现, 齐鲁的眼神变得心红, 身上的气息变得暴力, 他看向昏死过去的张经理, 都是这个人, 是他把自己害成这样子的, 齐鲁越想, 心里的恨意就越浓,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他抓起带着老坑玻璃肿的半块巨石, 狠狠地砸向地上的张经理, 破, 张经理的脑袋被直接砸爆了, 红白之物四溅, 本就昏死过去的张经理抽出了一下, 便没了动静, 死得倒也干脆, 啊, 杀人了, 众人惊醒, 金巨生此起彼伏,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有胆子大的, 趁机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红灵也被这残忍的一幕吓坏了, 楚寻眼神微眯, 这齐鲁够狠的, 齐鲁看向楚寻, 眼神心红, 脸上带着残忍, 疯狂地笑道, 都是你, 是你和张经理算计我,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要杀了你, 齐鲁大吼着, 抓起另外一半原石, 朝着楚寻冲来, 楚寻根本懒得理会他, 齐鲁得此下场, 只能说是字, 字寿, 骇人中骇己, 屈指一弹, 两道白芒没入齐鲁的膝盖, 扑通, 齐鲁直接跪倒, 冲击让他向前滑了好几米, 膝盖磨破了, 疼得他惨叫出声, 等他想爬起来的时候, 却发现双腿失去了知觉, 完全不听使唤, 我的腿, 我的腿, 出了这么大的事, 若是他的双腿再废了, 那他这辈子真的晚了, 齐鲁开始惊慌, 拼命地想站起来, 可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 他开始恐惧, 开始惊恐地大喊大叫, 四散逃跑的众人也发现这一幕, 不禁停下, 装着胆子围拢过来, 看到齐鲁狼狈不堪的模样, 哪还有齐家嫡妻子孙的风采, 众人不禁暗叹, 举头三尺有神明, 齐鲁这些年做的坏事庆竹难书, 有些事大家了解的一清二楚, 光是那些梁家少女, 就不知道被他糟蹋了多少, 大家只是碍于齐家势力, 只能装聋作哑, 看来古话说的对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他们不知道, 承接齐鲁的神明不在举头三尺, 突然就废了, 除了楚寻这个始作勇者和红灵, 没人知道齐鲁的腿是怎么废的, 众人寻声慢慢围拢过了, 看齐鲁现在的模样, 不禁心里都有一种变态般的快感, 看来齐鲁平时做事早已引得天怒人怨, 大家拿出手机开启拍照, 录视频, 然而, 现场除了楚寻, 没人注意到电梯门打开, 一位身材壮硕, 留着平头, 皮肤有黑, 身穿迷彩服, 脚蹬陆战靴的男子大步走过来, 他双眼锐利, 有神, 太阳穴微微鼓起, 身上带着彪悍的气息, 男子走过去, 伸手从后面捏住一位正在拍照的男人的脖子, 然后单手将对方提起, 猛地灌在地上, 碰, 咔嚓, 一声巨响, 伴随着鼓裂声, 这人哼都没哼一声, 直接嘴角一雪, 昏死过去, 巨大的动静, 吓得其他人猛地转身, 刚好看到平头男人捡起地上的手机, 拳头猛地握紧, 然后松开, 众人不由地被吓得倒退几步, 因为那只手机竟被生生捏烂了, 这手镜要是捏到人身上, 想想都害怕, 哥, 心里恐惧, 惊慌失措的齐鲁看到平头, 悲喜交加, 平头正是齐鲁的亲大哥, 齐皇, 国家特殊部队总指挥, 少将军衔, 手握杀人执照, 齐皇五岁时, 被一个游方道士看中, 收为徒弟, 三年时间便官拜少将, 立功无数, 齐皇一笑,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有些甚人, 这里大多数已经认出齐皇, 这可是真正的狠人, 当年游历回来, 就在古江市开始疯狂挑战, 只要是有名气的拳师, 跆拳道大师之类的, 都被他一一上门挑战, 最著名的一战, 就是一拳打死棒子国的跆拳道大师, 朴恩浩, 因此而名声大噪, 此时, 看到这位狠人突然出现, 而且一露面就出手伤人, 这些人能不害怕吗? 有几个打算偷偷溜走, 谁敢走? 我打断他的腿, 齐皇一句话, 让众人静若寒蝉, 打算偷溜的也赶紧打消这个心思, 你杀人了? 齐皇看着齐鲁直指死相恐怖的张经理, 他联合外人害我, 死有余辜, 齐鲁恨声道, 说说吧, 怎么回事? 齐皇并没有去检查齐鲁的腿, 而是原地盘腿坐下, 一副准备听故事的模样, 齐鲁咬咬牙, 开始娓娓道来, 当然, 他把对红灵的龌龊心思变成了红灵以美色诱惑他, 然后和楚巡, 伙同张经理合伙算计他, 齐皇抬头看向红灵, 咧嘴道, 果然有几分姿色, 红灵不禁后退两步, 齐皇的眼神太有侵略性了, 有种被看穿的感觉, 齐皇的视线又一到楚巡身上, 眉头微微皱起, 不过很快便舒展开来, 哥, 帮我抓住这对狗男女, 我要他们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齐鲁眼神很辣, 语气中的狠毒令人不寒而栗, 这世上真的有报应吗? 就在大家都认为齐皇会暴怒之下, 对付楚巡和红灵的时候, 他却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你是我弟弟, 我太了解你的德性了, 什么人家以美色诱惑你, 我看就是你色欲熏性, 以你这几年造的孽, 应该把你第三天颓废了才对, 哥, 齐鲁难以置信地看着齐皇, 这可是他亲大哥呀, 行了, 说白了, 你落得如此下场, 就是活该, 以后就这样在家里待着, 省得出去祸害人家姑娘, 齐皇笑嘻嘻地说道, 大家不禁惊讶, 以齐皇霸道的性格, 怎么会这么宽宏大量, 不过, 就算你是混蛋, 那也是我齐皇的弟弟, 齐家的子孙, 不是谁都有自得算计的, 所以, 齐皇站起身, 如雄狮苏醒, 身上爆发出凶悍的气息, 盯着楚巡,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想怎么死, 是张嘴就问别人怎么死, 没人怀疑齐皇敢不敢杀人, 因为他早就杀过了, 而且不止一个, 可人家都现在不照样活蹦乱跳的, 红灵脸色有些苍白, 他被齐皇身上的气息压得呼吸难受, 楚巡轻笑, 上前一步, 红灵顿时觉得, 那股压力如潮水般退去, 齐皇诧异地打量着楚巡, 目光带着探索, 又有些疑惑, 如果后面的两块翡翠, 也按每块八亿计算, 你弟弟总共欠我二十四亿, 既然你是他哥哥, 那这些钱就由你来还吧, 楚巡神色平静, 淡淡地说道, 众人不惊恶忍, 齐皇问他想怎么死, 他却在这里算账, 这是嫌死得不够快吗, 齐皇微微惊恶, 随之笑开了, 咧嘴道, 有意思, 你该不会是想赖账吧, 楚巡问道, 齐皇笑得越来越欢了, 大声道, 你猜对了, 我就是要赖账, 齐皇很嚣张, 他没有刻意隐瞒, 也没压低生意, 甚至毫不避讳, 脸不红心不跳的大声嚷道, 老子就是要赖账, 你能咋地, 众人不觉得意外, 反而在笑楚巡单纯, 齐皇是什么人, 从来不肯吃亏的主, 照他们想来, 楚巡最好别拿这笔钱, 否则下场就是有命拿, 没命花,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把这个女人留下, 然后给我弟弟道歉, 给其家道歉, 齐皇毫不掩饰自己的杀鸡, 杀人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第二呢, 楚巡饶有兴趣地问道, 第二, 就是我杀了你, 这个女人照样得留下, 你, 齐皇的话还没说完, 只听扑的一声轻响, 然后就是阵阵尖叫, 齐皇脸色猛变, 转身看去, 只见齐鲁倒在地上, 心脏上插着一把匕首, 人群哗啦如潮水般褪开, 只有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 留在原地, 脸上带着解脱的神色, 楚巡有些诧异地 看向女服务员, 柔柔弱弱, 身体纤细, 身上没有丝毫内袭波动, 完全就是普通人, 这就这样一个普通人, 竟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齐鲁, 甚至连他都没注意到, 哼, 齐皇身上瞬间爆发出浓烈的杀气, 有人竟当着他的面杀了他亲弟弟, 齐皇眼底杀一赤胜, 不管是谁, 都得死, 碰, 齐皇脚下的地板爆裂, 仍已出现在女服务员面前, 一剂手刀划破空气, 带着尖锐的破空声席向后者的脖子, 这一剂手刀, 别说女服务员纤细的脖子, 就是钢铁也能撕裂, 碰, 一只白皙的手掌突然横空出现, 拦住他狠屁而下的手刀, 一股强横的气息爆发, 直接将他震退, 齐皇连续倒退, 每一角落下, 地板都被踩得爆裂, 碎成蜘蛛网撞, 待他站定, 目光狠狠收缩, 你果然不简单, 齐皇冷声道, 是你太简单了, 楚寻默然回道, 轻轻收回手, 齐皇身上瞬间腾起可怕的气息, 身体周围的空气都扭曲了, 整个人如一把出鞘的利剑, 像是随之准备发出致命一击, 楚寻却像是没有感觉, 转身看向女服务员, 眉毛轻挑道, 为什么杀他, 如果不是感应到, 他只是个普通人, 楚寻都以为他是来栽赃陷害自己的, 因为他该死, 他根本就不是人, 杀了他算是便宜的, 这样诸狗不如的畜生, 应该一块一块割下他的肉胃狗, 女服务员的语气中带着无尽的恨意, 像是跟齐鲁有血海深仇一般, 可以说说吗, 你跟他有什么仇, 若是他真的非死不可, 我可以保你性命, 楚寻说道, 女服务员静静地地看着楚寻, 最后咬咬牙, 反正本就要死, 还不如一搏, 说不定这个神秘的男人真可以就自己一命, 他悠悠说开了, 他叫李可兴, 他有一个小他两岁的妹妹, 叫李可乐, 前年, 他大三, 他妹妹刚上大一,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姐妹两来起天打工, 李可兴性格内向, 不爱说话, 不爱与人交往, 他妹妹刚好相反, 长得漂亮, 活泼, 爱笑, 带人热情, 殊不知, 厄运突然降临, 漂亮可爱的李可乐早引起齐鲁的注意, 他竟火同他那些狐朋狗友下药轮, 煎了李可乐, 这还不算完, 他们轮煎李可乐后, 还把他带到郊区一栋叠树里关起来, 尽情蹂躏, 直到有一天他们完够了, 最后竟偷偷把李可乐卖到了非洲, 李可兴一家人拼命地寻找妹妹, 可任何办法都想尽了, 还是没有丝毫消息, 本来以为妹妹遭遇了什么不测, 对找到李可乐, 他们一家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可几个月前的一天, 他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 电话中, 李可乐把所有的事都说了出来, 不过, 当他们再次找到李可乐的时候, 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法医告诉他们, 李可乐有毒瘾, 还有艾滋病, 他的父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双双病倒就再也没起来, 他卖掉房子, 安排完父亲的后事, 继续留在起天, 等待机会报仇, 这一等就是几个月, 齐鲁平时保镖不离身, 他没机会下手, 直到刚才, 他才有机会, 便毫不犹豫地一刀结束了齐鲁的狗命, 原来是这样, 真是死有余辜, 红铃愤懑厌恶恶地看着齐鲁的尸体, 人心都是肉掌的, 李可兴的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如此说来, 这齐鲁真是死该死, 齐鲁听完眉头紧皱, 低头看着齐鲁, 道, 早就听说你不是个东西, 却没想到竟如此令人恶心, 如果你现在还活着, 我也会亲手杀了你, 说完, 他对着李可兴弯腰, 诚恳道,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但我还是想带这个畜生说一句对不起, 希望你能原谅, 不带李可兴说话, 齐鲁直起腰, 看向周围的众人, 大声道, 齐鲁, 的确出生不如, 我代他道歉, 是因为我是他哥哥, 这点我没办法否认, 虽然我也不想有这样的弟弟, 为了他的所作所为, 我愿意道歉, 但为了齐家的声誉, 我还是得杀了你, 齐皇目光如电, 直射李可兴, 九, 齐鲁出生不如, 齐皇为此可以弯腰道歉, 但齐鲁是齐家的人, 为了不使齐家名誉受损, 齐皇因此要杀人, 这很矛盾, 但没人能说出齐皇这么做, 到底是对是错, 当然, 楚勋根本无所谓, 对他来说齐鲁该死, 这就够了, 李可兴杀了齐鲁, 他便保下这个可怜的女孩, 不是英雄救美, 没有别的心思, 只因为这个女孩没有死的理由, 你杀不了她, 楚勋淡淡地说道, 语气却充满笃定, 齐皇后天五层的修为, 以他的年纪来说, 的确很了不得, 但还是不够看, 齐皇上前直对楚勋, 他是军人, 知道废话最没用, 直接用行动来说话, 碰, 脚下的地板炸开, 碎片纷飞, 齐皇眼底杀意闪烁, 食指连弹, 羞羞, 地板爆裂的碎片, 被他屈指一弹后, 如同子弹般朝着楚勋的方向暴射而去, 他不是宗师, 做不到内袭外放, 这一招名为天女散化, 这是道家手段, 以气欲物, 很是厉害, 李可兴下的俏脸惨白, 众人也是文之色变, 光是听这些碎片带起的空气暴鸣声, 就知道他的威力, 绝对不比子弹差, 好多人下意识地闭上眼, 不忍心看到楚勋被射成筛子, 碎片临近, 楚勋这才抬手一挥, 身前荡起一层涟漪, 碎片击中涟漪, 只听扑扑, 一阵闷响, 这些地板碎片竟撞成积粉, 齐皇眼眶剧烈收缩, 眼神有些骇然, 他这一手天女散花, 虽说名字不是很威武, 但威力让后天八层的人都头疼, 难道他是后天九层? 想到这儿, 齐皇眼睛猛地瞪大, 随之很快摇摇头, 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这不可能, 他被游方道士成为绝无仅有的天才, 苦恋二十多年, 到现在也才后天五层, 这都够吓人了, 对方如此年轻, 若真的是后天九层, 他绝对毫不犹豫, 扭头就跑, 众人目瞪口呆, 张口结舌, 没想到齐皇的攻击竟被挡住, 所谓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这些都是普通人, 只觉得齐皇那一招很厉害, 比子弹还强, 红灵冷笑, 若是这些人知道, 楚寻随手制作的玉牌能挡子弹, 会不会惊掉下巴? 哄, 齐皇周身内袭涌动, 战役飙升, 跟着游方道士走南闯北, 挑战各路高手, 有些比他强大太多, 他从没退缩过, 就算是游方道士本人, 他都好回拳头, 毫不畏惧, 齐皇弯腰, 如猛虎扑出, 一记铁拳, 直取楚寻面门, 拳势灵力骇人, 楚寻嘴角勾起, 也猛地轰出一拳, 拳势鼓荡, 碰, 静气肆意狂虐, 声势害人, 楚寻连晃动都没有, 神色自若, 齐皇却倒飞回去, 落地后, 晾枪倒退, 地板被声声踩爆, 退出十多米, 才勉强停下, 他豁然抬头, 眼神惊骇, 心里更是波涛汹涌, 难以平静, 他进攻, 对方只是站着防守, 而自己却被一拳震退, 而且, 他对的对方并没有使出全力, 这意味着, 对方的实力比他高出太多, 你也解我一掌试试, 楚寻道, 虽然楚寻身上没有如虹的气势, 但却让齐皇瞬间汗毛炸起, 下一刻, 楚寻脚尖轻点地面, 人已掠出, 同时挥出一拳, 哄, 全势如风, 空气被炼化, 响起刺耳的暴鸣声, 与此同时, 电梯门打开, 一个英俊少年双手插兜, 哼着流氓小调, 刚好看到这一幕, 少年脸色骤变, 急得声音都变形了, 大喊道, 老大, 手下留情, 楚寻文声微正, 这小子怎么在这儿, 但全势不减, 当头落下, 一股白芒顺着拳头迸发, 哄, 一声巨响, 震得众人眼貌惊心, 只见距离齐皇脚下50公分的地板, 轰然炸出一个洞, 低头看去, 下面是一双双惊恐的眼睛, 楚寻这一拳竟贯穿楼板, 齐皇这个后天五层的高手, 特殊部队的指挥官, 此时脸色惨白, 眼神呆滞, 魂都吓飞了, 周围的人静若寒蝉, 一个个眼珠子鼓起, 跟见了鬼似的, 一拳将几十公分后的楼板都打穿了, 尤其是楼板里面都是手指粗细的钢筋, 全都蹦断了, 这还是人力能做到的吗? 说出去, 简直吓死人, 楚寻神色平静, 收回手, 扭头看向跑来的苏帆, 你怎么在这儿? 楚寻问道, 苏帆看了一眼被贯穿的楼板, 暗自砸舌, 这是我朋友, 他话还没说完, 眼睛就直了, 楚寻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发现苏帆盯着死去的齐鲁, 你认识他? 楚寻问道, 苏帆点点头, 然后指着齐皇道, 他是我朋友, 多谢老大手下留情, 说完他指着死去的齐鲁道, 这是我朋友的弟弟, 齐皇, 你小子眼睛长屁股上去了, 怎么会得罪我老大的? 苏帆很不客气, 他很齐皇, 认识好多年了, 是很好的朋友, 不过此时却有些生气, 这家伙怎么会惹到楚寻, 要不是他们之前通过电话说好在这里碰头, 要是刚才晚来几秒, 或者反应慢半拍, 估计齐皇死得连渣都不剩了, 苏帆不知道, 楚寻压根就没打算杀齐皇, 齐皇还没到非死不可的地步, 齐皇脸色惨白, 眼神呆滞, 他亲眼看到一股白芒从对方拳头迸发, 然后击中地面炸开, 内心外放, 宗师手段, 对方竟然是宗师, 如此年轻的宗师, 这太可怕了, 这一刻他生起浓浓的无力感, 向来霸道的他生不起丝毫反抗之心, 问你话呢? 苏帆看他痴呆的模样, 忍不住踢了他一脚, 齐皇身子一阵, 像是从噩梦中惊醒, 开着楚寻惶恐不安, 行了, 别担心了, 老大既然手下留情, 你的命算是保住了, 老大可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除而反耳的是他不会, 也不懈去做, 苏帆安慰齐皇的时候, 不忘拍楚寻马屁,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齐皇急忙攻身, 宗师啊, 凤毛铃脚般的存在, 这样的人物强大的离谱, 就算他们齐家走仕途, 也不敢轻易开罪, 宗师不可辱, 齐皇心里忐忑不安, 像是等待宣判的罪犯, 等着楚寻开口, 若是对方原谅自己了, 什么都好说, 损失不原谅, 齐家就有危险了, 你起来吧, 楚寻淡默地说道, 他本就对齐皇不是很反感, 这人虽然霸道强势, 但也算有资格如此, 关键还算恩怨分明, 齐皇重重地松了口气, 其实他紧张的后背都湿透了, 这女人带走了, 楚寻说道, 前辈请放心, 从今天起, 我们齐家绝对不会找他麻烦, 齐皇表态, 楚寻微微汗手, 老大, 慢走, 这里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绝对不会给你带来丝毫麻烦, 完事我就去找你, 苏帆拍着胸口道, 前辈, 您赌事赢得钱, 我交给苏帆, 让他带给你, 齐皇说道, 楚寻点点头, 带着红铃和李可兴离开了, 直到楚寻离开十几分钟后, 齐皇确定楚寻不会再回来了, 这才很没影响的一屁股坐地上, 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跟齐皇比, 他的修为差太远了, 平时都是被齐皇欺负的, 此时忍不住打去, 找找平衡, 齐皇但也干脆, 苦笑道, 差点, 光是宗师这两字, 就快让我窒息了, 对了, 你喊他老大,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齐皇好奇, 你是想说我这样的小喳喳, 应该入不了我老大的法眼对吧, 苏帆美好气得道, 他知道齐皇什么意思, 齐皇毫不客气地点点头, 气得苏帆直翻白眼, 这是缘分懂不, 再说成为老大的朋友, 不看修为, 只看人品, 你有人品吗, 齐皇一本正经地问道, 苏帆一致气呼呼地指着齐皇道, 没良心的家伙,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 你坟头草恐怕都长两米高了, 不敢积我就算了, 还敢埋态我, 说到这个, 齐皇但是一脸认真的对苏帆道谢, 因为苏帆的话没一点错, 如此年轻的宗师太可怕了, 应该也只有上面那几位才能与他一战, 齐皇是特殊部队指挥官, 苏帆出自军人世家, 苏老虎更是军魂, 所以他们知道很多外人不知的隐秘, 比如十二生肖, 十二星座, 龙卫等等, 苏帆知道齐皇说的上面是谁, 不懈地撇了一下嘴, 道, 他们在老大面前算个毛, 又不是没杀过,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齐皇吓得一哆嗦, 惊悚地盯着苏帆, 你什么意思啊, 齐皇觉得, 苏帆只是在开玩笑, 苏帆意识到自己说漏嘴, 索性也不隐瞒, 凑过去压低声音道, 想知道吗, 齐皇点头, 废话, 不想知道他问什么, 那你站直了, 别吓破你的胆, 苏帆说道, 齐皇无语, 吓破胆跟站直有关系吗, 但还是听话地站起来, 我告诉你啊, 十二星座知道吧, 齐皇点点头, 他当然知道, 十二星座的巨蟹就是一品宗师, 他还拜访过, 十二星座得罪了我老大, 你知道什么下场吗, 苏帆故意掉齐皇胃口, 齐皇恨不得揍他一顿, 没好气地说道, 快说, 十二星座, 全军覆灭, 被我老大一人全灭了, 苏帆话还没说完, 齐皇双腿瑟瑟发抖, 软得跟面条似的, 扑通一声瘫倒, 嘴唇直哆嗦, 他不认为, 苏帆会用这种事开玩笑, 说了让你站直的, 苏帆得意的笑, 蹲下身子凑过去, 继续道, 巨蟹, 一品宗师, 扩建都被我老大打爆了, 并且被斩首, 齐皇双眼发直, 浑身冒冷汗, 艰难的吞口唾沫, 十二星座, 其余的人, 都是被我老大一拳解决, 都没动用第二招, 齐皇吓得眼神翻白, 差点晕死过去, 他刚才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 十二星座, 除了巨蟹这个宗师, 其余的清一色后天九层高手, 战斗力恐怖无比, 可没想到竟被刚才那个人全灭了, 太他妈吓人了, 齐皇有点想哭, 他真的快被吓破胆了, 九, 楚蟹开车返回乾隆山庄, 李可欣走了, 楚蟹拒绝了他要做牛做马来, 报答自己恩情的想法, 这是个可怜的女孩, 大仇已报, 以后应该回归平淡, 好好活着, 他把红铃送回珍宝宣后, 就离开了, 现在对楚蟹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身边所有人的安全, 他得尽快解决这件事, 此时, 天色已晚, 月亮散发着柔和的白光, 车子在乾隆山道上急驰, 突然, 楚蟹脸色骤变, 下一刻, 车子猛地杀住, 楚蟹迅速下车, 凝目望去, 月色下,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 站在十几米开外, 他诧异地看着楚蟹, 一睛上有个拇指粗细的小洞, 楚蟹有些心惊, 这位老者绝对不简单,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车顶上, 老者的双眼在月光下异常明亮, 眼神炙热地盯着楚蟹, 你是谁? 楚蟹神色淡漠, 老者并不搭话, 在月光下化作一道残影略向楚蟹, 楚蟹眼眶收缩, 好快的速度绝对达到破音速了, 老者身上的气息瞬间飙升到骇人的地步, 一掌拍出, 静气如巨浪影面来, 楚蟹身上的真元之力涌动, 助击初期的实力净显, 周身泛着白光, 猛地轰出一拳, 白芒成痞炼状从拳头迸发而出, 带起阵阵暴鸣声和老者的静气撞在一起, 哄, 一声闷响, 却炮弹炸开, 恐怖的气浪四下席卷, 楚蟹的车也被掀出去好几米, 老者脚下的路面怦然炸开, 人却纹丝未动, 楚蟹倒射出去十几米, 脸色凝重, 他竟然被震退了, 你太弱了, 老者开口, 声音轻亮, 是吗? 楚蟹眼神微眯, 涂抹指一指面生灵, 楚蟹双手结印, 然后一指点出, 哄, 空气突然激荡, 扭曲, 一道白影屹立在虚空, 仔细看竟是一根白芒锁化的巨型手指, 高达十几米, 如一根巨大的石柱一般, 轰隆隆, 如石柱般的手指, 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朝着老人急速碾压而下, 老者眼神有些惊讶, 但却并不惊慌, 一声轻贺, 老者向着半空挥出一掌, 一道掌印从掌心迸发, 迅速放大, 击中落下的锯指, 哄, 静气席卷, 朝着四周扩散, 一旁的树木被如刀般的劲气拦腰斩断, 岩石爆开, 锯指被掌印击溃, 消失于半空, 楚寻目光冷裂, 涂抹纸二指山河崩, 随着楚寻结印, 一根笔之前还巨大的手指, 屹立于半空, 然后随着楚寻手指下压, 锯指轰然落下, 看着神色开始凝重, 全身内息急速流转, 周身刮起小型飓风, 一双手掌硬硬发光, 然后猛地拍出, 两道掌印迸发, 在空中合二为一, 跟落下的锯指撞在一起, 锯指落势减缓, 但依然带着毁灭之力落下, 老者冷哼一声, 接连拍出好几场, 碰, 锯指被直接打爆, 楚寻脸色一阵惨白, 涂抹纸第二指, 不适合现在的修为施展, 他的真元之力消耗太快, 更让楚寻心惊的是, 这个老者太强了, 是他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强对手, 没有之一,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老者傲然道, 楚寻眸子冰寒, 今晚不拼命, 是不行了, 楚寻脚猛地跺地, 地面炸开, 人冲上半空, 涂抹掌, 记面, 楚寻右手白芒赤胜, 猛地拍出, 一道凌厉的掌印, 如九天落雷般, 轰向老者的头顶, 老者抬头看了楚寻一眼, 微微一笑, 下一刻人消失在原地, 哄, 楚寻一掌落空, 击中地面, 地面轰然炸出一个直径三米的大坑, 整个乾隆山都在晃动, 楚寻脸色又惨白了几分, 对方的速度太快, 不在自己之下, 小伙子, 我接了你那么多招, 你也试试我的手段, 看着看着楚寻, 表情有些细血, 楚寻眸子收缩, 全神戒备, 这将是一场恶战, 想活下来异常艰难, 老者反手取出一枚八角铜镜, 楚寻第一时间毛骨悚然, 掀气, 老者细血一笑, 将内息注入铜镜, 八角铜镜煞时光芒大作, 如春雷乍响, 朕的山体巨石滚落, 楚寻眸子猛地睁大, 金光暴闪, 只见一条条金色的龙 从八角铜镜幻化而出, 冲上半空, 总共八条, 每条都有十几米, 楚寻跟真龙打过交道, 这些龙影竟有丝丝龙威, 八条金色龙影当空盘旋, 龙影震撤天地, 楚寻头皮发麻, 汗毛倒树, 他真正地感觉到了威胁, 老者不止修为强大的离谱, 竟然还有仙气在守, 去, 随着老者挥手, 八条龙影对着楚寻俯冲而下, 木剑出现在手中, 楚寻咬牙, 只能拼死一搏了, 他将体内紧剩的真元 疯狂地灌入木剑中, 顿时木剑金光赤胜, 金光笼罩楚寻, 犹如金甲战神, 楚寻昂首, 双眼金光流淌, 斩, 一剑斩出, 九道剑芒迸发而出, 剑芒撕裂空气, 却没有引起暴鸣声, 无声无息, 其中八道剑芒习向八条俯冲的龙影, 而另一道却袭杀老者而去, 吃, 一道轻响, 如利刃划破树叶的声音, 只见第一道剑芒已经拦住俯冲的金色龙影, 并且直接贯穿而过, 紧接着龙影声乍响, 龙影爆开, 阵龙发聩, 吃吃, 接下来七道龙影几乎同时被七道剑气搅碎, 变成了漫天爆燃的焰火, 消散一空, 楚寻惊恶, 怎么会如此轻松? 该死! 老者恼羞成怒的声音引起楚寻的注意, 凝目望去, 刚好看到急速倒退的老者被剑芒扫中尖头, 爆出一串血珠, 剑芒没入老者身后的巨石轰然炸开, 楚寻神色闪烁, 这件事处处透着怪异, 八条龙影如纸糊的一般, 被他的剑芒摧枯拉朽, 轻易瓦解, 以老者的修为, 使用仙气怎么会这么弱? 楚寻一剑支撑着身体, 他的真缘之力快被消耗空了, 老者脸色恼怒, 取出一枚白瓷瓶, 打开导出一些白色粉末, 附在肩头的伤口上, 伤口瞬间止血, 可见这要非凡品, 多少年没受过伤了, 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今天却伤在你小子手里, 老人语气傲谋, 但却没有杀气, 你到底是谁? 楚寻很想知道, 如此厉害的强者, 为什么找伤自己? 老者狠狠地瞪了楚寻一眼, 道, 别管, 是谁? 我只是来找个答案, 找什么答案? 楚寻好奇, 就想看看你是不是修仙者,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你就是修仙者, 老人道, 楚寻脸色顺变, 心里翻起滔天骇浪, 对方竟知道修仙者, 怎么可能? 难道地球上还有别的修仙者? 你还知道什么? 楚寻强压下心里的震惊, 老者微笑道, 别多想, 这世上知道修仙者的不出三人, 包括你在内, 三人? 楚寻眼神闪烁, 从老者的话中可以得出, 在他身后有一位修仙者, 他是谁? 楚寻突然很好奇, 你现在修为太低, 还是争取好好修炼, 你迟早会见到他的, 老者道, 楚寻无语,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他修为太低, 有种被嫌弃的感觉, 太不爽了, 老夫告辞, 后会有期, 老者抱拳, 转身挤走, 站住, 楚寻满脑子一问, 当下就要拦住老者, 老者脚步不停, 戏虐道, 小子, 你还有力气追我吗? 说完, 身影如电, 一步就是十几米, 没入旁边的密林中, 楚寻气恼, 这还是第一次被人无视, 当下咬牙, 体内不多的真元运转, 五道白芒从指尖射出, 没入密林, 轮回撕, 哦, 片刻之后, 密林中传来一声惨叫, 臭小子, 下次见面, 打得你屁股开花, 老者的怒吼声乍响, 朕的树木瑟瑟发抖, 楚寻嘴角微扬, 心里舒坦了点, 不过很快便气劫, 他堂堂先帝, 活了三千多年的老妖怪, 竟被张口闭口叫小子, 真是气死他了, 老者的修为着实恐怖, 若是拼命, 现在的他绝技不是老者的对手, 不过想想, 老者尖头受伤, 自己毫发无损, 楚寻心里不禁舒服了很多, 这个世界越来越有趣了, 楚寻嘻喃, 他盘坐下来, 开始调息, 两个小时后, 楚寻睁开眼, 消耗一空的真元已经充盈, 而且根基更稳, 这一站并非没有收获, 转身看向车子, 连一项性格淡漠的他都差点爆粗口, 车子被一块掉落的巨石压成了废铁, 楚寻走过去猛地击出一拳, 巨石爆裂, 傅身从车里拿出今天再起天的收获, 转身奔向山顶, 楚寻的速度早已到达破音速, 快如闪电, 一日清晨, 太阳出声, 楚寻走出院子, 手里捏着一枚玉手镯, 然后猛地打出, 碰, 只见玉镯落在地上, 爆发出一团白光, 圆形周边突然升起水木般透明的结界, 犹如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玻璃罩子扣在地面, 楚寻伸手触碰, 结界光滑流转, 他猛地击出一拳, 结界震动, 很快便恢复平静, 就用五成真元吧, 楚寻嘀咕, 然后再次握拳轰出, 击在结界上, 光滑急速流转, 结界颤抖不止, 像是随时要爆开, 可最后还是恢复平静, 楚寻的嘴角扬起, 八成真元, 话音落下, 一拳轰出, 碰, 结界震荡, 最后直接炸开, 消失不见, 楚寻嘴角微扬, 然后拿出电话打给陈汉龙, 让他通知所有人来乾隆山庄, 九, 陈汉龙接到楚寻的电话后不敢怠慢, 急忙通知其他人, 其家, 苏帆和齐皇正在吃早餐, 接到电话后将手里的包子塞进嘴里, 撒腿就往外跑, 齐皇急忙拦住他, 让他等等, 然后拿出一张支票递给苏帆, 二十四亿, 一分不少, 齐皇道, 幸亏他的身份使他在齐家说话还管用, 要不然齐家就要找楚寻报仇去, 开什么玩笑, 找宗师报仇, 找死还差不多, 苏帆拍拍他的肩膀道, 放心, 我会亲手交给老大的, 苏帆, 如果可以, 有时间我想拜见一下楚先生, 苏帆沉思了一下, 道, 有机会我来安排, 我先走了, 老大召唤, 肯定有好事, 苏帆跟齐皇碰了一下拳头, 转身离开, 白家, 白人杰, 白人雄也接到电话, 郑广义, 莫兴河, 孙英, 泰坦都赶往乾隆山庄, 楚寻早已打开护山大镇, 一个小时后, 所有人聚齐, 除了陈汉龙, 其他人是第一次来楚寻的别墅, 都被这里浓郁的灵气震惊的唐木结舌, 老爸, 你好像变年轻了, 郑前惊呼, 他是死皮赖脸跟来的, 郑广义也觉得浑身有种说不出的舒服, 好像年轻了不少, 好浓郁的灵气, 莫兴河修为最高, 感触最深, 这里的灵气浓郁到骇人的地步, 他感觉空气中的灵气到了一个质的地步, 其他人也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 不由得暗自高兴, 不亏是我苏帆的老大, 住的地方绝对的洞天福地, 招人恨啊, 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还不抢劫你啊, 他嚷嚷着, 其他人一阵无言, 抢劫楚寻, 老寿星上吊, 闲命长, 楚寻玩耳, 道, 你要是喜欢, 可以住下来, 不, 或许能直接进后天, 苏帆眯着眼, 做着美梦, 仿佛自己已经是绝世高手了一般, 先生, 你这么着急找我们来试啊, 陈汉龙问道, 他面带悲色, 白净的死对他打击很大, 楚寻走到一旁的石桌前, 一挥手, 十几枚预制品出现, 大家心里很是震惊, 这么多东西怎么一挥手就出现了, 我靠, 老大你会变魔术啊, 苏帆大呼小叫, 伸手拿起一块龙形雕刻玉牌, 在手里把玩, 陈汉龙脸一沉, 他最看不惯苏帆对楚寻不敬了, 怒道, 苏帆, 你规矩点, 苏帆也不乐意了, 一甩头, 大声道, 我说老头, 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 真想揍你, 老头, 陈汉龙气的吹胡子瞪眼睛, 他才四十多, 经过灵气滋润, 看上去跟三十岁差不多, 怎么就成老头了, 你们两个别闹了, 楚寻没好气地说道, 这两人在一块老跟斗鸡似的, 你拿这些东西出来干什么, 苏帆好奇, 楚寻拿过他手里的龙雕玉佩, 道, 这些东西叫震结, 这块龙雕玉佩叫杀戮震结, 说完, 他拿起一枚玉纸环, 道, 这是防御震结, 杀戮震结, 防御震结, 众人一脸疑惑, 不明所以, 老大, 你的意思是, 这个龙雕玉佩可以杀人, 而这个玉纸环可以防御, 苏帆挠挠头, 不确定地问道, 没错, 杀戮震结一旦使用, 可屠杀一品宗师, 防御震结开启, 可抵住一品宗师的进攻, 楚寻道, 苏帆和莫星河猛地瞪大双眼, 满脸震惊, 其他人不是武者, 不明白宗师代表什么, 但他们却一清二楚, 能屠杀和阻挡宗师, 两人眼底满是惊骇, 我要这个, 还有这个, 苏帆一把抢过龙雕玉佩, 又抢过玉纸环, 然后两眼放光地盯着石桌上的其他东西, 这个是我的, 这个也是我的, 苏帆开始抢夺, 恨不得全部站为己有, 莫星河眼神火热, 他也想抢, 可最后还是强忍下来, 土包子,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丢人, 陈汉龙终于逮着机会, 讥讽道, 你懂个屁, 苏帆连头都不抬, 片刻, 苏帆怀里抱着手镯, 玉尺, 还有其他的玉制品, 石桌上空空如也, 陈汉龙背对得不舒服, 上前一脚踹在苏帆屁股上, 苏帆根本没想到陈汉龙会偷袭他, 一时不察, 直接被踹趴下, 怀里的东西全飞了出去, 陈汉龙全神戒备,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苏帆, 已经做好跑的准备了, 可苏帆根本懒得管他, 拼命地去捡洒落在地上的东西, 陈汉龙不禁嘀咕, 这小子吃错药了, 苏帆动作很快, 一个不辣地捡起来抱在怀里, 邪逆陈汉龙, 道, 不得一脚踢死这混蛋, 其他人一阵无语, 楚寻也是无奈, 看着苏帆道, 你抢这么多, 会用吗? 啊, 苏帆傻眼了, 信信地挠挠头, 道, 老大, 你快说, 这咋用啊? 用力扔出去, 配合陈汉, 楚寻将陈汉交给大家, 我先试试, 苏帆兴奋地拿起龙雕玉佩, 不怀好意地看着陈汉龙, 陈汉龙撒腿就想跑, 咻, 龙雕玉佩飞出去, 落在陈汉龙脚下, 苏帆迅速地念阵语, 刷, 一团白芒爆开, 众人凝目望去, 只见陈汉龙, 犹如被罩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里面, 老大, 这就是传说中的瓮中鳖吧, 苏帆坏笑, 同时好奇地触碰结界, 顿时光滑流转, 光芒大作, 有一股推进阻止他靠近, 越是想靠近, 阻力越大, 苏帆猛地发力, 想试试这结界是不是结实, 结果砰的一声, 人被震飞出去, 化作滚地葫芦, 陈汉龙本来对苏帆那句 瓮中憋气的鼻子冒烟, 看到这一幕先是一阵, 然后毫不客气地大笑起来, 赤裸裸地嘲讽, 其他人同样像是一惊, 然后轰笑起来, 苏帆摔得七分八素, 爬起来晃晃脑袋, 没好气地说, 笑屁呀, 有本事你们试试, 其他人纷纷摇头, 但轰笑声不减, 砰, 拳头击中结界, 千丝万缕的光芒流转, 一股反阵之力迸发, 莫星河脸色微变, 急忙泄力, 但还是被震得倒退好几步, 眼神惊骇, 大家眼睛都鼓起来了, 苏帆他们不了解, 但莫星河的实力, 他们一清二楚, 连他都攻不破这些结界, 太让人吃惊了, 这样说来, 这个阵结堪比神物, 比保命玉牌还要神奇, 保命玉牌只能保护自己, 而且不能长久使用, 这个阵结形成的结界, 里面空间可以容纳几十上百人, 而且防御力比保命玉牌要强得多, 几乎在同一时间, 大家眼睛红了, 火热地盯着苏帆, 苏帆被这么多双狼一样的眼睛盯着, 毛骨悚然, 他一手捏着杀戮阵结, 一边倒退, 威胁道, 你们别过来, 我看看谁敢, 谁想当小白鼠试试着杀戮阵结的威力, 这一下倒真把大家唬住了, 杀戮阵结, 听名字就令人却步, 莫星河动了, 后天九层大圆满的速度全面展开, 快如闪电, 出手抓向苏帆手里的玉纸环, 苏帆如受惊的兔子, 莫星河的速度太快了, 他下意识将手里的玉纸环砸了过去, 一团白芒爆开, 苏帆看去不由得乐了, 这东西太神奇了, 好像有锁定功能似的, 直拿打啊, 莫星河被困在结界中, 老头, 让你抢, 被罩住了吧, 活该, 苏帆得意地笑道, 可莫星河却质若罔闻, 脸色震惊地盯着半空, 他的脚下杂草丛生, 四周死寂, 荒芜, 苍凉, 没有一点活物的气息, 浓浓的悲凉感从心底升起, 仿佛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 他有种一死了之的冲动, 嗡, 剑鸣声响彻半空, 数十把利剑出鞘, 寒芒暴射在空中盘旋, 然后滑破空气朝着他俯冲而下, 莫星河嘴角露出笑意, 终于可以解脱了, 莫星河痛得闷哼一声, 但眼神迷茫, 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利剑刺向他, 其中一把直对他的心脏, 就在莫星河尖头爆出血花的时候, 外面的人急得大喊, 他们看不到什么利剑, 但莫星河那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凉, 他们在外面都能感受到, 尤其是他尖头爆出的血花, 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楚循闪身上前, 抬手一挥, 困住莫星河的法阵消失, 莫星河身子猛的一阵, 像是失明的人突然能看见一般, 整个人都僵住, 眼前的利剑不见了, 空气中浓郁的灵力让他瞬间清醒, 或者说尖头的疼痛让他清醒过来, 扭头看去身边一张张担忧, 熟悉的脸, 莫星河身子一晃, 堂堂后天九层大圆满的高手, 毫无形象地一屁股跌倒, 脸色惊悚, 一副劫后余生的模样, 看莫星河狼狈, 凄惨的样子, 大家心里含一直冒,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小王八蛋, 你差点害死莫老知道吗? 陈汉龙气的大骂, 苏帆也被吓坏了, 怀里的东西也顾不上了, 急忙跑过去, 蹲在莫星河身边, 歉意地说道, 莫老, 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莫星河脸色惨白, 现在想想还心有余悸, 拍拍苏帆的肩膀道, 这东西以后千万别对自己人用, 见识了两种症结的威力, 大家都不淡定了, 要不是楚勋在此, 他们早大打出手, 开始抢了, 莫星河后天九层大圆满, 全可以披荆裂石, 脚可鸡断碗口粗细的树, 却对防御症结无可奈何, 可见防御症结一旦开启, 别说当子弹, 就是穿假弹也不一定能击穿, 杀戮症结, 这个更恐怖, 莫星河被困厚, 竟毫无反抗之力, 如果身怀这两种症结, 便可以横着走了, 大家不禁艳口唾沫, 眼神炙热, 杀戮, 其中还有耳环之类的女性饰品, 苏凡满脸愧疚, 因为她的任性, 才让莫星河受了伤, 当下让莫星河先选, 当然, 其他人也没意见, 莫星河推辞不过, 率先选了那把玉尺, 还有龙雕玉佩, 陈汉龙选了一对玉尺环, 左右手各一个, 大家一次选择, 轮到白人杰和白人熊的时候, 楚寻淡淡地看了两人, 眼, 却让两人头皮发麻, 遇到麻烦, 可找莫老帮忙, 楚寻淡莫道, 两人眼神一亮, 他们迟迟不敢妄动, 就是因为白家的护卫队里面有内息高手, 他们没有把握, 若是有莫星河帮忙, 他们就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短期内掌控白家, 谢谢先生, 两人道谢, 麻烦莫老了, 白人杰对莫星河欠身, 以示尊敬, 都是为先生办事, 不必客气, 莫星河应道, 之后便不再吭声, 很快, 大家都选好了, 你也来选一对吧, 楚寻看向郑前, 郑前是死气白赖跟着来的, 自然不敢伸手去选, 郑前没想到, 楚寻会注意到自己, 还让自己选一对, 顿时激动的满脸通红, 还不谢谢先生, 郑广义提醒, 郑前激动之下, 就要下跪, 楚寻玩耳, 挥手间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郑前托起, 笑道, 好好帮你吧, 是, 是, 郑前忙不迭的地点头, 郑广义红光满面, 精神抖擞, 郑前得罪过楚寻, 他一直怕楚寻对郑前看不上眼, 现在看来, 是他想多了, 大家都选好了吗? 楚寻笑问, 没有, 苏帆嗷一嗓子, 大家不由地看向他, 陈汉龙黑着脸, 怒道, 睁着眼睛说瞎说, 你手指上的是什么? 他指着苏帆手指上的玉纸环道, 管得着吗? 苏帆一仰头, 陈汉龙眼神微眯, 苏帆屡次表现太高调, 这是对楚寻的不敬, 他身上腾起隐隐杀鸡, 冰冷道, 你若再敢在先生面前放肆, 我让你出不了苦将士, 吆喝, 拿着大鸟下寡妇呢? 你试试, 苏帆满脸不屑, 挑衅道, 够了, 楚寻突然出声, 语气冷淡, 让两人心头不禁一跳, 楚寻生气了, 所有人都心里发毛, 后背冷汗直冒, 在他们看来, 没有什么比这是更可怕了, 老大, 你别生气, 我是开玩笑的, 苏帆意识到自己的表现, 这是齐家让我带给你的, 交给陈汉龙吧, 楚寻眼皮都没抬一下, 苏帆有些紧张了, 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敢吭声, 扭头把支票交给陈汉龙, 陈汉龙留下, 其他人散了, 楚寻道, 众人很快离开, 苏帆走时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吭声, 跟着大家离开了, 对不起, 先生, 等人走完, 陈汉龙头垂得滴滴的, 不是你的错, 楚寻微微叹口气, 心里琢磨是不是对苏帆有些太好了, 陈汉龙的身手虽然不如苏帆, 势力也不如苏甲, 但从他回归都市, 陈汉龙安前马后, 尽心尽力地效劳, 从没半句怨言, 仅凭这点就不是仅凭叫一声老大的苏帆可比的, 坐下说吧, 楚寻道, 陈汉龙不禁松了口气, 明白楚寻真没怪他, 心里有些感动, 有些事不说他也明白, 两人围着石桌而坐, 上次你发信息告诉我, 说是让你调查的人有眉目了, 楚寻问道, 在紫荆花赌场的时候, 红灵告诉他, 刀疤脸的主子叫柳谢飞, 没错, 我们查到了这个柳谢飞, 陈汉龙顿了顿, 继续说道, 先生, 这个柳谢飞很不简单, 是京城柳家的人, 虽然是庞戏, 但也不可小觑, 京城柳家, 楚寻呢喃, 先生, 我们查到柳姐飞的时候, 也顺便查了一下柳家, 这个柳家可不简单, 就算在京城这种光患富商遍地的情况下, 柳家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说, 柳家占据京城几百年, 根深蒂固, 当初帮开国一号首长打过江山, 当时的柳家三英战死沙场, 开国一号首长曾言道, 国家在柳家心, 楚寻不禁有些动容, 最后两句话很好理解, 只要国家不倒, 柳家便会一直兴旺, 繁荣下去, 先生,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全力给我查这个柳谢飞, 一旦有他的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他仰望苍穹, 目光如两道利剑, 谁敢阻拦自己寻找父母, 那就是他的敌人, 不死不休, 别说什么柳家, 就算是国家, 也别想挡住他的脚步, 前路有虎, 他便俘虎, 前路有龙, 他便屠龙, 是, 陈汉龙攻声道, 对于楚寻的命令, 他向来都是没有丝毫犹豫的执行, 这时, 陈汉龙的手机突然响了, 先生, 是秦怀宇, 陈汉龙看了一眼来电显示道, 楚寻点头, 示意陈汉龙接通, 喂, 陈董, 大事不好了, 唐小姐出事了, 陈汉龙还没来得及说话, 对面已经传出秦怀宇交集的声音, 倘若怎么了, 这次是楚寻问的, 平静的声音下, 掩藏着刺骨的含义, 对面秦怀宇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便意识是楚寻, 语气有些欣喜, 哦, 先生在就好, 我联系不上您, 只能先联系陈董, 没想到这要巧, 唐若怎么了, 楚寻再次问道, 秦怀宇意识到自己废话太多了, 急忙道, 先生, 这是电话里说不清, 您可否来一趟长城酒店, 我派人去接您, 不用, 我自己过去, 楚寻道, 长城酒店, 这家酒店不对外开放, 是招待政府官员, 外宾, 投资商人的专用酒店, 总的来说, 就是只对特殊身份的人开放, 长城酒店的会议室300平方左右, 太大了, 平时根本用不上, 此时却刚好派上用场, 会议厅, 偌大的电子屏幕, 上面是一张拥有西方面孔的男人, 落腮胡子, 深眼窝, 眼角一道疤, 看起来有些凶狠, 这就是金狼拥兵团的头领, 血狼, 说话的是一位身材肥胖的男人, 孝心赵老师曾说过, 脑袋大脖子粗, 不是当官就是火夫, 这人摆明不可能是火夫, 他是省警厅一把手, 徐浩亮, 不过, 这位省警厅一把手, 此时却满头大汗, 声音有些颤, 这位血狼真是不知死活, 我看叫血猪还差不多, 找死的蠢货, 一位金发, 身材瘦小的男子嚷道, 死猴子不许侮辱猪, 他也可以叫血猴啊, 一个连眼睛都快找不到的大胖子, 哼吃着说道, 手里还拿着一只鸡腿在看, 照我说, 直接杀过去, 灭了这个什么狗屁金狼拥兵团, 我同意, 灭了这帮杂碎, 敢对我们华夏国的人动手, 找死, 面对这群凶残的狠人, 徐浩亮腿肚子发软, 秦桓瑜也是直冒冷汗, 这些狠人每句话都带着浓浓的血腥味, 他平时最想来这里, 彰显一下身份, 此时却想撒腿就跑, 都闭嘴, 一道颇具威严的声音响起, 果然, 现场安静了下来, 这是一个身材修长, 脸庞威严的男人, 浑身透出强大的气息, 令人心颤, 想翘无声息地歼灭他们, 救出人质是不可能的, 金狼拥兵团这次非常高调, 半小时后, 他们会开直播, 让全世界都知道, 颇具威严的男子道, 他目光冷烈, 含着杀意, 金狼拥兵团这是疯了吗,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真的要挑战我们整个华夏国吗, 金狼拥兵团这次劫机不说, 还劫持了这么多人质, 甚至不惜直接面对咱们国家, 肯定所图甚大, 这次人质里面, 不只有咱们华夏国当红明星唐柔, 还有更令人头疼的就是, 这些人里面有来华杜蜜月旅游的F国皇室成员, 罗维斯夫妇, 卧槽, 真他妈奇葩, 杜蜜月跑咱们国家干嘛, 世界那么大, 去哪不行, 这不是骇人吗, 有人抱怨, 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 上面让我们全力营救人质, 金狼拥兵团这么做, 肯定有目的吧, 他们就没提出什么条件, 颇具威严的男子摇摇头, 眼底杀意弥漫, 冷声道, 他们肯定会在半小时后直播的时候提出条件, 这群做死的东西, 到时候我一定捏爆他们的脑袋, 秦桓宇后背都湿透了, 这群人跟狼似的浑身散发着浓浓的杀意, 他艰难地开口, 各位, 我能出去接个人吗, 接个屁啊, 给我老实坐着, 那个瘦小的男子咧嘴道, 吓得秦桓宇一个哆嗦, 咚咚, 就在此时,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101章, 网络直播,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 让整个会议室近了几秒, 不等有人开口, 门被从外面推开, 一道年轻的身影缓步走进来, 俊美的脸上一片淡漠之色, 在他身后, 一位老者虎目沾沾, 流淌着危险的光芒, 先生, 秦桓宇大喜, 急忙行礼, 这人正式赶来的楚巡, 老者便是莫星河, 陈汉龙被他安排去, 继续调查柳谢飞了, 这种事, 还是莫星河更能帮上忙, 楚巡对秦桓宇微微点头, 目光却不着痕迹地扫了一圈, 不由的嘴角微扬, 都是熟人, 楚巡没想到, 在这里碰到十二生肖组织, 还有齐皇, 莫星河也有些诧异, 他认出了胖子和老鼠精, 胖子看到楚巡, 惊得鸡骨头卡着嗓子, 憋得眼泪横流, 老鼠精也被楚巡的突然出现惊呆了, 心里一突, 这位煞星怎么会来, 扭头看了一眼泪流满面的胖子, 一阵古怪, 这是被吓哭了, 看到楚巡进来,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先后急忙站起来, 神色各异, 尤其是金猴, 牙齿都在打仗, 他现在知道秦桓宇要去接谁了, 暗骂自己口无遮拦, 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 尤其是楚巡寡淡的眼神扫了他一眼, 顿时让他汗毛乍气, 真巧, 楚巡淡莫道, 前辈好, 真是巧, 在这里碰到前辈, 能再次见到前辈, 真是三生有幸, 众人干巴巴的银河, 笑得比哭还难看, 任谁见识了这位狠人的手段后, 还能当作没事发生, 那这人不是疯子, 就是傻子, 在徐浩亮和秦桓宇眼里, 他们是狠人, 殊不知比起楚巡, 真是小巫见大巫, 徐浩亮好奇地打量着楚巡, 他也是官场老游子, 看其他人的反应, 他意识到这位年轻人不简单, 他是省警厅一把手, 位高权重, 可在这些手握杀人执照的狠人眼中, 什么都不是, 可现在这些狠人, 却一口一个前辈的称呼, 这么一位年轻人, 明显有种老鼠见猫的感觉, 与其带着讨好, 他再傻也知道风向不对, 身在官场, 察言观色是基本功, 徐浩亮急忙让出自己的位置, 前辈, 请, 青龙退后两步, 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 他的神色有些复杂, 昨天晚上, 他师父去找楚巡, 回来的时候, 竟然负伤了, 虽然只是肩头, 还有, 屁股, 都是轻伤, 但这事若是传出去, 恐怕上面那些掌权者会坐不住了, 他师父成名于五十年前, 现在有多厉害, 没人知道, 但却在楚巡手里受了伤, 这件事足以引起一场大地震, 楚巡没有客气, 走过坐在青龙的位置上, 目光看向显示屏上的血狼, 眼睛微微眯起, 墨星河站在楚巡身后, 一声不吭, 胖子等人缩缩脖子, 恐怕除了青龙和战虎, 这里没人是墨星河的对手, 秦桓宇悄悄擦掉额头的冷汗, 他觉得楚巡来了之后, 这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不过他看得出, 这些人很怕楚巡, 心里异常震惊, 连国家的人都怕楚巡,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敢问前辈为何而来, 青龙恭敬地抱拳道, 这人和他师父是同等级的高手, 理应以礼相待, 楚巡看了一眼秦桓宇, 秦桓宇知道自己表现的时候到了, 当下强坐镇定, 道, 唐柔小姐是先生的妹妹, 青龙等人满脸震惊, 战虎示意秦桓宇不用说了, 唐柔是楚巡的妹妹, 这一句就足够了, 大家心里既惊又喜, 金狼拥兵团,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倒霉的拥兵团, 他们压根不会知道, 绑架唐柔是他们这辈子最愚蠢的决定, 十二生肖和齐皇心里, 为金狼拥兵团感到悲哀, 我来为先生介绍一下, 青龙指着屏幕上的血狼道, 这位是金狼拥兵团的首领, 名叫谢狼, 这个拥兵团, 不用介绍了, 他们在什么地方? 楚巡手指有意无意地敲着桌子, 声音听不出任何波澜, 但在场的人却心里莫名的意涵, 有种坠入冰窖的感觉, 青龙看了一下时间, 恭敬道, 请前辈稍等, 再过十五分钟就知道了, 楚巡微微汗手, 整个会议陷入安静, 只有大家的呼吸声, 青龙朝楚巡欠身, 然后退到门外, 打了个电话出去, 十分钟后, 他走进来, 大声宣布, 这次行动由前辈指挥, 战虎等人诧异地看着青龙, 楚巡也有些疑惑, 这是命令, 青龙提醒道, 是, 大家齐声道, 其实, 有楚巡指挥, 他们没有任何意见, 反而很乐意, 楚巡并没有多问, 有些事, 他多少能猜到一些, 比如, 他杀了十二星座, 国家却没派人找他麻烦, 还有, 青龙身上的气息, 跟昨晚与他交手的老者很像等等, 好像有人在背后使劲, 时间过得很快, 金狼拥兵团定的时间到了, 偌大的显示屏画面一转, 出现郁郁葱葱葱的树木, 这是一片密林, 接着镜头一转, 对上一张西方面孔的人, 正是血狼, 嗨, 华夏的朋友, 我是血狼, 很高兴再次与你们见面, 游戏正式开始, 你们准备好了吗? 血狼说的是英文, 楚巡听不懂, 不过很快, 画面中出现一张东方面孔, 他翻译了血狼的话, 这是直播, 此时全国民众都能看到, 就连西方国家都在关注, 尤其是F国皇室更为紧张, 玉兔纤细的食指在键盘上飞舞, 几分钟后他输了口气, 道, 龙, 可以对话了, 青龙将麦克风送到楚巡面前, 能定位到他们所处的地点吗? 楚巡问, 玉兔点头, 道, 可以, 不过需要时间, 五分钟够吗? 够了, 楚巡看向金猴, 但莫道, 你来跟他通话, 最少拖延五分钟, 金猴顿时变成了苦逼脸, 面对楚巡的目光, 他只能硬着头皮上, 胖子在旁边偷乐, 按道, 让你嘴欠, 通话打开, 喂, 亲爱的血狼先生, 我是华夏国派来与你谈判的, 说出你的条件, 金猴道, 画面中, 血狼对突然响起的声音, 好像并不意外, 看着镜头, 咧嘴道, 尊敬的华夏人, 很高兴与您通话, 我是血狼, 屁话, 知道你是血狼, 没人说, 你是血狗血猪, 话风突转, 胖子和天狗反应过来后, 怒视金猴, 其他人则是紧张地盯着画面, 生怕血狼一怒之下, 关掉直播, 好在翻译的是华夏人, 他没敢翻译后面的话, 只翻译了前面的, 血狼很得意, 狂笑道, 看来我的名字, 在你们华夏国很有名啊, 哈哈, 有名你妹啊, 一个小时之前, 老子都不知道, 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 金猴不屑道, 血狼先生, 他们说很久以前, 就久养你的大名, 翻译擦擦额头的冷汗道, 血狼笑得愈发得意, 大笑道, 华夏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金猴, 你可以叫我猴爷, 金猴怒道, 猴爷, 是我们华夏的皇室, 是皇亲国妻, 身份贵重, 可见我们华夏很重视这次与血狼先生你的谈判, 翻译额头, 冷汗狂流, 这一幕, 全国民众都在观看, 本来一件很让人愤懑的事件, 但经过这个神一样的翻译,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后, 突然变得诙谐起来, 估计翻译心里也是崩溃的, 小命捏在别人手上, 他也很无奈啊, 民众虽然不能直接说话, 但可以打字在网上热烈讨论, 这个翻译, 老子撒尿屌都不服, 就服他, 妈的, 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就服他, 大家都安静一会吧, 毕竟他们的命都捏在恐怖分子手里, 迫不得已才这么说的, 大家一起祈祷他们平安无事吧, 希望国家这次能坚挺, 别再说什么谴责, 要么就是喷口水了, 直接灭了这帮西方杂碎, 网络上炸开了锅, 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激烈讨论, 更多的人关注事态的发展,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是就人知这么简单了, 而是看一个大国的态度, 楚循虽然是重生归来, 但他骨子里流淌华夏的血液, 更何况, 他们抓了唐蓉, 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来, 遮住那冷冽的杀鸡, 血狼开始提条件了, 尊敬的华夏人, 我只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放了三年前被你们抓的哈尔, 血狼的话一出, 青龙等人顿时黑了脸, 网上更是先是轩然大波, 哈尔, 三年前不是枪毙了吗? 难道哈尔这个杂碎还活着, 当年的枪毙只是作秀? 国家在做什么? 太让人失望了, 哈尔这种杀人恶魔早该凌迟处死, 下十八层地狱, 为什么还留着他? 哈尔, 三年前截时装有五十个学生的校车, 最后炸毁, 让五十个少男少女命丧活海, 没人能想到, 当年大张旗鼓被枪毙的哈尔还活着, 这一刻, 所有人的怒意被点燃, 开始针对国家进行攻击, 砰, 战虎手里的陶瓷水杯被他捏成鸡粉, 其他人也是脸色难看, 浑身不满杀意, 因为哈尔身上有大量的情报, 有很高价值, 当年为了给民众一个交代, 他们设计了一场假枪决的把戏, 这件事被列为S级密宝, 知道的人并不多, 血狼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看样子, 他笃定哈尔还活着, 出了叛徒, 楚循神态平静, 但周围的空气却开始凝固, 无形的威压如同潮水般蔓延, 在场的所有人顿时脸色骤变, 呼吸开始困难, 你们真是该死, 楚循眸子冰寒, 当年哈尔截斥校车事件他知道, 当时他刚上大一, 为这事他还跟别人一样, 在网上对哈尔进行过口诛笔伐, 之后, 哈尔被枪决后, 全国民众拍手称快, 这件事慢慢也就冷却, 最后被人遗忘, 很少被人提及, 因为没人愿意记住一个残忍的暴徒, 殊不知, 国家对民众撒下弥天大谎, 欺瞒大家多年, 这就难怪这是被血狼曝光后, 全国一片愤懒, 102章, 卖冲雷枪, 外界掀起轩然大波, 网上舆论一面倒, 哈尔当年做的事天怒人怨, 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可那些掌权者, 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欺瞒天下, 京城, 那片高墙后面的掌权者坐不住了, 这事可大可小, 关键是, 血狼这个时候提出来, 明显是要借助舆论压力, 来向华夏政府难堪, 一号首长已经第一时间, 赶往京城郊区的那栋四合院, 龙老, 这是, 一号首长病脚花白, 面带忧色, 老者却老神在在地娇花, 施肥, 一样不差, 别担心, 金狼拥兵团蹦倒不了多久, 那小子女人在人质中, 以她的性格, 金狼拥兵团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老者慢悠悠地说道, 怎么听都有点看戏的味道, 他真那么厉害, 一号首长好奇, 放心吧, 这点小事不值一提, 安心喝茶, 静观其变, 老者擦擦手给两人倒上茶, 青龙等人冷汗自自, 答应他, 问他第二个条件, 楚勋说道, 目光寡淡, 但所有人都知道那寡淡下蕴藏的雷电, 可以焚毁一切, 金狼不敢多说什么, 对血狼道, 好, 第一个条件我们答应, 说出你第二个条件, 哈哈, 华夏人果然失失误, 血狼嚣张地大笑, 眼神蔑视, 什么神秘的东方, 常有人告诫他, 不要轻易得罪华夏, 后果他承担不起, 可现在看来, 堂堂华夏也就那样, 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能把哈尔交出去, 杀了那个畜生, 大家冷静点, 那么多人还在暴徒手上, 哈尔一条贱命, 岂能跟我们那么多同胞的命比, 对, 先救人没有什么比人命更重要, 金侯的话一出, 网上顿时又掀起新一轮的争讨, 有人认为哈尔该杀, 有人觉得先救自己的同胞, 吵得不可开交, 好了, 大家别吵了, 看看金狼拥兵团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网上有人这样说, 算是暂时止住争讨, 亲爱的侯爷, 我的第二个条件, 就是在向你们要一个人, 孙子, 给你侯爷说说, 你还要谁, 所有人都在等待, 第一个是哈尔, 第二个会不会爆出更劲爆的新闻, 我要的人叫楚循, 他在你们华夏国的古江市, 让他一个人带着哈尔来交换人质, 血狼大声道, 网上一片惊恶, 这个楚循是谁, 青龙等人不由地看向楚循, 神色诧异, 楚循平静的眼底出现一丝丝的波动, 然后又恢复了深潭般的寂静, 神态自若不代表心理平静, 他的思绪飞转, 他跟血狼没有丝毫交集, 他却指名道姓要自己前去, 而且, 通过画面, 他捕捉到血狼在说他名字的时候, 眼底闪过一抹杀机, 唯一的解释就是, 那个幕后黑手出手了, 真是好大的手笔, 为了对付自己, 连拥兵团都动用了, 不过也因此证明, 对方的势力很可怕, 问他交接时间, 地点, 楚循示意惊猴问, 如果仔细听的话, 就会发现楚循声音中的隐隐的兴奋, 因为幕后之人每一次出手, 就代表他离找到父母更进一步, 第二个条件, 我们也答应了, 但是你得保证人质的安全, 否则交易取消, 而且我发誓, 你会遭到我们永无休止的追杀, 不死不休, 金猴声音冷烈, 哈哈, 侯爷, 我们金狼拥兵团向来讲信用, 血狼说完脸瞬间一崩, 冷笑道, 不过窝你的态度很不满意, 你以为我们金狼拥兵团是代宰的朱阳吗? 别忘了, 现在是我说了算, 为了提醒你别动别的心思, 我将向你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 看着血狼嗜血的笑容, 所有人心里都隐隐不安, 突然, 画面一转, 领头对准一百多人, 男女老少都有, 被持枪的金狼拥兵团成员赶成一堆, 吓得瑟瑟发抖, 血狼手里多出一把模样怪异的武器, 样子像小孩玩的水枪, 不过是放大版的, 选谁呢? 血狼像是在超市挑选东西一样, 目光挑剔, 就你吧, 血狼指着一个东方面孔, 戴眼镜的男子, 两个金狼拥兵团成员走过去, 把男子拖到十米之外, 面对一群穷凶极恶的暴徒, 瘦小的眼镜男明显吓坏了, 竟毫无反抗, 不过任谁都看得出来, 就算他反抗没用, 不是那两个大汉的对手, 实力相差太悬殊, 血狼对着眼镜男举起那把模样怪异的枪, 咧嘴露出森森白牙对着镜头, 道, 各位亲爱的华夏朋友, 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现在我将向你们展示我们最新研制的武器, 脉冲雷枪, 看到血狼举起枪, 两名金狼拥兵团成员迅速躲向两边, 眼神有些惊惧, 下一刻, 枪口冒出蓝色的光, 那只是看起来像蓝光, 其实是环绕成一团的蓝色电流, 死了, 眼镜男被击中, 凄厉的惨叫一声, 然后整个人迅速干扁, 如同脱水的老树, 皮肤焦黑, 浑身霹雳啪啦的电流乱窜, 只是眨眼的时间, 眼镜男就死了, 而且死得如此凄惨, 青龙等人太阳穴上的青筋直跳, 心里的愤怒如烈火焚烧着五脏六腑, 在他们愤怒的同时, 还有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害怕, 那种枪的威力太可怕了, 如果他们对上, 恐怕也是九死一生, 而且, 这件事恐怕已经不是一起恐怖分子劫机事件了, 一个雇佣兵团, 怎么可能研制出这么强大的武器, 已经有人想到, 青狼佣兵团背后有某个国家在支持, 要不然, 他们胆子再大, 也不敢直接挑衅一个大国的威严, 畜生, 杀了这帮砸碎, 一群金毛狗, 竟敢对着我滑下乱废, 一板砖拍死, 借我三千城管, 我去灭了他们, 犯我滑下者, 虽远必诛, 血狼杀了眼镜男, 让整个网络都开始暴动, 金猴默不作声, 浑身散发着寒气, 他没想到自己一句话, 竟引得眼镜男无辜丧命, 他们使用了某种先进干扰器, 我没办法确定他们的位置, 玉兔白皙的脸上带着红韵, 那是因为愤怒所致, 不用查了, 楚寻冷漠道, 他拿过通话器, 眼睛盯着画面中的血狼, 交接地点, 血狼明显一正, 因为这跟之前的声音不同, 你是谁, 血狼咒眉问道, 因为这个声音, 让他心底生起一股不安的感觉, 这只是一种感觉, 但这种感觉, 却无数次救过他的命, 不过很快, 他便摇摇头, 自嘲地笑了, 因为声音产生恐惧, 这太可笑了,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条件我们都答应, 交接地点在哪里, 血狼对这声音很不敢冒, 咒骂一声, 然后大声道, 让楚勋带着哈尔先来云贵室, 之后我会告诉他怎么做, 声音微顿了一下, 只听血狼继续说道, 还有一点, 从楚勋带着哈尔出发, 必须全程直播, 得让我看到, 没问题, 咱们云贵室见, 楚勋说完, 干净利索地关掉通话器,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血狼明显愣住了, 随即嘴巴一张一合, 估计是在骂脏话, 楚勋看向青龙, 青龙神色一领, 摇身欠了些许, 然后走到一旁开始打电话, 一道道命令开始颁布下去, 大概过了十分钟, 青龙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走回来恭敬道, 前辈, 一切都安排好了, 那就出发, 楚勋没有多余的废话, 起身朝外走去, 青龙朝其他人打个手势, 十二生肖跟着楚勋离开, 现场只剩下齐皇, 秦桓宇和徐浩亮, 齐皇眼神闪烁, 背着两人打了个电话, 然后脚步换开地离开, 从古江市到云贵市做民航, 需要五个小时, 速度很快, 预计到云贵市最多四个小时就足够了, 哈尔被来带了, 这个在秘密监狱关了三年的西方暴徒身上的戾气, 明显还没消磨完, 从他趾高气阳的神态就可以看出, 血狼的要求是全程直播, 所以狱兔就变成了直播员, 这里的画面通过卫星传遍全世界, 快快快, 给我个镜头, 哈尔嚷嚷着, 两米的身高进入画面, 嗨, 我亲爱的朋友, 你还好吗? 血狼通过画面问候, 哈尔看到血狼, 咧嘴大笑, 亲爱的狼, 我就知道你会救我出去的, 可笑的华夏国实在太弱了, 我这三年吃得好, 睡得好, 他们完全把我当爷爷一样, 嗨, 青龙等人脸色铁青, 玉兔生气地将镜头一开, 嗨, 小妞, 快给我镜头, 不然我让血狼再加一个条件, 让你陪我睡一晚, 让你尝尝那种美妙的滋味, 嘿嘿, 哈尔满脸阴邪, 咧嘴怪笑, 一双有些浑浊的眼睛 盯着玉兔傲人的胸部, 玉兔属于可爱型的, 身材娇小, 娃娃脸, 笑起来很可爱, 关键是她的胸, 足以让许多女性自卑, 典型的童年俱辱, 她只要微微一动, 胸前波涛汹涌, 让在监狱关了三年的汗, 差点流鼻血, 玉兔厌恶地瞪了她一眼, 将镜头对准楚寻, 血狼微棱, 然后拿出一张照片看了看, 又拿给身边的翻译看, 毕竟在她眼里, 东方人都长得一样, 最后确定是楚寻后, 这才咧嘴笑道, 楚寻, 欢迎你, 谢谢, 楚寻淡漠道, 血狼明显惊愕, 然后盯着画面, 道, 有意思, 我等着你, 说完,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思, 举起手比划出手枪的姿势, 然后对着画面的楚寻, 眉心开了一枪, 然后开心地大笑起来, 仿佛楚寻被她打死了, 103章, 跳直升机, 楚寻面不改色, 静静地看着大笑的血狼, 嘴角微微牵动, 不仔细看很难发现, 那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漠视, 哈尔也裂开大嘴大笑, 她今天就可以逃脱了, 华夏禁止她自由三年, 她已经想好以后怎么报复了, 楚寻淡淡地看了一眼哈尔, 这个身高两米, 长相凶狠, 一身肌肉的大汉, 竟然不自觉地压制住笑声, 声音越来越小, 到最后戛然而止, 青龙等人不禁眼神嘲讽, 哈尔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竟被这个细皮嫩肉的年轻人一个眼神吓住了, 喂, 小子, 你, 啊, 哈尔发出一声惨叫, 因为站在楚寻身后的莫星河眼神冰冷, 然后一把抓住哈尔的落腮胡子猛的一把, 吃的一声, 哈尔半边脸鲜血淋漓, 莫星河这一把连胡子带皮全给撕了下来, 玉兔看的时候, 镜头自然对准了哈尔, 这一幕被看直播的人看得一清二楚, 网上再次沸腾, 这位大爷是谁啊, 真他妈霸气, 大爷, 把他另一边的胡子也拔了, 让他知道嘴贱说错话的下场, 大爷, 偶像啊, 看着真结切, 大家七嘴八舌发表言论, 莫星河不知道他这一举动吸粉无数, 血狼当然也看到, 他目光三寒,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的怒意, 华下人, 很好, 很好, 他不怒反笑, 只是笑得很甚人, 他手里的脉冲雷枪扬起, 对准一个人质, 这一刻连网络上都安静下来, 脉冲雷枪的威力大家都见识过, 太恐怖了, 被枪对上的是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此时已经吓得两眼翻白, 瘫倒在地上, 就在此时, 人质中一道亮丽纤细的身影在大家震惊的眼神中, 挡在中年面前, 唐柔, 大家都认识, 谁也没想到, 这个柔弱的女孩竟这么有勇气, 阳光为他披上一层金色外衣, 白皙的肌肤加上绝世圣言, 犹如天使降临, 唐柔尽量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狼狈, 他很害怕, 双腿在瑟瑟发抖, 他想到了楚巡, 他坚信, 楚巡肯定会来救他, 就像上次一样, 只要他的楚巡哥哥来, 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中年人与他素不相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帮他挡枪, 他不明白, 这一切只不过是本能的驱使, 不过他真的很害怕, 其实, 有时候人做事, 完全凭骨子里的善良激发, 唐柔就是这样, 他不忍心看到有人死亡, 所以尽管害怕, 他还是这样做了, 唐柔好勇敢, 唐柔加油, 我们永远支持你, 唐柔别怕, 国家不会坐视不管, 他们很快就去救你, 这一刻, 不管是唐柔的粉丝, 还是黑粉, 所有人都在为唐柔的勇气点赞, 都在为他加油, 楚巡的眼神冷得快要结冰了, 但眼底像是藏着汹涌的烈火, 即将焚烧万物, 血狼愣住了, 这个柔弱的女人, 他知道是谁, 那个人告诉过他, 他是楚巡的女人, 他很勇敢, 血狼这样想, 他们是雇佣兵, 过得刀口填写的日子, 他们尊敬强者, 不喜欢耸包, 狼, 杀了他, 哈尔腾的发狂, 大声嘶吼, 你是不打算活着离开了吗, 楚巡淡漠的一句话, 却让发狂的哈尔紧紧地闭上嘴, 他差点忘了, 这里还是华夏, 他当然不想死, 血狼收起脉冲雷枪, 冲着楚巡咧嘴一笑, 道, 我不想我的朋友再受到伤害, 楚巡漠然以对, 然后扭头开口道, 登机, 飞机升空, 平稳飞行, 机舱里的画面还在直播, 楚巡眼瞼微锤, 如老僧入定, 其他人也默不作声, 前两个小时, 哈尔还算老实, 眼看离云贵是越来越近, 他开始变得兴奋, 一双贼眼不停地在玉兔, 青蛇, 白羊三位女性身上游走, 他伸手对着三人比划, 意思很明显, 他在比划三位女性胸部的大小, 他还很猥琐地比划着抓胸的姿势, 玉兔和白羊性格相对温和, 青蛇却忍不住, 几次摸着腰间的匕首, 很想给哈尔身上捅上几个血窟窿, 另一半胡子不想要了, 莫星河邪逆他, 哈尔明显还是有些害怕莫星河的, 嘴里偷偷嘟囔了几句, 但收敛了不少, 四个小时后, 飞机降落在云贵机场,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关注事态的动向, 令所有人奇怪的是, 这种有损国家威严的事, 有关部门从史制中都没露面, 也没发表任何言论, 接下来呢, 楚巡看着镜头问血狼, 血狼眼角不可察觉地抽动, 他很不喜欢楚巡语气和表情, 太冷淡了, 冷淡地让人心里发毛, 难道他不知道是来送死的吗? 可他却没有一点面临死亡的觉悟, 害怕, 恐惧, 绝望, 这些情绪一点都看不到, 血狼心里这样想, 甚至, 血狼很想问一句楚巡, 你知不知道, 这样让我很没有成就感, 这话他只能在心里想想, 若真实问出来,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我会给你发坐标, 能不能找到我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血狼身边有个电脑专家, 他把坐标以加密形式, 直接发到玉兔的电脑上, 这对玉兔来说是无疑一种挑衅, 这也说明另一件事, 血狼对十二生肖了解得很清楚, 最少他知道玉兔是个电脑高手, 青龙脸色很不好看,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国内出了叛徒, 他们的信息估计全泄露了, 玉兔撬脸愤懑, 他把直播器裁交给白杨, 然后专心解加密的坐标, 大家都在等待, 网上暂时也安静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玉兔额头相悍津津, 其实黑客的对决跟舞者对决差不多, 只不过战场不一样而已, 这个童言句如的小萝莉, 此时眼貌凶光, 像一只小野豹, 不时地露出尖尖的牙齿, 他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与人斗法, 搞定了, 玉兔生兴奋且又得意, 他赢了, 血狼当然看到这一幕, 应笑道, 果然有几分本事, 你废话太多了, 楚巡平静地说道, 血狼眼神散发出悠悠的光, 真的如狼般盯着楚巡,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道, 楚巡, 只有你跟哈尔可以来找我, 其他人不行, 楚巡风轻云淡, 道, 可以, 血狼有些抓狂, 他真的很讨厌楚巡的态度, 我能跟着一起去吗? 玉兔突然说道, 声音怯怯的, 所有的人的视线聚到他身上, 包括画面中的血狼, 玉兔胆子本就不大, 被这么多人盯着, 下意识地缩缩脖子, 弱弱地道, 我可以做直播, 血狼差点完了, 如果不带别人, 谁来直播, 他怎么掌握楚巡的动态, 当下便答应了, 因为据他所知, 玉兔在十二生肖中, 战斗力最弱, 且有胆小, 玉兔偷偷看了一眼楚巡, 完美帅气的侧脸, 翘脸飞红, 他是因为崇拜才跟着他的, 肯定是这样, 这么厉害的男人, 崇拜一下又有什么关系? 玉兔心里这样想, 楚巡, 哈尔, 玉兔登上了青龙准备的武装直升机, 飞往地标标注的地方, 玉兔告诉楚巡, 地标标注的地方在华夏和越国边境, 越国, 一个弹丸小国, 贫穷落后, 但却有着变态的民族思想, 令人恶心, 这样一个弹丸小国, 却经常骚扰华夏边境, 烧杀抢夺, 居住在边境的华夏居民苦不堪言, 青龙本来要寝室, 因为直升机或许会过线, 楚巡阻止了他, 弹丸小国, 若是他在先帝修为, 举手便可覆灭, 现在虽是驻基期, 但一个小小的越国, 他还没看在眼里, 直升机顺着坐标方向前进, 越国几乎都是山林湿地, 直升机飞过, 吹得下面的树梢哗花作响, 在越国境内有一座摩天山非常有名, 摩天山树木繁盛, 从上看去全被枝叶遮住, 什么都看不到, 轰隆隆, 直升机进了越国境内, 越国边防兵第一时间发出警告, 怎么办, 狱兔有些紧张, 继续前往目的地, 其他不用管, 楚巡面色平静, 波澜不惊, 直升机入侵, 立刻惊动了越国国防部, 国防部部长哈曼, 一个身材中等脾气暴躁的好战分子, 立刻拦截这架直升机, 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哈曼的命令, 命令很快传达到边境驻防军, 驻防军最高长官叫雷德, 军衔中尉, 雷德接到进攻命令, 丝毫不耽误, 因为他早就想这么做了, 因为那是一架华夏的直升机, 树梅地对空高射炮架起, 目标是空中的直升机, 雷德想先向征性的劝降, 然后直接开炮, 虽然那架直升机比他们国家的好多了, 但他更希望看到他被击落, 变成一团烧废的废铁, 直播还在继续, 血狼皱眉, 越国的军队怎么还没有反应, 突然他有了一个极好的注意, 血狼暗道, 自己真是个天才, 他笑得合不拢嘴, 笑得很甚人, 看着镜头大声道, 就像宣誓般, 楚勋, 现在我要你从直升机上跳下去, 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话音落下, 原本已经平静的网络, 犹如平静的湖面, 投进一颗炸弹, 轰然炸开, 所有人都在大骂血狼阴险无耻, 卑鄙下流, 可惜, 口诛笔伐对血狼没有丝毫影响, 或许他能看到网上的留言, 但不一定看得懂, 好, 我答应, 楚勋竟然答应了血狼荒唐的要求,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盯着画面, 前辈, 不要, 玉兔急红了眼睛, 看上去真的很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 哈尔嚣张地大笑起来, 楚勋对着玉兔笑了笑, 道, 我跳下去后, 你们迅速撤出越国, 不可逗留, 104章, 纵身一跃, 轰隆隆, 直升机螺旋桨卷起巨大的风浪, 刮到下面树木东摇西晃, 像是随时要锻炼, 降低高度, 玉兔顾不上那么多了, 小声要求飞行员降低高度, 你敢, 哈尔大喊, 然后对着镜头道, 血狼, 他们要降低高度, 血狼咧嘴, 道, 每降低十米, 我就杀一个人质, 玉兔恨得差点咬碎银牙, 怒视哈尔, 狼, 能帮我提个要求吗? 哈尔看着玉兔, 眼底闪烁着银, 会直色, 玉兔满脸厌恶, 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说, 血狼道, 我要这个女人, 没问题吧? 哈尔猥琐地, 舔着干裂的嘴唇, 黑黑直笑, 血狼毫不在乎地说道, 当然可以, 一个女人而已, 我想华夏的朋友会答应的, 网上顿时一阵谩骂, 义愤填膺, 我要杀了这个无耻的混蛋, 金猴咬牙道, 若是有机会, 我一定要剁了他那肮脏的玩意, 青蛇阴狠道, 其他人沉默, 但眼底寒光暴动, 冷冽刺骨, 记住我的话, 楚巡看着玉兔, 淡淡地说道, 快跳吧, 别废话, 这个小妞回不去了, 她已经归我了, 哈尔得意忘形, 玉兔急得脑袋失去作用, 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 直升机虽然飞得不高, 但目测也有一百米以上的高度, 要知道, 不管什么东西从高空坠落, 都会每10.8米增加一倍的坠落速度, 就算现在离地面100米, 楚巡体重算75公斤, 那么他跳下去, 就相当于750公斤身体, 以10倍的速度坠落地面, 这样的冲击力, 别说是人, 就算是一块铁, 也衰变形了, 前辈, 玉兔的声音戛然而止, 圆圆的眼睛猛的瞪大, 嘴巴张开, 满脸震惊, 这一刻不止玉兔, 就连网络上也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彻底实化, 如同魂飞体外, 失去了思想, 楚巡做了什么, 没人敢相信, 他竟一脚把哈尔踢了下去, 众人眼前闪显着哈尔那张金句, 瞬间惨白, 难以置信的脸, 还有那道凄厉如恶鬼般的惨叫, 可惜, 惨叫声很快被螺旋桨卷起得狂风烟面, 哈尔的下场不难想象, 一百多米的高空, 估计这回连包个饺子的肉都找不到了, 京城的那个四合院, 一号手掌手里的茶杯金的落地摔得四分五裂, 老人心疼地看着变成废瓷片的茶杯, 没人知道, 这东西他用了近一百五十年了, 是真正的好东西啊, 他, 一号手掌毕竟见识不凡, 很快从镇惊中回过神, 正要开口, 却见老者正在捡地上的白瓷片, 一时说不出话, 脸色羞愧, 第一, 这个白玉茶杯, 他小时候就见老人在用, 现在竟被他摔碎了, 第二, 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竟如此势态, 所以他感到惭愧, 龙老, 对不起, 一号手掌道, 老人捡起碎片, 搁置在一旁, 笑道, 没事, 你刚才想问什么? 一号手掌坐直身子略微皱眉, 道, 他这么做会引起金狼拥兵团报复的, 那么多人质, 老者挥手打断他的话, 笑道,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想问什么就直接问, 一号手掌脸色微红, 知道什么都逃不过老人的眼睛, 索性也不隐瞒, 大方道, 龙老,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 你这么看好他? 老者轻笑, 重新拿起一只杯子倒满茶, 推到一号手掌面前, 轻声道, 不是我看好他, 是龙祖看好他, 什么? 一号手掌疼得站了起来, 满脸震惊, 装满茶水的茶杯被他的一脚扫过, 朝着地面坠落, 老者单手成找, 坠落的茶杯被一股犀利拉回回石桌上, 老者给茶杯再次倒满茶, 这才抬头看向一号手掌, 面色平静, 一号手掌不知道自己今天是第几次失态了, 恐怕比过去十年还要多, 关键是龙祖两个字, 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知道的秘密自然比别人多, 神秘的东方, 龙的传人, 这些可不仅仅是传说, 龙老, 他这么做是在帮国家吗? 一号手掌已经坐下, 情绪平稳了不少, 是, 也不是, 老者道, 一号手掌面露诧异之色, 他是在帮国家, 也是在帮自己, 老者解惑, 帮自己, 一号手掌更疑惑了, 对, 帮自己, 震慑那些萧小之辈, 老者轻笑, 那双眼睛像是能看穿一切, 顿了顿这才继续的, 不过, 他既然也帮了国家, 那我们就给他助助威吧, 一号手掌瞬间便已明白, 笑道, 是该助助威, 一龙老的意思, 这威是少还是中, 老者沉吟了一下, 突然脸上露出恶作剧般的表情, 倒少吧, 然后把铁龙位的人给他, 还是龙老高, 这个时候, 他想甩都甩不掉, 一号手掌竖起大拇指, 一老一少, 两只狐狸相视而笑, 血狼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 脸色开始猙獰, 扭曲, 楚勋, 血狼咆哮, 这个该死的爬虫, 竟把哈尔踢下飞机, 有事, 楚勋看着镜头问道, 风轻云淡, 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你, 血狼气节, 雨节, 他很愤怒, 恨不得将楚勋碎尸万断, 这个机会他等了太久, 然而让全世界都记住他金狼佣兵团, 听到他们的名字就会站立, 会害怕到做噩梦, 如果能顺利救出哈尔, 那就证明了他比华夏政府更加厉害, 连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都对他无可奈何, 其他国家敢对他们说不吗? 到时, 金狼佣兵团将一跃成为最顶尖的佣兵团, 他们可以控制一些小国家, 可以肆无忌惮地活着, 他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可在这结果眼上, 这个该死的楚勋竟然把哈尔当垃圾一样踢下飞机, 这件事通过直播传出去, 世界各国都会明白过来, 华夏政府根本没把他们金狼佣兵团放在眼里, 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信, 瞬间倒塌, 变成一个笑话, 血狼愤怒地嘶吼, 他双眼血红, 手里的脉冲雷枪对准了身后的人质, 咆哮道, 楚勋, 你惹怒了我, 你要承受我的怒火, 接下来我会杀掉一半人质, 是你害死他们的, 等等, 楚勋平静地说道,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血狼眼神阴狠, 楚勋摇摇头, 道, 没有, 血狼差点抱走, 没有你让我等等, 逗我完呢, 楚勋对着镜头摆摆手, 然后纵身一跃, 跳下了直升机, 前辈, 欲兔目自欲裂, 血狼愣住了, 他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楚勋竟有勇气跳下去, 他真的跳下去了, 楚勋哥哥, 唐柔悲痛欲绝, 碰, 墨星河脚下的地板彻底炸开, 身上的气息恐怖害人, 青龙等人脸庞肌肉如动, 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网上已然炸开, 网友共同发起向英雄致敬的话题, 在云烟市, 花家主厅, 一支精致的水杯被一支白皙完美的玉手捏成鸡粉, 花家一众人大气都不敢喘, 若是你死了, 我发誓, 天上地下也要灭了金狼拥兵团, 花青武的话如含霜蔓延, 令人冷册心扉, 古江市, 陈汉龙将墙上巨大的显示器砸得稀烂, 脸色铁青, 郑广义父子相对而作, 目入幽色, 古安城, 珍宝轩, 红林目光呆滞, 手里一块上好的玉石掉在地上也浑然不知, 这一刻, 仿佛整个世界都沉寂下来, 熟视的人都在为楚勋担忧, 京城, 一栋豪华的别墅中, 一位长相气质俱佳的青年盯着墙上悬挂的巨大屏幕, 画面定格在楚勋跳下飞机的一瞬间, 青年看看手表, 仿佛在计算时间突然张嘴到, 砰, 一堆肉泥, 然后被林中的野兽吃掉, 变成一堆滋润花草林目的粪便, 哈哈, 青年神经质识地大笑起来, 越笑越大声, 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许久, 青年笑够了, 或许笑累了, 他站起来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仪容, 直到头发一起不乱, 衣服不见褶皱, 这才走到窗户前打起电话, 喂, 电话接通后, 对面喂了一声, 青年脸色恭敬, 腰不由自主地弯了些许, 楚勋死了, 青年尽量压制喉底的颤音, 那是他在强忍着笑, 看来楚勋死了, 他很开心,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你太着急了, 对面的声音很平静, 无波无澜听不出喜怒, 对方说完便挂断通话,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声, 青年脸上的笑意凝固, 随之患上的是无尽的怨恨, 楚勋, 你一定会死的对不对, 青年眼神怨恨地盯着窗外呢喃, 三年间一时大意, 竟让你活了下来, 失去他对我的信任, 你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惩罚, 为了弥补我, 这次你一定要死, 必须死, 肯定会死, 他如神经质般, 又像发狂的野兽, 低声嘶吼, 碰, 窗牌上那只昂贵的花瓶飞出去, 砸在巨大的屏幕上, 噼里啪啦的电流打火声, 腾起一阵阵黑烟, 屏幕黑了, 定格的画面也消失了, 你终于死了, 没了, 消失了, 哼, 青年发出如夜宵般圣人的奸笑声, 105章, 全场接句, 轰隆隆, 直升机降低高度, 螺旋桨卷起狂风, 咔嚓, 细点的树木被狂风刮断, 枝叶乱飞, 回去, 玉兔眼睛红肿, 如宝石般带着无尽的愤闷, 直升机返回, 飞往华夏境内, 越国边境驻防军最高长官, 雷德中尉, 看着即将飞走的直升机举起手, 准备下令开炮, 驻防士兵早已准备好, 就等雷德的命令, 可惜, 雷德的手还没来得及落下, 树道白色皮练从密林深处袭来, 无声无息, 快若闪电般击中树门地对空高射炮, 轰轰,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彻云霄, 恐怖, 得爆炸气浪扩散, 席卷, 锁过之处树木被摧毁, 山石爆裂, 地皮焦黑, 雷德离得比较远, 倒也被震得口鼻一血, 直接昏死过去, 即将飞出越国边境的玉兔, 好奇地看向爆炸的地方, 眼神疑惑, 与此同时, 一直沉默的华夏政府终于有了动静, 外联部面向全世界发表声明, 金狼拥兵团, 劫机, 挟持人质, 威胁华夏政府, 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再次代表华夏政府, 绝不会向恐怖分子妥协嘶吼, 另外, 对于楚巡先生的身份, 我们做出证明, 楚巡乃是我华夏铁龙卫军团的首席教官, 少将军衔, 最后, 我再说明一点, 我华夏政府保证, 明天这个时候, 一定全灭金狼拥兵团, 并且救出人质, 外交部出现得快, 退走也快, 还没等各国反应过来, 华夏政府再次沉寂, 不再露面, 这时, F国皇室也发表了声明, 表示全力支持华夏政府, 绝不向恐怖分子妥协, 华夏政府的言论一出, 网上顿时哗然, 原来楚巡竟是少将, 怪不得他豪气冲云霄, 面对恐怖分子如此风轻云淡, 就连跳下直升机都没有半点聚色, 跟楚巡熟悉的人却满联猛逼, 楚巡什么时候成了少将, 只有京城四合院中的老者和一号首长, 笑得像两只狐狸, 楚巡生死不明, 但血狼的直播还在继续, 血狼有些回不过神, 他劫机, 劫持人质, 哈尔死得连渣都不剩, 楚巡估计也差不多, 他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看好他们, 血狼吩咐手下看好人质, 然后走向密林深处, 确定四周安全血狼才拿出手机, 拔出一个长达21位数的加密电话, 一百多号人质, 在十几位金狼拥兵团成员的枪口下, 瑟瑟发抖, 唐柔脸色惨白, 悲痛欲绝, 目光失去了灵气, 人群中一对年轻的金发白皮肤的外国人, 十分引人注目, 他们便是F国皇室成员罗维斯夫妇, 罗维斯二十多岁, 身材挺拔, 面旁英俊, 是个标准的帅哥, 他的妻子多利亚, 是个很有名气的嫩模, 腹白貌美大长腿, 尤其是西方人, 穿衣向来简单, 此时那对凶器半路, 谎得金狼拥兵团成员掩语, 金狼拥兵团成员, 暗自拿多维亚和唐柔做比较, 唐柔也很美, 有东方女性的甜静, 玲珑, 娇柔之美, 多维亚则是具备西方女性的优点, 大拨翘臀, 烈焰红唇, 相比之下各有千秋, 不过血狼交代过了, 唐柔柔有大用, 不能动, 所以, 他们的视线大多聚集在多维亚的身上, 多维亚低着头都能感觉到这些人火热的视线, 像是要刺穿他的衣服, 他紧张地靠近自己的丈夫罗维斯, 金狼拥兵团首领是血狼, 此次前来的还有一位副首领, 汉克, 一个五大三粗, 全身散发着荷尔蒙的黑人, 汉克讨厌自己的肤色, 他知道, 在白人眼里, 黑人是最下贱的代名词, 所以, 他在对战拼杀中, 从来不在乎利刃子弹会划破他的肌肤, 以至于他现在全身多处都是恐怖的伤疤, 看着很吓人, 啊, 汉克扑扇般的大手在多维亚的翘臀上拍了一把, 带起一阵臀浪, 其他成员先是一阵, 随后便轰笑开来, 多维亚下的尖叫一声, 挤进罗维斯的怀里, 罗维斯疼得站起, 怒视着汉克, 多维亚是他的妻子, 汉克在挑衅他男人的尊严, 可是, 面对如此多的枪口, 从小含着金汤池出声的他, 明显胆量不足, 颤抖着蹲下, 汉克将手放在鼻息间猛吸一口, 大笑道, 好香的屁股, 他在挑衅罗维斯, 汉克认为, 黑人之所以受人歧视, 完全是因为这些自以为高贵的白人造成的, 罗维斯满脸愤懑, 但被枪口逼着, 他只能用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汉克看着罗维斯很不屑, 然后如一只庞大的黑熊般上前, 多维亚尖叫, 他被汉克拽过去搂在怀里, 一双粗糙肮脏的手在他完美的胸部揉捏, 放开他, 你这混蛋,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罗维斯愤怒的大吼, 自以为是的白人, 你们不是看不起黑人吗? 今天就让你知道, 看不起黑人的下场, 刺了, 一道撕裂声, 多维亚尖叫, 他的上衣被汉克直接撕成碎片, 露出里面的情趣不傲, 小得可怜, 勉强互助三分之一, 露出的部分因为挣扎荡起一阵如浪, 周围其他净狼拥兵团的成员喉咙滚动, 发出明显的吞口水声, 眼神火热, 裤子更是纷纷支起帐篷, 他们从筹划到实施这次计划, 已经一个多月没碰过女人了, 金狼拥兵团成员用枪托击中罗维斯的额头, 顿时鲜血涌出, 罗维斯感觉头晕脑胀, 身子一晃栽倒, 半天爬不起来, 就凭你也配跟我们副首领决斗, 呸, 这个成员满脸不屑, 吐出一口浓痰, 看到罗维斯受伤, 多维亚拼命挣扎, 奈何根本不是汉克的对手, 只是徒劳, 住手, 你们一群大男人, 欺负一个女人, 还是不是人, 唐柔疼得站起来大吼, 唐柔长得太甜, 太娇弱, 就算是大吼也没什么威慑力, 金狼成员不但不怕,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唐小姐, 我认识你,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劝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汉克说道, 你们欺负一个弱女子, 连禽兽都不如, 唐柔上前想拉过多维亚, 可惜她的力气太小, 被汉克一推就摔倒了, 唐小姐, 别自找没趣, 你想变得跟她一样吗? 汉克控制着多维亚, 盯着唐柔, 迎斜地说道, 混蛋, 你不算是男人, 我看不起你, 有本事我们决斗, 罗维斯爬起来了, 额头的鲜血还在流, 汉克裂开大嘴,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看着其他成员, 轻蔑地笑道, 看到没有, 这个耸包竟向我发起挑战, 金狼其他成员轰然大笑, 嘲弄地看着罗维斯, 汉克松开多维亚, 朝着罗维斯勾勾手指, 挑衅道, 来吧, 我给你机会, 唐柔趁机爬起来, 捡起多维亚被汉克撕碎的衣服, 挡住他胸前的春光, 将他护在怀里, 唐柔只有一米六五, 而多维亚足有一米七五, 这个比唐柔高出十公分的F国女郎, 此时却颤抖着躲在唐柔怀里, 好像这里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混蛋, 罗维斯愤怒地大吼, 然后举起拳头冲过去, 朝着汉克冲去, 汉克面露不屑, 在罗维斯冲到他面前的时候, 侧身一躲, 然后伸出一只脚, 罗维斯被绊倒,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 金狼拥兵团的成员, 发出阵阵嘲弄的哄笑, 废物, 还来吗? 站着你都打不到, 你注定是个懦夫? 汉克毫不客气地嘲讽, 罗维斯慢慢地爬起来, 嘶吼着再次冲过去, 汉克像是猫系老鼠, 蒲扇般的大手, 直接抓住罗维斯的拳头, 然后轻轻一甩, 罗维斯被摔飞出去, 踉呛着撞上旁边的树身, 口鼻窜血, 仰面栽倒, 大家快看看这条可怜虫, 真是太弱了, 比女人还弱, 哈哈, 汉克肆意地戏虐, 周围的金狼拥兵团成员纷纷嘲讽, 多维亚看到罗维斯受伤, 轻急之下奔了过去, 可惜半路就被汉克大手一拦, 搂进怀里, 你的丈夫说了, 你现在属于我, 我会让你知道做女人的快乐, 徒劳地挣扎, 汉克眼神开始变得残忍, 宁笑道, 美丽的小姐,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选择伺候我, 二是选择伺候完我以后, 再伺候我这帮兄弟, 要知道他们对你的身体, 可是很感兴趣, 其他人成员纷纷叫嚷多维亚选第二个, 你这该死混蛋, 我还没有说, 放开你肮脏的手, 你这只侏罗, 没人想到, 罗维斯再次站了起来, 虽然满脸鲜血, 但他还是站起来了, 要知道他出生皇室, 锦衣玉石,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出门都是保镖成群, 连被子估计都没跌过, 更别说打架了, 可以说是手无腹鸡之力, 可他为了妻子, 竟敢跟汉克这个恐怖分子决斗, 而且此时还能爬起来, 实属真男人, 汉克脸色阴沉, 他没想到罗维斯还能站起来, 这是对他实力的侮辱, 这次让我打爆你的脑袋, 汉克勾勾手指, 罗维斯踉呛着冲过去, 笨拙地挥出拳头, 汉克满脸嘲讽, 拳头握紧足有砂锅大小, 宁笑着轰向罗维斯的脑袋, 这一拳若是打实了, 罗维斯不死也是重伤, 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汉克的拳头距离罗维斯脑袋, 只有两公分的时候突然顿住, 定在半空中, 而罗维斯的拳头, 却趁机打在汉克的脸上, 碰, 随着沉闷的打击声, 汉克的人头竟被罗维斯一拳打飞出去三米远, 人头在地上滚动, 鲜血流出一道线, 破, 没有头颅的汉克勃梗处突然鲜血喷洒出一米多高, 罗维斯早已下的失去思维, 被鲜血喷个正着, 染成血人, 他惊恐地尖叫起来, 碰, 汉克的无头尸体倒地, 鲜血还在往外涌, 片刻染红身下的地面, 啊, 唐柔和多维亚, 还有人之中的女性, 先后发出刺破耳膜的尖叫, 金狼拥兵团的成员反应过来之后, 慌乱叫嚷着用枪对准罗维斯, 满脸惊慌, 眼神恐惧, 恐怖的情绪在肆意地蔓延, 这一刻, 全场接据, 惊悚至极, 106章, 死神来了, 全场惊悚, 一个两米高, 身强体壮的黑人大汉, 竟被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一拳把头颅打飞了, 这太恐怖, 也太不可思议了, 金狼拥兵团成员都是亡命徒, 很快便反应过来, 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数十条或者百条人命, 杀人他们也算行家, 汉克的头颅仰面朝天, 眼睛瞪得老大, 脸色猙獰, 看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要不然脸上多少会有巨色,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汉克的伤口, 犹如刀切豆腐般光滑平整, 一看就是利刃造成的, 人的拳头再厉害, 也只能将脑袋打爆, 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伤口, 而罗威斯不可能有利刃, 那么是谁? 金狼拥兵团成员十几双眼睛扫视着聚在一起的百十号人质, 想从中找出是谁杀了汉克, 他们紧握着枪, 子弹上膛, 小心戒备着, 因为想要一刀砍掉人的头颅是很不容易的, 需要极强的万力和技巧, 他们确定凶手就藏在人质当中, 因为这附近再没其他人, 他们觉得凶手刚才趁他们都在看汉克和罗威斯决斗分心的时候, 偷袭杀死了汉克, 可是怎么偷袭的, 又是怎么杀死的, 他们简单的脑子想不出来, 他们是四肢发达的暴徒, 不是破案高手, 一百多号人质全都面带巨色, 浑身发抖, 明显被吓坏了, 根本确定不了谁是凶手, 网上早已哗然一片, 直播将这里发生的事一点不差地传到外界, 死得好, 感谢不知名大神杀了这个畜生, 黑人是世界上最低贱无耻的人种, 杀得好, 这是报应, 死神来了, 你们看他脖子上的断口, 光滑平整, 想不想死神连刀疙瘩, 开始汉克弃辱多维亚的时候, 网上骂声一片, 都恨不得他死, 现在汉克真死了, 死得很凄惨, 伸手一出, 网上一片叫好声, 可见欺负女人的男人在那里都是被人厌恶的, 反之, 网上对罗维斯一片好评, 真男人, 看好他们, 我去找熟练, 有个金狼拥兵团成员说, 得要其他人同意后朝着血狼离开的方向寻去, 此时现场一片寂静, 金狼拥兵团成员怕自己的脑袋会突然掉下来, 全都全神戒备, 紧握着枪, 如灵大敌, 人质不敢发出丝毫声音, 他们知道身边持枪的暴徒神经都已经崩到最紧, 要是不小心刺激到他们, 保管一梭子子弹扫过来, 卡棒, 枯枝断裂的声音, 若是在平时, 这种声音在密林中不算什么, 但现在却异常刺耳, 惊得众人心里一颤, 哗啦, 所有枪口对准声音发出的方向,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剧烈收缩, 满脸震惊, 十几米外, 一道人影静静的陷在那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 也不知道站了多久, 额前的黑色碎发被微风吹起, 露出如繁星般璀璨的毛子, 嘴角微微扬起, 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漠然, 一经随风飘荡,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缥缈的气息, 楚巡哥哥, 唐柔惊喜万分的声音打破沉寂, 楚巡, 那个在所有人的瞩目下, 跳下直升机的人, 他活着出现了, 这一刻, 整个网上都沸腾了, 老天, 他是什么, 一百多米的高空跳下, 竟然还活着, 太不可思议了, 网上有人发出这样的警惯, 这已经不能用奇迹形容了, 一百多米高空跳下而无恙, 这取决于自身强大的实力, 我敢说, 他是一位强大的东方舞者, 西方世界有人点评, 如此年轻, 没有两把刷子, 能成为少将吗? 有人如此说, 云贵机场, 玉兔眨巴哭红的眼睛, 盯着画面中的那道身影, 破涕为笑, 我就知道先生会没事的, 墨星和神态变得轻松, 金猴看着他撇撇嘴, 也不知道谁刚才差点抱走, 青龙等人极惊骇, 又高兴, 云烟是花家, 那股令人站立的寒意, 如潮水般褪去, 我就知道, 这世上无人能伤你, 花青武痴迷地盯着画面上的人影, 呢喃道, 这一刻, 所有关心楚巡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只有京城那栋豪华别墅中, 墙上的巨大显示屏换了新的, 青年再接电话, 语气轻快, 心情看起来不错, 途中, 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显示屏, 目光瞬间定格, 脸上的笑容凝固, 不可能, 青年嘴里喃喃自语, 一边摇头, 突然他猛地将手机砸出去, 碰, 刚心换不到半小时的显示屏, 再次宣布报废, 楚巡,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青年疯狂地嘶吼, 脸色扭曲, 显示屏被砸坏了, 但手机却没事, 依然在通话中, 那头有人不停地用西方语言说着什么, 狂浪, 茶几被青年一脚踢翻, 压住了手机里传来的声音, 楚巡, 为什么还活着, 你为什么不死, 青年嘶吼的嗓子都哑了, 仔细听, 他的声音中夹杂着惧怕, 哗啦, 一套昂贵精美的水晶杯被摔得粉碎, 青年一边嘶吼, 一边疯狂地砸东西, 无数双眼睛紧盯着直播的画面, 站住, 金狼拥兵团的成员怒吼, 楚巡单手负后, 如闲庭漫步, 脚步轻快地向前走去, 观看直播的人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真怕金狼拥兵团的人开枪, 这么近的距离, 就是神仙也躲不开,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一名金狼拥兵团成员朝楚巡开枪了, 从一百米高空坠落而不死, 对付这样的人还是先下手为妙, 再说了, 他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杀了楚巡, 这么近的距离不足十米, 他瞄准的是楚巡的眉心, 绝对会一枪毙命, 他仿佛看到楚巡脑袋爆开的画面, 砰, 枪声震耳发聩, 这名成员脸上的凝笑凝固, 因为在他扣下扳机的瞬间, 目标消失了, 紧接着他感觉到一只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他听到最后的声音是自己脖子断裂的咔嚓声, 砰, 尸体重重倒地, 他的脖子无力地搭拉着,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忘了反应, 楚巡的金狼成员身边, 然后随意地扭断了他的脖子, 网上暂时一片死寂, 过了许久, 才有人问, 你们看到他是怎么出现在那个金狼成员面前的吗? 没看清, 感觉就像是闪现, 不懂就别乱说, 楚少将速度太快, 那个金狼成员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秒杀了, 要知道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楼上的董哥卵, 照我看来, 楚巡就是神仙下凡, 他刚才用的就是先法顺义技能, 楚神, 请收下我的膝盖, 楚巡的身影太快, 镜头无法捕捉, 却让网上吵翻天, 杀了他, 金狼拥兵团的成员终于反应过来, 纷纷叫嚷着, 而且疯狂地扣下扳机, 砰砰, 枪声密集, 子弹尖笑, 周围的树木被子弹击中, 木屑纷飞, 楚巡却早已化作一道流光般掠出, 咔嚓, 一名金狼成员倒地, 脑袋无力地搭了着, 接下来, 咔嚓声不绝于耳, 尸体相继硬声倒下, 紧客间, 十几名金狼拥兵团的成员无意生还, 他们无一例外, 全被楚巡扭断了脖子, 楚巡神色平静, 连呼吸都未曾改变, 这就相当于青铜对上王者般, 毫不反抗之力, 现场出现短暂的安静, 接着就是排山倒海的欢呼, 人质相拥而弃, 他们得救了, 楚巡哥哥, 唐柔连自己的明星身份都忘了, 偶像包袱也不要了, 如乳燕头怀钻进楚巡怀里, 风润柔软的红唇, 亲上楚巡的脸, 我就知道楚巡哥哥不会有事的, 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知道, 我坚信, 唐柔紧紧地抱着楚巡不撒手, 刚才还杀伐果局的楚巡, 此时却像个木偶, 有些手足无措, 谢谢楚将军, 一百多人致齐声道谢, 楚巡平静的脸上终于出现其他神色, 那就是疑惑, 还没等他弄明白, 满身鲜血的罗维斯在多维亚的搀扶下走过来, 两人对楚巡行F国皇室最高礼仪, 感谢楚将军, 一直听说华夏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的,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罗维斯道, 楚巡听不懂, 唐柔给他翻译, 楚巡更为疑惑了, 他什么时候成了将军, 罗维斯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堆, 唐柔翻译, 大概意思就是他特别崇拜楚巡, 楚巡是他见过的人当中最为强大的, 想请楚巡去F国皇室做客之类的, 楚巡看向他, 拍拍他的肩膀, 罗维斯之前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 认真道, 你是个勇士? 楚巡知道, 在F国, 勇士是对男人最高赞美, 罗维斯明显没想到, 楚巡会如此夸赞他, 当下激动得不知所措, 此时, 在京城的那栋四合院, 一号手掌妈撒着手里的茶杯, 杯中茶水已经凉了, 他不在意地低头喝了一口, 以此掩饰眼底的失望之情, 在他看来, 楚巡的身手比他预想的要差太多, 老者没稍微挑, 虽然一号手掌掩饰得很好, 但却逃不过他的眼睛, 一号手掌抬头, 刚好触及到老者的眼睛, 不由得有些尴尬, 他在藏桌, 老者淡淡地说道, 一号手掌微冷, 随之反应过来, 道, 龙老的意思是, 他的修为不止于此, 老者的目光越过一号手掌, 看向门口的阴暗处, 那里有两道恐怖的气息, 只是寻常人感觉不到, 若是楚巡想杀他们, 只需一招, 老者轻语, 一号手掌瞳孔猛地放大, 满脸惊骇, 他极少失态, 可此时却由不得他, 老者说的他们, 正是负责暗中保护的两人, 要知道, 这两人的修为, 皆为良品宗师, 随便走出去一人, 都可以开山立派, 未想庙堂, 一号手掌当然不会怀疑老者的话, 只是这话太过害人, 杀两位宗师, 只需一招, 这太可怕了, 107章, 又杀血狼, 血狼皱眉, 听着手机那边传来的嘶吼声, 和怒砸东西的声音, 暗自撇嘴, 他挂断通话, 以对面传来的动静看, 对方暂时不会搭理他, 不过, 这无所谓, 楚巡死了, 他的任务完成了, 剩下的就等着收尾款, 十一, 为了杀一个楚巡, 对方给出这个令人无法拒绝的价格, 华夏人当真是大手笔, 以后要多跟华夏人做生意, 人傻钱多, 血狼嘲讽地响, 一串凌乱的脚步声传来, 血狼举起手里的脉冲雷枪, 首领, 来人在十几米外大喊, 血狼悄悄地绕到一颗两人核爆粗的树身后, 探头窥视, 原来是自己兄弟, 血狼放下枪, 走出来, 故意踩断地上的枯枝发出声音, 金狼拥兵团成员听到动静, 下一颗枪口举起, 看到是血狼松了口气, 不过很快气息急促, 急声道, 首领, 他, 他没死, 谁没死, 血狼皱眉, 看着说话磕巴的手下, 楚寻, 那个跳下直升机的滑下人, 他没死, 他杀来了, 他声音急促, 血狼表情僵硬, 心里震惊, 没死, 怎么可能, 一百多米的高空啊, 这一刻, 他想到电话那头的嘶吼咆哮的声音, 原来如此, 其他兄弟呢? 血狼声音开始急促, 其他兄弟看着人质, 我来找你, 混蛋, 制造紧张空气, 血狼松了口气, 随之怒骂, 看着人紧张的样子, 他还以为楚寻把其他人都干掉了, 搞得他都开始跟着紧张起来, 走, 回去, 血狼举起手里的脉冲雷枪, 这是他最大的依靠, 楚寻竟然没死, 他肯定走了狗屎运, 掉下来挂在树枝上, 才保住小命, 血狼这样想, 令他奇怪的是, 楚寻竟然逃出生天, 为什么还要来送死, 定是有所依障, 不过, 就算他有所依仗也没关系, 自己这边有十几个人, 还有人质在手, 更何况还有脉冲雷枪, 楚寻就算是神也得束手就擒, 与此同时, 云贵边境十几架武装直升机飞往越国境内, 楚寻杀光金狼拥兵团成员后, 青龙第一时间安排了接应人质, 轰隆隆, 十几架武装直升机螺旋桨卷起狂风大作, 声音轰鸣骇人, 声势浩大, 每架直升机除了机枪外, 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激光炮, 可以轻松摧毁地对空高射炮, 他们已经做好对越实行武力压制的打算, 可当他们看到越国边境驻防军临时部署的作战基地时, 集体石化, 目瞪口呆, 入眼一片狼藉, 地面焦黑, 地对空高射炮, 尽数炸成废铁, 还有满地残枝断壁, 根本看不出死了多少人, 十二生肖的人面面相亏, 都能清晰地看到其他人眼底的惊骇, 太恐怖了, 这是楚寻做的吗? 楚寻军炸巴了几下, 看着被毁的地对空高射炮, 想起之前离开越国时听到的爆炸声, 心里了然, 肯定是楚寻发现越国驻防军想对自己乘坐的直升机动手, 所以他便出手毁了这里, 不愧是自己崇拜的男人, 果然不同凡响, 人家可是连青龙都没崇拜过呢, 玉兔偷偷这样想, 要是青龙知道玉兔心里所想, 肯定会一口老血喷出来, 你饭花痴跟我有什么关系? 另一边, 血狼跟手下返回, 他的心头始终有骨不安的感觉, 这种感觉从见到楚寻变开始, 一直在心头萦绕, 临近堪压人质的地方时, 血狼放缓脚步, 带着手下偷偷爬上一座山头, 躲在一棵大树后拿出望远镜窥视, 血狼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 因为这种直觉无数次救过他的命, 血狼放眼看去, 顿时浑身血液凝固, 目自欲裂, 他的人全部横尸当场, 那些人质却在庆祝欢呼, 血狼眼神阴狠, 不着痕迹地看了眼身边的手下, 噗, 一股鲜血喷出, 血狼的手下捂着脖子, 满脸难以置信, 手领, 为什么? 血狼眼神残忍, 冷笑道, 其他人都死了, 你却告诉我, 他们在看守人质, 明显是想骗我过去送死, 你这个吃力扒外的东西, 我, 声音戛然而止, 这人眼神猛地凝固, 气息瞬间消失, 因为血狼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血量的匕首刺穿了他的心脏, 噗, 拔出匕首, 尸体被踢到一旁, 楚巡, 血狼咬牙切齿, 猴底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他手里的脉冲雷枪悄悄对准远处的楚巡, 眼神猙獰, 手指扣上扳机, 可就在这时, 楚巡突然回头看向他藏身的地方,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被发现了, 血狼心里一紧, 就要扣下扳机, 可就在这时, 楚巡向着一旁的密铃冲去, 速度并不是很快, 血狼眼神阴狠, 猛地扣下扳机, 碰, 一声闷响, 蓝光在枪口绽放, 楚巡的身子刚好被一颗碗口粗细的红杉树挡住, 咔嚓, 红杉树硬声折断, 断裂处一片焦黑, 像是被雷电击断一般, 红杉树替楚巡挡了一枪, 他趁机冲进密铃中, 该死, 血狼愤怒地咒骂一声, 轰隆隆, 直升机的声音越来越近, 所有树梢剧烈摇摆, 血狼眼神阴翼, 转身朝着楚巡的方向追去, 他再自大, 也不敢一个人跟华夏军队硬碰硬, 而且他清楚, 这次来的是十二生肖组织, 个个都是高手, 硬来只能是找死, 现在若是杀了楚巡, 最起码还能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 血狼很聪明, 他拼尽全力地追楚巡, 楚巡, 你跑不掉的, 乖乖受死, 血狼细血地大喊, 他看到正在奔跑的楚巡, 碰, 楚巡身边的一棵大树被击断, 狡猾地滑下人, 我看你往哪里跑, 碰, 又一棵树被拦腰击断, 轰然倒下, 可惜没击中楚巡, 该死, 血狼怒骂, 一边奔跑, 一边举枪试图瞄准楚巡, 可密林中树木太多, 他始终无法瞄准, 气得哇哇怪叫, 这一跑一追, 竟不知不觉跑出去好几公里, 楚巡, 你跑不掉了, 懦弱的家伙, 有本事别跑, 血狼暴怒, 无论他如何拼命, 却始终追不上楚巡, 这时, 奔跑的楚巡突然应声停下, 转身看向血狼, 血狼一愣, 没想到楚巡真的停下了, 随之大喜, 脉冲雷枪对准楚巡, 咧嘴大笑, 可恶的黄皮猴子, 再跑啊, 血狼嚣张地说道, 他认为楚巡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所以才停下的, 楚巡皱眉, 掏出手机, 点开一个软件, 这是唐柔刚才给他下载的, 可将西方语言翻译, 承华下语, 之前杀了金狼拥兵团的人后, 他的神念早已笼罩周围百米, 血狼躲在山头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 包括因为疑心杀了自己的手下, 他之所以没动手杀了血狼, 而是把他引到这里, 那是因为血狼身上有他需要的信息, 这次行动,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使用修仙者的手段, 他不想过多暴露, 所以, 他从头到尾都在藏桌, 否则, 解决金狼拥兵团的人何须这么麻烦, 举手投足间就能让他们灰飞烟灭, 当然, 现在则无所谓了, 这里足够隐蔽, 谁让你来杀我的? 楚巡眼神威眯, 眼瞼垂下, 遮住眼中的力芒, 他用翻译软件翻译之后放给血狼听, 血狼听后裂开大嘴笑开了, 吸灭道, 你的仇人很多吗? 竟然连谁要杀你都不知道, 真够可怜的, 楚巡没稍挑起, 他有些不耐烦, 这样翻译对话, 让他想尽早结束这场对话, 告诉我谁让你来杀我, 给你个痛快, 楚巡语气冷漠, 血狼听后却大笑起来, 带着嘲讽道, 可笑的黄皮猴子, 这个时候还敢大言不惭, 你的性格真让人讨厌, 你还是下地狱去陪我那些手下吧, 说完, 脉冲雷枪对准楚巡, 砰, 枪口爆出蓝光, 一团蓝色电流, 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撕裂空气, 袭向楚巡, 在枪声响起的瞬间, 楚巡的胳膊微微动了一下, 却又想没动, 去死吧, 血狼猙獰的大吼, 片刻过后, 楚巡单手负后, 神态自若, 讥讽地看着血狼, 血狼脸上的猙獰凝固, 瞳孔放大, 眼神惊惧, 因为楚巡伸出手, 慢慢摊开, 一团蓝色电流, 在他掌心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 那团蓝色电流, 就是脉冲雷枪的子弹, 别小看这一团蓝色电流, 那是由十万伏特电流压缩而成, 可瞬间将一名成年人击成焦炭, 血狼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快凝固了, 他发誓,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恐怖的事情, 徒手接住脉冲雷枪的子弹, 十万伏特的电流, 这绝对不是人类可以做到的, 那么, 眼前的楚巡是神, 还是魔鬼, 血狼手脚僵硬, 他感觉自己的汗毛根根榨起, 刺骨的寒意顺着尾巴骨质窜天灵盖, 他是雇佣军, 刀口填血, 杀人无数, 他觉得自己称之为杀神也不为过, 他身上的杀气可令鬼神退避, 但这一刻他害怕了, 因为, 那个人给他脉冲雷枪的时候, 信誓旦旦的保证, 这世界上绝对没有人可以从脉冲雷枪下逃生, 当时他还开玩笑问道, 如果真有人做到呢? 他记得那人告诉过他, 如果真有人做到, 那绝对不是人, 而是神, 脉冲雷枪还对着楚寻, 可血狼却没勇气扣下斑机, 因为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神, 楚寻眸子冰寒, 一根轮回丝从指尖迸发蔓延而出, 迅速地缠住血狼的脖子, 说出你知道的, 随着楚寻冷漠的话语, 轮回丝开始收缩, 血狼的眼珠子鼓起, 脸色长得紫红, 脉冲雷枪掉在一旁, 双手惊慌的试图去阻拦轮回丝的收缩, 我说, 血狼惊惧地开口, 楚寻指尖微动, 轮回丝默然消失, 血狼去冰临溺死的人抓到最后的扶屏, 弯下腰大口喘着粗气, 嘴角溢出一抹心红的血迹, 说吧, 楚寻道, 我说了, 你能放过我吗? 血狼不想死, 你没资格谈条件, 楚寻冰冷道, 在楚寻冷漠的眼神下, 血狼身体哆嗦了一下, 开口道, 谁? 血狼急忙摇头, 我不知道, 是他突然找上我的, 并且一次性预付了五亿, 我这才相信他的, 我们单线联系, 我有他的电话, 血狼抱出一串二十一位号的加密电话, 楚寻盯着血狼, 他能感觉到血狼没有说谎, 他的视线看向地上的脉冲雷枪, 道, 这东西也是他给你的, 不知道, 这是那人给了我五亿定金之后, 第二天有个M国人给我的, 楚寻身影一闪, 出现在血狼面前, 不容他反抗, 单手贴上他的头顶, 搜魂朔, 血狼眼神开始迷茫, 混乱, 片刻以后, 楚寻收回手, 血狼双眼翻白, 一头栽倒, 楚寻捡起地上的脉冲雷枪, 转身离开, 碰, 一团蓝光从楚寻离开的方向袭来, 落在昏死过去的血狼身上, 然后轰然爆开, 我说过, 只要你把知道的说出来, 就会给你个痛快, 楚寻低语, 然后身子一晃消失在原地, 108章, 砖坑涂地, 十几架武装直升机声势浩大, 螺旋桨卷起狂风, 飞往华夏境内, 锁过之处, 密林中稍细一点的树木被禁树刮断, 一片狼藉, 越国边境驻防军指挥官雷德昏迷了几个小时后, 被直升机的轰鸣声惊醒, 可当他看到地对空高射炮禁树被毁, 手下无意生还, 满地残至断骸, 竟再次吓晕过去, 碰, 从他头顶飞过的直升机中响起枪声, 一团蓝色电流在他身上爆开, 昏迷中的雷德死得稀里糊涂, 直升机里, 唐柔乖巧地坐在楚勋身边, 美丽明亮的眼睛眨巴了几下, 他察觉到气氛不对, 楚勋把玩着脉冲雷枪, 淡淡地扫了一眼正经威作的青龙, 枪口不知有意, 还是无意地对准了他, 青龙身体猛地绷紧, 头皮发麻, 汗毛倒数, 你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楚勋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道, 青龙擦拭了一下额头的冷汗, 心里苦涩, 自己好歹也是宗师, 万人敬仰的宗师, 可面对楚勋, 却连反抗的心思都生不起, 他苦笑一声道, 前辈若是不介意, 可否一驾去趟京城, 到时自然有人为先生解惑, 楚勋眼神开始变得危险, 莫然道, 少跟我咬文嚼字的打哑谜, 那你先说说, 我这个少将是怎么回事? 青龙一正, 谁知道, 前辈,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他说的是实话, 他也是才知道这个消息, 楚勋目光一向窗外, 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跟那晚偷袭我的老者, 是什么关系? 楚勋突然开口, 让青龙措手不及, 刚落下的心,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前辈,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青龙装傻, 他笑着说道, 努力使自己看起来轻松点, 可他不知道, 自己其实笑得比哭还难看, 青龙很后悔, 为什么要跟楚勋坐同一架飞机,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是吗? 楚勋的眼神愈发危险, 我, 青龙头皮发麻, 正不知道如何自证清白的时候, 突然响起的铃声救了他, 可当他迫不及待拿出手机, 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师父两个字后, 傻眼了, 满脸苦逼, 暗道, 师父, 你敢不敢再配合点, 实力坑涂地啊, 楚勋也看到了, 他嘴角微扬, 然后伸出手, 青龙无奈, 战战兢兢地把手机交给楚勋, 接通后, 楚勋按下免提, 一道洪亮的声音立刻响起, 小龙, 你身边没有人吧? 楚勋手里的枪口对准青龙, 似笑非笑地盯着他, 意思很明显, 说话, 青龙苦笑, 他知道, 若是不按楚勋的意思做, 他丝毫不怀疑楚勋会立刻开枪, 对于一个杀光十二星座的恶魔, 青龙的不敢是运气, 师父, 我在, 青龙应声, 心里默念, 师父勿怪, 徒弟也是被逼无奈, 小龙, 我告诉你, 楚勋手里的麦冲雷枪你, 可得想办法骗过来, 这东西很不错, 对国家的热舞研究有很大帮助, 楚勋神色自若, 眼神微微眯起, 这声音他熟悉, 就是那晚偷袭他的老者, 嗨嗨, 青龙额头冷汗直冒, 他故意咳嗽, 想引起那话那头的警觉, 可对面貌似没意识到, 自顾自地继续说, 你骗的时候注意点方法, 套路懂不懂, 那小子聪明着呢, 别被他看出来了, 脉冲雷枪很有研究价值, 若是被他知道, 肯定会狮子大开口敲诈勒索的, 知道吗? 还有, 听到对面说还有, 青龙魂都飞了一半, 急忙道, 师父, 那个, 那个楚前辈就在我身边, 青龙此刻内心是崩溃的, 他怕师父再说下去, 楚勋会把他扔出直升机, 唐柔眼嘴轻笑, 他觉得这是太有意思了, 对面愣了三秒, 然后手机传来一阵嘟嘟声, 青龙脸都黑了, 他师父不解释, 竟然直接挂了电话, 还能再坑点吗? 前辈, 你听我解释, 青龙肝笑着, 不用了, 楚勋说道, 手掌一番脉冲雷枪消失不见, 青龙和唐柔惊愕, 下一刻, 青龙的表情从惊愕变了哀求, 前辈, 你听我解释, 前辈, 砰砰, 整个武装直升机在半空剧烈摇晃起来, 看得其他直升机上的人一阵胆战心惊, 还以为直升机出了事故, 十几架武装直升机相继落下, 这里是云贵边境的驻军基地, 楚勋携唐柔下机后, 看到得救的人质已经在士兵的安排下, 相继安全离开, 前辈, 玉兔走过来, 看到楚勋身边的唐柔, 宝石般的眼睛暗淡了些许, 刚好有事找你, 可以帮我个忙吗? 楚勋问道, 玉兔宝石般的眼睛放光, 开心地点头, 你等我一下, 楚勋跟唐柔说了一声, 然后拉着玉兔走到一旁, 压低声音道, 帮我查一下这个号码, 楚勋说出血狼告诉他的那个21位的加密号码,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玉兔拍拍汹涌的胸部, 信誓旦旦地说, 楚勋微微汗手, 思索了一下道, 作为感谢, 这个送给你, 楚勋从储物指环中拿出一枚玉指环和一枚玉镯, 这是防御震结和杀戮震结, 楚勋告诉玉兔这两种震结的使用方法, 玉兔圆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脸因为吃筋骨得跟包子似的, 半想才反应过来, 惊呼道, 前辈, 你是说这东西连青龙老大都无可奈何, 楚勋点头, 哇, 太好了, 臭青龙, 看你以后还敢说我办, 玉兔声音软绵绵的, 就算说狠话也没多少威慑力, 反而显得更加可爱, 对了, 青龙老大呢? 玉兔一双大眼睛滴溜溜打转, 捏着杀戮震结, 像是要找青龙试验一下威力, 这东西轻易不要显露, 楚勋提醒, 我知道,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吗? 玉兔吐吐舌头, 这时, 就听到不远处一阵惊呼, 还有幸灾乐祸的笑声, 笑得最大声的是金猴, 笑得前仰后合, 上蹿下跳, 发生什么事了? 玉兔好奇心被勾起, 下意识走过去凑热闹, 哇, 只听玉兔软绵绵的声音, 夸张地响起, 青龙老大, 你怎么成这样子了? 此时的青龙, 哪还有一点以往的沉稳和风度翩翩, 整个人鼻青脸肿, 尤其是两只眼睛, 像是被人重点照顾过, 黑得跟熊猫有的一瓶, 咱们十二生肖里面, 什么时候混进一只果宝熊猫啊? 金猴幸灾乐祸地调笑,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龙猫? 胖子哼哧哼哧地说, 龙, 你这是, 你装哪里了? 一向沉默寡言的战虎, 也罕见的凑热闹, 其实,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青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但想到, 青龙平时老成持重, 不苟言笑, 加之修为太高, 很少有狼狈的时候, 所以, 此时不尽情打去调笑, 以后哪还有这么好的机会? 青龙捶着脑袋, 听着这帮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 毫不客气地取笑, 他眼含热泪, 乌语问苍天, 他到底招谁惹谁了? 太丢人了, 自己堂堂宗师镜, 竟被揍得皮青脸肿, 最可气的是, 自己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柔柔, 我有事要去趟京城, 我让人先送你回去。 楚巡道? 说完, 像是想起什么, 急忙拿出他为唐柔精心准备的防御, 杀戮阵结。 一对花纹精美, 精英剔透的御耳坠。 这对耳坠是楚巡亲手所致, 上面的花纹也是他亲手雕刻。 左耳防御, 右耳杀戮。 楚巡将使用方法交给唐柔。 唐柔脸色娇羞, 飞红, 宛如朝霞夺目。 楚巡哥哥送的礼物, 他芳心欣喜不已。 至于楚巡说的防御和杀戮功能, 他倒是没多想, 因为他对可防御屠杀宗师没什么概念。 欣喜过后, 情绪平缓了些, 唐柔仰起明媚的俏脸看着楚巡, 娇声道, 楚巡哥哥, 我也要去京城的。 柔柔, 下次再带你去京城游玩好不好? 这次他去京城不是游玩, 而是有正事要办。 那位老者着实恐怖, 是敌是友, 现在还不明了, 所以他不能带着唐柔去冒险。 人家不是要去游玩好不好? 我在京城有个珠宝代言, 这几天要召开发布会, 我必须去的。 啊, 楚巡愕然, 感情他自作多情了。 难得看到楚巡尴尴尬的时候, 唐柔经不住, 咯咯笑起来, 如黄黎提名, 悦耳舒心。 既然唐柔也去京城, 楚巡不可能让他单独前去, 他带着唐柔走过去。 看到楚巡过来, 十二声笑成员立刻惊声, 青龙早已被打击得面红耳赤, 看到楚巡过来, 心里竟有些感激, 不过很快, 他便在心里骂自己犯件。 准备直升机, 咱们去趟京城。 楚巡看着青龙说道, 青龙当然明白, 楚巡要去做什么, 立刻安排。 楚巡携唐柔, 还有青龙再次登上一架直升机。 直升机轰鸣着升起, 飞往京城。 呼, 这位大爷终于走了, 惊猴舒口气, 拍着胸口道, 楚巡在的时候, 他连大气都不敢喘。 谁说不是呢? 我后背都湿透了, 胖子满脸憋屈, 见了一号手掌我都没这么紧张过, 站在他身边太难受了, 我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老鼠很没形象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青蛇, 你不是一直念到这位小哥哥吗? 怎么见面后一句话也不敢说啊? 金猴打去, 青蛇有些妖媚的毛子狠狠地弯了金猴一眼, 嘴唇微起, 我不是小哥哥的菜。 说完看向一旁的玉兔, 坏笑道, 小兔子, 说实话, 刚才前辈把你带到没人的地方都干嘛了? 你不会是让他给吃了吧? 玉兔一脸迷糊, 疑惑道, 前辈为什么要吃我啊? 我又不是美食。 众人一阵无语, 在这个人人都是老司机的时代, 玉兔绝对堪称一股清流。 109章 出入京城, 直升机降落在京城机场, 当楚勋的脚踏上京城大地, 心里默然抽痛, 令他眉梢挑起。 楚勋哥哥, 你怎么了? 唐柔察觉楚勋有些不对劲, 楚勋摇头, 下一刻天机影已悄然运转。 天机影, 亏天机? 怎么会这样? 片刻之后, 楚勋心里按惊, 运行天机影后, 入眼一片湿山血海, 他的五脏六腑轰鸣, 如胸有积雷。 楚勋寡淡如水的眸子开始变得冰寒, 天机影不可能出错。 看来京城这片平静的湖面, 下定是隐藏了大杀机,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楚勋哥哥, 你真的没事吗? 唐柔担心, 他感觉到楚勋的气息变了。 楚勋摇摇头, 笑道, 我没事, 走吧。 先将唐柔送到锦绣珠宝公司, 他是锦绣珠宝的代言人。 唐柔下车前, 楚勋提醒, 一旦有危险, 立刻动用震结。 前辈放心, 京城很安全, 另外, 我会派人保护唐小姐。 青龙道, 安全? 楚勋眼神微眯, 他已经感觉到京城空气中弥漫的杀气了。 看着唐柔进去, 楚勋这才适宜青龙开车。 青龙心里郁闷至极, 一辆挂有军牌的黑色路虎揽胜。 他像是在发泄心里的郁闷, 车速极快, 无视红灯, 一路风驰电撤, 跟他平时沉稳的形象很不符。 车子在一座幽静的四合院前停下, 两人相继下车。 前辈, 请。 青龙在前面带路, 推门而入, 院子布置极为优雅, 院子中央有座青色岩石围成的喷泉, 两条龙形雕刻栩栩如生, 口中喷出清澈水柱, 带着点点绿色。 青岩龙雕, 小桥流水, 整个院子是一座一级小灵阵法。 楚勋不动声色, 心里却暗自提防, 因为这样的法阵是出自修仙者之手。 而且, 这院子里还有不止两道极为强悍的气息, 最低都是宗师镜。 毕竟, 防人之心不可无。 穿过院落, 来到后面, 眼前豁然开朗。 满堂绿燃, 荷华开的郑盛, 蜻蜓点水掠过水面, 留下一圈圈扩散的涟漪。 旁边小桥古谱, 有历史的气息, 桥下流水清澈见底, 几条红里翻腾, 荡起泥沙。 走过小桥, 一顶红木凉亭, 亭中有一弹桌。 此时, 有两人相对坐, 简单楚勋前来, 两人起身。 小友, 我们又见面了。 老者拱手, 笑呵呵地说道, 如邻居慈祥的老爷爷。 楚勋可不会被他的外表欺骗, 先不说他偷袭自己的事, 就拿几个小时前来说, 他还缩使青龙骗取脉冲雷枪。 楚勋不愿意说脏话, 但此刻还是忍不住付匪一句贼老头。 师友见面了, 你屁股上的伤好了? 楚勋狭促地说道, 老者脸上的笑容僵住, 想到那晚一时大意, 竟被这小子偷袭得手, 而且受伤的部位还是屁股, 太丢人了。 一号手掌下意识地看向老者的屁股, 青龙肩膀颤了颤, 急忙低下头。 老者一张老脸上的通红, 恶狠狠地瞪着楚勋, 他平时好不容易积攒的威严 即将有崩溃的趋势, 这小子就不是好鸟, 哪有一见面就接人短呢? 他板着脸, 冷哼一声道, 你这小子, 信口雌黄, 敢侮辱于我, 看我不教训你。 龙老息怒, 别那么大火气, 小有年纪轻, 你别跟他计较, 一号手掌急忙说好话。 哼, 年纪轻轻就知道造谣污蔑, 坏我名声, 不给点教训怎么行? 老者撸胳膊挽袖子的就要动手, 看来是气疯了, 连形象也不顾了。 龙老, 有话好说, 别冲动, 楚勋小有, 有功于国家。 一号手掌拼命拦着老者, 有功就要赏, 有错又该罚, 等我先教训完这小子再说赏的事。 老者看来是铁了心要收拾楚勋, 楚勋嘴角微微勾起, 然后化作一道流光略向院子里的阴暗处, 负责保护一号手掌的两名宗师正隐藏在此。 这两人都五十岁左右, 目光伶俐如刀, 气息隐晦, 如蛰伏的猛虎。 看到楚勋袭来, 两人脸色骤变, 通过老者和一号手掌的谈话, 他们了解到楚勋不简单, 所以他们不敢大意, 凝神戒备。 哄, 内袭流转, 进风鼓荡, 如猛兽觉醒般的恐怖气息从阴暗处腾起。 楚勋神色漠然, 去世不减, 同时猛地轰出一拳, 白色拳印顺着拳头迸发而出, 带起阵阵阴暴。 其中一人面色冷俊, 内袭疯狂流转, 轴身巨风骤起, 他手中多出一把长剑, 横扫而出, 剑气纵横。 哄, 白色拳印击散剑气, 去世不减, 这人脸色骇然, 举剑横荡。 荡, 金属撞击声震响, 长剑瞬间被拳印拦腰击断, 人也被震飞出去。 他人在半空, 就被树道轮回丝缠住手脚一头栽下, 倒霉的是头朝下, 差点崴了脖子, 摔得直翻白眼。 与此同时, 一道灵力的刀芒凌空射来, 楚寻闪身避开, 身后十米处的一棵碗口粗细的红荫树咔嚓一声, 被拦腰斩断。 五指轻弹, 五道轮回丝暴射而出, 另一人现身, 手握一把金刀, 目光战战, 毫不犹豫地举刀猛踢, 刀芒迸发而出。 楚寻抬手一拍, 灵力的刀芒便被击散。 不等对方发出第三, 轮回丝已缠上金刀。 楚寻五指并拢, 只听刺耳的金属碎裂声, 金刀之上裂纹蔓延, 最后砰的一声炸成无数金色碎片。 这人惊得面无人色, 想撤刀自保, 但却已来不及, 轮回丝顺着刀柄缠上他的胳膊, 蔓延到全身, 将他捆了个结实。 楚寻掠去, 一手一个提起, 小友住手, 楚寻小友, 手下留情。 老者和一号手掌相继惊呼, 扑通, 扑通, 水花四剑, 悠闲觅食的红礼, 被吓得四处乱窜, 蜻蜓乱飞。 两人被楚寻毫不客气, 扔进了池塘。 楚寻转身, 笑盈盈地看着老者, 道, 下次早点说。 老者跟一号手掌对视一眼, 看到对方眼里的无奈, 一阵无语, 明明他们早喊住手了, 这小子摆明是故意的。 咕噜噜, 如今鱼吐泡泡的声音响起, 寻声望去, 只见被扔进池塘中的两人正往水下沉去, 因为吐气吹出一串泡泡。 他们两人被轮回撕捆得结结实实, 除了嘴巴, 连动跟手指都难, 两人心里的憋屈就别提了。 不过, 他们心里更加惊恐, 因为捆住他们的这些白线, 竟压制得他们的内息无法运转。 要不然, 他们何至于这么狼狈? 小友, 手下留情吗? 老者苦涩, 心里付肥楚寻不是东西, 还请小友放了他们。 一号首长苦笑道, 这两人是他最信任的保镖, 可不能出事。 楚寻轻笑, 猛地一拉, 哗啦! 池塘的水面爆开, 两位宗师由轮回丝牵着扯出水面, 就像被楚寻吊起的两条大鱼, 狠狠地摔在岸边。 池塘荡起一圈又一圈的连衣, 开得正盛的荷花几乎尽数被毁。 一百! 这一幕可以说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两位宗师被制服并且扔进池塘。 这么疯狂的事, 听着就令人咋舌。 宗师, 哪个不是笑傲一方的人物? 现在却变成洛汤鸡, 狼狈不堪。 楚寻手指轻弹, 轮回似消失。 两个宗师得以自由, 从地上跃起, 身上腾起一片雾气, 湿漉漉的衣衫被内袭蒸干, 只留有褶皱。 两人满脸羞愧, 对着老者单膝跪下, 齐声道, 徒儿无用, 给师父丢人了。 他们两个都是老者的徒弟, 修炼有成之后, 负责保护一号首长。 老者单手辅纳吕胡须, 如得道高僧, 淡然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 他不是你们能抗衡的, 输了也不丢人, 不必太过纠结, 切莫丧气, 好好修炼。 误人子弟。 楚寻嘀咕, 声音却刚好让所有人都听到。 小子, 你说我误人子弟? 老者问道, 楚寻却不搭理他, 扭头看向贵地的两位宗师, 笑了笑道, 两位到宗师镜用了多少年? 两人疑惑, 不明白楚寻为什么问这个, 但打者为师, 强者为尊, 他们不敢怠慢。 其中一人回答, 我们两人同时跟随师父修行, 到宗师镜用了三十年不到。 他微微有些得意, 因为有些人穷极一生, 都触摸不到宗师镜的门槛, 他们只用了三十年, 称之为天才也不为过。 这么久? 楚寻撇嘴, 扭头看向老者道, 还说不是巫人子弟, 三十年才到宗师镜, 如若换作我, 只用五年便可让他们踏足宗师镜。 老者表情危僵, 老脸一沉, 很是生气。 楚寻却不理他, 看着两个宗师, 笑道, 不如你们跟随我吧, 我可以让你们每年突破一层, 不出十年了踏足人黄镜, 怎么样? 人黄, 这两字对于巫者来说有些无尽的诱惑力, 人中之黄。 有古言道, 人黄之下接楼也, 若是能到仁黄镜, 这天下何处去不得? 而且, 到了仁黄镜, 寿命达到五百年。 如此诱惑力, 谁人能抗拒? 两位宗师喉咙滚动, 在吞咽口水。 哼, 一声冷哼, 惊醒两人。 两人顿时满头冷汗, 暗骂自己, 修炼之心不稳。 师父说过, 修炼就是在修心, 若心智不定, 难成大果。 师父, 徒儿先行倒退。 两人齐声说道, 得到老者回应后, 能达宗师都是心智坚定之辈, 难以诱惑。 两个宗师啊, 自己身边现在太需要这样的人了。 他眼巴巴地看着两人离开, 心里着实遗憾。 小友, 请吧。 老者笑道, 然后做个请的手势。 楚循也不客气, 走过去坐下。 一号手掌为楚循侦查, 以楚循的修为, 受得起他这杯茶。 所谓茶七九八, 茶针七分, 剩下三分是人情。 另外, 茶针七分, 茶水不会一处烫手。 一号手掌声音查道, 是嘴唇而已, 然后放下, 眼神寡淡。 一号手掌明白, 在楚循这种修为难以预测的人面前摆架子, 纯属找不自在, 所以也不在意。 小友来此, 所谓何事啊? 老者在一旁开口。 楚循邪逆他, 眼神略带讥讽, 也不言语。 意思很明白,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 老者和一号手掌对视一眼, 也不见尴尬。 笑道, 小友到底想问什么? 尽管开口, 我保证知无不言。 为什么给我少将军衔? 楚循开门见山, 一号手掌清了清嗓子, 趁机组织词汇, 然后道, 小友莫生气, 这是我们没询问你的意见, 擅自做主是我们的不对, 但当时根本联系不上你, 我们也实数无奈。 无奈? 楚循语气玩味, 一号手掌脸不红心不跳, 正是楚循的目光, 继续道, 当时你独闯越国,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 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我们给你少将军衔, 对你百烈无一害。 楚循目光充满玩味,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一号手掌被盯得浑身不舒服, 越说声音越心虚, 底气不足, 最后说不下去了。 算了, 早说了这小子就是没长毛, 长毛比猴都精。 老者苦笑一声开口, 楚循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 这两人真把他当毛头小子了? 从他进入这个四合院, 这两人就一直在配合演戏。 刚才看着嚷嚷着要教训自己, 一号手掌拼命拦着, 这一幕假得令人发指。 老者修为比他还高, 一号手掌就是一个普通人, 一万个他也拦不住老者。 再说老者, 修为深不可测, 嚷嚷着教训他的时候, 跟个流氓似的撸胳膊挽袖子, 还有比这更假的吗? 楚循一时弄不懂, 这两人一唱一和的搞什么鬼, 但绝对有所图谋。 所以, 他掀下手为强, 果断出手, 打乱他们的图谋。 楚循小友,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要害你的意思。 一号手掌甘巴巴地挤出这么一句, 楚循神色淡然, 莫不作声。 老者苦叹, 小友, 实话实说, 我们给你少将军衔有两个目的。 第一, 以你的身手震慑其他国家, 让他们知道华夏军人的厉害。 第二, 是想以此绑住你, 让你时刻谨记自己是华夏人。 楚循小友, 并非我们担忧, 只是像你这样的人太过厉害, 难以约束。 你们在担心什么? 难不成有宗师叛国? 楚循打断一号手掌的话, 老者和一号手掌相识一眼, 同时点头。 还真有哦。 楚循眉稍挑起。 楚循的话普通打破了历史的封印, 让老者的双眼瞬间如深潭般漆黑, 深不见底, 脸上带着痛苦之色。 许久, 老者深呼一口气, 像是要吐出有种积压已久的悲凉。 黯然道, 那是七十多年前, 国家正遭受外敌入侵, 大地一片狼烟, 敌扣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家不能住, 田不能重, 民不聊生。 在当时的侵略者中, 有一支由武者组成的队伍, 他们一路突进, 鸣枪豪夺, 击杀我们军事将领, 对当时的战争造成巨大的影响, 他们一路势如破竹, 普通人根本无法抵挡。 面对如此情况, 我华夏武者奋起而聚, 自愿组成庞大的武者队伍, 来对抗侵略者。 你便是组织者之一吧。 楚循问道, 老者点头, 当时以我和杜子飞大哥为首, 宗师过百位, 先天高手后天高手加起来, 足有五百之多。 说到这儿, 老者像是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情, 连身体都开始颤抖了一下。 龙老, 我来说吧。 一号手掌接过话, 老者却白白手, 声音低沉道, 不用。 楚循能感觉到, 他在极力压制体内翻腾的思绪。 当时, 武者联盟成立后, 杀得入侵者连连溃败。 要知道, 他们所谓的武技, 只不过是从我, 华夏流出的庞之末梢, 岂能跟我华夏正宗鼓舞相比, 他们可谓是不堪一击, 垂死挣扎。 老人说, 到此处, 顿了顿, 继续道, 有一天, 我们的人发现了入侵者的藏身之处, 大家都很高兴, 终于可以歼灭他们了。 可, 老者声音开始乌叶, 眼睛开始泛红, 可当我们赶到, 却发现根本没有入侵者。 我察觉到不对, 想撤退已经来不及。 老者说不下去了, 极度乌叶, 老泪纵横。 最后还是一号首长接着说完, 老者他们上当了, 准确地说是被自己人出卖了, 那地方不满炸药。 轰隆一声, 山摇地动, 火光冲天, 地面塌陷, 除了老者侥幸逃生, 其余的人无意生还。 这件事成了老者的梦魇, 无时无刻不再折磨着他。 他发誓, 无论如何都要找出那个出卖他们的人。 楚循默然, 不知道说什么? 他不懂这种感觉, 因为在意识, 他从没加入过宗门帮派, 向来都是独立独行, 万事犹新, 只靠自己。 他曾也羡慕过那些名门宗派的弟子, 有大量的资源享用, 但却因为性格原因和在地球上的遭遇, 让他很难去相信别人。 有那个叛徒的消息吗? 楚循问, 老者情绪平缓了些, 缓缓道, 他叫万庆明, 十年前他在窝国出现过一次, 之后便失去踪迹。 若是碰到, 我会顺手宰了他。 楚循端起茶杯, 清明一口, 随意地说道, 老者却在摇头, 很认真地看着楚循, 诚恳道, 若是他落在你手里, 请留他一命。 楚循目录疑惑, 随之明了, 啊, 我知道了, 我会留他苟命。 老者道谢, 他要亲手斩杀万庆明, 以此祭奠那些枉死的冤魂。 楚循手指轻轻敲打石桌, 扭头看向老者, 目光战战, 突然开口道, 我想见见他。 楚循真的很想见见老者身后的那个修仙者。 老者却连思考都没有, 直接摇头, 道, 现在不行, 你修为太低。 楚循敲打石桌的手指顿住, 嘴角微扬, 屈指一弹, 手边的白玉茶杯呼啸而出, 只取老者面门。 老者伸手, 内膝自手心散发, 形成一道小型龙卷风, 茶杯被卷入, 在半空滴溜溜打转。 楚循手捏拳硬, 豁然轰出。 老者连续两次说他修为不够, 多说无意,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开干, 简单粗暴。 老者伸手一饮, 茶杯平稳落在桌面, 然后手掌轻晃, 由内膝所化的掌印带着奸笑暴射而出。 哄, 全印掌印相交, 如小型炸弹爆开, 灵类的静气从半空爆开, 急速扩散。 楚循一挥手, 节节力显, 将下的脸色发白的一号手掌护在里面。 然后脚下石板炸裂, 人已掠出厅外, 身轻如燕, 屹立在一朵盛开的荷花之上。 老者轻横, 画掌围刀, 凌空披下, 刀器暴射而出。 楚循深如流光, 掠上另一朵盛开的荷花。 吃! 之前站立的荷花被刀器搅碎, 一条倒霉的红礼也被刀器割成生鱼片。 楚循眼神微眯, 立光暴闪。 老者随便一招都有如此威力, 果然恐怖。 但是, 这些还不够。 一百一, 刷! 木剑突兀地出现。 楚循手握木剑, 咬指老者, 身上的战意急速飙升。 哦! 木剑名音爆发出璀璨之光, 剑气吞吐不休。 老者周身气息攀升, 翻手间一枚八角铜镜出现, 光芒大作, 便随着龙鹰之声跟木剑散发出的凶艳分停抗礼。 楚循目光一到老者食指上的戒指, 眼神闪烁, 储物空间看来是他身后那个修仙者的手柄。 小子, 你想毁了我这小愿吗? 老者手持铜镜, 眉毛倒数。 楚循一言不合就动手, 太不讲究了。 两个选择, 第一, 带我去见他。 第二, 接我几招, 只不过毁了你这小愿, 可别怪我。 楚循的战役已经到了顶点, 仿佛老者敢说个不字, 他便会发出雷霆一击。 青龙也是宗师, 却被楚循和老者散发的气息压得气血翻涌, 难受至极。 老者对楚循的话却不屑一顾, 楚循秀为没他高, 却在这里大言不惭地威胁他, 这让他又气又怒, 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教训楚循一顿。 小子, 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老者怒道。 废话真多, 语气淡漠, 手中木剑轻盈, 老者气得鼻子冒白烟, 手中铜镜开始发光。 楚循木剑轻灰, 带起一片光幕, 剑鸣声震震。 来吧, 楚循木剑横扫, 剑盲暴涨, 坐视预斩。 吼吼, 八脚铜镜激活, 龙银声震人心脾, 八脚铜镜光芒激荡, 伴随着龙银声飘上半空, 紫铜色的镜面直对楚循。 楚循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 奇怪的是, 铜镜中的自己头上脚下, 看着很是别扭。 死老头, 你是故意的。 楚循不满, 觉得老者是故意在捉弄自己。 八脚铜镜悬在半空, 光芒大作, 如一轮小太阳。 楚循略微皱眉, 他感觉到了危险。 突然, 一道光束自铜镜中暴射而出, 直奔他而来。 楚循脸色骤变, 光束速度太快, 而且无声无息, 但他能感觉到光束中蕴含的巨大能量, 十分恐怖。 这老头耍诈, 他记得那晚他和老者交手时, 八脚铜镜中是八条金龙, 怎么会变成光束攻击呢? 说实迟, 那时快, 楚循以化作流光突破因素倒射而出, 同时大量真元注入木剑, 爆出刺耳的剑鸣声。 一剑斩出, 剑气如银河倒挂, 带着刺眼的光芒暴射而出。 剑气撞上金色光束, 老者怒吼, 声音带着焦急。 楚循深如流光, 带着一号手掌暴射而出, 一跨就是十几米, 突破因素。 青龙本身修为不弱, 身为宗师, 感应力强的离谱, 早已察觉到危险, 暴冲出去。 老者也在倒退, 速度快如闪电, 边退边吼, 该死的小子, 你毁了我的庭院。 此时, 院子中央的空气发出被炼化的刺辣声, 随之半空浮现出一颗光球, 随着光球越来越大, 红木亭子, 石桌煞石爆开, 老者最喜爱的白玉茶具, 瞬间被搅成鸡粉。 哄, 池塘炸开, 荷花被连根拔起, 然后被扩散涟液搅碎, 无数红礼遭受迟鱼之灾。 爆炸的风暴所过之处, 尽数被毁。 原本安静, 优美的小院子, 彻底化为废墟。 青龙一口气窜出去几十米才停下, 眼神呆滞地看着被毁的院子。 一号手掌目瞪口呆, 暂时还在猛逼状态, 一时半会回不过神。 小子, 你陪我院子。 老者看着眼前的废墟, 气得鼻子冒白烟, 手里的铜镜嗡嗡作响。 楚寻吓了一跳, 暗自戒备, 老者修为太高了, 他承认暂时不是对手, 刚才那一件就将他的真元抽了个七七八八, 再来一次他恐怕地当场晕厥过去。 小子, 真当这世上无人能治你吗? 老者看来是真怒了, 声音竟带起音爆, 身上腾起恐怖的气息怒视楚寻。 院子被毁, 大部分责任在你。 楚寻反驳, 暗中调息, 争取尽快恢复。 楚寻承认自己小看了老者, 观老者现在的状态, 丝毫不见违米, 气血旺盛, 犹在巅峰状态。 再看自己, 真元好去十之七八, 孰强孰弱, 一眼便知。 老者嫌逆, 冷哼道。 难不成院子被毁, 还是我的错了? 你若带我去见他, 何至于这样? 楚寻道。 小子, 废话少说, 让我来教你, 何为尊老? 老者手握八脚铜镜, 内袭涌动, 铜镜中传出荣吟之声。 你想战, 我奉开。 楚寻不甘示弱, 目剑一挑, 真元灌入剑身, 目剑金光流淌, 如一柄金剑, 散发着灵力的剑气, 剑鸣声响起。 楚寻神色淡漠, 目光战战。 他承认老者修为深不可测, 但想要教训他, 异想天开。 他修为没老者身后, 但论手段, 十个老者绑一块也不是他的对手。 以他现在的修为, 随便可布置一座二级上瓶法阵, 到时候布置一座杀戮法阵, 够老者喝一壶的。 楚寻跃跃欲试, 他真想试试, 看能不能坑死老者。 老者眼神狐疑, 他察觉到楚寻的气势变了, 变得信心十足, 这小子手段古怪, 难道又有什么阴招? 老者愁愁, 身上强横的气势不知不觉也弱了几分。 来吧, 楚寻语气淡薄, 举剑欲斩。 龙老, 楚寻小友, 还请住手, 别再打了。 一号手掌这才清醒过来, 眼看两人又要动手, 急忙制止。 看着眼前这一片狼藉, 残垣断壁, 如炮弹轰击过一般, 一号手掌眼前发晕, 这真是人力造成的吗? 举手台足间比一些大型热武器还厉害。 这太恐怖了, 他了解龙老, 又了解一些密室, 但还是对这种破坏力感到心惊。 青龙也是眼韵, 心里惊惧, 楚寻的战力比他想象中还要可怕。 龙老, 楚寻小友, 你们两位都是高人, 别试了身份, 有事坐下来谈不好吗? 一号手掌劝说, 心里苦闷, 他这个手掌当的都快成何事老了。 楚寻和老者都知道, 到了这份上, 战斗肯定继续不下去了。 老者冷哼一声, 一甩手走到旁边想坐下, 可现场狼藉不堪, 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他的火蹭蹭往上漫。 楚寻淡然, 邪逆他一眼, 走过去直接席地而坐。 老者冷了一下, 竟然也有样学样, 挥手风起, 卷走地上的灰尘, 然后席地坐下。 小子, 你得陪我的院子。 老者咕弄。 楚寻危证, 老者的话倒是提醒了他, 当下发来的信息给陈汉龙, 是两串数字。 这是血狼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和密码, 他使用搜魂术的时候得到的。 龙老放心, 院子的是交给我。 见楚寻根本不理会, 一号手掌无奈, 只能自己硬承下来。 这是必须的这小子。 老者满脸别扭。 一号手掌好奇, 一动院子, 只要弄好不就行了? 他觉得老者此时跟以往沉着, 冷静, 睿智的样子很不相符。 只有楚寻明白, 院子里的小灵阵被毁, 这才是老者最心疼的。 而法阵只有修仙者才能布置。 楚寻眼底闪过一抹金光, 以他推测, 老者身后的修仙者修为难测, 照理说不止一座法阵, 只是抬手间的事。 老者为何非要自己陪他呢? 难道? 楚寻心里大概猜到, 这位修仙者恐怕自身出了问题, 带我去见他, 或者我可以帮上忙。 楚寻盯着老者, 突然说, 老者微冷, 之后脸色骤变, 楚寻问的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他盯着楚寻, 想知道楚寻是真知道了什么, 还是在诈呼他。 就你这点修为, 能帮什么忙? 老者故作不屑, 他在试探。 老者不知道, 他的试探使楚寻明白, 他的猜测没错。 楚寻目光如炬, 迎视着老者道, 你该知道, 这世界上除了我, 没人能帮他。 老者身子微颤, 不留意根本看不出来, 但却逃不过楚寻的目光。 小有心思缜密, 有一颗欺翘玲珑心, 老朽佩服。 老者夸赞, 同时身上气息改变, 不怒自威。 青龙低垂着头, 脸色愈发恭敬。 一号手掌轻笑, 气质也随之改变, 上位者的威势散发。 楚寻神太自若, 嘴角威扬, 这两人玩得一手好套路, 从他踏进这个院子, 最少有不下三次试探。 倘若他露出一丝软弱, 现在肯定被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老者一身修为深不可测,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嬉笑怒骂, 所有的情绪都表现在脸上。 还有一号手掌, 乃是一国帝王, 掌控军权, 久居上位, 怎么可能一副懦弱的样子。 小友不但有颗玲珑心, 而且胆识过人。 一号手掌也毫不吝啬地夸赞, 楚寻眉梢挑起, 淡然道, 两位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有话直说, 两人相视而笑, 我们想要你手中的脉冲雷枪。 一号手掌开门见山, 楚寻眸子浮现出点点笑意, 道, 没问题, 两人诧异, 以他们的了解, 楚寻属于不见兔子不撒鹰, 不见鬼子不拉弦的主, 这次怎么这么干脆, 绝对还有后话。 果然, 只见楚寻抿了名嘴, 一脸嫌弃地说道, 看你两个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交换, 这样吧, 一百亿成交, 怎么样? 一百亿? 老者跟一号手掌眼睛瞪得像牛蛋似的, 这家伙真敢狮子大开口。 你我这等身份, 应该心如止水, 是钱财如粪土, 岂能被俗物影响修炼之心? 老者鄙视, 楚寻嘴角微扬, 眼神玩味, 道, 实在不好意思, 我没你那么高觉悟, 能把人人追求的金钱看成粪土, 在下佩服, 你是金钱如粪土, 那定是不把一百亿放眼里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 老者憋得脸色战红, 哑口无言, 他本意是打算激将, 让楚寻放弃这一百亿, 可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百亿? 楚寻目光玩味, 看向一号手掌, 一号手掌却是脸不红心不跳, 很是大气地挥手道, 别看我, 我没钱, 我的钱都是国家的。 楚寻微微惊恶, 不愧是搞政治的, 这脸皮真是厚, 没钱你还说得大气凛然的, 你是金钱如粪土, 你没钱, 但你们却想要卖冲雷枪。 楚寻看着两人, 然后道, 没问题, 还没等两人高兴, 楚寻道, 没钱可以打戒条啊。 啊, 两人发冷, 你们既穷, 又不想打戒条, 难道打算空手套白狼? 不知道君子不受接来之时吗? 虽然这两人跟君子都不沾边, 楚寻付匪。 一号首长和老者相视一眼, 一咬牙道, 行, 我们打戒条。 一张戒条而已, 楚寻为了讨债还能跟自己打官司, 他打得过吗? 一号首长这样想, 青龙找来执笔, 两人开始写戒条, 两人心里都憋屈得很。 一号首长手握天下兵权, 站在世俗界最顶尖的人物, 老者一身修为深不可测, 站在武道界顶端的人物。 可就是这么两尊牛气的大人物, 此刻却被楚寻逼着写戒条, 他们能舒服吗? 首长, 你这样不太好吧? 楚寻眼神嘲弄, 一号首长脸色微红, 赶紧把欠条改成戒条, 心里暗负, 这小子真贼, 这都懂。 欠条的诉讼期只有两年, 而戒条是二十年, 让本想做点手脚, 谁知道被看穿了。 好了, 老者气呼呼地说道, 那一片薄薄的纸, 却如利刃一般射向楚寻。 楚寻伸手一探, 将那张指甲在指尖, 然后看了几眼, 日期, 指印一样不差, 当他看到签名时, 嫌弃地撇了撇嘴。 龙傲, 这是老者的签名, 真是有够俗气的楚寻富匪。 小子, 你那什么眼神? 老者很不爽, 这就被逼欠下五十亿。 楚寻笑道, 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 你的名字无比霸气, 散发着王八之气, 令萧小之辈胆颤。 打住! 龙傲皱眉, 他并不觉得自己的名字, 有什么不对, 不过被楚寻这么一说, 总觉得很别扭。 楚寻小友, 给你。 楚寻接过来, 看得很是仔细, 玩政治的比别人都多几个心眼, 再说, 华夏文字博大精深, 有时一个字可改变全局。 确认无误后, 楚寻将借条收进储物空间, 然后拿出脉冲雷枪递过去。 一号手掌急忙接过去, 满脸欣喜, 翻来覆去地查看。 能看出是那个国家研发的吗? 龙傲脸色严肃, 因为这脉冲雷枪的威力太恐怖, 如果持枪者是后天修为, 这得交给武器专家, 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 想要从这上面查出 支持金狼拥兵团的国家, 恐怕不太容易。 不过有了这个样本, 会对会对我们的武器提升威力, 大有帮助。 楚寻对这些不感兴趣, 有些索然无味。 他这次是奔着龙傲身后的修仙者来的, 可惜这死老头油盐不尽, 还屡次打击, 他修为太弱。 我什么时候能见他? 楚寻不知道为什么, 他特别想见那个修仙者, 这是心之所向。 不知道? 龙傲回答得很干脆, 楚寻气得牙痒痒。 小友, 莫生气, 不是老朽故意为难你, 只是实际味道。 龙傲脸色严肃, 声音诚恳。 楚寻没稍挑起, 最终没说什么。 他知道, 有些事急不来, 强求不得。 既然如此, 两位保重, 记得赶紧筹钱, 说到筹钱, 楚寻语气微微顿了一下, 眼神发光, 默然看向龙傲道, 其实你们没钱, 可以用别的东西抵押。 老者和一号龙傲瞬间戒备起来, 通过这次接触, 他们对楚寻的秉性大致了解。 你想要什么? 龙傲问道, 语气戒备。 楚寻邪逆, 他, 道, 我无所谓, 什么灵药, 灵草, 灵果都行, 我不挑。 楚寻隐隐能感觉到, 龙傲的藏货不守, 而且都在这栋庭院中。 龙傲先是一正, 然后嘴角抽搐。 这小子真敢开口, 灵药灵草, 在如今这灵气枯竭的时代, 这些东西那样不是价值连城, 有的话快点拿出来, 要么还钱。 楚寻催促, 他现在可是这两人的债主, 底气很足。 别说灵药灵草, 就是杂草都没有一根。 老者不爽道, 欠债还钱, 没钱以物抵押, 这天经地义。 是, 你们想耍无赖。 楚寻眼睛微眯, 然后笑道, 俗语道, 人穷至短, 马寿毛长。 可像你们这样, 既穷又赖的, 还真是少见。 不过无所谓, 这钱我可以不要, 但总不能鸡飞蛋打, 什么都落不下吧? 所以, 我决定, 楚寻的声音拉得长长的, 让对面两人心都提起来了, 这才到, 我决定, 把这两张借条曝光给媒体, 传到网上也行。 随便, 老夫不受威胁, 龙傲仰手, 一副誓死不受威胁, 大义凛然的模样。 楚寻眼睛, 这都什么人啊? 欠钱还欠得这么理直气壮, 大义凛然, 同仇敌忾, 一副誓死不认输, 无所畏惧的模样。 楚寻心里那个恨啊, 这两个老赖, 龙傲他打不过, 一号手掌他不敢打, 他有种想骂人的冲动, 龙傲老神在在, 在楚寻看来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一号手掌面色严肃, 心里暗笑, 那家媒体有这个胆子。 至于传到网上, 国家网监局是吃干饭的, 谁敢转发, 第二天就有人去他们家插水表。 楚寻稍微一向便明白, 这两人有恃无恐的依仗是什么? 你们真想耍赖? 楚寻眼神变得危险起来。 你想做什么? 龙傲警惕, 他知道楚寻可不是善查。 没事, 楚寻摇摇头, 我就是在想, 等你这庭院建好, 我再来找你切磋。 龙傲眼睛鼓起, 威胁赤裸裸的威胁。 小子, 你再敢回我庭院, 我跟你没完。 楚寻却不以为意, 你都开始耍老赖了, 我就不能使点手段。 老龙, 说真的, 你到底有没有灵草灵药? 我有急用。 楚寻道, 他没说假话, 他要着手炼丹, 这丹名为破结丹。 破结丹, 普通人服用, 可洗精法水, 凝炼出真元, 一举踏入炼气初七。 武者服用, 可直接突破一层。 楚寻打算让身边的人都开始修炼, 振洁毕竟是外物, 只有修炼才能自保, 与天争命。 他不想百年千年之后, 身边连个熟悉的人都没有。 没有? 龙傲回答得很干脆。 楚寻很生气, 龙傲明显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确定? 楚寻问道, 同时神念席卷而出。 在这灵气枯竭的地球, 想到找奇魄结丹所需的药材, 着实不易。 楚寻问龙傲并不是随口而问, 而是他感觉到, 这座庭院中有他需要的东西, 应该是有人教过龙傲如何隐藏这些灵草灵药的气息, 所以他一时感应不到具体位置。 小子, 你得了失心疯吧? 如果真有那些东西, 我自己不服用, 还能留给你。 龙傲反问, 是你逼我的。 楚寻淡淡地说道, 手掌一翻, 数块上好的古玉出现, 这些都是上次在起天珠宝商行弄到的, 就剩这几块了, 其他的都制成了阵结。 刷! 树道声响, 古玉被禁术打出, 落在不同的方位, 将龙傲围在中间。 下一刻, 楚寻食指舞动, 急速结硬。 龙傲脸色猛变, 他当然知道楚寻在干什么, 想用法阵困住他。 小子, 你大胆。 龙傲气得大吼, 楚寻太不把他放眼里了, 屡次挑衅他。 刷! 龙傲脚猛地蹬地, 轰然炸开, 人以反射而出。 太晚了。 楚寻大笑, 遮天蔽日大震, 起! 哼! 空气被无形的力量扭曲, 发出暴鸣声。 水木般的七彩屏障, 硬声浮现, 犹如银河, 倾斜倒挂, 巨大的结界形成, 将龙傲笼罩。 嗡! 界闭发光, 如涟漪扩散。 龙傲凌空折射, 倒飞回去, 气得老脸战红, 他大意了。 楚寻不知法阵太急速, 他没能跑出去。 碰! 龙傲一拳轰出, 内袭透体而出, 凝聚成全硬飞出击中借壁。 不得不说龙傲太厉害了, 整个节节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小子, 想凭借这个小法阵困住我, 痴人说梦。 龙傲傲然道, 同时再次拍出一掌, 阵的戒壁忽明忽暗, 像是随时要碎裂般。 楚寻嘴角微扬, 眼神讥讽, 盯着龙傲, 暗道若是这么快就被你攻破, 这个二级上品阵法也太明不复。 时了, 他凌空点出一指, 嗡! 整个法阵被激活, 如同赋予了生命, 一阵轰鸣声。 阵内的龙傲脸色凝重, 刚才还是白天, 突然四周漆黑一片, 如墨泼斑, 伸手不见五指。 他脚下试着踏出一步, 结果砰的一声像是撞在铜墙铁壁上, 身子连连倒退, 额头发红, 刚才是脑袋撞上去。 龙傲皱眉, 脚下不再动, 而是屈指一弹, 内膝通过指尖迸发。 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 龙傲突然横移一步, 一道白忙羞的一声从他耳边划过, 差点伤到他。 龙傲微惊, 这是他刚才弹出的内膝, 没想到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而且, 他望了这里的四周都是羁绊, 他横移这一步却撞上一堵墙, 然后轰隆一声, 强冒似被他撞塌了。 龙傲恼怒, 因为这是他一脑袋撞他的, 此时脑袋嗡嗡作响, 眼冒惊心。 龙傲愤怒, 羞怒, 周身开始发出银银白光, 内膝护体。 他伸出手, 如瞎子摸象, 可伸手赶出发现四周空无一物, 可当他迈出一步却立刻撞墙。 好在现在内膝护体, 所过之处爆炸坍塌剩一片, 他试探着踏出一步, 果然再无阻挡。 雕虫小剑, 想拦住我, 幼稚。 龙傲怒然道, 双拳不断齐轰, 大步行走。 青龙, 龙傲这是? 一号手掌艰难地吞口口水, 后背发寒, 嘻喃着道。 青龙目瞪口呆, 一脸猛逼, 不知如何回忆。 在他们眼里, 龙傲一会怒, 一会笑, 还伴随着手舞阻导, 典型的精神病患者。 龙傲当然不会是精神病, 他们两人知道, 这是楚巡的手段。 当他们看向楚巡, 不禁愕然, 只见楚巡正拿着手机拍摄, 嘴角扬起恶魔的笑意, 令人后背生寒, 汗毛倒数。 110, 楚巡一边在拍摄, 神念却早已如洪水般蔓延出去。 突然, 他眼神发光, 找到了。 楚巡收起手机, 朝着前院掠去, 这个法阵挡不了龙傲多久的, 他得抓紧时间。 来到前院, 楚巡凝视轻石建造的人工喷泉, 然后上前, 双手扣住那两条龙形石雕, 双手发力, 重大上千斤的石雕, 缓缓转动。 咔嚓! 石雕转动半周, 像是触动某种机关, 只听轰隆隆的声响, 这个喷泉抖动, 龙形石雕横移, 露出一人高的入口。 所谓一高人胆大, 楚巡毫不犹豫地踩着石阶盘旋而下。 大概走了五分钟, 一扇十米高的石门映入眼帘, 石门应声而开。 抬脚买入, 里面是一百多平方的空间, 石壁刀克斧凿的痕迹明显, 这是人工建造的地下空间。 令楚巡惊讶的是, 墙上两颗拳头大小的夜明珠, 将这里照耀得如白昼一般。 楚巡咋舌, 好大的手笔, 这么大的夜明珠, 随便一颗便价值连成, 而且这地球上也没几颗吧? 在这里却只做照明用, 真是太奢侈了。 楚巡举目横扫, 嘴角微扬, 眼前有座法阵, 名为遮目, 说白了就是障眼法。 这只是一级夏萍法阵, 对楚巡来说如同无误。 一脚落下, 阵眼被踩裂, 法阵瞬间被破。 法阵破开, 楚巡举目望去, 顿时呼吸一致, 眼底罕见地爆发出炙热之色。 发财了, 楚巡泥南, 天雾草, 七星连, 百叶玄草。 十几种夏萍, 灵草相应交辉, 散发着赤盛的光芒, 空气中充斥着浓郁的药香和灵力。 楚巡大笑, 龙奥这老家伙私藏了不少好东西, 想想也是, 这老头活了快两百年了, 怎么可能没点拿得出手的东西? 不过, 现在这些都归自己了。 眨眼间, 这些灵草灵药被以特殊手法封印, 全部进了楚巡的储物空间, 这样全部拿走不大好吧? 楚巡咕弄, 就当是自己买的吧, 大不了回头将那张欠条还给他。 这样想, 楚巡心里舒服多了, 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 这些灵草的石壁石竟被弹了回来, 有古怪。 楚巡上前仔细感应, 神色略微古怪, 因为这又是一座法阵, 同样是隐藏法阵。 这后面有什么好东西啊? 楚巡双眼放光, 像是要穿透眼前的法阵般。 这是一座二级法阵, 这里的阵法都是出戏龙奥身后那个修仙者的手笔。 楚巡有些兴奋, 对方布置, 他破阵, 这相当于隔空博弈。 神念蔓延, 笼罩整个法阵, 所有法阵只要找出阵眼, 一刻控制活着破除。 片刻以后, 楚巡眼神一亮, 找到阵眼了, 这次又是他赢了。 哄, 一拳击碎阵眼, 法阵应声消失。 楚巡举目望去, 他早就好奇这法阵之后隐藏了什么好东西。 此刻一看之下, 心脏喷喷狂跳。 玄幽石, 化形草, 天玉碧落果, 满目光滑, 娇翅身辉, 令人心神摇曳。 这里竟有十多种中品, 灵草灵药, 还有炼气的材料, 里面有几种正式破解单所需要的材料。 楚巡眼睛发直, 这些东西在异界时他根本不看在眼里, 此时却不同, 简直如同天才地宝般珍贵。 这就如同一个吃腻了山珍海味的富豪, 你把他扔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天天只能啃野果, 突然有一天扔给他一天麻雀腿, 他保证连骨头都嚼碎咽下去。 楚巡现在就是那个困难的富豪, 此时那还能按耐得住以他的心性, 也只有这些东西能让他动心。 顷客之间, 这里能用的东西全尽了楚巡的储物空间, 就连栽种灵草灵药的陪土都没放过, 可谓是瓜地三尺。 楚巡嘴角含笑, 表示他心情很好, 有了这些材料, 历练致破, 劫单近了几分, 他岂能不高兴? 他的神念还在蔓延, 楚巡觉得这里应该还有好东西。 果然, 神念被一处石壁反弹回来。 楚巡大喜急忙上前, 仔细查看, 神色猛的凝重。 只有他清楚四级法阵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龙傲身后的修仙者, 使元英七的修仙者或许更强。 元英七, 抬手山崩地裂, 副手洪水断流, 地面塌陷。 如高丽, 越国这些小国家, 元英七的修士随手可灭, 除了和武, 没什么对他们能造成威胁。 这一刻, 连楚巡都有些惊悚, 元英七的修士若是对他出手, 他连逃跑都做不到, 对方弹指就可以让他灰飞烟灭。 他好不容易搜寻的这些东西, 难道乖乖还回去? 这不可能, 楚巡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是堂堂楚先帝, 虽暂时失去修为, 但岂能为战先妾? 楚巡目光战战, 如两刀利剑, 浑身透露出无比霸道的气息。 拿了就拿了, 谁能奈我何? 楚巡心思大定, 目光看向眼前的四级法阵, 满脸遗憾, 以他现在的修为, 想破解四级法阵根本不可能。 真想看看这法阵后面, 藏了什么好东西。 虽心有不舍, 但楚巡也不敢不耽搁, 他困住龙奥的法阵撑不了多久, 到时候别说那个原因期的恐怖大能, 就是龙奥也够他头疼的, 现在还是三十六级, 跑为上级。 楚巡朝着洞口, 掠去, 脚下生风, 速度全开, 带起阵阵阴暴, 一步就是十几米, 几分钟后, 已在几公里之外。 当然, 他走的时候没忘了, 将墙上的四颗夜明珠收走。 哼, 楚巡用来困住龙奥的法阵爆开, 随风消失, 龙奥硬生生将法阵打爆了, 脱困而出。 虽然有些狼狈, 但也因此证明他修为恐怖。 龙奥眼底寒煞, 眉毛倒数, 发现楚巡不在。 跑了? 算你小子聪明。 不过很快, 他就不这样想了, 脸色骤变, 一晃出现在前院, 一眼就看到地洞入口大开, 一个闪身窜了进去。 楚巡? 一声怒吼, 镇的地面瑟瑟颤抖。 后院的青龙和一号手掌面面相亏, 要不要带着龙奥去医院检查一下? 一号手掌担忧地说道, 青龙一阵无语, 朝着前院而去。 听声音肯定又是楚巡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引得他师父大怒。 不错, 有点意思。 一号手掌咕弄, 怎么看都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同时也大摇大摆地赶往前院。 龙奥两眼冒火, 头发根根竖起, 如同一头发狂的狮子。 他从地洞冲出来, 将龙形石雕复原, 然后选了一个方位, 怒吼着追了下去。 速度快若闪电, 眨眼失去踪迹。 刚赶到前院的青龙和一号手掌刚好看到龙奥一闪而过, 空气中的怒吼声还没来得及消散。 这小子到底干了什么? 一号手掌真心有些震惊, 能把龙奥气得发狂,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龙奥这样子。 青龙也是满脸猛逼, 这还是他那个倒鼓先锋, 老成持重的师父吗? 楚寻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让他师父连形象也不顾了。 楚寻一路风驰电撤, 根本不敢停下, 他仿佛已经听到了龙奥抓狂的怒吼声。 其实楚寻这是做贼心虚, 先不说龙奥的速度本身就没他快, 更何况龙奥还追错了方向, 跟楚寻刚好相反。 除非绕地球一圈, 才能碰到楚寻。 龙奥一口气追出好几公里, 连楚寻的影子都没看到, 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 咆哮道, 楚寻小贼, 这次我与你事不罢休。 这小子太狠了, 说他掘地三尺也不为过, 连墙上的夜明珠都不放过, 现在的浮动已经变成了废动。 好在后面几层他没打开, 否则他定要天上地下追杀楚寻, 然后以死向龙祖谢罪。 虽然知道不可能找到楚寻, 但龙奥还是忍不住咆哮怒骂, 发泄着心里的郁闷。 直到骂累了, 龙奥铁倾着老脸返回。 看到龙奥回来, 青龙赶紧迎上来, 关心地问道, 师父, 您? 没事吧? 龙奥恼怒地摇摇头, 师父, 这是楚前辈让我交给你的。 青龙双手捧上一张纸, 龙奥接过去, 脸色愈发愤怒, 这是他写的那张戒条, 只不过背面多了几句话。 老龙, 五十亿买你几棵杂草, 你算老着了, 我猜你现在肯定笑得合不拢嘴, 对吧? 没关系, 这个便宜就给你占了, 我这人一向买卖公平, 童所无欺, 你不必太感谢我, 现在我们两清了, 你也不用再因为欠我钱而愧疚, 就不跟你当面告别了, 免得你不忍分别, 正所谓相见不如怀念, 我们江湖再见, 楚寻流。 是, 纸张化为满天碎屑, 随风而逝, 龙奥气得脸色发紫, 嘴唇哆嗦, 眉毛倒树, 声音颤抖。 他什么时候交给你的? 十几分钟前, 他还把手掌接走了, 青龙缩了缩脖子道, 龙奥身上的气息太吓人了, 龙奥更生气了, 楚寻静趁着他去追的空荡又返回来, 还带走了一号手掌,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了, 青龙捶着脑袋, 不敢吭声, 心里很是憋屈, 他不眼睁睁看着还能咋办, 阻拦的后果无非就是一顿胖揍, 他也很无奈啊, 碰, 青龙被龙奥一脚踢飞, 从此刻起, 我要闭关, 我希望等我出关的时候, 这里已经恢复如初, 龙奥扔下话, 转身便走, 青龙欲哭无泪, 他这是躺着也中枪啊, 师父放心, 等您出关, 这里保证恢复如初, 青龙眼含热泪地说道, 龙奥点点头, 脚步不停, 师父, 那首长怎么办, 青龙问, 不用管, 做好你的事, 龙奥头也不回地说道, 一号首长肯定是自愿跟楚寻走的, 否则, 楚寻岂敢冒天下之大部尾绑架一号首长, 他加快脚步走向密室, 他心里的火已经快压不住了, 该死的楚寻小贼, 110, 黑色的鹿胡懒胜在路上急驰, 这车是青龙的, 楚寻暂时借用, 当然, 青龙开始是不愿意借的, 后来在楚寻的教育下良心发现, 很客气地将车子让出来, 车子突然停在路边, 楚寻下车直接将军牌扯下来, 然后返回车上, 拆卸军牌是犯法的, 后面的一号首长道, 楚寻淡淡地呕了一声, 算是回应, 然后就没下文了, 他这么做, 其实是怕龙傲通过车子找到他, 一号首长郁闷, 按道自己好无聊, 竟跟楚寻这样的人扯法律, 真是对牛弹琴, 他们脑子里那有法律这个概念, 你要带我去哪? 一号首长问道, 楚寻通过后视镜看着他, 开口道, 不是我要带你去哪? 这京城不是你的地盘吗? 作为东家, 你说这话合适吗? 一号首长摇头苦笑, 微微思索了一下, 爆出一个地址, 楚寻也不问这是什么地方, 一脚油门, 车子轰鸣, 这窜了出去, 路虎后面, 一串车队也开始加速, 他们都是负责一号首长安全的, 包括那两位宗师也在内, 一个小时后, 根据导航, 车子在一条幽灵的巷子口停下, 巷子太窄, 车子进不去, 看样子, 这巷子有些年头了, 两面墙壁斑驳, 墙皮脱困, 四周的建筑也有些老久, 如果从外面宽阔的柏油路上看, 四周高楼大厦, 一片繁荣, 谁也想不到在高楼后面, 还有这么一条破旧的巷子, 驴粪淡表面光, 楚寻伸手轻敲墙壁, 一块墙皮掉落下来, 他不禁嘲讽, 一号首长也不在意, 微微一笑, 伸手捡起那片掉落墙皮, 笑着说了句题外话, 听说过酒香不怕巷子深吗? 是挺香的, 楚寻早已闻到空气中飘散的酒香味, 他喝过鲜饮佳酿, 嘴巴一直很挑, 但此时却不得不承认, 这酒的味道很醇厚浓香, 走吧, 请你喝一杯, 这酒在外面根本喝不到, 一号首长做个请的手势, 然后在前面带路, 顺着巷子一路向前, 直到一栋院子挡住去路, 一号首长上前推开门, 两人相继迈入院子, 院子不大, 被规划得仅仅有条, 花园, 菜地, 一样不少, 迎接两人的不是这里的主人, 而是一只大狗, 大得跟牛犊子似的, 但却不是什么名贵品种, 威风凛凛的感觉, 有黑的眼睛盯着楚巡, 张嘴欲吠, 闭嘴, 楚巡眼底金光一闪而逝, 像是呵斥人一样呵斥他, 可效果很明显, 他张开的大嘴和尚, 没敢叫出来, 动物的感觉比人灵敏, 他感觉到楚巡不好惹, 或许他注意到, 楚巡看他像是在看一盆狗肉火锅, 一号首长诧异, 这条大狗名幻雷霆, 有狼的基因, 凶猛异常, 见了老虎狮子都敢一叫高低, 他也是费了好大劲, 贿赂了不少好吃的才得到他的认可, 可现在, 这或见了楚巡跟只猫似的, 看那尾巴摇得, 真是太对不起他的体型了, 那里还像个威风凛凛的狼狗, 怎么看都像是一只摇尾起怜的哈巴狗, 这时, 大狗站起来跑到一处房间门口, 门帘挑开, 一位须发皆白, 看上去病泱泱的老人坐着轮椅, 被人推出来, 楚巡目光微闪, 这老人虽看起来病泱泱的, 但身上有上位者的威势, 不怒自威, 更有意思的是, 他是一位宗师, 可惜身有暗伤, 被人强行震断经脉, 现在已然到了游进灯窟的时候, 推轮椅的是位很漂亮的少女, 十九二十岁的模样, 青春靓丽, 眉目如画, 肌肤如雪, 最出彩的是她推着轮椅的牵牵御手, 正所谓手如柔蹄, 肤若凝枝, 老师, 一号手掌急忙上前, 恭敬地弯腰问好, 老人笑了笑, 脸上带着疲惫, 略微点头, 看起来很费力, 师兄好, 少女浅笑, 露出一对小虎牙, 略带调皮, 一号手掌点头回应, 楚寻心里暗自吃惊, 这老人竟是一号手掌的老师, 这要是放在古代, 就是帝师啊, 更令他好奇的是, 这个少女竟是一号手掌的师妹, 老师,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楚寻, 老人却挥手打断一号手掌的话, 他盯着楚寻满意地点点头, 道, 我知道你, 单枪匹马对抗金狼拥兵团, 救出人质, 养我华夏国威, 所谓男儿当如此, 楚寻少将, 说完, 老人趴得向楚寻进个军机, 楚寻默然, 这个老人绝对当过兵, 一身正气, 值得尊敬, 他回应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力, 这位是我的小师妹刘小白, 老师的关门弟子, 一号手掌指着少女介绍, 他告诉楚寻, 他从小就被当作国家领导人培养的, 而且对武道不感兴趣, 所以到现在只是个普通人, 但是他这个小师妹在武学上天赋很高, 你好啊, 楚寻少将, 我是刘小白, 你可以称我为我刘少将, 少女笑着说道, 楚寻淡淡地地看向他, 刘小白虽然在笑, 但楚寻清晰地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蔑视和不以为然, 他姓刘, 刘姐非得刘, 这个姓氏本就不多, 是巧合吗? 楚寻淡默地点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少女明媚的眸子出现一抹怒意, 最后轻哼一声, 看向楚寻的表情更加不屑, 小白, 去准备酒, 老人吩咐, 刘小白明显不情愿, 但还是应声而去, 楚少将以前见过小白, 带刘小白离开, 老人询问, 楚寻摇头道, 不曾见过, 那为何小白会对楚少将有敌意? 他虽然身受暗伤, 但感觉很敏锐, 楚寻单手负后, 但摸道, 待会我会亲自问问他, 为何对我有敌意? 所以, 刘小白备好了酒, 这酒无名是老人亲手索酿, 酒香醇厚, 在地球上实属不可多得的好酒, 众人落座, 刘小白为大家斟酒, 这时, 一号手掌的脸色沉了下来, 因为桌上只有三支酒杯, 刘小白蒸满三杯酒, 唯独少了楚寻的, 老人也发现了这一幕, 脸色微变, 如此形式是特别侮辱人的, 刘小白却像是丝毫不知端起酒杯, 对楚寻道, 楚少将, 这酒可是我师父三十年前亲手索酿, 十分珍贵, 平时根本喝不到, 你可得抓紧机会好好尝尝, 来干杯, 一号手掌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 楚寻面前根本无酒, 如何干杯, 老人脸色也很难看, 他这个小徒弟一向乖巧,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号手掌隐隐担忧, 心里焦急, 他这个小师妹肯定不知道他在挑衅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这位可是连龙傲都无可奈何, 在他看来, 这就相当于一只蚂蚁在向大象挑衅, 根本是在找死, 一百一, 小白, 不得胡闹, 一号手掌忍不住开口, 语气严肃带着提醒之意, 可惜, 刘小白没听出来, 反而将酒杯举起, 对楚寻道, 楚少将, 来我敬你, 说完, 竟将杯中酒泼在地上, 一号手掌眼眶收缩, 眼皮直跳, 将酒泼在地上, 这是祭奠死人的, 小白, 过分了, 老人出声呵斥, 老师,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刘小白声音绵软, 使用女人最擅长的手段, 撒娇, 老人皱眉, 却没在坑上, 一号手掌摇头, 他这个老师什么都好, 就是太胡短, 尤其对他这个小师妹, 简直比对亲孙女还好, 宠得无法无天, 有时候连他都看不过眼, 但生气归生气, 刘小白毕竟是他的师妹,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玩火, 他悄悄看了眼楚寻, 发现楚寻神太自若, 表情连一丝波澜都没有, 好像刘小白侮辱的人不是他一样, 这可能吗? 就连他这个世俗界的人都知道武道中的一句话, 宗师不可辱, 而且楚寻可不是简单的宗师, 他修为恐怖, 手段更是惊人, 这样人称之为天之骄子也有所不及, 那么, 这样的人被人侮辱, 会无动于衷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一号手掌知道, 楚寻平静的神色下隐藏了怎样的狂风暴雨, 他现在所表现出的只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 你认识刘解飞吗? 楚寻看向刘小白, 突然开口问道, 刘小白明显被问得措手不及, 有些一瞬间的慌张, 然后很快便掩饰过去, 毫不掩饰地讥讽道, 楚少将这实在神问我吗? 楚寻嘴角勾起, 淡漠道, 算是吧? 刘小白发愣, 眼底的怒气在凝聚, 他怒及返笑, 楚少将, 这里可是京城, 不是古江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放肆的, 你认识刘解飞吗? 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语气, 同样的淡漠, 可这次楚寻没给他开口的机会, 自问自答, 问这个没别的意思, 就是随便问一句, 如果柳小姐认识这个人, 麻烦转告他, 我要杀他, 天上地下, 他无处可逃, 这世界上没人能救他, 刘小白疼地站起, 漂亮的眼睛变得阴冷, 看似娇弱的身体, 却散发着阵阵杀意, 这是针对楚寻的, 你再说一遍, 刘小白道, 楚寻嘴唇铭起, 扭头看向一号手掌, 问道, 我可以杀了他吗? 他问得很认真, 也很随意, 就像在问你吃饭了吗? 一样简单, 一号手掌的身体却瞬间绷紧, 他眉头凝成一块, 他知道自己的回答将关乎到他以后和楚寻的关系, 也更关乎楚寻以后对国家的态度, 楚寻这种人用法律来约束根本就是扯淡, 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成为朋友, 这一刻他对刘小白反感到了极致, 他这次带楚寻来这里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龙傲告诉过他, 楚寻可以医好他老师的伤, 可现在这种局面让他如何好意思开口? 唉, 一号手掌重重地叹口气看向楚寻, 眼神带着无奈, 沉声道, 可否用我的一个承诺换回他的命?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承诺, 这是何等分量? 楚寻静静地看着他, 直到一号手掌感觉自己都快撑不住的时候, 楚寻突然笑了, 道, 仅此一次, 他明白一号手掌的难处, 他这么做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不让他老师伤心, 若是自己杀了刘小白, 以他老师的身体根本撑不住, 谢谢, 一号手长重重地松了口气, 师兄, 你在干什么? 刘小白有些不可思议, 貌似他这个师兄在为他求情, 这太可笑了, 闭嘴, 一号手掌怒了, 平时他可以看在老师的面上, 不去计较刘小白的没大没小, 可现在是在救他, 若他还不知好歹, 大罗惊仙也救不了他, 刘小白张了张嘴, 但触及到一号手掌灵力的眼神, 最终没敢说什么, 一号手掌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他的权威不是他可以挑衅的, 若真是惹恼了这个师兄, 同门之情根本保不住他的命, 和身后的家族, 老人却目入探索之意, 这个徒弟的秉性他十分了解, 他也知道平时都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才对刘小白多番忍让, 今天却不吝辞, 这其中必有缘由, 是因为楚巡吗? 老者这样想, 可随之在心里否定了这个想法, 楚巡救人之时的视频他看过, 顶多刚刚踏入后天, 虽说这个年纪能踏入后天也算资质不凡, 但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徒弟如此对待,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的目光看向一号手掌, 用眼神询问, 一号手掌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楚巡, 老人微冷, 随之惊奇, 还真是因为楚巡, 难道, 他来自武道界某个古老门派? 刘小白眼睛冒火, 偶尔看向楚巡的眼睛里满是杀鸡, 这杀鸡浓郁的连一号手掌都能感觉到, 小白, 给楚少将道歉, 老人却率先大怒, 呵斥道, 刘小白难以置信地看着老人, 平时最疼爱他的师父, 竟然会为了一个无关的人呵斥他, 他咬着牙, 怒视楚巡, 想让他道歉, 门都没有, 一号手掌全都猛地紧握, 手心里面全是汗, 虽然楚巡答应不杀刘小白, 但刘小白这样屡次挑衅, 他不敢保证楚巡会不会一怒之下痛下杀手, 就在这时, 楚巡的手机突然响了, 打破了紧张, 沉闷的气氛, 是花青武来的电话, 楚巡走到一旁接听, 花青武告诉楚巡, 说他这两天要回古江, 花家他交给花盛打理, 花盛能力很强, 只要给他平台, 他可以带领花家走向另一个高度, 花青武还告诉他, 那个假云南风他要带回古江, 让他帮忙打理紫竹林, 这人能力不在花盛之下, 楚巡对此没意见, 世俗界的产业无所谓, 他现在要让身边的人抽出时间, 准备修炼, 之后便是花青武撒娇说的一些情话, 对于这些楚巡不擅长, 只能被动地听着, 这通电话最后以花青武一句 充满挑逗意味的话而结束, 楚巡拿着手机, 嘴角不直觉地勾起一抹温柔, 就在楚巡通话的同时, 刘小白也躲到一旁开始打电话, 帮我查一个叫楚巡的人, 他这次进京的目的, 还有, 是他一个人来的吗? 我马上就要知道, 钱我会立刻转电你。 刘小白挂断电话后又打出一通, 这次通话很短, 他爆出一个账号, 道, 给这个账号转一百万。 挂断电话后两分钟不到, 他的手机响了, 是一条信息, 一条关于楚巡的信息。 刘小白好看的眉毛皱起, 信息上说, 这次来京跟楚巡同行的是青龙, 还有唐柔。 他自然知道, 青龙国安部的十二生孝成员, 宗师修为。 不过他的眉头很快舒展开来, 楚巡是少将, 青龙是国安, 这两人属于不同系统, 而且也不可能有私交。 楚巡的修为顶多后天一层, 跟他相差无几, 或许还不如他。 而青龙是宗师, 两人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据他猜测, 楚巡就被金狼拥兵团劫持的人质时, 十二生孝也接到同样的任务, 只是去晚了一步, 被楚巡抢了先。 这次事件闹得很大, 楚巡又完成得很出色, 和楚巡乘坐同一架飞机进京。 刘小白神色彻底轻松, 青龙是宗师, 这让他很忌惮, 现在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而且, 他也明白了自己的师兄为何维护楚巡, 因为楚巡救人人质事件彻底展现了我华夏军人的厉害, 养我国威, 此时当然要大家褒奖, 做给别人看。 再说, 楚巡今天是他师兄带来的, 自己多次挑衅, 让师兄很没面子, 所以才训斥他的。 其实, 师兄只是顾及自己的面子, 并非真的维护楚巡, 只要他多点耐心, 等楚巡离开这里, 到时候他再对付楚巡, 只要不留下尾巴, 估计师兄根本懒得搭理。 楚巡, 你这条小虫子, 早该死的, 让你活了三年, 已经是我们仁慈, 现在就让你再多活一会。 刘小白低语, 眼底杀鸡闪烁, 他的目光看向唐柔两个字, 薄薄的嘴唇铭起, 眼神变得残忍, 宁笑道, 唐柔, 你的男人害得我今天很不高兴, 我只能从你身上先找点平衡, 要怪就怪你的楚巡哥哥。 说完, 他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把那个叫唐柔的明星给我抓回来, 我去之前, 他属于你们。 刘小白在笑, 但却笑得很瘆人, 挂断电话, 他摇曳身姿走回石桌, 楚巡已经接完电话回来了。 刘小白脚步停下, 转身进了一旁的房间, 片刻之后出来, 手里拿着一支酒杯走过来, 将酒杯针满, 双手捧上, 递到楚巡面前, 展颜一笑, 声音绵软, 道, 楚少将, 我为我之前的态度道歉, 请你原谅。 啊, 老人和一号手掌错愕, 他们太了解刘小白了, 他岂会轻易向别人道歉? 这是吃错药了? 不理会自己的老师和师兄, 刘小白恭敬地端着酒杯, 撬脸明媚含笑。 楚巡看向他, 目光寡淡, 漆黑的毛子如寒潭般深邃, 让刘小白生生打个哆嗦。 刘小白的手抖了抖, 酒水洒出几滴落在石桌上, 顷刻蒸发, 他身体有些僵硬, 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眼神, 冷漠, 无情, 没有丝毫温度, 亦不带丝毫感情, 仿佛让人置身地狱, 遍体生寒。 手里有推荐票的朋友, 别忘了砸出来, 过了晚上零点就作废了。 110, 楚巡没有散发一丝威压, 淡淡一眼, 却让刘小白如坠冰枯, 遍体生寒。 一号手掌和老人, 还在惊恶于刘小白的主动认错。 尤其是一号手掌, 他的担忧多过惊恶, 因为他太了解刘小白了。 别看他这个小师妹, 长得娇美柔弱, 但骨子里却骄傲自大, 很少有人能入他的眼。 他之前侮辱挑衅楚巡, 此番又突然斟酒道歉, 这太不正常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在心里暗暗祈祷, 希望刘小白这次能稍微聪明点, 千万别再出什么妖蛾子了, 否则没人能救得了他。 刘小白手很美, 白皙柔嫩, 此刻恭敬地端着酒杯, 低头弯腰, 掩饰着眼底惊惧。 不去看楚巡的眼睛, 那种惊悚的感觉消退, 刘小白暗自懊恼, 自己这是怎么了? 怎么能被楚巡一个眼神吓住? 他觉得很难堪, 很没面子。 当他再次抬头时, 脸上的恐惧已经消失, 恢复了以往的自信, 笑道, 楚少将不会这么小气吧? 真要跟我一个弱女子, 斤斤计较。 楚巡收回目光, 嘴角微扬, 轻声道, 不会, 因为你不配, 若非你师兄, 你已经是聚尸体了。 楚巡就这么赤裸裸地说了出来, 没有任何掩饰。 刘小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眼神变得阴逸, 手中的酒杯咔咔作响, 像是随时要爆开。 碰, 酒杯最终还是爆开了, 碎片纷飞, 酒水喷洒。 刘小白微冷, 因为酒杯不是他捏爆的, 而是自己爆开的。 小白, 你太不懂理术了。 一号手掌擦掉脸上喷洒的酒水, 脸色很不好看。 师兄, 他无从解释, 因为酒杯就是在他手里爆掉的。 行了, 小白又不是故意的。 你为人师兄, 要爱护自己的师妹, 别一点小事总训斥他。 老人不满意了。 一号手掌欲言又止, 最终所有话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年纪越大就会对小白越纵容, 楚巡心理理解, 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忍耐。 说白了, 这三个人跟他没有丝毫关系, 没那个资格让他忍气吞声。 他是修仙者, 曾是先帝, 逆天行, 随性而为, 就算老人是帝师, 还有一号手掌, 可这些身份根本威胁不到他。 他答应一号手掌刘刘小白一命, 他做到了, 要不然他早死了。 倘若刘小白再敢挑衅, 他会毫不犹豫地抬手震杀。 另一边, 唐柔刚参加完活动, 唐小姐, 要回酒店吗? 我这就给你安排车。 锦绣珠宝的负责人说道, 唐柔轻轻汗手, 他忙碌了一下午, 的确有些累了。 负责人立刻着手安排, 唐小姐, 车子已经备好, 在地下车库, 请。 因为环宇娱乐近半年疯狂地捧唐柔, 加上唐柔的才华和努力, 他现在名声大噪, 已然是一线明星。 所以, 他现在出行一定得注意, 不但要防狗仔, 还得防疯狂的粉丝。 负责人出于安全考虑, 让司机在地下车库等, 因为门口已经聚集了大批记者和粉丝, 唐柔现在若是出去, 肯定会引起混乱。 唐柔道谢, 和助理刘欣跟着负责人坐电梯直达地下车库, 一辆小型黑色房车在等, 负责人跑过去, 拉开车门, 砰, 一记手刀砍在负责人驳梗, 让他一头栽倒。 唐柔和刘欣惊恐, 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 两人感觉脖子一痛, 软软滑倒。 楚勋在第一时间接到唐柔失踪的消息, 是青龙打来的。 楚勋听完后, 很平静地说了一句, 等我。 然后起身, 温和地跟一号首长告辞, 两人还交换了电话。 看着楚勋离开的背影, 刘小白露出诡异的笑容。 这一幕刚好落在一号首长眼里, 他心里一跳, 隐隐感到有大事要发生。 他叹口气, 暗道, 师妹, 我以仁至义尽, 你若自己作死, 这次就别怪师兄不救你。 十分钟的路程, 除了他, 还有青蛇跟金猴。 前辈, 对不起, 金猴和青蛇搭拉着脑袋, 满脸羞愧, 青龙安排他们两个保护唐柔, 现在人却失踪了。 前辈, 你放心, 我们一定找到唐小姐。 青龙保证, 他们都曾亲眼见过楚勋有多凶残, 若是此刻发火, 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有什么线索吗? 楚勋淡淡地地问道, 青龙不由得一阵心惊肉跳, 因为楚勋太平静了, 平静地可怕。 金猴上前, 我们看过监控, 对方是武道界的人。 他满脸憋屈, 他和青蛇都大意了。 青蛇露出雪白的银芽, 眼神幽冷, 他们是国安, 更是后天九层高手, 觉得没人敢挑衅他们。 可结果, 还有别的线索吗? 楚勋问, 三人羞愧地垂下头,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青龙小声道, 堂堂国安竟把保护的人弄丢了, 而且到现在还没找到线索, 他羞愤地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而且, 因为唐柔明星身份的关系, 他们不敢大张旗鼓地查。 若是被某些不良媒体知道, 唐柔被绑架, 鬼才知道他们会怎么写。 这对一个女明星是致命的。 当年, 港岛有个女明星被黑道绑架, 逼迫为他们拍电影, 其实什么都没有, 但被媒体知道后, 大肆报道说, 这个明星被轮奸之类的, 导致这个女明星最后自杀。 有没有往武道界那些宗门的方向查? 楚勋沉思, 而后开口问, 青龙一愣, 对啊, 他怎么把这个忘了, 没让国安查不到任何线索的, 也只有武道界那些大门小派了。 前辈放心, 我这就派人去查。 青龙成名已久, 在武道界有些人脉, 他开始打电话。 楚勋沉默, 只是偶尔流转的目光中, 带气一片冰寒, 让眼前的空气都凝固了。 与此同时, 唐柔在一间宛入古代的房间中醒来。 房间全部是木制的, 红木床, 青纱杖, 墙上悬挂着字画, 不懂画的人都能看出, 画中的山巒气势磅礴, 这些字画价值不菲, 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木料香味。 唐柔柔柔发胀的眉心, 发现助理流星倒在他身边, 他想起地下车库发生的事, 开始惊慌。 唐柔试着叫醒流星, 流星眼皮颤了几下, 便睁开眼, 当他发现身处环境后, 脸色惨白, 满脸巨色, 吓得不轻。 唐柔已经不是那个刚出社会的懵懂小女生了, 他经历过毒蝎组织的刺杀, 前不久又被金狼拥兵团劫持, 所以此时还算比较沉得住气, 一边安慰流星, 一边观察, 想办法逃走。 这时, 门口传来脚步声, 少爷, 人已经抓回来了, 小白这次算是做了件好事, 你们几个也不错, 回头有赏。 一道轻浮的声音回应, 接下来就是一阵拍马屁的声音, 狂浪, 门被推开, 几道身影走了进来。 他们进来后, 同时看向唐柔和流星, 几人愣了一下, 醒得还真快。 有人说道, 唐柔和流星退到墙角, 惊慌地看着来人, 这个组合有点奇怪, 因为站在最前面的男子竟穿着一套古装, 里面是白色颈衣, 外披红色披风, 头发比女人还长, 柔黑发亮, 只是这脸长得太差强人意, 大鼻子小眼睛, 一脸痘痘, 神色猥琐。 他后面几个人倒是穿着现代服饰。 唐柔和流星面面相亏, 如果不是记起地下车库发生的事, 他们都要以为这是那个剧组, 或者直接穿越了。 唐小姐, 在下陈雨婷, 小声这项有礼了, 这人如古人一般失礼, 声音艰细, 样子做作, 配合那张惨不忍睹的脸, 叫人直犯恶心。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绑架我们? 唐柔忍着隔应, 没给对方好脸色。 小姐莫怕, 陈雨婷摆摆手, 在下只是受人之托, 绝不会伤害小姐。 再说, 小声对小姐仰慕已久, 今日得见三声有幸, 若是可以, 望小姐垂青, 与我洗劫连礼, 共谱一段佳话。 唐柔皱眉, 忍着恶心, 啊, 你能好好说话吗? 对方在学古人说话, 他就得吐了。 陈雨婷脸色微僵, 并未发怒, 其实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他在强忍。 尤其是陈雨婷身后的几个手下, 他们太了解陈雨婷了, 只有他们知道, 自家少爷式的恶心的变态, 一个连自己亲妹妹都兼杀的变态, 只因为说了一句他丑人多作怪。 陈雨婷本命沉穿, 这名是他自己改的, 他很忌讳别人说他的长相, 这是他的禁忌, 因为这个他曾屠杀过一个村子的人, 只是因为他路过时有小孩说他丑。 陈雨婷虽然丑, 但武学天赋极好, 加上又是鬼王门的少门主, 所以他可以说是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活得无比滋润。 唐小姐, 你愿意跟我谈恋爱吗? 陈雨婷突然问, 呃, 唐柔错愕, 看着对方那张脸, 喉咙如动, 快忍不住吐出来了。 少爷, 柳小姐说要活的, 有个手下小声提醒, 他们知道陈雨婷的性格, 他见到漂亮女人都会问这句话, 但只要对方说个不字, 下一刻就会被扭断脖子, 在陈雨婷眼里, 这样的女人肤浅至极, 不配活在世上。 陈雨婷回头看向提醒他的手下, 笑容阴森, 柳小姐, 你们很熟吗? 是不是和他上过床了? 没有没有, 少爷误会了, 柳小姐是您的女人, 我岂敢染指, 饶命。 咔嚓, 刺耳的鼓裂声, 锅躁。 陈雨婷厌恶将这个被他扭断脖子的手下扔在地上, 然后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 擦拭自己的手, 将他拖出去喂小黑。 陈雨婷将擦拭过的手帕扔出, 刚好遮住尸体死不明目瞪大的眼睛, 他的几个手下如获大赦, 忙不迭的地抬起死去的同伴, 连滚带爬地跑出去。 110, 唐柔和刘欣吓坏了, 这人太残忍, 竟然就这样把一个大伙人捏死了。 而且, 尸体还拖出去喂小黑, 虽然不知道小黑是什么, 但可以想到绝对, 是很可怕的存在, 因为他痴人。 唐小姐, 我再问一遍, 你愿意和我谈恋爱吗? 陈雨婷咧着嘴在笑, 牵扯到脸上的痘痘爆开, 流出一些白色物质, 看着很是恶心。 唐柔隔音的别过脸, 不忍再看。 流星更是不堪, 他喉咙滚动, 直接干呕。 他们两个从来都不以貌取人, 但这陈雨婷真的太能恶心人了, 连长得跟高速公路上的车祸现场似的, 却偏偏要做出一副偏偏家公子的模样。 两人的反应让陈雨婷脸去笑容,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眼底寒光闪烁, 阴瑟瑟地说道, 你们在嫌弃我。 唐柔和流星挤在一起, 身体瑟瑟发抖, 陈雨婷刚刚捏死一个人, 他们岂能不怕? 我们没有。 唐柔颤声说, 同时强人恶心扭头去看陈雨婷, 想证明他们并没有嫌弃他。 唐柔在转动的瞬间, 有东西碰到他的侧脸, 是楚寻送给他的鼓欲耳坠。 震结, 左耳防御, 右耳杀戮。 唐柔眼神一亮, 将左耳的耳坠取下, 然后猛地扔出去, 口中念出一串晦涩难懂的语言, 这是楚寻教给他的。 哄, 耳坠触地, 爆出一团白光, 一座光滑流转的结界出现, 将唐柔和流星护在里面。 陈雨婷瞪大双眼, 带着好奇, 一个耳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跟个大玻璃罩子似的, 透明的戒壁还有光滑流转。 他好奇地伸出一根手指猛地去戳透明的戒壁, 结果咚得一声闷响, 戒壁光滑流转急速, 他疼得呲牙咧嘴, 刚才那一下, 好像戳在钢铁上, 差点让指头折断。 虽然吃了亏, 但陈雨婷却很开心, 好像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 看着里的唐柔问道, 这是什么? 唐柔沉默, 心里却暗自高兴, 他的楚循哥哥又一次救了他, 真是他的保护神。 他开心地笑了, 根本没空搭理陈雨婷。 流星好奇地看着结界, 他也是第一次见, 不过他可笑不出来, 这东西看着跟玻璃似的, 能保护他们吗? 陈雨婷看到唐柔的笑, 不由地呆了呆, 随之眼神阴沉下来, 因为如此灿烂的笑容, 却不是为他绽放。 你们真以为这破东西能护得住你们? 陈雨婷眼神轻蔑, 语气嘲讽。 嗯, 唐柔这次回答他了, 只有一个字, 他相信这东西能保护他们, 因为这是楚循送的, 说到楚循, 他再一次不吝啬自己的美丽, 展颜一笑。 陈雨婷冷哼一声, 心里极度地快发狂了, 冷笑道, 那我就让你们知道, 这破东西到底有多脆弱。 他退后几步, 助跑, 然后猛地跃起, 当空一拳砸落, 后天三层修为净险, 狠狠地击中戒壁。 咚, 沉闷的声响如肋骨般。 啊, 陈雨婷凄厉地惨叫着道飞回去, 狠狠地撞在身后两人合抱粗细的墓柱之上, 整个墓制的房子都摇晃了几下, 像是要倒塌一般。 碰, 陈雨婷跟条死狗似的掉在地上, 久久不见动静。 唐柔眨巴眨巴眼睛, 漂亮的眼睛带着雀跃, 他就知道, 楚循哥哥送给他的东西绝对不是凡物。 刘欣目瞪口呆, 柔柔眼睛震惊地看着陈雨婷, 然后看看戒壁, 又看着唐柔, 你难道, 这是什么高科技? 太厉害了, 等我出去也买来防身。 唐柔心情大好, 知道陈雨婷进不来, 轻弹刘欣的额头, 娇笑道, 这个你就别想了, 买得不到的, 这是楚循哥哥送给我的。 刘欣震了一下, 看着雀跃的唐柔故意取笑, 学着唐柔的声音道, 楚循哥哥, 哎呦呦, 太肉麻了。 臭刘欣, 你敢取笑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唐柔挠刘欣的痒痒, 两人好像忘了自己是被绑架来的, 竟嬉闹起来, 更忘了旁边还有一个陈雨婷。 打闹了一阵, 两人玩累了, 这才停下来。 刘欣从桌上掰了一根香蕉, 拨开递给唐柔, 唐柔摇头拒绝, 他自己吃了起来, 这东西要能移动就好了。 刘欣含糊不清地说道, 唐柔却看向挺势不动的陈雨婷, 小声对刘欣说,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晕过去了? 我们要是能拿到他的手机就有救了。 其实他们两个不傻都在注意陈雨婷, 怀疑他是故意装晕。 我去试试。 刘欣扔掉手里的香蕉皮大步走过去, 他现在知道这个戒笔很结实, 所以有恃无恐。 喂, 快别装了, 我们已经看穿你的鬼把戏了, 想赢我们出去, 做梦去吧。 刘欣嚷道, 等了半想, 陈雨婷还是毫无动静。 看来是真晕了, 刘欣回头对唐柔说, 你把这个结结去掉, 我去拿他的手机。 唐柔还是不放心, 而且陈雨婷这一身打扮, 身上真的会有手机吗? 还是再试试吧。 怎么试? 刘欣问, 唐柔思索了片刻, 眼神一亮, 通过之前的观察, 陈雨婷好像很忌讳别人评价他的长相, 他把自己的猜测告诉刘欣, 刘欣也觉得有道理, 那我再试试。 他走过去, 朝着陈雨婷大喊, 喂, 丑八怪, 丑鬼, 你长得真是太草率了,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地瓜成精了?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你爸妈造你的时候没用心, 我真替你不值, 国家欠你爸妈一个避孕套。 刘欣话还没说完, 地上的陈雨婷疼得站起来, 脸色猙獰, 眼神阴森地盯着他。 刘欣被吓到了, 后退的时候, 他想到陈雨婷是进不来的, 顿时胆子又大起来, 朝着陈雨婷瞪眼。 唐柔眼神古怪地看着刘欣, 刘欣有所感觉, 看了一眼道, 怎么了? 平时没见过你骂人啊, 怎么学会的? 唐柔真被刘欣刚才那一串骂人的话震惊了, 可谓是刀刀见血, 直捅陈雨婷的心窝子。 别说陈雨婷在装晕, 就算是死了, 估计也会诈尸。 这还用学? 刘欣诧异, 然后摇摇头道, 算了, 这是天赋, 以你的性格, 这辈子是学不会了。 唐柔无语, 不过骂人方面, 他的确没有天赋。 陈雨婷看着有些惨, 原本就惨不忍睹的脸, 因为愤怒而扭曲, 变得更加恐怖恶心。 尤其是他的右臂, 无力地搭拉着, 那一拳的反弹之力将他的手臂生生震断。 这可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他两眼阴逸, 神色猙獰, 白森森的牙齿咬得歌之作响, 像是要扑上去咬唐柔和刘欣。 喂, 你学狗的样子是认真的吗? 刘欣突然说, 陈雨婷正您的表情微微错愕, 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不学狗你磨什么牙齿? 我这里可没有骨头给你。 刘欣双手插腰, 飙悍得一塌糊涂。 歌之, 陈雨婷咬牙的声音更响。 你知道我会怎么惩罚你吗? 陈雨婷狠独地盯着刘欣, 我会让你跟小黑交配, 然后为他留下子嗣, 然后再慢慢地折磨死你。 刘欣被陈雨婷争名可怖的眼神吓到了, 脸色有些苍白。 则则, 陈雨婷竟连自己的断臂都不管, 盯着刘欣发出怪笑, 你知道小黑是谁吗? 说完, 他打了声口哨, 刷! 一道黑影掠进来, 唐柔和刘欣放眼看去, 脸色骤变, 那是一只体型硕大的黑豹。 小黑, 快来看看, 这是你的女人。 陈雨婷指着刘欣, 变态地说道, 这只黑豹, 毛发乌黑光亮, 跟绸缎子似的, 琥珀色的眼睛, 竟然真的看向刘欣, 两颗獠牙露在外, 嘴边挂着血迹, 两个女人想到被陈雨婷捏死的那个人, 在看黑豹嘴边的血迹, 这是人血, 想到这顿时吓得腿发软, 瑟瑟发抖。 尤其是这只黑豹看着刘欣, 肚子下面那根雄蜂竟展露出来。 陈雨婷怪笑着,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盯着刘欣咧嘴道, 看, 我们家小黑对你很感兴趣, 刘欣下的面无血色, 既恶心有惊悚, 身子不由地颤抖得更厉害了, 别怕, 他们进不来的。 唐柔小声安慰, 陈雨婷耳力极好, 听到唐柔的话后大笑道, 唐小姐, 我真心待你, 你却跟别的女人一样肤浅, 只在乎容貌, 既然你如此肤浅无知, 我会等着你乖乖走出来, 然后任我玩弄, 待我玩腻了, 我会刮花你的脸, 让你变成这世界上最丑的女人。 乐心, 你做梦。 唐柔不会骂人, 气得浑身颤抖。 是做梦吗? 陈雨婷怪笑着, 不知道那点水果能让你们撑几天, 没有了食物, 我看你们如何躲得下去。 唐柔脸色骤变, 看向桌上的果盘, 那点水果恐怕连一天都撑不下去。 刘欣也盯着那盘水果, 面无血色。 怎么样? 是不是很绝望啊? 哈哈, 陈雨婷嚣张地大笑, 笑了好一会才停下。 阴森开口, 我给你们个机会, 如果你们现在自己走出来, 我可以考虑从轻发落。 你妄想, 唐柔满脸厌恶, 但语气明显带着颤音。 有个姓, 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 陈雨婷咧了咧嘴, 阴森一笑,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撑多久? 说完, 他拍拍黑豹的头, 道, 小黑, 想要交配, 就看好他们。 好, 黑豹发出一声嘶吼, 然后, 居然真的趴下来盯着里面。 陈雨婷朝唐柔扯出一个很阴森的笑容, 然后神经质般大笑着离去。 110, 楚勋的神色越来越冷, 周围的空气凝固, 令人窒息。 唐柔已经消失了好几个小时, 到现在还没半点消息。 青龙, 金猴和青蛇浑身紧绷, 大气也不敢喘, 楚勋身上散发的微压太恐怖, 让他们呼吸开始困难。 而且, 他们很羞愤, 唐唐国安, 而且都是武道中人, 唐柔失踪这么久, 他们一点线索都查不到。 楚勋在心里开始筛选, 有可能对唐柔动手的敌人。 刘小白, 会是他吗? 楚勋回想, 总见到刘小白后发生的一切, 眼瞼微微垂下, 遮住眼底的立芒。 小白, 你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吧? 一号首长心里很不安, 他总觉得有事要发生。 师兄问的是什么事? 刘小白浅笑着反问。 一号首长微微叹口气, 啊, 作为你的师兄, 提醒你一句, 千万不要去招惹楚勋, 你惹不起。 刘小白震了一下, 然后哥哥笑开了。 师兄, 楚勋已经走了, 你就别装了。 一号首长微微惊愕, 脱口而出, 我装。 什么意思? 刘小白笑着将自己的推断说了出来。 一号首长越听脸色越难看, 他不明白, 他这个师妹怎么会有自己为了面子, 才故意护着楚勋的荒诞想法。 难道你真的做了什么? 一号首长不淡定了。 我什么都没做, 师兄你可不能冤枉我啊。 刘小白露出一个很可爱的笑容, 一号首长却一点都不觉得可爱, 他已经猜到刘小白肯定做了什么。 小白, 抛开别的不谈, 我以师兄的身份劝你, 若是做了什么赶紧补救, 否则就就晚了。 老人却突然一拍石桌, 不满道, 我知道你对小白之前的做法有意见, 但他已经跟楚勋道歉了。 你是他师兄, 要爱护他, 不要老是责备, 同门之情还比不上楚勋一个外人吗? 一号首长无奈, 老师, 你不知道楚勋他? 楚先生, 没有首长的批准, 您不能进去。 负责保护一号首长的其中一位宗师的声音响起, 一号首长身子一僵, 他的话说不下去了, 让他进来吧。 一号首长道, 那两个宗师根本拦不住楚勋, 楚勋神色淡漠, 脚步不急不缓地走过来。 楚勋, 你去而复返, 有事吗? 一号首长仰起笑脸问, 有些事想请叫柳小姐。 楚勋淡淡地说道, 他的视线一到刘小白身上, 目光寡淡, 开口问道, 唐柔是你绑走的吗? 刘小白表情微微僵了一下, 随之娇笑, 唐柔是谁? 我为什么要绑他? 难道楚少将不知道绑架是违法的吗?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做呢? 楚少将, 我欣赏你, 但不代表你可以在我这里放肆, 无缘无故怀疑我徒弟, 真当我这老头子没用了是吧? 老人愤怒道, 开始护短, 你是没什么用了, 经脉受损, 连丹田都被阵炼, 若半年内无法治愈, 只有等死, 楚巡语气平淡, 老人瞳孔猛地收缩, 身子不可抑制地抖了一下, 很快便恢复平静, 快地让人无从察觉, 一号手掌脸色骤变, 这个铁血帝王般的人物慌了, 紧张地看着老人, 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楚巡接下来并未理会两人, 而是看向刘小白, 刘小白却是眼神闪烁, 面露不屑, 楚巡顶多后天一层的修为, 岂能看穿宗师的伤势, 定是装神弄鬼, 不可信, 放了糖肉, 你师父还有救, 楚巡说道, 刘小白嘴角扬起, 冷声道, 楚少将, 我敬你展现我华夏军人雄风, 震慑敌寇, 但你却如此侮辱, 我的恩师是不是太嚣张了, 小白, 你给我住口, 一号手掌大怒, 他相信楚巡不会乱说, 师兄, 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外人在这胡说八道, 诋毁诅咒老师, 刘小白已大意压制一号手掌, 刘小白, 我警告你, 若是你真动了糖肉, 还是尽早承认, 否则, 别怪我不顾及同门之情, 一号手掌是真的怒了, 脸色冷酷, 师兄, 看来, 你早已认定是我绑了糖肉, 铁了心的, 要给我泼脏水, 既然如此,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是一国之首, 而我只是小小弱女子, 要杀要寡, 我都认了, 一号手掌气得脸色涨红, 若非老师在这里, 他都要忍不住一巴掌抽过去了, 郭躁, 楚勋表情冷漠, 神色不耐烦, 单手成找, 磅礴的犀利自掌心迸发, 刘小白骤然色变, 脸色惊恐, 他整个人朝着楚勋飞去, 他是后天一层修围, 可此时却如同纸片, 无论如何挣扎, 身子却被犀利卷向楚勋, 师父, 救我, 刘小白惊慌失措, 满脸惊悚, 老人焦急, 就要出手, 却见楚勋另一只手轻扬, 十多道轮回丝, 将他捆成了粽子, 老人眼睛猛得瞪大, 满脸亥然之色, 他好不容易掉动的内息, 竟被生生逼近丹田, 动弹不得, 这是什么手段, 他的心里充满惊慌, 刘小白尖叫, 挣扎, 都徒劳无功, 他纤细如天鹅般白皙的脖梗, 落在楚勋手里, 楚勋知道, 想让刘小白说实话很难, 准备直接动用搜魂术, 当, 刘小白身上掉下一个东西, 是他的手机, 楚勋, 请等一下, 一号手掌焦急地大喊, 楚勋淡淡地地看向他, 一号手掌捡起地上的手机, 道, 楚勋, 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 糖肉失踪跟他有关, 你先别急, 我们可以查小白的手机, 若是真是他做的, 手机里面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楚勋皱眉, 最后还是同意了, 因为他若动用搜魂术, 结果只有他一人知道, 恐怕一号手掌和老人, 很难相信他所说, 虽然他并不在乎他们信不信, 但他也不想无端闹出不必要的麻烦, 手机有指纹解锁, 一号手掌走过来, 抓着刘小白的手指逐一试, 最后成功解开, 刘小白眼神更加恐惧, 因为他之前通话并未删掉号码, 一号手掌打开通话记录, 播出最近通话的号码, 响了两声便被接通, 对面传来让人刺耳的声音, 小白, 想我了吗? 不过我最近了没时间宠幸你, 我要留着精力对付那个糖肉, 他进不去, 他出不来, 不过他快没食物了, 到时候会乖乖走出来认我玩弄的, 嘿嘿, 对方自顾自地说了一大堆, 发现刘小白不说话, 起了疑心, 道, 喂, 小白, 你怎么不说话? 刘小白从电话打通后就贪了, 面无人色, 目光呆滞, 他知道自己这次完了, 你是谁? 楚循默然开口, 声音充满刺骨的含义, 对方明显震了一下, 然后迅速地挂了电话, 一号手掌双眼冒火地盯着刘小白, 真是花样作死, 他多次提醒都没起到丝毫作用, 这一刻他有飙脏化的冲动, 老人老脸愤懑, 痛心疾首, 他没想到, 这是真是自己疼爱的小徒弟做的, 楚循面无表情, 一把将刘小白扔出去, 砸在石桌上, 碰, 石桌被撞倒, 酒壶酒杯落地, 摔得粉碎, 刘小白惨叫, 他劈头散发, 口角溢血, 狼狈不堪, 110, 唐柔在哪? 楚循语气平静, 刘小白死咬着牙不回答, 眼神阴狠, 楚循神色漠然, 手捏掌印, 凌空拍下, 哄, 地面石砖爆开化为积粉, 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掌印, 掌印并没有击中刘小白, 但却吓得他亡魂接冒, 老人目瞪口呆, 他难以置信, 楚循如此年轻, 竟然是宗师, 而且还是高级宗师, 就算他巅峰时期可做到, 但却没有这么随意, 刘小白漂亮的眸子只剩下恐惧, 浑身抖如筛糠, 他不敢看, 也不敢想, 那一巴掌若是落在他身上, 估计下场跟这些砖石一样, 化为积粉, 一道轮回丝蜿蜒而出, 看似慢, 但却瞬间绕上刘小白的脖子, 将他拎到半空, 如同破步娃娃, 楚循五指收缩, 缠在刘小白脖子里的轮回丝也在收缩, 刘小白纤细的脖子有腥红的血液流出, 脸色紫红, 漂亮的眼珠子鼓起, 却没有一丝美感, 唐柔在哪? 同样的问题, 但回应却不同, 刘小白拼命地点头, 他快断气了, 楚循嘴角掀起不可察觉的弧度, 这世间哪有不怕死的人? 乌指猛地摊开, 刘小白从半空坠落下来, 砰的一声溅起尘土, 他如溺水将死的人抓住扶平, 贪婪地大口呼吸着, 唐柔在鬼王门, 他匍匐在地上, 声音沙哑, 鬼王门! 一号手掌直接跳了起来, 老人也脸色骤变, 拼命挣扎起来, 楚循挥手撤掉轮回丝, 老人得以自由, 干枯的双手紧握着轮椅扶手, 手背轻筋冒起, 扶手被他捏得咯吱作响, 砰! 一号手掌满脸愤怒, 一脚将刘小白踢得滚了几圈, 孽障! 老人嘶吼, 浑身哆嗦, 嘴角溢出鲜血, 楚循好奇他们的反应, 但此时他却没有八卦的心思, 因为唐柔还在等着他救, 鬼王门在哪里? 楚循问道, 刘小白急忙爬起来, 匍匐在地上, 回答, 在风铃山。 楚循一直点出, 一道白忙鸡事出, 刘小白惨叫, 眼露绝望, 他的修为被楚循一指废了, 楚循转身挤走, 楚宗师, 请稍等, 老人急声道, 楚循驻足转身看向他, 老人苦涩地叹口气, 声音有些悲切, 黯然道, 楚宗师可知我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楚循眉梢稍微调, 眼带思索, 沉吟道, 难不成跟鬼王门有关? 老人收敛情绪, 吐出一口濁气, 娓娓道来。 风铃山, 因满山风树而得名, 在京城以南一百公里处4A级景区, 没人会想到, 鬼王门会隐藏在这里, 可谓是小隐隐于灵。 景区的游客已经被紧急驱散, 此时偌大的景区只有楚循一人缓步而行。 此时已入秋, 满山的枫叶如雪染红斑, 随风飘荡, 整座山都被红色覆盖, 入眼一片刺目的血红。 楚循单手附后, 如闲庭漫步, 他没有登山, 而是来到山脚下自然形成的峡谷口。 这里满地荆棘, 大多植物已经落叶, 只留下一根根带着尖刺的织巾, 是天然的路障。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 这里显得很是萧瑟, 平时也没有游客愿意来这里。 旁边有一张偌大的景区牌, 上面写道, 旁边的树林中闪出两名身穿景区管理员服饰的男子。 门口的牌子没看到吗? 这里还没开发, 很是危险, 游客止步, 快点离开。 其中一人不耐烦地呵斥, 请问前面是鬼王门吗? 楚循问道, 两人猛地一将, 眼露警惕。 扑, 鲜血飞溅, 两人眼神涣散, 不甘地倒下。 多谢引路, 楚循低雨, 然后再次迈步, 再次深入五十米。 扑, 鲜血喷洒, 在他的身后, 留下两具尸体。 一路走来, 他的身后已倒下不下十具尸体。 直至三百米, 楚循眼前豁然开朗。 古中气候温和, 外面树叶凋零, 鲜花败泻, 可这里却已然是绿意盎然, 百花盛开。 楚循的视线看向五十米外, 那是一片建筑群, 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密林中, 犹如世外桃源。 楚循有片刻恍惚, 这里的建筑呈现古代风格, 让他有种回到异界的感觉。 这地方不错, 我要了。 楚循轻语, 下一刻已经化作流光略出, 一步就是十几米。 哄, 巨大巍峨的木门, 被楚循一拳轰得爆裂开来。 这也惊动了里面的人。 什么人? 有人冲出来, 看到楚循后立合。 回答他们的, 却是树到轮回丝报社, 然后如利刃般, 划过他们的咽喉。 嫡媳, 嫡媳, 有人吓疯了, 眨眼死了十几个人, 拼命地喊了起来。 哄, 门旁一块天然巨石, 上游鬼王门三字, 被楚循隔空一拳打碎。 大量鬼王门的弟子涌来, 这些人修为参差不齐, 从先天一层到九层都有, 可对楚循来说都一样。 轮回丝, 无常恋, 送往轮回, 突破, 鲜血喷洒, 满天血雨, 轮回丝比利刃还恐怖, 如一条条凌空游动的白蛇, 锁过之处, 尸体倒下一片。 楚循单手负后, 脚步不急不缓, 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 周身连衣激荡, 血不沾身。 有人冲到楚循跟前, 手中长刀狠披, 脸色猙獰。 大, 长刀被浮现得连衣脚断, 还没等他回过神, 轮回丝割断了他的脖子, 鲜血喷起半米高。 杀, 誓死捍卫鬼王宗, 鬼王无敌, 鬼王万岁。 有人举刀冲来, 眼神疯狂, 汉不畏死。 可惜他没能冲过来, 半路就被轮回丝蓝腰斩断。 鬼王无敌, 鬼王万岁。 所有人大喊, 举刀横冲, 眼神疯狂而炙热, 像是疯狂的信徒。 楚循抬手, 一指压下, 涂抹指一指生灵面。 半空扭曲, 空气暴明, 一根十米左右的巨大指印 带着毁灭之力碾压而下。 哄, 地面炸开, 尘土遮天蔽日, 地面出现一道十米长的沟壑, 里面被鲜血染红, 碎尸遍地。 这一指下去, 就有二三十人丧命, 血染大地, 生生开出一条血路。 山风呼啸, 无数血红色的枫叶 从山顶飘落下来,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惊悚。 魔, 魔鬼, 大家快逃啊, 他是魔王索命来的。 惊恐的叫喊声乍响, 有人扔掉长刀, 发足狂奔, 恨爹娘少伸了两条腿。 几十号人如惊弓之鸟, 没命地向古外逃亡。 楚循嘴唇抿了抿, 没有阻拦。 老人告诉他, 鬼王门的人汗不畏死。 他不信, 这世上或许有人真不怕死, 但绝对不会是这些痴妹亡粮。 他转身深入, 身后的骨口响起密集的枪声。 来人直播, 为何闯悟鬼王门? 有人十多人拦路, 修为普遍在后天层次。 回答他们的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大手印, 涂抹手, 祭面。 哄, 地面塌陷, 山摇地动。 十多人中有一半被拍成烂泥, 众人揭聚, 寒意蔓延。 远处有人在观看, 看到这一幕眼神惊悚, 两腿发软。 他们的修为比这些人高不了多少, 如果这一掌落在他们身上, 下场估计差不了多少, 非死即惨。 突破, 鲜血喷涌, 侥幸活下来的几人全被轮回四斩首。 远处几人差点被吓滩, 这哪来的狠人? 什么话都不说, 就一路杀进来。 前辈, 不知我鬼王门什么地方得罪了您? 还请明示, 我等也好奉茶道歉。 远处有人大着胆子喊, 楚巡神色平静, 表现得风轻云淡, 往前走去。 他走一步, 那些人就退一步。 前辈, 恕我等愚钝, 何处得罪前辈? 还请明示, 有人声音颤抖, 撞着胆子问。 楚巡抬手, 掌心真元成匹链爆发, 朝着远处那些人轰去。 逃啊! 那些人吓得魂飞魄散, 争相逃窜。 几个倒霉的反应慢, 被真元贯穿胸膛, 血洒半空。 哄, 真元凝聚的白色匹链 击中远处, 一栋古朴精致的木制房子 直接炸开, 当场解体。 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人下风了, 一言不语, 直接屠杀。 狠人, 魔王, 阎王, 这些都不足以表达 楚巡此刻在他们心里的形象。 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念头, 逃, 逃得越远越好, 此人非宗师不敌, 突突, 轮回斯比他们快太多, 在空中盘旋, 蜿蜒而行, 像是在嘲笑他们跑得太慢, 然后猛地击射贯穿他们的咽喉。 楚巡就这样一步步深入, 弹指间取人性命, 身后血流成河, 人头滚滚。 在建筑群的深处, 一座石塘高丽, 急到身影望着杀来的楚巡, 眼皮直跳。 此人是谁? 有人开口, 声音沙哑。 不知道, 毫无征兆地出现, 直接大开杀箭。 他不可能无缘无故攻击我鬼王门, 到底是谁招惹了如此狠人? 管他是谁, 赶来我鬼王门, 那就送他去做鬼。 我关他不过二品宗师, 我一人可斩他。 说话这人无短身材, 貌不惊人, 但却气血旺盛, 声音如雷, 名幻雷刚, 是鬼王门的长老。 其他几人点头, 同时看向现在最前面, 面色儒雅的中年人, 他才是这里修为最高之人, 三品宗师。 去吧, 切记, 狮子伯托。 中年人提醒, 雷刚点头, 雀起吐落, 朝楚巡而去。 楚巡走一步, 那些后天修为的人就退两步, 面色惊恐, 他们也想逃, 可前有楚巡, 后有鬼王门的高层, 不这儿退, 也是活不了。 他们进退两难, 为难的想哭。 各位老铁, 推荐票别忘了砸出来, 过十二点就废了。 一百。 楚巡有所感应, 驻足望去, 一道身影在快速接近。 鬼王门的人看到楚巡停止不前, 顿时激动的想哭, 这个狠人终于良心发现不再向前了。 破空声袭来, 他们回头望去, 顿时满脸惊喜。 恭迎雷长老, 声音整齐而洪亮, 像是演练过几百遍。 哄, 雷刚落地, 脚下地面炸开, 他是故意的, 因为他觉得这样出场很拉风。 雷长老来了, 这人死定了, 他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雷长老岂会轻易放过他。 如此狠人, 遇上雷长老也是无奈, 只能束手就擒。 这些人窃窃私语, 却故意让雷刚听见拍得一手好马屁。 雷刚无短身材, 但气血旺盛, 有种猛虎蛰伏的气势。 你是何人? 雷刚看向楚勋问道, 杀你们的人? 这时楚勋一路杀来, 第一次开口说话。 他会说话, 有人小声咕弄, 我还以为他飞龙技哑呢, 感情是不屑跟我们说话。 雷刚表情惊恶, 楚勋的回答太粗暴了, 我们鬼王门可有人得罪于你。 有, 楚勋回道, 谁? 雷刚问, 不知道, 楚勋回答得无比干脆。 雷刚眼珠子鼓起, 脸色阴沉下来, 他觉得楚勋是在戏弄他, 冷声道, 无所谓, 既然你选择与我鬼王门为敌, 那就送你去做鬼。 楚勋无奈, 他说的是真的, 他的确不知道如走唐柔的人是谁, 但可却确定是鬼王门的人。 既然如此, 只要是鬼王门的人, 那杀了就不会有错。 雷刚身上腾起恐怖的气势, 如猛虎苏醒, 煞气扑面。 楚勋手捏掌印, 凌空拍下, 涂抹手, 记面。 真元所画的巨大手印当空覆盖而下, 空气扭曲暴明。 哄, 手印击中雷刚, 顿时尘土如乱扩散, 地面裂缝蔓延。 尘土散尽, 一个巨大的掌印陷入地面, 清晰可见, 掌印中站立一人, 正是雷刚, 他毫发无伤, 面带不屑。 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 雷刚讥讽道, 楚勋眉梢微调, 差一道, 横练弓, 算你有些见识。 雷刚傲然道, 以横练弓入宗师, 可谓同阶无敌, 战力比寻常宗师强横得多。 楚勋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哄, 脚下炸开, 雷刚如猛虎般扑向楚勋, 同时举拳变轰, 带起庞大的风压, 声势骇人。 楚勋脚下微动, 人已略向一旁, 快如流光。 碰, 雷刚一拳落空, 拳风将地面击出一个大坑。 他们称你为狠人, 魔王, 可在我看来, 你只会躲, 连个娘们都算不上。 雷刚嘲讽, 楚勋嘴角勾起, 横练功夫, 他喜欢。 青龙霸体绝运转, 体内骨骼银银发光, 洁白如玉, 五脏六腑共鸣, 心脏跳动如肋骨, 强悍而有力。 楚勋勾勾手指, 发出挑衅。 碰, 雷刚一脚跺地, 人反冲上高空, 拳风鼓荡, 轰向楚勋。 楚勋脚尖轻点, 人如柳絮飘向半空, 同样轰出一拳。 死! 雷刚大吼, 拳头内袭环绕, 面带凝瑟, 想一拳击杀楚勋。 碰, 两拳相撞, 静气肆虐。 咔嚓! 刺耳的鼓猎声, 伴随着漫天血雨, 一道身影砸落地面, 生生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楚勋落地, 单手附后, 满脸风轻云淡。 这时, 坑中发出一声惨叫。 是雷长老, 有人牙齿打颤。 碰, 地面炸开, 雷刚跃起。 鬼王门的人同时倒吸冷气, 因为雷刚的右手没了, 断至手腕, 露出森森白骨。 我杀了你! 雷刚陷入狂暴, 他一向自负, 横练弓所向披靡, 同间含有敌手。 可刚才紧紧一拳, 他的右手边被轰成渣, 这让他如何能忍? 刷! 雷刚话音刚落, 猛地瞪大眼睛如同见鬼, 因为楚勋突兀地出现在他面前, 轻飘飘地挥出一拳。 他惊慌之下, 用唯一的左臂招架。 砰! 雷刚惨叫, 身子倒飞, 他的左臂也被一拳轰碎。 楚勋身影闪动, 如影随形跟进, 追上倒飞的雷刚, 一拳轰出。 咔嚓! 雷刚惨叫, 大口咳血, 肋骨断了一片。 砰! 咔嚓! 雷刚胸腔塌陷, 后背直接炸开一个血洞, 可看到白森森的胸骨跌落在十几米开外, 气息消散。 楚勋四拳打爆了一身横练弓, 二品宗师雷刚。 鬼王门的人静若寒蝉, 浑身抖如筛糠, 魂都飞了一半。 堂堂二品宗师竟被人四拳打爆, 这是要吓死人的节奏。 深处的石坛上, 一群人作牙花子, 眼皮狂跳, 有人忍不住倒吸冷气。 就连长相儒雅的中年男子, 也是手脚冰凉。 雷刚一身横练很是难缠, 就算是他也得百招之外取胜。 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狠人? 有宗师这样说, 他是一品宗师, 平时还觉得自己算个人物, 可此刻看雷刚这个二品宗师死得如此窝囊, 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个一品宗师脆弱得跟个骨折病人似的, 不堪一击。 到底是谁惹到这样的魔王? 为我鬼王门带来灾祸? 先别管谁招惹的, 还是先想想怎么办吧。 他马上就要杀过来的, 他的手段你们也看到了, 简单粗暴, 根本不听解释, 现在门主不在, 我们夹起来估计也挡不住他的。 跑啊! 有人喊了一声, 呼啦! 现场的鬼王门弟子化作鸟兽散, 疯狂逃窜, 慌不择路, 有人竟直接冲向楚巡, 他们真的吓风了。 哗! 人头滚落, 鲜血喷涌, 地上多出一具尸体。 楚巡没有追, 他知道这些人跑不掉的, 整个风铃山此时早已被军队围得水泄不通, 骨口不支架了几百艇机枪在等他们。 因为, 一号首长这次铁了心要灭了鬼王门, 绝不会再给他们生根发芽的机会。 楚巡抬头望向深处, 遥望石坛上的几人。 秦长老, 快拿主意, 现在该怎么办? 这个魔王杀过来了。 有人看向儒雅中年人问道, 中年人名唤秦智, 别看他外表儒雅斯文, 实则心狠手, 残忍无比。 每年死在他手上的同男同女, 不下百个。 秦智脸色阴沉, 他被楚巡望来的目光刺得打得哆嗦, 心声巨异, 沉声道, 此处太重要, 不容有诗啊。 听秦智说到太重要, 其他人心里一颤, 同时想到, 那个东西, 眼神同时浮现出巨色。 还要多久? 有人问, 只需半年, 老鬼王便可出关。 若是现在出事, 我们多年心血全都白费了。 秦智语气不甘, 可鬼王不在, 谁能拦住那个狠人呢? 其他人点头, 四拳轰杀雷刚, 他们上去也是送菜。 或许, 我们可以跟他谈谈。 秦智眼神闪烁, 其他人却面色古怪, 那个狠人从头到尾 都都没表现出 一点要谈的样子。 关键是谁来跟他谈? 这可有大风险, 一言不合就有可能被轰杀。 少主呢? 秦智回头, 看向这里唯一的女宗是钟燕, 你去保护好少主, 若是谈判失败, 你立刻带着少主从密道离开。 钟燕四十多岁, 修炼的关系, 看上去像是三十岁, 风韵犹存, 被秦智抛个媚眼, 硬了一声走了。 其他人暗自撇嘴, 这里谁不知道 钟燕是他秦智的情人。 在无人敢阻拦, 楚寻化作一道流光, 几个呼吸间掠上石坛。 秦智几人全神戒备, 身体绷紧。 这位, 请问我们鬼王们 可有得罪的地方。 秦智开口, 他不知道如何称呼, 对方年轻的不像话, 这让他们更加震惊, 什么样的势力 能培养出这样的狠人? 有! 楚寻淡淡地回应, 还真有人得罪了这个魔王, 请问这人是谁, 我没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秦智道, 同时, 他们心里也松了口气, 只要对方愿意谈就好。 楚寻挑眉, 摇摇头道, 不知道。 啊, 秦智几个人一脸猛逼, 看楚寻的表情 不像在戏弄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知道, 他是你们鬼王门的人, 却不知道是谁。 我想, 只要是鬼王门的人杀了就没错, 总有一个是我要找的。 楚寻神色平静地说道, 秦智等人却平静不了, 先是一脸猛逼, 后面想骂人, 你都不知道是谁, 就乱杀一通, 毁了鬼王门耗费多年建立的势力, 这还有天理吗? 谁让你你杀谁就好, 实在不行, 让我们来查也行啊, 哪有你这么粗暴的? 一言不合就灭门, 可惜, 他们只能在心里发发牢骚, 你确定这人是我们鬼王门的人? 秦智问, 心里冒火, 这人太野蛮了, 你说我们鬼王门有人得罪了你, 那这人怎么得罪的你倒是说, 你这样一路杀来, 鬼王门鸡也毁了大半, 要是最后弄错了, 这人不是他们鬼王门的咋办? 不排除有人栽赃陷害啊? 你的意思是, 我弄错了, 楚寻目光战战, 隐隐有杀意流动, 秦智等人吓了一跳, 这真是杀心啊, 一言不合就要杀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人怎么得罪您了? 比如, 他有什么特征, 我们也好帮你查找不是? 秦智陪着笑脸, 心里却在爆粗口, 神经病, 疯子, 魔鬼, 楚寻陈吟, 道, 他的声音很难听, 就是那种听他说话, 就有拍死他的冲动, 啊, 一群人实话, 再次猛逼, 他们真想壮着胆子问一句, 这算什么狗屁特征, 你该不会就是根据声音难听, 就判定这人来自鬼王门的吧? 我们是叫鬼王门, 但不代表我们的声音像鬼, 120, 秦智等人委屈地想哭, 堂堂鬼王门一干长老, 竟被逼到这份上, 这要是传到武道界, 肯定惊掉一地眼球, 请问, 还有别的特征吗? 秦智问, 单凭声音难听这怎么找? 我还觉得, 你声音难听啊, 他暗自赋斐, 楚寻陈吟, 目录思索, 然后慢悠悠地说, 没了, 秦智等人伸着脖子等了半天, 却听到这么个答案, 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着, 心里恼怒, 你不知道思考那么久干毛线啊? 那怎么肯定, 这人就是我们鬼王门的人啊? 秦智强忍着怒气, 他好歹也是三品宗师, 此时却跟个三陪女士的低头哈腰的陪着笑脸, 都快憋屈死了, 楚寻嘴角微扬, 眉毛挑起, 但莫道, 你们这是在质疑我冤枉你们这群小鬼? 秦智差点暴走, 其他人脸上也是亲子交加, 有种破口大骂的冲动, 你误会了, 我们没有质疑你的意思, 只是你给的线索太少, 我们没法找啊, 秦智后曹牙都快咬碎了, 没关系, 楚寻摇摇头, 然后看向他们, 目光寡淡, 周身却连衣激荡, 发出阵阵暴鸣声, 开口道, 那就把你们全杀了, 这个人就跑不掉了, 秦智等人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了, 浑身紧绷, 如灵大敌, 几个人将多年不用的兵器都拿了出来, 楚寻猛地抬手, 秦智等人心里一突, 此人太过残暴, 一言不合就动手, 而且修为深不可测, 他们未战胆先窃, 急忙运转内袭, 准备拼命, 等等, 楚寻抬手却不是攻击, 而只是摆了摆, 什么情况, 一群人差点憋出内伤, 这就像一只刚吹起来的气球, 突然有人拿针扎了个小孔, 这样是会炸的, 楚寻满脸疑惑, 看着他们说,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想要动手吗, 秦智等人不禁疑惑, 难道是他们太紧张了, 会错对方的意思, 可刚才明明说要杀光他们的, 不过这都无所谓, 能不动手才是最好的, 定点运功驱寒, 刚才就是我们驱寒的时间, 实在不好意思, 惊到您了, 秦智急到, 其他人目瞪口呆, 这里气候温暖, 哪有一丝寒意, 看向秦智的目光充满敬佩, 不愧是鬼王们的智囊, 谎话张嘴就来, 楚寻微微汗手, 表示理解, 秦智等人隐隐激动, 心生感激, 这个狠人竟也有讲理的时候, 他抓走了我妹妹, 楚寻突然说, 啊, 一群人瞪着眼珠子, 回不过神来,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瞬间倒吸, 一口冷气, 汗毛倒数, 难怪这魔王大开杀戒, 杀得人头滚滚, 这是哪个蠢货干的蠢事, 他们心里已经决定, 只要查出这个人, 定要把他碎尸万段才解恨, 我听下面人说, 少主今天抓了个女人回来, 不会是, 有人压低声音说, 秦智等人心里一跳, 想到他们那个奇葩少主, 心里跟打鼓似的, 再也平静不下来, 你确定? 秦智脸色阴沉的, 都快滴出水了, 这人点头, 被少主抓回来的女人叫唐柔, 是个当红明星, 秦智示意大家稍安勿躁, 或许只是弄错了, 她洋装笑脸, 看向楚循, 说道, 请问,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唐柔, 楚循简短的回答, 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幻想, 一群人恨得咬牙切齿, 虽然陈宇婷是他们的少主, 但此刻也有暴走她的冲动, 你说你平时嚣张跋扈也就算了, 在这关键时期, 你他妈招惹了一个魔王, 把你老爹的基业毁了大半, 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坑爹啊, 而且, 一个处理不好, 还有可能坑你爷爷, 请稍等片刻, 我这就让人去查, 若阁下的妹妹, 真在我们鬼王门, 我们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秦智道, 不用了, 我还是自己去找比较放心, 楚循说完, 卖步朝里面走去, 秦智心里着急, 若是楚循进去, 里面窥探到鬼王门的秘密, 那就不妙了, 情急之下, 他拦住去路, 道, 阁下请稍等, 我, 他话还没说完, 突然瞳孔放大, 声音戛然而止, 脚下轰然炸开, 人已急速倒退, 其他人也是脸色大变, 狼狈倒退, 哄, 一个巨大的掌印, 从半空碾压而下, 轰隆一声, 地面塌陷, 飞土扬尘, 震得四周老树军裂, 目时纷飞, 有人速度慢了些, 被掌印擦中, 震得大口可血, 侥幸躲开的人都面色惊惧, 轻身体会才知道, 这狠人有多可怕, 简单粗暴, 一言不合就出手, 真是太残暴了, 楚寻神色冷漠, 盯上一位宗师, 手捏拳硬向他杀去, 秦长老救我, 这人吓得魂飞魄散, 惊恐地大喊, 因为他已经受了伤, 根本躲不开, 秦智脸色阴翼, 怒火攻心, 反身就要救援, 碰, 空中爆出一团血雾, 秦智脚下一掷, 牙子欲裂, 楚寻的速度太快了, 一拳将那人胸膛贯穿, 前后透亮, 心脏暴成碎末, 欺人太甚, 秦智大喉, 不服来战, 楚寻的回答简单粗暴, 并且向着究竟一位宗师杀去, 这人吓得亡魂接冒, 扭头便逃, 死, 一指点出, 半空扭曲, 空气暴明, 十米长的巨大指印落下, 哄, 山摇地动, 地面裂痕蔓延, 逃跑的宗师, 直接抱成一团血雾, 尸骨无存, 指印余微不减, 朕得其他人大口咳血, 纷纷逃闪, 臂气锋芒, 秦智惊怒交加, 郁闷地想吐血, 鬼王门八大宗师, 已有三人战死, 说战死是好听, 说白了就是被单方面屠杀, 每一个宗师, 都是瑰宝般的存在, 这都是鬼王门的根本, 现在死了三个, 让他如何跟鬼王交代, 处循结印, 一指点出, 涂抹纸二指山河崩, 虚空震动, 一根高达十几米的指幅线, 如巨大的石柱, 带着毁天灭地的恐怖气势, 急速砸下, 有个宗师被笼罩在内, 快躲开, 秦智觉得自己都要疯了, 鬼王门不能再损失宗师了, 每死一个, 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这位宗师害得魂飞体外, 全身静攒, 他之前就被震伤了, 死亡的气息笼罩着他, 或许他从没想过, 身为宗师会有这么一天, 求生的欲望让他爆发出超强的速度, 闪电般躲避, 给我滚回去, 楚循冷漠道, 碰, 这位宗师双臂折断, 尖叫, 不甘心地嘶吼, 他快要逃出升天了, 却被楚循一拳轰回来, 刚好落在杂下的指印下, 声音戛然而止, 哄, 地面塌陷, 尘土滚滚, 如海中巨浪扩散,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尘土散尽, 剩下的人低头看去, 煞食害的肝胆欲裂, 手脚冰凉, 只见被指印砸中的宗师已成了血泥, 连骨头都被碾碎了, 更玩上章, 有老铁私疗我说太少, 没看过眼, 问我家在哪, 说是要来看我, 激动得我热泪盈眶, 可你问我家附近有没有卖刀的, 是什么意思, 一百二, 秦志目光呆志, 他是三品宗师, 鬼王门的智囊, 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人一个接一个地, 被这个魔王无情屠杀, 这一刻他突然明白, 什么智慧, 阴谋,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苍白无力的, 撤, 他悲愤地大喊, 这次鬼王门损失太惨重, 这一切的根源, 只因他们那个死一万变都不解恨的少主陈雨婷, 可是, 尽管他们心里恨不得陈雨婷去死, 但却不得不去救他, 因为他是鬼王唯一的血脉, 若是出事, 他们也活不了, 鬼王门八大宗师, 现在已去其次, 除了先离开的钟宴, 现在只有三人, 如丧家之犬, 狼贝尔逃, 楚群神色冷漠, 深如流光, 追踪而去, 唐柔和流星躲在防御阵中, 没人进得来, 暂时倒也安全, 你怎么了? 唐柔发现流星扭捏不安, 流星脸色胀红, 紧夹着双腿, 身弱文盈, 我想上厕所, 那些水果大多进了他的肚子, 此时肚子胀得难受, 唐柔也不禁为难, 这防御阵什么都好, 就是全透明, 没有遮挡, 估计楚群设计的时候, 也没想到这种情况, 小黑, 快看, 你的女人要撒尿了, 陈雨婷坐在阵外, 她的胳膊已经找人接好, 换了深大红色的古代服饰, 此时吃着精致的小菜, 喝着小酒, 很是安逸滋润, 她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阴阳怪气地说道, 那只黑豹, 近人性化的蒸大琥珀色的双眼, 紧盯着刘欣, 眼神竟有盈, 会知色浮动, 刘欣满脸胀红, 她快忍不住了, 现在一人一兽盯着她看, 她羞愤难忍, 都快哭了, 唐柔看向那张古朴精致的方桌, 小声道, 要不我用桌子给你挡着, 狂浪, 门被暴力推开, 发出巨响, 不但吓到陈雨婷和黑豹, 唐柔和刘欣也被吓得不轻, 看到是熟人, 陈雨婷拍拍胸口, 不满道, 钟姐姐, 您就不能温柔点, 钟燕柳眉微瞥, 看着镇中的唐柔和刘欣, 惊呼道, 镇, 据她所知, 镇只有修道之人可以布置, 威力惊人, 若是运用得当, 可击杀比自己修为高的人, 钟燕在乎的不是这个镇, 而是布置镇的人, 修道之人虽手, 但手段神鬼莫测, 很是难缠, 武道界有句话叫做, 宁惹地府言妄言, 莫惹人间臭老道, 哎呦, 这两人脸上露出和善的微笑, 轻声道, 两位小姑娘, 告诉姐姐, 你们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唐柔和刘欣莫不作声, 跟陈雨婷一起的,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钟燕皱眉, 这两人一看, 就是陈雨婷抓回来的, 鬼王门已经来了一个狠人魔王, 杀得人头滚滚, 现在若是在招惹一个牛鼻子老道, 那真是自掘坟墓, 少主, 快放了他们, 钟燕沉声道, 陈雨婷眼珠子鼓起, 像一只丑陋的癞蛤蟆, 看着隔应, 她语气诧异, 道, 钟姐姐, 你在说什么, 这两人可是我专门为我和小黑找的的女人, 还没完呢, 怎么能放他们走, 钟燕胃里翻腾, 她有些想吐, 不知道是因为陈雨婷的长相, 还是因为她的话, 她柳眉倒树,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个变态, 几代鬼王都是雄才大略, 生的儿子, 怎会如此龌龊, 鬼王门都快灭门了, 她还有心思玩女人, 真是不折不扣的废物, 钟姐姐, 坐下陪我喝几杯吧, 陈雨婷邀请, 钟燕差点抱走, 她在担心秦智等人, 这丑逼却邀请她喝酒, 钟燕在心里爆粗口, 钟燕正要劝陈雨婷放了糖柔他们, 突然看向门外, 有人正在急速接近, 碰, 木门爆开, 三道身影相继冲进来, 陈雨婷被吓得手一哆嗦, 酒水直接喝气管里去了, 差点枪死, 好在秦智发现不对, 及时用内息帮她逼出酒水, 请说, 你们在搞什么鬼, 陈雨婷大怒, 还能不能让她和小黑好好玩女人了, 你们怎么来了, 其他人呢, 钟燕第一次看到秦智如此狼狈, 心里生起不好的预感, 别问了, 你们快带少主走, 秦智语气带着浓浓的不甘, 还有深深的无力感, 那你呢, 钟燕听出秦智语气不对, 急切地问道, 秦智眼神阴狠, 带着无尽的恨意道, 我去唤醒老鬼王, 大不了鱼死网破, 不行, 这样太危险, 你跟我们一起走, 钟燕急道, 秦智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语气严肃, 道, 你们先撤, 我唤醒老鬼王就去找你们, 钟燕知道改变不了秦智的决定, 当下温柔一笑, 道, 我等你, 秦智点头, 走到窗边, 抓着一盆盆栽轻轻转动, 哐嗷一声, 地面颤动, 露出一道入口, 沉声道, 快走, 钟燕很下心, 一扭头, 拉着陈宇婷就要走, 谁知陈宇婷一把甩开钟燕的手, 一脚踢飞面前的小木桌, 碗筷, 酒杯碎了一地,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想带我去那里, 她咆哮, 她还等着看刘欣会不会尿裤子呢, 秦智脸色愤怒, 正要解释, 突然怒吼一声, 快走, 不然来不及了, 是, 一道刺眼的白芒, 从他们头顶掠过, 没入天际而消失, 咔嚓, 这间木制房子的房顶朝一边滑倒, 轰隆一声变成一堆废材, 少主, 快走, 钟燕去拉陈宇婷, 结果却被再次甩开, 只见陈宇婷昂头看着蔚蓝天空, 一脸猛逼, 痴呆道, 我靠, 我的房顶呢, 用来支撑整个房子的巨大木柱上, 楚寻副手而立, 狭长而明亮的毛子竟显冷漠, 整个人飘飘欲仙, 直到唐柔一具惊喜的楚寻哥哥, 让那双冷漠的毛子解冻, 多了些许温柔, 秦志等人却是如坠冰枯, 如丧烤笔, 陈宇婷却不一样, 他双眼瞪得像蛤蟆, 眼底满是羡慕极度恨, 楚寻相貌俊美, 身着飘渺之气, 宛若敌仙, 再观陈宇婷, 猥琐不堪, 衣着不伦不累, 着实难登台面, 走, 秦志突然一把抓起陈宇婷, 朝着密道口冲去, 可惜, 他冲得快, 退得更快, 哄, 一道白色皮练, 直接将密道入口轰塌, 石块堵住了入口, 楚寻轻轻收回手, 神色自若, 然后如柳絮般飘乱下, 挥手撤掉护着唐柔的法阵, 楚寻哥哥, 唐柔如乳焰归朝投进楚寻怀里, 声音愧疚, 对不起, 又给楚寻哥哥添麻烦了, 楚寻身子微微僵硬, 其实, 该说对不起的是他, 因为他唐柔才屡次遭遇危险, 好, 惊吓得尖叫, 刷, 一张由轮回丝组成的大网浮现, 黑豹这一扑直接撞进大网中, 扑, 大网收缩, 黑豹惨叫, 他被大网割成五指大小的肉块, 这些肉块被鲜血竟然掉落满地, 看上去像数百上千块的红烧肉, 死的虽然是黑豹, 但死相太惨, 跟凌迟差不多, 刘欣双眼翻白滑丽丽地晕死过去, 好在没大小便失禁, 秦智等人手脚冰凉, 他们发誓, 这辈子都不吃红烧肉了, 你敢杀我的小黑, 陈雨婷看到唐柔扑进楚勋怀里, 极度的都快发狂了, 心里更是扭曲, 觉得唐柔太肤浅, 长得好看有个毛用, 楚勋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一手搂着唐柔, 另一只手提起流星, 朝着骨口方向而去, 秦智等人发呆, 走了, 就这样走了, 他们心里惊讶, 以这狠人的性子, 怎么可能放过陈雨婷, 不过这样也好, 鬼王门的秘密终归守住了, 我已经给鬼王发消息了, 他很快便会赶回来, 我们现在只要守好老鬼王就行, 只要老鬼王出关, 鬼王门就会屹立不倒, 秦智虽然说的乐观, 可现实是, 这次鬼王门的基业被楚勋毁了八成, 除了几十个后天修为的弟子, 剩下的就是他们这几个侥幸活下来的人, 陈雨婷却不以为意, 他躲在这里, 对于外面的滚滚人头, 和鲜血染红的时间丝毫不知, 只知道那个人杀了他的小黑, 还夺走他的女人, 他是鬼王门的少主, 什么时候吃过这亏, 当下奸生道, 秦叔, 你们怎么这么怂, 怎么会让一个小子混进鬼王门呢, 你快派人抓他回来, 我要把他切片, 让他死得比小黑还惨, 他是鬼王门的少主, 鬼王唯一的血脉, 向来要疯得疯, 要语得语, 有他父亲无品宗师, 和一群宗师保护, 从来不知道, 害怕两字砸血, 顾才有此一说, 秦志脸庞抽搐, 眼皮直跳,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怀疑陈雨婷不是被宠坏了, 而是脑子里有屎, 就算他没看到那个魔王一路杀来, 血染石阶, 总看到黑豹死得有多惨了吧, 其他三人也忍不住叹息, 论作死, 只拂陈雨婷简直无知愚蠢的令人发指, 以后鬼王门传到他手, 恐怕灭亡是迟早的事, 少主, 鬼王门已经没人了, 秦志咬牙道, 笑话, 我鬼王门弟子成百上千, 岂会没人, 难不成他们突然都死绝了, 陈雨婷很生气, 觉得自己少主的威严遭到挑衅, 少主英明, 不出门便知晓天下事, 我鬼王门的人的确差不多死光了, 都是被刚才那人杀的, 此时我等都已受伤, 就少主毫发无损, 不如劳烦您亲自跑一趟, 把那人抓回来, 秦志实在忍受不了陈雨婷的愚蠢, 忍不住出言讽刺, 120, 峡谷口, 上百艇机枪架起, 子弹上膛, 伤口还残留着余温, 地面被鲜血染红, 那些逃跑的先天舞者逃到这里, 被这些机枪撕成了碎片, 楚巡带着良女出现, 速度极快, 她身上带着浓浓的血腥味, 眸子冰寒, 如同地狱归来的魔王, 放行, 指挥车中一位身材壮硕, 国字脸的男人下令, 他叫徐薇, 来自京城军区中将军衔, 哗, 所有军人向楚巡敬礼, 动作整齐划一, 华夏军人不讲虚的, 只崇拜强者, 楚巡单枪提马, 剿灭金狼拥兵团, 就出一百多人制, 扬华夏军威震慑敌寇, 现在的楚少将在军中有很大威严, 徐薇赢上前, 青龙等人也在, 楚少将, 我是徐薇, 奉命来配合你, 请指示, 徐薇进个军礼, 按理说他是中将军衔, 而楚巡只是少将, 这里应该是他说了算, 可上面下达的命令, 却是一切听从楚巡的命令, 他对此没有丝毫不满, 因为他也看了那场直播, 对楚巡佩服得紧, 如果换作别人, 他就没这么好脾气了, 楚巡淡淡地地看了他一眼, 微微汗手, 徐薇却不禁打个寒战, 楚巡现在浑身煞气, 令人胆寒, 要不要进攻, 请楚少将向命令, 徐薇努力挺起胸膛, 站在楚巡身边, 他总有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楚巡将唐柔和流星交给青蛇, 让他将两女带离这里, 唐柔很懂事, 虽不舍, 但也知道楚巡有事要做, 乖巧地跟着青蛇离开, 楚巡这才回头看向徐薇, 回答他的请示, 道, 让所有人退后, 方圆无礼不许有人, 是, 徐薇虽心里疑惑, 倒也干脆, 直接下令军队退出无礼, 你们也撤退吧, 楚巡对青龙等人说, 前辈, 带上我们呗, 或许能帮上忙呢, 玉兔怯切切地说道, 他总喜欢在头上戴假的兔耳朵, 毛茸茸的, 很可爱, 楚巡轻笑道, 撤退吧, 说完, 单手附后, 转身朝着谷内走去, 谷内, 陈雨婷吓得瑟瑟发抖, 浑身抖入筛康, 本就丑陋的脸, 因为惊吓而更加惨不忍睹, 他被气昏头的秦志拉出去转了一圈, 让他看那滚滚人头, 满地死尸, 逃吧, 那个魔王还会回来的, 他会来杀了我的, 陈雨婷抱着秦志的腿哀嚎, 秦志眉头拧成一块, 恨得咬牙切齿, 他多希望之前那狠人一巴掌拍死这个蠢货, 经过十年前那场灾难, 鬼王门如今勉强恢复元气, 这就因为这个脑子里装满屎的蠢货, 鬼王门基业被毁八成, 啊, 秦志越想越怒, 心头鬼火直冒, 愤怒地嘶吼, 然后一拳将旁边的巨石轰成碎块才停下, 钟燕还有另外两位宗师看着发狂的秦志, 再看看一副怂样的陈雨婷, 升起深深的无力感, 难尼扶不上墙, 你们保护好少主, 老鬼王的禁食时间到了, 秦志按耐住怒火, 沉声道, 还有, 清理密道入口, 以防万一, 吩咐完, 他纵身远去, 谷内深处有一座密室, 秦志进去密室, 约莫十分钟左右, 密室门打开, 秦志手捧一个玉制坛子走出来, 可带他抬头, 瞳孔猛地放大, 手里的玉坛子差点扔出去, 十米开外, 一道身影毅力, 双眼尽显冷漠, 不含感情, 正是去而复返的楚寻, 望着去而复返的楚寻, 秦志心里委屈地想哭, 这狠人怎么又回来了, 楚寻默然猛地轰出一拳, 真元凝聚如皮炼横空出事, 秦志差点憋屈死, 又是这样, 一语不发就出手, 好在他时刻警惕, 足下发力横移开来, 哄, 密室石门轰然炸开, 石块崩飞, 楚寻目光战战如星辰闪烁, 手捏拳硬朝着秦志杀去, 欺人太甚, 秦志大吼, 内袭疯狂涌动, 猛地击出一拳, 拳风鼓荡, 有碎精裂石之势, 碰, 沉闷的撞击声, 震得山石滚落, 地动山摇, 破, 秦志凄厉地惨叫, 他的手臂被楚寻一拳轰暴, 连带着手中玉坛炸开, 满天血雨, 楚寻目光寒冷如霜, 玉坛中竟然装的是鲜血, 而且是同男同女之血, 你该死, 楚寻朝前扑去, 举拳轰杀, 锁过之处飞杀走时, 秦志变色, 转身急逃, 可他的速度比起楚寻来差远了, 碰, 秦志的另一条手臂连同肩膀都被楚寻一拳轰成渣, 老鬼王, 救我, 秦志嘶吼, 今天谁也就不了你, 楚寻语气冷漠, 上百道轮回丝席卷而出, 瞬间将秦志裹成粽子, 碰, 轮回丝猛地收缩, 生生将秦志勒抱, 化为血雾, 滋养大地, 楚寻眼中, 戾气凝聚不散, 转身走进那间密室, 密室足有两百平方, 里面是一个连一个的大铁龙, 空气潮湿, 弥漫着刺鼻的恶臭味, 十多个大铁龙中装的都是不足十岁的孩子, 男女都有, 大约有一百多个, 望着那一双双惧怕, 呆滞, 惊恐, 和麻木不仁的眼睛, 楚寻眼眶狠狠收索, 大铁龙的钢管有志同手臂粗细, 却被楚寻全部生生撕裂, 孩子们, 我们回家, 听到楚寻的话, 那一双双麻木不仁的眼睛有了嘶嘶生气, 哥哥, 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终于有人说话了, 估计在这里关的久了, 他说话有些费力, 楚寻点头, 轻笑道, 是的, 你们现在安全了, 那个花人呢, 有个瘦骨灵巡的小女孩问, 她被警察叔叔抓走了, 那你也是警察吗? 有小孩问, 是, 楚寻点头, 或许在这群孩子心中, 能救他们的只有英勇的警察叔叔, 楚寻打电话给青龙, 让他带人来进来把这群孩子带出去, 青龙接到电话, 不敢耽搁, 迅速点兵两百, 除了护送唐柔离开的青蛇, 其他十二生肖成员都在, 带着他们冲进谷内, 这一路, 一行人走得心惊肉跳, 一路都是死尸, 残肢断壁, 地面被鲜血染红, 尤其是越往里走, 景象越恐怖, 人头滚滚, 血染石阶, 凝聚不散的血腥味, 让人如置身地狱, 这不会都是前辈杀的吗? 金猴嗓子发丹, 青龙点头, 面色凝重, 楚寻的手段令他胆寒, 好狠的手段, 竟将这里变成了炼狱, 后面两百军人更是身体颤抖, 他们仿佛置身地狱, 可当他们看到那群孩子后, 才知道楚寻一点都不残忍, 恨不得返回去边市, 这些年, 京城失踪的孩子数以万计, 除了被人贩子贩卖的, 剩下的, 恐怕都是被鬼王门掳到这里, 那么多孩子, 可这里只有一百多个, 其他的, 估计全部葬身着风铃山了, 前辈, 他们抓这么多孩子干什么? 玉兔眼睛哭成了红宝石, 这些孩子受骨灵巡, 全身是伤, 长期忍痛挨饿, 太可怜了, 尤其是他们的胳膊, 满是刀刃滑铺的伤口, 新的旧的密密麻麻, 取血, 楚寻淡默地说道, 毛子浮现着谁也看不懂的情绪, 取血干什么? 玉兔不解, 其他人也好奇, 青龙脸色猛变, 脱口出道, 以血养身, 楚寻看了他一眼, 微微汗手,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以血养身? 玉兔一脸迷糊, 青龙正欲开口, 快带孩子离开, 楚寻面色凝重, 所有人, 跑, 青龙大喊, 所有军人迅速地脱下上衣, 将孩子包裹, 抱着潮狂奔, 嗡, 空气暴明, 恐怖的气息迎面来, 一道黑影快若闪电, 哼, 黑影落地, 地面轰然爆开, 土石崩飞, 一时间飞土阳尘, 无法失误, 青龙等人不得不停下脚步, 因为黑影刚好拦住他们的去路, 楚寻深如流光略出, 挡在众人面前, 许久, 尘土散尽, 众人望去,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 所谓的黑影, 竟是一具巨大的黑色棺材, 上面黑气缭绕, 咳之, 棺材盖开始移动,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棺材并非空的, 里面竟有人, 咳之, 声还在继续, 棺材盖露出一个十公分的缝隙, 一股一股的黑气往外冒, 紧接着一只干枯的大手, 或者说是, 爪子更贴切, 缓慢地从缝隙探出, 所有人后背冒冷汗, 满身鸡皮疙瘩, 有的孩子被吓得大哭起来, 楚寻目光如镀金一般, 战战生辉, 抬手结印, 针缘迸发, 一只巨大的手印在半空浮现, 凌空一压, 手印带着毁灭性的威能碾压而下, 那只干枯的大手动了, 黑气汇聚凝成一只黑色大手, 朝着落下的手印轰去, 楚寻脸色微变, 挥手不下屏障, 五彩连衣激荡, 哄, 空气扭曲, 凌厉的静气如海浪向四周扩散, 周围的花草树木尽数被绞碎, 好在楚寻提前有准备, 屏障五彩光滑流转, 肆虐的静气被挡了下来, 与此同时, 黑色棺材砰得炸开, 目屑如子弹四下崩飞, 一道身影浮现, 众人凝目观望, 瞳孔猛地放大, 一片倒吸冷气声, 这是什么? 这道身影足有近三米高, 有手有脚, 还有脑袋, 但全身隐藏在黑气中, 看不真切, 不确定是不是人, 楚寻脸色罕见的凝重, 真正的恶战就要开始了, 一百二, 那个三米高的人形生物站在那里, 全身隐藏在缭绕的黑气中, 众人能感觉到他在看着他们, 浓浓的黑气中, 弥漫着腐烂的味道, 这时, 破空声袭来, 是钟燕和其他两位宗师赶到, 还有陈雨婷, 钟燕等人上前, 对着人形生物跪拜, 道, 鬼王门长老钟燕, 见过老鬼王, 饶本王修行, 你们该死, 声音如钢铁摩擦, 异常刺耳, 但是可以确定, 这东西就是人, 他可以说话, 不过, 三米高的人, 这本身就是个怪物, 钟燕等人, 吓得瑟瑟发抖, 匍匐在地, 颤声道, 老鬼王息怒, 实在是我鬼王门有大灾祸降临, 他一直处寻, 因狠道, 此人一路杀进我鬼王门, 屠杀我鬼王门弟子如切菜, 我们八大宗师以死其武, 就连一直负责, 您禁食的秦长老也惨遭毒手, 我们死不算什么, 关键少主他不能有事, 若非如此, 我等绝不敢惊扰你老人家清秀, 老鬼王听闻, 身上黑气更加浓郁, 隐隐有鬼哭狼嚎之声响起, 为何屠杀我鬼王门人, 老鬼王藏在黑气当中, 眼睛如灯泡发光, 盯着楚循问, 楚循目光寡淡, 神色不见丝毫波澜, 嘴角冷漠地勾起, 道, 迫害无辜生命, 以血养身, 鬼王门, 当诸, 杰杰, 老鬼王怪笑, 不知其意, 但是下一刻, 两道黑气暴射, 如两道黑蛇席向楚循, 哼, 楚循抬手, 真缘如皮炼席卷, 震散黑气, 嗡, 老鬼王周身黑气大圣, 鬼哭狼嚎之音刺人耳膜, 青龙等人还好, 但是两百军人和小孩露出痛苦之色, 杰杰, 吐我门人, 毁我基业, 关你血气赤胜, 带我吸尽你的血, 杀光你们所有人, 来祭奠我鬼王门无辜惨死的阴魂, 楚循明亮的眸子, 冷如寒霜, 冰冷道, 无辜, 阴魂, 一群鬼魅王良也配, 青龙, 我即可动手, 你带孩子们冲出去, 楚循的声音在青龙南海中响起, 青龙差点嗨地跳起来, 好在他也是宗师镜, 微不可查地点头, 杀, 楚循蛇战春雷, 震得钟燕等人头脑迅运, 下一刻, 他以手捏拳印向前杀去, 放肆, 老鬼王大怒, 周身黑气席卷而出, 如树道黑蛇凌空飞向楚循, 锁过之处, 草木瞬间枯黄, 地面腐蚀, 便随着刺鼻的腥臭味, 楚循脸色冰寒, 这黑气有剧毒, 砰砰, 接连十几拳, 震散黑气所化的黑蛇, 此时, 青龙打个手势, 带着众人朝谷口奔去, 谁也别想走, 老鬼王怒吼, 黑气化成巨手遮天蔽日, 朝着青龙等人抓去, 孤魂野鬼也敢放肆, 楚循立鹤, 真元涌动, 整个人都在发光, 双手结印, 半空开始激荡, 空气扭曲, 一根十几米长的巨大指印浮现, 带着古老沧桑的威势, 涂抹指一指灭生灵, 楚循低鹤, 一指点出, 巨大的指印轰然而下, 带着无尽的毁灭之力倾倒, 哄, 老鬼王的黑色魔手轰然炸开, 声音震耳发聩, 大地颤抖不止, 青龙等人被震得脸色发白, 二百军人和小孩却被震得可血, 老鬼, 你当桌, 楚循怒了, 真元疯狂运转, 肌肤发光, 骨骼温润如玉, 五脏六腑共鸣, 心脏跳动如肋骨, 手捏拳硬, 朝着老鬼王轰杀, 杀了他们, 老鬼王下令, 同时也扑向楚循, 杀, 楚循手捏拳硬, 双拳发光, 带起音爆, 猛地轰出, 老鬼王也不甘示弱, 一条漆黑的胳膊, 比正常人长了一倍不止, 如黑金锁住, 穿透黑气, 劈向楚循, 大, 金属碰撞声碎金裂石, 震耳发溃, 周围树木被扩散得进气撕裂, 两人倒舍飞出, 楚循双眼如大星, 脚下炸开, 人如流光掠向老鬼王, 全身骨骼共鸣, 举拳轰杀, 砰砰, 两人眨眼对轰上摆拳, 灵力恐怖的权势如利刃不断扩散, 周围巨石树木被尽数摧毁, 钟燕等人接到老鬼王的命令, 杀向青龙等人, 破, 一个军人跑得慢了些, 被一刀腰斩, 连同他怀里的孩子也死于非命, 碰, 又一个军人被追上, 一拳击碎五脏六腑, 军人对上宗师, 如带宰的羔羊一般, 毫无抵抗之力, 寝客之间就有十多名军人被杀, 碰, 有军人对钟燕开枪, 钟燕手握一把银色长刀, 寒光闪烁, 举刀劈下, 子弹被一分为二, 连同这名军人也被飞出的刀器劈成两半, 带他们走, 我来断后, 青龙双眼赤红, 杀向钟燕, 两人都是一品宗师, 杀得难解难分, 其实青龙的战力要比钟燕强, 可要分神照顾逃跑的军人, 所以打得束手束脚, 但鬼王们还有两名宗师, 对奔跑的军人和孩子痛下杀手, 战虎咆哮, 杀向一名宗师, 他只是后天九层大圆满, 对上宗师很是艰难, 虽然他拼力袭杀, 可眨眼间身体多处被击伤, 谁敢与我一战, 剩下一名宗师嚣张道, 我来, 金猴恼怒, 一跃而起, 尖锐的爪子撕裂空气杀向他, 碰, 金猴只是后天八层, 其实宗师之敌, 紧一招便被打得吐血道飞, 楚勋跟老鬼王眨眼又交手上百招, 两人同时道飞, 在道飞途中, 楚勋双手急速结印, 对着老鬼王一指压下, 涂抹纸, 二指山河崩, 轰隆, 天空轰鸣, 古朴神秘的指印如巨大的石柱毅力高空, 随着楚勋一指压下,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压向老鬼王, 老鬼王冷哼, 无尽的黑气在身前凝聚, 一只大手幻化, 直接抓向碾压下的巨大石柱, 楚勋却猛地转身, 树道轮回丝无声无息, 席卷而出, 那名鸡飞惊猴的宗师嚣张大笑, 啊, 还有谁敢与我一战, 寒猪胖子哼吃一声, 张嘴欲言, 却突然净声, 瞪打双眼, 那名宗师一阵心悸, 感觉被危险笼罩, 可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只觉得被什么东西缠住脖子, 还有双手双脚, 然后被扯上半空, 救我, 他惊恐地大喊, 扑, 漫天血雨, 他的脖子, 双腿, 双手从躯体分离, 被五马分尸, 你找死, 老鬼王, 正遂那根巨大指印, 刚好看到那个宗师被五马分尸, 意不可止地咆哮, 下一刻已经栖身上前, 如黑金锁住手臂轰出, 黑气席卷, 楚勋动容, 这老鬼修为太高, 他情急之下举臂招架, 却被老鬼王一拳打飞, 哼, 楚勋倒飞撞上山体, 山石炸裂, 半个身子镶了进去, 前辈, 玉兔惊呼, 青龙等人担忧, 强如楚勋都被击飞了, 这老鬼太厉害, 今天谁也别想走, 食物给我留下, 老鬼王嘶吼, 声音嘶哑难听, 那些孩子就是他的食物, 哼, 远处山体炸开, 一道剑芒爆射, 光芒照亮山谷, 空气被点燃, 发出噼里啪啦的炸燃声, 直奔老鬼王而去, 当, 金鼠声响烈, 鬼王怒吼, 带着痛苦之意, 他的半截手指竟被剑芒斩断, 掉落在地, 地面, 被腐蚀, 草木瞬间凋零干枯, 杀, 楚勋怒吼, 嘴角挂着血迹, 眼如冰霜, 手掌木剑, 瓮, 磅礴的真元注尽木剑, 煞石金光流淌, 连带楚勋也被镀上一层金色, 宝箱庄严, 如一座黄金战神, 刷, 楚勋横度虚空, 拉近和老鬼王的距离, 一连挥出十多剑, 剑气纵横, 金光耀眼, 以无可匹敌之势, 斩向老鬼王, 该死的小娃娃, 我定要吸尽你的血, 嚼碎你的骨头, 老鬼老怒不可止, 他讨厌这些金光剑气, 里面充斥着圣洁的气息, 在压制他的鬼气, 让他的战力大打折扣, 一阵叮叮当当过后, 不断有黑色骨片, 从包裹着的黑气中飞出, 老鬼王嘶吼, 气息恐怖, 这些剑气太厉害, 他身上多出十几道剑痕, 楚循洞容, 木剑是仙气, 以真元催动发出的剑气, 足以碎金裂石, 撕裂钢铁, 可斩到老鬼王身上, 只斩下些许骨片, 他的修为和本体强的吓人, 与此同时, 青龙等人趁机突围, 虽然对方还有两名宗师, 但钟燕被他拦下, 另一个被战虎拖住, 其他人则带着孩子朝古外狂奔, 砰, 战虎满身鲜血, 狼狈倒飞, 所谓一藤一重山, 更别说他和宗师隔着一街, 他被一掌击飞, 这名宗师大怒, 他竟被一个后天修为的人拖了这么久, 当下朝着以无再战之力的战虎掠去, 打算直接轰杀, 老虎, 青龙怒吼, 想去救援, 却被钟燕缠得死死的, 然而这时, 离战虎最近的玉兔, 却只对袭杀而来的宗师, 手里扣着一枚玉镯, 快躲开, 青龙大吼, 玉兔在十二生孝中战力最弱, 快走, 失去战力的战虎嘶吼, 玉兔宝石般的眼睛眨了眨, 小脸愤懑, 看着这么多军人孩子被残杀, 连一向单纯善良的他也不禁有了杀气, 咻, 玉镯脱手飞出, 席向奔来的宗师, 这宗师看清玉镯不屑嘲笑, 凭着东西也想拦他, 正准备一掌拍碎, 却发现玉镯力尽, 自己坠落, 他满脸嘲讽的大笑, 碰, 玉镯落地, 一团白光乍现, 五彩斑斓的结界, 历险, 从外面看, 这个宗师收拾不及, 直接撞上戒壁, 五彩光滑流转, 他被震得倒飞回去, 落在结界中央, 嘴角挂着血迹, 青龙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东西, 战虎眼睛瞪得像同龄, 满脸不可思议, 所有人都好奇, 这个玻璃罩子般的东西是什么, 能把宗师震伤, 玉兔见震结见笑, 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一踩流转, 被困住的宗师想要破阵而出, 结果法阵自行运转, 五彩斑斓, 只见这个宗师瞳孔猛地放大, 嘴巴大张, 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景象, 让他猛地转身逃窜, 破, 他的肩头爆出一片血雾, 伴随着他的惨叫, 突破, 接下来, 无论他如何挣扎逃避, 身上不时地爆出血雾, 将他整个人都染成了血人, 大腿也被莫名的力量贯穿, 就我, 这名宗师眼神金句, 脸色扭曲惊悚得不成人样, 破, 他的胸膛被未知的力量贯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前后透亮, 心脏也被绞得粉碎, 砰的一声尸体倒地, 死得不能再死, 为酒债勾祈福, 望平安, 一百二, 全场皆经,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能斩杀宗师, 钟燕金句开始慌乱, 他一边出手, 一边提防御兔, 生怕自己也着了道, 死得不明不白, 砰, 钟燕可雪道飞, 在他分神的瞬间被青龙一拳轰飞, 杀, 青龙跟进, 挥拳带起阵阵龙吟, 要击杀钟燕, 钟燕害得脸色惨白, 惊恐大喊, 老鬼王, 救我, 老鬼, 受死, 楚寻岂能让他救钟燕, 剑气纵横袭杀老鬼王, 老鬼王怒吼, 手臂如黑金锁住, 比正常人长一辈有余, 挥洞间黑气翻腾, 当当, 树生金属乍响, 灵力的剑气被一一拍散, 楚寻双眼金芒赤胜, 如两团金色火焰跳动, 手中木剑明英, 挥洞间空气爆燃, 剑身金光流淌, 如金铸成, 斩, 一声爆喝, 震散半空云彩, 金色木剑摇指苍穹, 然后狠狠斩下, 轰隆, 半空轰鸣, 一柄金色剑影浮现于半空, 长达十几丈, 剑影带着金色火焰猛的斩下, 别说现场所有人胆战心惊, 就连无理之外的军人, 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半空巨大的金色剑影, 老鬼王怪叫, 周身黑气涌动不断蔓延, 周围五米之内, 地面被腐蚀, 草木化为虚无, 一直巨大的黑色手掌浮现于半空, 朝着斩下的金剑抓去, 快, 快逃, 隆隆的危机笼罩所有人, 青龙骇的舌头打劫, 放声大喊, 他放弃了追杀钟燕, 将战虎扔在背上边吼边逃, 所有人发疯似的狂奔, 恨爹妈少伸了两条腿, 黑色大手终于抓住金色剑影, 没出现惊天动地的碰撞爆炸, 无声无息, 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跑, 青龙却满脸惊惧, 嗓子喊道嘶哑, 哄, 半空中一颗金色光点浮现, 然后迅速放大, 最后轰然炸开, 恐怖的能量如金色浪潮般向四周扩散, 山谷开始震荡, 地面颤抖炸裂, 能量浪潮所过之处, 所有的一切顷刻化为积粪, 啊, 令人胆寒的惨叫响起, 很快便戛然而止, 奔向老鬼王寻求保护的钟燕, 如玻璃脆弱, 被浪潮击中, 直接炸开, 化为漫天血雨, 最后被蒸发, 消失得无影无踪, 楚巡和老鬼王也没躲开, 瞬间被浪潮淹没, 金色浪潮还在蔓延扩散, 最终撞上山谷两边的山体, 然后轰然炸开, 山顶老树军裂, 巨石滚落, 如汗雷炸响整个山谷, 五百米外, 青龙等人张口结舌, 满脸呆滞, 同军人小孩全部瘫倒, 这几百米耗尽了他们所有气力, 快, 快跑, 有军人战士突然指向山顶大喊, 舌头打劫, 众人抬头, 顿时害得魂飞魄散, 只见无数如圆桌大小的巨石, 轰鸣着碾压而下, 刚才的碰撞震得巨石滚落, 山体滑坡, 巨石滚落的速度太快, 一路滚下带起一道道土龙, 声势害人, 这要是被砸中, 直接变成一堆烂泥, 所有人聚在一起, 快, 玉兔大喊, 此时谁能拿出注意谁, 就是主心骨, 若是平时这些人, 恐怕多少会轻视这个童年巨乳的萝莉, 可此时命悬一线, 哪里容得他的多响, 听到玉兔的声音, 拼命往一起靠拢, 巨石滚落, 震得地面颤抖, 所有人面色恐惧到没有一点点血色, 玉兔取下玉指环, 猛地扔在人群中间, 碰, 白光爆燃, 节节立线, 笼罩众人, 与此同时, 巨石滚落近前, 那凶猛的速度和声势让人心神摇曳,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面露绝望, 哼, 巨石撞上戒壁, 五彩光滑急转, 碰得炸响, 巨石直接被弹开阵裂, 轰隆隆, 无数巨石从山顶滚落, 如发怒的犀牛群进攻, 轰轰, 不断有巨石撞击结界, 地面颤抖, 声如汗雷, 惊人心魄, 挡住了, 有战士鼓起勇气睁开眼, 看到巨石被挡住, 惊喜得大喊, 所有人都睁开眼, 看着巨石被阵裂拦下, 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确定不会有危险, 有胆大的军人凑近观察, 戒壁薄如蝉翼, 但巨石撞击却光滑一转, 纹丝不动, 十分惊奇, 看着那些巨石滚落眼前, 撞击爆裂, 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连那些小孩都凑近观看起来, 青龙两眼发指, 这些滚落的巨石若只有数块, 它可以避过, 但如此大的数量, 就是它也是非死即惨, 玉兔, 这是, 青龙忍不住询问, 玉兔天天跟他们在一起, 哪来这么奇异的东西, 听到青龙问, 其他成员也满脸好奇, 竖起耳朵, 这是振洁, 是前辈送给我的, 玉兔情绪不高, 不见劫后余生的喜悦, 目光望着之前爆炸的中心, 那片区域所有的东西, 都被金色浪潮摧毁了, 而楚巡还留在那片区域中, 他们在逃跑的时候, 没人注意, 那个为了他们拼命厮杀的男人, 青龙等人面面相亏, 张口结舌, 这东西太厉害, 他们还以为是高科技, 没想到出自楚巡的手, 小兔子, 能不能借我看看, 胖子舔着脸的凑过来, 玉兔取下玉镯递过去, 道, 这是杀戮阵节, 胖子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名堂, 不过这东西他是见过的, 当初奉命取仙灵业的配方, 陈汉龙等人就是躲在法阵中, 令所有人都无可奈何, 最后他也被陌兴和俘虏关在阵中, 所有人都上前观察, 可看来看去这就是一枚玉镯, 除了玉的档次很高以外, 其他什么都看不出来, 不过, 众人对楚勋更加敬畏, 这种神鬼手段太可怕了, 停了, 有人喊, 滚落的巨石停了, 玉兔撤掉法阵, 将玉子环收好, 看得其他成员羡慕不已, 此时, 四周全是碎石, 有的地方累起两米多高, 举目望去, 那片建筑群已经成了废墟, 地面焦黑, 花草树木尽数被摧毁, 一片荒凉, 玉兔朝着那片区域奔去, 青龙让人带着孩子, 还有受伤的战虎, 金猴先出去, 其他人留下, 除了胖子, 天牛, 老鼠等人留下, 还有二十几个军人战士, 自愿留下寻找楚勋, 刚才的爆炸太恐怖了, 简直相当于小型核弹头爆炸, 楚勋直接被金色浪潮淹没, 虽说他强如天神, 但众人也没把握, 他能在这场爆炸中活下来, 前辈, 玉兔呼喊, 可四周一片死寂, 快来看这里, 老鼠惊呼, 一群人奔了过去, 只见一条如黑金锁住的手臂, 已经折断成竖节, 这是那只怪物的手臂, 那边还有, 有人喊, 那是一条腿, 乌黑发亮, 比正常人的长得多, 此事已经断练, 接下来不断有人找到残肢断臂, 老鬼王的头也被找到了, 脑袋特别大, 但却没肉, 脸上只挂了一层皮, 看上去跟着骷髅似的, 真恶陷, 胖子嘟囔着一脚踢出, 他本来打算踢飞发泄一下闷死, 结果砰的一声, 脑袋碎成了渣子, 倒把他自己吓得不轻, 大家的心不禁沉了几分, 老鬼王有多强大家亲眼所见, 全身如黑金铸造, 肩不可摧, 随便一挥都能碎金裂石, 可现在却变成这样, 那楚寻众人不敢往下想, 大家继续寻找, 很快, 老鬼王的躯体找到了, 却不是黑色, 而是像扒了皮的死老鼠那种颜色, 整体暗中都是腐烂的死肉, 经脉如蛇, 缠绕在腐烂的肌肉表面, 十分恶心恐怖, 老东西, 天牛大怒, 想学胖子来一脚发泄一下怒气, 结果一脚踢出, 砰的一声, 老鬼王的躯体翻滚出去, 他自己则抱着脚跳了起来, 痛得眼泪都出来了, 其他人大惊走过去观察, 青龙轰出一拳, 砰的一声, 躯体炸成碎片, 这老怪物以铜血养身, 将全身炼得如同金铁, 坚不可摧, 不过现在死了, 没有本源支撑, 也不过如此, 但非宗师修为, 也无可奈何他的骨体, 青龙道, 天牛腾的跳脚, 一边咧嘴, 他觉得青龙太装逼了, 那前辈, 胖子小声说, 然后又摇摇头, 不会的, 前辈乃是狄仙凌晨, 他不会又有事的, 所有人的心都往下沉, 他们乐观不起来, 楚寻虽强, 但能感觉到, 他的修为还没老鬼王身, 只是一直凭借威力强大的技法, 拼命厮杀, 现在老鬼王被金色能量浪潮撕裂了, 那楚寻, 大家沉默, 拼命寻找, 足足两个小时, 这片区域几乎被翻了两遍, 可连楚的发丝都没找到一根, 灰飞烟灭, 所有人脑子里冒出这个词, 玉兔不死心, 调动两千战士进来, 将这片区域可以说绝第三尺, 但还是没找到楚寻, 所有人都明白, 楚寻陨落了, 生死到消, 楚寻死亡的消息传了出去, 开鼓, 剑木, 一号手掌满脸悲涩, 下令将楚寻葬身的那片峡谷列为禁地, 成为楚寻的英雄种, 唐柔身在京城, 得到消息后直接昏死过去, 哄, 石门炸碎, 闭关的龙袄冲出院落, 仰天嘶吼, 镇的四周树木颤抖, 飞鸟掉落, 青龙沉默, 这是他第二次见他师父师太, 两次都是因为楚寻, 消息传回古江市, 花青武听闻后一声梅坑, 将自己关起来两天不吃不喝, 第三天他踏入炼气初七, 冲到白家, 将白人杰和白人熊 联手无可奈何的白人安碧于掌下, 将白家护卫队中的反对者击杀一半, 血流成河, 你若真的死了, 你的一切我来守护, 你的父母我来寻找, 哪怕途径天下人也在所不惜, 花青武凝望苍穹, 生如寒冰, 陈汉龙, 郑广义, 孙英等人为楚寻建立衣冠种, 一群三尺男儿哭得像个孩子, 云岩市也接到消息, 花盛第一时间为楚寻建立临位, 云岩市和方大佬无疑落下, 全部赶来祭拜, 这是惊动媒体大肆报道引起极大的轰动, 楚寻单枪匹马剿灭金狼拥兵团, 救出人知的事举国皆知, 老百姓自愿为楚寻发起祈福活动, F国皇室第一时间发来悼念文, 罗威斯夫妇亲自赶来华夏, 要为楚寻开一场追悼会, 连续几日, 军人脱帽, 国将半旗, 以此祭奠楚将军, 尤其那些得救孩子的父母, 通过媒体说出楚寻的死因, 更是激起滔天骇浪, 网络爆炸, 当然, 并非所有人都在为楚寻的死伤心, 京城那栋别墅中, 青年得知楚寻的死讯, 激动到哆嗦, 疯狂大笑, 还有人在暗中溃于楚寻的一切, 比如仙灵夜, 比如她的女人, 120, 鸟语花香, 小桥流水, 威鹅山脉, 入眼一片绿色, 树木葱玉, 青草随风清白, 青风拂面, 最重要的是, 不远处有一片药园, 灵草灵药不知反几, 灵果灵木散发着脆霞, 药香充斥鼻息间, 令人神清气爽, 楚寻睁着眼睛, 垂涎的盯着药园, 那里, 面有她炼制破结丹的材料, 品质很好, 她不由地站起来朝前走去, 以至于忘了自己置身何处, 刚醒就想做小偷, 声音细血, 来自楚寻身后, 楚寻浑身一僵, 竟然有人靠近都没发现, 她从对药园的垂涎中惊醒, 猛地转身, 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 一位身材高大, 面色威严, 一身古代紫色服饰, 头戴皇冠的中年人, 正笑盈盈地看着她, 你是谁? 楚寻问, 她心怀戒备, 这人很强, 至于有多强, 还说不上来, 我? 中年人走了两步, 然后坐在草地上, 笑道, 你可以叫我龙祖? 龙祖? 楚寻眸子闪烁, 有了某种猜测, 神念蔓延到对方身上, 想查探她的深浅, 只见中年男子古怪地看向她, 然后眨了下眼睛, 嗯, 楚寻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 眼底浮现出惊骇之色, 她的神念竟被对方震退, 神念反噬, 让她脑海如同针扎, 疼痛难忍, 你就是龙奥身后的那个修仙者, 痛感很快消失, 楚寻明白对方并不想伤她, 刚才只是大成小剑, 否则她的下场会很惨, 变成白痴都有可能, 以神念窥探别人很不礼貌, 中年男子微微汗手, 楚寻顿时汗毛倒数, 知道对方身份后, 她实在平静不下来, 这可是原因气得大能, 或许更恐怖, 打个喷嚏都会山摇地动的主, 你去过修仙大陆吧? 中年人微笑着问道, 虽然对方很客气, 但楚寻却差点跳起来, 她回到地球后, 几乎很少动容, 这一刻她心里, 惊起滔天骇浪, 对方知道她是修仙者, 那是因为气息的原因, 可修仙大陆, 她从没对别人说过, 对方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她掌握比搜魂术还高明的技法? 你到底是谁? 楚寻的气息变了, 她虽修为跌落, 但先帝威势还在, 果然, 对方露出金融, 站起身, 对楚寻拱手, 淡淡道, 倒是我小看了你,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知道我的事? 先帝威压蔓延, 结果, 对方身上也腾起强大的威压, 加之对方修为高, 竟生生压制楚寻的威压, 先帝, 楚寻失声惊呼, 她太震撼了, 对方身上腾起的也是先帝威压, 我名敖皇, 先有不必惊慌, 说话间, 恐怖的威势散去, 犹如普通人一般, 楚寻松了口气, 她的修为还是太低, 这次威压对决她输了, 突然她想到一件事, 抱拳道, 多谢救命之恩, 他日必还, 敖皇嫌逆, 他, 道, 那东西已经成半疆之体, 修为应该算作半部弃品宗师, 你的修为按五道界划分, 顶多五品宗师也敢硬拼, 楚寻淡笑, 可结果是他死了, 我活着, 敖皇威政, 随之笑道, 也是,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楚寻笑了笑, 不再吭声, 我也来自修仙大陆, 敖皇突然说道, 楚寻震惊地看着他, 敖皇轻笑, 然后整个人散发出万丈金光照耀天地, 好, 金光腾空, 敖皇化作一条百丈黄金巨龙横跨山巅, 百丈金身, 尤其是龙腹之下的金爪轻轻触碰, 山顶轰然炸开被抹平, 巨大的龙头如山月大小, 两只圆桌大小的眼睛金光闪闪, 俯视着楚寻, 恐怖的龙威铺天盖地落下, 楚寻目瞪口呆, 嘴巴张得能塞进去一颗鸡蛋, 不是他孤陋寡闻, 而是他做梦都没想过, 地球上竟有一条五爪金龙, 龙足的帝皇, 你有口臭? 楚寻突然说, 巨大的龙眼睛凝固, 然后百丈金身急速缩小, 最后金光一闪, 化为人形。 敖皇指着楚寻, 恼怒道, 小子, 你很缺德, 彼此彼此, 楚寻笑道, 这家伙竟想让他下跪。 小子, 你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还敢放肆? 敖皇不满楚寻的态度, 这是你的子府吧? 楚寻邪逆他道, 修仙者真治原因期, 可开启子府, 子府乃是修仙者本源所化的小世界, 相当于修仙者的秘库, 随着修为加深, 子府中可形成山河日月, 天地万物, 亦可居住。 敖皇眼神变得危险, 道, 你知道就好, 在这里, 我想把你搓圆捏扁, 全凭心情。 楚寻无语, 别说不是在敖皇的小世界, 以对方现在的修为, 不管在哪里, 想收拾他, 还不跟完事的, 跟我一起的那些人没事吧? 楚寻担心青龙他们, 死了, 死了个金光, 敖皇淡漠道, 楚寻愣了, 随着笑道, 无所谓, 他们跟我非清非故, 死就死了吧, 这下敖皇愣住了, 疑惑道, 你拼死救他们, 怎么可能无所谓, 你也来自修仙大陆, 我们同为修仙者, 你可曾见过, 有先帝会在乎其他生命的衰败, 楚寻冷漠道, 你, 敖皇指着楚寻, 满脸愤懑, 正准备教育几句, 突然看到, 楚寻嘴角还没来得及掩饰过去的戏血之色, 怪叫, 小子, 你在宽我, 楚寻讥讽道, 青龙也算是你的徒子徒孙吧, 你能眼眼睁睁看着他死, 啊, 敖皇发愣, 细想还真是这么个理, 可是他能承认吗, 怒道, 小子, 别自作聪明, 楚寻怂怂肩, 不置可否, 敖皇差点把鼻子气歪了, 楚寻的态度真是太欠打了, 细想当时的情况, 楚寻也是一阵后怕, 那一件耗尽体内所有真源, 只是他没想到爆炸后的威力那么大, 如果不是敖皇, 估计自己早已生死到消了, 知道害怕了, 敖皇眼神戏血可恶, 这次楚寻道老师的点点头, 他的确后怕, 他还有很多事情没做, 你怎么会来到地球, 楚寻好奇, 你小子怎么说话呢, 我不是外来户, 我是土生土长的地球龙, 不对, 是土生土长的东方神龙, 你们都是我的传人, 知道不, 敖皇得意道, 翻手多出两坛酒, 扔个楚寻一坛, 楚寻也不见外, 拍开风口, 仰头喝了一大口, 满嘴霞光, 浓郁的灵气传遍四肢百骸, 肌肤发光, 有说不出的舒服, 怎么样, 不错吧, 敖皇得意洋洋, 还行, 楚寻淡淡地说道, 敖皇爷的一身脖子, 不满道, 还行, 小子你也太能吹牛了, 纵观整个地球, 也找不到这么好喝的酒, 这里面可是加了我的龙咸液, 破, 楚寻刚喝到嘴里的酒, 就是这龙口水, 龙哈拉子, 楚寻想骂人, 小子, 你敢嫌弃我, 敖皇更加不满了, 楚寻邪腻塌, 废话, 不止嫌弃还恶心呢, 哈哈, 看楚寻憋屈的模样, 敖皇突然得意地大笑起来, 刚才你诡我一次, 现在我诡你一次, 扯平了, 这酒是我用百种灵草灵药, 还有灵果锁酿, 没多少了, 放心喝吧, 对你现在的修为大有益处, 但莫如楚寻也不经一正之后, 感到无奈, 嘴里嘀咕一句, 神经病, 敖皇随意地坐在草地上, 仰头灌下一口酒, 看着楚寻, 道, 你回来多久了, 楚寻也坐下, 但莫道, 几个月, 你呢? 我? 敖皇正了一下, 思索片刻, 摇头苦笑, 忘了, 千年还是万年, 时间太久了, 楚寻沉默, 他能看出来敖皇说的是真的, 说说吧, 楚寻看着他道, 说什么? 敖皇不解, 说说你为什么会去修仙大陆, 又为什么回来? 敖皇静静地盯着楚寻, 许久之后, 脸去眼神肿伤感, 笑道, 没什么, 说了也只是徒增伤感罢了, 敖皇不愿意说, 楚寻也勉强不得, 这个送给你, 敖皇心口浮现出一滴血珠, 鸿芒爆发流转, 硬红周围十米, 血珠散发着庞大的气息, 令周围的空气都扭曲了, 楚寻眸字末地放大, 嗓子发干, 整个人都僵住, 反应不过来, 龙血, 祖龙血的诱惑, 而且, 这是敖皇的心头精血, 送给我, 楚寻眼睛发直, 手都在微微颤抖, 拿去吧, 别揣着了, 敖皇笑道, 你修炼的是我龙族青龙霸体术, 没有祖龙血, 无法真知圆满, 为什么? 楚寻虽然激动, 但并未失去理智, 你小子的心性真够可怕的, 这等诱惑也能抵挡, 龙傲大笑, 随后脸色变得严肃, 看着楚寻语气无比诚恳, 道, 这祖龙血当然不是免费给你的, 而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楚寻没有一口答应, 敖皇的条件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敖皇盯着楚寻, 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要你帮我守护华夏这片土地, 什么? 楚寻震惊又狐疑, 谁知道, 你为什么不亲自守护, 以你的修为, 这天下还不是任你驰骋, 何处去不得, 何事办不到, 我中了苍穹炼, 敖皇淡然说道, 什么? 楚寻大惊, 惊骇地看着敖皇, 苍穹炼, 锁苍穹, 这是一道宇宙中的秩序炼, 神秘而可怕, 就算是先帝被苍穹炼锁住, 也只能等着陨落, 楚寻心里惊骇, 敖皇到底干了什么? 竟引来宇宙深处的苍穹炼? 苍穹炼还有一种称呼, 苍穹度, 据说有些人太过逆天, 连苍穹都嫉妒, 所以才会降下苍穹炼, 楚寻心里的震惊无以加附, 他有种感觉, 万载岁月也未能将我诛灭, 有何可惧? 楚寻沉默, 敖皇虽说得横傲古惊, 但堂堂先帝, 龙族帝皇, 静落得如此地步, 谁敢言他心中不悲凉? 拿去吧, 真是无趣, 敖皇挥手, 悬浮在空中的祖龙雪, 惊霞喷涌, 血气滔天, 朝着楚寻飘浮过来, 刷! 不容楚寻拒绝, 直接没入他的眉心, 哄! 楚寻全身冒火, 外衣直接化为飞灰, 身体每个毛孔都在喷涌霞光, 小小一滴祖龙雪, 顺着他的四肢百骸游走, 所过之处, 骨骼被滋润, 散发出白玉霞光, 血脉翻腾, 五脏六腑共鸣, 啊! 楚寻盘坐, 仰天嘶吼, 张嘴却喷出一股黑气, 那是跟老鬼王大战时沾染的黑气, 此时被祖龙雪清除出体外, 祖龙雪的气机太强大了, 楚寻内饰, 体内霞光缭绕, 精气涌动, 全身经脉, 骨骼, 四肢百骸都发生了质的改变, 青龙霸体却在迅速完善, 敖黄大口喝酒, 净显豪放姿态, 却不时看向楚寻, 祖龙雪还在楚寻体内游走, 只是体积小了些许, 最后体内霞光收敛, 骨骼, 肝脏皮散发光辉, 祖龙雪飞向心脏处, 绕心脏而行, 咚咚, 这是心脏跳动的声音, 如同肋骨, 现在被祖龙雪滋润, 无比强悍, 而后, 那低体积缩小一半的祖龙雪蓬的散裂, 从楚寻全身每个毛孔渗出, 煞时, 楚寻全身染血, 如同血人, 他在沐浴龙雪, 全身金色霞光大涨, 散发着万道光芒, 如同一轮小太阳, 敖黄暗自点头, 以人身接受龙雪洗礼, 且不排斥, 这本身就很不凡, 既然如此, 再送你一场造化, 敖黄低语, 身指轻点楚寻眉心, 涟漪闪烁, 一串符纹度了过去, 楚寻身子轻颤, 脑海中出现一只身长万丈, 沐浴在烈火中的凤凰斩翅鸣叫, 暗红色赤焰翻滚, 如同要焚烧万剑, 不灭凤凰金, 这几个大字浮现, 楚寻激动不已, 这是凤凰一族的不死秘书, 绝不外传, 没想到, 敖黄竟送给了自己, 脑海深处那只凤凰, 开始演化不灭凤凰金的奥义, 楚寻凭致呼吸, 专心学习, 楚寻这一参悟就是一个月, 这天, 他双眸突征, 双眼中赤焰跳动, 抬手拍向敖黄, 一只十米长的凤凰虚影浮现半空, 鸣声嘹亮, 穿进烈石, 沐浴着赤焰扑杀敖黄, 所过之处空气爆燃, 草木皆化为灰飞, 着实可步, 敖黄目不斜视, 昂头喝下一大口酒, 手掌清灰, 凤凰虚影竟被拍散, 楚寻跃起, 全身骨骼乍响, 点指敖黄, 可敢同接一战, 小子欠打, 有何不敢, 敖黄大笑, 邪逆楚寻, 战斗之前, 你是不是先穿件衣服, 楚寻低头看去, 脸疼得通红, 他的衣服之前毁了, 此时光洁溜溜, 更让他难看的是, 忘了多备一套衣服, 现在连换的都没有, 来吧, 同接一战, 暴龙绝对是故意的, 真想暴打他, 你是打算就这样, 跟我交手吗? 还真是光明磊落, 敖黄将把最后两个字, 咬得特别重, 楚寻郁闷, 修为低真不爽啊, 就连幻化一件衣物, 都做不到, 敖黄不再戏弄, 取出一套衣物扔过去, 楚寻接住迅速穿好, 这是一套白颈琉璃服, 整体白如玉, 衣领袖口, 以金丝绘制金绒图腾, 腰际白色玉带, 加之楚寻俊美的容颜, 如折仙凌晨, 靠, 竟比我还帅, 敖黄不无极度的咕弄, 楚寻玩耳, 下一刻却是抬手结印, 凤凰虚影成线, 朝着敖黄缅压过去, 好小子, 真是欠打, 敖黄将修为压制到助击初期, 跟楚寻同等修为, 抬手真元席卷, 如金龙横空, 撞击凤凰虚影, 哄, 半空暴响, 燃起金色蘑菇云腾空, 他手捏拳印扑向敖黄, 他要用敖黄磨拳, 一拳轰出, 带起阵阵龙银, 拳风鼓荡, 敖黄发丝飞舞, 金银发光, 全身骨骼暴响, 大笑着和楚寻对拳, 砰砰, 两人胶着, 漫天拳影, 碰撞后产生的劲气, 如利刃肆虐, 所过之处, 树木被拦腰斩断, 岩石炸裂, 草地崩开, 景象恐怖, 看我降龙十八掌, 楚寻大喊, 双掌连拍, 掌影撕裂空气, 带起阴暴, 敖黄瞪眼, 狗屁的降龙十八掌, 根本就没这门技法, 再说楚寻这一通乱拍, 根本连掌法都算不上, 这小子是故意气他的, 碰, 两人队长, 毁掉一座山头, 同时被对方震退, 看我隔山打龙拳, 楚寻大吼着一拳轰在一座山顶, 拳风贯穿山顶席向敖黄, 敖黄鼻子都气歪了, 那是隔山打牛, 真没闻话, 同时出手可不慢, 挥拳震散楚寻的攻击, 楚寻大笑, 飞身拔出一棵碗口粗细的白杨树, 捂得虎虎生风, 看我三十六路打龙棒法, 他大吼着, 抡起十几米长的大树, 朝着敖黄一通乱砸, 气煞我喂眼, 敖黄鼻子都冒白烟了, 看得楚寻心惊胆战, 生怕敖黄忍不住喷他一脸龙膝, 楚寻一步就是二十多米, 快如流光, 举拳变轰, 来得好, 敖黄同样轰出一拳, 碰, 轰, 两拳相交, 恐怖的金色能量蔓延, 山石碰碎, 山体崩裂, 虚空扭曲, 小子, 你耍诈, 敖黄如断线的风筝般被震得倒飞出去, 轰的一声, 半边身子相近山体, 哪里轰然炸开, 尘土飞扬, 楚寻单手附后, 屁腻苍穹, 藐视众生, 敌沉道, 人生真是寂寞如雪,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哄, 远处山体炸开, 敖黄飞身闪出, 他嘴角抽搐, 眼皮狂跳, 明显是听到了楚寻的话, 小子, 你很不要脸, 他很生气, 这小子偷偷突破到住击中期, 却还装作初期的样子, 连他都骗了, 真是太可恶, 而且还在这里装什么高手, 真是太欠走了, 楚寻一阵心虚, 但却强硬道, 输了就是输了, 别找借口, 无掌握龙凤两族不传秘术, 同皆无敌, 结果他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自己被禁锢了, 无法动弹, 敖黄伸手一影, 刺拉一声, 半空一片银白, 凭空生出雷霆, 这是一种秘术, 雷霆闪烁, 如一条条雷蛇, 又像一条条雷电藤条, 从半空落下, 啪, 雷电藤条击打在楚寻身上, 滋拉一声, 让他头发倒数, 楚寻被祖龙雪滋润全身, 连头发都疯涨, 此时可谓长发疾腰, 乌黑发亮如愁段子似的, 此时倒数起来像个避雷针, 啪, 楚寻嚎叫, 敖黄太强大, 竟封了他的修为, 此时连青龙霸体诀都无法运转, 可以说他现在就是普通人一个, 正在接受雷电拷打, 啪啪, 一根根雷霆鞭子抽在楚寻身上, 垫得他浑身冒烟, 惨叫连连, 你还讲不讲道理, 说了同阶战斗, 你这算什么, 楚寻大侯, 这算以大蹊跷, 敖黄很霸道, 直接告诉楚寻, 老子就欺负你了, 不服来战, 我信号警号, 人民币百分号, 楚寻在心里爆粗口, 小子, 别在心里骂我, 谁让你弱得跟个鸡仔似的, 还敢算计我, 敖黄拿出一坛酒, 躺在草地上, 有滋有味地喝起来, 同时伸手, 打个响指, 楚寻顿时毛骨悚然, 眼发指, 漫天雷霆涌动, 无数雷霆长鞭, 朝他抽来, 啊, 楚寻惨叫, 他现在跟普通人无异, 雷霆长鞭机打实在太疼了, 痛治灵魂, 小子, 别朝我睡觉, 否则惩罚加倍, 敖黄掏掏耳朵, 然后躺倒, 没多时响起憨声, 敖黄, 你艾的警号, 人民币百分号, 性情淡漠如楚寻, 也忍不住标赃话, 敖黄被苍穹链束缚, 修为跌落至原因期, 小世界也跟着变入, 已经不分白天黑夜, 楚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惩罚还在继续, 楚寻连想晕过去都不可能, 只能生生忍受, 直到敖黄翻身时不小心打翻了酒坛子, 他才从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睡得真是舒服, 他伸个懒腰, 打个哈欠, 我艾的警号人民币百分号警号, 楚寻又忍不住标赃话, 小子, 服不服? 敖黄邪逆楚寻, 楚寻点头, 行事比人强, 不服不行, 还寂寞吗? 还无敌吗? 敖黄问, 楚寻摇头, 这条老龙修为太强, 应对着干没好处, 等以后修为高了再报仇, 敖黄挥手, 漫天雷霆消散, 楚寻也恢复自由, 修为也跟着恢复, 咦? 楚寻目录惊讶, 真缘运转, 周身凤鸣龙凝, 筑击中期根基无比夯实, 像是经历了千锤百炼, 就连真缘都更加凝实纯净, 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 全身经脉, 全都发生变化, 更加强横, 多谢, 楚寻神色复杂, 原来敖黄在用秘术帮他锤炼, 分出体内的斑驳杂志, 龙族真是古老神秘的种族, 各种秘术真是令人垂涎, 这种帮人锤炼的秘术, 恐怕修仙大陆, 加起来都没基本, 就算他曾为先帝也是无缘得到, 其实楚寻不知, 他能成为先帝有很大的运气在里面, 实为侥幸, 他斩七情断六欲, 一心修炼, 只为成帝后扭转时空回到地球, 这种修炼之法实在不可取, 若非金红仙子出现, 唤醒他的感情, 他只会被执念和心魔控制, 变成一具傀儡, 你该走了, 敖黄道, 楚寻不解, 敖黄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他的, 为什么不说, 你现在修为太低, 知道太多对修炼无益, 等你踏入金丹期再来找我, 楚寻无语, 嘴角抽搐, 他的修为真的有那么不堪, 屡次被人鄙视, 快走吧, 你再次进三个月, 外面的人都以为你死了, 貌似你的女人也遇到了麻烦, 三个月, 楚寻有些吃惊, 没想到过去这么久了, 同时, 他的毛子变得冰寒, 那些鬼魅王俩开始冒头了吗? 楚寻离开了, 走之前厚着脸皮跟敖黄要走几株灵药, 这些都是炼制破截单需要的, 120, 楚寻离开了敖黄的小世界, 身处离京城两百公里外的龙几峰脚下, 龙几峰海拔上千米, 连绵起伏, 如巨龙横卧, 楚寻掩韵, 暗道这该不会是敖黄的本体吧? 他越看越像, 不禁则舌, 楚寻收敛心思, 对龙几峰摇摇一拜, 转身离去, 一步迈出已在几十米外, 化作一道流光, 风池电掣奔向京城, 京郊, 龙奥的四合院已经建好, 恢复如初, 小桥流水, 落叶翩翩, 幽静淡雅, 只是多了几分秋天的萧瑟, 师父, 有人要对跟楚寻有关的人下手, 青龙恭敬地站立在一旁, 看着修剪花枝的老人汇报, 咔嚓, 一只刚发出嫩芽的花枝被剪断, 这是很名贵的品种, 秋天发芽, 寒冬绽放, 龙奥放下手中的花酱茧, 拿起一旁雪白的毛巾, 擦拭手掌, 低沉道, 好久没出去走走了, 青龙, 陪我去领略一下古江市的秋色, 是不是枫叶比京城枫林山的还要红艳些, 青龙心里凛然, 弯腰恭敬道, 是, 他明白师父这次真的动了杀心, 楚寻才血染枫林山, 这边就有人按耐不住对他身边的人下手, 这岂能不让人愤怒, 谁? 突然, 龙奥双目如电射向房顶, 一声怒喝, 只见一道白色身影不知何时屹立在房顶, 白雾遮面, 无法窥探容貌, 他一身古代白色琉璃服, 发丝晶莹, 无风自动, 飘飘欲仙, 龙奥冷哼一声, 屈指一弹, 一道绿芒割破, 空气暴湿而出, 那是一片叶子, 可到了龙奥手里比子弹还恐怖数倍, 可谓是摘叶飞花, 皆可伤人, 碰, 白影横一出去, 快如流光, 他之前站立的地方瓦朔炸裂, 被一片叶子贯穿出一个大洞, 你到底是什么人, 龙奥身上腾起恐怖的气息, 压得周身空气爆燃乍响, 白影一声不吭, 探出手竖起一根手指, 然后勾了勾, 发出挑衅, 找死, 龙奥大怒, 脚下炸开人腾空而起, 如阴机长空, 抬手拍向白影, 内袭从掌心迸发, 刷, 白影略动, 脚下被龙奥一掌拍得炸开, 龙奥拧眉, 抬手拍出, 内心凝聚的掌印撕裂空气, 横空袭杀, 白影抬手, 周身空气暴动, 带起阵阵龙银, 一掌拍散袭来的掌印, 然后捏拳印, 向龙奥杀去, 一拳轰出, 有势不可挡之威, 龙奥冷哼, 抬手镇压, 哄, 全掌相交, 能量涟漪扩散, 整个房顶硬声炸开, 目视纷飞, 鼠胆匪泪, 可敢露出真面目, 龙奥大怒, 这院落之前, 就被楚寻毁的七零八落, 才修好没几天, 这又冒出个神秘高手, 再这样下去, 刚修好的院落, 估计又得毁了, 他看过这院落, 风水不错, 为何会连续遭捷, 白影一声不吭, 举拳变轰, 龙奥大怒, 这人太嚣张了, 顿时内袭席卷, 磅礴恐怖, 周身挂起飓风, 一直由内袭所化的白色巨手, 当空拍下, 轰隆, 巨手下落, 有无敌之姿, 压得空气暴明, 十分恐怖, 哄, 两人撞击, 如汗雷滚动, 震耳发溃, 咔嚓, 轰隆, 那间房子终于解体, 轰然倒塌, 尘土漫天, 你找死, 龙奥愤懑, 大怒, 周身气息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白影道飞, 轻飘飘地落在浮桥之上, 单手结印, 猛然派出, 一声穿惊烈石的嘹亮凤鸣声, 震得青龙脑袋炫愈, 眼貌惊心, 凤鸣之后, 一只十米长的浴火凤凰虚影横空暴击, 池塘水分瞬间被蒸发, 龙奥刚购买的锦礼变成鱼竿, 锁过之处地面焦黑, 树木爆燃成灰, 龙奥目录凝重, 当下伸手一影, 凭空汗雷滚动, 雷霆闪烁炸响, 一只直径十米的巨大的雷霆, 手印浮现, 朝着凤凰虚影抓去, 四周轰鸣声不断, 虚空扭曲, 地面瑟瑟颤抖, 青龙面色惊恐, 这两只庞然大雾若是撞上, 威力肯定比当初楚巡和老鬼王那次碰撞更加恐怖, 足以将方圆百米移为平地, 而此时, 半空中那只沐浴天火, 威风凛凛有焚烧万界之势的凤凰却突然熄灭, 消失了, 如同烟火一般, 这一幕谁也没想到, 龙奥双目睁元, 想撤掉雷霆巨手已然不可能, 眼睁睁地看着他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落下, 哄, 地面炸裂, 尘土如蘑菇云腾起, 又如巨浪般向着四周扩散, 假山石桥直接爆开, 支撑凉亭的柱子被静气拦腰斩断, 轰然倒塌, 一时间整座庭院被尘土覆盖, 如世界末日般可步, 许久, 尘土散尽, 一切清晰可见, 整座庭院断壁残垣, 一片废墟, 龙奥双眼赤红, 他气得手脚哆嗦, 鼻子冒白烟, 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时隔三月, 这座幽静淡雅的庭院再次被毁, 聂托, 你在干什么? 龙奥看向青龙时, 火气更盛, 他这个棒吹徒弟正在向白颖道谢, 青龙到现在还晕晕乎乎的, 刚才他师父雷霆一击, 若非白颖救他逃脱, 他现在不死也得脱层皮, 瞎好什么? 要不是我, 你这个徒弟刚才就被你这个二半吊子师父一巴掌拍死了, 白颖终于开口, 但话语间都是对龙奥的言语, 龙奥老脸微微发烫, 对方说的没错, 刚才确实危险, 他想救青龙时已然来不及, 我看你根骨不错, 要不你转头我门下如何? 考虑一下, 白颖对青龙说, 龙奥火冒三丈, 这个混蛋竟然当面挖墙脚, 多谢前辈后爱, 青龙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会背叛龙奥, 死心眼, 你这个师父就是个棒拳, 误人子弟, 白颖毫不客气地点评龙奥, 龙奥嘴角抽搐, 眼角斜起, 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 等等, 他神色一正, 眼底浮现出疑惑之色, 这话怎么这么熟悉, 青龙也是发愣, 表情狐疑, 这话耳熟, 你到底是谁? 龙奥语气略微激动, 但又不敢确定, 我来看看, 你这里还有没有灵草灵药? 来人笑道, 龙奥眼睛莫的瞪大, 满脸难以置信, 青龙也是张口结舌, 不可思议, 臭小子, 真的是你? 龙奥很激动, 遮住面貌的白雾散去, 露出一张俊美的脸, 不是楚巡是谁, 饶氏龙奥早已猜到是楚巡, 突然看到又是另一番惊喜, 前辈, 青龙目瞪口呆的泥南, 恍若做梦, 楚巡竟死而复生了, 龙奥上前, 打量着楚巡, 激动的神色平复下来, 突然恼了, 一把揪着楚巡的衣领大吼, 道, 小子, 你缺德, 诈死不说, 这是第二次毁了我的院子, 说到这个他就抓狂, 这小子简直是灾心啊, 总共来了两次, 他的小院就毁了两次, 楚巡贪贪手, 满脸无辜, 道, 这次是你亲手毁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听了这话, 龙奥咬牙切齿, 头顶冒烟, 我看你小子不是一般欠打, 要不是你装神弄鬼, 我能毁了自己的院子, 今天你说什么, 都得陪我院子, 楚巡娃儿, 笑道, 行, 我陪行了吧, 快放手, 别弄脏我的衣服, 我呸, 不带你小子这么埋态人的, 不就一件破衣服吗, 看你穿的奇奇怪怪的, 那个神经病给你选的这套衣服, 我害怕弄脏我的手吗, 龙奥叙叨叨的点评, 楚巡神色古怪, 玩味道, 你说给我选这套衣服的人, 是神经病, 废话, 不只是神经病, 简直是神经病中的神经病, 正常人会穿这衣服吗, 拍戏呢, 楚巡神色愈发古怪, 拍拍龙奥的肩膀道, 你说得很对, 他的确是个神经病, 你想知道他是谁吗, 谁, 他名画敖黄, 说不定你认识呢, 楚巡好争以侠地看着龙奥, 敖黄, 这名字也够, 龙奥的声音戛然而止, 瞳孔猛地放大, 手一哆嗦扯下几根胡须, 疼得脸庞哆嗦了几下, 整个人呆若目击, 老龙, 你刚才说这名字怎么了, 楚巡野鱼, 龙奥浑身猛地一哆嗦, 牙齿都在打颤, 一张老脸因为惊吓过度, 面如土色, 他都快哭了, 敖黄, 他终于想起这个名字是谁了, 他刚才说了什么, 自己肯定是疯了, 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龙奥想直接昏死过去算了,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是吗, 这个, 这个名字真是太威风了, 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横断万古, 无人出其左右, 龙奥缩缩脖子, 说得无比诚恳, 简直都要跪倒膜拜这个名字了, 青龙一脸猛逼, 他师父这是怎么了,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很有气势, 但也不至于顶礼膜拜吧, 龙奥看青龙一脸茫然不解, 气就不打一出来, 挥手就把青龙拍跪下了, 怒斥道, 你个棒扯什么表情, 难道这个名字不是横贯古今, 威震四合八荒, 无与伦比吗, 青龙更猛逼了, 但师父说的肯定对, 尤其是看到龙奥的手又仰起来了, 忙不迭得的点头, 楚巡难得看龙奥吃扁, 乐得看热闹, 楚前辈, 我刚才是无心之师, 你这件衣服真是太帅了, 尤其是配上你的盛世容颜, 真是狄先凌晨, 看龙奥缩着脖子大拍马屁, 楚巡神色古怪, 龙奥竟换他前辈, 这感觉挺好的, 总比张口闭口都是叫小子强得多, 行了, 别装了, 他又听不到, 况且我也不会到你黑状, 楚巡笑言, 龙奥之前要去古江市帮他出头, 所以他对龙奥挺有好感的, 龙奥声色变得严肃, 他告诉楚巡, 这世上无人能辱敖黄, 他之后会自罚一百雷停鞭, 龙奥还告诉他, 他只能算是敖黄的徒子徒孙中的一个, 敖黄徒子徒孙众多, 大都在游历, 其中不乏人黄境的强者, 楚巡暗自吃惊, 原来他从史智中都小看了地球上的武者, 有点目光短浅了, 一百二, 楚巡询问青龙他不在的这三个月发生的事情, 青龙告诉楚巡, 因为他这次闹的动静太大, 引起各方势力的关注, 尤其是武道界, 有人放话说楚巡之所以突然崛起, 是因为他得到了一本绝世功法, 和一本道家阵法, 现在这两样东西, 就在曾经跟他有关联的人身上, 所以, 有人准备朝他身边的人下手, 楚巡眸子一片冰寒, 有人这是要借他人之手, 对自己身边的人斩尽杀绝, 好毒的计谋, 还有就是鬼王上次不在鬼王门, 侥幸逃脱, 他放话就算楚巡死了, 他也要途径跟楚巡有关的人, 就连世俗界有人也在蠢蠢欲动, 锁图不祥, 楚巡神色淡漠, 但眼底却早已杀机弥漫, 犹如实质, 他让青龙帮他准备飞机回谷江, 暂时隐瞒他还活着, 他要将那些冒头的鬼魅王俩一网打尽, 青龙震撼, 这次恐怕又要血流成河了, 杀不用顾及, 以叛国罪润处, 这是龙傲说的, 如果楚巡没出现, 这是他打算亲自去做, 他这次真的怒了, 楚巡剿灭鬼王门, 差点血染风铃山, 这些跳梁小丑却在后面捅刀子, 这种人该死, 不过他也提醒楚巡, 别小看五道借人, 每个门派传承百年千年, 总有其独到之处, 不可小觑, 这几天, 古江市莫名地热闹起来, 乾隆山庄, 楚巡的别墅前, 人头攒动, 但却就此驻足, 不敢上前, 因为有乾坤法证在此, 已经有人吃了大亏, 这就是镇吗? 果然恐怖, 有人道, 他来楚巡得到无上功法, 和镇法秘籍是真的, 我一定要得到, 这本镇法秘籍, 有人眼神火热, 人群吵吵嚷嚷嚷, 这里的人并非来自一家, 而是多个门派, 颇有武林大会的意思, 这镇法, 我要了, 谁敢抢, 就是跟我无极门过不去, 有个青年嚣张道, 他是无极门少主杨斐, 虽然只是后天修为, 但他身后可是有两尊宗师, 好大的口气, 我金刀门就抢了, 你能如何? 一个身材雄壮的青年, 手里拎着一把两米长的金色大刀, 不屑道, 手里金刀落地, 砰的一声, 地面颤抖, 这名雄壮青年, 是金刀门着重培养的一名弟子, 名叫雄泰, 后天一层, 这次带来三名宗师, 雄泰, 你找死? 杨斐应狠道, 不服过来临死, 雄泰可不怕杨斐, 金刀一横, 挑衅道, 杨斐眼神阴逸, 若是以前这雄泰, 绝技不敢如此嚣张, 主要是他无极门意外陨落三位宗师, 被发现在云烟室的蝴蝶山下, 导致无极门实力大减, 两位都安静会吧, 宝物都是有得者拒之, 一会还是个显神通, 看谁手段更强吧, 旁边一位面色阴柔的青年开口, 他名幻高雷, 出自毒王谷, 全身是毒, 很是可怕, 他一开口, 杨斐和雄泰安静下来, 这高雷最是记仇, 而且一身毒弓, 很不好惹, 有人进去了, 有人喊道, 众人望去, 只见有人按耐不住, 偷偷闯进阵中, 只见这人进去后, 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满脸惊惧, 然后拼命狂奔, 可却是一直在原地打转, 直到最后泪滩, 这时, 别墅门打开, 墨星河走出来, 静止来到此人跟前一掌拍下, 毫不犹豫将此人击杀, 然后提起扔出阵外, 碰, 尸体飞出阵外, 溅起阵阵尘土, 众人震惊, 豪狠的手段, 一言不发, 直接下死手, 擅闯者, 死, 墨星河冷声道, 真是豪大的口气, 你可敢踏出阵外, 单手灭念, 说话的是位宗师, 气息强大, 小小后天, 也敢在这里大言不惭, 这人也是一位强大的宗师, 不用各位前辈出手, 你若敢出来, 我陪你一战, 有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傲然道, 他年纪虽轻, 但却已是后天九层大圆满, 跟墨星河相当, 如此年纪这般成就, 不用想肯定来自大门派, 大宗门自缘丰厚, 弟子修炼速度, 超越旁人, 众人你一言, 我一语, 最后连先天舞者都跳出来挑衅, 因为只要墨星河赶出来, 定会被宗师请拿, 墨星河目光冷漠, 冰冷道, 先生若在, 各位可敢如此放肆, 现场静了三秒, 无人吭声, 他们都在思索, 楚寻若在, 他们敢吗? 据他们了解, 当日楚寻一人杀进鬼王门, 所过之处, 人头滚滚, 血染石阶, 最后跟老鬼王大战, 双双陨落, 这绝对是狠人一个, 一人覆灭鬼王门, 若是面对这样的人, 他们还真没什么底气, 他再厉害又如何? 现在还不是死了, 有人不屑, 这人一身道袍, 面色因一邪气, 来自苗疆阴鬼宗, 跟鬼王门来往密切, 而且据他所查, 他的弟子邪道人, 貌似就是楚寻所杀, 此时, 几辆车赶到, 一群人下车, 天哪, 鬼王竟然来了, 有人惊呼, 这群人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位面色惨白, 一身黑色长袍的男子, 五十岁左右, 阴沟鼻, 眼神阴翼, 正是鬼王门的门主, 鬼王,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 鬼王乃是五品宗师, 修为身后, 身上的煞气令人站立, 所有人都知道, 他跟楚寻有不共戴天之仇, 鬼王面无表情, 身后跟着一群人, 其中就有三位宗师, 其他皆是后天修为的舞者, 这是一股很可怕的力量, 有人皱眉, 因为他们出动的修为最高的是三品宗师, 如今鬼王一家独大, 这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 鬼王兄, 别来无恙, 来自苗疆的那个道人打招呼, 鬼王没想到, 在这里看到他, 稍微愣神之后, 便道, 没想到殷宗兄也来了, 殷宗咧嘴笑了起来, 笑得很甚人, 鬼王兄应该知道, 我因鬼宗对阵, 服一类的东西感兴趣, 再说, 楚寻杀了我的弟子邪道人, 这笔账我得来清算, 鬼王眼神阴冷了几分, 殷宗这是变相地在告诉他, 那本阵法秘籍他要定了, 不过他实在不想招惹殷宗, 对方也是五品宗师, 而且手段古怪很是难缠, 反正他这次来, 只是为了杀光跟楚寻有关的人, 当下道, 殷宗兄尽管放心楚寻留下的阵法秘籍闺蜜, 那本爵士功法借我一关便可, 但跟他有关的人得留给我, 一言为定, 殷宗邪笑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鬼王兄这次定会报仇血恨, 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鬼王深知殷宗来自苗疆, 折磨人的手段不少, 他要让跟楚寻神色有关的人都生不如死, 那就多谢殷宗兄了, 鬼王宁笑, 很是圣人, 其他人不满了, 这两人太庞若无人, 阵法秘籍和绝世功法, 他们两人内定了, 那他们不存在吗? 有人开始联系宗门, 请求派高手过来压阵, 要有老铁问我家在哪? 要带刀来看我, 激动的我, 这份热情实在无福消受, 各位老铁快丢我来一达82年的推荐票, 压压惊, 一百, 闲杂人的, 通通滚开, 这是鬼王说的, 他很自负, 无视其他势力, 各位还是退开先, 免得误伤, 殷宗鬼气森森, 声音尖锐, 很是霸道, 其他势力纷纷恼怒, 这两人太霸道了, 不过也有心思灵通之辈, 鬼王现在可谓是孤魂野鬼, 是一只想要嗜血的孤狼, 这种人还是暂时不要招惹的好, 也有人想等宗门高手或长辈来了再说, 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想, 比如那个三十多岁, 后天九层大圆满的男子就毫不客气, 讥讽道, 两位是不是太霸道了先, 真当这里是自家后花园, 他虽然修为比起鬼王和殷宗差得太远, 但气势却一点不弱, 殷宗目光阴逸地看向他, 眉头微皱, 音声道, 阁下来自无影宗, 无影宗, 风轮, 男子傲然道,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都露出震惊之色, 殷宗和鬼王也面露忌惮, 无影宗可非一般门派, 他们以追踪和暗杀闻名, 听说当年无影宗宗主封无影, 曾成功刺杀过人皇, 而且, 这男子姓风, 年纪轻轻, 修为气度皆不俗, 身份肯定不一般, 原来是风公子, 施敬, 不知风宗主可好, 殷宗自降身份, 试探对风轮方身份, 家父安好, 有劳前辈挂心, 风轮回应, 四周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原来风轮是无影宗的少宗主, 难怪如此年轻修为便不俗, 两位前辈, 晚辈也想一关楚循留下的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 不知道比起我无影宗的无影术和刺杀术如何, 风轮昂着头, 朗声说道, 鬼王和殷宗脸色难看, 风轮提出无影术和刺杀术, 摆明是在威胁, 风少宗主想要观看, 我们自然不会拦着, 请, 殷宗后退一步,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鬼王一愣之后便明白, 眼神带着殷笑, 跟殷宗站在一起, 风轮表情僵住, 邪逆鬼王和殷宗, 心里懊恼, 这两个老东西是故意的, 凭他后天修为, 岂能破开眼前的法阵, 爵士功法, 阵法秘籍, 随便得到一本都是天大的机缘, 别说自己, 就是身后的宗门实力, 也跟着大掌, 可有人跟我一起破阵, 事成之后, 我愿与大家共享收获, 风轮也不是傻子, 他开始拉拢人, 周围其他势力明显异动, 爵士功法, 阵法秘籍, 谁不想得到, 鬼王和殷宗没想到风轮会来这一招, 脸色更加阴沉了几分, 大家尽管放心, 我以无影宗的名义启示, 若是破开这阵, 我不但与大家共享成果, 而且可保大家周全, 风轮看到大家异动, 再次加了把火, 我愿意和风兄一起破阵, 有人说道, 是金刀门的雄太, 算我一个, 独王谷的高雷开口, 我也想看看绝世功法, 和阵法秘籍, 无极门扬斐表态, 其他势力也纷纷加入, 鬼王和殷宗脸色阴沉的都快滴出水了, 单单一个无影宗就让他们忌惮不已, 更别说这么多势力凝聚在一起了, 风轮扭头看向鬼王和殷宗, 笑道, 两位前辈, 这阵是你们先破呢, 还是我们先来, 鬼王和殷宗冷哼一声, 风轮大笑, 既然两位前辈不屑于我们小辈争,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说完, 他无视鬼王和殷宗要吃人的目光, 淡定地看着阵中的莫星河, 开口道, 我劝你, 还是自己解开这阵法, 别让我们自己动手, 否则后果很严重, 滚, 莫星河回答他的只有一个字, 风轮脸色阴沉下来, 盯着莫星河冷笑道, 你死定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法阵都有承受极限, 你说我们这些人一起出手, 能不能破了这阵呢, 你可以试试, 莫星河冰冷道, 等破了这阵, 我会亲手杀了你, 风轮眼神猙獰, 转身看向其他人大喊, 各位, 我们一, 出手破了这阵法, 爵士功法和阵法秘籍就是我们的了, 到时候, 秀, 正在慷慨激昂的风轮豁然转身, 看到一道绿芒朝他飞来, 绿芒速度很快, 风轮却不屑一顾, 抬手抓去, 很势自打, 碰, 白光暴闪, 五彩节节立线, 不止风轮, 连同他身边的十多个其他势力的人都被笼罩进去, 破,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 阵中一人血剑当场, 胸膛被贯穿, 前后透亮, 从外面看, 其他几个人目光呆滞, 在外面都能感觉到他们的绝望和孤独, 突破, 满天血雾, 如烟花绽放, 尸体接二连三地倒下, 他们都被莫名的力量绞杀, 有的是心脏被绞碎, 我的是咽喉被贯穿, 唯一相同的是, 他们都没有反抗, 就被屠杀了, 并非所有人都命丧当场, 风轮还活着, 但却如丧家之犬般狂奔, 在原地打转, 身上不时爆出血花, 众人惊惧, 全场死祭, 两位前辈救我, 吴颖宗必有大谢, 前辈, 风轮此时那还有之前笑傲同辈, 指点江山的气势, 跟条疯狗似的狼狈不堪, 阴宗目光炯炯, 满是炙热, 他本就对朕俯感兴趣, 他出手了, 五品宗师, 气息强盛, 隔空一掌, 碰, 困住风轮的杀戮阵轰然暴碎, 消失不见, 半空中, 一枚玉纸环落下, 被阴宗揭在手里, 这就是, 墨星河刚扔出的东西, 杀戮阵截, 风轮瘫倒, 满脸金锯, 他衣衫蓝绿, 身上好几道身可见骨的伤口, 还在流血, 高雷走过来, 拿出一个小巧的白玉瓷瓶, 道, 风兄, 这是我毒王谷的疗伤圣药, 不用, 我有, 风轮拒绝后, 拿出自己的药敷上止住血, 他可不敢敷毒王谷的药, 高雷本想跟吴颖终结一份善缘, 拉上关系, 谁知道, 当下眼神阴沉了几分, 但脸上却始终挂着笑意, 返回自己的视力一方, 高雄, 这拍到马蹄子上的滋味如何, 熊泰本来也想送药拉关系, 可高雷比他快了一步, 正懊恼呢, 却看到高雷碰了一鼻子灰, 忍不住嘲弄, 高雷冷哼, 眼神阴逸, 高雄总比有些人强, 马蹄子都没拍上, 杨斐在阴阳怪气的说, 他可是看到熊泰也想去送药, 可惜晚了一步, 杨斐, 你想死吗? 熊泰金刀一横, 拿着大鸟下寡妇呢? 谁死还不一定, 手底下见真掌, 杨斐横跨一步, 无惧熊泰, 两位冷静, 别那么大火气, 当务之急, 还是齐心协力的好, 等拿到绝世功法和阵法密集, 你们想怎么打都没人管, 风轮冷声道, 熊泰放下金刀, 冷声道, 看在风兄面子上, 先留你一命, 大言不惭, 你的人头先寄存, 在这里的事了结, 我再摘取, 杨斐不甘示弱, 我要杀了你, 有人朝莫星河嘶吼, 众人闻声望去,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咆哮, 他名臣长风, 是个小型门派的首领, 因为想攀上风轮, 所以靠得太近, 以至于风轮糟结的时候, 连带着他的人死了十多个, 空气中血腥味还没消散, 很是刺鼻, 前辈, 这是, 风轮盯着英宗手里的玉纸环, 心有余悸, 这也是朕, 能把镇压缩克进玉石中, 太不可思议了, 英宗满脸炙热, 眼神疯狂, 墨星河心里痛惜丢失杀戮震结, 这还是他第一次使用, 效果惊人, 大家联手破绽, 英宗疯狂了, 他从来没见过如此精妙的镇, 他一定要得到, 其他势力也眼红, 如果这些都是楚勋留下的法阵秘籍中的东西, 那足以让任何人疯狂, 我们听英宗前辈的, 大家联手破绽, 有人大喊, 我们愿意听从英宗前辈调遣, 有势力在喊, 我们也愿意听英宗前辈调遣, 只求日后前辈参透镇法秘籍, 可谓我宗门建一座护山大镇, 有人高喊, 这里势力交错复杂, 强弱参差不齐, 绝世功法和镇法秘籍只有一份, 怎么分? 所以势力弱得开始抱大腿, 老好处, 墨星河眼睛在喷火, 满脸愤懑, 楚勋怎么死得天下皆知, 可这些人在他死后三个月 就按耐不住前来抢夺那莫须有的功法, 全都该死, 你们都该死, 他怒吼, 咆哮, 发泄心里的怒火, 小小后天也敢对我等犬废, 待阵破, 老夫亲手捏断你全身骨头, 有宗师不屑一顾, 就在这时别墅门打开, 陈汉龙出来了, 他站在墨星河身边眼神愤怒, 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 他日若有机会, 我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陈汉龙嘶吼, 娄一般的东西也敢叫嚣, 待会阵破, 一指头捏死你, 有人喊道, 根本没把陈汉龙放在眼里, 去你, 妈, 你算什么东西, 想捏死我, 老子先杀了你, 陈汉龙话落, 拿起一只玉镯朝对方扔过去, 这人脸色猛得惨白, 眼神惊恐, 转身就跑, 可惜晚了一步, 被阵节笼罩, 吓一刻扑的一声, 他的脖子被神秘的力量贯穿, 爆出星红的血污, 砰, 京刀门一位一品宗师, 眼神火热, 猛得一掌劈在戒壁, 结果五彩光滑急转, 鼓猎声响起, 他被阵飞出去, 胳膊无力地搭拉着,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 连一品宗师都无可奈何, 我来, 吴姬门一位二品宗师上前, 气息恐怖, 抬手拍向戒壁, 砰的声响, 连衣激荡, 五彩光芒急转, 这人被阵退一步, 他大笑, 连续拍出, 砰, 直到第五掌落下, 戒壁炸成碎片, 随之消失, 一只玉镯坠落, 被这位宗师揭在手里, 哈哈大笑, 众人眼热, 通过刚才的事大家都了解, 这东西的极限就是一品宗师, 这简直就是一件大杀器, 有些势力心思活泛起来, 若是门中晚辈出来历练, 有这样一件东西防身, 足以自保, 熊熊, 不好意思, 这宝贝舞无疾门先笑纳了, 杨斐的一急了, 将玉镯贴身收好, 熊太手中金刀轻颤, 目光冷烈, 他们金刀门没得到玉镯, 反而伤了一位宗师, 真是丢人, 130, 墨星和嘴角抽了抽, 暗骂陈汉龙败家子, 一枚杀戮正结, 只杀了一个人就落到了别人手里, 太浪费了, 陈汉龙却没有这样的觉悟, 盯着熊太道, 大狗熊, 别哭丧着脸, 再给你一个就是, 话落, 他仰手用力扔了出去, 这次是一枚龙雕玉佩, 比之前的玉镯更适合男人, 熊太却是毛骨悚然, 他虽然眼馋这东西, 但也明白自己只要被笼罩, 下场会很凄惨, 金刀门的宗师也不是吃素的, 踢着熊太急速倒退, 多了开去, 碰, 白光乍现, 结结立险, 可惜, 这次的杀戮阵截落空了, 一个人都没套住, 废物就是废物, 这样的宝物落在你们手里, 也只能蒙尘, 你敢, 带熊太逃离的二品宗师却怒吼, 因为一道影子冲向结界, 然后抬手拍出应激戒壁, 想要收走阵截, 金刀门宗师大怒, 直接杀了过去, 这阵截是朝着他们金刀门来的, 岂能让别人夺去, 碰, 两位宗师交手很快站成一团, 声势骇人, 一时间其他人纷纷倒退, 流出场地, 宗师之战很恐怖, 一不小心他们就会受到迟鱼之载, 这东西是我们金刀门的, 谁敢染指, 金刀门宗师出手伶俐, 你们金刀门真是好大的脸, 这上面还写了你们名字不成, 对战的宗师来自独王谷, 他现在很是恼怒, 若是这人不插手, 他独王谷已经收获一枚振洁了, 碰, 一声巨响, 两人同时倒退, 嘴角都挂着血迹, 看样子修为在伯仲之间, 金刀门, 你们找死, 独王谷的宗师怒不可止, 他竟然负伤了, 掌心黑色蔓延, 大吼, 真当我独王谷吃素不成, 金刀门宗师脸色凝重, 对方掌心黑色蔓延, 明显是带有剧毒, 这让他很被动, 哄, 两人再次杀到一起, 所过之处飞杀走时, 景象恐怖, 你怎可如此浪费, 莫星河很是心疼, 瞪着正在兴致盎然观战的陈汉龙, 陈汉龙收回目光, 低声道, 莫老别心疼, 这是花小姐的主意, 所有人的振洁都在我这里, 说着, 他拿出七八块振洁, 递给莫星河一半, 什么意思啊, 莫星河不解, 陈汉龙神色诡异, 嘴角的笑意很冷, 道, 花小姐说, 这现在不是振洁, 而是骨头, 一个能让狗咬狗的骨头, 莫星河眼神一亮, 他明白了, 目光一道正在大战的宗师身上, 冷笑连连, 已经有两条狗咬起来了, 碰, 一道闸响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就连激战的两位宗师都不由得停手, 只见一位宗师趁金刀门和独王谷两位宗师大战的时候, 直接击破结界, 将龙雕玉佩握在手里, 此人来自宇威山万剑门, 势力和实力皆不俗, 金刀门宗师大吼着扑过来, 独王谷的宗师眼睛都红了, 他们为了争夺打得头破血流, 却有人坐收鱼翁之力, 这岂能忍, 当下嘶吼着杀了过去, 殊不知, 万剑门的这位竟是三品宗师, 不出十招将两人震得大口咳血, 就在这时, 一道破空声响起, 墨星和杨首有一枚杀戮阵截对着无极门的方向打去, 大家的目光都被宗师大战吸引, 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快退, 无极门的宗师大吼同时抓着杨匪急速倒退, 可其他弟子惨了, 白光一闪, 被截界笼罩, 无极门的宗师嘶吼扔下杨匪闪电般扑回来, 两个宗师同时出手, 一招震碎震法,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也就是眨眼的功夫, 他们无极门十几名弟子死了一半, 剩下的不同程度受伤, 我要把你们错骨扬灰, 无极门的二品宗师暴怒, 嘶吼着就要扑过来击杀莫星和和陈汉龙, 救人要紧, 那个三品宗师脸色铁青地喝住他, 再不救治无极门的弟子, 这次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 秀, 这时, 陈汉龙突然将一枚阵截扔向独王谷的方向, 独王谷的三品宗师早有准备, 抬手就将还没显化的震洁震落, 不自量炼, 这位三品宗师冷笑, 这话一方面是对陈汉龙说的, 另一方面是在讽刺无极门, 无极门的人脸色阴冷, 如同要吃人一般, 陈汉龙遗憾地撇撇嘴, 他两次出手才坑杀一人, 哄, 那边的宗师大战落幕, 金刀门和独王谷的宗师差点被击杀, 万剑门, 你们欺人太甚, 万剑门, 你们想要被全灭在这乾隆山吗? 金刀门和独王谷的三品宗师同时出手救下自家人, 万剑门的宗师满脸不羡, 啊, 二品宗师竟敢对我出手, 不知道死活, 面对两位三品宗师他丝毫不处, 因为这里万剑门一次就来了两位三品宗师, 你太嚣张了, 金刀门, 独王谷的两位宗师逼近, 刷, 身影略动, 万剑门另一位三品宗师来了, 冷眼盯着对面两人, 四位三品宗师这要一旦动手绝对是惊天动地, 周围的人纷纷退到安全的地方免得被误伤,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杨匪却突然拿出最先得到的玉镯猛地朝万剑门门的方向打去, 谁也没想到杨匪会突然对万剑门的弟子下手, 树子, 你在找死, 万剑门的三品宗师怒吼, 事发突然, 他想救援却被对面的独王谷三品宗师拦住去路, 另一位三品宗师也被金刀门的宗师拦住, 好在万剑门还有一位一品宗师在, 手脚并用地将门下弟子全部或踢或扔了出去, 叮, 玉镯落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 发出一声脆响, 然后, 华丽丽地摔成了好几段, 碎了, 没有白光乍现, 没有结界, 落地后跟普通玉石一般, 就这样摔碎了, 杨匪傻眼了, 众人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只有陈汉龙和莫星河相视一笑, 这些阵劫都有独特的使用方法, 否则跟普通玉石无二, 众人久久回不过神, 尤其是杨匪, 他有些手足无措, 打得头破血流, 最后就得到一块普通玉石, 还让他给摔碎了, 他有种吐血的冲动, 是你们搞的鬼, 有人朝陈汉龙和莫星河大吼, 这时众人都反应过来, 他们被这两人耍了, 变成了相互死死咬的狗, 亦或者工人娱乐的猴子, 尤其是宗师, 他们本该未享庙堂, 受人敬仰, 现在却被耍得团团转, 他们羞怒男人, 眼睛冒火, 恨不得撕碎的陈汉龙两人, 咬啊, 继续咬, 这么精彩的表演, 别停陈汉龙大笑, 给我死来, 吴吉门的一品宗师咆哮, 他刚才差点被诛杀, 此时抓狂, 失去理智, 朝着两人扑去, 吴吉门其他两位宗师大惊, 想阻拦的时候, 乾坤震荡起一阵涟漪, 这人已经冲了进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这位宗师, 他本来是静止冲向陈汉龙和莫星河的, 却在冲到两人眼前的时候视而不见, 擦肩而过, 他在你身后, 有人经不住大喊, 可这位宗师却冲耳不闻, 只见他闷头挤走, 一会抬头仰望, 一会低头俯视, 脸色却越来越惊恐, 突然, 他跌了一跤, 仰面栽倒, 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一般, 众人神色怪异, 一个宗师竟然跌跤, 真是有够滑稽的, 这时, 这位无极门的宗师爬起来狂奔, 边跑边回头看, 眼神惊惧至极, 惶惶如丧家之犬, 可在外人看来, 他一直在那片地方绕圈子, 突然, 他狼狈地停下奔跑的步伐, 扑通跪倒, 拼命磕头, 没一会便磕得头破血流, 混蛋, 你在干什么? 无极门的三品宗师抓狂, 暴怒, 以内息催动声音, 如蛇战春雷, 震得地面颤抖, 可惜, 里面的宗师还在拼命地磕头, 冲耳不闻, 放人, 无极门的宗师盯着墨星河, 鸣声说道, 太阳学青精直, 眼睛都快喷火了, 有本事自己把他带出去, 墨星河冷笑, 无极门的宗师眼神阴逸, 争鸣, 鸣声道, 得罪了这么势力, 你觉得自己还能活下去吗? 放我们的人出来, 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室, 墨星河眼设讥讽, 仰天长笑, 岂会被我当猴耍, 岂会狗咬狗, 所有的势力都怒了, 脸色阴沉, 墨星河这时赤裸裸地打脸, 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死伤无数, 最后却被落了几块破玉石, 你会死得很惨, 无极门的宗师满脸杀鸡, 两人只隔了一层薄如禅衣的戒壁, 墨星河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眼底的残忍, 但他却无所畏惧, 转身朝着正在拼命磕头的宗师走去, 你想干什么? 无极门的三品宗师大急, 怒吓, 墨星河走过去, 站在他面前, 接受他的扣拜, 啊, 气煞我也, 无极门的三品宗师暴跳如雷, 墨星河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神色嘲讽, 然后低头看着不断扣手的人, 道, 就算你扣手万次, 也抵不了今日所犯之错, 你敢, 我要把你碎尸万断, 住手, 他若少跟汉毛, 我杀你全家, 无极门的人咆哮, 纷纷叫嚣嘶吼, 扭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无极门的人, 目光冰寒, 咔嚓, 刺耳的鼓裂声, 外面叫嚣威胁的声音, 戛然而止, 那位宗师被墨星河踩断了脖子, 人还在呈现出跪拜的姿势, 静, 死一般的安静, 所有人心里都生出丝丝寒意, 墨星河毫不犹豫地, 才死了无极门的人, 这表明什么, 这代表他们就是死也绝不妥协, 他们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无所畏惧, 130, 默星河跟着楚寻时间长了, 也变得杀法果断, 这些人是财狼虎豹, 贪得无厌的魔鬼, 他能看到这些人眼底无尽的贪欲, 若是没有这护山大阵, 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 所以, 这人必须杀,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就赚了, 默星河这次抱着必死的决心, 楚寻死了, 他要守护楚寻留下的一切, 他身后的别墅中有楚寻的女人, 还有依附楚寻的人, 这些他都将用生命保护, 不为别的, 这是一个人男人的誓言, 他当初选择跟随楚寻, 现在就不会改变, 而且他相信, 陈汉龙还有其他人跟他抱着同样的心思, 我发誓, 阵破之时就是你们丧命的时候, 杨斐声音满是杀鸡, 眼神阴狠毒辣, 有种就进来, 别在外面乱废, 陈汉龙斜着眼睛, 不屑道, 杨斐恨得咬牙切齿, 连宗师进去都栽了, 他进去不是尚赶着找死吗? 两位前辈可有办法破阵, 风轮看向鬼王和殷宗, 吃了大亏的他, 放低姿态, 语气恭敬, 殷宗眼神闪烁了几下, 道, 所谓阵必有阵眼, 只要找到便可破之, 众人猛逼, 就差问阵眼是什么了, 殷宗一阵也懒得解释, 直到此阵难破, 这是一座幻阵, 杀阵, 防御阵的集合体, 若是一般阵法, 都可以用一粒详石会来对付, 可幻阵却不行, 人进去会迷失方向, 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幻觉, 很是可怕, 众人沉默, 难道只能白跑一趟? 我有办法, 雄太突然道, 众人不由地看向他, 目光昔迹, 雄太筋刀一横, 大咧咧地高声道, 我们可以直手不攻, 他们总得吃喝吧, 我们只要守在这里, 断了他们的水和食物, 看他们能抗多久, 众人听闻, 都觉得这办法可行, 没了食物和水, 我看你们能熬多久, 杨斐眼神猙獰, 盯着陈汉龙道, 我劝你们还是束手就擒, 奉上楚勋留下的东西, 或许我们好心, 还能留你全尸, 别赋于顽抗了, 少了食物和水, 除了投降, 别无他路, 接二连三的阴毒声响起, 陈长风喊的最凶, 他带来的人, 被莫星河扔出的第一枚震 截涂了个金光, 现在成了寡家孤人, 当然恨不得撕碎莫星河, 陈汉龙却和莫星河相视一眼, 神色古怪, 想用断他们食量这招, 真是太可笑了, 先不说, 他们早就储存了大量的食物和水, 就算没有, 这里可是有大量的仙灵液, 食一滴可保证数天没有饥饿感, 而且仙灵液是源源不绝的, 估计这些人就是老死在这里, 他们也饿不死, 各位, 断绝食物和水这招看似有用, 但却时间太长, 我有一法, 可让他们乖乖束手就擒, 突然, 有人开口, 此言一出, 煞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说话的是为皮肤白净, 样貌英俊的男子, 一身合体的白西装, 有点卓尔不凡的味道, 他是跟着鬼王来的, 之前从没人注意过他, 因为他身上没有内息波动, 完全是个普通人, 熊泰很不爽, 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只会动手的蟒夫,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这次好不容易动了刺脑子, 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还没来得及嘚瑟呢, 就被人推翻了, 而且还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普通人, 这让他岂能忍得了, 要不是, 但是这人站在鬼王身后, 他早就一刀劈出去了, 虽然不能劈了这混蛋, 但这口恶气他很难咽下, 上前两步, 生如炸雷, 道, 小白脸, 你对我的办法有意见, 后者微冷却不见惊慌, 轻笑道, 这位朋友, 在下名叫刘姐飞, 并非小白脸, 我对你的办法没意见, 只是我有更好的办法而已, 而且我的办法立竿见影, 熊泰发愣, 他被对方的话绕得有点晕, 陈汉龙和莫星河却脸色一变, 没想到却在这里出现了, 你就是柳谢飞, 冰冷而清零的声音响起, 声音不大, 但却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众人寻声望去, 顿时呆若木鸡, 只见一道白色窈窕身影接近, 腹弱凝枝, 禽手峨眉, 脉部间体态轻盈飘飘欲仙, 如九天仙女凌晨, 挥手间却有舞者的那种灵力, 两种气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正是花轻舞, 现场的都是舞者, 习舞之人心思坚定, 很快便清醒过来, 柳谢飞只是普通人, 此时傻呆呆地看着花轻舞, 表情呆滞, 没有人笑话他, 花轻舞实在美得惊心动魄, 连他们之前都差点迷失, 见柳谢飞恍惚没有回答, 花轻舞厌恶得皱皱眉, 刷, 他御守青阳, 一条白色绸带着破空声席卷而出, 向着柳谢飞卷去, 鬼王冷哼一声, 手掌尖黑气缭绕, 猛的一掌击中白色绸带, 砰, 白色绸带炸裂成碎片, 如蝴蝶般随风飞舞, 花轻舞闷哼一声, 倒退一步, 脸色苍白了几分, 鬼王实力太强, 阵列白色绸带的余威, 他都无法对抗, 柳谢飞猛地惊醒, 暗骂一声妖女, 然后对鬼王一拜, 道, 多谢鬼王前辈, 然后, 他看向花轻舞, 目光硕硕, 带着毫不掩饰的垂涎之意, 邪笑道, 我就是柳谢飞, 你是谁, 貌似对我有很大的敌意, 难不成我们曾经, 我是楚循的女人, 花轻舞打断他的话, 冷声道, 柳谢飞正了一下, 咧咧嘴, 然后看向鬼王, 道, 前辈, 晚辈有办法让他们束手就擒, 但有一个条件, 鬼王目光阴冷, 道, 说, 众人惊讶, 鬼王竟能容忍一个普通人, 当着他的面提条件, 看来这个柳谢飞的身份也不简单, 柳谢飞看向花轻舞, 眼底满是银, 慧之色, 连丝毫的掩饰都没用, 就像是一条发情的狗, 笑道, 我想要这个女人, 不行, 鬼王冷声道, 我说过, 只要是跟楚循有关的人, 统统都要死, 前辈误会了, 我说要她, 但不代表她会活下来, 只是换种死法而已, 这样的女人举世难寻, 一刀杀了实属浪费, 还不如让她好好伺候一下在场的各位英雄好汉, 算是临死前发挥余热, 柳谢飞脸旁扭曲, 声音, 邪争鸣, 畜生, 老子他妈宰了你, 陈汉龙双眼血红, 这些人竟敢侮辱楚循的女人, 他嘶吼着冲向柳谢飞, 莫星河却一把拉住他, 吏声道, 汉龙, 别冲动, 这畜生是故意的, 放开我, 就算是死我也要杀了他, 陈汉龙挣扎, 嘶吼, 但却挣脱不开莫星河的前置, 龙哥, 别冲动, 只是一只狗乱肺而已, 不值得你搭上性命, 花青舞劝解, 陈汉龙是最早跟楚循的人, 一直忠心耿耿, 所以就连他都尊称一声龙哥, 啊, 陈汉龙昂天嘶吼, 双眼赤红, 虎目寒泪, 我对不起先生, 看着他的女人被人侮辱我, 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恨啊, 堂堂七尺男, 此时却嚎啕大哭, 莫星河也是双眼泛红, 牙齿都快咬碎了, 今天还有一张, 大家冷静, 别骂, 发火对身体不好, 130, 鬼王听完柳谢飞的话, 一张老脸更显得阴险毒辣, 阴森森地说道, 好, 我答应你, 可以说你的破阵之法了吧, 谢谢鬼王前辈, 刘解飞欠身, 抬起头的瞬间脸上浮现鬼绝之色, 阴笑道, 我的破阵之法很简单, 大家请看, 说着, 他一指花青舞等人身后, 众人寻声望去, 白人杰, 白人雄, 你们找死, 莫星河怒火冲天, 这两人竟然挟持了郑广义和花青舞的母亲燕兰, 畜生, 放开他们, 陈汉龙一双眼睛都快喷出血了, 别过来, 都给我退后, 否则我隔断他的喉咙, 白人杰冷喝, 手里的匕首死死地顶着郑广义的喉咙, 刀尖一剑血, 他们后面鬼老, 郑前, 孙英等人全都脸色愤懑, 两眼冒火, 为什么? 花青舞目光冰寒, 不为什么, 只因为我们想活着, 白人熊钳制着燕兰, 手里的匕首架在他脖子的大动脉上, 都别动, 否则我只要手轻轻一抖, 他便血溅当场, 王八蛋, 你们两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敢伤他们, 老子发誓要拧下你们的脑袋, 泰坦这个净两米的大汉, 拳头钻得咔咔响, 白眼狼, 你忘了先生怎么对你们的了, 白人杰, 你的病可是先生帮你医治好的, 陈汉龙咬牙切齿地说道, 白人杰看向他, 脸色变得猙獰, 道, 楚勋逼我俯首称臣, 花青武这件女人杀我大哥, 这些我都不会忘, 我像条狗一样匍匐在他脚下摇尾起怜, 老天开眼, 收了这恶魔, 今天我们兄弟终于重获自由, 畜生, 要不是先生手下留情, 你他妈早死了, 就算活着也是废物, 连男人都算不上, 你这个未不熟的白眼狼, 老子迟早宰了你, 陈汉龙大骂, 陈汉龙,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我, 你不过也只是楚勋的一条狗而已, 想宰我, 你他妈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今天老子就要睡了他楚勋的女人, 杀光你们这些蠢货, 白人杰脸庞扭曲害人, 二哥, 别跟他们啰嗦了, 先让他们打开这破阵, 白人熊喊道, 给我打开这破阵, 不然我杀了他, 白人杰手里的匕首微微用力, 刀刃深入几分, 鲜血顺着匕首留下, 郑广义腾的一哆嗦, 脸色惨白, 瑟瑟发抖, 但眼神却无比坚定, 道, 白人杰, 老子以前还当你是个人物, 现在看来就是他妈一耸包, 他看向花青舞, 大喊, 花小姐, 别打开这法阵, 否则我们一个都活不了, 大不了就是一死嘛, 我这辈子什么都享受过了, 没白活, 还请以后多照顾我而挣钱, 爸, 挣钱哭喊, 哭个屁啊, 给老子憋回去, 以后给我好好活着, 郑广义一个文弱的生意人, 此时却无比硬气, 他知道, 打开法阵, 他唯一的儿子挣钱也会死, 老郑, 是个爷们, 我陈汉龙佩服你, 陈汉龙大喊, 这时却听白人熊黑黑怪笑, 他扫尸一圈, 讥讽道, 花小姐, 郑广义这蠢货不怕死, 那你问问你母亲, 她怕吗? 妈, 花青舞声音乌叶, 她终归是个女人, 这三个月让她心力交瘁, 疲惫不堪, 孩子, 别哭, 我的命是楚寻旧的, 活这些时间都是赚的, 现在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 怕什么? 燕兰脸色平静, 丝毫不见惊慌, 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跟这帮砸碎拼了, 老子不怕死, 陈汉龙嘶吼, 花小姐, 打开阵法, 横竖一死, 死前也得咬他们一口, 花小姐, 请打开法阵, 我们不怕死, 连燕兰这样的女流都有如此气魄, 她们岂能耸, 莫星河等人大喊, 花青舞双拳紧握, 指尖刺入掌心却没有痛感, 鲜血顺着指缝流出, 她心里如天人交割, 无法抉择, 快打开法阵, 不然我杀她, 白人雄心慌, 她没想到这些人这么硬气, 花青舞嘴唇都咬出血了, 一方面是自己的妈妈, 另一方面是楚勋留下的人, 她该放弃谁, 花小姐, 千万别打开法阵, 否则大家都得死, 郑广义大喊, 闭嘴, 你想死吗? 白人杰怒吼, 哈哈, 别打死威胁老子, 老子不是下大的, 郑广义觉得很畅快, 小心翼翼一辈子, 从没像今天这么肆无忌惮过, 痛快, 我劝你们, 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别做无谓的反抗, 柳谢飞在阵外讥讽道, 然后看向白家兄弟, 如果他们还不打开这法阵, 就杀一个, 畜生, 原来你们早所勾结, 陈汉龙大骂, 食食物者为俊杰, 我们早就跟柳公子达成协议, 事成之后, 你的天元集团, 郑家的乾坤集团, 还有花小姐的紫竹临会所, 这些都会变成我的产业, 以后这古江市, 我白家说了算, 白人节疯狂地大笑, 陈汉龙的眼睛血丝弥漫, 恨不得吃白家兄弟的肉, 和他们的血, 花青五嘴角留下一抹血迹, 心红, 刺眼, 有种别样的凄美,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去死, 他做不到, 但他能做到跟其他人生死与共, 碰, 花青五捏碎了玉石, 那是楚循曾经给陈汉龙的, 现在化为鸡粉, 一声轻响, 乾坤破解, 戒壁化为漫天五彩碎片, 最后如烟火熄灭, 消失一空, 所有人都愣了, 没人想到, 花青五真的打开法阵, 你们都要死, 鬼王怒吼, 语气满是杀意, 保护花小姐, 墨星河冲到花青五跟前, 孙英, 陈汉龙, 泰坦, 他们都冲过来, 将花青五护在中间, 就算要死, 他们也得先倒下, 杀, 杨匪大喊, 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就在眼前, 大家冲啊, 所有势力都疯狂了, 一本绝世功法对武者来说有无尽的吸引力, 保护他有什么用, 反正都要死, 鬼王不屑, 周身黑气缭绕, 气势恐怖, 雄太金刀一横冲了出去, 高雷和风轮等人也不慢, 交出阵法秘籍, 英宗盯着陈汉龙等人, 从来都没有什么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 你们这群蠢货都被别人耍了, 陈汉龙讥讽, 可这个时候谁信他的话, 而人群中的柳谢飞却露出诡诀之色, 交出绝世功法, 杨斐逼近, 你算什么东西, 莫兴和大怒, 抬手就是一掌, 杨斐不屑冷笑, 多也不多, 他身后的二品宗师突然出手, 碰, 莫兴和道飞出去, 大口可血, 我劝你们识项点, 别自讨苦吃, 雄太金刀只对陈汉龙等人表情满是不屑, 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都只有一本, 我该给你们谁呢, 花青武突然开口,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是啊, 绝世功法谁不想要, 大家别听这女人的, 她这是挑拨离间, 临死想让大家相互猜忌, 自相残杀, 大家别上当, 只要抓住她, 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 大家共享就是了, 柳谢飞眼神阴险地说道, 砸碎, 老子剁了你, 陈汉龙对柳谢飞恨到极点,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碰, 他被一个舞者一掌拍地倒飞回来, 脸如惨白, 大口可血, 鲜血染红胸襟, 幸亏这舞者只是仙天, 若是后天她的命就算交代了, 刷, 白色仇带如镖枪射出, 直奔柳谢飞面门, 鬼王抬手, 鬼气森森, 拍在白色仇带上, 碰, 白色仇带炸裂, 花青武张嘴, 喷出星红的血液, 鬼王太强了, 她差太多, 这女人好阴险, 想让我们自相残杀, 看我来拿她, 风轮飞身扑出, 眼底一片银, 灰之色, 泰坦怒吼着, 如同坦克般撞了过去, 碰, 风轮一个鞭腿, 就将泰坦这个两米高的大汉扫飞出去, 孙英猛地挥出一拳, 想拦下风轮, 风轮随手一拳, 就将孙英胳膊打折, 然后一箭踢飞, 普通人跟舞者的差别太大了, 天壤之别, 风轮眼底灰之色难以掩饰, 伸手朝着花青武的抓去, 而下手的地方竟是她的胸部,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饶有兴趣地看着, 如此美人被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泄毒, 想想都觉得刺激, 除了陈汉龙等人目自欲裂, 其他人脸上都浮现出变态般的笑意, 风轮更是兴奋的脸都扭曲了, 那是什么? 有人突然惊呼, 众人凝目, 只见空中突现几道白丝, 如一条条白蛇游走在空气中, 蜿蜒而行, 无声无息, 却快如闪电, 朝着风轮窜去, 迅速绕上她的双手双脚以及脖子, 这是什么? 风轮心里生起浓浓的不安, 她的手梨花轻舞, 只有五公分的距离, 却难以触及, 突然, 这些白丝扯着她升向高空, 十米, 二十米, 五十米, 直至一百米, 习武之人目力极佳, 能清楚地看到风轮惊恐的神色, 放开啊, 我是无影宗的少宗主, 你是谁? 想干什么? 风轮无比惊慌, 她恐惧地大喊, 未知的东西永远最可怕, 这几道白丝她竟无法挣脱开来, 而且她的内心也被压制, 无法使用, 是谁在装神弄鬼? 我父亲是风无影, 下一刻, 风轮的话变成了惊恐的尖叫, 下面的人也惊得瞳孔放大, 目瞪口呆, 所有人瞬间实话, 只见风轮突然从一百米的高空坠落, 速度极快, 破, 一声闷响, 如同西瓜摔烂斑, 但却让所有人眼皮狂跳, 后背含义弥漫, 汗毛倒数, 风轮落地后,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 瞬间变成了一堆烂泥, 红白之物飞溅, 啊, 风轮的脑袋摔得爆裂开来, 脑将子见了柳谢飞满脸满身, 吓得她撕心裂肺地尖叫起来, 按道理说, 风轮升起的地方离花青舞最近, 但掉下来却落在柳谢飞身边, 这太诡异了, 无形的恐惧感在蔓延, 所有人都经不住打个寒战, 看着变成一堆烂泥的风轮, 腿肚子都不可控制地瑟瑟发抖, 谢谢喝醉的葫芦娃的刀, 不对, 是打赏, 一百三, 不同于其他人的京剧, 花青舞漂亮的眼睛漠然瞪圆, 脸色不停地变换, 奇迹, 惊喜, 更多的是难以置信, 轮回丝, 这是楚勋的轮回丝, 难道, 想到那个不可能的可能, 他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生怕这只是一个美梦,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猛地看向同一个方向, 那里有一道白影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接近, 快如闪现, 只是几个呼吸间, 白影清晰地映入众人的视线, 白衣圣雪, 衣美飘荡, 俊美如折仙凌晨, 单手附后, 狭长而明亮的眼睛却没有丝毫温度, 陈汉龙揉揉眼睛, 嘴巴长得老大, 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莫星河, 孙英, 泰坦等人都傻了,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花青舞闭上眼睛, 然后猛地睁开, 他还在, 不是梦, 他真的还活着, 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一个死了三个月的人突然出现, 任谁一时半会也难以接受, 先生的鬼魂回来救我们了, 陈汉龙傻傻地呢喃, 因为楚巡穿着古代服饰, 一定是从别的世界回来的, 楚巡无奈, 但莫如他都有翻白眼的冲动, 你回来了, 花青舞轻语, 笑中带泪, 楚巡微微汗手, 满脸歉意, 先生,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陈汉龙看着楚巡身后的影子, 一脸猛逼地问道, 传闻鬼是没有影子的, 楚巡无语, 盯着他道, 我是鬼, 这次来就是带你走的, 真的吗? 太好了, 我们本来就打算去下面找先生的, 陈汉龙兴奋道, 这次轮到楚巡猛逼了,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他被陈汉龙感动到了, 也被他强大的神经折服, 莫星河却虎目含泪, 脸色激动, 大声道, 先生, 回来了, 孙英, 太坦, 所有人都激动到吴以复家, 楚巡还活着, 他回来了, 他们得救了, 你就是楚巡? 鬼王满脸杀鸡, 语气却有些难以确定, 楚巡不是死了吗? 怎么可能活着? 漏网之鱼, 不逃之夭夭, 苟且偷生, 还妄想杀我亲人, 今日说什么, 也要送你这小鬼去轮回。 楚巡神色淡然, 语气却灵力如刀, 带着杀伐之气, 鬼王大怒, 脸色猙獰而恐怖, 音声道, 楚巡, 你杀我父亲孩子, 土我门人, 灭我根基, 死仇不共戴天, 本想找你身边人清算, 没想到你竟还活着,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楚巡漠然, 但嘴角掀起一抹讥讽, 他就是楚巡, 不是说死了吗? 据说他一人剿灭了鬼王门, 可是狠人一个, 最后和老鬼王大战后, 双双陨落, 可现在怎么活着出现了? 这家伙该不会是炸死, 故意我们上钩吧? 你想多了, 他就算再厉害, 又能怎么样? 他真敢杀我们不成, 这么多势力, 是人都得退避三舍, 他楚巡敢同时得罪这么多势力, 众人窃窃私语, 声音不算小, 并没有刻意回避, 因为他们不认为楚巡敢同时得罪这么多势力, 楚巡, 你不是死了吗? 金刀门的雄太上前, 大胆咧咧地问道, 人就是这样, 有所依仗就会得意忘形, 虽然知道楚巡是个狠人, 但这么多势力在此, 他一个楚巡有何惧? 楚巡眉稍微挑, 然后做了一个动作, 抬手, 压下, 哄, 一只巨大的手印当空压下, 连地面都阵裂了, 尘土散尽, 雄太半个身子陷进地面, 全身骨骼尽碎, 死得不能再死, 死, 现场一片倒吸冷气声, 楚巡, 你敢杀我金刀门的人? 金刀门的三品宗师, 从震惊变成暴怒, 楚巡如流光掠出, 手捏拳印向前杀去, 狂妄, 金刀门三品宗师大喊一声, 同时也冲向楚巡, 楚巡神色淡然, 一拳轰出, 空气震荡, 拳风暴鸣, 破, 血雾爆开, 金刀门的三品宗师惨叫, 他的胳膊被楚巡一拳打爆, 看着楚巡再次挥拳, 他惊得魂飞魄散, 张口欲叫, 楚巡的拳头太霸道了, 他根本抵挡不住, 碰, 一声炸响, 他的半边身子炸成血雾, 碰, 惨叫声戛然而止, 众人汗毛倒数, 双腿颤抖, 空气中的血雾还没来得及消散, 浓郁的血腥味令人后背一片冰凉, 周围的先天, 后天舞者牙齿打战, 脸色惊恐, 三拳生生将一个三品宗师打爆, 这太残暴了, 简直比噩梦还可怕, 楚巡神色冷漠, 单手结硬, 凌空一点, 空气扭曲, 虚空震荡, 一根十几米长的锯质, 毅力虚空,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朝着金刀门的方向, 急速碾压而下, 哄, 如核弹爆炸, 整个乾隆山都剧烈颤抖, 地面塌陷, 裂纹蔓延, 尘土滚滚, 遮蔽目光, 许久, 待尘土散尽, 众人凝目望去, 只见那片塌陷的地面一片黑红, 金刀门的人蒸发了, 刺鼻的血腥味令人作呕, 金刀门全灭, 尸骨无存, 扑通, 有人一头栽倒, 被声声吓晕过去, 狂了, 挟持着郑广义和燕兰的白家兄弟, 吓得面如土色, 手脚僵硬, 匕首都捏不住, 先后掉落, 无极门, 毒王谷还有其他势力的人都在退, 太可怕了, 刚才是哪个蠢货信誓旦旦的说楚勋不敢动手, 这他妈不但动了, 而且很残暴, 人家都是一言不合才动手, 这位狠人连一言都没有, 上来就面临满门, 太他妈吓人了, 楚勋扭头看向白家兄弟, 眼神微眯, 这两人吓得魂不附体, 正于开口求饶, 突然眼珠子鼓起, 惊恐地大叫起来, 一团烈焰在他们心口爆开, 然后燃起熊熊烈火, 灼烧他们的五脏六腑, 楚勋开启了试魂契约, 背叛者, 死, 先生, 饶命, 饶, 两人惊恐地尖叫, 痛得满地打滚, 这种痛势来自灵魂, 他们冒烟了, 有人惊讶, 可很快, 他的惊讶就变成了无尽的恐惧, 白家兄弟身上腾起金色火焰, 温度高的骇人, 连空气都被炼化, 发出噼里啪啦的爆燃声, 只是请客而已, 两人彻底消失, 连骨灰都没留下, 所有人吓傻了, 这是什么火焰, 太霸道了, 连骨灰都炼没了, 空气又弥漫着一股骚臭味, 有人被吓到大小便失禁, 这一刻, 就连宗师都敢战心惊, 眼神惊惧, 同时他们也明白, 什么忌惮, 顾虑, 在这狠人面前根本就不存在, 管你什么门什么派, 一巴掌下去, 拍成渣再说, 楚巡的视线看向无极门, 但莫道, 你们是什么门派, 杨匪吓得跟个凸尾巴鞍唇似的, 牙齿颤抖的都快磕碎了, 哪还有之前飞扬跋扈的镜头, 听到楚巡问话, 磕巴的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他身后的那位三品宗师抱拳, 姿态放得很低, 恭敬道, 回前辈的话, 我们来自无极门, 无极门, 楚巡微微震了一下, 这名字好熟悉, 他想起来了, 神色颇为古怪, 开口道, 你们无极门有个长老叫裴冲士吧, 这个三品宗师愣了一下, 然后脸色欣喜道, 原来前辈跟我们裴长老相识啊, 楚巡微微汗手, 无极门的人不禁松了口气, 没想到这狠人竟跟裴冲士救食, 真是太幸运了, 这样这凶残的大魔王总不会朝他们下死手了吧, 杨斐也不禁挺直了腰杆, 腰不酸, 腿不疼, 牙齿也不打颤了, 而且还不忘嫌逆一眼老对手高雷, 用眼神告诉对方, 五无极门就是这么牛, 四海之内结兄弟, 高雷原本恐惧的眼神中多了几分争鸣, 他很生气, 不敢欺瞒前辈, 裴冲长老已经陨落了, 找到的时候半截身子都没了, 死得很是凄惨, 到现在也没找到凶手, 这位三品长老叙叙叨叨的哭诉, 我知道, 楚寻神色古怪, 原来前辈已经知道裴冲长老陨落了, 还请, 楚寻神色愈发古怪, 打断他的话道, 我是说, 我知道谁杀了他, 谁? 我, 哦, 啊, 这位三品宗师直接害得跳了起来, 可见他有多吃惊, 前, 前辈在说笑吧, 他感觉自己的牙齿在打颤, 当初我在云烟市蝴蝶山击杀三人, 带头的就叫裴冲, 应该和你说的是同一个人吧, 楚寻开口, 这位三品宗师瞬间面如土色, 都快哭了, 你妈, 这狠人真是太阴险了, 明明是仇人, 你说的那么暧昧搞毛线啊, 杨斐体验了什么叫乐极生悲, 他再次变成了突尾巴鞍唇, 吓得瑟瑟发抖, 无极门, 你们真是有作死的钳制, 楚寻抬起手, 无极门的人瞬间浑身绷紧, 汗毛倒树, 这狠人要杀他们了, 碰, 突然间的声响, 让无极门的人那根紧绷的神经差点崩断, 所有人都寻声望去, 只见陈汉龙骑在一位英俊的青年身上, 拳头跟不要前世的招呼, 打得青年哇哇惨叫, 原来柳解飞发现情况不对, 打算趁楚寻吸引了众人, 注意力的时候逃跑, 殊不知, 陈汉龙却始终盯着他, 陈汉龙之前被击伤了, 可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仙灵夜圆夜, 打算偷偷服下, 准备临死前出气不意地拉个垫背的, 看到刘解飞要跑, 扑上去一脚跺倒, 然后就骑到身上完命地发泄, 妈的, 我让你跑, 你这个杂碎, 老子说过, 若有机会我一定会扭断你脖子的, 畜生, 你跑啊, 陈汉龙扶了仙灵夜伤势以后, 此时拼命地招呼刘解飞, 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这时挣钱也冲了过去, 跟着陈汉龙一起完命奏, 莫星河蠢蠢欲动, 却被郑广一拦下, 说他是舞者, 一脚下去还不踩死了, 不让莫星河动手, 他自己却冲过去对柳谢飞拳打脚踢, 那模样咬牙切齿, 额头青筋直冒, 可见用了多大劲, 让莫星河一阵比试, 哦, 柳谢飞突然捂着裤裆坐起, 发出不想人类的惨叫, 原来是正前这家伙, 很猥琐的对着柳谢飞的裤裆, 狠狠的就是两脚, 柳谢飞很快就叫不出来了, 因为被陈汉龙一脚印在脸上, 顿时嘴歪眼斜, 牙齿都掉了几颗, 满嘴血沫子, 惨不忍睹, 一百三, 楚勋不认识柳谢飞, 况且这人只是普通人, 他从头到尾都没怎么注意, 他心里好奇, 这人到底做了什么, 让陈汉龙和郑前等人恨成这样, 连莫星河都蠢蠢欲动, 想去凑一脚, 看几人咬牙切齿的样子, 脖子轻轻都冒起来了, 卯足了静下狠手, 可见陈汉龙等人有多生气, 他们这是, 楚勋问莫星河, 莫星河欠身, 道, 先生, 他就是柳谢飞, 楚勋眼眶猛然收缩, 目光瞬间变得冰寒, 整个人都散发着骇人的煞气, 连周围的空气都凝固, 住手, 楚勋神色漠然, 语气平静, 花青武满脸担忧, 这一刻他突然很心疼楚勋, 他们这些人此时都能理解, 楚勋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怎样的惊涛骇浪, 陈汉龙等人可不敢违背楚勋的话, 急忙退开, 楚勋朝着刘解飞走去, 别, 别杀我, 不管我的事, 不是我要害你的, 别杀我, 看着楚勋走来, 柳谢飞吓疯了, 惊恐地尖叫起来, 手脚并往后爬去, 想远离楚勋, 楚勋的眸子更加冰冷, 双拳默然握紧, 竖刀轮回丝蜿蜒而行, 迅速地缠绕上刘解飞的双手双脚以及脖子, 然后将他拎起, 拖到面前, 楚勋伸手贴上他的头顶, 搜魂朔, 柳谢飞早已吓破了胆, 精神接近崩溃的边缘, 楚勋很轻易便闯进他的石海, 查看他的记忆, 只见楚勋脸色不停变换, 在喜怒哀乐间急速转换, 直到最后, 他的神色恢复平静, 慢慢地收回手, 花青舞上前, 轻轻握住楚勋的手, 想要带给他安稳,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楚勋此时纷乱的思绪, 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柳谢飞早已昏死过去, 那几道轮回丝交织成一个古怪的图案, 更像是一个符号, 钻进了他的身体, 带阿姨先进去, 楚勋看向花青舞, 语气温柔, 花青舞乖巧地点点头, 道, 不管任何时候, 我都会陪着你, 楚勋微微发正, 漆黑如深潭般的毛子, 有了些许变化, 然后轻轻汗手, 当别墅的门缓缓合上, 挡住了花青舞和燕蓝的身影, 楚勋低垂的头豁然抬起, 眼底一片星红, 充斥着妖异感, 你们都该死, 楚勋的声音有如来自地狱, 周身摆到轮回私游走, 空气暴明, 哄, 他的脚下炸裂, 人如流光掠出, 冲向正对面的无极门, 举拳轰杀, 无极门的三品宗师, 害得魂飞魄散, 楚勋的速度太快了, 惊慌失措的双臂交错招架, 咔嚓, 破, 刺耳的鼓裂声令人后背声寒, 这位三品宗师的双臂扭曲, 后背轰然炸开, 死得不能再死, 一旁的二品宗师吓得面无人色, 转身变逃, 连杨匪都顾不得了, 楚勋也不追击, 一拳轰出, 白色皮炼席卷而出, 破, 这位二品宗师的身体被贯穿, 前后透亮, 心脏被生生搅碎, 杀, 楚勋死后, 双眼心红如血, 浑身带着嗜血的味道, 无比可怕, 足足百道轮回私蜿蜒而行, 划破空气暴射, 如风群般密密麻麻习向无极门的其他人, 噗破,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空气中不停地爆出一团团血污, 无极门的人如鸽麦子般接二连三地倒下, 那些轮回丝穿透力恐怖, 无情地贯穿这些人的咽喉, 心脏, 抑或着身体, 带走一条条生命, 顷刻间, 无极门全灭,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令人作呕, 众人接据, 被吓得半死, 静若寒蝉, 就连鬼王和英宗都是眼皮狂跳, 下意识地退后两步, 你们不是要途径我的亲人, 夺我造化吗? 楚寻声音如酒忧寒谈, 冷得令人发颤, 他盯着雨薇山万剑门的人, 双手结印, 虚空震荡, 空间扭曲, 一声嘹亮的凤鸣穿惊烈时, 震得人气血翻涌, 一只十米长的凤凰虚影毅力虚空, 那冰冷的眸子没有丝毫感情, 双翅一阵卷起黑红色的烈焰焚空, 楚寻鬼笑, 副手压下, 沐浴天火的凤凰再次鸣声, 斩翅飞扑, 直奔万剑门的方向而去, 快, 快逃, 万剑门的三品宗师吓到尸圣, 可惜, 已经晚了, 凤凰虚影笼罩了他们, 哄, 山摇地动, 如天降刑罚, 恐怖的烈焰如巨浪翻滚向四周扩散, 所过之处草木净数被吞噬, 空气被炼化, 众人觉得呼吸困难, 许久, 烈焰散尽, 只见地面一片焦黑, 石头崩裂, 草木成灰, 万剑门连同两位三品宗师在内的二十多人, 消失得无影无踪, 静, 死一般的静, 太恐怖了, 这狠人简直是魔王重生, 我要回家, 我不要待在这里了, 我, 有人惊恐地大喊, 眼神涣散, 他被生生吓风了, 恐怖的气氛在蔓延, 所有人如坠冰枯, 后悔不已, 为什么要贪图什么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 楚寻星红的目光盯上独王谷, 逃, 快, 快逃, 独王谷的三品宗师惊恐地大喊, 可惜, 其他人都吓傻了, 腿软得跟面条似的, 根本挪不动腿, 楚寻食指舞动, 无数轮回丝迸发, 在空气中游走, 如一条条逝血的白蛇等着吞噬猎物, 他的食指猛地张开, 密密麻麻的轮回丝, 如同得到命令, 暴射而出, 快到不可思议, 突破, 漫天血雾, 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眨眼间, 独王谷二十多人尽数被涂, 每个人身上都有成千上万个血洞, 是被轮回丝穿透身体留下的, 倒下的尸体满身血洞, 鲜血在地上汇聚, 然后流淌, 形成一条血河, 扑通, 有人被吓得心胆爆裂, 倒地而亡, 有人吓得精神失常, 大喊大笑, 楚寻双手还在结印, 涂抹掌, 涂抹纸, 一只只由真元凝聚的巨大手掌, 轰然拍下, 地面炸裂, 惊天动地, 一根根参天巨纸, 带着毁灭之力碾压下, 蚕食遍地, 血流成河, 楚寻将这片区域, 彻底变成了人间炼狱, 除了鬼王等寥寥几人, 其他势力的人无意存活, 尽数被涂, 英宗兄, 这个时候可不能藏私啊, 鬼王语气充满忌惮, 英宗一张老脸, 阴沉都快滴出水了, 楚寻杀伐果绝, 粗暴简单, 根本连谈判的机会都不会给别人, 是得拼命了, 英宗道, 继而故作轻松, 鬼王兄, 若是这次能活着离开这乾隆山, 我请你喝酒, 那这酒你请定了, 王大笑, 但惹谁都能听出他笑声中胆气不足, 再故作姿态, 鬼王是胆怯了, 原本以为楚寻跟他父亲老鬼王双双陨落了, 他这才大张旗鼓的要为亲人报仇, 打算途径跟楚寻有关的人,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 楚寻竟还活着, 从楚寻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萌生退役, 能击杀他父亲而活下来, 足见楚寻之强悍, 可楚寻一出现, 就大开杀戒, 杀得血流成河, 他害怕了, 不敢动, 生怕一动都会变成楚寻的目标, 英宗也是神情苦涩, 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没见到不说, 一个弄不好, 今天恐怕得交代在这里, 你们准备好死了吗? 楚寻的眼睛心红, 妖异, 鬼王和英宗相顾无言, 他们是武品宗师啊, 放眼整个武道界, 他们都是绝顶高手, 可现如今, 却被人指着鼻子问, 准备好死了吗? 他们很生气, 怒火中烧, 可那又如何? 对面的狠人, 不是平时见到他们低头哈腰, 先天后天舞者, 而是残暴的魔王, 两人浑身紧绷, 全身戒备, 杀! 楚寻立鹤, 举拳便向前轰杀, 鬼王和英宗, 一道五色斑斓光团击事而出, 楚寻画拳为掌, 抬手拍中五色光团, 大! 金属交接声乍响, 五彩斑斓的光团被楚寻一掌拍飞, 楚寻轻疑, 他早已看清楚, 五色光团是一只志同拳头大小的五星瓢虫, 关键是这怪异的虫子, 他也是第一次见, 一解都没有, 那五色光芒是他背后的五个光点散发出来的, 令他诧异的是, 这东西尖如玄铁, 他一掌竟没拍死, 鹰宗绷紧的神情轻松了些, 这东西换作铁甲虫, 可轻易穿透十公分钢板, 而且全身如玄铁般, 炮弹都打不死, 这是他们鹰鬼宗的护宗神虫, 汪汪! 铁甲虫斩翅, 变得有成人巴掌大, 浑身五彩光芒赤胜, 双翅振动频率太快, 发出诡异的音波, 陈汉龙, 郑广义等人, 连同莫星河都受到音波攻击, 目光呆滞, 变得如痴如醉, 滚! 楚勋一声怒吼, 如蛇战春雷, 伴随着阵阵龙吟在半空炸响, 铁甲虫晃了晃, 差点被阵得一头从半空坠落, 陈汉龙等人猛地惊醒, 一脸后怕, 谁能想到这么一只诡异的虫子这么恐怖, 竟能侵蚀人的心灵勾起悲欢往事, 嗡! 铁甲虫震翅, 朝着楚勋抱射而来, 他很愤怒, 想要贯穿楚勋的脑袋, 荡! 楚勋掌心真元之力迸发, 再次拍飞铁甲虫, 铁甲虫坠落在十几米开外, 可他却抖抖翅膀, 再次飞了起来, 这次楚勋真的有些惊讶, 他刚才可是用了些许真元之力, 力道足以碎精裂食, 可这只奇怪的虫子却没事, 太古怪了, 铁甲虫貌似知道楚勋的厉害, 不敢轻易靠近, 在他周围盘旋, 寻找机会伺机而动, 楚勋妖翼的眸子浮现出差异之色, 这东西还有灵质? 哦! 铁甲虫在空中划出一道五彩光芒, 朝他暴射而来, 快如闪电, 带起阵阵阴暴, 楚勋抬手, 真元缭绕, 可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铁甲虫凌空折射改变方向, 朝着陈汉龙袭去, 楚勋星红的眸子更显妖翼, 脚下一动便出现在陈汉龙面前, 抬手欲拍, 谁知铁甲虫再次凌空折射, 直接飞向高空在楚勋头顶盘旋, 这东西的聪明程度令人惊叹, 一百三, 鬼王兄, 再不出手, 我们今天谁都别想走了, 铁甲愤闷, 铁甲虫根本困不住楚勋, 鬼王这时还在看戏, 还在藏桌, 真是在作死, 鬼王心有怒意, 目光闪烁, 翻手拿出一只黑色鼓钟, 养鬼钟, 铁甲看到这东西, 竟惊恐地退后两步, 惊呼道, 鬼王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铁甲竟认识养鬼钟, 铁甲眼神忌惮, 他没想到鬼王的底牌竟是养鬼钟, 这里面的东西一旦放出来, 方圆十里都可能化为血海, 就连他们也不一定能逃脱, 养鬼钟是武道界的教法, 准不准确没人知道, 因为这东西并非现在手段制成, 而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 至于什么年代无从查知, 只知道年代久远, 当年, 有一只考古队挖出养鬼钟, 不知其为何物,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贸然打开, 结果放出里面的东西, 不禁正值考古队, 就连方圆十里的百姓都惨遭屠戮, 这是刚好发生在鹰鬼宗的势力附近, 所以他知道得很清楚, 楚巡妖异新红的眸子微眯, 他感觉到了危险, 退回去, 楚巡让陈汉龙等人退回别墅里去, 对于楚巡的话, 他们从来都是无条件遵从, 莫兴河提起昏死过去的柳谢飞, 所有人都退进别墅, 楚巡急速结印, 布置法阵, 将整个别墅笼罩, 哦, 半空盘旋的铁甲虫也隐隐感到不安, 有些暴躁, 然后猛地俯冲而下, 楚巡冷哼, 猛地一拳轰向半空, 拳风激荡恐怖, 破, 这次, 铁甲虫直接解体, 被楚巡一拳击的爆裂开来, 殷宗眼神明灭不定, 无间不摧的铁甲虫也被楚巡一拳打爆了, 这让他的心脏都抽出了几下, 鬼王看向殷宗, 征询他的意见, 到底要不要打开羊鬼钟, 殷宗闪身闪烁, 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这东西太可怕了, 若非迫不得已, 他愿意走这一步, 刷, 楚巡化作流光略出, 想出其不意地夺下羊鬼钟, 殊不知他现在的一举一动都能牵扯鬼王等人的神经, 看他逼近, 鬼王眼神很利, 一掌拍下, 羊鬼钟盖子崩飞, 煞时, 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危险感从羊鬼钟中传来, 结, 怪异的声音乍响, 令人汗毛倒数, 鬼王也直接把羊鬼钟扔了出去, 然后匍匐在地, 羊鬼钟并未落地, 而是漂浮在半空, 节节的怪叫声不断响起, 羊鬼钟不断腾起浓郁的黑气, 伴随着滔天血气和死亡的味道, 小小的羊鬼钟如同无底洞一般, 黑气不断腾起, 凝聚不散, 最后竟幻化成一个三四米高的人形物种, 漂浮在半空, 那是什么鬼东西, 陈汉龙等人不安分, 想通过窗户偷看, 结果看到这害人的一幕, 不知道, 看样子很厉害, 你看鬼王那些人都呈匍匐姿态, 莫星河眼神凝重, 管他是什么鬼物, 先生是神仙下下凡, 什么鬼魅王俩通通一刀斩杀, 楚循在陈汉龙心里就是神, 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 这东西很危险, 花青舞开口, 声音凝重, 他为修仙者, 感应十分敏锐, 先生会不会有危险, 莫星河问, 有些担忧, 花青舞摇摇头, 众人沉默, 紧张地盯着外面, 楚循宁木, 在这东西出现的时候, 他已然认出, 这是将, 当初老鬼王也想成将, 却没进化完整, 眼前这只将比老鬼王强大太多, 也不知在这养鬼中进化了多久, 当年在一戒时, 就有将族, 以肉体强横出名, 很是厉害, 好在他得到祖龙血, 完善了青龙九转绝, 吸得不灭凤凰金, 又突破到筑击中期, 否则今日只有落跑的份, 结, 将怪叫, 黑气翻滚涌动, 鬼王和英宗等人脸色骤变, 感觉体内血气翻滚, 像是要冲出体外般, 身后的几位后天修为的人, 却惊恐尖叫起来, 他们的身体不受控制, 被无形的力量卷起飞向江, 楚循此时毛子中的星红已经消散, 换之是无尽的冷漠, 刷, 楚循动了, 快如闪电扑出, 举拳轰杀, 真元凝聚成脾链迸发而出, 突破, 血溅当空, 那几个惊恐尖叫的后天舞者, 被楚循直接打爆, 因为他知道将此事全身僵化, 若是他吸食了这几个人的血液, 便会实力大增, 且可以开口说话, 那些后天舞者被击杀, 尸体却没坠地, 而是继续向江飘去, 楚循冷哼, 单手结印, 凌空拍下, 虚空动荡, 由真元凝聚的巨大掌心碾压而下, 涂抹掌, 济灭, 另一边将节节怪叫, 黑气翻滚, 一股庞大的黑气席卷而出, 想组织落下的巨大手印, 哄, 黑气和巨大手印交接后, 虚空骤然扭曲, 发出沉默的爆炸声, 黑气被巨大手印击溃, 将那些漂浮在半空的尸体和血液拍向地面, 哄, 山摇地动, 地面炸裂, 烟尘翻滚涌动, 如巨浪扩散, 不用看, 那些尸体肯定连扎都不剩, 血液不是被蒸发, 就是滋润了大地, 结, 犹如实质, 每个都有篮球大小, 朝着楚巡轰然袭去, 楚巡伸手一抓, 碰, 黑色气团直接被抓得爆开, 碰碰, 楚巡双手如穿花蝴蝶, 黑色气团纷纷爆开消散, 直至最后一个气团爆开, 半空突然响起惨叫, 只见跟着鬼王的那三个宗师被吸进黑气中, 眨眼间而已, 三具尸体从黑气中坠落, 早已变成干湿, 气血消失, 你们当桌, 楚巡眼神冷烈, 朝鬼王说道, 像是重新回到羊鬼中一般, 实则不然, 狮将在吞噬黑气, 顷刻间, 漫天黑气被将吞噬, 他也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外形跟人无二, 只是三米身高足有三米, 扩嘴獠牙, 两颗足有十公分的尖牙露在外面, 上面还带着血丝, 全身赤裸, 位着寸驴, 身体表面都是暗红色的肌肉, 如同红色岩石般, 经脉隐藏在这些暗红色的肌肉中, 如一条条红色的长舌般, 恶心而令人恐惧, 周身更是带着滔天血气, 令人胆寒, 本王终于回来了, 是谁唤醒本王, 我要好好赏赐他, 江开口不再是杰杰的怪叫, 吸食三人鲜血, 他的舌根软化, 已经可以说话了, 鬼王和阴宗匍匐在地, 江身上的气息太恐惧了, 令他们站立, 是你吗? 江的视线移到鬼王和阴宗身上, 两人静若寒蝉, 一边叩手, 一边道, 欢迎王归来, 他们两个不认识江, 也不知道怎么称呼, 单粹直接称王, 江面不僵硬, 没有表情, 盯着两人看了一会, 许久才开口, 如此弱小, 念你们唤醒本王, 就勉强收你们为奴, 跟随本王吧, 鬼王和阴宗如丧考彼, 心里的苦涩无法言明, 无品宗师, 走到哪都是神明般的存在, 可现却变成了奴隶, 而且还是勉强收下的, 这让两人羞愤欲死, 但两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纵使心里千般不甘, 万般不怨, 最终还是俯首磕头谢恩, 谢无王恩赐, 一百三, 将如血洞般的双眼, 一到楚寻身上, 发出轻微的嗅声, 然后那张僵硬可不的脸上, 竟浮现出贪婪和垂涎, 好强盛的血脉, 凡人, 你刚才屡次阻止本王复苏, 赐你死罪, 楚寻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这东西在那个小钟里呆傻了, 还是出来的时候, 要不然他们得憋屈死, 这两人一个想夺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 一个想报仇, 可结果是什么都没干成, 还损兵折将, 更悲惨的是他们成了奴隶, 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们对楚寻恨到了极点, 但是就在鬼王和英宗以为楚寻死定了的时候, 将竟然话锋一转, 对楚寻道, 我可以免你死罪, 但你要跟他们一样, 成为我的奴仆, 王, 不可以, 此人太过凶残, 杀人无数, 是手下的大仇人鬼王说道, 闭嘴, 将怒吓, 同时恐怖的威压散发, 压制得两人瑟瑟发抖, 你们竟敢质疑本王的决定, 念你们初犯,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话落, 两道黑气泵射, 直接贯穿两人的手臂, 鬼王和英宗惨叫, 胳膊鲜血飞溅, 将伸手一饮, 鲜血凝聚成线飞向半空, 他张嘴吞噬, 王, 饶, 饶命, 我们再也不敢了, 感觉体内血液不断流失, 两人脸色迅速惨白, 惊恐地求饶, 将冷亨, 那道血线断开, 这片刻功夫, 他吸取了两人五分之一的血液, 他的气息又强剩了几分, 所有下次定杀不饶, 将黑红色的舌头甜甜嘴唇, 像是在回味鲜血的美味, 两人一颤, 齐声道不敢, 将这才满意, 目光再次移到楚群身上, 开口道, 若你肯做我的奴隶, 我还可以给你赏赐, 而他们的赏赐就是奴隶, 太他妈不公平了, 该赏赐你什么呢? 将的手掌抹撒着下巴, 他在思考, 过了好一会, 他猛地抬起头道, 我想到了, 就此你吻我脚的权利吧, 要知道, 从没有人得到过如此赏赐, 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鬼王和殷宗先是惊恶, 然后脸色涨红, 那是因为太过激动, 他们突然觉得, 将王太他妈顺眼了, 让楚群吻他的脚, 这种赏赐, 真是太魔性了, 两人兴奋地想大叫, 想去买穿炮竹来庆祝, 我靠, 这鬼玩意说什么? 陈汉龙怒了, 他最见不得有人对楚群不敬, 撸胳膊挽袖子的就要冲出去, 嚷嚷着, 妈的, 敢侮辱先生, 老子去剁了他, 莫星何意把他拽回来, 没好气道, 你还是省省吧, 别给先生添乱了, 估计你还没走到跟前, 就被牺牲干尸了, 陈汉龙想到, 之前那三个宗师的死相, 不由得打个哆嗦, 老陈, 就算给你把刀, 也不见得能砍得动这鬼东西, 郑广义翻个白眼, 十分鄙视陈汉龙这种没脑子的做法, 老郑, 脾气渐长啊, 敢嘲笑我, 找仇是不是, 陈叔叔, 爸, 你们别吵了, 快看, 郑前惊呼, 所有人的视线都聚到楚群身上, 只见楚群垂着头, 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像是对江沉浮了似的, 江也是这么认为的, 觉得楚群这是答应成为他的奴仆了, 如此强大的血脉, 足够让自己再进化, 到时候天大地大他最大, 谁能与他相提并论, 他要奴役全世界, 想到这儿, 不禁昂天长笑, 奴隶, 快来领赏吧, 他漂浮在离地面十公分左右, 伸出肌肉经脉交错的脚, 高昂着头, 等着楚群来亲吻, 楚群动了,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鬼王和英宗孝的脸都扭曲了, 心里狂喊, 楚群, 你也有惊天, 先生是神, 他怎么可能亲吻那只肮脏的脚, 不会的, 陈汉龙咬牙切齿的, 其他人默不作声, 死死地盯着楚群, 楚群走得很缓慢, 表情严肃, 就像朝圣般庄严, 他走到离江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下, 然后, 砰, 雪花爆开, 暗红色的血肉炸成肉末飞溅, 楚群身前连衣激荡, 血不沾身, 而江雀凌空翻滚着到飞出去, 所有人唐木结舌, 眼睛凸起, 鼓得像只蛤蟆,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看到了什么, 楚群走近, 然后挥拳, 然后血肉横飞, 再然后江就被打飞了, 跌落在几十米开在的草丛里, 震得地面颤抖, 卑微的虫子, 我要捏碎你, 吸干你的血液, 将你炼成傀儡, 叫你永世不得超生, 血气滔天, 江怒吼, 震得整个乾隆山都在抖, 红光一闪, 江出现楚群十几米开外, 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汗毛倒数, 江太惨了, 半张脸都没了, 是被楚群一拳打爆的, 江脸上的肌肉缓缓如动, 很快, 他的脸静恢复了, 楚群眉梢稍微挑, 江的愈合能力很惊人, 卑鄙无耻的虫子, 你竟敢对本王不敬, 本王, 砰, 血花四剑, 江怒吼着, 再次倒飞出去, 众人彻底实话, 满脸难以置信, 楚群又一次把江给打飞了, 关键是, 楚群的速度太变态, 完全相当于两倍因素, 我就知道, 先生是无敌的, 陈汉龙兴奋地大叫, 鬼王和英宗郁闷地想吐血, 楚群的简单粗暴, 他们早领教过, 没想到面对江这么恐怖的存在, 他都敢挥拳, 简直比魔头还很三分, 这种风格很楚群, 卑微的虫子, 本王要撕碎了你, 连续两次被击飞, 江怒不可止, 回应他的是, 一根晴天巨子碾压下, 江丝吼, 周身黑气翻滚, 然后冲天挥拳, 黑气席卷, 轰, 两者交接在半空炸开, 黑气翻滚, 让四周涌动扩散, 震得山目抖擞, 不得不说江很强, 他硬生生打爆了楚群的涂抹纸, 涂抹纸二指山河崩, 轰隆, 虚空扭曲, 空气暴明, 擎天巨子再次带着毁灭之力, 朝着江砸下, 楚群双手不停, 急速结印, 涂抹掌, 记面, 楚群一脸使出两招威力巨大的法剂, 比之前对付其他人时威力要恐怖得多, 哄, 巨子落下, 山摇地动, 地面塌陷, 掌印紧随其后拍下, 虚空震动, 如核弹爆炸, 土浪翻滚, 木石炸裂, 化为积粉, 一道暗红色的身影冲上高空, 是江, 楚群恐怖的攻击被他硬扛下来, 毫发无损, 修为惊人, 虫子, 给本王死来, 江死吼, 周身黑气翻滚涌动, 幻化出一颗巨大的鬼头, 朝着楚群袭来, 小小将鬼, 也敢称王, 这世间你不该存在, 轮回路上有你一席之地, 今日送你去轮回, 楚群冷笑, 据他所知, 已将现在的修为, 只能称之为江鬼, 江的近程度是江, 江鬼, 江将, 再才是江王, 江王的恐怖程度, 就算比不上敖黄, 也差不了多少, 江明显震了一下, 随之怒吼, 你敢侮辱本王, 今日定要你不得好死, 小小将鬼, 也敢大言不惭, 若你不肯去轮回, 就达到你魂飞魄散, 楚群神色冷漠, 无数轮回丝从指尖迸发, 最后凝聚成一条长鞭, 啪, 挥手间, 长鞭席席卷而出, 狠狠地抽在鬼头上, 碰, 鬼头炸开, 长鞭去世不检, 朝着江呼啸而去, 江怒鹤, 抬手便长鞭抓去, 结果鞭, 稍如活过来般避开, 然后狠狠地抽在他的脸上, 血肉横飞, 将奸笑, 怒不可遏, 出手如电, 比普通人长了两倍有余的胳膊, 一探抓住鞭烧, 然后黑气涌动, 竟将长鞭阵的节节炸裂, 再次化为无数道轮回丝, 楚群屈指轻弹, 无数道轮回丝如一根根短毛, 密密麻麻朝着江暴射而去, 无声无息, 快若闪电, 将伸手一挥, 黑气翻滚, 组成一道黑色防御墙, 叮叮当当, 金属交接乍响, 阵笼发聩, 最终还是轮回丝更胜一筹, 轮回丝是真缘凝聚而成, 是一切阴煞之力的克星, 有少许轮回丝穿透黑气之强, 射在江的身上, 可惜, 江的身体强度太厉害, 就算穿透力恐怖的轮回丝也穿不进去, 只能带起星星点点的血花, 好, 将震怒, 黑气滚动翻腾, 化作一杆长枪射向楚群, 楚群神色自若, 一步踏出便是二十多米, 躲了开去, 碰, 黑气所化的长枪击中地面, 地面轰然炸出一个直径超越五米的大坑, 很是恐怖, 真当我斩不了你吗? 楚群冷雨, 单手结印, 轴身气息迅速攀升, 虚空震荡, 卷起滔天火焰, 一声凤鸣穿金烈石, 震动天穷, 一只巨大的凤凰虚影沐浴天火, 傲力天穷, 双翅一阵, 烈焰万丈, 楚群副手一压, 凤影急动, 带着霸道绝伦的威势横击大地, 碾压江, 江奸笑, 声如鬼气, 周身黑气大盛, 一只长达十米的黑色巨虎幻化而成, 巨虎双眼力气弥漫, 昂首嘶吼, 好, 黑虎一跃而起, 凌空虚度, 带着滔天煞气, 扑向火缝, 哄, 两者相交, 轰然炸开, 半空腾起恐怖的蘑菇云, 滔天烈焰卷着黑气席卷而出, 瞬间扩散出十几米, 锁过之处结化为虚无, 不管火蜂还是黑虎, 都与两人紧密相连, 这惊天碰撞后果无比可怕, 江的一条小臂炸裂, 怒吼着到飞出去, 楚巡也被震飞, 连续撞断好几棵碗口粗细的果槐树才停下, 嘴角留下一抹刺眼的星红, 卡完了, 好痛苦, 写了山, 删了写, 这痛折腾, 好在现在思路里顺了, 先来两斤给大家尝尝, 大家觉得好才是真的好, 一百三, 杀, 楚巡立鹤, 运转青龙九转绝, 龙银阵阵, 每个毛孔都在喷勃霞光, 手捏拳硬向前轰杀, 给我死来, 江也不甘示弱, 他暴怒, 原本他眼中小小的蝼蚁却屡次伤他, 这让他怒不可遏, 下一刻断臂重生, 他的愈合能力太强了, 周身黑气缭绕, 向前杀去, 碰, 两人大碰撞, 全是激荡, 静气肆虐, 所过之处飞沙走时, 草木净毁, 砰砰, 只见漫天拳影, 沉闷的碰撞声响彻半空, 急风骤雨般的攻击, 连一激荡, 两人速度太快, 一路打到山腰, 如人形暴龙般, 将那片密林毁得一片狼藉, 哄, 一块方舟大小的巨石横飞, 扎向楚巡, 被他一拳轰碎, 楚巡一脚踏出就是十几米, 逼近江, 骨骼发光, 五脏六腑轰鸣, 猛的一拳轰出, 哄, 江丝吼, 他的手臂再次爆开, 血肉横飞, 他有些金句, 他身体的强度堪称恐怖, 就是穿甲弹野法, 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却被楚巡一拳打爆, 对方的身体强度比他还恐怖, 哄, 楚巡再次凶猛一拳, 将的胸口炸开, 胸腔塌陷, 骨骼声令人后背发寒, 将金句狂怒, 飞气席卷, 手掌画刀朝着楚巡披下, 楚巡击退, 还是被扫中, 尖头横飞出去, 将一块巨石状的粉碎, 刷, 木剑出现, 金光流淌, 灵力的剑气爆射, 横斩向江, 破, 江的右臂被斩落, 并且被剑气搅碎, 好, 恐怖的黑气弥漫, 划成一把大刀, 猛斩楚巡, 楚巡挥拳, 拳头发光, 砰的一声将大刀震散, 宁目望去将正在倒飞而去, 哪里逃, 楚巡脚下地面炸开, 人已出现在十几二十米开外, 将掠回别墅前, 鬼王和殷宗看到他的样子, 惊得目瞪口呆, 将此事太凄惨了, 胸腔塌陷, 一条胳膊也没了, 鲜血淋漓, 露出森森白骨, 看着追上来的楚巡, 这两人差点把眼珠子鼓出来, 太变态了, 我就知道, 先生是神, 是无敌的存在,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陈汉龙欢呼, 还唱了起来, 见楚巡没事, 花青舞等人也不禁松了口气, 听着陈汉龙不全的舞鹰, 全都回心一笑, 卑微的虫子, 我要杀了你, 将暴怒, 看着闪电般袭来的楚巡嘶吼, 然后一把抓住殷宗, 不容他反抗, 直接咬上他的脖子, 喉咙滚动, 拼命地喝着殷宗的鲜血, 顷客之间, 殷宗如脱水般干瘤, 全身血液被吸干, 变成一具干尸, 将塌陷的胸腔迅速复原, 断壁重生, 气息变得更加强大, 鬼王差点被吓死, 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哀求道, 王, 我是您最忠诚的奴仆, 请饶命, 你既然如此忠心, 那就为本王献上你的血液吧, 将狠式残暴, 直接抓向鬼王, 鬼王一咬牙, 眼神很辣, 疼得跃起, 同时一拳砸向将抓来的大手, 碰, 鬼王好歹也是无品宗师, 这出其不意的一击, 竟让江亮呛着倒退了几步, 江明显一愣, 没料到鬼王竟敢动手, 随之大怒, 小小奴隶竟敢以下犯上, 出你, 妈的, 老子只不过谋条生路而已, 你竟然想吸老子险, 鬼王直接开骂, 他豁出去了, 横竖一起, 还不如拼死一搏,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可惜, 很快他就知道, 有些时候反抗根本是徒劳的, 将一巴掌拍下来他, 就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小小奴隶也敢反抗本王, 找死, 江伸出獠牙, 楚寻岂会允许将越来越强大, 两位无品宗师的血, 足以让江恢复巅峰实力, 刷, 一剑斩出, 剑气纵横, 闪电般袭向江, 江伸之剑气的厉害, 身子一横躲开, 但却忘了鬼王, 等他反应过来后, 顿时暴怒, 因为鬼王在惨叫声中, 被一剑腰斩, 江怒吼着, 却抢走半截尸体, 可怜鬼王却不知他死后, 半截躯体被他新任的主人吸干了血液, 另外半截躯体, 则被楚寻一剑绞碎, 化为漫天血雨, 江的气息攀升, 带着滔天煞气, 很是惊人, 楚寻神色冷漠, 实则心理凝重, 江变得比之前更打强大了, 江脚不沾地, 舒服地伸个懒腰, 他现在的感觉前所未有的好, 血洞般的眼睛带着腰异的红光, 全身黑气内敛, 但却给人更加危险的感觉, 可怜的小虫子, 本王再问你一次, 可愿追随本王为奴? 江语气轻快, 但带着贪婪之意, 吸了两位无品宗师都变得如此强大, 若是吸了楚寻的, 那足以让他再进化一次, 楚寻神色淡然, 然后举拳轰杀, 本想将你当作血奴喂养, 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 本王就一次性吸光你的血, 江很生气, 他被楚寻激怒了, 楚寻一句话都不说, 就动手的毛病, 他很不喜欢, 江野猛的挥拳, 拳风激荡, 带起音爆, 砰, 双拳相交, 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两人同时被震飞出去, 楚寻倒飞的同时, 木剑金光赤胜, 虚空轰鸣, 一把十几丈长的金色巨剑, 毅力虚空, 斩, 一声爆喝, 金色巨剑轰然而动, 当空斩下, 哄, 整个乾隆山都猛的一颤, 山体滑坡, 巨石滚落, 巨剑所斩之处, 烟土沉浪, 遮天蔽日, 如同核弹爆炸, 许久, 烟雾散尽, 楚寻凝目望去, 那里地面炸开, 被巨剑斩出一条十几丈长的沟壑, 深达一米有余, 而且, 江消失了, 楚寻没有半点喜悦, 江没死, 他能感应到, 砰, 那条沟壑一处炸开, 一道身影冲天起, 是江, 他此时的模样很是凄惨, 半张脸没了, 右边肩膀也被削掉一半, 胸口一道恐怖的伤口, 竟能看到暗红色的心脏, 该死的虫子, 将大声咆哮, 他快疯了, 又一次伤在楚寻手里, 他有些心惊, 刚才那一剑太过恐怖, 直接锁定他, 让他逃无可逃, 避无可避, 只能硬抗, 而且更让他惊惧的是, 被剑击伤的地方, 有股奇异能量, 在抑制他的愈合能力, 让他愈合很是缓慢, 楚寻脸色愈发惨白, 刚才那一剑消耗太大, 但他还是出手了, 杀, 骨骼发光, 心脏跳动如雷鼓, 周身霞光, 左手凤鸣, 右手龙银, 直接向前轰杀, 这一刻铸肌中气的修为, 发挥到了极致, 碰, 将惨叫, 他被楚寻轰飞, 原本受伤的肩膀, 彻底化为血污, 楚寻很近, 如影随形, 接连轰出十几拳, 碰碰, 将身上连续爆出血花, 惨叫不止, 楚寻凌空折射, 一个鞭腿带着尖锐的音爆声, 直接抽在江的侧身, 带起刺耳的鼓裂声, 让那里的肋骨断了一片, 将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射出去, 直接撞毁一栋别墅, 羞羞, 尖锐的破空声乍响, 两道白芒快如闪电, 楚寻脸色骤变, 下一刻白芒撞击在他身上, 破, 楚寻身体倒飞, 大口渴血, 那是江的两颗獵牙, 如同匕首一般, 他沐浴过龙血, 修炼青龙九转绝, 两根牙齿无法刺穿他的肌肤, 却也震得他气血翻涌, 受了重伤, 刷, 与此同时, 江熙杀回来, 带着滔天血气, 直接撞向楚寻, 楚寻脚下一动, 横一十几米躲了开去, 可紧接着脸色大变, 上当了, 江的目标不是他, 而是别墅中花青五等人, 论修为, 江比楚寻高了一筹布置, 洛飞楚寻手段颇多, 早已落败, 哼, 江很霸道, 直接撞破楚寻布置的防御阵, 然后一掌落下, 整栋别墅坍塌, 花青五等人, 有些狼狈的身影显露出来, 江直接抓向花青五, 他感觉到, 花青五的血液很纯净, 吸食之后, 可快速助他复原, 你找死, 楚寻怒吼, 木剑鸣银, 金光大圣, 一剑斩出, 金色剑气照亮虚空, 带着无与伦比的杀意席向江, 就在江的手即将触及到花青五的时候, 金色剑气一闪而过, 噗, 血肉纷飞, 江的手臂被一剑斩, 洛脱离身体, 并且被剑气搅得粉碎, 江死后, 他开始害怕, 楚寻每一招威力都恐怖绝伦, 令他惊惧, 噗通, 突然, 楚寻单膝跪地, 以木剑支撑才没有倒下去, 江愣了一下, 然后眼底红光赤胜, 怪笑开来, 他已看出, 楚寻此时是强弩之末, 看来刚才那些威力恐怖的招式对他消耗巨大, 尤其是最后一件, 估计让他已是游进灯窟了, 他抬手, 黑气席卷凝聚成拳, 轰击而出, 碰, 楚寻倒飞, 木剑脱手, 在半空大口咳血, 喷洒出新红的鲜血, 最后摔落在十几米开外, 彻底昏死过去, 哈哈, 虫子就是虫子, 敢与本王争锋, 下场必然凄惨, 江大笑, 缺失半张脸的他本就看上去恐怖异常, 此时大笑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先生, 陈汉龙惊叫, 他们都是灰头土脸, 若非花青武护着, 别墅倒塌的时候, 他们非死极惨, 花青武焦急担忧, 不顾一切朝楚寻奔去, 结果却被江阁空一掌击飞, 江很谨慎, 他没贸然靠近楚寻, 而是踢起一块方舟大小的巨石朝楚寻砸去, 昏死过去的楚寻半个身子都被砸进地面, 陈汉龙等人目自欲裂, 悲愤地怒吼, 江这才相信楚寻真的晕了, 他嚣张大笑, 卑微的蝼蚁, 对于本王不臣服就是死, 带本王吸光你的血液, 将你炼成傀儡, 叫你永世不得超生, 顺着, 他迫不及待地扑向楚寻, 那对獠牙已经重新长出, 之前那对饥伤楚寻后就碎裂了, 幽冷的獠牙泛着寒芒, 将迫不及待地咬向楚寻的脖子, 就在此时, 昏死过去的楚寻却豁然睁开眼, 江惊悚, 上当了, 他当即要逃离, 可惜晚了一步, 破, 江低头看到一只洁白无瑕的手掌插进他的胸口, 直奔心脏, 然后轰然炸开, 他的胸口出现一个碗口大小的血洞, 心脏已经炸碎, 拿剑, 楚寻的声音微弱得可怕, 好在莫星河听到了, 飞奔出去捡起楚寻掉落的木剑, 然后一路直冲过来, 木剑扬起, 然后斩下, 破, 鲜血喷涌, 人头滚动, 莫星河一脚将之踢飞, 看到将被斩首, 楚寻这才彻底放心地昏死了过去, 一百三, 殊不知, 楚寻昏死过去后, 远处密林中有几道身影闪烁, 脚步凌乱, 看上去很是狼狈, 这几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金刀门, 乌鸡门等前来支援的高手, 修为最低的都是四品宗师, 他们赶到后, 刚好赶上楚寻和江在大战, 亲眼目睹了五品宗师的鬼王和殷宗惨死, 差点没吓死, 一个个趴在地上瓶住呼吸装死, 生怕江或者楚寻发现他们, 此时看到楚寻晕死, 这些人才狼狈逃窜, 也有人动心思想趁机杀回去, 可想到楚寻装晕因死了江, 他们不敢冒险, 一个个跑得那叫一个快, 这日过后, 楚寻还活着的消息传了出去, 举国震惊, 一人歼灭金狼拥兵团, 举国震装, 斐然的战绩, 让楚寻的名字响彻整个武道界, 世俗界也沸腾了, 那个一人从金狼拥兵团救出一百多人质的楚将军还活着, 可谓是举国欢庆, 楚寻醒来是一个月以后了, 这次受伤太重, 最后他击杀江那一下, 是燃烧了自己的一滴精血, 代价太大, 他醒过来已经好几天了, 伤势已经恢复, 这次大战也并非没有好处, 他的根基更加凝实, 乾隆山顶被毁了, 那里连接灵脉, 很重要, 陈汉龙在负责重建, 最近大家暂时住在紫竹灵会所, 楚寻突然觉得很累, 重生归来后, 每天都在战斗厮杀, 跟在异界并无差别, 这几天他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 除了陈汉龙等人, 其他人一概不理, 当然, 有些人没脸没皮, 根本挡不住, 比如龙奥, 来这里蹭吃蹭喝, 已经三天了, 小丫头, 你这里的菜品真心不错, 看来我可以在这里将就这住一阵子, 龙奥放下筷子, 有滋有味的品着小酒, 花青吴浅笑道, 当然, 不行, 楚寻接过话头, 很是不爽, 这老家伙根本没把自己当外人, 这些东西都是花青吴为自己准备的, 可又一次进了龙奥的肚子, 小子, 这紫竹灵会所可是这小丫头的地盘, 你就一吃软饭的, 有你说话的份吗? 龙奥邪腻, 不懈道, 楚寻眼睛一股, 差点被气得喷出一口老血, 他成了吃软饭的, 你再给我说一遍, 楚寻怒了, 你真贱, 这话你还愿意听一遍, 真是没脸没皮, 龙奥满脸鄙夷, 楚寻头发都气得竖起来了, 周身真圆涌动, 抬手就想拍死这老家伙, 龙奥斜着眼睛, 无所畏惧, 老神在在地说道, 你要是不怕毁了这里, 尽管动手吧, 老夫绝不还手, 楚寻那个气啊, 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呢? 用这个威胁他多少次了, 有本事跟我出去一战, 辞溜, 龙奥品口酒, 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 用后脑勺对着楚寻, 摇头晃脑, 很势欠揍, 楚寻嘴角抽搐, 真的很想做这老头,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揍得过, 小子, 别自牙咧嘴的, 老夫的庭院你, 可是毁了两次, 我在你这里住一阵咋了, 哐, 一声闷响, 龙奥的话戛然而止, 而且眼貌惊心, 如同有人给了他一闷棍, 的确是有人给了他一闷棍, 楚寻站在后面一脸肃母, 宝箱庄严, 可手里却拎着一杆立室衣架, 赤头手臂粗细, 花青武惊讶的张大嘴, 目瞪口呆, 他亲眼看到楚寻抡起衣架, 给龙奥后脑勺上狠狠地来了一下, 而且, 现在楚寻手里的衣架再次抡起, 哐, 龙奥眼前发黑, 整个人跟喝醉了似的在晃, 哐哐, 龙奥艰难地回过头,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强大如他, 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被人连续下黑手, 狠狠地给了几闷棍, 每死都是万幸, 只是华丽丽地昏死了过去, 楚寻, 花青武张口结舌, 一双漂亮的眼睛瞪得溜圆, 楚寻扔掉手里变成S型的衣架, 然后走过去坐下, 给自己添杯酒, 对着龙奥刺溜一口喝下, 老小子, 让你再挤对我, 楚寻嘴角扬起, 预示着他的心情很不错, 花青武却笑不出来, 他有种预感, 楚寻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饮完三杯酒, 楚寻站起身看着花青武, 轻声道, 我要去趟京城, 有危险吗? 花青武问, 楚寻沉吟了一下, 笑道, 没有, 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 早去早回, 我给你订机票, 好, 楚寻走后两个小时, 龙奥醒过来, 然后整个紫竹林会所大楼都在他的咆哮声中颤抖, 跟地震似的, 那小子呢? 关键是脑袋太疼了, 疼得他呲牙咧嘴, 火冒三丈, 他走了, 花青武强忍着笑, 龙奥实在太惨了, 连他都觉得楚寻太腹黑, 看龙奥满头大包, 他看着都疼, 去哪了? 龙奥气得嘴歪眼斜, 鼻子冒烟, 大吼道, 不知道, 他没说, 花青武可不会傻到说实话, 我不信, 这小子肯定藏在这栋大楼里面, 龙奥嚷嚷着, 左顾右盼, 这房间肯定有摄像头, 这小子肯定能看到我, 他在看我笑话, 花青武真心为龙奥感到悲哀, 好好的老头就这样被楚寻给气疯了, 前辈多心了, 这里绝对没有探头, 还有, 楚寻他把你打晕后就离开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什么叫把我打晕后? 龙奥疼得跳了起来, 吹胡子瞪眼睛的大声嚷道, 是那小子偷袭的我, 要是真正较量, 识了他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一只手竟能把他拍回娘胎里去, 前辈说的是, 花青武安抚, 龙奥的修为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是真怒了, 跺跺脚这栋大楼可就毁了, 哼, 我看这栋楼里, 就你这小丫头, 让老夫看着顺眼点, 其他人全不是好东西, 尤其是楚寻那小子, 推不是东西, 连打闷棍这种下三滥的事, 也干得出来, 说到楚寻, 龙奥感觉头又开始疼了, 恨得咬牙切齿, 花青武强忍着笑, 配合着点头, 哼, 老夫就在这里等着, 我就不信这小子不回来了, 敢打我闷棍, 这个阴险卑鄙的阴人, 老夫定要, 龙奥怒火难熄, 絮絮叨叨地述说楚寻的恶性, 花青武却翘脸突然变色, 漂亮的毛子有些黯然, 浮现出深深的担忧, 你不是说此行没有危险吗, 那为何留下龙奥前辈, 花青武瞬间明白, 楚寻为何要突然打龙奥闷棍, 那是因为他摸准了龙奥的脾气, 龙奥镇守在此, 他便可以放心, 楚薛, 你处处担心我们, 可知我们也在担心你, 花青武低语, 轻得只有自己能听到, 若是龙奥知道自己挨了梦棍, 还被荡枪时, 肯定会当场抓狂, 楚寻踏出京城机场, 神色淡漠, 眉头稍微皱了一下, 便舒展开来, 一位身穿中山中的老者走过来, 神色恭敬无比, 他便是一号首长身边的保镖之一, 名幻高绪, 还被楚寻摧残过, 见过前辈, 打者为师, 他虽然比楚寻年长, 但见了楚寻也得行礼, 这是武道界的规矩, 更何况, 他对楚寻无比敬佩, 身为一号首长身边的人, 楚寻的战绩他知道得清清楚楚, 你们怎么知道我进京? 楚寻淡淡地问道, 高绪欠身, 开口道, 在下不知, 我只是奉命办事, 楚寻眉毛挑起, 没在吭声, 然后坐上了一号首长的坐驾, 一辆老款红旗轿车, 车子行驶着那条残破的小巷子, 前辈, 请, 高绪下车帮楚寻拉开车门, 进去后, 一号首长, 老人, 以及刘小白都在, 老人的气色更差了, 刘小白见到楚寻, 如受惊的鞍唇般, 瑟瑟发抖, 他最近通过一号首长的只字片语, 了解到楚寻斐然的战绩, 他才明白自己当初的骄傲有多可笑, 更为自己还能活着感到庆幸, 就知道阎王爷受不了你, 一号首长看到楚寻后, 不令夸奖, 楚寻走过去坐下, 刘小白急忙帮楚寻倒茶, 那双鼻手膜还漂亮的玉手, 此时抖得厉害, 楚寻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回头对一号首长道, 那你还为我建一观众, 一号首长哈哈一笑, 也不在这世上纠缠, 直接开门见山, 道, 说吧, 这次来京城所为何事, 我能帮忙吗? 能, 楚寻点头, 表情玩味, 道, 你派军队包把柳家灭了吧? 不, 一号首长刚喝进嘴里的茶水, 直接喷了出来, 哐了, 刘小白手一抖, 价值不菲的茶壶慈悲掉落, 摔得粉碎, 茶水四溅, 老人涣散的眼神凝聚, 震惊地盯着楚寻, 你是认真的? 一号首长脸色凝重地问道, 楚寻神色自若, 然后微微汗手, 一号首长脸色骤变, 这事可不小, 柳家在京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柳家先辈是开国元勋, 而且不止一位, 当年建国后, 第一位首长曾说过, 只要华夏国在, 柳家就在, 可见柳家地位之重, 为什么? 一号首长根本平静不下来, 他不知楚寻为什么会盯上柳家, 楚寻眉稍微挑, 看向一旁瑟瑟发抖的柳小白, 与其平静, 道, 你来告诉他们, 为什么? 柳小白猛地一颤, 身子晃了晃, 差点瘫倒, 一号首长眉头皱起, 道, 难道是因为上次小白对你不敬, 可他已经受到了惩罚, 这是不至于灭人满门吧, 在一号首长眼里, 楚寻只要找上门, 那绝对是杀得血流成河, 鸡犬不留, 绝对的狠人一个, 因为有太多的先例, 比如金狼拥兵团, 鬼王门最后都是一个不留, 一百, 楚寻罕见的瞪念, 很不满一号首长的说法,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突然满门了? 他问, 说的他跟变态的杀人狂模似的, 一号首长撇嘴, 邪逆他, 道, 你难道不知外面怎么称呼你的吗? 楚寻挑眉, 道, 怎么称呼? 一号首长道, 他们都喊你魔王, 狠人, 楚寻愣了半想, 然后沉默了, 然后只见他抬起头, 淡默道, 这名字, 我喜欢, 我就是要杀到这世界, 无人敢对我, 对我身边的人呲哑, 一号首长眼珠子鼓起, 他又想起柳家的事, 问, 你到底为什么要对付柳家? 除了小白的关系, 我记得, 你跟他们没有冲步的, 楚寻看了一眼, 已经吓得说不出话的柳小白, 陈寅半想, 这才悠悠开口, 只因一句妄语, 柳家害得我家破人亡, 一号首长表情吃惊, 这不是庄的, 他隐隐有些后悔, 应该派人彻查一下楚寻的, 之前因为楚寻身份的关系, 他没敢调查, 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转身看向柳小白, 许久之后, 回身看着楚寻, 他已经从柳小白的反应得到了结果, 柳家地位太敏感了, 一号首长眉头紧锁, 柳家不同于那些武道势力, 楚寻若是涂掉柳家, 那将引起国际性的轰动, 到时候, 他和楚寻就站到了对立面, 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楚寻看向他, 认真地说道, 我只杀一人, 楚寻说完便离开了, 走之前留下一句话, 他可以医治好老人的伤, 老人风竹残年, 朝不保夕, 早已做好死的准备, 可因楚寻这句话, 让他双眼瞬间变得锐利, 若能活命, 谁愿意去死, 柳家庄园, 这是建国首任首长送给柳家的, 门口有块匾额, 因为年久, 朱红色的漆早已斑驳, 上面四个流经大字, 国之栋梁, 这是首任首长亲手所提, 庄园已老, 次字斑驳, 但这些都在展现着柳家辉煌的曾经与现在, 你找谁? 大喇喇的询问来自柳家保镖, 高人一等的语气, 傲然的神态, 所有的一切都令楚寻不喜, 楚寻迈步, 无视保镖的询问, 你是龙还是瞎? 问你话听不到吗? 保镖很霸, 可惜, 接下来他就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霸道, 只见对方只是挥手, 他如被火车撞击, 大口可写道飞, 飞得很高很远, 然后飞得看不见了, 什么人敢来我柳家撒眼? 柳家保镖很多, 而且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当然他们也很静止, 嗷嗷叫着冲向楚寻, 可当楚寻一掌将柳家那对三米宽, 五米高的红柳大门拍烂的时候, 他们嗷嗷叫着倒退, 比冲的时候快一倍, 原来人倒着走能比正着走快, 脚下是石子小鹿, 此时已是秋末, 有些虚冷, 微风拂过, 树上零散的树叶随风飘荡, 楚寻伸手接到一片落叶, 拿在手里把玩, 他就像闲庭散步, 走得很慢, 但是没走一步, 那些保镖就退两步, 他们是保镖, 但不是敢死对, 没有人觉得自己的身体硬过红柳木门, 再说这么多人都在退, 这不丢人, 谁也甭笑话谁, 已经有人跑进去禀告了, 柳白峰, 柳家当今家主, 五十岁, 头上没有一根白发, 那张白嫩的脸上, 也没有岁月留下的痕迹, 好像老天对他格外照顾, 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了他, 此时的柳家主听, 可谓是热闹非凡, 柳白峰家主的位子, 此时却被别人占了, 此人看上去, 也是五十岁左右的模样, 却穿着一身道袍, 留着山羊胡子, 手持浮沉, 神色傲然, 他名石金, 来自天岛宗, 在石金下手的位置, 还有几个气息强大, 跟石金年纪差不多的男女, 一个个面色傲然, 石长老, 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 请笑纳, 柳白峰上前, 递出一张支票, 石金看了一眼后面那一场串铃, 一聊浮沉, 不着痕迹的迅速结果, 柳白峰当然没忘了, 跟石金一起的其他几人, 反正柳家最不缺的就是钱, 石长老, 以后向如就承蒙您多多照顾了, 看石金收了钱, 柳白峰笑道, 柳家主客气了, 向如这孩子天赋一禀, 是百年罕见的奇才, 现在被我天道宗大长老看重, 收为关门弟子, 日后定大方一彩, 石金笑道, 这次他说的是实话, 天道宗大长老一身修为鬼神难测, 别说柳向如根古奇家, 就算是头猪, 经过大长老点拨, 也会成为一头绝世神猪, 柳家家大业大, 家族人员众多, 此时光是嫡系成员就不下五十多人, 虽然大家心思各异, 但最起码此时表现得无懈可击, 全都上前恭贺柳向如, 被天道宗大长老看重, 啪, 一个保镖冲进来, 结果跑得太极脚, 勾在门槛上, 直接一头栽了进来, 吓了众人一跳, 柳白峰正准备呵斥, 结果保镖更快一步, 爬起来急声道, 有人打进来了, 保镖话落, 大厅静了三秒, 然后吵杂起来, 乱糟糟的, 他们不是害怕, 而是兴奋, 自从建国初期柳家见礼, 从没有人敢对柳家不敬, 他们很好奇, 这是那个不怕死的, 敢来这里闹事, 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 而且有年轻人安耐不住, 直接跑了出去, 大家对这事都很感兴趣, 废物, 养你们有何用, 这么多人,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闯进来吗, 柳白峰怒吓, 保镖下的不轻, 哭丧着脸, 道, 那人一掌, 拍碎红柳大门, 我们不是对手啊, 柳白峰愣了愣, 正准备开口, 只见石金先开口, 啊, 柳家主别生气, 此人应该是武道中人, 你这些保镖不是对手, 也情有可原, 这个保镖顿时对石金感激涕零, 看人家道鼓先锋, 还这么明示力, 真是大好人啊, 柳白峰疑惑, 他自然知道武道中人的强悍, 但他自问从没的罪过武道中人啊, 林峥, 你去看看吧, 石金对一名满脸戾气的男子吩咐, 这人站起来, 对石金抱拳, 也不作声, 转身大步踏出门外, 柳家主放心, 向如是我天道宗的人, 所以柳家的事, 就是我们天道宗的事, 石金开口, 那就多谢石长老了, 柳白峰身为柳家之主, 其实平庸之辈, 他嘴上道谢, 心里冷笑, 估计一切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吧, 对于石金大包大揽, 他也很是得意, 武道中人又如何, 还不是贪财, 有钱能使鬼推磨, 石金自觉高人一等, 石则却变成了柳白峰的打手, 这就是价值观的误差, 这时, 柳白峰疼得跳了起来, 他看到家中保镖, 全朝着他们这边退来, 乌泱泱一片, 人头攒动, 遮住他的视线, 这一刻他才知道, 家里的保镖真不少, 退, 是因为有人逼近, 柳白峰老脸阴沉, 对方只有一人, 却压得这么多保镖后退, 他想看看, 对方是何方神圣, 可惜却被保镖密密麻麻晃动的脑袋遮住视线, 什么都看不到, 石金连同其他几人, 眼神鄙夷, 这些保镖在他们看来, 只不过是一群土鸡娃狗, 都给我滚开, 柳白峰大怒, 就算世俗界的人, 无法跟武道界的人相比, 但也不能弱得跟鸡仔似的, 俗话说, 双拳难敌四手, 武道界的也是人, 不是神, 这几百号五大三粗的保镖, 就算人海战术, 也能累死对方吧, 刷, 人群真的分开了, 而且特别迅速, 如潮水般向两边分开, 让出一条路, 柳白峰暗自得意, 看来他这个家主的威望, 还是很高的嘛, 一声令下, 数百人闻声而动, 可紧接着他脸上的得意, 就变成了震惊, 只见一道身影, 跟个破口袋似的朝他们飞来, 然后巴唧一声摔在他们面前, 光可见人的白石地板喷的一声裂纹蔓延, 临终, 石金跟被垫打了似的, 一下蹦了起来, 声音震惊, 其他几人也是目瞪口呆, 一脸猛逼, 临终虽说是他们这里人中最弱的, 但也是一品宗师, 看现在这凄惨的样子, 脸上一个明显的脚印, 半张连骨都塌陷了, 嘴歪眼斜, 牙齿掉落了一半, 满嘴血墨子, 这让他们很难接受, 哗, 人群再次分开, 让出更宽的路面, 一道白色身影缓步走来, 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 一片枯黄的树叶在他指尖滴溜溜打转, 神态很是轻松, 就像再逛自己后花园,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神色泰国淡漠, 楚勋边走, 视线看向石金, 然后一开, 最后停留在柳白峰身上, 石金皱眉, 对方太年轻了, 就像个刚出社会的大学生, 他朝楚勋身后看了看, 并无其他人, 心里暗自震惊, 难道是这个年轻人打伤灵终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想要击败灵终, 少说也得二品宗师修为, 如此如此年轻的二品宗师, 实属罕见, 非那些惊天势力, 难以培养出来, 这位朋友, 在下天道宗长老, 石金, 石金心思缜密, 先搬出天道宗, 震慑一下对方, 楚勋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对柳白峰道, 你就是柳白峰吧, 我是来接我父母回家的, 石金脸色阴沉, 寒光闪烁, 他是天道宗长老, 从没人敢无视他, 柳白峰却是脸色骤变, 眼神急速闪烁, 眼底却藏着一抹阴狠, 还有恐惧, 年轻人, 你找错了吧, 我跟你素不相识, 你父母怎么会在这里, 柳白峰笑得很不自然, 楚勋嘴角勾起, 带着讥讽之色, 道, 你认识我对吗, 不带柳白峰说话, 楚勋继续道, 千万别再装糊涂, 我只想接回父母, 娶了柳向如的人头, 然后大家相安无事, 我已经很仁慈了, 别逼我图你满门, 一百四, 楚勋一句, 别逼我图你满门, 让众人色变, 法治社会, 朗朗乾坤, 竟有人用这种狠话威胁别人, 而且对象, 还是华夏国的赫赫有名的柳家, 疯子, 这是所有人此时对楚勋的评价, 柳白峰脸色阴沉, 历声道, 年轻人,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小心祸从口出, 有些话是不好乱说的, 念你年幼无知, 这次我大人大量就原谅你了, 快点离开吧, 不行, 年轻人如此傲慢, 毁人门庭, 打伤我天道宗的人, 岂能轻易放他离开, 石经道, 虽然他说的冠冕堂皇, 其实只是他心眼小, 很记仇, 他记恨刚才楚勋对他的傲慢无礼和无视, 柳白峰眼神阴翼的看了一眼石经, 暗骂愚蠢, 别人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 他却清楚, 那可是楚勋, 楚狠人, 楚魔王, 这种温神送走都来不及, 这蠢货竟强流, 他若非顾及天道宗, 他都要爆粗口骂人了, 你是不信, 我敢图你满门? 楚勋盯着柳白峰, 眼神冷漠, 石经再次被无视, 他脸色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来了, 柳白峰身体一颤, 但很快冷静下来, 道, 年轻人, 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柳家主, 别跟这小子废话, 这是交给我, 石经冷声说道, 柳白峰心里一喜, 石经后面是天道宗, 这是他拦下再好不过了, 但脸上却不动声色, 抱拳道, 那就多谢师长老了, 事后必有重谢, 石经隐晦一笑, 看来又有一笔不菲的收入了, 武道界的人也是人, 通用的也是华夏币, 修炼资源也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 所以他们比普通人更需要钱, 王天, 杜松, 你们两个去拿下这个狂妄的小子, 石经很声道, 王天身材适中, 样貌普通, 但双眼却凌厉如剑, 乃是二品宗师, 杜松身材瘦长, 身上没有二两肉, 但却是三品宗师, 两人领命, 同时上前, 小子, 你到底出自哪个门派? 杜松心神莫名的有些不宁, 多嘴问了一句, 问那么多做什么? 先拿下再说, 王天性格暴躁, 一脚落下, 白石瓷砖炸裂, 人已掠出, 守成鹰爪般朝着楚勋的肩膀抓去, 他知道楚勋是武道界人, 修为不弱, 有可能是二品宗师, 所以这一击便是全力出手, 带起丝丝破空声, 杜松没有动手, 王天这一手鹰爪弓, 真挚大成, 威力很是恐怖, 可撕裂五公分左右的钢板, 只要抓中, 保管对方肩骨碎裂, 而且会被带下一块肉, 王天脸色猙獰, 看楚勋没有躲避, 眼神愈发阴狠, 他觉得楚勋是在拖大, 既然如此, 就先废你一个胳膊, 刷, 鹰爪带着残影, 狠狠地抓住楚勋的肩膀, 咔嚓, 刺耳的鼓裂声响起, 柳白峰, 石金等人脸上露出残忍的笑意, 柳家嫡系, 还有保镖脸上带着兴奋之色, 他们就知道, 无人能在柳家撒野, 多么美妙的鼓裂声, 这小子的肩膀定是被废了, 他们紧紧地盯着楚勋, 脸上慢慢浮现出疑惑之色, 肩膀被废了, 这得多疼啊, 但看楚勋此时神态自若, 表情没有丝毫波澜, 难道他没有痛绝吗? 就在众人奇怪的时候, 王天却突然惨叫, 神色惊恐, 脚下亮腔地倒退, 众人脸色骤变, 惊得目瞪口呆, 如果不是看到王天手臂无力地搭拉着, 他绝对会认为王天在作秀, 杜松一个剑步上前扶住王天, 抓着他的手腕想查探强势, 结果害得王魂接冒, 一股寒意顺着尾巴骨直窜上后脑勺, 冷得他打得哆嗦, 王天的手臂不是骨裂, 而是骨骼彻底化为肌粉, 整条手臂软得跟面条似的, 已经彻底废了, 他没事吧? 实际脸色异常难看, 问杜松, 杜松咽口唾沫, 正带开口, 突然汗毛倒树, 强烈的危机感传遍全身, 他也顾不上王天, 脚下一蹬, 地面被声声蹬出一个坑, 人斜着窜出去, 你敢, 石精大吼, 哄, 一只巨大的手印从天而降, 煞石山崩地线, 房屋摇晃不止, 地面裂纹蔓延, 飞沙走石, 王天的惨叫声被淹没, 杜松鼓断惊折倒飞出去, 周围的柳家嫡系, 保镖有一部分被扩散得气浪先飞, 许久之后, 烟雾散尽, 尘埃落定, 在场的人摸不到吸一口冷气, 只见地面如同被炮弹轰击过, 一片狼藉, 王天被拍成烂泥, 血染泥土, 死得不能再死, 杜松虽然还活着, 但已是苟延残喘, 明显活不了了, 全身没几块好的骨头, 头骨都被震裂了, 胸腔塌陷, 胸骨从后背穿出, 白骨森森, 看着很是吓人, 嘴里不断喷着血墨子, 里面夹杂着细小的肉块, 那是五脏六腑, 全被震碎的结果, 再看柳家嫡系, 和保镖都不同程度的受伤,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惊悚, 静若寒蝉, 现在没有一个人敢怀疑楚循的话, 他真有屠杀柳家满门的本事, 尤其是柳家嫡系, 安慰日子过太多, 他们此时一个个抖如筛康, 没人再觉得, 这是好玩有意思了, 面对死亡的威胁, 他们比普通人更不堪, 有些人以下的双眼翻白, 大有晕死过去的征兆, 你到底是谁, 时经慌了, 害怕了, 他身边就只剩下一个三品宗师黄鹰, 其他的非死即伤, 柳家主, 你说我是谁, 说错, 你死, 楚循神色冷漠地盯着柳白峰, 柳白峰身居高位, 全是如日中天, 以他现在的官职, 放在古代就是封王败相的存在, 可他也只能在世俗界成威风, 看着死相惨不忍睹的王天, 闻着空气中刺鼻的血腥味, 他双骨都在打颤, 腿软得跟面条似的, 若非强撑, 早就瘫倒了, 听到楚循的问话, 他神色变化不停, 思考着以自己的身份, 楚循真敢对他下手吗? 思前想后, 他得出一个悲哀的答案, 以楚循以往的手段来看, 自己若再不说实话, 他真敢挥动屠刀, 他看向时经, 苦涩道, 他是楚循, 什么? 时经跟黄鹰眼睛莫得睁大, 害得差点跳起来, 人的名, 树的影, 楚循现在声名大噪, 可谓是妇孺皆知, 武道界更是到处流传, 这关于他的传说, 楚河人, 楚魔王, 这随便一个名号, 都是鲜血诸旧的, 柳白峰, 你赢我, 时经火冒三丈, 满脸争鸣, 柳白峰明明认识楚循, 但却不说, 此刻他才明白, 自己是被当枪使了, 时经心里那个恨啊, 咬牙切齿地瞪着柳白峰, 若非顾忌柳向如已是大长老的弟子, 他真想一巴掌拍死这个坑货, 一百四, 神念如潮水般席卷而出, 楚循现在已经是驻击中期, 神念可蔓延上千米, 事关父母, 楚循无比仔细, 可半想过后, 他的眸子如三九寒潭, 冷得令, 心颤, 众人胆颤心惊, 数道轮回丝出现, 绕着楚循游走, 如一条条白蛇, 美丽而危险, 楚循的目光一到柳白峰身上, 开口道, 我的父母呢? 他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得令人心底发毛, 柳白峰神色闪烁, 眼神躲闪, 眼底却隐藏着深深的怨恨, 还有恐惧, 楚循弹指, 数道轮回丝积视而出, 无声无息, 快如闪电, 尽数击中花园边上用来装饰的青石, 哄, 圆桌大小的青石瞬间炸得四分五裂, 碎石崩飞, 众人惊俱, 心胆皆寒, 如同一根根白色小毛, 直接对准柳家嫡系成员, 柳家嫡系差点没吓死, 一个个吓得鬼哭狼嚎, 那么大的青石都炸成碎块, 这些东西要是射在他们身上, 他们还不直接变成筛子, 他们都看向柳白峰, 目光蹊跡, 柳白峰咬牙, 目光阴寒, 道, 楚循, 你想叛国吗? 楚循微冷, 随之冷笑, 道, 叛国? 好大的帽子, 这华夏国什么时候改姓柳了? 华夏国是不姓柳, 但能有今天, 却少不了我柳家先辈的赫赫战功, 当年我柳家祖辈, 跟随首任首长杀敌寇, 血染大帝, 最后马哥果施, 首任首长曾经说过, 华夏在柳家兴, 这栋庄园乃是首任首长批给我柳家的, 门口匾额乃是首长亲手所提, 而且, 你现在乃是华夏国的少将, 可如今, 你却在这里制造杀戮, 威逼开国元勋的后辈, 不是叛国是什么? 柳白峰说的唾沫横飞, 慷慨激昂, 楚巡面露异色, 不得不承认柳白峰是个很好的演说家, 他这番慷慨激昂的话, 很有渲染力, 能让人热血沸腾, 更能挑起柳家嫡系中那些血气方刚少年的怒火, 楚巡, 滚出柳家, 有人大吼, 这人二十多岁, 长得很英俊, 此时怒视着楚巡, 没有了之前的胆怯, 滚出去, 我们是开国元勋之后, 岂能受人欺凌, 有本事杀了我, 另一个青年昂首阔步上前, 直视楚巡, 把他交上军事法庭, 小小少将而已, 我们柳家中将都不知道有多少, 他若再敢反抗, 大不了调动军队镇压他, 我就不信他能上天, 有人大喊, 此时柳家所有人可谓是群情激愤, 义愤填膺, 楚巡神色自若, 嘴角微微勾起, 带着不屑和讥讽, 正于开口, 手机突然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 楚巡眉稍微调, 然后接通, 前辈, 窃窃的, 软绵绵的声音响起, 楚巡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个总带着假兔子耳朵, 圆脸大眼睛的可爱女孩, 玉兔, 不过楚巡有些好奇, 玉兔为什么会给他打电话, 前辈, 你还记得让我查的那个号码吗, 玉兔窃窃的问, 记得, 楚巡回答, 前辈, 我查到了, 这个号码的主人叫柳谢飞, 跟金王一直联络的人就是他, 我查过了, 这个柳谢飞来自京城的柳家, 玉兔说完发现没有回应, 试探地问道, 前辈, 你还在吗, 我在, 你现在把查到的这些东西交给一号首长, 能办到吗, 楚巡问, 没问题的, 那好, 我先挂了, 回头请你吃饭, 楚巡笑道, 然后挂断电话, 漆黑的毛子变得凌厉, 前辈说他要请我吃饭, 那边玉兔抱着挂断的手机, 傻傻地笑了, 楚巡目光移到柳家那群正在叫嚣的年轻一辈身上, 扑, 轮回斯抱射, 直接贯穿一人手臂, 摆出一条血线, 格外刺眼, 啊, 凄厉的惨叫, 这位就是最先开口, 让楚巡滚出柳家的英俊青年, 扑扑, 术道轮回斯再次抱射, 他的手臂, 大腿, 肩膀, 多处被贯穿, 爆出血花, 楚巡并不想要他的命, 所以被贯穿的地方并不致命, 但却能让人疼得死去活来, 这名少年疼得一张英俊的脸扭曲可步, 歇斯底里的惨叫, 吓得刚才还在叫嚣的其他青年一溜烟缩了回去, 楚巡目光扫过, 刚才叫嚣的那些青年恨不得将脑袋塞进裤裆, 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刚才也仅是凭借一腔热血而已, 此时看到疼得在地上打滚的青年, 他们如同被人当头破了一盆冷水, 那点可怜的热血瞬间熄灭, 楚巡嘴角微扬, 带着不屑, 眼神讥讽地看向柳白峰, 冰冷道, 我数到三, 若你不说, 就别怪我, 他们的生死现在掌握在你手里, 话落, 楚巡抬手青阳, 树道轮回丝报社, 如一道道短毛, 直接抵住柳家五十多位嫡系的咽喉, 一一, 幽冷的声音让柳家嫡系吓得魂不附体, 难闻的骚臭味弥漫开来, 有人被吓得大小便失尽, 更有人吓得眼泪狂流, 却不敢发出丝毫哭声, 因为那如短毛般的白线抵着他们的喉咙, 含一刺骨, 他们丝毫不怀疑这东西的威力, 柳白峰脸色变换不停, 厉吼道, 楚巡, 你真想叛国吗? 二, 楚巡眸子冰寒, 生如寒霜蔓延, 楚巡, 柳白峰刚开口, 就被柳家嫡系中一人打断, 大哥, 你什么意思? 真打算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吗? 这人是柳白峰的弟弟柳白山, 他不敢杀你们, 柳白峰说得很笃定, 不敢, 柳白山虽为弟弟, 但长得略微着急, 皮肤有黑, 双眼怒争, 冲柳白峰大吼, 柳白峰, 亏你说得出口, 凭什么你做的龌龊事, 需要我们来承担, 其他人也对柳白峰怒目而视, 试问这里谁不知道楚巡的行事手段, 他那次出手不是杀的人头滚滚, 血染大地, 柳白峰摆明是要他们死了, 别说柳家这些嫡系不信, 就连一众保镖都不信, 说楚巡不敢, 开玩笑呢, 天道宗的那位宗师, 现在还是一堆烂泥, 血还没干呢, 大伯, 你真要看着我们死吗, 我不想死, 救救我, 大哥, 你快告诉楚将军, 他的父母在哪里, 柳白峰, 你们父子都是龌龊小人, 你那个宝贝儿子这些年做的事, 你当真不知道吗, 一群人怒了, 冲着柳白峰怒喊, 大骂, 三, 楚巡脸色平静, 眼神却不带丝毫感情, 有的只是无尽冷漠, 他的手缓缓抬起, 只要落下的瞬间, 那些轮回丝就会轻而易举地贯穿那些人的喉咙, 一百四, 楚巡, 你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再也见不到你父母, 就在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红亮而苍老的声音响起, 人群分开, 一位身穿堂装, 须发皆白的老人上前, 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气质, 老人身后也是一位老人, 落后半步, 不愉悦身份, 才是一品宗师, 我是柳自在, 确切来说, 你要喊我一声外功, 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 老人开口, 语气温和, 像个慈祥的长者, 殊不知, 柳自在这句话, 可谓是一语激起千层浪, 周围的人顿时炸开了锅, 柳老爷子的话, 什么意思? 楚巡是柳家外妻, 没听说过, 听柳老爷子的意思, 楚巡是他的外孙, 不可能, 这剑拔弩张的, 怎么可能是亲切? 柳家一众保镖, 怯怯私语, 柳家嫡系被轮回丝抵着喉咙, 吓得不敢说话, 可邓元的眼睛表示了他们的震惊, 也有少数几人, 神色不惊, 楚巡神色冷漠, 嘴角勾起淡淡的讥讽, 有些事, 他从柳谢妃脑子里了解得很清楚, 柳自在环顾一周, 朗声道, 你们不用再猜来猜去的, 其实楚巡的母亲姓柳, 柳家的柳, 是我的亲生女儿, 众人震惊, 相顾无言, 这剧情转变有点大, 他们有些猛逼, 我母亲姓柳, 但却不是柳家的柳, 楚巡淡淡的说道, 表情没有丝毫波澜, 楚巡, 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了解多少, 但我想说, 就算你不承认, 你母亲是我女儿的事实, 你身体里流着柳家的血液, 这也改变不了, 柳自在语气激动, 带着颤音, 柳家的血, 让我感到肮脏, 我想, 母亲也是, 楚巡轻语, 淡然的看着柳自在, 带我见到母亲, 我会把体内这肮脏的柳家血液还给你, 你, 柳自在冷卫下, 楚巡的态度太平静了, 让人发毛, 他叹口气, 老脸黯然, 道, 楚巡,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母亲, 对不起你, 其实, 向如做的事, 我们都知道一些, 你放心, 日后我们柳家会亲近所有来补偿你, 楚巡眉稍微调, 与带讥讽, 道, 你觉得我需要补偿吗, 现在的我, 还是三年前任, 你们玩动于鼓掌间的那个懦弱少年, 随即, 楚巡的气质猛地转变, 如果说刚才是一汪平静无波的湖面, 那么此时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波涛汹涌的海面, 大浪滔天, 像是要摧毁一个, 现在, 我不需要任何补偿, 只要我愿意, 灭了你柳家, 只是请客之间的事, 他盯着柳自在, 语气霸道, 柳自在此时很不自在, 他从楚巡眼睛里看不到丝毫情情, 只有如寒潭般的幽冷无情, 楚巡, 何必呢? 当年的事, 你又了解多少呢? 我们是亲人,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骨肉相残, 何其残忍啊? 柳自在声音疲惫, 脸色黯然地说, 没有亲人, 没有同根, 有的只是不死不休, 楚巡无情道, 柳向如必须死, 一定要这样子吗? 柳自在痛心疾首, 楚巡默然, 置之不理, 你母亲是不会同意的, 我是他的父亲, 白峰是他大哥, 这里都是他的亲人, 包括向如也是他的外甥, 血浓于水, 你若杀了任何一人, 不怕你母亲怪罪你吗? 楚巡微恶, 古怪地看着柳自在, 眼神讥讽, 戏雪道, 我活着二十多年, 都不知道, 我还有这么多的亲戚, 再说, 我母亲只是他们这些人口中的私生女, 根本不配踏进柳家大门, 既然他们已跟我母亲认亲为耻, 我杀了他们母亲, 怎么会怪我呢? 柳自在脸色微变, 他没想到, 楚巡竟然了解这些细枝莫节, 楚巡, 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你可千万别相信那些心怀不轨之人的胡言乱语, 事情绝对不是你听到的那个样子, 这绝对是有人在离间你和柳家的关系, 楚巡脸上的讥讽之色脸去, 冰冷道, 我和柳家本就没有丝毫关系, 何来离间之说, 再说告诉我这些事的人是刘解飞, 你们不会不认识吧? 柳家众人震惊, 柳谢飞, 他们当然认识柳家这一带的佼佼者之一, 柳自在憋得跟便秘似的, 他没想到楚巡所知道的都是柳谢飞说的, 柳谢飞可是他看着长大的, 也给予了厚望, 他为什么背叛柳家? 楚巡, 你再说笑吧, 谢飞怎么可能会胡说八道, 来挑拨离间呢? 楚巡神色淡漠, 盯着他, 冷声道, 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说的。 你这个杂种, 你把我家谢飞怎么了? 突然, 柳家嫡妻中一个中年男子, 冲着楚巡争猙大吼, 我告诉你, 若我而谢飞少一根头发, 我就把你父母堕碎了喂狗。 扑, 雪冒三丈, 漫天血雨, 一颗人头滚落, 眼睛更大,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 就这么死了。 啊, 鲜血喷了最近的几个人满身, 这几个人吓疯了, 拼命地尖叫, 吓得眼睛都失去了色彩, 一个个目光呆滞, 人头滚落在另一人脚下, 这人惊恐地张着嘴, 却发不出丝毫声音, 浓烈的骚臭从他身上传出, 他被吓得屎尿齐流, 你, 他指着楚勋, 整张老脸都在抽筋, 手指颤抖,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楚勋单手附后, 发丝随风而动, 冰冷的眸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带着点点金色, 冷漠的就像这潇洒的秋末一般, 白天柳自在扑倒在尸体旁哀嚎, 这是他的亲儿子, 却被楚勋当着他的面斩首, 为什么? 他只是关心自己的儿子, 何错之有? 他可是你六舅,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怎么下得去手? 面对柳自在的质问, 楚勋神情毫无波澜, 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冷漠道, 他的错太多, 随便一件都足以让他死不足惜, 当年, 他反对我妈妈进柳家, 这没错, 可他竟在我即将出世的时候, 派出杀手, 想一劳永逸, 他可知, 若是那杀手真的成功, 可就是一尸两命, 柳自在, 这件事, 你可敢说你不知? 柳自在身子一震, 他不敢, 因为这件事, 他的确知道, 而且事后只是训斥了柳白天几句, 当年的事, 我本不想再计较, 奈何他自寻死路, 万不该用我父母的命来威胁我, 楚勋低语, 一百四, 楚勋一艘魂术, 窥探过柳谢飞的记忆, 柳谢飞是柳家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加之又是柳向如的忠实狗腿, 对当年的事, 他知道的很全面, 因此, 楚勋也知道的很清楚, 虽然从伦理关系上来说, 柳白天的确是他舅舅, 可杀了他楚勋, 却没有丝毫心理负担, 楚勋的目光略过哀嚎的柳自在, 一到柳家嫡系身上, 轮回丝颤鸣, 像是随时准备嗜血一般, 柳家嫡系吓得半死, 那些轮回丝抵着他们的咽喉, 这让他们感觉自己, 像是游离在地狱边缘, 尤其是他们看到柳白山惨死, 头都被割掉了, 太吓人了, 所以, 对轮回丝更加恐惧, 连呼吸都小心翼翼, 生怕被斩首, 有人知道柳向如在哪里吗? 楚勋问, 声音很平静, 等了许久, 不见有人回答, 楚勋挑眉, 道, 没人知道吗? 我, 我知道, 柳向如在天道宗, 有人承受不住压力, 喊了出来, 在他喊出来的同时, 抵着他咽喉的轮回丝, 漠然消失, 这人惊喜, 如耿在喉的感觉, 真的很不好, 柳向如被天道宗大长老, 说为关门弟子, 有人看, 只要说真话, 就能脱离危险, 也不顾得什么家族颜面, 活命最重要, 大声说道, 刘家嫡系成员纷纷效仿, 七嘴八舌地说着柳向如, 去处, 有的连柳向如喜欢什么颜色, 有过几个女人, 甚至有年纪带点的, 连柳向如第一次尿床的时间, 都给爆了出来, 到最后, 实在没得说了, 有人大喊, 柳向如是个畜生, 话落, 抵着他脖子的轮回似消失, 其他人看此行有效, 纷纷叫嚷, 柳向如诸狗不如, 就是个衣冠禽兽, 柳向如就是垃圾, 鼻涕虫, 给楚将军提鞋都不配, 柳白峰父子枉为人, 长相猥琐, 行事卑鄙, 该天打雷劈, 一片吵杂, 辱骂声不断, 有人连柳白峰也一起骂了, 只要能活命, 别说骂柳白峰, 就算是柳自在, 他们也照骂不误, 柳白峰眉毛竖起, 嘴唇哆嗦, 太阳穴轻轻暴动, 他气得全身颤抖, 双拳紧握, 差点背过气去, 他做梦都没想过, 自己的亲人, 竟一个个是这副德行, 小人行径, 柳自在脸色轻子, 老眼怒争, 眼角抽搐, 整个人都在抖, 因为真的有人为了活命, 而骂他是笑面虎, 擅长阴谋诡计的衣冠禽兽, 差点忍不住一口老血喷出来, 你, 你们都该死, 柳白峰起的牙齿打颤, 头顶冒烟, 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手指哆嗦着指向那些正在辱骂他们父子的人, 楚巡却默然抬手, 五道轮回丝抱舍而出, 迅速地缠上柳白峰的双腿, 双手以及脖子将他扯向半空, 楚巡眸子冰寒, 凌空一把掌抽过去, 啪, 咔嚓, 刺耳的鼓劣声令人后背声寒, 柳白峰惨叫如鬼气般, 众人凝目望去, 顿时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 只见柳白峰半张脸骨塌陷, 鲜血淋漓, 口歪眼斜, 嘴角鲜血混着口水从半空落下, 如一道血线, 简直惨不忍睹, 楚巡, 你该死, 柳子在怒吼, 那双老眼一片疯狂之色, 楚巡静静地看着他, 嘴角突然扬起, 展现出最灿烂的笑意, 开口道, 不再继续装好人了, 你, 柳子在脸上的慈祥被争鸣取代, 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包括所有事情的细枝末节, 还有, 你的表演太拙劣了, 楚巡讥讽, 柳子在盯着楚巡, 眼底寒芒闪烁, 音声道, 你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我堂堂柳家, 永远也不可能被姓楚地代替, 妄想颠覆我柳家, 下场就是死, 楚巡漠然, 只是眸子更加隐寒, 他正欲开口, 可是突然觉得气血凝滞不畅, 真缘无法运行, 像是被人瞬间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 身体变得很虚弱, 连站立都难, 眼前发黑, 腿一软倒在地上, 随着楚巡倒下, 空中游走的轮回丝尽数消失, 柳白峰从半空坠落, 被一旁的石巾接住, 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强悍的一塌糊涂的楚巡, 怎么突然倒下了, 只有柳自在和那位武品宗师相顾而笑, 随着柳自在摊开掌心, 一枚小巧的白玉瓶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楚巡, 这最歇业的味道如何? 柳自在上前, 阴冷地盯着地上的楚巡, 柳自在, 你卑鄙无耻, 楚巡脸色愤懑, 双目喷火, 可惜任谁都能感觉到他此时的虚弱, 因为他连说话都很费劲, 最先业, 石巾姑农, 这东西他知道, 柳自在看向他, 得意道, 没错, 最先业, 这可是当初吴长老亲手教于我的, 并且一再告诫, 一定要小心保管, 日后能用得上, 吴长老不愧是神仙般的人物, 当真神机妙算, 今日, 这最先业果真起了大作用, 原来是大长老, 石巾肃然起敬, 这最先业只有他们天道中的大长老有, 独一无二, 适才他就奇怪, 柳自再怎么会有, 原来如此, 楚巡, 你可知这最先业连神仙都能迷倒, 用在你身上, 你该感到荣幸, 柳自在大笑, 杀了这个杂碎, 柳白峰亮呛着冲过来, 血染胸襟, 半张脸塌陷, 嘴歪眼斜, 此时抓狂的样子如同厉鬼般可怖, 中了大长老的最先业, 他便是砧板上的肉, 柳家主别急, 现在你为刀组, 他为鱼肉, 刀切还是斧舵, 还不是全凭你的心情, 石巾手撩浮沉, 一副道骨先锋的模样, 说出来的话, 却异常毒辣, 赶来我们柳家撒野, 真是不知死活, 杀了算了, 说这话的人, 便是之前第一个说出, 柳相如在天道中的柳家嫡系成员, 外面评价他为狠人, 魔王, 我看一点没错, 他就是个杀人放火的暴徒, 威逼我们说违心的话, 着实该死, 哼, 他母亲是个私生女, 粗野下贱, 这样的女人, 还想跟我柳家攀亲戴故, 真是恬不知耻, 你楚寻也不过是个野种, 凭你也敢威胁我等, 刚才我们假意迎合你, 装作受你胁迫, 那时我们早就料到, 你不会有好下场, 柳相如大哥乃是人中龙凤, 受天道宗大长老青睐, 收为关门弟子, 日后定龙飞九天, 成就无上荣耀, 而你楚寻只不过是个野种, 泥土里的蚯蚓, 学了几招庄家把势, 竟敢耀武扬威, 真是自寻死路, 我柳家其实你能威胁的, 这些人完全忘了之前, 吓得屎尿其流, 惊恐万壮的模样, 此时见楚寻没了反抗之力, 便纷纷讥讽谩骂, 言语之恶毒, 极尽讽刺之能事, 一百四, 楚寻很虚弱, 强大的楚魔王, 楚狠人倒下了, 柳家嫡系, 保镖, 还有天道宗的人甭提有多开心了, 恶毒谩骂, 各种羞辱, 完全忘了之前被楚寻一人压得抬不起头样子, 楚寻, 你还有什么话说, 柳自在问, 脸上没有了慈祥, 只有算计成功后的得意, 那个口口声声说, 相间和太极, 骨肉相残, 何其残忍的老人, 瞬间变成了阴险毒辣的恶魔, 楚寻目光冷漠, 他栽了, 没什么好说的, 柳自在很不满意, 身为猎物, 楚寻却一点作为猎物的觉悟都没有, 知不知道这样让他这个猎人很没有面子, 你好歹也哀求两声, 满足一下猎人的虚荣感, 你就不想知道你的父母在哪, 柳自在戏谑地问, 楚寻费力地看向他, 冷漠地扯扯嘴角, 道, 人为刀祖, 我为鱼肉, 现在知道有如何, 我已经没有能力救他们了, 还是不知道的好, 免得徒劳伤悲, 哈哈, 柳自在大笑, 我的好外孙, 说真的, 我很欣赏你, 如此年轻便名动华夏, 试问, 有谁在你这个年纪能有如此成就, 哼, 名动华夏, 也只不过是恶名而已, 所谓木秀于灵, 封闭催之, 他动则灭人门派, 手段很辣, 此等恶徒人人得而诛之, 时经不屑道, 时长老所言即是, 当年吴长老乞挂, 说这个野种将来会颠覆柳家, 而且吴长老还说柳家会被楚家取而代之, 以这野种的形式风格来看, 吴长老的话有可能真的会应验, 柳自再道, 那是自然, 吴长老的占卜之术, 天下无双, 时经傲然道, 好在我们早有准备, 否则这小子还真可能翻了天, 柳家一个嫡系成员道, 快杀了他吧, 这野种有些邪乎, 没死在监狱, 出来反而蹦搭得很欢, 有人道, 让我来, 他杀我天道宗的人, 我要将他的骨头一根根敲碎, 时经宁笑道, 柳家人没有意见, 退后几步, 各个兴奋地伸着脖子, 他们都盼着楚勋快点死, 只要楚勋死了, 他们之前的丑态就没人知道了, 时经一撩浮沉, 缓步上前盯着楚勋音笑道, 楚将军, 楚狠人, 楚魔王, 你刚才的威风哪去了, 怎么像只狗躺在地上, 看着真可怜, 楚勋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不声不吭, 时经眼睛眯了眯, 狠毒的光芒闪过, 刚才楚勋当他的面, 跟拍苍蝇似的拍死王天和杜松, 压得他心胆欲裂, 生不出反抗之心, 如今见楚勋虚弱至极, 心里有种变态般的快感, 他不想这么快杀了楚勋, 他要慢慢折磨, 楚勋, 你想知道, 你的父母现在在哪吗? 时经如猫戏老鼠般, 尽情地戏谑着楚勋, 楚勋依旧沉默, 没有丝毫回应, 时经脸色阴沉, 阴森森地开口, 实话告诉你, 你父母就在我们天道宗, 等解决了你, 我回去就送他们去见你, 好让你们一家团圆, 这也算功德一件, 你是不是该感激我呀? 楚勋冰冷地眸子看向他, 然后淡默道, 你想要我怎么感激, 杀了你如何? 什么? 时经一阵, 突然瞳孔猛地放大, 如同见鬼一般, 只见五道轮回四蹦发, 迅速地绕上他的四肢及脖子, 将他扯往半空, 众人大惊失色, 全部实话, 楚勋缓缓站起身, 嘴角微扬, 然后伸出手, 猛地握拳, 破, 漫天血雨, 伴随着残肢断骸坠落, 时经连惨叫都没有, 便被五马分尸, 这恐怖的一幕, 让所有人肠子都打结了, 个个跟便秘似的, 憋得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关键是, 时经死得太惨了, 双腿双手, 脖子不是被斩断, 而是被扯下来的, 他们刚才清楚地听到, 肉皮撕裂的声音, 太甚人了, 你, 柳子再废, 都在打战, 眼角一抽, 一抽, 再一抽, 跟跳舞似的, 楚寻脸色饥讽, 什么最鲜艳, 无非就是提取天麻丹草的枝叶, 加上金竹蛇的毒液调和成的而已, 对付内袭舞者还行, 对修仙者一点作用都没有, 还没吸进鼻腔, 就被真元净化了, 他只不过是趁机配合他们演戏而已, 楚寻目光环顾, 最后定格在柳子在身后的五品宗师身上, 下一刻便举拳轰杀, 刚才就是他偷偷以内袭催动的最鲜艳, 这位五品宗师经得亡魂接茂, 双臂交错招架, 周身静气涌动, 形成护体钢器, 碰, 楚寻全是强悍如雷霆咆哮, 五品宗师的护体钢器不堪一击, 被直接穿透, 然后击中他的双臂, 咔嚓, 令人毛骨悚然的鼓裂声, 对方的手臂被楚寻一拳轰的折成不可思议的角度, 啊, 这个五品宗师凄厉的惨叫, 脸色惊恐的扭曲而争鸣, 他被吓坏了, 身为五品宗师, 在地球上可谓是横着走的存在, 谁曾想遇上楚寻这个变态, 让他毫无反抗之力, 楚寻跟进, 如影随形, 一连挥出十几拳, 拳拳倒肉, 每一拳下去都带起刺耳的鼓裂声, 楚寻身体猛然拔高, 如阴机长空, 一拳将后者轰向地面, 哄, 这个倒霉的五品宗师, 如炮弹般撞击地面, 白石地砖轰然炸开, 泥土崩飞, 他半个身子都陷进地面, 跟个破步娃娃似的, 全身骨头十有八九被楚寻打爆, 他大口可血, 无比凄惨, 楚寻落地, 病指如刀, 凌空一斩, 泼, 鲜血喷涌, 人头滚落, 五品宗师被斩首, 扑通, 柳家嫡系成员中, 有人承受不了恐惧, 直接被吓晕, 接下来跟收麦子似的, 就连柳家保镖中都有不少人, 吓得双眼翻白, 一头栽倒, 并非所有倒下的人都是被吓晕的, 也有假装的, 估计这些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太他妈吓人了, 还是装死安全, 楚寻神色讥讽, 这点小把戏自然瞒不过他, 但他并没有拆穿, 柳子在看着那位五品宗师的尸首发呆, 眼神呆滞, 悲伤不已, 这次不是假装, 而是真的, 这五品宗师跟他形影不离几十年, 多次救他与危难, 现在伸手一触, 他看着难免有些吐死胡碑的感觉, 你想怎么样? 他看着楚寻, 脸皮抽搐, 又惊又怒, 楚寻淡默地看着他, 许久之后才开口, 放心, 我暂时不会杀你们, 带我接回父母, 再来清算所有的账, 你们欠下的, 就加倍偿还吧, 若是偿还不起, 那时候再用命来抵债吧, 柳家的人听闻后, 个个如丧考彼, 因为他们听得很清楚, 楚寻只是暂时不杀他们而已, 只有半张脸都没了的柳白峰, 悄悄发出一个信息, 满脸阴毒, 一百四, 天道宗的人死得只剩一个黄英, 连五品宗师都被楚寻斩首, 他这个三品宗师除了颤抖外, 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看着楚寻走过来, 黄英紧摇嘴唇, 堂堂三品宗师差点吓哭, 楚寻站定, 静静地看着他, 过了半想冰冷的开口, 留你一命, 回去传话, 让天道宗交出柳相如, 还有你们的大长老, 天道宗宗主亲自送我父母出来, 否则我会亲自登门拜访, 黄英艳口唾沫, 难以置信, 这狠人进步杀他, 真是幸福来得太突然, 令他错不及防, 愣在当场, 见黄英傻乎乎的, 楚寻皱眉, 道, 我的话, 你听明白了吗? 黄英猛地一颤, 意识到自己竟在楚魔王面前走神, 真是作死, 额头瞬间渗出痘大的汗珠, 忙不迭的地点头, 颤声道, 听, 听明白了, 走吧, 楚寻道, 谢, 谢前辈不杀之恩, 我一定将话带道, 黄英感恩戴德地离开了, 虽然楚寻让他带的话, 有可能会让天道宗大怒, 但这又怎么样呢? 他只是个传话的, 重要的是他活下来了, 时今那个令人厌恶贪婪的家伙却死了, 他只在乎结果, 楚寻环顾一圈, 神色淡漠, 语气清朗, 从今天开始, 柳家所有人都给我待在这里, 若有人踏出大门一步, 死, 冰冷的声音寒一刺骨, 让柳家众人如寒风中的幼鸟, 瑟瑟发抖, 楚寻, 你以为你是谁? 我柳家乃是华夏的支柱, 手刃手掌亲口承认的华夏栋梁, 你算什么? 小小的哨价而已? 你若想以武力踏平我柳家, 我承认无人能拦你, 可你若真敢这么做, 就是与华夏十几亿民众为敌, 柳白峰没了半张脸, 语气阴毒, 令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你们柳家也配代表十几亿民众, 楚寻毫不掩饰自己的讥讽之意, 柳白峰却因笑起来, 笑得很甚人, 他盯着楚寻大声道, 楚寻, 你太可笑, 你可知京城三十里外的白云山猎鹰祠堂 供奉的是谁? 那是我们柳家三位仙辈, 他们抛头颅, 洒热血, 捍卫国土, 他们的英雄事迹刻满了整个猎鹰祠堂, 这偌大的京城三岁志同 也能将仙辈的英雄事迹说上一二, 你可想过, 灭了我柳家, 你要承担什么后果? 定会被口诛笔伐, 所说, 那柳家三位仙烈对百姓来说就是信仰, 一种精神依托, 他们对柳家先辈的事迹耳熟能详, 这是种很可怕的心理靠拢, 这就像两个人打架, 人会自然地偏向心里有好感的那位, 若是他真的驮了柳家, 那引起的后果非常可怕, 难怪一号首长对柳家都十分忌惮, 柳白峰, 这就是你最大的仪仗吧? 楚寻狭长而明亮的眸子微眯, 遮掩着眼底的寒光, 他真的很讨厌柳家, 这是发自骨子里的, 柳白峰已经离癫狂不远了, 他是柳家家主, 却被楚寻当众打脸, 现在嘴外眼邪跟鬼友的一拼, 就算一吼也必定毁容, 所以他对楚寻的恨意可谓是深入骨髓, 楚寻, 你现在还敢途经我柳家吗? 柳白峰目光森然, 死盯着楚寻, 楚寻抿了抿嘴唇, 使着看上去风润了些, 嘴角扬起一个完美的弧度, 淡淡地说道, 有何不敢? 柳白峰愣住了, 柳自在傻眼了, 柳家其他人都满脸震惊, 这不可能, 他们不相信楚寻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楚寻, 你当真不怕遗臭万年, 被十几亿人戳你楚家的脊梁骨吗? 柳白峰有些歇斯底里, 不是怕, 而是不愿意替你柳家背负卖国求荣的万事骂名而已, 楚寻淡漠道, 柳白峰和柳自在相顾一眼, 几乎同声问道, 你什么意思? 什么卖国求荣? 他们心里又是生起一股不好的欲胆, 很强烈, 楚寻默然置之, 然后拿出手机, 拨通陈汉龙的电话, 开门见山, 问, 汉龙, 柳谢飞呢? 先生是要见柳谢飞吗? 陈汉龙的语气有些古怪, 楚寻玩儿, 他能想到陈汉龙这么问, 肯定是刚修理过柳姐飞, 他对陈汉龙还是很了解的, 一个小时, 我要看到他的一份视频录音, 指证柳家投敌卖国, 是叛国者, 陈汉龙明显愣了一下, 随之欣喜道, 先生放心, 不用一小时, 半个小时足够, 挂断电话的时候, 对面已经响起柳谢飞哭天枪地的求饶声, 楚寻, 你卑鄙无耻, 你想陷害我柳家, 简直白日做梦, 柳白风怒吼, 音调轻颤, 仅凭一个柳谢飞, 就想陷害说我整个柳家是叛国者, 这太可笑了, 没人会信的, 柳自在邪眉怒眼, 咆哮道, 只要大家一看就知道, 谢飞是被你胁迫才说的这些话, 到时候, 若是让十几亿民众知道, 你后悔可就晚了, 我劝你, 最好说起那些小伎俩, 没人会相信一个孩子说的话, 谢飞也只不过比你大几岁, 就是个普通人, 谁会相信他的话, 到时候, 我们站出来, 澄清说他是被你胁迫的, 所有人都会站在我柳家这边, 到时候, 你就站在十几亿民众的对立面吧, 楚寻冷眼看着柳家父子俩叫嚣, 柳谢飞伙同金狼拥兵团, 劫持我华夏飞机, 绑架一百多人质, 其中有大明星唐柔, F国皇室成员罗维斯夫妇, 金狼拥兵团臭名昭著, 挂着拥兵团的名, 行的却是恐怖分子的事, 而且金狼拥兵团背后, 是那个国家在支持大家心知肚明, 柳谢飞跟金狼拥兵团合作, 不是通敌是什么, 或许, 这件事就是你们受益的也说不定, 放屁, 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 谢飞怎么可能跟金狼拥兵团有关系, 这不可能, 这都是你的阴谋, 柳白峰疯了事的怒吼, 其他柳家成员也是满脸惊愕, 金狼拥兵团他们知道, 劫机, 挟持人质, 最后被楚巡拖了得干净, 他们知道, 楚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可这跟刘解飞有什么关系, 肯定是楚巡为了对付他们, 胡编乱造的, 所有人都这样想, 楚巡没稍微挑, 从其他人的表情他已然看出, 柳白峰道不是在装傻,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这事, 或许这是, 是刘解飞自己的注意, 或许还有人在背后出谋划策, 比如柳向如, 毕竟当初金狼拥兵团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引出自己, 然后杀之, 140, 楚巡收敛思绪, 不管跟金狼拥兵团合作, 是刘解飞自作主张, 亦或是柳家受益, 这些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这个郭柳家背定了, 其实, 不足半个小时, 楚巡的手机响了, 陈汉龙的办事效率很快, 楚巡打开视频看完以后, 眉梢稍微挑了挑, 嘴角微扬, 看完后, 楚巡无视柳家众人故作镇定又忐忑不安的表情, 直接把视频发给了玉兔, 让他直接发给一号首长, 想看吗? 楚巡晃晃手机, 对柳家众人说道, 有人好奇, 有人担忧, 有人不屑一顾, 楚巡, 少在这里装神弄鬼, 就算你胁迫解飞说出什么, 对我柳家不利的事情, 只要我们站出来澄清, 加上媒体, 为我柳家平反,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偷鸡不成十八米, 柳白峰努力想表现出不懈的样子, 可惜他半张脸塌陷, 做什么表情都看着很瘆人, 别把民众当傻子, 你柳家这么多年, 活在仙辈的光环中而沾沾自喜, 形势阴险毒辣, 丧尽天良, 不管是国家还是民众, 他感激的只是你们柳家仙辈, 而非你们这群社会的蛀虫, 楚寻讥讽道, 哼, 就算你说破大天去, 我柳家依旧是国之洞梁, 莫人会相信你的鬼话, 柳自在阴着老脸道, 楚寻淡淡地的瞥了他一眼, 神色没起, 丝毫涟漪漪, 莫然道, 其实, 只要一号手长信就行了, 随着楚寻的话, 柳家一众人的脸色骤变, 你们说一号手长会信吗? 楚寻淡淡地问道, 随着他的话, 整齐华裔的脚步声游远极近, 无数鹤枪实弹的战士冲了进来, 柳家嫡系成员保镖全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领军的是熟人, 徐薇, 曾在风铃山跟楚寻打过交道, 楚将军, 我们奉禀前来保护你, 徐薇上前趴得进个军礼, 眼神炙热, 满是崇拜, 楚寻点头, 回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楚寻性子冷清, 其实按照军衔, 应该是楚寻先向徐薇敬礼, 想再去反过来了, 徐薇对此也没有意义, 以楚寻的手段做什么都不过分, 你们是那部分的? 我是柳白泽中将, 你们好大的胆子, 可知这里是什么地方, 敢随便乱闯, 想造反吗? 柳家嫡系中一个魁梧的男子, 愤怒的大吼, 楚寻皱眉, 这柳家的人自大惯了, 动则就给别人乱扣帽子, 我看造反的是你们吧? 我是徐薇中将, 有时跟我说, 徐薇上前道, 柳白泽上前, 敬礼, 按耐中怒气道, 徐中将, 为什么带兵擅闯我柳家? 柳白泽可不是楚寻, 徐薇自然不会那么客气, 大咧咧地撇嘴道, 柳家通敌卖国, 视为叛国者, 我等奉命监管, 有楚少将亲自调查, 请你们配合。 柳白泽差点抡拳头, 让楚寻调查, 那不是把鱼交给猫看管吗? 他们岂能有命在? 你们奉谁的命令? 柳自在上前, 立声问道, 徐薇挺胸收复, 傲然道, 奉一号首长之命, 前来协助楚少将, 调查你们柳家叛国之事。 柳自在脸色猛得惨白, 虽然他多少猜到些, 没想到一号首长, 真的要动他们柳家。 其实, 柳自在心里跟明镜似的, 柳家这些年, 的确做事的确有些出格, 国会上多次影响一号首长推行国政, 他早提醒过柳白峰等人, 可没人当回事。 我不信, 我要亲自问一号首长。 柳白峰也慌了, 牵扯到一号首长, 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号首长很忙, 没空打理你。 徐薇斜眼, 一脸鄙视, 道, 不过一号首长还是很仁慈的, 会给你们辩解的机会, 只要能你们解释清楚这个视频, 我们定会还你柳家一个公道。 徐薇一挥手, 有士兵拿来平板电脑, 他点开一段视频, 让士兵抱着平板, 好让柳家的人都能看到。 画面一闪, 柳谢飞出现, 连楚循都有些惊愕, 此时的柳谢飞坐在宽敞的房间里, 面色白净, 西装革履, 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光可见人。 尊敬的各位中央领导人, 我叫柳谢飞, 来自京城柳家, 我的父亲叫柳白山, 爷爷叫柳自在, 大伯柳白峰, 柳谢飞将柳家重要成员挨个介绍了一遍。 然后, 顿了顿, 继续道, 我现在要检举, 我要大意灭清, 我要举报柳家, 他们行事丧尽天良, 草菅人命, 依仗父辈光环, 是法律为儿戏。 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 他们竟然通敌卖国, 勾结敌扣, 贩卖情报, 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他们罪恶实在是庆祝难输。 柳谢飞满脸痛苦, 却说得慷慨激昂, 楚勋嘴角微扬, 陈汉龙办事的确稳妥。 就在大家以为柳谢飞已经说完的时候, 结果他继续说了起来。 大家还记得几个月前那场截击事件吧? 楚勋楚将军单枪匹马闯入敌营, 以勇猛无敌之姿态面对敌扣, 仰我华夏军威, 震惊事件。 如此事件, 当时我虽然不在现场, 但通过直播也是热血沸腾, 恨不得随楚将军一起杀敌。 楚将军是英雄, 他强大, 英勇, 善良, 爱人民, 可就是这样一个英雄, 却遭到柳家嫉恨。 柳家柳白峰有义子, 名柳向儒, 是个不学无数的废物, 只知道吃喝嫖赌。 当时军中有少将一直空缺, 柳白峰本想让他那个废物儿子坐上少将的位置, 可没想到中央最终决定将少将的军衔颁给楚巡, 这就引得柳家大为不满, 他们心胸狭隘, 杜贤疾能, 决定害死楚将军。 柳家之人十分恶毒, 他们想到一招, 为了拉我下水, 逼迫我联系跟他们多次有过合作的金狼拥兵团, 让他们劫持飞机, 苍天饶过谁? 他们恶毒的计划失败了, 得幸运之神眷顾的楚将军安然无恙。 他们虽然是我的亲人, 但我爱我的祖国, 爱我脚下的土地, 爱华夏的空气和一切, 我崇敬华夏有楚将军这样为人民不顾生死的英雄, 我绝对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 虽然我曾受他们逼迫, 害过楚将军, 但我愿意受法律制裁, 就算是死, 我也要死在华夏的土地上。 受柳家压迫的人们, 站起来吧, 不用害怕, 他到最后则是站起来, 挥舞着双拳, 大胜咆哮着柳家的罪行。 楚巡都有些发愣, 如果不是了解视频的出处, 他都要被柳谢飞这番话感染了。 徐薇连同一群士兵怒视柳家众人, 杀气腾腾, 他们可不知道视频中的柳谢飞是被胁迫的, 都受到了那种激愤的影响, 他们是军人, 最讨厌的就是卖国贼。 完了, 完了, 柳子在嘴里, 呢喃着瘫倒在地。 柳家其他人, 害得面无人色, 眼神呆滞, 如丧烤笔。 徐将军, 这里就交给你了, 在我回来之前, 派人把守这里, 一只苍蝇也不能飞出去。 若他们有人妄动, 杀无射。 切国者, 朱。 楚巡道。 放心, 这里交给我。 他环视一周, 朗声道, 切国者, 朱。 切国者, 朱。 数千士兵齐声大喊, 气冲消汗。 一百四。 楚巡踏出柳家, 青龙迎上来告诉他一号首长在等他。 这次去的地方不是那个斑驳小巷, 而是那片红瓦白墙的院子, 那个象征着华夏最高权力机构的地方。 那朱鸡大门, 酒牌新丁, 腾龙飞云, 精致壁画, 都展现着这里曾经无与伦比的美丽跟辉煌。 车子开不进去, 只能不行, 楚巡无所谓, 闲听信步踩着青石小鹿, 姿态悠闲。 青龙跟在楚巡身后, 注视着楚巡的背影, 这是一个无法以常理来衡量的男人, 耀眼如骄羊。 他想起初次见楚巡, 他屠杀了整个十二星座, 压得他生不出一点反抗之心。 青龙明白, 有些人注定一生不凡。 若是楚巡知道青龙的想法, 一定会很认真地告诉他, 如果可以, 他宁愿一切都没发生, 因为这条路他走得太辛苦了。 此时正值秋末四周花木凋零, 一片萧涩, 就算这华夏最高权力机构, 也奈何不了自然的力量。 一号首长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楚巡, 能进这里的都是一方诸侯, 楚巡却是个例外。 空气中弥漫着木香味, 整个办公室一百多平方, 红砖铺地, 古香古色, 装修也极其简单。 说白了, 就算那些中小型企业老板的办公室, 也比这里豪华阔洁, 估计没人会想到, 许多国制政策就是从这里出去的。 请坐。 一号首长亲自泡茶, 色泽斑斓的茶具显得有些艳俗, 但这却是曾经的某位帝王的专用茶具, 放到现在也是价值连城。 茶气鸟鸟, 一号首长通过薄薄的雾气看着楚巡, 目光中有毫不掩饰的欣赏之意。 柳家, 传承虽然才短短百年, 但其在祖辈光辉中快速崛起, 这些年已经开始插手国政, 让他忌惮, 却也无可奈何。 可楚巡, 短短一天, 就让辉煌的柳家从云端跌落凡尘, 即将落入地狱。 这幅画不错。 楚巡盯着办公桌后面的墙上, 悬挂的猛虎徒, 脚踏巨石, 虎啸震山林, 王者姿态悦然指上, 霸气震心魂。 一号首长愣了一下, 随着笑道, 你喜欢啊, 送给你。 好。 楚巡落座, 是一手在门口的青龙进来。 待青龙进来, 楚巡笑问, 青龙, 你觉得这幅猛虎笑天图如何? 青龙微正, 然后回首, 看向那幅猛虎徒。 楚巡端起茶杯, 轻敏一口, 另一手轻弹, 一道轮回丝迸发, 无声无息地没入那幅猛虎徒, 整张猛虎徒却荡漾起细微的涟漪, 眨眼即逝, 仿佛没有出现过。 好茶, 贪污受惠来的吧? 楚巡笑颜, 一号首长嘴里的茶水差点喷出去, 他没想到楚巡竟也会开玩笑。 这是云雾山的云雾茶, 产量稀少, 有一颗石巾的说法, 纸内供, 外面买不到的, 你要喜欢, 有的时候带点。 一号首长倒也实诚, 没说场面话, 因为他知道在楚巡面前还是不要玩花样, 这个青年太妖妞。 楚巡轻笑, 我怎么感觉我跟强盗似的? 若你能医好我的老师, 我这里的东西你随便拿。 一号首长半开玩笑地说道, 楚巡却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我说能医好, 那就一定能, 只是暂时还缺一味药。 什么药? 我派人去找。 一号首长道, 楚巡说过他的老师没多长时间了。 雷姬木。 楚巡道, 嗯, 那是什么? 一号首长一脸猛逼, 雷姬木他都没听说过。 雷姬木被雷姬过之后存活下来的树, 这种树含有一丝活力, 十分难寻。 哪里可以找到? 不知道。 楚巡回答得很干脆, 一号首长嘴角抽搐了一下, 他觉得跟楚巡说话容易胃疼, 接着说道, 我这就派人去找。 楚巡摇头道, 雷姬木可遇而不可求, 普通人见到也不一定认识, 恐怕只有武道界那些宗门才有。 你是不是大概知道哪里有? 一号首长稀计地问道, 不知道, 但我应该可以找到, 就先去金刀门走一趟吧。 楚巡淡淡地说道, 一号首长却是眼皮直跳, 脸色有些不自然。 金刀门前段时间在乾隆山围攻过楚巡的女人, 大家都以为这是已经过去了, 毕竟那些人都被楚巡给杀了。 现在看来, 世人对楚巡还是不够了解, 最起码他很记仇。 金刀门要完了, 一号首长这样想, 若是金刀门没有雷姬木, 你是不是就打算去无极门, 亦或者独王谷等地寻找。 楚巡看向他, 嘴角微扬, 轻笑道, 看来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 一号首长忍不住翻个白眼, 这根本不需要默契, 而是了解。 楚恨人, 楚魔王的名字不是白叫的, 不过, 他没什么意见, 他是世俗界的帝王, 武道界向来没把世俗界的人放在眼里, 就算他这个异国之首也一样。 武道界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受官府机构待见的。 唉, 武道界又要先起一场腥风血雨了, 一号首长忍不住在心里幸灾乐祸了一番。 楚巡古怪地看着他, 他的感觉敏锐地可怕, 能清楚地感觉到一号首长的变化。 感情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鸟, 不过自古帝王有几个心思手软的。 一号首长正于开口, 正在观化的青龙突然亮腔着倒退几步, 前心后背的衣服湿透, 额头满是痘大的汗珠, 头发湿漉漉的, 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 他大口喘着粗气, 脸色惊惧。 你怎么了? 一号首长满脸惊奇, 这看个画怎摇成了这副德行? 楚巡却玩味地看着他, 道, 看到了, 看来先生早就知道了, 青龙脸上聚色还未消散。 楚巡微微汗手, 道, 这是虎沙, 你们在说什么呢? 一号首长好奇, 你想知道, 楚巡揶余地看着他, 一号首长看楚巡的表情, 心里不由得一阵发毛, 急忙摇头拒绝,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手长, 这幅画挂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青龙问, 他也是宗师, 面对一号首长, 他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有小半年了, 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 一号首长盯着画, 好奇地看了半天, 什么也没看出来。 青龙也是满脸狐疑, 看向楚巡公生询问, 先生, 为什么首长看不到? 因为他只是普通人, 所以看不到。 楚巡淡莫道, 什么我看不到? 一号首长不满, 这两人神神叨叨地说什么呢? 首长, 这幅画有大问题。 青龙说, 什么问题? 哪里画错了吗? 一号首长好奇, 我也不知道。 青龙挠挠头, 尴尬道, 一号首长一阵无语, 他扭头看向楚巡, 问, 这话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 就是有几处画错了。 楚巡道, 一号首长嫌逆他, 没好气地嘟囔道,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搞得紧张兮兮的, 不就是画错了吗? 楚巡看着他, 露出一抹诡诀的笑意, 悠悠道, 说得没错, 是没什么大不了, 不就是你在, 只能活半年了吗? 就是, 你说什么? 一号首长眼珠子猛的一股, 疼得蹦了起来, 书有群号, 660-865-136, 刚见的群, 急需人气, 欢迎各位喜欢本书的老铁加入, 一起来嗨, 一百四, 楚巡说一号首长, 只有半年的生命了, 不止一号首长梦了, 青龙也是, 惊得瞠目结舌, 他们当然不会怀疑, 这话的真实性, 因为楚巡向来不是信口开河的人, 到底怎么回事, 不愧是一国之首, 见惯了大风大浪, 很快便控制住情绪, 你们仔细看这只虎的四爪, 楚巡指着画中猛虎道, 一号首长和青龙听闻, 仔细观看, 最后都疑惑得摇摇头, 没什么特别的, 你们没看到他的四爪, 被一道白线束缚住了吗? 楚巡说, 两人再次观看, 终于看到楚巡说的那道白线, 这有什么问题吗? 一号首长不解, 一幅画有点瑕疵太正常了, 楚巡眉稍微挑, 然后从储物指环中, 拿出几块玉捏在手中, 单手结印, 仰手间几块玉石分不同的方向被打出, 起, 楚巡一直点出, 嗡, 四道遮天光幕凭空闪现, 将整个房间包裹在内, 楚巡并指凌空书写, 一个古朴复杂的图案在半空形成, 一号首长和青龙看得目瞪口呆, 楚巡深指一点, 半空的图案顿时金光赤胜, 朝着猛虎图飞去, 最后竟直接没入画中, 那副猛虎图竟动了, 荡起阵阵涟, 如同平静的湖面, 投下一颗石子斑, 好, 虎啸镇山林, 王者之气扑面而来, 一声幕吼, 镇的地面颤抖, 一号首长目瞪口呆, 身在异国之帝王, 他见识不凡, 但此等怪异的事, 他也生平第一次见, 青龙也如活剑鬼般, 眼睛都直了, 难以置信, 那只虎活了, 竟从画中走出, 足有三米长的身躯, 如同一座小山, 虎目星红泛着黑气, 阔嘴獠牙, 异常争鸣, 巨虎走动间哗啦啦响, 他的四爪上, 各有一道质同手臂粗细的白色铁链, 向秘银锁住, 呼, 巨虎呼吸间, 鼻孔窜出两道黑气喷在地面, 竟将地面俯视出两个拳头大小的洞, 青龙汗毛倒树, 脚下不着痕迹地退了几步, 跟楚巡并排, 好, 唬哮声中满是力气, 杀意滔天, 他脚下一蹬便朝着楚巡的方向扑来, 在半空中张开血盆大口, 腥气扑面, 一号手掌毕竟只是普通人, 吓得差点瘫倒, 青龙后背发寒, 内息不自觉地运转起来, 楚巡却神色自若, 猛虎扑到距离楚巡不足十公分时, 锁住他四爪的铁链猛的崩直, 让他无法前进嘶吼, 碰, 猛虎坠地, 地面的红砖都被踩得裂开, 昂首怒吼, 煞气骇人, 一号手掌脸色发白, 想到他天天背对着如此可怕的怪物, 腿肚子就一阵抽筋, 好, 虎啸乍响, 震耳发聩, 猛虎转身, 巨尾横扫, 带起嘶嘶破空声, 楚巡拉着青龙和一号手掌后退一步, 刚好躲开, 咔嚓, 一号手掌巨大的红木办公桌被虎尾扫中, 直接四分五裂, 虎主杀伐, 凶性很重, 他见伤不到楚巡三人, 顿时狂性大发, 怒吼着将周围能毁的东西全毁掉, 楚巡皱眉, 好凶的虎煞, 我知道你冤, 我可以还你自由, 送你去轮回, 楚巡对猛虎道, 猛虎转身, 新红的双眼盯着楚巡, 发出低沉的吼声, 鼻孔黑气吞吐不休, 将地面不时地俯视出一个个拳头大小的洞, 我先给你自由, 楚巡屈指一弹, 轮回丝迸发而出, 叮叮当当, 火花四剑, 锁住猛虎四爪的银白色链子, 硬声而断, 链子断裂后直接化作四道符纸腾空, 最后化为灰烬, 修盗者的手段, 楚巡眉稍微调, 好, 银白链子断裂后, 猛虎低吼, 然后凶猛一扑, 张开血盆大口咬向楚巡, 触上, 楚巡冷哼, 挥手一道白色皮链席卷, 直接将猛虎撞飞出去, 猛虎落地翻滚了几圈站起来, 低沉的怒吼, 然后竟再次扑向楚巡, 还挽大小的爪子带着寒光, 直接抓向楚巡的脖子, 楚巡冷哼, 然后仰手, 猛虎再次被击飞出去, 哄, 猛虎小山般的身躯撞上墙壁, 只见光木五彩流转, 直接将它震落, 你若再敢露出獠牙, 可别怪我, 楚巡怒道, 好, 猛虎大吼, 然后地面红砖爆开, 他第三次窜向楚巡, 你自己做死, 别怪我, 楚巡也怒了, 手捏拳硬冲了出去, 举拳变轰, 拳锋如雷霆滚动, 砰, 猛虎惨叫, 小山大小的身子直接在半空爆开, 化作黑气消散, 啊, 青龙和一号手掌眼睛鼓得像青蛙, 如此恐怖的怪兽, 就这样被楚巡一拳打爆了, 楚巡叹息, 摇摇头, 然后撤掉布置在房间周围的法阵, 一号手掌和青龙感觉眼前一花, 然后两人一脸猛逼, 刚才他们是在做梦吗? 办公室的一切都没变, 地面也没有被黑气腐蚀出的洞, 办公桌也完好无损, 可当他们看向那幅猛虎图时, 两人差点蹦起来, 话还在, 可画中的猛虎却消失了, 只留空白, 前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青龙吞口口水, 这件事太离奇了, 简直颠覆了他以往的认知, 一号手掌也是满脸好奇, 刚才你们看到的是虎煞, 画中的猛虎并非画上去, 而是有人屠杀老虎后, 以邪恶手段封住他的神魂, 硬生生将他封印在画中, 这只虎无辜枯枉死, 怨念很重, 久而久之, 怨念变成了煞气, 楚勋道, 这只老虎死的冤枉, 楚勋本想送他轮回, 谁知他已经迷失心智, 最后他也只能痛下杀手, 一号手掌和青龙满脸震惊, 若不是楚勋讲, 他们根本想不到, 世上还有如此离奇的事情, 前辈, 您破了虎煞, 手掌现在没事了吧? 青龙问, 之前楚勋说过, 手掌只有半年好活了, 然后拍拍一号手掌的肩膀, 回头你去古江市, 找一个叫陈汉龙的人, 向他购买几瓶仙灵叶元叶, 服用后可补回你被煞气侵蚀的洋气, 而且可保你长命百岁, 一号手掌认真的点头, 事关小命, 马虎不得, 青龙神色古怪, 突然有些可怜一号手掌, 站在世俗界的金字塔顶端, 那个位置太高, 有些是根本传不上去, 比如陈汉龙就是楚勋的人, 而且, 他还想到一件事, 当初他们国安街道红头加密文件, 内容要求夺取仙灵叶配方, 上面有一号手掌的亲笔签名, 可现在看来, 一号手掌压根不知道仙灵叶, 那么, 有人竟敢冒充一号手掌, 青龙惊出一声冷汗, 这太可怕了, 这是太严重, 他得跟师父请示, 然后尽快着手调查, 楚勋看着画中空白处, 摇摇头道, 真是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 然后, 他看向一号手掌, 也遇到, 后面可以找人在空白处再画一只老虎, 记住, 一定要画母的, 一边玩去, 一号手掌羞怒, 大步走过去将墙上的画丝的粉碎, 他发誓以后再也不怪有关老虎的画了, 手掌, 这幅画你哪来的? 青龙问, 一号手掌微冷, 然后眼神逐渐变冷, 与带杀气道, 柳家柳自在送的, 当初他见这幅画虽不是名家手笔, 但却霸气绝伦, 很是喜欢, 这才挂在办公室中, 没想到差点害死他, 楚巡也微微错愕, 真是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柳家, 带我从天道宗归来, 再亲手将你们打进地狱, 一百, 青龙得知楚巡要去荆刀门, 心里按惊, 替荆刀门默哀三秒, 招惹谁不好, 偏偏招惹这个狠人, 真是, 有些开心, 这些混蛋平时藐视法律, 欺凌世俗界的普通人, 早就该有人收拾他们了, 所以, 他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青龙惊愕, 然后很开心地向楚巡推荐了一位引路人, 玉兔, 玉兔精通电脑, 查找荆刀门的方位, 只是分分钟的事, 楚巡同意, 若真是这样, 玉兔的确是个好帮手, 青龙打电话给玉兔, 告知楚巡需要他帮忙的事, 若要说玉兔最崇拜谁, 那必是楚巡无疑, 所以, 根本没什么好考虑的, 一口答应, 大概等了半个小时, 玉兔到了, 他穿了一身粉红色运动装, 衬托的原本就白皙的肌肤, 更加白嫩, 背着一个兔子形状的背包, 小脸红扑扑的, 头上的假兔子耳朵晃动, 配合他圆圆的眼睛, 看上去很是可爱, 前辈, 玉兔窃切切地跟出打招呼, 当得知要跟楚巡去寻找金刀门的时候, 他高兴地差点晕过去, 楚巡轻笑, 然后问, 你能确保找到金刀门的准确位置吗? 玉兔点点头, 然后拿出一张图纸, 杨奇可爱的小脸, 献宝似的说, 这是我来之前查到的, 上面标记的就是金刀门的位置, 楚巡展开图纸, 上面标记得非常清楚, 连一些阳长小道都有标记, 金刀门的位置太别清楚, 有了这张地图, 小孩子都能轻易找到金刀门的位置, 其他门派的位置可以查到吗? 楚巡问, 玉兔点头, 那你查一下无极门, 然后打印出来, 一号手掌命人取来打印机, 不得不说, 玉兔真的很厉害, 前后五分钟而已, 无极门的位置跃然于纸上, 独王谷, 楚巡道, 五分钟后, 独王谷定位成功, 无影踪, 罗汉门, 阴鬼踪, 楚巡一口气将那天围攻乾隆山的所有门派都说了出来, 一个个宗门的位置在玉兔的敲击键盘的御手下, 全被精准定位, 楚巡将这打印好的图纸放进储物纸环, 然后对玉兔笑道, 谢谢你, 等我回来请你吃饭, 说完, 他转身离开, 一扁, 眼睛变成了红宝石, 眼泪跟金豆子似的巴达巴达往下掉, 青龙跟一号手掌相顾无言, 楚巡太奸诈, 玉兔太单纯, 两人这样想, 可这时玉兔突然止住眼泪, 小语转情, 轻轻笑开了, 一号手掌和青龙再次相顾, 都有些担心, 小肚子, 没事吧? 青龙问, 我没事啊, 玉兔歪着脑袋道, 刚才楚巡对他传音, 因为此行太危险, 所以让他留下, 他单纯, 很容易满足, 楚巡的关心, 就能让他笑叶如花, 玉兔没事了, 一号手掌跟青龙却一脸猛逼, 杨庆市, 开元县, 洛英山, 金刀门就隐藏在洛英山上, 洛英山海拔不高, 但很是雄伟, 说是山, 更像一条宽阔无际的横岭, 山上地势高低起伏较大, 千年老树, 灌木丛生, 林中毒蛇数以极多, 此时, 楚巡就站在洛英山下, 他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才赶到这里, 下一刻, 他一头钻进这深山老林, 林中幽暗, 弥漫着腐烂的味道, 地上落叶厚达一米左右, 一脚踩下, 可没至腿根处, 楚巡脚下白光微闪, 人如柳絮, 脚尖轻点就飘出去好几米, 救, 不知名的鸟鸣叫, 声音在这幽静的深山老林中, 异常刺耳, 令人起鸡皮疙瘩, 楚巡神色不变, 一路前行, 刷, 一道巨大的身影从树梢扑向楚巡, 腥臭味扑面而来, 楚巡并止如刀, 凌空划过, 一道如刀刃般白芒蹦发, 扑, 漫天血雨, 偷袭楚巡的巨大影子被白芒斩断, 轰然落地, 那是一条海腕粗细的蟒蛇, 被楚巡斩为两劫, 此时还没死去, 在地上扭动, 楚巡不由地想起九幽, 他看着手腕上的七彩手环, 九幽还在沉睡中, 等他醒来的时候, 肯定会变得很强大, 继续深入, 前面突然腾起浓厚的绿雾, 那是林中瘴气, 吸入可令人陷入幻觉, 而不可自拔, 很是可怕, 可楚巡静止从绿雾中穿了过去, 毫发无损, 哗, 楚巡脚下的小泥潭突然爆开, 泥水四溅, 一张满是交错獠牙的大嘴猛地咬向楚巡的双腿, 快若闪电, 楚巡抬脚, 然后猛地踩下, 咔嚓, 那张可怖的大嘴直接被踩遍形, 满嘴交错的獠牙四下崩飞, 这时一只足有五米长的巨鳄, 每颗牙齿足有五公分, 若是被他咬一口, 后果不堪设想, 这只巨鳄的咬合力可以媲美绞肉机, 第二角落下, 泼, 血水四溅, 巨大的脑袋直接爆开, 这只可以媲美绞肉机的巨鳄, 就这样被楚巡两脚踩死了, 楚巡血不沾一, 脚步不停, 一只巴掌大小的青蛙, 色泽艳红, 十分美丽, 可他张嘴吐出的毒液, 竟能瞬间将石头腐蚀出一个洞, 还有半米长的巫龙, 全身赤红, 张嘴喷出毒气, 锁过之处树木枯死, 花草枯黄, 地面焦黑, 很是可怕, 这千年深山老林里面, 可谓是光怪陆离, 很多外面绝种的生物, 这里都能看到, 金刀门竟在这里安身立命, 却也有不凡之处, 怪不得政府机构不喜欢武道界, 这些人住的这地方太过危险, 他们犯了是往这里一躲, 鬼才找得到, 哗, 响彻山林的狼叫声, 此起彼伏, 楚勋眉毛微挑, 看着周围将他围住的几十头巨狼, 尖嘴獠牙, 目光幽冷, 体型跟牛犊子有的一拼, 这么大的狼外面根本看不到, 现在动物园的狼还没有太日天大, 而且野性全无, 楚勋结印, 然后抬手, 压下, 一只巨大的手印从虚空浮现, 然后带着雷霆之力拍下, 但却没有伤到一只狼, 狼群受到惊吓, 四散逃离, 眨眼跑得惊光, 楚勋没下狠手, 他不想子孙后代以后觉得, 狼, 就像泰迪那么大, 像猫咪一样温顺, 吓退狼群, 楚勋脚步不停, 可走出不到百米, 他再次遇到了麻烦, 一颗两人合抱粗细的巨大石人树, 根筋如长鞭, 异火如镖枪, 千百条树枝挥洞, 如群魔乱舞, 那些枝条很是可怕, 轻易将方桌大小的巨石, 击成碎块, 还有那些根筋, 从地底猛地窜出, 令人防不胜防, 这次楚勋没有留守, 成千上万道轮回丝, 直接将石人树绞成了碎片, 连树根都被绞碎, 直至深入千米, 眼前豁然开朗, 这是一片平原, 地势平坦, 足有上万平方, 千米之外, 一片巨大的建筑群, 楚勋眼神微眯, 嘴角掀起一抹无情, 那片建筑群前有块微额巨石, 上面刻有三个气势磅礴的流经大字, 金刀门, 公布一下群聊号, 660-865-136, 群刚剑, 人虽少, 但却有魅指, 有魅指, 有魅指, 重要的是要无限循环来说, 欢迎各位加入, 150, 楚勋迈步, 每一步迈出便是十几米, 速度快的骇人, 急速朝着金刀门接近, 他没有刻意隐藏行踪, 但速度太快, 直至那块刻着金刀门三个大字的巨石前十, 才被人发现, 什么人? 两个身穿静装, 手握长刀的男子质问, 楚勋前来拜访, 声音以真缘催发, 如汗雷滚动, 响彻半空, 震得两个手握长刀的男子, 双眼一翻, 昏死过去, 建筑群多为木质, 在楚勋的如惊雷般的吼声中, 瑟瑟颤抖, 金刀门最大的主厅, 只有长老级的人才允许进入, 主座高设, 主已是真正的黄花梨制作, 上面铺着一张虎皮, 跟绸缎子似的, 一个身材壮硕, 颇具威严的男子端坐骑上, 意气风发地看向下面个长老, 他便是金刀门门主, 严松, 门主, 据我们的情报, 楚勋竟然敢大包天, 杀了天道宗的长老, 而且还要亲自登门拜访, 这人留着一缕山羊湖, 身材消瘦, 说话间双眼带着阵阵金光, 这人便是金刀门副门主, 千雷当初收到雄泰的球员电话, 他便带人马不停蹄地赶往乾隆山, 可当他赶到的时候, 亲眼目睹了楚勋和江的那场旷世大战, 吓得他头也不回地狼狈逃回金刀门, 夜夜噩梦, 天道宗, 严松目光闪烁, 稍微坐起身, 幸灾乐祸道, 天道宗乃是一流门派, 其势力庞大无法想象, 楚勋只是一人, 他是去找死吗? 谁说不是呢? 这小子最近名声大噪, 估计是极度膨胀, 连天道宗都敢惹, 真是不知死活, 一位长老戏虐道, 楚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崛起, 绝对是有大气欲, 看来传闻他得到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的消息是真的, 真是走了狗屎运, 有人酸溜溜地说道, 听说他得了一个什么狠人, 魔王的称号, 屠杀先天后天, 武者算什么本事? 真是恬不知耻, 闭嘴, 千雷突然低吼, 众人惊愕, 但却没人敢发出质疑声, 千雷虽然只是副门主, 但他同时也是荆刀门的智囊, 城府很深, 被他因死的人数以百计, 再说, 荆刀门能在两三年内从三流势力提升到二流, 千雷功不可没, 从某些方面来讲, 他比严嵩更有威望, 严嵩看向千雷, 眼神带着询问, 门主, 楚勋绝对是个厉害角色, 不可小觑, 他转身看向那个说楚勋只会屠杀先天后天武者的长老, 讥讽道, 你当真以为楚勋狠人, 魔王的名号是轻易得来的吗? 死在他手上的宗师比你见过的都要多, 井底之蛙, 莫要胡言, 免得一笑大方。 这个长老老脸猛的杖红, 心里却猛的一突, 他相信千雷不会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人威风的, 那么, 他说的都是真的。 如此看来, 这个楚勋当真恐怖, 一群人沉默, 气氛有些凝固。 好了, 楚勋再厉害也是人, 有什么可怕的? 再说, 我们金刀门地处偏僻, 就算他要算账, 也不一定能找到门路。 另外, 我们距离京城最远, 楚勋不会蠢到舍尽求远来找我们的麻烦。 就算他来, 我严嵩也不见得会弱于他。 严嵩的话刚落, 就听到如汉雷滚动的声音。 楚勋前来登门拜访, 声音凝聚, 久久不散, 想听不到都难。 严嵩经的下巴差点脱臼, 千雷正妈撒他那一缕山羊胡子, 结果手一哆嗦, 直接拽下来几根, 疼得脸皮抽搐。 其他一众长老全都傻眼了, 要不要这么邪性, 说楚勋, 楚勋就到。 这比传闻中跑得最快的曹操还快啊。 人的名术的影, 试问在五道界, 现在谁不知道楚勋的名字。 想到楚勋的恶名, 还有他之前土鬼王门, 乾隆山灭群雄, 这一桩桩, 一件件, 血淋淋的前车之剑, 让金刀门击败弟子, 彻底慌乱。 楚肯人来了, 他来屠山了, 有人颤声道, 楚魔王来了, 我们死定了, 都怪熊他那个白痴, 惹谁不好, 偏偏惹楚勋, 他现在找上门了, 我们死定了, 我不想死。 这些弟子大多都是先天后天, 此时惊慌失措。 本来守着金刀门大门的几名弟子, 听到楚勋的名字, 腿肚子都在抽筋, 也顾不上管门了, 疯狗似的扭头就跑, 有人扔掉长刀, 双手护着脑袋, 生怕楚勋摘了他们的头颅。 金刀门主听的气氛有些尴尬, 因为刚刚言松还在信誓旦旦地说楚寻找不到金刀门, 就算找到也没什么可怕, 可这位狠人好像转为打脸而生的, 这不, 言松话音还没落, 他那边就登门了,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打脸吗? 言松嘴角抽搐, 眼底怒气在凝聚, 现在怎么办? 有长老问, 我去斩他。 言松眼神冷冽, 取过一旁刀架上近三米的金色扩刀, 挥动尖角的空气暴明, 威势恐怖。 门主, 别冲动, 有长老劝阻, 先听听副门主有什么办法。 千雷眉头紧锁, 楚寻来得太突然, 他曾观察过楚寻战斗, 但却无法感应到楚寻具体修为, 这让他很被动, 一时拿捏不准该怎么办。 言松不耐烦, 冷哼道, 不就一个楚寻吗? 有何可怕? 大家一直以来都只是听闻他的凶残, 其实道听途说未必是真, 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 再厉害也只不过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娃娃, 我们这么多人还能处他不成, 其他人看向千雷, 千雷沉吟半响, 一咬牙, 眼神阴狠, 道, 就按门主说的, 我们出去挥挥这个楚寻, 若他真敢造次, 不需要门主动手, 我们的金刀阵好久都没逝血了, 听闻金刀阵众人明显心神大定, 走, 言松挥手, 一群人浩浩荡荡赶往门口, 楚寻淡漠地看着对面那群严阵一带, 毕竟楚寻年轻俊美的有些不像话, 其他人也在打量楚寻, 这跟他们脑海中杜撞的那个青嘴獠牙, 眼似同龄, 身高三丈的楚魔王太不相符, 这完全就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啊? 难道, 这是个假楚寻? 你是? 楚寻邪逆, 目光寡淡, 在下金刀门门主, 言松, 楚寻表情淡淡, 没有丝毫回应, 好像对他没有一点兴趣, 言松顿时气得眉毛倒数, 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没上过学? 老师没教过你说话, 要有问有答吗? 有来言有去语吗? 你问我, 我回答了, 你又不理我是几个意思, 藐视我呢? 还是在装逼呢?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有情人就庆祝, 没情人就挺住, 不要看朋友圈, 要是忍不住看了, 那就奉劝那些, 晒钱, 巧克力, 鲜花, 名表, 名车的人, 有本事, 有能耐, 你晒情人啊, 整不好就有重样的, 150, 楚寻, 你来我禁刀门, 到底有什么事? 言松性格暴躁, 加上楚寻的态度令他很不爽, 所以语气并不是很客气, 楚寻从那快刻有金刀门三个字的句实上移开目光, 邪逆他, 但莫道, 只是想问金刀门借点东西, 不借, 言松想也不想, 一口回绝, 冷笑道, 姓楚的, 别在这里装模作样, 不管你借什么都是两字, 没有, 楚寻看着他, 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 我还没说借什么呢? 不管你借什么都没有, 就算有, 也不会借给你, 言松语气张狂, 像是根本没把楚寻看在眼里, 烫在肩膀上三米长的金色扩刀落地, 砰的一声, 地面岩石裂开, 可见金刀众的离谱, 楚寻眼神微眯, 脸色不屑, 言松愤怒, 郑玉开口却被千雷按住, 千雷对着楚寻摇摇失礼, 道, 九阳楚兄大名, 在下千雷, 金刀门副门主, 请问楚兄想要借什么东西? 你能做主吗? 楚寻问, 千雷脸色微僵, 这话问得极其打脸, 心中虽怒, 但他还是保持着笑脸, 道, 楚兄说出来若是寻常之物, 在下还是可以做主的, 楚寻淡漠道, 我需要的东西说了你们也不一定知道, 不如打开你们金刀门的宝库, 让我亲自挑选如何, 放屁, 言松怒了, 千雷也满脸愤懑, 金刀门的长老更是怒不可遏, 宝库是一个宗门的根本, 就连本门弟子都没资格进去, 岂能轻易向一个外人展示, 而且楚寻说得如此轻松, 根本就没把金刀门放在眼里, 否则也不会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 看你们的样子好像不太愿意, 楚寻目光寡淡地看着他们, 千雷嘴角擒着冷笑, 道, 楚兄不觉得这个要求太无理吗? 什么无理, 根本就是强盗所为, 有长老愤怒道, 姓楚的滚出洛英山, 这里不欢迎你, 有长老大侯, 别人怕你, 我金刀门却不将你放在眼里, 今日你若退走, 我们可以不追究你的无理之果, 不然, 定叫你知道我金刀门的厉害, 面对金刀门众人的叫嚣, 义愤填膺, 楚寻神太自若, 眼神始终寡淡, 见楚寻如此, 金刀门叫嚣的声音也渐渐小了, 楚兄, 你看这, 实在抱歉, 请回吧, 你的要求激怒了他们, 所以你要借的东西, 恕我无能为力, 请回吧, 麻烦你白跑一趟, 千雷虚伪地笑道, 没关系, 楚寻摇摇头, 轻声道, 金刀门的人面都不屑, 见楚寻如此回答, 都觉得楚寻怂了, 什么楚狠人, 楚魔王, 面对强势的金刀门, 还不是做了缩头乌龟, 当日, 你们登上乾隆山, 威逼我的家人, 想要夺取我的造化, 可惜最后全军覆没, 无一人生还, 这只能怪你们修为不济, 今日我前来, 好严肃说, 你们却多次羞辱于我, 既然你们不愿意见, 那我就亲自娶吧, 只是麻烦了点而已, 楚寻的话, 让金刀门的人呼吸一致, 表情凝固, 金刀门不灭, 难消我心头怒火, 楚寻面色淡漠, 生如寒霜, 目光盯着可有金刀门三个字的巨石, 然后化作流光掠出, 猛地挥出一拳, 拳风撕裂空气, 一道白色皮链从拳头迸发, 击中那块巨石, 碰, 如小山般的巨石轰然炸开, 被楚寻一拳轰碎, 碎快崩飞, 我要杀了你, 严嵩怒吼, 金刀门其他人的眼睛红了, 这块巨石传承几百年, 一直是金刀门的精神象征, 是一种荣耀, 今日却被楚寻一拳震碎, 待烟尘散尽, 所有人的视线都被一物吸引, 巨石炸裂的地方, 有一块拳头大小, 鲜红如血的石头, 散发出夺目的红光, 虽然不知这是何物, 但傻子都能想到, 这东西的不凡, 楚寻眼神发光, 身影掠过, 红色石块被他收进储物指环, 血灵石洗水伐精, 提升血液质量, 妙用无穷, 他早已感应到巨石中的血灵石, 故此才会击碎巨石, 楚寻, 给我交出来, 严嵩杀道, 三米长的金色扩刀横扫, 卷起凌厉的进风, 飞杀走石, 楚寻冷哼, 举拳变轰, 碰, 拳头狠狠地击中刀背, 发出沉闷的金属炸响声, 震耳欲聋, 净风激荡, 金刀竟被楚寻一拳击片, 楚寻倒退, 拉开距离, 目光森然, 这严嵩还真不可小觑, 修为最少也是七品宗师, 楚寻, 交出你拿到的东西, 否则今天别想离开这洛英山, 严嵩立鹤, 楚寻神色冷漠, 脚下炸裂, 仁义朝着严嵩奔去, 恐怖的速度, 带起地上落叶席卷腾空, 犹如一道土龙, 一拳轰出, 拳头之上针缘缭绕, 猛地轰出, 带起阵阵龙吟, 阵人行魄, 严嵩不甘示弱, 以内袭催动, 金刀鸣营, 刀气森森吞吐不休, 一脚跺地跃上半空, 朝着楚寻猛劈而下, 楚寻如流光从金刀下掠过, 森森刀气扑面, 他猛地一拳击出, 狠击刀背, 当, 刀气被震散, 金刀被击得偏离方向, 他从严嵩身边一闪而过, 而严嵩却一刀劈中地面, 轰的一声, 地面炸裂, 一道恐怖的裂痕蔓延出十多米, 啊, 严嵩一道劈空, 正在恼怒, 闻得身后传来惨叫, 带他回头, 身上杀意大圣, 楚寻, 我要活劈了你, 他怒吼, 楚寻的手离开一位长老的脖子, 这人步步干地倒下, 脖子无力地搭拉着, 他就是叫嚣, 让楚寻滚出若阴山的那位长老, 被声声扭断了脖子, 屈指轻弹, 一道轮回丝如白蛇游走于空, 奔向另一位长老, 快若闪电, 迅速地绕上对方的脖子, 这时, 楚寻脚下一洞出现在十几米外, 而严嵩的金刀狠狠地击中他, 刚才站立的地方, 将地面劈出一道好几米长的裂缝, 很是恐怖, 严嵩收刀, 满脸愤懑, 双眼冒火, 却见楚寻略带讥讽的眼神, 而后朝他伸出手, 弹开五指, 然后猛地攥紧, 还没等他弄明白, 只听扑的声响, 接着后脑一热, 他条件反射摸向后脑, 然后放在眼前, 只见满手鲜血, 心红而刺目, 他猛地转身, 刚好看到一具无头尸体倒下, 血液还在从断井处喷涌, 一颗头颅滚落在他脚下, 眼睛瞪得大大的, 像是不甘心自己就这么死了, 楚寻言松歇斯底里的嘶吼, 喊得撕心裂肺, 语气中的仇恨, 阴毒, 还有浓郁的杀意, 另闻着不寒而栗, 金刀门其他人, 也是双眼赤红地盯着楚寻, 脖子轻筋暴动, 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那模样像是恨不得拾其肉, 喝其血, 剥皮抽筋才解恨, 一百五, 金刀门群情激愤, 楚寻却神色淡漠, 目光寡淡, 竭金刀阵, 十几把金刀同时亮出, 阳光折射, 金光闪烁, 十分刺眼, 让楚寻的眼睛微眯, 金光交错千雷道, 十几把金刀舞动, 挽出无数刀花, 金光赤胜, 如强光灯暴闪, 眼前全是金光闪闪的刀影, 刺得楚寻眼睛紧闭, 刷, 一位长老跃起, 金刀鸣吟, 锋刃森寒, 朝着楚寻当头披下, 双眼紧闭的楚寻嘴角勾起一抹不屑, 神念早已笼罩这里, 对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 楚寻抬脚, 重重踩下, 蹦, 地面炸裂, 泥土纷飞, 半空中的长老视线被遮蔽, 挽个刀花, 将泥土荡开, 可当他荡开泥土的瞬间, 瞳孔猛然放大, 地面上的楚寻不见了, 紧接着他, 后脑声寒, 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只强有力的手按住他的后脑, 狠狠地灌向地面, 蹦, 这位长老, 以一个标准的倒栽葱姿势, 急速坠地, 上半身直接没入地底, 露在外面的双腿蹬了几下, 然后便没了动静, 那柄金刀坠落在他身边, 插入地面, 摇晃不止, 轻轻鸣鸣, 像是在祭奠主人, 其他人目自欲裂, 同时胆寒, 手里的动作不由得一致, 刀鸣, 牵雷嘶吼, 声音阴狠, 枪枪, 金刀相击, 金光闪闪, 发出怪异的音波, 这种声音直传神魂, 令人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就连楚勋都出现片刻恍惚, 只不过真元运转, 这种感觉顿时消失, 突然, 楚勋横溢出去, 哄, 他之前站立的地方, 地面炸裂, 土石崩飞, 火星四溅, 出现一道好几米长的恐怖刀痕, 有意思, 楚勋本觉得无趣, 现在却大感兴趣, 他本以为这只是音波弓之类的, 没想到却是御音术, 这算是术法的一种, 这种术法非常珍贵, 将声音凝聚成各种形态进行攻击, 这种攻击无声无影, 足够隐秘, 而且威力恐怖, 这时, 楚勋眉梢微条, 再次横一开去, 哄, 又一柄鹰刀斩在他站立的地方, 威势恐怖, 地面裂痕蔓延, 强强声更加急促, 楚勋如穿花蝴蝶般游走, 地面泥土崩飞, 刀痕满地, 楚勋心惊, 地球上竟有如此技法, 实在匪夷所思, 他一直有个念头, 或许地球曾经无比辉煌, 比起修仙大陆也不堪多让, 只是因为某种缘由, 如今没落了, 碰, 岩石崩裂, 地面被斩出一条沟壑, 楚勋渐渐感到无聊, 看来金刀门掌握的只是残本, 御音术可将声音换化多种形态, 而金刀门的人貌似只能将应声凝成利刃, 楚勋不禁感到惋惜, 楚勋, 束手就擒吧, 楚勋, 你杀我金刀门的长老, 今天就别想走了, 留下手机吧, 有长老宁声道, 大家一起发烈, 诛杀此恶贼, 楚勋, 今天过后, 世上再无楚魔王, 楚勋, 若你肯交出绝世功法和阵法秘籍, 我们可以留你全尸, 并且保证不伤害你的家人, 楚勋淡然的眸子寒气涌动, 双手结印, 猛地轰出, 龙银凤鸣, 一时间虚空震荡, 平地狂风大作, 飞沙走时, 龙银声震人心魂, 凤鸣夺人心魄, 金刀门长老合力发出的鹰刀, 直接在半空爆裂, 消散一空, 你们永远不长记性, 楚勋冷漠道, 金刀门中长老大惊, 鹰刀对楚勋无效, 而且刚才的龙银凤鸣阵的他们血脉翻涌, 有人嘴角挂着血迹, 杀, 楚勋怒了, 这些人真是贼心不死, 还敢惦记他的造化和家人, 随着他结印, 一声凤鸣穿金烈石, 一只沐浴着焚天烈火的凤凰虚影, 傲力虚空, 幽冷的毛子俯视众生, 双弑一阵, 卷起滔天烈焰, 燃烧半空, 然后俯冲而下, 直对楚勋的金刀门长老害得两眼发直, 眼角抽搐, 哄, 焚天烈火席卷, 恐怖的火浪燃烧万物, 空气被炼化, 发出噼里啪啦的暴鸣, 火浪席卷散, 所过之处, 接化为虚无, 金刀门五位长老躲避不及, 被烈焰吞噬, 接化为灰飞, 众人接俱, 后背声寒, 楚勋手捏拳印朝着左边杀去, 快躲开, 严嵩眼睛都快瞪出血了, 金刀门长老二十人是花了无数财力, 人力, 以及时间才培养起来的, 每一个都是瑰宝般的存在, 乾隆山顶楚勋就杀了三个金刀门长老, 其中有一位三品宗师, 现在楚勋连续屠杀八位长老, 金刀门现在只剩下九位长老了, 严嵩的心都在滴血, 人如流光, 拳如雷霆, 严嵩的提醒没什么用, 破, 一位长老的脑袋被楚勋拳风击碎, 转身又是一拳, 拳风鼓荡, 凌力骇人, 破, 另一位宗师的半个身子连同胳膊化为血雾, 凄厉的惨叫, 刷, 并指一划, 一道白芒如利刃斩出, 这位长老的惨叫戛然而止, 人头滚落, 鲜血喷涌, 杀, 严嵩杀道, 手中金刀寒一森森, 当头猛劈, 有劈天之势, 楚勋转身, 举拳便轰, 当, 凶猛无比的一刀被楚勋击片, 当当, 楚勋拳如疾风咒语, 美拳轰出如雷霆滚动, 一连十几拳, 没有半点花哨的直击金色扩刀, 美拳落下, 严嵩倒退一步, 脚下岩石炸裂, 留下深深的脚印, 十几拳过后, 严嵩退出十几步, 楚勋目光冷冽森然, 举拳, 轰击, 哄, 惊天一拳如炸雷, 狠狠地击中刀面, 严嵩双脚出地倒射出去, 地面被他的双脚离出深深的沟壑, 楚勋并未追击, 单手附后, 冷漠地看着严嵩, 严嵩眼神惊骇, 双臂瑟瑟发抖, 他虎口崩裂, 是被楚勋美拳击中金刀后, 强大的力量, 声声震烈的, 千雷带着其他长老退到严嵩身边, 他们眼带惊悚, 目光畏惧, 全神戒备, 无比忌惮地盯着楚勋, 因为严嵩手中的金色扩刀裂纹蔓延, 大有崩裂之势, 这把金色扩刀传成了几百年, 饮血无数, 但却杀人后任不沾血, 其锋利程度可吹毛断发, 碎金裂石, 坚韧程度可抵挡高能穿甲弹, 他既是刀, 也是盾, 可攻可守, 让每任金刀门门主都市若珍宝, 可现在, 却被楚勋生生震烈, 这得多恐怖的臂力才能做到, 再说了, 连金刀都挡不住楚勋的拳头, 那他们的血肉之躯, 想想便不寒而栗, 因为, 已经有两位长老, 被楚勋生生打爆了, 他们害怕了, 胆怯, 心颤, 开始后悔, 与楚勋为敌, 一百五, 楚勋双拳之上真缘缭绕, 周身恐怖的威压, 使得空气暴明, 结阵, 严嵩大吼, 金刀一横, 千雷, 连同剩余的九位长老齐动, 他们都明白, 事情到了这一步, 结果只能是不死不休, 他们悔恨, 后悔跟楚勋结仇, 可世上没有后悔要, 当然, 他们也不会束手就擒, 因为他们不想死, 拼死一搏, 或许能换来一线生计, 连同严嵩在内, 共十一人, 十一把金刀, 他们拼命地催动内息, 注入金刀, 煞食金芒赤胜, 十一把金刀横空, 刀尖齐聚, 形成一个古怪的图案, 轰隆, 虚空震荡, 空气扭曲, 一把十几米长的金色大刀, 毅力虚空, 刀锋森寒, 急速斩落, 群山颤抖, 地面震动, 楚勋眉梢微挑, 单手结印, 凌空点出, 一根晴天巨子傲力, 高达十丈, 带着古老苍凉的气息, 仿佛来自混沌空间, 有碾压一切之威士, 涂抹纸, 一指灭生灵, 金色长刀与晴天巨子在半空相撞, 砰, 狂猛的风暴从半空爆开, 如核弹爆炸, 腾起恐怖的蘑菇云, 撞击爆炸后产生的风暴, 如滔天骇浪席卷四周, 一时间巨石崩碎, 草木崩飞, 恐怖的景象如世间末日, 破, 金刀门楚勋严嵩, 包括迁雷在内, 一众人大口咳血, 脸色迅速惨白, 楚循单手再次结印, 凌空点出, 晴天巨子浮现于虚空, 如同要毁天灭地般落下, 涂抹纸, 二指山河崩, 哄, 一声巨响, 紧接着群山抖擞, 山塌地线, 地面轰然炸开, 尘土如浪潮, 遮天蔽日, 许久之后, 尘土散尽, 只见地面出现一道一米宽, 十几米长的裂缝, 这恐怖的裂缝边缘, 一片星红, 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 啊, 严嵩仰天怒吼, 壮若疯狂, 身上弥漫着滔天杀意, 有四位长老在楚循这一招下, 尸骨无存, 血清大地, 楚循双眼无情, 只有无尽的冷漠, 他唯一做的就是手捏拳印, 向前轰杀, 杀, 严嵩不惜将一身内息, 尽数镀镜金刀, 金芒大胜, 寒意森森, 刀仰起, 还未斩落, 楚循便觉得刀意凌厉刺鼓, 刷, 金刀纵横, 横扫千钧如卷席, 金色刀芒从刀身迸发, 这一刻连阳光都为之失色, 刺了, 金色刀芒划过, 一闪即逝, 下一刻已出现在楚循面前, 狂风骤气, 刀意森然, 刀气让楚循一昧乍响, 万千发丝狂舞, 楚循不慌不忙, 拳头被真元包裹, 肌肤发光, 骨骼如玉斑晶莹, 心脏跳动强如肋骨, 拳势如雷霆, 伴随龙银阵阵, 以势不可挡之姿狠狠地击中刀芒, 砰, 楚循倒退一步, 一脚落下, 地面炸开, 半只脚陷进地面, 身体便纹丝不动, 金色刀芒被楚循一拳轰碎, 蹦散于空气中, 破, 严松张嘴喷出一团血污, 他手中的金色阔刀却哗啦一声崩裂, 化作漫天金色碎片, 最后落入尘土中, 严松身子一晃贵斗, 刚才那一刀抽空了他所有内息, 不成功变成人, 他看着手中断裂的金色刀柄, 凄惨一笑, 道, 金刀门传承百年, 却是毁在我严松手里, 师父说过, 刀在人在, 刀毁人亡, 楚循, 我不甘心, 我在下面等着你, 破, 星红的鲜血喷出一米远, 严松双眼瞪大, 眼神涣散, 不甘地倒下, 他以刀柄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饶, 饶命, 楚神, 绕了我等, 放我们一条狗命吧, 楚神饶命, 我们愿意跟随你, 鞍前马后地伺候你, 做牛做马也在所不惜, 剩下的金刀门长老, 吓得浑身抖炉筛康, 亡魂接冒, 匍匐在地哀求, 什么武者傲气, 宗师尊严, 统统不顾了, 而且, 最先求饶的, 就是千雷这个金刀门的副门主, 楚寻沉默不语, 这些人跪地颤抖, 不敢抬头, 五指轻弹, 树道轮回似鸡舍, 如一条条逝血的白蛇, 贯穿了这些的咽喉, 楚寻目光冷漠, 仇人就是仇人, 这个身份, 不会因为态度而改变, 数百金刀门弟子, 站在远处观望, 一个个如寿金的鞍唇, 静若寒蝉, 动也不敢动, 他们只是先天后天舞者, 连他们门主都被人杀了, 他们失去了逃跑的勇气, 而且, 这一只有一条出山的路, 却被楚寻堵住了, 楚寻抬头看向他们, 神色漠然, 你们走吧, 许久之后, 楚寻淡然开口, 而且走向一旁, 让开道路, 呼啦, 人头攒动, 乌泱泱的一片, 如寿金的野马群, 向着山外奔去, 一个个跑得飞快, 恨得爹娘少伸了两条腿, 从这一刻起, 五道街再也没有了金刀门, 金刀门从门主到长老二十二人, 全部扶珠, 楚寻单手附后, 朝着金刀门深处走去, 传承了几百年的宗门, 总会有点好东西吧, 沿着青石小路一路前行, 走过一道拱门, 眼前豁然开朗, 这里的路面已经变成了青石版, 道路两旁竟是法国梧桐, 宽大的梧桐叶, 像是一把把遮阳散连在一起, 只有斑斑点点的阳光偷溜进来, 洒落地面, 走过拱门, 穿过走廊, 又踏过小桥, 让楚寻不得不感慨, 这里的建筑不知道是出自阎松, 还是千雷之手, 总之很有品味, 眼前出现一栋如古堡版的白色建筑, 顶上琉璃瓦片在阳光下折折生辉, 散发出五彩光芒, 异常美丽, 楚寻抬手, 然后轰的一声, 白色古堡那扇精美的镂空雕花红木门, 变化为漫天碎线, 神念蔓延, 片刻之后, 轰隆震动, 一扇石门升起, 露出一间密室, 在石门升起的瞬间, 浓郁的灵气涌动, 弥漫开来, 楚寻嘴角勾起, 露出笑意, 然后迈步踏进, 突然, 楚寻感觉一脚踩空, 地面一块石板反转, 四周石壁出现无数小洞, 密密麻麻无法预计, 机械声响起, 咻咻, 刺耳的破空声响彻正间密室, 数以万计的箭矢铺天盖地袭来, 如蝗虫过境, 令人头皮发麻, 汗毛倒树, 楚寻却对袭来的万千箭矢, 无动于衷, 周深连衣激荡, 他的目光紧盯着不远处石壁上悬挂的一幅画, 画面泛黄, 上面是一尊顶, 叮叮当当, 火星四箭, 密密麻麻的箭矢, 尽数被他周深的连衣震飞, 楚寻无视其他灵草灵药, 走过去仔细观察那幅画, 因为画中所画的并非顶, 而是丹炉, 画中丹炉有四足之称, 周深刻有神秘纹路, 还有祥云, 真情, 凶兽, 但是通过画观察, 楚寻都能感觉到这尊丹炉的不凡, 没有丹炉, 楚寻也可炼丹, 但若能寻到丹炉, 所炼制的丹药药性将会有大幅度提升, 楚寻将那幅画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打算回去后再仔细研究, 接下来, 密室中的所有灵草灵药以及灵果, 都进了楚寻的储物指环, 荆刀门几百年的积累, 全为楚寻做了嫁衣, 150, 楚寻离开洛英山, 下一个目标, 无极门, 他要挨个清算, 玉兔给的地图显示, 靠无极门最近的事, 名为霞飞, 霞飞市一山而建, 方圆千里都是深山老林, 山巒重叠, 古林纵深, 无极门就坐落在群山中的飞云山上, 楚寻开始辗转前往霞飞市, 就在楚寻前往无极门的时候, 古江市也来了一群人, 护长老, 已经查看清楚, 楚寻的那些人都住在紫竹林会所, 一个脸色惨白阴厉的青年, 恭敬地向端坐在沙发上的黑衣老者禀报, 我去杀光他们, 好让楚寻知道, 这世界上并非只有他可灭人满门, 另一张沙发上, 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中年人站起身说道, 声音音森, 我觉得可行, 另一人支持落腮胡, 在这间总统套房中共有九人, 除了黑衣老者和阴厉青年, 其他人都支持落腮胡去杀光跟楚寻有关的人, 胡长老, 你表个态, 只要你点头, 我这就去杀进紫竹林会所的人, 落腮胡有些迫不及待, 大胡子平时没见你这么鸡鸡挂, 有人疑惑, 然后打句道, 该不会是你听说楚寻的女人倾国倾城, 起了什么歪心思吧, 落腮胡老脸一红, 好在有胡子挡着, 怒道, 你在胡说什么, 我只是看不惯楚寻太嚣张, 他惹别人我不管, 但他惹上我天道宗, 非死不可, 是吗, 那你的下面为什么鼓那么高, 有人揶鱼, 落腮胡急忙夹紧双腿, 低头看去, 顿时明白被耍了, 不爽的闷哼一声, 行了, 大家谁不了解谁啊, 你就别装了, 有人说道, 落腮胡子贪, 饮好色,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哼, 楚寻杀我天道宗师长老等人, 我玩玩他的女人又怎么了, 落腮胡不再隐藏自己的心思, 满脸阴, 会, 他听说, 楚寻的女人花轻舞, 那是轻视角色, 这话, 你可敢当着楚寻的面说, 脸色阴逸的青年戏虐道, 有何不敢, 楚寻算什么东西, 他就是不在古江市, 若是在, 我定要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女人躺在我身下辗转成欢, 落腮胡黑着脸, 得了吧, 若是楚寻在古江市, 你早逃的没影啊, 有人比一道, 落腮胡几经几两大家明白, 三品宗师, 遇上楚寻连逃跑恐怕都做不到, 虽然, 他们都没见过楚寻出手, 但是, 那些赫赫战绩可做不得假, 好了, 一直沉默的黑衣老者开口, 众人立刻惊声, 他们对老者都很忌惮, 去吧, 早去早回, 明天还得赶回宗门, 黑衣老者道, 他们只是路过傍晚市, 路过古江市, 刚好听说楚寻杀了石京, 又刚好听说楚寻不在古江, 是, 落腮胡大喜, 他正欲出门, 却被殷义青年拦住, 殷义青年收起手机, 他刚刚得到一则令他胆颤的消息, 怎么了, 黑衣老者开口问, 因一青年深吸一口气, 看着落腮胡, 道, 刚得到消息, 金刀门门主严松, 副门主千雷, 十几位长老, 尽数被图, 金刀门从武道界除名了, 众人听闻顿时惊的瞠目结舌, 就连黑衣老者那种古井不波的脸上, 也露出金融, 这怎么可能, 金刀门门主严松, 那可是七品宗师啊, 有人难以置信, 他那把金刀无奸不摧, 锋利无匹, 加上他本就是七品宗师, 谁能杀他, 难道是哪个超级大势力, 对金刀门动手了, 众人听闻纷纷点头, 觉得有道理, 除了那些超级大势力, 谁能灭了严松, 还杀了金刀门所有长老, 屠灭金刀门的, 只有一人, 因一青年悠悠道, 语气充满极度, 羡慕和无奈, 一个人, 有人惊呼, 谁啊, 乃冒出来的狠人, 这人说道, 狠人两字, 猛的僵住, 其他人也鸦雀无声, 许久才有人开口, 试探道, 该不会是楚巡骂, 因一青年却重重地点点头, 所有人都震惊地无以加负, 然后陷入沉默, 骆三胡抓着门巴的手, 也不由地松开了, 一脸惧色, 众人沉默, 气氛沉闷, 此时, 楚巡二字如千斤巨石压在他们胸口, 一人屠灭金刀门, 这一消息, 惊得他们半天回不过神, 这一刻, 他们才知道, 楚狠人这三个字, 不是说说而已, 据消息称, 楚巡途进金刀门后, 赶往霞飞市, 因一青年沉声道, 霞飞市, 众人不明所以, 因一青年环顾一周, 苦笑道, 听闻无机门就在霞飞市周围的群山中, 难不成要还要途进无机门, 落塞胡金的声音都变形了, 其他人鄙夷地看着他, 这不是废话吗, 什么难不成, 是肯定, 楚巡总不会跑到无机门去喝茶吧, 有人走过去打开窗户, 让空气流通, 气氛沉闷地令人难受, 好一个楚巡, 黑衣老者冷哼一声, 其他人同时看向他, 你们怕了, 黑衣老者看向其他人, 八人同时沉默, 他们的确怕了, 不见其人, 只闻其事, 就令他们心惊胆战, 有何可怕, 楚巡是厉害, 可别忘了, 我们有大长老, 还有宗主, 黑衣老者历声道, 众人一正, 很快, 那种沉闷的感觉在急速消散, 没错, 楚巡是厉害, 但却非无敌, 而在他们心中, 他们的大长老, 宗主, 就是无敌的存在, 黑衣老者站起身, 音声道, 楚巡放话, 要亲自登领我天道宗, 黄口小儿, 大言不惭, 想借我天道宗之名崛起, 老夫岂能让你如愿, 胡长老的意思是, 有人问, 他以图门灭总, 成就赫赫威名, 那么我们就以其人之道, 还以其人之身, 黑衣老者脸色阴险, 声音毒辣, 胡长老的意思是, 杀光跟楚巡有关的人, 让他沦为权武道界的笑柄, 有人开口, 黑衣老者阴笑着, 缓缓点头, 众人不禁动容, 这一招不可谓不读, 只因金刀门, 乌鸡们等围攻过乾隆山, 围攻过楚巡的亲人, 所以他强势的一塌糊涂, 不惜图门灭总来报复, 以此昭告世人, 亲人就是他的逆灵, 处者必死, 同时, 他也在警告敲打天道宗, 他楚巡言必出行必果, 若天道宗没按他说的做, 那他必定亲临天道宗, 但此时若是天道宗途径他的亲人, 那么楚巡霸道绝伦的形象, 便会成天大的笑话, 威逼警告没做到, 反而被天道宗狠狠打脸, 一群人对黑衣老者的计划高度赞赏, 很是敬佩, 纷纷附和, 可惜, 他们不知楚巡并非刻意要去打造什么霸气的形象, 他只是想寻到父母, 求得一生安稳。